第一章 小狱卒 云天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二十岁 修长的身材 配上俊秀的面容 简直就是个风华绝代的美少年 除了脸色病态的苍白 可他头上却别扭地戴着皂丽巾 身上是黑底红边的短打衣衫 裤子黑得像夜晚 脚踩黑布长靴 腰间一把长刀 胸口赫然一自愈 这不是在演武侠剧吗 穿越成天牢狱卒 这也太悲剧了吧 云天和揉了揉太阳穴 心里努力接受那刚落进脑海的记忆 他现在身处一个叫大炎的王朝 辽阔得不可思议 前身这个叫云天和的狱卒 世代守着这座罪恶之地 父亲云靖不过是个不大不小的牢头 按道理 这职位虽贱 却和犯人亲属的各种打点瞻的上边 干这活的人 日子应该滋润得多 可这只是个妖魔横行的事件 光是过去的百年 咱们大炎就经历了二十次妖魔劫狱的大事件 那时血月高挂 磨云翻滚 白骨在京城堆成高山 人头滚滚 血流成河 家家都穿上了丧服 回忆起那些可怕的片段 云天和的脸色立刻惨白无比 自己虽然侥幸活下来 可天牢却是关押死囚和重刑犯的恐怖之地 这里盘踞着无数邪魔凶犯 凶狠的暴徒 常年累月堆积下来的怨气 让环境阴冷潮湿 难见光明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待着 身体自然会被各种要挟侵蚀 寿命被限制 正常狱卒活过五十岁的 少之又少 自家云家就是正名 世代单传 到了老爸云境这一辈 更是刚过不祸 就重病而亡 这也是云天和二十岁 就被逼着当狱卒的重要原因 真是悲催中的悲催啊 这破身子 娘胎里就带了病根 一阵风都能吹倒 要是在这鬼地方再蹲几年 怕是还没娶媳妇 就得见阎王 到时候 老云家可就绝后了 这天牢狱卒 简直是高危职业啊 云天和心里拔凉拔凉的 恨不得立刻撂挑子不干了 可这可不是前世 皇帝老子可不是你那老板 说辞职就辞职 今天敢撂挑子 明天就得脑袋搬家 死得更快 难道除了辞职 就没有别的活路了 云天和绞尽脑汁 忽然灵光一闪 练武 强身健铁 对啊 这可是个实力称尊的事件 只有拳头够硬 才能活下去 听说修炼到极致 别说区区劳病 就算阎王爷来了 也不怕 到时候天牢就算乱成一锅粥 也能杀出一条血路 这思路 绝了 可转念一想 云天和又泄了气 他现在可是个阶下球看守 哪有条件练武 就算有条件 就云天和这小身板 能练出什么名堂 没师父知道 自己瞎练 别到时候走火入魔 死得更快 刚燃起的希望之火 瞬间被一盆冷水浇灭 哎 就在云天和愁眉苦脸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堵堵堵 差点忘了 今天是他第一天 替老爹当差 门口还有人等着呢 他赶紧起身 胡乱整理了一下衣服 拉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一个 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 面色蜡黄 同样穿着狱卒的衣服 王说 云天和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他爹生前的 好友奸下属 王三 云天和第一天上班 就被王三这老油条 给抓了撞钉 磨蹭什么呢 换身衣服 要换到地牢天荒啊 王三斜了他一眼 挥挥手示意他赶紧跟上 云天和不敢怠慢 一路小跑着追在后面 两人七拐八拐 在阴森潮湿的地牢里 穿行了好一会儿 总算是到了 关押犯人的地方 这间眼前一排排的牢房 都是用碗口醋的 金刚栅栏汗死 每一个牢房都坚固无比 里面黑咕隆咚的 云天和瞪大眼睛 看了半天 愣是一个鬼影子都没看着 这时 王三不耐烦地冲他摆摆手 在这儿等着 我去去就回 哎 王叔您慢走 云天和点头哈腰 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没过多久 王三就回来了 身后还拖着一个 血葫芦似的家伙 那家伙 身上套着一件球服 被王三像死狗一样 扔到云天和脚边 云天和顿时闻到 一股冲天的血腥味 借着微弱的火光 他低头一看 只见这囚犯浑身上下 没有一块好肉 四肢扭曲 手脚筋都被挑断了 满嘴牙掉光了 甚至连裤裆那里 都血肉模糊一片 看着都瘆人 下手这么狠 云天和倒吸一口凉气 强忍着恶心 抬头看向王三 王叔 这孙子是犯了啥事啊 被打成这样 惨 王三冷笑一声 摇摇头继续说 这小子叫陈伯光 江湖人称 花蝴蝶 采花倒柳 无恶不作 这些年祸害的梁家妇女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图摩斯追了他五年都没逮住 没想到这回居然把主意 打到相国千金头上 真是活腻了 这种人渣 死一万次都不为过 这也叫惨 没当场打死都算好了 原来是个采花大盗啊 云天和心里一惊 以前只在小说里 见过这好人物 没想到 今天见到活的了 正当他好奇地 打量着这个采花贼的时候 王三随手 丢给他一把铜钥匙 不耐烦地说 赶紧地 把这小子 给我关到丁十一号牢房去 云天和愣了愣 指了指自己 我 我自己去 不然呢 这点小事 还要我搭把手 王三瞪了他一眼 催促道 赶紧地 默默唧唧不像的男人 完事后去刑房找我 王三说完 根本不理会云天和 转身就走 云天和无奈 只能咬牙 把他关到牢房内 因二 令人窒息的天牢通道里 云天和拖着那个犯人 慢慢摸索着 丁十一号的牢房 他所经过的地方 犯人身上的鲜血 在地面上 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不是云天和不想人道一点 而是这犯人 实在太沉了 身上的枷锁 就有上百斤 加上他本人的死尘 光是拉 都让人喘不过气来 云天和这小身板 根本扛不动 只能拖着走 即便如此 不一会儿 他就累得满身臭汗 几乎要瘫掉 好不容易找到了 丁十一号的牢房 云天和一把将那彩花贼 扔进满尸烂棉花 和草干的牢房里 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狼狈喘气 呼 没想到这狱卒 竟然是个体力活 没点体力 连犯人都拉不动 云天和不由的感慨 这身体素质实在糟糕 别说练过舞的 连普通人都逊色不少 这样的高强度工作量 如果每天都如此 他之前 估计的几年时间 简直是天方夜谭 撑不到一年 怕是连他都得被人抬出天牢 云家也真要绝后了 第二章 幽名经典 坐在地上缓了半天 云天和才觉得 身上有了点力气 他撑着地爬起来 拍了拍屁股 就想开溜 可他刚锁好丁11号牢房 忽然 眼前一黑 天旋地转 迷迷糊糊间 云天和好像看见一本 用黑色魔器捆着的破书 封面上四个大字 幽名经典 书自己翻开了 哗啦一下 第一页就过去了 第二页上 一个男人画像 刷的一下跳了出来 那画像上是一个小白脸 眼睛还勾着人 有几分英俊 犯人 陈伯光 罪孽直 二星 实力 距离近八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1% 收益 十点惊艳 时辰 底下还有一堆水墓一样的画面 一闪一闪的 云天和随便一点 就看见那小白脸 和一个女的 还有好几个女的 在床上滚来滚去 没羞没骚 他也一下子就清醒了 心里一阵狂喜 激动得差点叫出来 这 这是我穿越过来的机缘 应该没错了 幽名经典 只要是云天和经手抓的犯人 犯了多少罪 都被记得清清楚楚 这些犯人犯的罪越大 实力越强 云天和抓他们的时候 出力越多 他得到的奖励就越多 我只是把那 陈伯光关进牢房 就有1%的参与度 每时每刻 都能给我提供 十点经验值 天牢内的犯人 要是全是我抓的 那得有多少经验值 云天和不知道 但他知道 肯定多得吓人 可是 销行境界那么高 宁气 巨灵 画园 玄灵 天刚 他连宁气境都没摸到门槛 更别说那什么巨灵八重了 要是不在天牢里 那小白脸 一根手指头 就能把他捏死 做人不能太贪心 躺着 就能变强 已经很不错了 还能奢求什么 我现在就应该 老老实实待在这天牢里 慢慢修炼 等以后我实力强了 再出去也不迟 云天和很快就想明白了 心情也平静下来 赶紧离开了这里 哥俩好 666 哼 天牢行房内 几个狱卒振华着拳 酒气冲天 王三也在其中 满脸通红 显然已经喝了不少 他一眼就看见 云天和走了进来 随口问道 那小子关进去了 已经关进去了 云天和低声回答 王三满意地点点头 顺手抄起桌上的 一坛酒扔了过去 来 喝点 这鬼地方阴气重 不喝点酒暖暖身子 早晚得病 多谢王叔 云天和也不客气 接过酒坛 仰头灌了一大口 心爱的酒液 顺着喉咙流进胃里 驱散了些许寒意 他走到角落里坐下 不动声色地 打开了脑海中的 幽冥静点 这一次 他看的不是彩花贼 陈伯光 而是关于他自己那一夜 玉主 云天和 并秧子 实力 战五渣 零一百 功法 五 可用经验值 一 并秧子 战五渣 我有那么差劲吗 云天和眼中有些着急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变强了 云天和跟着 王三那帮人回了衙门 随便收拾了一下 就返回了自己在天牢里的房间 第二天起床 云天和洗漱完就坐在椅子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板 一百点了 终于一百点了 云天和呼吸一致 想都没想 就把所有经验值 全砸在境界上 下一秒 原本经验值这蓝 五 零一百 像是 被注入了什么神秘力量 轰的一声炸开 取而代之的是 金光闪闪的大字 宁气一重 零二百 下一秒 一股狂暴的力量 在他体内炸开 冲刷着他的每一寸骨骼 每一丝肌肉 云天和闷哼一声 喉咙发痒 一大口黑血痰喷涌而出 恶臭无比 但同时 他感觉压在胸口那块巨石消失了 呼吸无比顺畅 我 劳病好了 云天和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面板上 病秧子三字消失 整个人都亲了三斤 他猛地站起来 挥舞了一下拳头 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 涌上心头 这就是舞者的力量 爽 这才仅仅是宁气一重 以后呢 云天和一脸欣喜 短短十个时辰 他从一个普通人变成小舞者 这要是传出去 肯定会吓到不少人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幽冥静点 只要有犯人进天牢 我迟早有一天 能天下无敌 不行 得想办法多弄点犯人进来才行 五十 开饭了 云天和不耐烦地 用木勺敲了敲铁栏杆 枝嘎 哐的 一阵铁链碰撞的声音 一群骨瘦如柴的囚犯 像饿死鬼一样 从牢房深处爬出来 眼冒绿光地盯着他手里的木桶 大人 行行好 再给一小口 一个老家伙 颤颤巍巍地伸出脏兮兮的碗 就差跪下了 一人一勺 少不了你的 云天和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摇起一勺干水一样的玩意儿 倒进碗里 坐牢嘛 还想吃香的喝辣的 天牢里的饭食 能让你活着就不错了 老家伙端起碗 跟几辈子没吃过饭似的 几口就喝了个底朝天 还意犹未尽地舔着碗边 云天和懒得理他 掏出一个小本子 翻到其中一页 和封墓 公布园外廊 摊末十万两 呵 肥得流油 一个小小的六品官 居然摊了这么多钱 也不知道是真本事 还是替人顶罪的 云天和瞥了一眼老家伙 合上本子 没说什么 继续往前走 这小本子 是王三给他的 上面记录了所有囚犯的信息 和罪状 他得趁着送饭的机会 把这些家伙 都记在脑子里 孔端卫 近视 妄议朝政 酸秀才一个 就这样 云天和一路走 一路看 很快就把这几十号犯人 记了个大概 这些人 要么是得罪了朝廷 要么是得罪了权贵 反正没一个好惹的 而且大部分看起来 都不会武功 除了昨天那个采花贼 唯一一个有点本事的 应该就是 潘断胡 云天和看到这个名字 不由得心里一动 再一看对方的罪名 洛霞人士 谋反 好家伙 这是个狠角色呀 云天和目光扫过牢房 最后落在最里面那间 只见一个黑影副手里 看不清面容 这潘断胡 倒是好大的架子 喊他吃饭 居然不带搭理的 真当自己是来 想服的不成 啊 懒得搭理你 云天和冷哼一声 禁止走向十一号牢房 昨天那个采花贼 正躺在地上 嘴张得老大 跟条块可死的鱼似的 可不能让你死了 还得多刷几天经验呢 第三章 感觉一拳能打死一头牛 云天和眼珠一转 摇起两勺汤水 猛地吵采花贼脸上一泊 接着咣当一声 将满满一勺 加料汤饭扣在他碗里 这才拍拍手 扬长而去 这 幽名静点 早就关在这里的 居然不算数 那我之前忙活个什么劲 云天和越想越气 这经验要是刷不上来 猴年马月才能变强 不行 得想个办法才行 他一边盘算着 一边大不留心地走回休息区 刚进门 就听王三扯着嗓子喊 天和 快 盯十二号提审 赶紧把人带过去 云天和定睛一看 刑房里 不知何时多了个 身穿官袍的中年男人 正音策策地盯着他 来 来了 云天和微微一正 不敢怠慢 连忙招呼上另一名狱卒 火速赶往牢房 欲点大人来了 云天和出来乍到 除了一个王三 天牢里其他狱卒 他一个都不认识 一路上 云天和也懒得搭理同行的狱卒 等到了丁十二号牢房 云天和这才发现 欲点要提审的 居然是那个 犯了谋反大罪的潘段虎 之前派饭的时候 这潘段虎一直背对着他 云天和看不清这老家伙的长相 这回终于是让云天和 瞧见了庐山真面目 可这一见之下 却让云天和大跌眼镜 顶着潘段虎这么一个谋反的罪名 这家伙居然是个皮肤有黑 满脸褶子的糟老头子 而且这老家伙粗手粗脚的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 刚从地里刨施回来的老农 虽然这老家伙长得磕尘 但谋反的待遇 那可是一点都没落下 除了身上带着的重架 这老家伙的琵琶骨上 居然还被几根粗大的铁链子给穿透了 伤口都溃烂身躯了 看得云天和直犯恶心 狱卒们把潘段虎 从牢里提出来的时候 这老家伙倒是老实 一路上都闭着眼睛 一声不吭 跟个死人没什么两样 可等云天和他们 把人送到刑房 这潘段虎的眼睛 却猛地一下睁开了 就见这老家伙眼中金光爆射 一开口就冲着玉点破口大骂 狗关 这老家伙的声音浑厚无比 震得整个形房都嗡嗡作响 玉点听了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笑了起来 直接下令道 不愧是五道高手啊 被关了这么多天 居然还这么中气十足 来人啊 给这位大爷 好好松松筋骨 话音刚落 两个榜大腰圆 一看就不好惹的狱卒 立刻就拿着各种各样的刑具 朝着潘段虎围了过去 后面的场景 云天和就看不到了 因为他们这些资历尚浅的狱卒 全都被赶了出来 云天和站在刑房门口 只能听到里面 潘段虎的怒骂声不断传来 却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听到 不过 光是听到那些刑具 落在肉身上发出的声音 就足以让云天和感到毛骨悚然了 站在他对面的 是和他一起 把潘段虎押送过来的那个狱卒 此时此刻 对方显然也是不好受 脸上时不时闪过一丝不忍之色 看来 这也是一个 还没有被天牢这个鬼地方 彻底污染的可怜人 云天和心中一动 忍不住和对方攀谈了起来 这一聊才知道 对方名叫汤科 和他一样 也是子承父业 顶替自己老爹来天牢当差的 只不过 汤科比云天和来得要早一些 已经在天牢里待了三四个月了 玉点审潘段虎 足足审了一个多时辰 云天和腿都快站妈了 才见玉点黑着脸从刑房出来 他赶紧把玉点送走 又等那帮老玉族出来 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 大气一直喘 把他扔回去牢房 王三不耐烦地挥挥手 云天和两人领命 赶紧进了新房 一进门 差点没把他们熏得跟头 一股子血腥味 辣椒水味 还有烤椒的肉味 直冲脑门 潘段虎那老家伙 缩在地上 奄奄一息 早看不出人样了 云天和强忍着恶心 和汤科一起 把潘段虎抬回牢房 光荡 游民进点 立刻有了动静 犯人 潘段虎 罪孽值 三星 实力 化缘近五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1% 收益 20点经验十辰 底下还有些 潘段虎的罪行画面 云天和倒是没点开查看 这老灯比陈伯光 提供的经验还高 罪孽值和实力都更高 一个时辰 就能给他贡献20点经验 更让云天和惊喜的是 这也算参与抓捕了 天牢里审犯人 那是家常便饭 狱族们闲得无聊 也会抓个犯人出来 折磨取了 这么说 幽民进点 收录犯人的机会 更多了 陈伯光 加上潘段虎 一个时辰30点经验 宁气一众生二重 需要200点经验 也就是说 只要七个时辰 他就能再生一级 云天和心里乐开了花 脸上 却不动声色 锁好牢房 就和汤科走了 几个时辰后 云天和下了职 回到住处 劳累的一整天 恰好明天 轮到他休息 洗漱完便 呼呼大睡了 醒来一看 幽民进点的经验值 已经超过了200 提升修为 力量再次涌现 如潮水般 涌入他的身体 当这股力量消失 云天和成功突破 进入宁气二重境界 哈哈 云天和一通 王八拳打完 原地蹦打两下 只觉得浑身舒坦 这力量 这速度 比之前强了不止一倍 我现在 感觉自己一拳下去 一头牛都得趴下 爽是爽 可惜这招式实在太难看 云天和叹了口气 他空有一身蛮力 说白了就 是个宁气二重的莽夫 对付对付普通人还行 真遇上练家子的 同境界都够呛 更别说那些高手了 这天牢里高手多的是 得找个机会 偷师学艺才行 云天和摸着下巴琢磨 小说里 那些主角不都这样吗 进了天牢 法尔德的机缘 从此一路高歌猛进 他决定找个机会 把周围几个牢房都翻一遍 说不定墙上地上 或者哪个砖缝里 就藏着爵士武功秘籍呢 当然 这种野路子 肯定有风险 最好还是找个正经师副教 宁气二重 到宁气三重要三百经验 按我这速度 一天就能升一级 天和掰着手指头 算了算 要是每级经验值 都按一百一百的掌 那不用半个月 他就能到宁气九重 到时候就能冲击 聚临近了 这也太快了 云天和 激动之余 又告诫自己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谨慎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能暴露实力 他可不想 被大阎王朝的那些 图摩死斩妖丝的盯上 到时候抓去切片研究 就完蛋了 第四章 死得好 死得秒啊 云天和闲着没事干 翻看着潘断虎的罪状 嘖嘖称奇 这潘断虎 看着是条汉子 没想到 干的都是些杀粮冒老的够当 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 真是够狠 看了半天 云天和撇撇嘴 难怪会被关进着 活该 比起潘断虎 他还是对采花贼 陈伯光的光辉事迹 更感兴趣 那才叫一个刺激殆尽 正适合他这种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一转眼七天过去了 云天和每天提着干水桶 给这帮穷凶极恶的家伙送饭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枯燥乏味 这七天里 也就省了个妄议朝政的 酸秀财恐端位 还是从他手里经手的 但这小子 若即一个 武功低微不说 罪孽值也少得可怜 给云天和提供的经验值 少得可怜 不过聊胜于无 攀断虎 吃饭了 云天和走到 丁十二号牢房 敲了敲牢门 牢房里的人影一动不动 压根不搭理他 爱吃不吃 饿死拉倒 云天和 懒得灌着他 随手咬了一勺汤水 倒进碗里 扭头就走 到了丁十一号牢房 云天和习惯性地吆喝了两声 陈伯光 吃饭了 谁知那采花贼 趴在地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 死了 云天和纳闷 刚想看看情况 旁边牢房的犯人 突然探出头来 这家伙上顿就没吃 全便宜了牢里的老鼠 我看八成是隔屁了 狱族小哥 要不你把他的那份给我吧 我快饿死了 听到对面牢房的人喊 云天和心里 咯噔一下 赶紧打开 幽名静点 翻到陈伯光那眼 好家伙 只见上面的字迹 正在慢慢消失 他连忙就要进去看看 怎么回事 结果一拍脑门 没钥匙啊 赶紧喊人 王三被他叫过来 两人打开 丁十一号牢房 一摸陈伯光 凉透了 皮肤都硬了 云天和清楚记得 早上看的时候 这人提供的经验值 还在涨呢 这说明他挂了 顶多几个时辰 看着陈伯光的尸体 云天和心里 居然还有点小伤感 倒不是和他有什么感情 主要是少了个经验包 晚上也没活春宫看了 王三倒是淡定得很 天牢里死人 就跟吃饭 说起来大部分死刑犯 都活不到砍头那天 就说这陈伯光吧 惹了湘国府 送来的时候 就剩半条命了 能撑到现在 都算命大 王三让云天和 把尸体和牢房收拾了 就走了 云天和忙活完 已经过去大半个时辰了 他悄悄到一个僻静地方 赶紧打开 幽名静点 陈伯光那夜果然消失了 但让云天和惊喜的是 居然还留下了一份遗产 可抽取最人生前 索学技能一次 是否现在进行抽取 云天和先是一愣 随即狂喜 没想到犯人死了 还能抽奖 陈伯光活着的时候 怎么说也是个 距离巴重的狠人 可得好好抽一把 他一下令 只见幽名静点 上光芒涌动 最大的那团光芒 被云天和抓住 一瞬间 功法招式信息 涌入云天和的脑海 这些画面闪完 云天和脑子里 突然多了些记忆 叮 恭喜宿主 成功获得六品轻功 幻影迷踪 面板上的功法栏里 赫然躺着一门新武学 幻影迷踪 六品轻功 境界 初神入化 三七五五 一零零零零 六品轻功 云天和虽然不太懂武学品级 但也知道 武学一品最高 这六品轻功 绝对是妥妥的好东西啊 不仅如此 这门 轻功他直接继承了 陈伯光的全部功力 达到了初神入化的境界 武学境界 分为初窥门境 略有小城 如火纯青 初神入化 反扑归真 这彩花贼 不愧是彩花贼 轻功居然已经到了初神入化 离最高境界 也只差一步之遥 难怪那家伙实力不咋地 还能被图摩斯 追着跑 还能逍遥快活这么多年 甚至敢跑到相国府来彩花 有两下子 可惜这彩花贼还没得手 就被抓了 这一下便宜云天和了 云天和感觉自己身体轻盈了不少 仿佛脚下生风 他看了看四周没人 对着房梁轻轻一跃 So 整个人如同鬼魅一般窜了上去 稳稳当当地落在房梁上 再轻轻一跳 又回到了地面 落地的瞬间 悄无声息 一点声音都没有 甚至连灰尘都没惊动 厉害 好一个踏尘无痕 云天和心中暗自赞叹 这轻功 简直绝了 这才宁气七重 要是等他实力再强点 那还得了 这轻功 还能继续升级 离下一境界 就差六千多经验了 真想见识见识 反扑归真境界的 幻影迷踪 有多厉害 云天和得了心武学 兴奋地上蹿下跳 刚才还觉得 没了长期经验宝宝 现在哪里还有半点不爽 陈伯光死得好啊 死得妙啊 早该死了 呸 这啥玩意儿 天天喝干水 老子都快饿死了 这鬼日子 什么时候才到头啊 古兽如柴的牢里头捧着碗 盯着碗里 飘着几根烂菜叶子的清汤寡水 忍不住骂骂咧咧 刚放下碗的云天和 听到这话 冷笑一声 我说李老头 知足吧 就这玩意儿 多少人想喝 还喝不着呢 要是明儿早上 我给你送来烧鸡美酒 你敢吃吗 老里头一听 脖子一缩 立马陪着笑脸 云爷说笑了 说笑了 烧鸡美酒 那可是断头饭的待遇 真吃上了 李阎王也就一不知遥了 云天和这一提醒 老里头顿时反应过来 也顾不上恶心 几口就把那碗 堂堂水水给灌了下去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这云天和来天牢当差 眼看就快二十天了 只见他提着饭桶 穿梭在昏暗的天牢通道里 身形矫健 步履稳当 哪还有当初那副 半死不活的病牢样 谁也不知道 现在的云天和 已经脱胎换骨 成了个宁气九重的小武者 九牛二虎之力 那都是小意思 更别说那神鬼莫测的幻影身法 还好这些狱卒 一个个就知道喝酒赌钱 根本不会注意别人 不然我这身变化 早就被人发现了 说起来 云天和已经够低调了 平时几乎不怎么跟人打交道 可他短短半个月 就从一个弱不禁风的毛头小子 变成了宁气九重好手 这体内翻腾的气血 是怎么也藏不住的啊 第五章 慈眉善目杨清风 云天和心里就想好了说辞 要是有人问起 他咋突然变得这么壮 他就黑黑一笑 唉 这不是牢里伙食好 吃妈妈香 再加上 寻了的老神医 给我调理身子 这不 病秧子变壮汉了 宁气经这点精良 不动手 谁看得出来 就是不知道等云天和 突破距临近 到时候会有什么变化 再过几个时辰 过了此时 我就能攒够经验值 一举突破距临近了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云天和心里 美滋滋地想着 自从陈伯光那小子隔屁后 他损失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包 这经验条走的 真是让他心骄 这半个月 他可是逮着机会 就提审犯人 就插住审讯室了 可那些犯人 大多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文人 提供的经验值 少得可怜 真是够强 还好云天和手里 还有个化圆镜的硬查 攀断壶 要不然 这进度条 还不知道地卡到啥时候 现在 云天和的经验值 已经飙升到900多 只差最后几十点 就能突破了 给那十几号犯人打完饭 云天和拎着空荡荡的干水桶 往回晃悠 还莫等他走到天牢后厨 就瞧见王三 和刘贵那俩家伙 急匆匆地朝他奔来 王三一见到云天和 立马扯着嗓子喊道 天和 可算找到你了 快 跟我走一趟 云天和一头雾水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王三拽走了 等到了刑房 云天和顿时傻眼了 只见丁字号天牢的八九个狱卒 全都整整齐齐地 站在刑房两侧 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哪还有 平时那副懒散的模样 啥情况 难道是狱官要来 不对啊 上次狱点来 也没见这阵仗啊 难道是狱使 还是说 是最大的那个 私狱 天和心里泛起了嘀咕 正想着 就听到门口一阵 杂乱的脚步声 接着乌泱泱涌进来一群人 火光都被挡了几分 云天和心头一跳 不是来找我的吧 这帮人一进来 整个刑房的温度 都好像降了几度 冻得云天和 直打哆嗦 其他的狱卒 更是一个个脸色发白 连大气都不敢喘 云天和偷偷抬头一看 好家伙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女人 简直就是冰雕出来的一样 又冷又厌 他穿着一身华丽的紧端衣服 手里还提着一把长刀 头发高高竖起 衣服上 绣着一头凶神恶煞的怪兽 那眼神 跟刀刃一般 从他们身上一一扫过 看得云天和胆战心惊 上次那个欲点 这会儿正像条哈巴狗一样 点头哈腰的 跟在那女人旁边 一副谄媚的样 图摩斯啊 是图摩斯的人 云天和一眼 就认出那女人衣服上的标志 也只有图摩斯这帮整天和妖魔鬼怪 打交道的家伙 才会有这么重的杀气 简直就像 是从尸山血海里 爬出来的一样 就这点人 这就是你们 丁字号牢房 全部的人手 那女人 冷冷地哼了一声 语气里充满了不屑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狱族们一个个脸 长得通红 却敢怒不敢言 屁都不敢放一个 那个狗腿紫玉点 点头哈腰的裴笑道 慕容大人放心 我这就从别的牢房调人过来 保证不会坏了您的事 最好是这样 要是人跑了 你们天牢一层 有一个算一个 都别想活 明白 明白 下官明白 那个姓慕容的女人 丢下几句狠话 转身就走 雷厉风行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云天和敏锐地 从他们对话中 捕捉到一个关键信息 天牢一层 难道说 天牢还有很多层 之前怎么没听人说过 云天和心里 顿时充满了疑惑 那个狗腿紫玉点 送走了温神一样的慕容大人 擦着冷汗走进来 冲着云天和等人吼道 都愣着干什么 赶紧跟我去接范人 狱卒不敢怠慢 连忙跟着他走了出去 没过多久 就看到 两个图摩斯的小喽啰 压着一个人 走了过来 云天和本来以为 是什么穷凶极恶的江阳大盗 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竟然是一个 慈眉善目的老头 这老头长得先锋道鼓 笑眯眯的 一点都没有接下球的样子 看到眼前这些狱卒 竟然还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 往后 可得麻烦各位了 云天和跟其他人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接他的话 二十多个狱卒 里三层外三层地 把老头围在中间 浩浩荡荡地押往牢房 一路上 别的牢房的犯人 全都好奇地探出脑袋 不知道是什么大人物来了 最后 老头被关进了丁一号牢房 犯人一被押进牢房 欲点光的一声 亲自落了锁 混在人群里的云天和 就感觉脑海里的 幽名静点 嗡的一下 翻开了新的一页 犯人 杨清风 罪孽直 七星 实例 玄陵九重 七星罪孽 玄陵九重 死 云天和顿时 倒吸一口凉气 看向牢房里 那小老头 眼神都变了 谁能想到 这看似人畜无害的老家伙 居然是个凶残的大魔头 七星罪孽直 这得杀多少人 干多少 伤天害里的缺德事 才能攒够啊 玄陵九重 再进一步 那就是 名震一方的天罡强者 图摩斯 居然把这么个凶人 送到天牢 还让他们看呀 云天和 顿时感觉后背发凉 一股寒一直 冲天灵概 但这杨清风 罪孽深重 实力强悍 带来的好处 也是实打实的 虽然抓捕参与度 只有可怜的1% 但美食神提供的经验值 竟然高达60点 相当于三个攀断虎 六个陈伯光 云天和一时间 都不知道该高兴 还是该担心了 他离开丁一号牢房 回到休息区 其他狱卒 关完人就走了 只有丁字号的狱卒们 还聚在一起 小声议论着 新来的犯人 也没人顾得上 喝酒赌钱 云天和瞅准机会 凑到王三旁边 低声问道 王叔 刚送来的丁一号 什么来头啊 这么多人押送 连狱点都亲自出马 王三挟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 多十倍人手 都不为过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王三警惕地 看了看四周 压低声音 快速说道 日月魔教的一个副堂主 也就咱们丁字号 先关几天 很快就会被转到 下面天牢去 日月魔教 云天和听到这四个字 心里一惊 虽然他是穿越过来的 一直在天牢里 但也听说过 日月魔教的兄弟 日月教 可是大言国 最大的魔教之一 不知道干过多少 惊天动地的恶事 坊间传闻的那些 骇人听闻的凶案 很多都是日月魔教的人干的 杨清风 居然是日月魔教的副堂主 怪不得罪孽之高达七星 第六章 白嫖经验值 聚灵境 云天和眼珠子一转 顿时来了兴趣 王叔 咱这天牢里 莫非还有啥隐秘不成 王三黑黑一笑 故作神秘道 那是自然 不然你当那些个 穷凶极恶的魔头妖人 都跟这些个小虾蜜 一样随便关着 咱们这顶多丧的外围 关的 都是些偷鸡摸狗的货色 王三说着 脚下跺了跺 真正的天牢底层 那才叫一个凶险 老子当年下去过一回 差点死在下面 就咱们这样的 下去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下去收个诗 都得挑日子 王三忽然压低了声音 语气变得神秘兮兮 对了 这段时间 你给丁一号牢房送饭的时候 可千万别乱看 更别乱说话 我可是听玉典大人说了 抓这小子的时候 就他那张破嘴 活活说死了几十个差役 连图摩斯的人 都逼疯了俩 光凭一张嘴 就说死几十个 说封两个图摩斯的人 云天和听着就觉得惊悚 心里把丁一号牢房的杨清风 记载最危险人物 王三还想说些什么 但意识到自己多嘴了 立马拾去地闭上嘴巴 云天和自然知道 这王三吹牛 喜欢往大了吹 不过关于那杨清风 他心里倒是有了几分计较 再看那丁一号牢房 阴森恐怖 仿佛藏着什么洪水猛兽 让人毛骨悚然 回到住处 云天和迫不及待 地盘腿坐在床上 脑海中翻开了幽名静点 多亏了杨清风 他没费什么力气 就攒够了一千点经验值 突破的时机到了 云天和毫不犹豫地 将一千点经验值 全部加到修为上 宁气九重 零一千 瞬间变成了聚零一重 零两千 一股热流在体内炸开 仿佛无数蚂蚁在啃视 起养难耐 云天和咬紧牙关 这股钻心的养溢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清泉般的气流 在他体内经脉中流淌 滋养着他的身体 成了 云天和猛地睁开双眼 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低头一看 一层黑乎乎的油脂覆盖全身 这是突破后排出的杂质 顾不上恶心 他迫不及待想要 试试突破后的力量 哄 云天和一掌拍出 竟阴阴阴有风雷之声 脚下青砖轰然碎裂 这威力比之前强了数倍不止 这就是聚零镜的力量吗 果然不同凡响 云天和心中暗叹 云天和又设施 幻影迷宗 这一事不得了 去灵之后 这轻功简直神了 飘逸灵动不说 身形还隐蔽了不守 真就来无影去无踪 跟鬼一样 爽完收工 云天和打来热水 洗个舒服澡 往床上一躺 睡前闲得慌 他脑中翻看幽明静点 想看看那杨清风 到底犯了啥事 结果这一看 一夜没睡着 丁自一号牢房里 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假昧着 听到动静 眼皮一抬 来了个小白脸狱卒 给他打饭呢 老头眼珠子一转 开口了 泽泽 这鬼地方 居然还有你这样的好苗子 奇了怪了 本以为能搭上画 谁知那狱卒里都不理他 老头不爽了 喂 小子 知道自己窝在这儿 当的送饭的有多浪费天赋吗 你可是条龙啊 别怕泥地里 狱卒还是没反应 提着筒就走 哎 说你呢 聋了 老头叫了两声 见人走远了 才疑惑地嘀咕 图摩斯 这帮家伙转性了 找个聋子 来糊弄我 难怪能把人说死 这杨清风说话 邪门得很 跟带了迷魂汤似的 出了牢房 云天和才长出一口气 心里直打鼓 昨晚要不是看过 这老头的罪状 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 今天怕是真要中招了 现在 想想那上面记录的恶行 云天和都觉得后背发凉 他看到 杨清风这狗贼 为了祭练一箭破法宝 竟活生生抽了上千名 无辜百姓的魂魄 他还看到 为了修炼那狗屁魔宫 这畜生竟残忍地挖取了 数百名出生婴孩的心头热血 为了对抗强敌 这魔头竟丧心病狂地施展邪术 挖了上百孕妇腹中的紫盒车 这些灭绝人性的手段 光是想想 就让云天和不寒而立 他做梦都想不到 世间竟有如此凶残之人 谁能想到 这杨清风顶着那样 一副悲天悯人的皮囊 被地里去干的 都是些桑尽天良的勾当 不行 绝对不能和这老魔头 有任何接触 送完饭赶紧走 下次还得把耳朵堵上 免得脏了我的耳朵 云天和心中一阵后怕 暗暗告诫自己 杨清风的到来 如同在平静的湖面 投下一颗巨石 惊得丁字号天牢的狱卒们 好几天都心惊胆战 几天过后 丁一号牢房 依旧毫无动静 狱卒们这才慢慢放下心来 该干嘛干嘛 只有云天和 每次去丁一号牢房送饭时 都会格外小心 他还特意提醒过其他狱卒 让他们小心杨清风 最好学他一样 每次去送饭的时候 都把耳朵堵上 至于别人听不听 他就管不着了 一转眼 一周过去了 这天轮到云天和当职 他照例去给犯人们派饭 拖了杨清风的福 云天和现在每天都能获得 一千多点经验值 短短一周时间 他的修为就从聚灵一重 突破到了聚灵三重 天和 等等 云天和拎着干水桶 正要离开后厨 突然被人叫住 回头一看 是老狱卒邓福生 邓叔 啥事 云天和恭敬地问道 把这个袋上 给丁十二号牢房送去 邓福生递给云天和 一个黄木石盒 云天和打开一看 里面赫然摆着一只烧鸡 一条鱼 还有一壶酒 他顿时明白过来 邓叔 这是药 云天和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邓福生择了一声 早该砍了 要不是那狗东西嘴硬 死活不肯说出藏宝的地方 半个月前 就该脱去乱葬岗了 撬出来了 云天和挑了挑眉 顿时来了兴趣 邓福生催了一口 呸 骨头硬得很 牙都敲碎了 愣是不肯说 估计是打算把钱 带到棺材里去 去去去 别在这瞎打听 赶紧把这断头饭送去 邓福生挥手感人 云天和耸耸肩拎着石河走了出去 断头饭 第一次送这玩意儿 也不知道那犯人 现在是什么个惨样 第七章 我对钱没兴趣 吃这顿断头饭的 居然是这老小子 犯了谋反大罪的潘断虎 进了天牢 下场一般只有这一个 云天和心里毫无波澜 反正这老家伙死了 自己还能再抽一次奖 稳赚不赔 云天和静止走到 丁十二号牢房前 只见潘断虎背对着他 像条丧家犬一样 蜷缩在墙角 云天和高声说道 潘断虎 今天请你吃好酒好菜 晚了可就凉了 听到云天和的声音 潘断虎的身体 明显颤抖了一下 缓缓转过身来 和之前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相比 现在的潘断虎 简直人不人鬼不鬼 一只眼被挖 双手被斩 满嘴牙都被拔光了 活脱脱一个血肉模糊的废人 就算是画原镜的高手 也经不住这般折磨啊 云天和心中轻叹 这天牢的手段 果然狠辣 潘断虎用紧剩的一只毒眼 死死盯着云天和带来的石河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沉默片刻 突然抬起头 声音沙哑地说道 小子 你帮我做件事 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 想治不尽 这老东西居然服软了 以前见面 哪次不是破口大骂 云天和也不接话 做事要走 看他还有什么招数 潘断虎见状 强撑着残破的身躯 向前挪动 急切地说道 我当年攒下的家底 都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只要你答应我 替我去找一个人 传几句话 我就把藏宝帝告诉你 云天和吃笑一声 我在天牢里好吃好喝 要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 放屁 潘断虎怒吼 有钱能使鬼推磨 外边的花花事件 是你个狱卒能比的 有钱能买到经验值吗 这话云天和自然不会说出口 只是摇摇头 我要钱没用 不幸拉倒 说完 转身就走 没有丝毫留恋 云天和道好 说走就走 根本不带回头的 把攀断虎急得够呛 你小子别不是好歹 就算你对金山银山没兴趣 那藏宝帝的事 上报朝廷总强吧 你们把我关在这破地方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你小子动动嘴皮子 就能连升三级 飞黄腾打 还不赶紧谢谢我 钱财升官 我没兴趣 云天和笑了笑 攀断虎独眼都快瞪出来了 双腿使劲踏肝 冲他咆哮 那你小子到底想要啥 武功秘籍 老子这儿有的是 六品五学三门 五品两门 四品还有一门 只要你点个头 老子这辈子 绝学全都传授给你 可惜啊 云天和根本不理他 早就走得没影了 蠢货 真是个不求上进的蠢货 攀断虎气急败坏 一把踹翻了面前的石盒 里面的山珍海味洒了一地 可惜 屁用没有 根本没人搭理他 云天和走远了 还能隐隐约约 听见攀断虎 在后面鬼哭狼嚎 他不是真的 对什么都没兴趣 只是单纯不想 搭理这老家伙罢了 云天和就想 安安稳稳待在天牢 钱 全 功法 早晚都是我的 犯得着冒风险 跟一个将死之人做交易 再说了 就攀断虎那点东西 也配跟他谈交易 翻翻 幽名静点 十有八九 就能找到那藏宝地 而且比从他嘴里 掏出来的靠谱多了 谁知道攀断虎这老小子 会不会临死前 故意耍他一道呢 还是 幽名静点 靠谱 这攀断虎 明天就要掉脑袋了 云天和也顾不上别的 送完饭 就闪到个角落里 查看他那罪恶的一生去了 还真让云天和给找到了 这家伙谋反那几年 搜刮的明知明高 可海了去了 全被他藏到一个荒山野洞里 为了掩人耳目 他还把参与修建地窟 和知道这事的人都灭口了 真够狠的 不管是贪污还是杀人 幽名静点 就微微一笑 这藏宝图地点到手 赶紧去邀功请赏 先把官职升上去 关押犯人就更方便了 攀断虎那老小子 还真没说错 云天和是对钱不感兴趣 但要这天大的功劳 你小子说的可是真的 云天和前脚刚抱上去 后脚那玉点 就从温柔箱里 跳出来了 搂着两个青楼姑娘 喝酒的好事都被打断了 云天和不慌不忙 回道 是不是真的小的不知道 但这可是小的亲耳听见攀断虎 那老小子说 梦话露出来的 梦话 这倒真有可能 玉点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激动的脸都红了 为了撬开攀断虎的嘴 他可是费尽心思 十八般手段都用上了 可那攀断虎 就是个滚刀肉 怎么煮都不烂 死活不肯松口 眼看着行刑的日子 越来越近 玉点都绝望了 以为这辈子 都别想找到那批宝藏了 可谁承想 他手底下的一个小狱卒 竟然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 行 本玉点知道了 玉点压抑着狂喜 云天河从欣喜中回过神 看着玉点道 大人 这事要是真的 那我可算立大功了 谢大人 云天河嘴上说着 感谢的话 身子却没动地方 怎么 还有事 玉点眉头一皱 大人 这事要是真的 小的想求 您两件事 玉点眼中金光一闪 眯起眼睛 说来听听 小的想要一门修行功法 五品最好 小的想在您手底下干点别的 这送饭的活 小的实在是不想干了 云天河心里清楚 当领导的 最烦那种贪得无厌的 但也不喜欢那种一点便宜 都不占的 太贪 不懂规矩 不贪 让人不放心 所以啊 他不仅的贪 还得贪到点子上 他这要求一抱 就感觉一道阴冷的目光 在他身上扫来扫去 像是要把他看穿 云天河也不说话 就那么静静地等着 好一会儿 才听到玉点慢悠悠地说 五品以上的功法不可能 最多给你六品 至于差事嘛 就先当个玉利吧 谢大人 云天河赶紧谢恩 然后转身就走 等他一走 玉点阴沉的脸上 突然露出一丝笑容 这小子 有点意思 随后 他迫不及待地召集心腹 火速安排人手 迫不及待地 准备去挖掘宝藏 第八章 转正王 第二天一早 潘断虎就被狱卒 像条死狗一样 拖了出去 午饭的当口 幽名禁点上 属于潘断虎的那一叶 刷的一下消失了 云天河顿时心头一喜 抽奖机会来了 抽奖 云天河 想也不想 直接开抽 无数光团从 幽名禁点上冒出 云天河一眼 就盯上了其中最大的那一个 大手一挥 直接将其抓在手中 哄 海量记忆 瞬间灌入云天河脑海 在这些画面中 他仿佛化身成了攀断虎 手持一柄 七黑长刀 在尸山血海中 杀了个七进七出 刀下亡魂 数不胜数 血玉修罗斩 四品 炉火纯青 七七七一千 竟然是门刀法 云天河心头一振 这门 从攀断虎身上得来的 血玉修罗斩 赫然是一门四品刀法 比他之前得到的 幻影弥宗 还要高尚两品 只可惜 只是 人籍 传承 而且造诣 也只到第三进 云天河微微摇头 这 血玉修罗斩 共分 天籍 地籍 人籍 三片 三片合一 可如一品绝世武学 只可惜 攀断虎 指的其一 而且还是最弱的 人籍 传承 不过 这人籍 刀法 也足够恐怖了 讲究的 就是一个杀字 杀人越多 威力越强 若是修炼到极致 便是三品武学 也未必比得上 杀一人有罪 杀万人为雄 杀千万人 当为雄中雄 这攀断虎 真是个杀人 不眨眼的魔头 刀下亡魂 没有上万也有几千 简直是杀人隐眼 死不足惜 云天河抽出 妖间狱卒配刀 开始尝试 施展这门刀法 刷 刀光一闪 一股凶煞之气 顿时如同狂风般 席卷开来 刀光之中 仿佛有无数厉鬼在哀嚎 令人毛骨悚然 好霸道的刀法 云天河眼中 闪过一丝兴奋 这 血玉修罗斩 一杀入道 威力确实惊人 虽然我现在 只有聚灵三重 恐怕聚灵九重 云天河嘴角微微扬起 长刀回翘 杀气瞬间 消散得无影无踪 还差两百多点经验值 就能突破第四境了 第五境 也不过是几天的事 云天河想着什么时候 把这经验 给这功法加上 杀气一收 云天河又变成了那个 看似人畜无害的小狱卒 总算有点自保之力了 接下来的日子 他还是像往常一样 每天按时点忙 站岗 给犯人送饭 不过 第一号牢房 他可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丝毫不敢大意 自从他每次都懒得 搭理杨清风 那个老东西之后 那老家伙 好像也对他失去了兴趣 送饭的时候 也不再阴阳怪气地调戏他 变得安安静静 一句话都不说 云天河本来还以为 杨清风转性了 变得老实了 可是 他多留了个心眼 暗中观察了一阵子之后 才发现 这老魔头 居然把目标 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了 嘎吱 牢房门轻轻合上 一个狱卒从丁一号牢房里 走了出来 脸上还带着掩饰不住的 兴奋和激动 这小子哼着小曲 脚步轻快地 提着石筒往回走 可是刚转过一个拐角 突然看到一个 年轻帅气的狱卒 正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天 天河兄弟 是你啊 狱卒赶紧收起脸上 激动的表情 一副被吓到的样子 说道 吓死我了 差点以为撞鬼了 云天河漫不经心地 朝他身后看了一眼 微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啊 什么磨磨叽叽的 王叔他们担心你出事 让我过来看看 派个饭能出什么事啊 真是大惊小怪 狱卒眼神多闪 却装出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 白白手 道 我这就回去了 哥几个还等着我 回去吹牛呢 行 那你赶紧回去吧 云天河目送着对方 提着干水桶离开 等到这人的背影 完全消失之后 云天河的眼神和表情 瞬间变得 如同万年寒冰一般 冰冷刺骨 汤克 丁字号天牢里 除了他之外 最年轻的一个狱卒 云天河 在那拐角处看了半天 就见汤克那小子 鬼鬼祟祟 进了丁一号牢房 跟那杨清风 嘀嘀咕咕半天 才出来 完了 这小子 八成是被杨清风 那老狐狸给忽悠瘸了 以后怕是要吃大亏了 云天河可是知道 杨清风的底细 那可是 吃人不吐骨头的狠角色 这老魔头 心比蛇蝎还毒 狡猾得跟狐狸一样 做事心狠手辣 从来不择手段 他可是玄陵九重的大高手 就算现在被封了修为 凭他的手段 玩死汤克那小子 还不是轻而易举 说起来 云天河之前 就提醒过汤克 让他离杨清风远点 别去自找麻烦 可谁知道 这小子也不知道 是中了邪还是怎么的 就是不听劝 非得往枪口上撞 唉 算了算了 反正跟我关系也不大 他和汤克 也就是点头之交 犯不着为了他 去招惹杨清风 那个大魔头 摇摇头 云天河心里 默念了一句自求多福 转身就走了 这欲点办事效率 还挺高 潘断虎 被砍头的第三天 说好的赏钱 就发下来了 兄弟们 今晚我请客 地方你们随便挑 云天河大手一挥 豪气冲天 哈哈 天河你小子发财了 可不能小气啊 那今晚 咱们就去天香阁 不醉不归 好 天香阁 天香阁 一群老狱卒 顿时就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的起哄 大家一听 要去天香阁 顿时就兴奋起来 一个个嗷嗷叫着 那场面 简直比过年还热闹 一阵哄笑过后 一个狱卒酸溜溜的开口 天河小兄弟厉害啊 这才几天啊 这就混成玉丽了 就是说啊 天河 你小子 该不会是 罗玉典的私生子吧 藏了这么多年 终于认祖归宗了 周围人看云天河的眼神 那叫一个酸 恨不得把眼珠子 都瞪出来 想想也是 这小子才来一个多月 平时闷声不响 除了干活 就是睡觉 结果倒好 今天玉典突然宣布 把他提拔成玉丽了 玉丽和玉卒 就差一个字 黛玉那可是天差地边 玉丽好歹算个边制内 活着的时候 福利待遇样样不缺 死了 还能给家里留比兰加费 可玉卒呢 说白了 就是个临时工 干活的时候 累死累活 要是出了啥意外 死了 也就白死了 就说这钉字号天牢里 好几个老油条 在里面 混了几十年 不还是个玉卒 云天河道好 新人一个 一来就升职了 这叫他们 怎么能不眼红 不过眼红归眼红 更多的人 还是想着怎么巴结他 毕竟这事透着古怪 谁知道 云天河是不是真有什么通天的背景 说不定人家平时闷声发大财 被地里早就 跟哪个大人物勾搭上了 对于这些人的心思 云天河压根懒得搭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其他的谁在乎呢 第九章 还不能浪 苟住 这玉力当的 够舒服 不用伺候犯人吃喝拉撒 也不用打扫 臭哄哄的牢房 每天就滴溜着犯人神神话 再到牢房里 溜达一圈 简直不要太自在 更别说 这玉力管的 可不止一间牢房 整个天牢一层 都归云天河管 这意味着 云天河现在 可以横着走 整个一层 都是他的地盘 更让人舒坦的是 云天河升官的消息 一宣布 六品功法 也跟着送到手里了 后面 可以用这门功法 来掩盖自己的实力 两件大事办得漂亮 云天河心情很好 哎 小唐的小子呢 怎么溜得比兔子还快 去天香阁前 一个奸细的嗓音响起 旁边一个满脸横肉的老狱卒 喷着酒气 不懈地哼了一声 谁管他去哪鬼混 咱们搁几个 乐呵咱们的 众人哄笑着 簇拥着 往天香阁去 都没把汤客消失当回事 只有云天河 不动声色地朝天牢身 触瞥了一眼 当天晚上 这帮狱卒 在天香阁花天酒地 一直闹到半夜才散伙 整整花掉了云天河 五个月的俸禄 云天河回到住处 浑身散发着 劣质胭脂的香味 他运转灵气 瞬间驱散了酒意 眼神清明无比 罗玉典送来的那本 黑虎掏心掌 就被他随手扔在床脚 看都没看一眼 六品功法 罗玉典这里的功法 是最差的六品功法 他怎么会不知道 第二天 云天河换上了一身 干净利落的衣裳 来到丁字号牢房 一进门 几个昨晚喝得醉熏熏 顶着熊猫眼的老狱卒 就凑了上来 满脸堆笑地 跟他撑凶倒地 这待遇 以前可从来没享受过 别看只是从狱卒 变成了个小小的玉丽 可云天河 一下子就成了 这天牢里的大红人 谁见了 都得给几分薄面 不过 他也没飘 还是笑呵呵地 见谁都喊书 那些老狱卒 看他更是顺眼 恨不得把他 当亲儿子看待 成了玉丽 平时除了巡逻 连点名都不用参加 云天河 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 整个天牢一层乱窜 天牢一层 甲乙丁丁四个区 一共五百多个牢房 云天河挨个去拜访 早准备好的糕点 跟不要钱似的 往外发 有其他老狱卒 看他这架势 背地里笑话他 不就是生了个芝麻大的玉丽 至于搞得人尽皆知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当上皇帝了呢 云天河 才不在乎这些 他现在就一个目标 混脸熟 让这四驱的狱卒 都知道他云天河的名号 那以后 他再来帮忙 关押犯人什么的 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玉丽 哼 丁一号牢房 汤科看着远处热闹的景象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随后身后 传来一道平静的声音 你拜入我杨清风门下 区区天牢狱 立算什么东西 以后别说这些小官小利 就算是朝堂上的一品大猿 你也无需放在眼里 汤科转身 隔着牢门 对着里面那个先锋倒鼓的老者 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 师父教训的是 徒儿谨记在心 徒儿致不在此 师父放心 再过几日 等时机成熟 徒儿一定就您出去 汤科说着 脸上满是崇敬和感激 老魔头说过 他汤科身负绝顶天赋 如果不是遇到他 这辈子 估计就困死在这小小的天牢里了 和其他狱族一样 为了芝麻大的职位 争来抢去 他可是乾隆 未来不可限量 只要把师父就出去 跟着师父回日月教 到时候 大陆之广 天高海阔 还不是任他遨游 汤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却没有看到 坐在他面前 受他跪拜的老者 此时正用一种 讥讽的眼神看着他 就像看着一只 可笑又愚蠢的蝼蚁 九霄大道 据说可是 近空寺叛徒 一路杀过来 人头都堆成山了 被咱们图摩斯抓来 骨头还真探娘的硬 十八般刑法 轮番上阵 跟没事人一样 活蹦乱跳的 两个狱族 压着一个光头大汉 往牢房走 对着云天和姐妹弄眼 那光头大汉一听 立马扭过头 对着几人哈哈大笑 就你们这大阎国天牢 老子在图摩斯诏域里 待着的时候 你们小子还不知道 在哪吃奶呢 就这点手段 给大爷我挠痒痒都嫌轻 明天加把劲 两个狱族脸色一沉 对着光头大汉大腿 就是两脚 嘴里骂骂咧咧 云天和在一旁看着 眼睛都亮了 这光头一身横练功夫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听说拷问的时候 手腕粗的铁棍 都打断了好几根 这护体功法 看得云天和眼缠的紧 这光头可是 关在甲字号牢房的重犯 云天和这纯粹是过来 蹭惊艳的 好不容易等到这汉子 被送进牢房 牢门光当一声锁上 云天和脑海中 幽名静点 迫不及待地翻开新的一页 犯人 安禄后 罪孽值三星 实力 化缘近八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1% 收益 25点 惊艳时辰 云天和随手一点 安禄后犯下的罪行 顿时浮现眼前 奸淫掳掠 无恶不作 最恐怖的是 他还喜欢吃人肉 尤其爱吃年轻女人 和小孩的血肉 简直是个 吃人不涂骨头的食人魔 云天和摇摇头 和尚 幽名静点 这天牢里的犯人 哪个不是 实恶不赦的主 看得多了 云天和对这些残忍画面 也渐渐麻木了 算上安禄后 今天在天牢一层 忙活了这么久 收获还真不小 总共收录化圆镜 犯人一名 距临近两人 宁气近的 更是不计其数 全部加起来 每个时辰的经验值 直接飙升一百点 这感觉 就是一个字 爽 一日 云天和继续打卡上班 天牢一层四个字号 只要有新犯人进来 或者哪个犯人 需要提审 他都要去凑热闹 别人只当 他这个玉力刚升值 急着表现 虽然心里不爽 但也说不出什么来 云天和可不管这些 依旧我行我素 半个月下来 整个天牢一层 有名有姓的刺头 几乎都被 幽名禁点记录在案 每天的经验值收益 也成功突破2000大关 呼 回到住处 云天和尝 尝吐出一口浊气 骨头咔咔作响 云天和 活动了一下筋骨 体内灵气 如同奔腾的江河 比之前强了 何止数十倍 距灵七重 终于突破了 他一把抓起床边的佩刀 寒光一闪 一道凌厉的刀锋 呼啸而出 哼 两米外的黑木方桌 瞬间被劈成两半 连带着地面的青石砖 都被斩出一道深深的刀痕 人机修罗刀法 配合我现在的实力 距灵镜中 谁还能是我的对手 云天和眼中 金光暴射 意气风发 但很快 他就收敛了气息 将长刀归巧 不行 还不能了 那老魔头一天不死 我就一天不能掉以轻心 区区距灵镜无敌 算什么 他现在的目标 可是天刚镜 只有达到那个境界 才能彻底碾压 杨清风那个老魔头 狗座 必须狗座 云天和整理了一下衣服 走出房间 这天牢里的犯人 可都是他眼里的宝贝疙瘩 各个身怀绝技 说话又好听 比外面那些家伙 可爱多了 这半个月来 除了几个酸腐文人 也就一个死刑犯 被拖出去砍了脑袋 他可是眼馋的 假字号牢房里 安禄后那身横恋功夫很久了 就盼着 那他早点归西 不过估计也快了 图摩斯那帮家伙 可没那么好的耐心 嗯 什么声音 云天和正朝着 丁字号牢房走去 忽然听到一阵吵闹声 不好 刚走到拐角处 他就看到 丁字号牢房的犯人和风目 正惊慌失措地朝他招手 云小哥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有个狱卒疯了 见人就砍 还把牢门都打开了 和风目脸色煞白 显然是被吓得不轻 云天和顿时心中一沉 一股寒意直冲脑门 狱卒发疯 还打开了牢门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汤科那张英智的脸 云天和顾不得多想 立刻冲了过去 只见所有牢房的房门都被打开 里面的犯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第十章 牢房动乱 云天和眉头一皱 斜眼看着和风目 你这次表现还行 回头我跟玉点说说 怎么着 也得给你搞面三好囚犯紧气挂着 啥玩意儿 和风目一听这话 直接愣住了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嚷嚷道 云小哥可别逗我玩 疯子杀人 跑出去不是找死吗 那些傻子看不明白 对了对了 天和兄弟 紧急啥的就算了 回头给我夹个鸡腿就行 云小哥 可惜云天和早就跑没影了 云天和脚尖一点 幻影迷踪运转如飞 在天牢永道里 化作一道残影 只见两侧 丁字号牢房的门 全都被打开了 里面有的空荡荡的 有的还有人 刚到丁字号 狱卒休息的地方 一股冲天的血腥味 就钻进了鼻子里 还伴随着几声淒厉的惨叫 云天和心里咯噔一下 赶紧冲进了休息区 一进门 就看到满地的尸体 有犯人的 也有狱卒的 一具尸体 就躺在云天和脚边 眼睛瞪得老大 死死盯着云天和 是老王叔 当初是老王头 带着云天和 熟悉工作 平时对他也挺照顾的 现在 死了 又来一个送死的 房间里 传来一阵阴森森的笑声 云天和抬头一看 只见三个凶神恶杀的犯人 正拿着刀 一脸凝笑地看着他 说话的那个脸上 有一道刀疤 身材魁梧 这人云天和认识 也是关在丁字号的犯人 这家伙以前 还是个八瓶武将 因为喝醉了九强奸杀人 刚被抓进来没几天 平时多亏了你们的 好生照顾 今天也让我们 来好好报答一番 那犯人说着 猛地招云天和 扑过来 然而 他还没近身 一道刀光闪过 一颗大好头颅冲天而起 脸上 还带着临死前的惊恶 和难以置信 扑 云天和朝地上 那具无头尸体 吐了口唾沫 抹了 把脸上被溅到的血 眼神冰冷 他可是距林七虫 还有四品人籍 刀法傍身 这几个犯人 就算是在全盛时期 也未必能在他手底下 走过一招 更何况 是现在刚正脱枷锁 灵气还没恢复的时候 真当他和那些 整天就知道赌钱喝酒的老狱族 一样好欺负 真是活泥歪了 脑海中 幽冥静点 猛地翻开 某一夜上 自己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三次抽奖机会 三次 这什么情况 云天和心头一震 不过现在 也来不及细想 牢房里 还有两个家伙没解决 这两个家伙 同样也是穷凶极恶的犯人 但实力 跟刚才那个五官比起来 简直弱爆了 眼睁睁看着云天和 像切菜一样 干掉了他们的老大 这俩家伙 早就吓得屁滚尿流 一身的胆气 都他娘的喂了狗 此时此刻 他们正满脸 惊恐地盯着云天和 恨不得把自己 塞进墙缝里去 云天和 可不会对这种人 扎心慈手软 他如同鬼魅般 扑了上去 刀光一闪 干脆利落 这两个家伙 也去见了阎王 这几个家伙 竟然敢对他出手 那就得做好死的觉悟 一个都别想活 等云天和 把这些逃犯 都送上了西天 整个房间里 已经血流成河 他缓缓地将 沾满鲜血的长刀 插回刀桥 王叔 邓叔 那些平日里 和他称兄道弟的 老狱卒们 一个都没能活下来 全都被这群畜生 给杀了 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 冰冷的尸体 云天和心里 泛起丝丝悲伤 要不是 他有点本事傍身 这次的动乱 他估计 也得跟这些老狱卒们 一起交代在这儿了 狱卒 狱卒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可真到了乱的时候 死得最快的 还是他们这些 当牛做马的 真是人命不如草 这个世界 果然还是拳头大财 是硬道理啊 云天和翻开 也有名进点 只见其中三页 每页都赫然显示着 三次抽奖机会 我明白了 亲手干掉这些犯人 比把他们抓回去问斩 能多两次抽奖机会 要不是这次 这些家伙越狱 他还真不知道这个秘密 他也不再犹豫 直接翻到其中一页 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抽奖 一道道光团涌现出来 其中最大的那个光团 被云天和一把抓住 飞行拳 七品 炉火纯青 三三二一千 一瞬间 无数记忆画面 涌入云天和的脑海 就好像他亲身经历过一样 画面中 他化身为一名 身经百战的披甲校尉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苦练着这套拳法 风雨无阻 等到所有的画面消失 云天和感觉 一股强大的力量 涌入了他的双臂 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 他试着挥动了一下双臂 顿时感觉自己的力量暴涨 凭空多了数百斤 七品拳法 主要修炼的 居然是蛮 云天和无奈地摇摇头 聊胜于无霸 至少他现在缺少空手对敌的招数 这套拳法 也算能派上用场了 紧接着 他又抽了一次 这次抽到的 不是武学秘籍 而是两千点经验值 经验值 云天和仔细一想 被他干掉的那个五官 入狱前 也就只有距离几重的实力 要不是仗着自己 有个一官半职 根本就进不了天楼 这家伙实力平平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那套七品拳法 能抽出点经验值来 已经算是不错了 正好 他现在也急需经验值 来提升实力 九次机会 云天和看也不看 直接锁哈 七品拳法 七品剑法 还有八品腿法 经验值更是多了不少 足足八千 哼 云天和体内灵力暴涨 直接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到了聚灵八重 一个时辰后 一个图摩斯的小喽啰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看到云天和居然还活着 满脸惊讶 有喝 竟然还有个活的 云天和心中冷笑 面上却摆出一副 悲痛欲绝的表情 拱手道 悲职玉丽云天和 见过大人 丁字号犯人抱起 我等拼死抵抗 最终全部 全部 说到最后 云天和声音哽咽 仿佛随时都要昏厥过去 那小丽盯着他好一会儿 挥挥手 行了行了 你们狱卒做得不错 死掉的那些 朝廷会发抚恤的 说完 看都不看满地的尸体一眼 转身就走 呸 什么东西 云天和对着那小丽的背影 狠狠吐了口唾沫 要不是自己有修为在身 恐怕也如其他狱卒一样 坟头草都鸡米高了 第十一章 明天是个好日子 云天和动作麻利地收拾着现场 目光落到幽明镜点上 只见上面又多了几个名字 每个名字后面 都代表着一次抽奖的机会 都是些小虾面 不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 这场动乱 足足持续了数个时辰 才彻底平息 云天和大难不死 早早便被允许回家养伤 老王 老邓 你们走好 兄弟们不会忘记你们的 一老狱卒 眼圈泛红 云天和一身黑衣 面容悲戚 跟在一群狱卒身后 缓缓走出 朝廷的抚恤金 也不知道能剩下几个 噓 不要命了 这种话也敢乱说 几名狱卒顿时静声 看到一旁沉默不语的云天和 纷纷上前安慰 天和小兄弟 这次你 可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啊 一名其他自豪的老狱卒 拍着云天和的肩膀 语气沉重地说道 其余两人一听 也来劲了 跟着附和道 可不是吗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你小子多给祖宗烧香吧 谁他娘的能想到 汤科那小子 粘不拉几的 竟然能捅出这么大篓子 还不是被那丁一号老魔 给忽悠瘸了 也不想想 老魔要是真那么好帮 还能轮得到他 汤科那小子也够狠 连罗玉点 都被他一刀给宰了 真他娘的 不是个东西 听说那小子 得了杨清风老魔头的魔宫灌顶 一个月不到 就突破到化缘境了 当时抓他的时候 图摩斯中那帮小喽喽 差点让人家给团灭了 最后还是慕容大人亲自出手 一刀砍了那小子的脑袋 这才算完事 死了活该 帮老魔逃狱也就罢了 临走前还他娘的放火烧牢房 这不是故意想 害死咱们兄弟们吗 可不是吗 云天和坐在一旁 不动声色地 听着这几个老油条 吹牛打屁 这才两天 天牢里的风向就变了 不过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算是听明白了 感情这次是丁一号牢房 那老魔头想越狱 结果把汤科那傻小子 给忽悠瘸了 当了替死鬼 图摩斯那帮人还真是够阴的 故意把日月教老魔头 关押在丁字号牢房 再故意放出消息 想引日月教的大鱼上当 拿咱们这些狱卒当诱饵 也不怕遭报应 在他们眼里 咱们这些狱卒的命 跟蝼蚁有什么区别 云天和心里想着 跟几个老狱卒打了声招呼 便转身回去了 这次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云天和心里 却更加警醒了 命是自己的 指望别人 早晚得完蛋 只有自己拳头够硬 才能在这个吃人 不涂骨头的地方活下去 那老魔杨 清风怎么就没被图摩斯的狗东西们 当场多了喂狗呢 云天和一边翻着 幽名静点 一边暗骂 六十点经验值虽然香 但跟那老魔一身的宝贝疙瘩比起来 简直是九牛一毛 拿杨清风的狗头 去换一次抽奖 那才叫赚翻了 哄 经验值到账 云天和体内灵气 瞬间出了一大圈 直接冲上了聚灵九重 这才一个月 我就从一个病秧子 变成马上要化缘的高手了 云天和心中一阵狂喜 再等个五天 就能踏入化缘境了 按照这个速度 九个月就能突破整个化缘境 九个月 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要知道 多少人一辈子都卡在这个境界 九个月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九个月还是太慢了 云天和忍不住叹了口气 要是让那些老家伙知道 他只花九个月 就横扫整个化缘境 估计得气地吐血三声 跳起来抽他嘴巴子 算了算了 慢慢来吧 一口吃不成的胖子 睡觉 最好明天一睁眼 就看到 一百个杨清风那样的老模 排着队 等着我去关押 云天和美滋滋地想着 合上了双眼 杨清风闹的事 总算是平了 听说他 被扔到下层天牢去了 这回 一层天牢 可是死了不少狱卒 三十多个呢 那些个大字号 都死了不少人 特别是丁字号 差点没让人给掀了 丁字号的狱卒 现在全换了 有些是从别处调来的 还有些 是之前那些个 死掉狱卒的儿子 兄弟啥的 顶上来的 云天和那小子 现在再丁字号 总算不是最年轻的了 现在啊 还有小年轻 跟在他屁股后头 云哥 云哥 他叫 云天和倒还是老样子 四个字号 到处晃悠 哪有犯人 哪就有他 跟个幽灵似的 神出鬼没 时间过得飞快 一眨眼 大半年就过去了 邦邦邦 贾四号犯人 安路后 出来吃断头饭了 送饭的狱卒 不耐烦地用刀鞘 敲着牢门 冲里面吼道 牢房深处 一个黑影 慢慢爬出来 借着过到昏暗的火光 能看见一张枯瘦的脸上 满是麻木和绝望 安路后用 紧剩的三根手指 费力地打开石盒 呆呆地看着里面的烧鸡和酒 半赏没动弹 突然 他像是疯了一样 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也不知是多久没吃过肉了 他吃得又急又猛 末一会儿 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刚吃下去的酒肉 也全都吐了出来 弄得满地污秽 送饭的狱卒 闲恶地 脆了一口 捂着鼻子 赶紧走了 就在不远处的一片阴影里 站着一个俊眉挺拔的年轻狱卒 云天河看着又吃又吐的安路后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还记得安路后 刚进天牢时的样子 那可是个身高九尺 虎背熊腰的壮汉 一张嘴 满口黄牙 看着就吓人 可现在 瘦得跟个马杆似的 一点人样都没了 想也知道 这大半年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刑房那帮家伙 都快累趴了 隔三差五就抓他去受刑 就没见过这么能抗的 这人 不是在挨揍 就是在去挨揍的路上 足足七个月啊 愣是没死 真探娘的是个狠人 云天河摸摸下巴 心里痒痒的 安路后那一身 横练功夫 他眼馋好久了 明天都要突破玄陵境了 终于把他熬死了 明天 就能突破玄陵境了 还能从安路后 身上抽奖 嘿嘿 明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第十二章 赤炎焚天 云天河心情大好 瞥了一眼安路后 就打算走人 谁知刚走没几步 脑海中的幽冥静点 突然就躁动起来 他连忙打开一看 安路后那夜的内容 竟然消失不见了 就剩一次抽奖次数 云天河一愣 赶紧又折返回去 远远就瞧见一道人影趴 在牢房门口 一动不动 身下 是摔碎的石盒 还有满地的呕吐物 云天河试探了一下 那人的鼻息 脸色顿时精彩起来 这安路后 居然就这么隔屁了 而且 看样子是被食物活活噎死的 生前作恶多端 喜食人肉 到头来却被一口吃了噎死 报应来得可真快啊 云天河确认安路后死透了 也懒得管他 反正一会儿 狱卒就来收拾了 他赶紧回到自己房间 迫不及待地开始抽奖 这天 他可是盼星星 盼月亮一样 盼了好久了 是否抽取奖励 臭 随着云天河一声令下 无数光团 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 其中最大最红 形状像火焰的一个光团 被云天河一把抓住 下一秒 无数记忆画面 瞬间涌入脑海 画面里 云天河光着膀子 先是被扔进一堆烧红的炭火里 浑身上下都冒着泡 紧接着 炭火变成了熊熊烈焰 痛苦更是直线上升 等所有画面消失 云天河猛地惊醒 发现自己已经汗流加倍 衣服全湿透了 再看这次的奖励 云天河狂喜 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安禄后身上最有价值的宝贝 让他给抓出来了 赤焰焚天绝 三品功法 不错不错 云天河一脸激动 这可是他目前为止 见过品阶最高的 这功法不像其他 没有境界划分 炼到哪一层就是哪一层 安禄后才炼到第四层 就硬扛了七个月的酷刑 都没死 可见这功法有多霸道 不愧是近空寺的正四五学 云天河两眼放光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练成神功 横扫天下的场景了 他可是清清楚楚 记得安禄后说过 赤焰焚天绝 练到极致 肉身就能强悍到 堪比上古火神 一拳下去 能把大地都给烧穿 管他上古火神 还是什么玩意儿 等我练到第九层 谁敢在我面前发颠 一拳就让他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云天河自言自语 他修炼 从来不讲什么瓶颈 只要经验值足够 迟早能把 赤焰焚天绝 给堆到第九层 先不说第九层 就说这第四层 也足够我横着走了 云天河感受着 体内澎湃的力量 他继承了安禄后 第四层的功法 轻轻运转灵气 皮肤表面 立刻浮现出 一层淡淡的赤色 仿佛披上了一层 火焰战甲 随手抄起一把钢刀 往胳膊上一砍 当得一声脆响 刀刃直接卷刃 而他的皮肤上 连个白印都没有 刀枪不入 还有反振效果 云天河眼前一亮 猛的一拳轰出 空气中 顿时爆发出一声炸响 肉眼可见的气浪 化作白色气圈 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这要是打在人身上 就算是化缘境巅峰 也得被我当场打爆 云天河看着身上的变化 不仅如此 赤焰焚天绝 还能增强 他的灵气威力 云天河运转灵气 一掌拍在地面上 顿时掌心赤芒暴闪 热浪翻滚 坚硬的石砖上 我的掌力中 竟然蕴含着一股 恐怖的火焰之力 云天河惊喜不已 仿佛已经看到 自己一掌拍出 焚天主海的壮观景象 这 试验焚天绝 霸道至极 一掌挥出 隐约有热浪跟随 他迫不及待地开始试验 越是越心惊 这功法着实厉害 防御 力量 灵气 速度 全都提升了一大截 不愧是上三品的正派武学 云天河越来越觉得 这功法离谱 直接把剩下的经验 全砸了进去 哄 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他体内炸开 污垢像水一样 从毛孔里喷涌而出 云天河感觉 实力又有大提升 第五层了 第六层也不远 才一万经验 小意思 等我突破玄灵镜 直接冲爆他 他现在距离玄灵镜 也就几千点经验 最多一天就能突破 这七个月 他几乎把所有经验 都用来提升修位了 现在他已经是化缘九重 体内灵气奔涌 比七个月前强了何止百倍 功法方面 除了把人机修罗刀 修炼到第四境出神入化 其他的都一般 幻影迷宗 也还是出神入化的境界 其他的刀法 剑法掌法拳法腿法 学了一堆都没啥卵用 唯一有点用的 就是从一个叫千基楼的邪道 组织头目身上顺来的 逆袭功 别看这千基楼名字挺虎人 其实里面都是些不入流的货色 什么妓女 人贩子 乞丐 采花贼 应有尽有 那头目平时 装成道士 给人算命 背地里净干些 拦到女娼的勾当 坏到流浓 图摩斯 追了他好几年 好不容易才抓住他 结果发现 这货 只是个巨灵一众的渣渣 全靠化妆和 逆袭功 躲猫猫 不过这家伙 也真是个软骨头 进了天牢三天 就被打回了原形 把什么都招了 然后就被拖出去砍了 云天河 也是走了狗屎运 居然从 幽名静点里 抽到了那家伙 压箱底的宝贝 逆袭功 这 逆袭功 能把气息和修为 全给藏起来 他在配合上之前到手的 幻影迷宗 简直绝配 这功法邪道人手里 一般是用来装神弄鬼 假扮高人用的 到了云天河手里 正好隐藏他那一身实力 他云天河 现在可是化缘九重的高手 灵气强的都往外溢了 要是没有这秘书 这大半年 在天牢一层进进出出 早被那些图摩斯的人发现了 他现在对天牢一层了如指掌 简直比自家后花园还熟悉 四个字号 五百多个牢房 三百来号犯人 八成都记在他那本 幽名静典里了 每天光是经验值 就能捞七八千 要不他能提前整整两个月 攒够冲击玄灵境的经验 自从得了 赤焰焚天绝 他就跟新玉点请了个假 我在家里准备突破 冲击玄灵境 说白了就是 经验值 给我加 加满 加爆 第十三章 要的经验太多了 十万点经验值一砸下去 云天河就觉得 全身经脉里的灵气沸腾 瞬间翻了好几倍 差点就给撑爆了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这骨子狂暴的灵气 又呼拉一下 全缩回了丹田 就一眨眼的功夫 云天河的丹田 就跟要炸开似的 鼓掌的吓人 这海量的灵气 全挤在巴掌大的丹田里 眼看就要塞不下了 突然 最中间的灵气 猛地往里一塌 轰隆隆 云天河感觉自己丹田要炸了 像是有无数巨兽 在里面疯狂冲撞 要开天辟地 也不知过了多久 这股劲儿才消停下去 云天河赶紧内饰 只见丹田里 哪还有什么灵气 只剩下一个白色漩涡 疯狂旋转 他试着催动灵气 那漩涡顿时转得跟疯了一样 灵气跟不要前世的涌入经脉 一眨眼就又满了 这灵气质量 比之前强了十倍不止 还有这灵气恢复速度 跟华元净简直天壤之别 云天河心里一阵狂喜 感觉现在十个以前的自己一起上 都是被他秒的份 突然 他觉得浑身跟蚂蚁爬似的 难受得要命 一摸脸 竟然搓下了一大块黑泥 玄灵净 化繁为灵 这就是脱胎换骨吗 云天河有些激动 他迫不及待地 查看自己的信息 狱主 云天河 实力 玄灵净一重 421111000 功法 赤焰焚天诀 三品 第五层 221000 血液修罗斩 四品 出神入化 6551000 幻影弥宗 六品 出神入化 62501000 逆袭弓 五品 出神入化 4231000 七星拳 七品 可用经验值 4889 跟我想的差不多 玄灵净之后 每升一级 都要吞掉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经验值 这也太坑爹了吧 云天河看着面板 眼角一阵抽搐 按照他现在每天 刷经验的效率 从玄灵净 爬到天罡净 少说 也得七八个远 这速度马马虎虎吧 云天河还是觉得有些慢 说道 要是能再快点就好了 可问题是 天牢一层的犯人 几乎都被他用 幽名净点 毫吐鲁皮了 一点油水都没有 除非图摩斯那帮家伙 突然业绩爆表 抓一批穷凶极恶的 狠角色进来 否则他就算想提速 也找不到地方下手啊 等等 云天河脑子里灵光一闪 我是不是忘了 什么重要的事情 大炎天牢 可不止一层 大炎王朝的两大支柱 一个是图摩斯 还有一个就是斩妖斯 可他来了这么久 连斩妖斯的人影都没见过 斩妖斯专门抓捕妖魔鬼怪 可天牢一层 却从来没关押过 非人类的犯人 天牢的人都知道 这类犯人 肯定都被弄到 下层天牢去了 还有像杨清风那样的老魔头 肯定也是被关押在下层天牢 如果他能想办法 调到下层天牢去 那经验值 还不是刷刷刷地往上涨 这事得好好合计合计 急不来 慢慢找机会 云天河脸上露出笑容 云哥 早上好 刚到牢区 一个年轻狱卒 就热情洋溢地跟他打招呼 这小子名叫王霸 是老狱卒王三的儿子 早啊 云天河笑着回应 王三这辈子就三个儿子 老大是个打猎的 老二是个读书人 王三死了 他那狱卒的位子还空着 他那俩儿子 谁都不乐意来 最后就把整天在街上 晃悠的老三王爸给推来了 王霸比云天河还小两岁 整天屁颠屁颠地 跟在云天河屁股后面叫云哥 亲热得跟什么似的 云天河念着以前王三对他不错 平时对王霸也挺照顾的 在天牢里 他俩算是走得近的 孙子 有种就弄死老子 等老子兄弟们来了 把你们这帮狗东西 全夺了喂狗 云天河刚一屁股坐下 水还没喝上一口 就听见刑房里 传来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叫骂声 那嗓门都快把天花板掀翻了 他朝刑房里瞟了一眼 问王霸 一大早的 这是哪个不开眼的 在里面受罪呢 王霸黑黑一笑 凑过来 小声说 是塞外气魔头里的老六 昨晚被图摩斯那帮家伙送来的 一大早 玉点就亲自审他 审到现在 您猜怎么着 用刑的人都换了好几茶了 这小子还能这么精神 真是挑硬汉 塞外气魔头 云天和仔细想了想 好像在哪听过这名号 记得好像听哪个犯人吹牛的时候说过 说是塞外 有七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一个个修为高深 坏事做尽 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名号 没想到 居然被图摩斯的人给抓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帮家伙也是活该 你在江湖上名声越大 就越容易被朝廷盯上 被图摩斯盯上 常言道 枪打出头鸟 不抓你抓谁 那些在魔道上混的 早晚都得有这么一天 知呀 云天和在休息区坐了半天 刑房的门一声开了 玉点黑着脸从里面走出来 云天和和王八赶紧站起来 还没来得及行礼 人家就一阵风湿地走了 接着就是那些参与审讯的狱卒 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 揉胳膊的揉胳膊 垂肩膀的垂肩膀 看样子是累得不轻 天和小兄弟 人就交给你们了 一个老狱卒指了指刑房 苦笑着说 这小子骨头还真够硬的 弄坏了我们七八套刑具 实在是没力气动它 辛苦辛苦 云天和问清楚人关在哪间牢房 就招呼着王八一起进去了 刚进门 就看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被铁链锁在刑架上 琵琶鼓上还插着铁链 正恶狠狠地瞪着他们 这孙子眼神阴狠毒辣 活像一只盯着腐肉的秃鹫 光是看一眼就让人直犯恶心 妥妥的一副凶神恶煞样 王八那小子腿都软了 色缩着直往后退 云天和道好 面不改色 几步上前咔的一下 就给这魔头上了枷锁 嘿嘿 那魔头眼珠子一转 冲着云天和的脸 就吐了一口血痰 云天和也是机灵 上锁的时候 往前一探身 刚好躲过这口浓痰 可苦了后面的王八 躲闪不及 被吐了个阵阵 恶心地嗷嗷直叫 第十四章 奇怪的王八 哈哈 大汉笑得浑身肥肉乱颤 猖狂至极 王八被他这副样子 气得蹊跷生烟 冲上去对着大汉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可这大汉挨了打 不紧不恼 反而笑得更大声了 小兔崽子 没吃饭 力气太小了 哈哈 你 我弄死你 王八血气方刚 哪里受得了这种挑衅 当即抽出 腰间佩刀叫砍 住手 云天和眼疾手快 一把拦住他 跟一个将死之人之什么气 冷冷地瞥了一眼大汉 语气平静地可怕 让他吐 我倒要看看 他还能吐多少天 云天和这话一出 大汉的笑声戛然而止 肥脸上也终于露出一丝惧色 呸 王八心中的怒火 这才稍稍平息 狠狠地朝大汉吐了口唾沫 不再理会他 两人将大汉从刑架上解下来 一路拖出刑房 扔进了地牢深处 可能是被云天和的话吓到 一路上大汉都低着头 一言不发 也不知 在打什么鬼主意 然而 就在云天和两人转身要走的时候 大汉却突然抬起头 阴侧侧地盯着云天和 咬牙切齿地说道 塞外七魔头 七人一体 同生共死 我落难于此 我那六个兄弟 岂会坐视不理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倒要看看 你我之间 到底是谁先死 这话也不知是对云天和说的 还是对他自己说的 充满了绝望和疯狂 云天和却像没听见一般 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转身离去 这种狠话 他在天牢里听得太多了 几乎每个被抓进来的家伙 都会搬出自己背后的靠山 幻想着能被人救出去 可现实是 他经手的犯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真正能被捞出去的 又有几个呢 这关卡重重 铁桶一般 谁敢来送死 云天和懒得废话 锁好牢门就走 临走前扫了眼 幽名静点 果然多了一夜 犯人 陈浩 罪孽直 三星 实力 化缘近八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百分之一 收益 二十五点经验 时辰 泽泽 这收益 跟当初的安禄后一个级别啊 不愧是塞外七魔头 这名号 够响亮 云天和还在想着剩下的六个 什么时候来劫狱啊 这陈浩才老六 就化缘近八重了 其他五个修为 不得更高 要是组团上门来送 那经验值 绝对是一笔大收益 来来来 赶紧的 别客气 云天和心里那个期待啊 就等着他们送上门来 塞外七魔头 老六进天牢 对云天和来说 不过小事一桩 他照旧每天点卯 当值 巡逻 四处 蹭经验 倒是那王霸 被陈浩羞辱之后 一直怀恨在心 每天一来就找陈浩麻烦 不是往饭碗里撒尿 就是隔着牢房土口水 甚至还拿粪块石头砸 只把陈浩气得哇哇乱叫 云天和也懒得管 年轻人血气方刚 记仇正常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王霸突然请了五天假 回来之后 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虽然还是 每天都去找陈浩 但不再像以前那样 耍小手段了 云天和几次看到 王霸站在陈浩牢房外 手里握着明晃晃的长刀 眼睛死死盯着里面 像是随时都要冲进去砍人 这小子 不对劲啊 云天和心里纳闷 想找个机会问问他 可是最近快过年了 那些当官的 为了充业绩 拼了命往天牢里塞人 有时候一天能进来好几个 文饭午饭都有 牢房都快被塞满了 云天和忙得脚步粘地 每天四个字号来回跑 哪还有 时间管王霸的事 咔嚓咔嚓 云天和尝一口气 从地上猛地站起 修炼完毕 他随手一挥 脖梗手臂上的死皮 就像纸屑一样 纷纷扬扬地落下 玄灵进三重 成了 丹田处 两个新形成的白色灵气漩涡 疯狂旋转 像两颗能量爆表的小太阳 灵气总量直接翻了数倍 回气速度更是快了不少 赤焰焚天绝 也突破了 第六仓 云天和握了握拳 感受着体内爆炸性的力量 眼中金光暴闪 第六层的 赤焰焚天绝 简直强悍到离谱 力量 防御 灵气 全都暴涨 我现在就算不用灵气 光凭肉身 也能和玄灵进一战 云天和心情舒畅 按照这个速度 不出七个远 他就能突破到天刚境 这段时间 天牢的犯人 跟下饺子似的 转翻了 这段时间 他的每日收益 直接翻倍 幽名静点 马上就要凑齐三百个犯人了 云天和洗了个澡 换上干净衣服 刚踏进天牢区域 就听到一个老头 颤颤巍巍的声音 云小哥 云小哥 可怜可怜我吧 给点稻草棉絮吧 这天寒地冻的 要了老命了 云天和这才发现 说话的竟然是和风目 这老头震动的瑟瑟发抖 嘴里直冒白气 大言京城都入冬了 他修炼太过投入 天气换寂了 完全没注意到 毕竟他已经是 玄灵进的大高手了 而且还身负 赤焰坟天绝功法 寒暑对他来说都一样 怪不得最近 欲有看他的眼神 都怪怪的 多亏何老头提醒 不然要露线了 云天和转身就走 得赶紧换冬衣 啥 我提醒了啥 何风目一脸猛逼 谢了 何老头 云天和麻溜地 回去换了身冬衣 还顺手给何风目 带了床被褥 算是谢礼 旁边的犯人一看 顿时眼红 纷纷叫嚷着 也要被子 或者来点干草也行 一个个动得跟孙子似的 滚一边去 我是开宾馆的 是不是还想住总统套房 云天和才懒得管他们死活 一群人经验值都提供不了几个 还想蹭被子 冻死活该 路过丁七号牢房时 云天和瞥了一眼 被关在里面的塞外欺魔头陈昊 这小子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但那张嘴还是硬得很 看到云天和就冷笑 好像在说 有种你弄死我了 云天和没搭理他 心里却突然想起来 王八好像很多天没来当职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云天和眉头微皱 看来等放牙后 得去王家看看了 这小子 再怎么说 也得叫他一声云歌 怎么着也得过问一下吧 可他还没过去 王八那家伙 倒是先一步找人上门来了 送信的是王八的二哥王威 一脸焦急 天和兄弟 出大事了 赶紧跟我去京城外土地庙 十万火急 第十五章 回头让我好好玩的三天 王威二十多岁 大冬天的 还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破棉袄 冻得鼻涕眼泪呼一脸 一副书呆子模样 王八那小子 找我干啥 云天和还想再问问 可王威这家伙 一个劲白手 说他啥也不知道 让云天和自己去找王八 说完就夹着书本跑了 云天和翻了个白眼 只能让他走了 王八这小子 搞什么鬼 不去天牢 约我在城外破庙 他以为拍鬼片呢 云天和完全猜不透 王八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去还是不去 去 倒要看看 王八这小子 最近在搞什么鬼 云天和现在可是 玄灵三重的高手 试验焚天绝 炼刀六层 人即修罗刀法 更是出神入化 一千个一万个王八 也休想伤不了他 一下牙 云天和换了身衣服 就朝城外赶去 大阎京城郊外 一座破败的土地庙里 王八像条丧家犬似的 缩在断裂的神像下面 眼窝身陷 脸色蜡黄 活像被人抽走了三魂七魄 离他不远的地方 四个奇形怪状的家伙 正凑在一起嘀咕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大阎天牢一层 防守松懈 平时只有一对 图摩斯的小喽喽看守 最厉害的也不过化圆镜 大哥 还等什么 直接杀进去 救出老六 你傻啊 这里可是天子脚下 高手多如牛毛 不能打草惊蛇 如果惊动了图摩斯 和斩妖丝 我们还没见到老六 就先被砍成肉泥了 三魂说得对 我们得先混进去 救出老六再杀出来 正说着 一个脑袋像秃瓢 嘴巴像鳄鱼的丑汉 突然扭头 冲王八吼道 小子 你说的那人 到底什么时候来 你是不是根本没去找人 信不信老子活死了你 王八吓得浑身一哆嗦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一边磕头 一边喊 我找了 我让我二哥去找了 好了 四爹 你别再吓唬他了 他回家找人的时候 我跟着他 没骗我们 四个中唯一的女子 微微皱眉 吵丑汉称了一句 随后温柔地看着王八道 小兄弟 告诉姐姐 你找的那个人 真有本事 让我们混进天牢吗 那女子一身火红裙子 明艳动人 身材更是勾人心魂 露出的雪白肌肤 让王八忍不住 吞了吞口水 红裙女子 似乎毫不在意 轻轻一撩身子 抛给他一个媚眼 王八 却赶紧低下头 他和这几人 相处了一段时间 知道他们的狠辣 亲眼见他三天内 抓了七八个壮汉玩弄 玩腻了 就挖心肝吃掉 简直是夜叉降临 恐怖至极 这塞外七魔 各个都是人间恶鬼 毫无底线 王八低着头 瑟瑟发抖地说 我那前辈 可是在天牢 老成持重的人了 四个字号都有关系 传闻和前人遇点 还有亲戚关系 我想带人进天牢 那绝对不可能 但若是他 带着人进去 应该 应该没问题 最好如你所说 丑汉冷冷一哼 露出宁笑 王八顿时 又是一哆嗦 领头的中年男子 面容俊朗 儒雅气质 轻声安慰道 若王小兄弟 真能帮助我们 顺利救出六弟 今后就是我们塞外 七魔的朋友了 你想要富贵 我们让你想尽荣华 你想习武 我们倾囊相授 甚至替代我 那死去的弟弟 加入我们七魔 随时欢迎 话一出口 王八心跳加速 这几人 虽然凶狠 但实力 确实惊人 他可是见识到的 若真如中年所说 那加入他们 习武修炼 飞天遁地 日子就好过了 哪个少年 没个强者梦呢 王八低头幻想 完全没注意到 塞外四魔 互相对视 眼中满是嘲笑 就在王八 坐着他的春秋大梦时 庙里四人 突然眼神一动 那丑汉猛地窜起来 像一阵斜风刮到门口 朝外一扫 回头鹰笑道 有人送上门了 另外三人眼中 神色一动 为首那儒雅中年 一把拎起王八 几步就到了庙门口 几人鹰侧侧地 朝外看去 只见那坑坑洼洼的破庙外 一个俊俏公子个 正式诗然走来 一身滑跪长袍 身边连个跟着的都没有 像出门踏青的富家少爷 是他 儒雅中年低头 应笑着问王八 是是 王八脑袋点得 跟小鸡啄咪似的 明显松了一口气 长得可真俊啊 回头让我好好玩个三天三夜 红裙女子眼珠子 都快黏在那俊俏公子身上了 一边舔着嘴唇 两条腿 也开始不安分地摩擦起来 事成之后 你想玩多久都行 儒雅中年说着 随手一甩 直接把王八 像垃圾一样扔了出去 哎呦 王八毫无防备 惨叫一声 等摔在地上 才回过神来 自己已经到了破庙外 王八 你找我何事 天和看着面前的王八 淡淡开口 云 云哥 王八却支支吾吾 眼神躲闪 压根不敢看他 云天和像是没看见似的 朝破庙里扫了一眼 转头对王八道 既然你没事 那我就走了 别啊 云哥 见云天和要走 王八吓得一蹦三尺高 慌忙要拦住他 就在这时 破庙里缓缓走出四个人来 当先一人长得人母狗样 看着挺儒雅随和 可仔细一瞧 那笑容里透着骨音狠 眼神更是毒辣无比 后面跟着一个全身 裹在黑布里的人 身形消瘦 像个索命的幽魂 在后面 是一个红裙女子 妖娃多姿 笑得花枝乱颤 最后面那个秃头阔嘴 长得凶神恶煞 丑得跟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 四人冷冷看着云天和 嘴角挂着冷笑 仿佛在看一只 落入陷阱的猎物 王八一见四人出来 顿时来了底气 居然敢跟云天和对视了 云哥 这几位可是 塞外气魔中的四大高手 我找你来 是想请你帮他们一个忙 要我帮他们就成好 云天和直接开口 四人中那装模作样的 儒雅中年 皮笑肉不笑 小兄弟还挺聪明 钱某最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 云天和冷冷扫了这信钱的眼 接着转向王八 语气不容置疑 王八 我说一遍 过来 现在跟我走 之前的事 我倒没听到 哈哈 云天和话音刚落 那丑汉和红裙女子 就像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 顿时放声大笑起来 这小子不仅长得小白脸 想事情更是异想天开 真是笑死姑奶奶我了 红裙女子笑得花枝乱颤 胸前波涛汹涌 看得那丑汉眼睛都直了 至于那儒雅中年和蒙面男子 则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眼神里满是轻蔑和嘲讽 云天和压根没搭理这群漂亮小丑 目光灼灼地盯着王八 等他给个交代 王八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哭丧着脸说 云哥 你就当帮帮我吧 不然咱们俩都得交代在这儿 唉 云天和重重地叹了口气 眼底闪过一丝失望 这小子 真是没救了 塞外气魔的四个魔头早就 等得不耐烦了 一个个魔拳擦掌 就等老大一声令下 直接开赶 第十六章 原来我这么强了 却见那俊秀公子 鬼魅般消失 再出现 已在丑汉面前 一拳轰出 小子活腻歪了 知道爷爷们是谁就敢动手 丑汉先是一怒 看清来人拳法后 顿时哈哈大笑 七星拳 哈哈 三岁小孩 玩得玩意 话没说完 笑声戛然而止 丑汉眼珠暴突 只觉泰山压顶 恐怖的威压 将他牢牢锁定 哄 一声巨响 地动山摇 啊 丑汉嘶吼着 催动全身灵气 双臂向上 应接着一拳 咔咔两声脆响 双臂如枯枝般 立即被折断 拳头去世不捡 斜着万军之力 狠狠轰在丑汉胸口 阎尘四起 地面剧烈震战 一个深坑 出现在丑汉身下 鲜血狂涌而出 三岁小孩 玩得玩意 云天河收回拳头 看也不看一眼 淡淡道 杀你足够了 剩下三人 包括那王八 全都被这一幕吓傻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 仿佛见了鬼一般 玄 玄灵静 你是玄灵静 几夕过后 儒雅中年怪叫一声 指着云天河 声音都变了屌 算你有点见识 云天河称赞一声 身形一闪 已到儒雅中年面前 儒雅中年 吓得灵魂接冒 怪叫一声 就想逃窜 却见一只燃烧着火焰的手掌 从天而降 狠狠拍在他胸口 咔嚓 那儒雅中年 就像破麻袋一样飞出去 狠狠砸在土地庙的墙上 哄 小班坐庙都塌了 右手并刀 当头斩下 人机修罗刀 滔天凶器 席卷而出 方圆一里气温骤降 仿佛坠入冰窟 连光线都变得昏暗 刀器瞬间 把气魔头中的老大切成两半 云天河收回手 就那么随意地扫了一眼旁边 那蒙面兽子 吓得浑身一哆嗦 扭头就想跑 想走 云天河手掌一翻 一道火光闪过 啊 那瘦子 直接被钉死在地上 扑腾两下 就没气了 这下 旁边那红群女人 吓得牙齿打颤 咯咯想 云天河一回头 就看见 他脸色惨白 都快哭出来了 还抢起出一个笑脸 前辈饶命 小的愿意 哦 愿意什么 云天河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那女魔头大喜过望 小的愿意 服侍前辈 也行 云天河点点头 手掌轻轻一挥 碰 那女人的脑袋 就像熟透的西瓜一样爆开了 红得白的溅了一地 算了 天牢里也不方便 带女人进去 云天河摇摇头 自言自语道 最后 她的目光 落在了王八身上 王八整个人都傻了 跟丢了魂似的 眼前发生的一切 对她来说 简直是天方夜谭 她怎么也想不通 那个成天在牢里 不声不响的云哥 居然这么厉害 塞外欺魔呀 那可是 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结果呢 一个照面 就被云哥全杀了 王八脑子 一片空白 看着云天河 分不清 是真是假 哎 云天河看着王八 这副模样 心里也有些不忍 他已经给过 王八机会了 可惜 王八这小子 明知道 自己会被灭口 还把他引过来 王说 我刚才 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你照顾我的恩情 还了 可王八做的那些事 可就怪不得我了 云天河一掌 拍在王八天灵盖上 王八两眼一翻 倒地身亡 云天河 把王八的尸体 带到五里外埋了 这才转身离去 一天不到 土地庙就被糟蹋得 不成样子 横七竖八 躺着四具尸体 空气中 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味 一群穿着盔甲 腰配长刀的汉子 杀气腾腾地 把这包围了 领头的那个 一身黑色净装 长发用银环高高竖起 英姿飒爽 正是去过天牢的慕容雪 慕容大人 禀大人 是塞外七魔 剩下的四个没错 看这样子 是被高手一击毙命的 手下检查完尸体 赶紧来报 慕容雪冷笑一声 塞外七魔 上次宰了他们俩 抓了一个 还敢来京城撒野 火腻歪了 他们不是 号称七人一体吗 这是想劫狱救他们老六 估计是 可惜他们踢错铁板了 手下在一旁说道 能看出 是谁干的不 慕容雪扫了一眼 地上的尸体问道 从伤口上看 应该是净空似的 赤焰焚天绝 而且至少六层以上 这塞外七魔各个 都有化圆镜八重以上 浅狗更是悬灵镜 居然被人一招秒了 出手这人 至少得是 悬灵镜七八重 慕容雪眼眸微动 这 赤焰焚天绝 可是出了名的难练 很多人度练到第五层 就受不了暴体而亡 能练到六层的 整个净空似 都没几个 把尸体带回去 让净空似的人认认 看他是哪个高手干的 是 一声令下 手下们麻溜地 把尸体装走 簇拥着慕容雪 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云天河办完土地庙那破石 转身就回了天牢 灭了塞外四魔 那四个家伙 不出所料 系统奖励了 整整十二次抽奖 来吧 看看这次能出什么好东西 云天河搓搓手 一口气全抽了 金光一闪 两门四平五穴 三门五平五穴 外加几十万经验值 直接把系统背包 看得眼花缭乱 五平五穴 垃圾 看都不看 云天河的目光 直接锁定了 两门四平五穴 清云纵 好名字 这清宫 泽泽 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啊 云天河眼前一亮 这门清宫最擅长的 就是小范围内的藤魔躲闪 一旦施展 身形飘忽不定 简直如同鬼魅一般 关键是 这门清宫的境界 居然直接达到了 出神入化之境 有了这门清宫 以后谁还能进我的身 云天河笑了 幻影迷宗 加上青云纵 简直是逃跑 追杀 秀操作得必备神器啊 另一门四平五穴 名为白骨炼玉爪 是一门 极其罕见的爪弓 是从那儒雅中年身上 抽出来的 境界同样是出神入化 等等 那家伙 好像也是个 玄灵境强者吧 而且 还会一门四平五穴 怎么连我一招 都戒不住 云天河 摸着下巴 突然想起这茬 难道 一个可怕的念头 在他脑海中闪过 我不会是 强得太过分了吧 他现代会的武功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门了 就算每门武功 只让他变强一点点 加起来 那也是相当恐怖的 表面上看 我只是个玄灵三重 但真要动起手来 云天河握了握拳头 力量磅礴 我的实力 居然变得这么强了 云天河发现 不知不觉间 他的实力 提升太快了 第十七章 思域发来公告 云天河感叹着 几十万经验值到手 全部加在修为上 一下飙升了两层 直接突破到玄灵五重 这帮家伙 简直就是行走的经验包啊 抓捕参与度百分百 这奖励 简直不要太丰厚 云天河想 要是三天两头 就有这种好事 那他岂不是用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天刚径 成为人人敬仰的宗师强者了 可惜啊 这种好事可遇不可求 哪有那么多 不怕死的家伙 主动送上门来 正想着 一阵嚣张的声音 突然从旁边 一间牢房里传了出来 喂 那狱卒 说的就是你 别走啊 云天河眉头一挑 转头看向牢房 只见一个满脸横肉 眼珠子通红的壮汉 正恶狠狠地瞪着他 你小子 之前 天天往我碗里 撒尿那小子呢 怎么不见他来了 云天河一听 顿时乐了 这货 不会是把之前的事 给忘了吧 怎么 这么久没尝到他的尿 你还想他了不成 云天河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壮汉先是一愣 随即脸色涨红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 他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低下头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不可能 不可能 大哥他们 应该早就来救我了 怎么可能会到 现在还没动静 突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猛地抬起头 眼中爆发出 狂热的光芒 我知道了 他们一定是想劫法场 对 一定是这样 哈哈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大哥他们怎么可能 丢下我不管 云天河看着眼前这个 陷入癫狂状态的家伙 眼中闪过一丝怜悯 他现在要是告诉这货 他那几个好大哥 早就被他亲手送去见了阎王 不知道 这货会不会直接封掉 算了 还是让他做个明白鬼吧 云天河摇摇头 心中暗道 反正这家伙明天 就要被砍头了 就让他带着最后一丝 希望上路吧 第二天 云天河就听到个消息 那塞外七魔尘号 居然到死 都像是在等谁来劫法场似的 眼珠子一直盯着一个方向 至于王霸嘛 陈昊死了半个月 他家里人跑到天牢哭爹喊娘 说他失踪了 从放牙就没见着人影 结果被御使的手下 拿着沙威棒一通乱舞 又丢了几块碎银子打发了事 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王家人了 王霸的位置也没人顶 毕竟还不到一年 王家死了两人 天牢这边也懒得去抓人 直接报了个死绝户了事 丁字昊那帮老油条唏嘘了几日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云天河本来还担心 王老二那天来找他会查到自己身上 连说辞都想好了 结果屁事没有 想想也是 严京城里达官贵人那么多 每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案子 一个小狱族失踪 还是在牢外失踪的 金赵府根本懒得管 说句不好听的 六品官家里 狗丢了都比这重要 谁会浪费时间查 这种破事 云天河后来 还专门去了趟王家 想送点银子 结果发现 除了王八那老娘 其他人根本没把他失踪当回事 去天劳哭闹 纯粹就是想额钱 更可悲的是 当初来报信的王八二哥王威 居然压根就不记得 云天河这好人了 人命 真特么不值钱啊 云天河走出王家 心里五味杂陈 王八好歹 还有老娘凶嫂 都混成这样 要是他失踪 估计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哎 等清明节 多少点指钱 给王三和王八吧 时间飞逝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 这天 云天河刚从其他牢房溜达回来 一进丁字号休息区 顿时傻眼了 平时这里 炒得跟菜市场一样 今天居然压去无声 不见赌钱的 也不见喝酒划拳的 连讲婚段子的都没了 所有狱卒 都阴沉着脸 哀声叹气 云天河一头雾水 拉住一个熟识的狱卒问道 怎么了这是 一个个跟死了爹妈似的 那狱卒长叹一声 苦笑道 能有啥事 当然是摊上大事了 有人越狱 云天河心里一惊 那倒不是 但也差不多了 老狱卒摇摇头 指了指 平时狱卒们 喝酒赌钱的桌子 你自己看吧 云天河眼睛一扫 就瞧见桌上 多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 私狱所的公告 他一把抓起来 才看了一眼 身子就不由地一抖 眼中透出奇异之色 这公告 竟然说 唉 一个狱卒哭丧着脸 哀声叹气 听说下层天牢 随便另一个出来 都比咱们这天牢一层 最难对付的家伙 很一百倍 可不是吗 听说那下面 天天都有狱卒被弄死 就跟娃似的 另一个狱卒也凑过来 压低声音说道 你们知道底下 每年要死多少人吗 他说着 伸出一只手 笔划了一下 至少这个数 可不是吗 上面说人手不够 要从咱们这一层抽人下去 这不是明摆着 让咱们送死吗 是啊 每个字号都要出一个人 抽签决定谁下去 也不知道 咱们丁字号 会是谁抽到这根阎王签 一群狱卒正自怨自意 垂头丧气 忽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不用抽了 众人一惊 齐刷刷抬头看去 只见说话的云天和 就站在牢房中央 慢条丝里地卷起那张公告 冲着众人微微一笑 各位兄弟 承蒙大家照顾 这次抽掉 我去 一句话 把所有人都说傻了 云 云兄弟 云天和早就想尽一切办法 要进入下层天牢 可是始终找不到门路 没想到 机会竟然就这样送上门来了 下层天牢缺人 要从天牢一层抽人下去 真是天助我眼 云天和差点笑出声来 这一天 天牢一层其他三个字号的狱卒 全都愁眉苦脸 为了那张阎王签的事情 甚至他们还大打出手 反目成仇 只有丁字号牢房 却是喜气洋洋 一片欢腾 有人愿意主动送死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背后里 怎么嘲笑云天和是傻子 愣头青 那都无所谓了 明面上一个个 却是在那猫哭耗子假慈悲 小云啊 这事可不是我们逼你 你自己非要去 我们也不好拦着 哎 其实下面也没那么可怕 都是谣传 我之前认识个谁谁谁 前年下去的 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可不是吗 前段时间听说还娶了二房 生了个大胖小子 下面是苦了点 但是架不住俸禄高啊 一年顶上面十年 三年下来 大言经承你随便挑房子 云天和看着这群人 惊脸都快翻出花了 只觉得有趣 也不拆穿他们 脸上不动声色 笑呵呵地硬承下来 第十八章 人畜无害云天和 一群狱卒看他这样 心里更觉得对不住他 干脆一咬牙 凑了点银子 晚上拉他去天香阁喝酒 美其名曰 渐行 但他们心里 到底是在践行 还是在送行 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云天和也没拒绝 和他们在天香阁 一直喝到后半夜 等所有人都醉得不省人事 该留宿的留宿 该回家的回家 云天和这才买了只烧鸡 拎了一壶天香阁 最贵的醉春风 湿湿然地回了天牢 然后 笑眯眯地打开了钉字号 某间牢房的门 彼时 睡得正香的河峰木合大人 迷迷呼呼睁开眼 看到云天和提着烧鸡美酒 站在自己面前 差点没下得魂飞魄散 笑 小英兄弟 别笑我啊 大半夜的 怎么 怎么就给我送断头饭来了 这么突然的吗 云天和看着浑身哆嗦的河峰木 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只觉得天香阁的灯红酒绿 都不及此刻的万分之一快活 整个天牢一层 还是属这位河大人 最有意思 次日 玉丽 云天和是吧 是 下一个 狱卒 天然 云天和低着头 跟着两个拿着刀 穿着盔甲的守卫 走进黑漆漆的通道 他前后还有八个狱卒 都是从天牢一层被弄过来的 天牢二层戒备这么森严 云天和想起刚才的经历 心里一阵嘀咕 先是画像对比 还要用个预盘 对着脑门罩 说是测魂 怕有人冒充混进来 差点就露线了 还好 我穿越过来 可不是什么低级的夺舍 倒是不怕 云天和跟着守卫 在通道里绕来绕去 上上下下 走了半天总算到了 到了 其他狱卒都吓得腿肚子打颤 就云天和 眼睛滴溜溜地四处乱瞅 这天牢二层 跟想象中不一样 没有阴森恐怖 反而比一层亮堂多了 不过 空气中弥漫着 让人窒息的煞气 比一层浓了五倍不止 云天和修炼 血液修罗斩 对这种气息太敏感了 一层就够呛了 这二层 普通人待久了 估计得当场去世 他们现在在一个空旷的大厅里 对面站着几个人 冷冷地盯着他们 云天和扫了一眼 发现这几个家伙 修为都不弱 全是距离镜以上 领头的那个 更是化缘镜好手 他们穿的衣服很奇怪 像图摩斯的 但胸口秀的 不是图摩斯的标志 而是一头黑色的独角麒麟 不对 不是麒麟 云天和猛地想起来 这玩意儿叫 谢志 传说中能辨别是非 中间的上古神兽 就这几个歪瓜裂枣 短须中年 斜眼逆着云天和等人 鼻孔里喷出一道不屑的冷哼 带路的守卫陪着笑脸 大人 八个已经不少了 一层现在 都还缺人手吗 力不那帮 失位素餐的家伙 愤怒都发到狗身上去了 短须中年咬牙切齿 恨不得冲过去 把那帮人揪过来 但最后还是泄了气 白白手道 算了算了 凑合着用吧 反正也就撑一个月 说着 他那阴损般 锐利的目光 刀锋式地 扫过面前 这群新来的狱卒 背着眼神一刮 一众狱卒 顿时静若寒蝉 更有甚者两腿 只打哆嗦 裤裆里 隐隐有水光闪烁 云天和低眉顺眼地 浑在人群中 将人畜无害四个字 演绎得淋漓尽致 短须中年 见这群人一副耸包样 顿时兴趣缺缺 不耐烦地挥挥手 会点拳脚功夫的 都给我站出来 众狱卒面面相去 随后嘻嘻拉拉地走出大半 宁气三重以下的废物 也配 短须中年身后 一个狗腿子似的丽媛 扯着嗓子吆喝一声 话音未落 刚才还撞着胆子 站出来的人群 顿时又缩回去一大半 最后只剩下四个 可怜巴巴的身影 那狗腿子 丽媛拿着纸笔 趾高气昂地挨个询问 姓名 年岁 修为 马 马大头 四 四十二 宁气四重 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 结结巴巴巴地回答 声音却小得像蚊子哼哼 一连问了三人 六重 短须中年听的直皱眉 心里暗骂这群废物 很快 就轮到云天河了 姓名 年岁 修为 狗腿子丽媛习惯性地 甩出三个问题 云天河 二十有意 修为 云天河故意顿了一下 前不久刚突破距离 哗 此言一出 周围顿时响起一阵 到西凉气的声音 所有狱卒 都像看怪物一样 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难以置信 连那狗腿子丽媛都愣住了 手里的笔插点掉在地上 身后的短须中年 也猛地抬起头 目光灼灼地盯着云天河 小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欺瞒上官 可是重罪 狗腿子丽媛 色力内人的警告道 把手伸出来 让我看看 云天河也不废话 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掌 如今的他 已经是玄灵精六重的大高手 对付这种小角色 只需要调动一丝灵气 就足够了 只见他心念一动 丹田处六个灵气漩涡 微微一颤 一股比头发丝 还细得真气 顺着经脉涌入掌心 狗腿子丽媛 将信将疑地伸出手指 轻轻点在云天河的掌心 哄 一股精纯的灵气 瞬间爆发 吓得他怪叫一声 像触电般缩回手 连退好几步才站稳 看向云天河的眼神 顿时充满了敬畏 好小子 果然有些门道 短须中年健壮 眼中金光一闪 大不留心地 走到云天河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一股霸道的灵气 毫无预兆地侵入体内 云天河 却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 确实是聚灵一众 不错不错 短须中年 满意地点点头 随即目光炯炯地 盯着云天河 你什么出身 回大人 小的家中 五代皆为狱卒 家父生前 传授过一些粗钱武艺 后来小的进了天牢 信德立功 从上人狱点那里 换得了一份修行功法 这才有了些许成就 云天河回答 没有丝毫隐瞒 甚至将从罗玉点那里得到的 黑虎掏心掌 也说了出来 他知道 这种事情瞒不住 只要上面想查 总归会有蛛丝马迹 再者 他和罗玉点之间的交易 完全是按规矩办事 他问心无愧 至于罗玉点那边 有没有遵守规矩 那他就不知道了 况且 罗玉点已经死了大半年 死无对证 更不用担心什么 第十九章 来这实习来了 短须中年男子 将云天河的话 一字一句听进耳中 脸上满意之色更甚 显然对他的坦诚 十分欣赏 他点点头 吩咐左右道 先带这小子 去二层的丁字号牢房 让他在那里待上两个月 若是表现不错 就让他过来秉字号 说完 他又笑着对云天河说道 没想到啊 在这裙飞雾里 还能逃到一块宝 我这一丝正好缺人手 你小子 来得正是时候 云天河 不动声色地眨了眨眼睛 敏锐地捕捉 到短须中年话语中的 郑玉丝三个字 除了图摩斯 和斩妖丝之外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 大阎王朝 还有第三司 云天河 自己都猛了 怎么尽个天牢二层当得差 还要先被策修为 更让他傻眼的是 就露了那么一小手 居然被大阎王 朝第三司的郑玉丝 给盯上了 天牢二层 一共就四个区 盯字号官的犯人最安全 莫杀危险 唐校尉看上你了 才特意把你弄到这儿来 你可得好好谢谢他 在这儿安心 待上一两个月 到时候 你就直接进我们郑玉丝了 兄弟 之前那个负责记录的小丽 亲自给云天河带路 那热情劲 就好像云天河 是他亲兄弟一样 咱们郑玉丝的兄弟 那可比你这玉丽威风多了 最差也是个 从酒品 而且啊 只要你修为再提升 升官不是什么难事 这小丽一边说 一边还拿眼睛 瞟云天河 那眼神 羡慕的 都快滴出水来了 云天河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 是不是玩脱了 暴露太多了 聚灵仪重倒是不算啥 可他忘了自己 今年才二十一啊 二十一岁的聚灵仪重 那怎么说 也算个人才了吧 就算不是顶尖的 那也是个人才啊 自己这是 装过头了呀 云天河心里 正琢磨着 就听那小丽接着说 丁字号虽然安全 但你也别大意 要知道 能进这天牢二层的 那都是很角色 就说修为吧 最差的 那也是玄灵静 啥 玄灵静 云天河一听 顿时两眼放光 玄灵静啊 那经验值 一个犯人一个时辰 不得给他贡献个五十点 要是收录十个 那就是五百点 一天下来就是六千点 要是收录二十个 那一天就是一挖二啊 要是 要是把整个天牢二层的犯人 都给收录进幽名静点 那他岂不是要直接起飞了 云天河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 试探着问道 进了丁字号以后 我是不是就只能一直待在这儿了 那小丽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到 你倒是想得美 也就让你小子 先在这儿逍遥几天 进了郑玉丝 二层三层四层 有你跑断腿的时候 那就好 那就好 云天河一听这话 心里才舒服点 他这人 最怕的 就是没事干 想当初 他在天牢一层 那可是出了名的劳魔小云 看来 这郑玉丝 是非尽不可了 云天河暗自下了决心 一定要尽快加入郑玉丝 到了 进去吧 小丽把云天河带到一处大门口 这地方可比天牢一层钉字号气派多了 墙面地面都是用大石块气的 还泛着金属冷光 一看就不好惹 小丽领着云天河进了大门 就见里面俩人 一个喝茶 一个睡觉 新人来了 好好照顾着 小丽跟那喝茶的打了个招呼 就把云天河扔下 拍拍屁股走人了 照顾 小子 你被郑玉丝看上了 喝茶的满脸褶子 放下茶杯 就把云天河从头到脚打亮了个遍 另一个狱卒看起来年轻点 二十出头 样貌普通 但眼神贼亮 笑起来还挺谎言 新人 叫啥 年轻狱卒问 云天河 啥 二十一 距离一众 还是从天牢一层掉来的 俩狱卒看云天河的眼神 瞬间变了 还真是来实习的 嘖嘖 年轻狱卒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 拉着云天河问东问西 云天河也知道了 老狱卒姓赵 人称老赵 年轻的叫梁非凡 这天牢二层 除了这俩人 其他人都在玩命修炼 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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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非凡招云天河几眉弄眼 都他娘的跟疯狗一样 这么拼 云天河直接听傻了 天牢二层这么卷 要知道 天牢一层那帮狱卒 整天除了喝酒赌钱 啥正是不干 这二层的画风 简直是两个世界 卷 这才而妙啊 老赵摸着胡子 笑眯眯地看向云天河 小云 老头子 叫你一声小云 不介意吧 您老 叫我小云就行 千万别客气 云天河连忙说道 老赵点点头 叹了口气 不卷不行啊 没点本事 在这二层 连犯人都收拾不了 收拾不了犯人 哪来的功劳 莫功了 年底扣凤落 云天河 直接听猛了 这天老李 还搞绩效考核 不过 老赵说的倒也没错 没点实力 还真振不住 这帮凶神恶杀 就比如一层 那几个老狱卒 碰上几个硬茬子 刑具还没上计 自己先累趴下了 二层观的可是重犯 最弱的 都是玄灵境 一个个跟人形凶兽似的 不肯下点功夫 怎么让他们开口 那您两位 天河看了看老赵 和梁非凡 欲言又止 你是不是傻 梁非凡翻了个白眼 总得有人 要在牢房值班吧 放屁 老赵 狠狠瞪了梁非凡一眼 老头子我一个人 看不住吗 你就可劲投懒吧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梁非凡也不生气 笑嘻嘻地听着老赵数落 云天河一进来 就悄悄放出灵气 探查这两个家伙的根底 这梁非凡 宁气巴重 那老赵 居然也是宁气巴重 不过这梁非凡 明显体内灵气 更加浑厚 毕竟老赵年纪大了 血气衰落正常 这二层看守的 一个个都这么猛 确实比一层那些 歪瓜裂藻强多了 云天河小声嘀咕 不对啊 既然这二层的看守 都这么厉害 那还从一层调人上来干嘛 这不是送死吗 第二十章 红毛老鬼 这你就不懂了吧 梁非凡一笑 当然是拿他们的命 去填坑啊 反正总要死人 死几个一层的小喽啰 上边才懒得管呢 又再放屁 梁非凡话音刚落 就被老赵狠狠地骂了一句 老赵瞪了他一眼 这才跟云天河解释起来 原来 这二层之所以缺人 是因为三层更缺 三层关的 可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妖物 老赵压低了声音 语气中充满了忌惮 这些妖物 一个个凶残无比 一个不留神 就得把命交代在里面 所以啊 这些年来 三层一直都是整个天牢里 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不论是那些个看门的狱卒 还是镇玉丝里那些个当官的 老赵凑到云天河耳边 压低声音说道 我可听说了 前阵子三层闹得可凶了 斩妖司和镇玉丝的好家伙 都舍了不少 血流成河 尸骨堆积如山 老赵故意顿了顿 看着云天河 嘖嘖两声 普通玉卒 那更是连渣都不剩了 云天河听得心潮澎湃 这天牢一层 二层 三层 简直就是一个比一个神秘 越到下层 越能感觉到 这方世界的玄妙和神秘 妖啊 以前只在那些书本电视上看过 也不知道 究竟是些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 你小子一天天的就知道偷懒 现在小云来了 带他去牢房里转转 认认门 老赵拍了拍手 把还沉浸在幻想中的梁飞凡 叫了过来 梁飞凡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 云天河自然是求之不得 终于要去见识见识 二层的犯人了 他的 幽名静点 早就按耐不住了 咱们丁字号的犯人不多 一共就四个 这是第一个 梁飞凡带着云天河 来到了一间奇怪的牢房前 说他是牢房 却连个门都没有 犯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坐在里面 仿佛根本不怕他跑了一样 是不是觉得奇怪 梁飞凡一脸 我就知道你会惊讶的表情 嘿嘿一笑 轻轻敲了敲 下一秒 云天河就看到 牢房的四周 突然亮起一道半透明的蓝色光幕 波光灵灵 像水波一样荡漾开来 这时 云天河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玄镇门的天罡宗师 亲自布下的静置法阵 没有钥匙 就算来个玄灵九重的大高手 也得死在里面 梁飞凡压低声音 故作神秘地说道 玄镇门 天罡宗师 云天河强忍住想要试试 这法阵威力的冲动 看到梁飞凡从怀里掏出一把镶着宝石的古怪钥匙 轻轻一划 便打开了那道蓝色水墓 带着他走了进去 一进牢房 云天河才发现 里面的空间大的出奇 除了正中央 有一束不知从何而来的光柱外 空无一物 光柱下 坐着一个古兽如柴的怪人 一头赤发乱蓬蓬的 像是野人一般 四肢和琵琶鼓 被手臂粗细 闪着微光的锁链穿透捆着 这红毛怪人 还是条汉子 听到动静 红毛怪人缓缓抬头 两个黑洞洞的眼眶 直勾勾盯着两人 看得人心惊肉跳 红毛老鬼 以后有心兄弟陪你了 梁飞凡冲着红毛老鬼大声嘲讽 一点也不害怕 红毛怪人没理他 只是对着云天河 用力嗅了嗅 像是在记住他的味道 然后就低下头 再也不看两人一眼 这家伙叫红毛老鬼 是魔道七宗猎羊谷的魔头 一手猎羊魔宫非常厉害 用魔宫烧死十多万人 梁飞凡小声跟云天河介绍着 生怕声音大了 惹恼了这红毛老鬼 不过你也别怕 他现在就是个废物 一身修为全被图摩斯给废了 还被玄镇门特制的锁链捆着 翻不起什么浪化 你也别靠太近 这家伙会吐口水 他那口水比岩浆还毒 还烫 以前就有倒霉蛋被他给吐死了 云天河一听 心说我这第六层的赤焰焚天爵 也没这么猛啊 这红毛老鬼的猎羊魔宫 到底是什么路数 听着好像比赤焰焚天爵还牛逼啊 不过也有可能 两门功法侧重点不一样 赤焰焚天爵 毕竟是一门炼体功法 不能一概而论 看过红毛老鬼 梁飞凡又带着云天河 去了下一个牢房 第二个犯人 是日月教的一个乡主 修为不高 只有玄陵六重 不过一听说这家伙是日月教的 云天河就想起了 当初在天牢一层大闹一场的杨清风 那老魔头 现在还是他手下的头号经验宝宝 每天稳定产出一千多的经验值 让人省心 也不知道杨清风被关在哪 云天河正琢磨着 就跟着梁飞凡走进了第三个牢房 等看清那光束下 一个身披枷锁 却还一副老神仙样的糟老头子 云天河整个人都梦了 卧槽 这不是杨清风那老魔头吗 他怎么也没想到 杨清风居然被关在天牢二层 还是丁字号的牢房 这也太巧了吧 本来闭着眼打短的杨清风 听到动静 眼皮一线 慢悠悠地睁开眼 哟 这不是梁小子吗 又来看老头子我了 杨清风笑眯眯地跟梁飞凡打招呼 那语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忘年娇呢 梁飞凡也嬉皮笑脸地硬着 看着还以为他俩是亲戚呢 云天河看着这一幕 心里直犯嘀咕 这梁飞凡心可真够大的 跟谁都能称兄道弟 也不怕哪天被这老魔头给坑了 杨清风跟梁飞凡寒暄完 眼珠子一转 落到了云天河身上 是你 小子怎么来了 杨清风眉头一挑 眼里闪过一丝意外 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当初你小子装聋作哑 蒙骗老夫 现在看来 果然是少年老成 心思缜密啊 杨清风阴阳怪气地说道 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 一般人被他这么一叮 估计早就吓得魂飞破散了 可云天河是谁啊 会怕他 当初那是自己实力不够 现在吗 云天河内心毫无变动 现在可是玄灵镜 收拾你的阶下球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还敢阴阳怪气 小心找个机会弄死你 云天河心里暗骂 他早就眼缠杨清风身上的日月教魔宫了 第21章 天牢二层刑防 看到杨清风和云天河说话 梁非凡那眼神中 闪过一丝诡异的光 云兄弟 你居然和这老魔头认识 云天河语气平淡 这家伙之前在天牢一层关过几天 正好和我一个耗子 原来如此 梁非凡故作恍然大悟壮 接着就带着云天河走了出去 他们就见到了第四个犯人 这犯人骨瘦如柴 比一号与那红毛老怪还要干扁 简直就是一具行走的骷髅 他身上不仅缠招法链 头顶还被八根黑色长钉死死定住 穿透颅骨 看着都让人不寒而栗 梁非凡在一旁解释道 这小子是炼魂宗的鬼修 最擅长些疑魂夺破的邪门歪道 所以得用锁魂钉钉住他的魂魄 免得他舍弃肉身逃了 不过他也蹦跌不了几天了 锁魂钉都快把他魂魄钉碎了 炼魂宗 云天河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今天他算是开了眼界 不仅知道了魔道七宗中的烈阳谷 还建设了鬼道炼魂宗 这二层天牢收获颇风啊 梁非凡大哥真是见多识广 小弟佩服 临走前 云天河奉称了梁非凡一句 梁非凡一听 立刻转头看向他 眼神闪烁 意味深长 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梁非凡单笑了两声 摆摆手道 修行那套我不喜欢 就喜欢听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有时候郑玉司送犯人过来 闲聊的时候说几句 我就记住了 原来是这样 云天河点点头 梁非凡接着说道 这些犯人 两天一审 五天一喂 喂的时候注意点 别给他们喂吃的 给点水掉着命就行 要是让他们恢复了体力 咱们审问的时候可就麻烦了 云天河将这些信息记在心里 等交代完所有事情 梁非凡给云天河安排了一个住处 还说他今天第一天来 不用干活 好好休息就行 云天河也没客气 直接回到房间 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他没看到的是 梁非凡走出房间后 目光阴冷地盯着他的房门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 云天河就这么被扔在天牢二层了 这二层钉子浩玉 总共就关了四个犯人 可旁边伺候的狱卒 倒是有八个 两人一班轮着来 两人一班轮着来 他花了一个粥 才把这八个狱卒 全给建了一圈 这些家伙对他这个心来的 说不上热情 但也说不上冷淡 反正大伙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 也就这样吧 不过比起一层那帮家伙 天天赌钱喝酒划全的热闹劲 这二层可真够冷清的 当然 清闲也是真的清闲 四个犯人每两天 就得挨个提审一回 云天和动作倒是快 没几天就把除了杨清风之外的 三个家伙 都给寄到他那本 《幽名经典》 上了 红发 罪孽值七星半 半步天刚进 抓捕参与度1% 收益80点经验时辰 肖敬红 罪孽值六星 玄陵六重进 抓捕参与度1% 收益50点经验时辰 夺破 罪孽值七星 玄陵九重进 抓捕参与度1% 收益70点经验时辰 二层天牢就是不一样 犯人虽然少 可个个都是很角色 别的不说 就说那个红发和鬼羞夺破 实力和罪孽值 都不比杨清风差 甚至更强 给云天和带来的好处也更多 七星罪孽 玄陵九重 竟然才被关在丁字号玉 那甲字号玉里 关的该是什么样的怪物 天刚进宗师 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 也可能是这几个老家伙 被关的时间太长 一个个老胳膊老腿的 不怎么闹腾 那些闹腾的 才被重点关押 云天和也见识了二层 是怎么提醒犯人的 一层那些狱卒 动不动就上烙铁 刀床 老虎凳 各种稀奇古怪的刑具 花样百出 看着就吓人 可二层不一样 他们竟然用阵法来对付犯人 火阵 雷阵 兵阵 刀阵 只要把犯人往阵里一扔 就会有火焰 雷霆 冰霜 刀剑射出来 触目惊心 云天和算是开了眼界 总算明白 这些凶名赫赫的老魔头 是怎么变成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的了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过了半个多月 这天 云天和盘腿坐在房间正中 闭目养神 雄魂的灵气在他周身疯狂涌动 像无数条狂暴的蛟龙 搅动得整个房间飞沙走时 气悬呼啸 这些气悬宛如一个个贪婪的巨兽 疯狂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融合成更加恐怖的存在 眨眼间 房间内狂风大作 仿佛要将一切都撕碎 二层的所有岩石墙面 而且经过阵法加持 这要是换个普通房间 早就被轰成渣了 就在这股力量即将达到顶峰时 哄 一声巨响 气悬猛然炸裂 化作无数灵气洪流 冲刷着房间的每个角落 最后房间竟变得鲜尘不染 呼 云天何尝舒一口气 缓缓睁开双眼 眼中金光暴射 又失败了 虽然失败 但他眼中却没有丝毫沮丧 反而燃烧着熊熊战役 还好修炼了 赤焰焚天绝 肉身强悍无比 还身怀百八十门武学 都升级到不俗的境界 抵蕴身后的下人 换作别人 冲击天刚境失败 灵气反噬之下 不死也得脱层屁 但他仅仅是觉得 体内灵气有点乱 气血不顺畅而已 这次 我融合到第六个气旋 就失败了 再来个十几二十次 肯定能成功 但这个念头刚一出现 就被他否决了 算了 我有经验值 直接堆上去 就完事了 放着捷径不走 这不是傻吗 以我现在的赚经验速度 再过十天左右 就能攒够 冲击天刚境的经验值了 想到梦寐以求的 天刚宗师之境 云天河眼中 有光芒闪烁 行房外 云天河冷冷看着杨清风 只见他跪在地上 浑身皮肤上 不断冒出尖刺 看得人头皮发麻 这才几秒钟的功夫啊 杨清风 就变成了一个刺猬 密密麻麻的尖刺 从他皮肉里钻出来 扎得他血肉模糊 要说这杨清风也是个狠人 装得跟个没事人一样 现在被折磨成这样 居然只是脸色难看 身子勾搂着 冷汗一直往下掉 梁非凡那张欠奏的 轻浮脸惊天 竟然难得严肃起来 一双眼死死盯着杨清风 手里拿着个发白光的小盒子 时不时往杨清风身上 穴位上一摁 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 第二十二章 天刚进宗师 杨清风疼得直哆嗦 皮肉底下 像是被无数根无形的长针扎着 在血肉里乱钻 罪魁祸首 就是梁非凡手里那小盒子 你别看梁非凡这小子 平时吊铃铛的 咱们丁字号的刑法 就没有他顽不转的 老赵说着 语气里竟然还有几分得意 尤其是这玩意儿 叫结脉针 郑玉斯研发出来的 专门收拾那些 修为高深的硬骨头 这小盒子往穴位上一放 灵气化作的细针 就钻进犯人体内 顺着经脉乱窜 老赵仿佛亲自体会过 那般酸爽 那滋味多少玄灵镜 甚至天刚镜的魔头 都扛不住 云天河听得直皱眉 这阵玉斯还真是群疯子 竟发明这些阴损 毒辣的刑剧 杨清风被折磨了 整整两个时辰 整个人跟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脸色惨白 哪还有半点平时的嚣张气焰 杨清风疼得直抽搐 却硬撑着冷笑 阴狠的目光 从在场玉族脸上 一一扫过 像是要把他们都记在心里 老赵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 正要让梁非凡再来一遍 梁非凡却一摊手 没灵气了 得回阵玉斯补充 算你小子走月 老赵恶狠狠地瞪了杨清风一眼 下次再来收拾你 回去的路上 云天河突然感觉脑中的 幽冥静点 动了动 脚步一顿 梁非凡见状 很实趣地说 云兄 你是不是有事 要不你先去忙 我一个人 把这老魔头压回去就行 行 梁哥 就拜托你了 云天河也没跟他客气 幽冥静点 上纪录的犯人信息又少了俩 估计是被砍了 这就意味着 又有两次抽奖机会 哈哈 好说好说 云老弟慢走 梁非凡皮笑若不笑地摆摆手 目送云天河离开 眼底却闪过一丝阴狠 等云天河一走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一脚踹在死狗杨清风身上 说 那小子什么来头 居然入了郑玉斯的眼 杨清风可出一口血 嗨嗨 回世子 那小子好像真有点秘密 剑籍出身 年纪轻轻 就踏足距临近 哼 有点秘密 我看 是秘密大得很 梁非凡眼中 寒芒闪烁 查 给我仔细查 世子 要不要 杨清风眼中 闪过一抹狠毒 暂时先别动他 坏了我的大事 你担待得起吗 是 嗨嗨 杨清风被梁非凡 拖回了地牢 另一边 云天河回到住处 立马兴奋地打开系统 让我看看 这次有什么好东西 五品 狂风刀法 六品 妙手易容术 有点鸡肋啊 云天河撇撇嘴 不过当他看到 金燕值的时候 眼睛顿时一亮 金燕值都已经 二十多万了 突破 必须突破 一股无法抑制的 兴奋涌上心头 云天河 立刻开始冲击下 一个境界 云天河 摆出五星朝天的姿势 疯狂冲击境界 给我破 天罡宗视镜 金燕值 加加加 二十万金燕值 加到境界上 一股莫名力量 化作洪流 涌入丹田 九个灵气漩涡 瞬间合而为一 压缩 凝炼 恐怖的能量波动 让云天河 几乎窒息 哄 一声巨响 在云天河脑海中炸开 一滴液态灵气 出现在丹田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灵魂都被彻底洗涤 力量如火山喷发般涌现 哈哈 这就是天罡境的力量吗 天地灵气 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光流 疯狂涌入云天河体内 他就像一块海绵 贪婪地吸收着这股力量 修为每时每刻都在暴涨 此时此刻 云天河并不知道 他的突破 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郑玉丝府 灯火通明的房间内 郑玉丝总司夜节症 饶有兴致地翻越着 妖族肢体响解 时不时还拿起毛笔 在桌上勾画着什么 阴森的笑容令人不寒而栗 嗯 窗外突然刮起一阵妖风 吹灭了金油灯 夜节指尖轻弹 一道灵光积射而出 熄灭的金竹顿时火光重燃 然而 他的眉头却微微皱起 眼中闪过一丝惊诧 这金竹以深海聚精之油炼制 寻常锋利根本无法撼动分喉 除非 除非是蕴含着强大灵力的钢峰 可这小小的院落 又怎会突兀地刮起 如此诡异的钢峰 夜节心念一转将手中书册放下 起身走到窗边 举目望去 下一刻 他的瞳孔骤然一缩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只见天穷之上 一个遮天蔽日的白色漩涡赫然出现 无尽的天地灵气如潮水般涌入其中 最终化作一道通天彻地的灵力光柱 直插大眼天老所在的方向 这动静 不会是哪个老怪物要突破天纲了吧 夜节被眼前这动静 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不对 天刚镜哪来这么大动静 这灵气漩涡都快赶上小型龙卷风了 难道说是天刚镜突破神游 一想到这 夜节整个人都抹了 大炎王朝 啥时候又冒出来一位神游镜大能 当初他突破天纲的时候 那动静跟现在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这灵气漩涡大的 足足是他当初的十几倍都不止 这动静 怕是小半个炎金城都能看见吧 夜节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 竟然会选在天牢这种鬼地方突破 就不怕被这污秽之地影响了心境吗 夜节正疑惑不解的时候 突然一遍再生 只见那天牢深处突然涌出一股股黑烟 那黑烟翻滚着 咆哮着 像是一条条魔龙直冲天际 魔物 夜节脸色大变 这是天牢里那帮凶煞之气被惊动了 他身为天牢私欲 自然知道 这天牢底下镇压着多少穷凶极恶之徒 这要是让这些凶煞之气泄露出去 那还得了 得赶紧阻止他们 夜节正准备出手 突然 一道响彻天地的刀鸣声传来 震得他耳膜生腾 枪 一道无形刀器 如同开天辟地一般 从天牢深处冲天而起 瞬间将那些翻滚的黑烟搅得粉碎 紧接着 一柄通天彻地的黑色刀影 缓缓出现在夜节的视野之中 那刀影上散发着恐怖的凶煞之气 看得夜节魂不附体 恐怖如斯 第23章 要变身了 这 夜节直接看傻了 这恐怖的魔刀异象 是什么鬼东西 等等 他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 难道是那家伙 三百年前 镇玉丝有个人 狠话不多的很角色 天罡九重 为了突破神游镜 直接镇压在天牢第七层 就为了借天牢里 那谷子凶煞之气 那家伙当年修炼的 可是凶名赫赫的无上刀法 一品绝学 血域修罗斩 绝对是那家伙 除了他 谁还能镇得住天牢的凶器 弄出这么恐怖的魔刀 天罡宗师寿命三百之九 根基身后之人 活四百年 也大有人在 时间正好对得上 夜节越想越觉得靠谱 当初那家伙 虽然是必死官 但谁说必死官 就一定会死 指不定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 三百年突破个神游镜 不是轻轻松松 哈哈 天助我眼 夜节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郑玉丝 这是要崛起来啊 当天 天牢上空的灵气漩涡 和魔刀异象 直接把整半个严精城 都给惊动了 图摸丝 斩妖丝 观星丝 这三丝全都被惊动了 无数双眼睛 齐刷刷地盯着天牢 结果倒好 三方派人来打探消息 直接被郑玉丝私欲 夜节给拦住了 都给我滚远点 别打扰我郑玉丝前辈突破 三天之后再说 夜节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傻眼了 谁能想到 一向垫底的郑玉丝 居然还藏着 这么一位神妖精刀王 呼 云天河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从修炼中醒来 睁开双眸 眼前的一切 仿佛都焕然一新 原本昏暗的狱卒房间 此刻竟是明亮如昼 他目光所及 先毫必现 甚至能看清 十米外墙壁上 文银厚足的绒毛 不仅如此 天地间的灵气 煞气 杀气 阴气 怨气 各种气息 都清晰地在他感知中流动 仿佛此方天地 向他揭开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内饰己身 云天河更是惊叹不已 肌肤如温玉般 细腻光滑 却又坚韧无比 双臂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只需轻轻一搓 便能发出气爆之声 他的经脉和丹田 此刻都被液态灵气充盈 丹田深处 灵气形成的漩涡 不断地吸引着外界的天地灵气 一遍又一遍地冲刷洗练着他的身躯 无论是至还是量 都比玄灵九重强了百倍不止 云天河心中暗道 他甚至感觉到 丹田漩涡最中心的灵气 隐有化为固态的趋势 玄灵和天罡之间的差距 当真如此之大吗 云天河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思虑片刻 他意识到 这或许与自身情况有关 他身负白种武学 根基远超常人 在突破天罡进时 获得的好处自然也是常人百倍 我的修道根基是寻常人的百倍 于玄灵晋升天罡的过程中 所获得的好处自然也是他人的百倍 云天河恍然大悟 再次看向幽冥静点 刚刚平息的星弧 再度掀起惊涛骇浪 狱主 云天河 实力 天罡静一重 零三零零零零零 功法 赤焰坟天绝 三品 第七层 六二三 一零零零零零 血玉修裸斩 人吉 四品 反扑归真 二三五八九二 赤焰坟天绝 居然突破到第七层了 啥啥啥的事 还有这 血玉修裸斩 人吉 第五境反扑归真境界 经验值 还多了二十多万 什么情况 搞什么鬼 云天河赶紧回想自己突破的经过 赤焰坟天绝 突破还好说 当时吸收了海量的天地灵气 被灵气一通洗刷 脱胎换骨 顺带把赤焰坟天绝 冲到第七层也不奇怪 可是 血玉修裸斩 人吉 怎么回事 云天河拼命回忆 终于记起来了 好像是自己突破天罡径时 引动了天牢里 积攒多年的凶煞引起 这些凶煞之气 可是血玉修罗刀的最爱啊 平时吸收困难 但自己突破天罡径的时候 正好处于神而明知的状态 在气机牵引下 血玉修罗刀这老六 趁机狂吞凶煞之气 实力直接暴涨到现在的境界 这家伙 到底吃了多少凶煞之气啊 整整二十多万经验值 换算成凶煞之气 简直海量 难怪自己醒来后 发现房间都变亮了 原来不只是自己势力变好了 天牢煞气也被吸空了 原来武学进入反扑归真镜后 经验值还能无限增加 仔细想想也是 天刚镜强者都被称为宗师 但宗师之间也有强弱之分 零点经验功法的反扑归真镜 和二十多万点经验的反扑归真镜 肯定天差地别 试试看 云天和现在特别想知道 二十多万经验值的反扑归真镜血玉修罗斩 人机到底有多强 他抄起身边的狱卒配刀 摆出人急刀起手势 刀刚出翘一寸 一股滔天煞气 恐怖杀气瞬间爆发 整个房间温度骤降 地面和墙壁上瞬间凝结出厚厚的白霜 如果说 以前云天和使用血玉修罗斩人机 引动的杀气煞气是江河 那么现在 刀是为起 引动的凶煞之气便如冤四海 磅礴无量 凶绝天地 云天和收刀 虽然还没跟天刚镜宗师打过 但这一刀若是斩出 天刚镜恐怕也不能抵挡 一刀出 天地变色 生机断绝 这 就是现在的血玉修罗斩 我倒要看看这第七层的 赤焰焚天绝 到底有何奥妙 云天和体内灵力疯狂涌动 一股脑地灌注进功法之中 哄 下一秒 一股狂暴的火力 在他体内炸裂开来 如同火山喷发般势不可挡 瞬间席卷了他的四肢百骸 死 好霸道的火力 云天和倒吸一口凉气 只觉浑身的血液 都要被点燃了 炽热的明火 不受控制的透体而出 瞬间将整个房间 照得如同白昼 房间内残留的凶煞之气 在这股恐怖的热浪面前 如同冰雪遇到了烈阳般 瞬间蒸发的一干二净 而云天和体表的皮肤上 也开始浮现出一道道 玄奥复杂的火纹 这些火纹仿佛活过来一般 在他身上游走不定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高温 我靠 这感觉 是要变身 云天和猛地瞪大了眼睛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躯在膨胀 再变大 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在他体内涌动 不行 不能继续了 云天和强行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 急忙停止了功法运转 这 赤焰焚天绝 果然霸道 这才第七层 就如此恐怖 要是练到第九层 难道我真的能深化上古火神不成 云天和心中震撼 传说中 上古火神可是掌控世间万火的存在 拥有着焚天主海 毁天灭地的恐怖力量 要是真能拥有那等力量 横推当势 又有河南 第24章 不到无敌不出山 天刚静 我终于突破了 不用像之前一样 畏首畏尾了 云天和畅快大笑 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他心情大好 哼着小曲 整理了一下衣服出门 刚到钉子浩玉 就发现平时死气沉沉的牢房 今天竟然热闹非凡 狱族们一个个喜气洋洋 跟过年似的 云天和好奇地问老赵怎么回事 老赵笑得见牙不见眼 小云啊 咱们天牢里这是来了的大神仙 把那些欺压咱们的妖魔鬼怪 杀得片甲不留 现在谁不知道咱们天牢的厉害 哈哈 云天和听得一愣 这老赵说的 该不会是他自己吧 丁三号牢房内 原本应该盘膝而坐的杨清风 此刻却单膝跪地 在他面前 一个看似平凡 眼神却锐利无比的男子 覆手而立 嘴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却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压迫感 世子 您是说 大阎天牢里出现了一位神游镜的绝世刀王 而且 实力还极为恐怖 杨清风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 一旁的梁非凡 脸色也十分凝重 沉声道 神游刀王不假 但恐怕不是大阎的人 你想想 大阎天牢里关押的刀刀高手可不少 五十年前的寒压刀斧叛逆 一百年前的单眼刀魔 还有两百年前万妖谷的那位 哪个不是天刚进的刀刀强者 这次突破的 很可能是他们其中之一 若是他们 那突破之后 必然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到时候 整个天牢都要被他们搅个天翻地覆 杨清风眼中闪过一丝兴奋 这对我们来说 或许是个机会 梁非凡却摇了摇头 语气凝重 我只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乱就好 我潜伏在此三年 好不容易看到一丝希望 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出任何差错 说到这里 他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双手紧握 雄浑的灵气波动 从他体内散发而出 哪里是什么宁气净 三年 三年 若是失败 下一次 又要等到什么时候 梁非凡咬牙切齿 眼中满是阴狠之色 世子天纵奇才 吉人天象 这次营救岳王的计划 一定能成功 杨清风赶忙低下头 语气恭敬地说道 到时候 岳王重获自由 我日月叫岳王一脉 就能重掌大权 称霸天下 梁非凡的目光落在杨清风身上 语气也缓和了几分 这些年 真是苦了你们了 为了救出岳王 我等就算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惜 杨清风一脸坚定地说道 梁非凡没有再多说什么 又交代了几句 便转身离去 杨清风重新做回耀眼的光束之中 闭上眼睛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天牢里突然冒出一个神秘刀王的消息 像一阵风一样 传了整整三天 才渐渐平息下来 云天河也是后来听别人说闲话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突破天罡镜 竟然在外面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好家伙 整个大言经都快被自己搞翻天了 大言四大机构 全都惊动了 就连当今天子 都派人来打探消息 不就是突破了个天罡镜吗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云天河心里暗暗嘀咕 他哪里知道 自己这次突破天罡镜的动静 比别人晋升神游镜还要夸张 当然 他现在还不知道天罡镜之上 还有一个神游镜 按照他现在的境界 至少要修炼到天罡镜第九重 才能知道下一个境界是什么 毕竟他没有失诚 一直靠着自己摸索 虽然已经突破到天罡镜 但云天河并没有骄傲自满 他决定继续躲在天牢里 猥琐发育 不到无敌不出山 突破到天罡镜之后 每提升一重境界所需的经验值 都以十万的幅度往上暴增 云天河之前那种火箭般的修炼速度 也一下子慢了下来 天罡镜一重升到二重案 现在的每天的收益 需要一个月 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 绝对一巴掌呼他脸上 骂他不知好歹 可云天河是真的嫌慢 这才哪到哪啊 一重升二重 后面还有二重升三重 三重升四重 一直到九重 这时间得按年来算吧 不行 这修炼速度太拖后腿了 得想办法加快 啥时候才能让我接手二层啊 云天河盼星星盼月亮 就盼着郑玉丝的人赶紧来 跟他说 恭喜你 正式加入郑玉丝 以后天牢一二层 随便你逛 总算 在云天河望眼欲穿的期盼中 郑玉丝的人来了 可来的这小丽 不是来通知他正式入职的 而是因为别的事 距离二重了 你小子可以啊 还是上次带路那小丽 此时正满脸 惊讶地看着云天河 我这就回去禀报唐校尉 你颇有修炼天赋 别提了 前几天修炼的时候 突然感觉体内真气一阵乱窜 好像有什么东西钻进来了 稀里糊涂就突破了 云天河挠挠头 装出一副傻小子 傻也不懂的样子 那小丽却是一副我懂 我都懂的表情 看云天河的眼神 也从惊讶 变成了羡慕 你小子 运气真够逆天的 竟然连 的便宜都能让你捡到 虽然小丽说话说 一半藏一半 但云天河明白 这家伙肯定以为自己 是因为 最近老李传的 神乎其神的神秘大能 才突破的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不然 他也不会故意 把修为暴露到聚灵二重 云天河心里盘算着 是不是再稍微 展现一下天赋 郑玉丝就能早点 把他收进去 你也别得意 这月的考核要是能过 你进郑玉丝的事 就算板上钉钉了 小丽摇头晃脑地说 云天河一听 顿时愣住了 考核 什么考核 我在丁字号待了这么久 不算考核吗 在丁字号那点事 顶多算个入门测试 那小丽解释说 前段时间 郑玉丝查的是你的背景 只有祖宗五代 都清清白白 才能进行下一步 云天河这才明白 原来这段时间 郑玉丝把他祖宗十八代 都查了个遍 还好他身家清白 是个跟正苗红的五好青年 接下来的一个月 才是真正的入司考核 你以为我们郑玉丝 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吗 那小丽说着 还带着几分傲气地 看了云天河一眼 然后才说 跟我走吧 云天河一头雾水 只能乖乖地 跟在小丽身后 这小丽一路上神神秘秘地 一句话也不说 直接带着云天河 来到了天牢 三层 竟然是天牢三层 云天河做梦也没想到 所谓的考核地点 竟然会是在这里 三层可比二层亮堂多了 人也多 全都是静置法符 地上 墙上 头顶上 闪着光 几乎无处不在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从符纹里散发出来 压迫感十足 三层的牢房全是封闭的 根本看不见 里面关着什么妖魔鬼怪 云天河偷偷用灵气 加强了一下听力 两边的牢房里 不时传来一阵阵野兽般的嘶吼 听得云天河毛骨悚然 第25章 发现收益新大陆 妖 难不成真的是妖 云天河心里一咯噔 这小丽二话不说 把他带到一处森严无比的牢房前 掏出一个古怪玩意儿 捣咕几下 只听轰隆一声 那钢筋铁骨的牢门 竟缓缓打开了 一股子冲天的腥臭味 差点没把云天河当场送走 进去 小丽吆喝一声 一脚就踏进了那鬼地方 云天河也硬着头皮跟进去 可这一眼看去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那牢房里 居然关着一头猪 不 应该说 是一头比野猪还野猪的怪物 这畜生比寻常野猪 大了何止五六倍 浑身肌肉跟石头疙瘩似的 一根根黑毛跟钢针一样 看得人头皮发麻 他居然像人一样站着 两只蹄子被粗大的铁链锁住 正对着云天河呲牙咧嘴 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吼 这乃是吼 简直就是一千年没刷牙的味儿 直冲脑门 云天河差点没忍住 一巴掌拍死这臭哄哄的玩意儿 咳咳咳 连那小力都被熏得直咳嗽 摆摆手说道 看见没 这就是妖 云天河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我长眼睛了 还有你说 这野猪腰刚修炼一百年 踏入了聚灵境 你今天的任务 就是跟他关在一起 待上半天 云天河这才明白 这阵玉丝的最终考核 原来是要玩命的 小心点 不要被吓得失禁了 小力黑黑一笑 转身就走 劳门光当一声关上 只剩下云天河和那头野猪精大眼瞪小眼 小力一走 那野猪精就瞪着血红的眼睛 死死盯着云天河 那眼神 仿佛在看一顿美味佳肴 那野猪腰的眼睛 比同龄还大 布满血丝 跟要把他生吞活泼了一样 一般人 被这眼神一扫 早就吓尿了 现在云天河突破到天罡了 实力暴涨 捏死这畜生跟玩儿一样 不会有人在偷窥我吧 云天河 假装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牢房里 那些闪着光的静止 这鬼地方 又是考核的 不会真装监控了吧 不过转念一想 我就是个小喽啰 就算有人盯着 估计也是个战武诈 那就没什么好估计的了 云天河心思一动 一丝灵气 顺着袖子溜到地上 然后搜的一下 钻进了那头猪的体内 突破天罡之前 灵气离体超过一丈就散了 现在不一样了 灵气变成灵刚 玄妙了许多 离体宁而不散 天罡宗师 白齿剑刚 可不是吹的 灵气顺着那猪腰的脚踝 钻进他体内 然后开始四处乱窜 云天河倒要看看 这妖怪的身体构造 和人有什么不一样 控制着灵气 沿着他的经脉 骨骼游走 正看得起劲呢 突然 脑海里的 幽冥静点 震了一下 多了一夜 泛妖 山野诸精 罪孽值 五星 实力 聚灵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1% 收益 40点经验时辰 还能这样玩 我的灵气在他体内 也算是变相 压制他了 所以也算参与抓捕了 云天河 这简直是发现了新大路 他试着把更多灵气 注入猪妖体内 结果 幽冥静点 尚显示 对他的抓捕参与度 竟然也在增加 云天河不断加大灵气输出 眼看着抓捕参与度 和收益 蹭蹭往上涨 一直到20% 才停下来 再注入灵气 也没变化了 看来镇压上限 就是20%了 云天河心里暗响 这时候 那头猪妖 已经彻底不动弹了 灵气入体 这蠢猪 居然毫无察觉 随着云天河 海量的灵气 灌进去 这猪头 都快被灵力撑爆了 就剩下一张嘴 在那哼哼唧唧 以后再收录犯人 就省事多了 云天河 一边把灵气 从野猪精体内抽出来 一边心情大好 以后再遇到犯人 云天河 只需要往他们体内 灌注一丝灵气 就当是协助镇压 就能完成 幽冥静点的收录了 哪还用得着等 他们被提审关押 不过这办法 也不是对谁都好用 毕竟不是每个犯人 都像这头蠢猪一样 又聋又牙 对灵气入体毫无察觉 这头畜生才距灵境 罪孽值居然比 一般化元净的犯人还高 云天河收回 大部分灵气 只留下最初的那一点 然后查看其野猪精的资料 嘖嘖称奇 随手点开底下的 犯罪记录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头猪腰 原本只是一头普通的野猪 有天在荒郊野外 撞进了两个高手火兵 他也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 吃了败者的尸体 居然开了一份灵质 从那以后 就迷上了人肉的滋味 一开始 还只是偷偷摸摸地 挖坟吃尸体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开始主动袭击 进山的猎户和采药人 等实力强了 更是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冲进人类村庄 烧杀抢掠 无恶不做 这畜生也狡猾 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就这样 逍遥法外了近百年 实力也突飞猛进 眼看就要炼化猴肩横骨 口吐人言 进入化缘境了 结果乐极生悲 被斩妖司的强者带住 送进了天牢 百年时光 以人为时 难怪罪孽深重 这家伙吃的人 比一般化缘境魔头杀的人 还要多得多 云天和再次感叹 修行百年 也不过堪堪开启灵质 跟我们人类差远了 人族不愧是万物之力 当然 也有可能是这头蠢猪没有传承 修行方法太垃圾的缘故 那些有名有姓的妖族大派 修行速度肯定要快得多 云天和翻完了野猪精的信息 想着他要是死了 不知道能从幽名境点 上弄出什么东西来 他有一百种一千种方法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弄死这头猪妖 但又怕引起郑玉思的怀疑 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云天和在牢里耐着性子 等了三四个时辰 身后的牢门终于再次打开 没想到 你年纪轻轻 胆子倒是不小 还是领他进来的那个小力 看到云天和面不改色的样子 拍手称奇 云天和听完 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捂着嘴就冲出牢房 扶着墙根一阵狂吐 哦太恶心了 这味儿简直要命 哈哈 这才正常 郑玉思那小力 瞧见他这副惨样 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第26章 知捷老专家 打那天起 每隔两天 郑玉思就派人带云天和 去天牢三层炼胆 别说 他还真见了不少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猪腰 狗腰 猫腰 兔腰 牛腰各种精怪 应有尽有 大部分都是些刚距离的小喽啰 偶尔碰上 几个能说人话的 看着 还真是神奇 这些泛妖 可算让云天和 逮着机会了 一股脑全给收进了 幽名境点 这下好了 总算能把之前空荡荡的户口本 给填满了 这天 郑玉思那小力又来了 接二哥的考核 可不一般 你小子可得 做好心理准备 一上来 小力就故意调云天和胃口 难道难道今天 要带我去见天刚境的大妖王不成 有点刺激了 云天和一听不一般 眼珠子都亮了 心里顿时痒痒起来 不过云天和的期待 还是落空了 画形大妖是啥 那可是天刚宗师的存在 哪能是他这种小角色 想见就见的 现在能出现在他面前的 撑死了化缘境的小鳖三 眼前这个山里的野猴子成精 心狠手辣 最喜欢蹲树上 看准了机会就往下跳 把过路人的脑壳掀开 就为了吸溜 一口脑浆 据说 这会至少干掉上千号人了 云天和一进牢房 差点被眼前的景象恶心吐了 只见一只 尼猴精被牢牢捆在石台上 胸膛被剖开 里面的肠子 内脏流了一地 简直惨不忍睹 牢房里 除了一个郑玉丝小丽 还有一个身材 高瘦的老头 十根手指长得像阴爪似的 看得云天和 心里直发毛 小丽点头哈腰地 对老头说 寒老 人带来了 嗯 老头眼皮都没抬一下 瞥了云天和一眼 不耐烦地问 新来的 是 云天和赶紧回答 让他闭嘴 别影响到老子干活 想吐滚出去吐 老头不耐烦地挥挥手 小丽 吓得一缩脖子 连忙低声对云天和说 这位 是咱们镇玉丝舞作课的寒老 解剖妖魔鬼怪的祖师爷 你今天就负责 给寒老打下手 好好学着点 云天和一听 平时还是要低调点 这位寒老 居然是玄灵镜高手 再看寒老身边 摆满的各种刀具 云天和感觉自己 就像进了手术室 而那只猕猴精 就是带宰的羔羊 这寓司的舞作科 专门负责解剖妖魔鬼怪 取出有用的材料 有些魔头还会装死 必须得舞作科的专家 来个彻底解剖 才能断气 寒老下手 又快又狠 不一会儿 就把猕猴精开膛破肚 还得分出灵气 维持猕猴精的生命 好让寒老完成解剖 第三排第二列第七把刀 寒老突然喊道 云天和赶紧在刀堆里 找到那把刀递过去 心里暗暗佩服 不愧是老专家 对工具了熟于心 接下来三个时辰 云天和就看着那只 猕猴精从一开始的暴怒挣扎 到后来的痛苦哀嚎 最后在绝望中死去 整个过程看得云天和头皮发麻 冷汗直冒 妖兽皮操肉后 不用灵气 光凭刀子还真切不开 云天和也满头大汗 装作自己是聚灵精二重 表现得气喘吁吁 寒老头喝着茶 笑眯眯地看着他 小子不错呀 比前几个愣头青强多了 要不要来武作科跟我混 云天和心里冷笑 我堂堂天罡宗师 给你打下手 已经是看得起你了 还想长期雇佣 想得美 不过他表面上 还是装出一副 受宠若惊的样子 寒老头满意地点点头 这小子上当 随后 他叫人进来收拾残局 自己晃晃悠悠地走了 此时 那弥猴精 已经被大卸八块 切得整整齐齐 连肠子里的玩意儿都没浪费 云天和不禁感叹 这老头 真是个人才 弥猴精一死 有名禁典 上关于他的记载就消失了 只剩下两次抽奖机会 两次 云天和琢磨着 这算不算助攻杀人 八成是了 不过他没急着抽奖 先去跟带路的小丽道别 小丽告诉他 韩老头对他很满意 给了他假等评价 云天和这才知道 原来入司考核 还有这种评分 回到牢房 云天和迫不及待地打开 幽名静点 杀犯人抽奖多了 杀妖还是头一回 不知道能抽出什么宝贝 是否抽奖 是 金光一闪 几个光团出现在书页上 比之前少多了 云天和选中最大的那个 顿时 无数记忆涌入脑海 画面一闪 一只浑身毛发油光水滑的猕猴 蹲在山头上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透着一股邪性 这猴子不爱吃桃 就爱吃脑水 一开始 他也就敢抓点鸟雀 敲开脑袋 缩溜两口 后来个头越来越大 胆子也越来越肥 野兔 野鹿 全给他祸害了 再后来 豺狼虎豹都不够他撒牙缝的 最后盯上了人 这畜生吃的人脑子多了 居然开了窍 变得贼强 还整出点妖法 能隔着脑袋看人脑花 在他眼里 人脑和野兽脑瓜子还不一样 野兽的脑僵子黑乎乎的 味儿最重 活人的是白的 像豆腐脑 味儿还行 最好吃的 还得是那些炼家子的 红的 黄的 紫的 跟喝穷江玉叶似的 溪溜溜溜机大口 哦 画面消失 云天鹤猛地睁开眼 巴吉巴吉嘴 下一秒 差点把苦胆都吐出来 什么玩意儿 真恶心 云天鹤嫌弃地擦擦嘴 然后看向自己的收获 神通 金金 七品 第一层 五五一百 云天鹤都愣住了 杀了那只脑子有病的猴子 竟然抱了个神通 还是加强眼力的神通 虽然只是七品 可再怎么说 也是神通啊 那可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 云天鹤可是知道的 很多武功秘籍 都是从神通里头参考出来的 就比如 他现在练的这套三品 赤焰焚天绝 就是从上古火神的神通演变来的 不过 这等级也太低了 才一层 就一招隔山打牛 不对 是阁炉关脑 我又不是 那只变态猴子 看人脑僵子干啥 云天鹤摇摇头 直接把攒下的几万金燕值砸进去 不幸对不出一个逆天神通 第27章 这老灯庄死 金燕值 疯狂往金金神通里灌 哄 云天鹤只觉双眼 像是被一股清泉猛的灌入 说不出的舒爽 这股清凉劲儿 随着金金神通的升级 越来越猛 无数奇奇怪怪的光影 在他眼前闪过 各种感悟 往他脑子里钻 等他再睁开眼 眼珠子里隐隐约约 透着一股邪意的金色虫彤 神光战战 一层关脑 这脑瓜子什么橙色 一眼就能看穿 二层关心 人心隔肚皮 在我面前 你心里想啥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三层关魂 命长命短 全在我眼里 四层关面 你这辈子是皇帝命 还是乞丐命 我一眼知道 五层关运 红鸾心动 桃花泛滥 云天鹤想着 突然卡壳了 升级到第六层 居然要一百万金燕 坑爹呢 他全身上下所有的功法 加起来都没这么多 二十万金燕 就升了四层 这七品神通也太能吃了 云天鹤刚想吐槽 突然 他猛地瞪大了眼睛 卧槽 七品变二品了 原本金金神通 后面明晃晃的七品俩字 现在变成了更加耀眼的二品 稀里糊涂 就到手一门二品神通 要知道 他修炼的 赤焰焚天爵 也才三品啊 而且是功法不是神通 二品神通 这不得你听啊 得赶紧找个倒霉蛋试试 云天鹤兴冲冲跑到丁字号玉 却发现 玉族休息室 一个人都没有 见鬼了 都跑哪去了 他懒得去找 直接跑到牢房 反正犯人也是人 一样可以拿来做实验 他走到丁一号玉 隔招法镇 看到红毛老鬼 跟个木头似的坐在那 眼珠子空洞洞的 怪甚人的 先看看你这老鬼的脑子 云天鹤才懒得废话 直接金金神通开起来 就见那红毛老鬼 光秃秃的脑门上 瞬间冒出一层黄光 脑色发黄 有点东西啊 一般人脑子都是灰不拉几的 越聪明 颜色越深 红毛老鬼能修炼到半步天罡 果然有两把刷子 再看看你的心 红毛老鬼的胸口 肉眼可见的变得透明 一颗还在跳动的心 脏露了出来 比医院的X光还牛逼 只见这心脏长得奇形怪状 跟颗老树根似的 当然了 这玩意儿 其实不是真的心脏 而是金金神通 根据这老鬼的品性 变出来的品性 真把红毛老鬼的心脏挖出来 其实 和正常人的 也没啥区别 魂呢 给我出来 魂火熊熊燃烧 嗯 还能再活个几十年吗 云天河 摸着下巴琢磨 毕竟是半步天罡的老魔头 虽然看着快入土了 但生命力顽强着呢 不过嘛 继续在这天牢里关着 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这寿命吗 肯定的打个折扣 命格如何 命格这东西 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有人天生富贵 有人穷困潦倒 有人注定孤独终老 有人一出生 就站在了人生巅峰 虽然是天生的 但也能通过后天 努力改变 云天河 扫了一眼 红毛老鬼 嗯 命格兄 而且贵不可言 和他魔道七宗 成名老魔的身份 倒是挺配的 最后 看看你的气韵 普通人身上的气韵 就是一股气 最常见的是白气 还有代表 富贵的红气 代表官运的清气 以及象征着黄泉的 金色或紫色气韵 要是气韵够强 这骨气 还能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就比如红毛老鬼 他的气韵 是一条红色的火蟒 张牙舞爪 凶神恶杀 但此刻 却被一条条 锁链捆得结结实实 动弹不得 锁链上方 还悬着刀剑 完美地体现了 他现在 被关在天牢里 插翅难飞 随时可能被砍头的悲惨处境 这一套操作下来 红毛老鬼算是 被云天河里里外外 看了个遍 云天河对晶晶神通的理解 也更上一层楼 接着 他又将目光 转向了丁二号牢房的 日月交香主 还有丁三号牢房的杨清风 云天河差点当场就吐了 这杨清风老魔的心脏 简直不是人掌的 黑漆麻乌的 跟个烂蜂窝似的 还只往外冒绿水 一股子驱虫 在里面翻滚 小友 进来玩呀 杨清风这老魔 还笑眯眯地跟云天河打招呼 看得云天河一阵反胃 差点没把隔夜饭吐出来 玩你个鬼 云天河强忍着恶心 扭头就走 走到丁四号牢房 云天河发现老赵 和另一个狱卒 还有几个郑玉丝的家伙 都在那 他记得丁四号牢房里 关的是 鬼道练魂中的夺破老魔 难道出事了 丁四号好像快挂了 找郑玉丝的来瞧瞧 老赵小声说 云天河往牢里瞅了一眼 两个郑玉丝的 正在给夺破老魔检查 心神耗尽 肉身腐烂 活不了多久了 一个郑玉丝的下了结论 然后跟老赵他们说 这几天丁惊点 死了就赶紧上报 是 老赵他们点头硬报 那两个郑玉丝的一走 云天河 立马用精精神通往牢里扫 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夺破老魔 看着是快不行了 可他魂中里的火焰 却烧得正旺 哪像是要死的呀 云天河眯起眼睛 夺破这老小子 魂中 比那红毛羊 清风他们夹起来都猛 明显是留了后手啊 郑玉丝那帮家伙 估计也被蒙在鼓里 这老灯绝对是在憋大招 搞不好就等着炸死逃狱呢 不过 他越想搞事 云天河的机会就来了 老赵 走了走了 赶紧把这老东吸关起来 省大眼 云天河挥挥手 心里却开心 等这老小子一动手 就是云天河出手的时候了 到时候干掉他又能抽奖了 老赵笑呵呵地带着 云天河往外走 云天河不动声色地 用精精一扫老赵 再一看旁边那个叫柳宋的狱卒 云天河顿时愣住了 这小子印堂发黑 竟然有血光之灾 柳宋这家伙平时 看着挺老实的 修行天赋也不错 怎么就碰上这种事了呢 这柳宋33岁 宁气静九重 说不定还能突破到聚灵境 不行 得想办法提醒他一下 云天河心里想着 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只能先把这事记在心里 走一步看一步了 第28章 神通天听 几番津津神通 用下来 云天河只觉眼珠子 跟针扎一样 眼泪哗哗的 脑袋也是嗡嗡的 身子骨跟散了架似的 这神通用起来还挺费劲 云天河心里暗骂 他现在可是天罡宗师啊 用个二品神通 竟然这么难受 我说天河啊 你脸色咋这么难看 要不说一声 今天就别指手了 回去歇着吧 老赵看他这样 关切地说 云天河还没开口 就听到门口传来一阵 欠揍的声音 哟 谁不舒服啊 要不跟哥去天香阁 快活快活 保准你明天早上起来 龙金虎猛 不用说 这欠揍的语气 除了梁非凡 还能有谁 你小子 迟早死在女人肚皮上 老赵笑骂道 哈哈 老赵你就是不行 像我这样 再浪个十年二十年 都不在话下 梁非凡哈哈大笑 一点也不在意老赵的话 你个臭小子 云天河听着这两人斗嘴 目光落在了 刚进门的梁非凡身上 好奇心驱使下 他又一次施展了 精精神通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 直接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梁非凡 头顶盘旋着一条 玄色骄蟒 双目血红 张着血盆大口 胸念滔天 气成骄蟒 色主旋 这梁非凡 竟然是魔门贵子 云天河心中 掀起惊涛骇浪 他之前就觉得梁非凡不简单 没想到 竟然有如此来头 一个魔门贵子 不好好在魔门待着 跑到这天牢二层来干什么 云天河心中疑惑 但直觉告诉他 这事肯定不简单 管他呢 说不定又能像上次杨清风那事一样 让我再发一笔横财 云天河笑了笑 将梁非凡的名字 也加入了重点关注名单 这精精神通 真是宝贝啊 这才用了几次 就让我发现了这么多秘密 这要是去天桥底下摆的摊给人算命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成为 明洞京城的活神仙了吧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云天河依旧每天 被郑玉斯小丽带去三层 与不同的妖怪打交道 或是协助武作科的韩老头处理事物 这段时间 他又洗得了两种新的神通 第一种名为铁灵甲 是从一只穿山甲精身上 获得的八品神通 发动时 云天河的身体表面 会浮现出 类似穿山甲灵片的角质层 大幅增强防御力 连他自己用天刚灵气 都难以轻易突破 然而 这神通的副作用 是外观太过丑陋 让他看起来不仁不妖 因此 云天河只得无奈地 将气提升至无品后 便弃之不用 第二种神通 则有趣得多 名为天听 是从一只兔子精身上 获得的七品神通 这兔子精生前并无大鳄 只是痴迷于听墙角 最终因为 偷听到相国府而被抓获 借助天听神通 云天河能够听到 极远处的声音 这让他对周围环境的感知更加敏锐 每次解腰后 云天河都能获得两次抽奖机会 通常是获得新的神通或经验值 令他惊喜的是 这些妖怪虽然实力不高 却意外地经验丰富 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值 加上日常积累 云天河顺利突破至天刚二重境界 云天河半躺在床上 眼皮懒洋洋地搭拉着 一手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膝盖 耳朵却灵敏地像雷达一样转悠 又在施展那神乎其神的天听神通 自从得了这宝贝 他每晚睡前必来这么一出 跟那些退休老头听收音机似的 可给他无聊的日子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不 今晚的保留节目又开播了 这天听神通 能让云天河的耳朵听闻穿墙而过 方圆极里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他的顺风耳 刚开始用这神通那会儿 简直是群魔乱舞 各种声音在他脑子里炸开了锅 差点没把他给听疯了 好在云天河天赋一禀 经过无数次魔鬼经验训练 现在这天听神通 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想听啥听啥 不想听的 统统屏蔽 呼噜噜 呼噜噜 嗨 楼下天牢里 犯人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 咳嗽声跟奏交响乐似的 嘻嘻索索 子子 老鼠 蟑螂这些小东西也没闲着 在天牢里四处乱窜 寻找着他们的晚餐 啊 饶命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没吃饭吗 给我家把剑 哈 当然 最精彩的 还是那些狱族们的夜间节目 各种惨叫声 求饶声不绝于耳 听得云天河那叫一个过瘾 不过这些声音 对于云天河来说 早就听腻歪了 他轻轻一播了 就像是在条收音机的频道 那些不想听的声音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第一个频道 锁定丁四号牢房的夺破道人 画面中 夺破道人脑袋上 插着八根明晃晃的锁魂钉 气息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 不知道是真死了 还是装死 云天河听了一会儿 心里默默记下 一月初八 夺破道人老老实实 没搞什么幺蛾子 下一个频道 目标 梁非凡 奇怪的是 梁非凡房里 静悄悄的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像是好几天没人睡过一样 这小子 又跑哪潇洒快过去了 云天河这几天 晚上可没少听墙角 十字里 倒有八次找不到这小子的人影 可明明好几次 他都亲眼看到 梁非凡打着哈欠回房睡觉了呀 一月初八 梁非凡又不在房里 奇了怪了 云天河一边嘀咕 一边切换频道 这次的目标 是之前被他看出 有横死之相的狱卒柳颂 这小子倒是勤快 都这个点了 还在房间里光着膀子 用烧得通红的铁纱搓脏呢 还在修炼 铁纱膜在柳颂皮肤上 发出刺耳的声响 可他愣是眉头 都不带皱一下的 云天河心里 暗赞一声 够狠 听了半天强根 云天河也觉得没啥意思 把那几个重点目标 都偷听了一遍 云天河又开始挨个听 其他牢房的动静 就跟收音机调频道一样 这一套流程下来 云天河这才开始 扩大频道范围 天牢三层 走着 不过三层 他也就是随便听了一下 直接就奔着四层去了 三层关的 都是些巨灵的妖物 云天河之前听过几次 那动静就跟进了 动物园式的 各种动物的叫唤声 此起彼伏 妖就是妖 哪怕只是刚聚灵的小妖 那打起呼噜来 都比人想十倍不止 三层真没啥好听的 第29章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那些妖物吧 虽然开了灵智 但野兽的习性一点没改 晚上不是磨牙就是放屁 吵得要死 和闹哄哄的三层比起来 四层可就安静多了 只是 偶尔会想起一阵 奇怪的长鸣 听得人奇奇怪怪 这声音邪乎得很 有点像牛叫 又有点像狮子老虎熊 虾子狼嚎 反正云天和 从来没听过这种声音 也不知道 是啥玩意儿发出来的 而且每次这声音一响 整个四层 都跟着微微颤抖 云天和循着声音 找到一间牢房 这牢房大门紧闭 上面还画满了法阵 五颜六色的光芒 闪烁不停 一看就是重刑犯的牢房 之前云天和 也想过偷听 这间牢房里的动静 但每次都被法阵 给挡了回来 这次 他把天听神通修炼到四屏 就想着再来试试 只见他耳朵微微一动 开始调整声波频率 慢慢的 云天和竟然真的穿透了法阵 渗了进去 四屏的天听神通 连四层天牢的隔音法阵 都能破了 不过 声音和画面 还是断断续续的 听得不是很清楚 但好在 云天和 总算是看到了牢房里 那家伙的真面目 那玩意儿竟然是一条 龙 除了头上 只有一只脚 个头也比传说中的龙小一点之外 其他的地方和画本里描述的一模一样 浑身长满了黑漆漆的鳞片 一张鳄鱼嘴 身子跟蛇一样 这玩意儿 分明就是一条黑龙啊 这黑龙浑身上下 都被法链捆得结结实实 四只爪子上 还钉着几尺长的法钉 他头顶上 还有一个法阵 时不时地 就披下一道雷火 一看就知道 这黑龙没少受罪 可即便如此 黑龙 还是时不时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嘴里发出痛苦 而又愤怒的长宁 牵动着身上的法链和法阵 哗哗作响 就连连接着法链的地面 也跟着一起震动起来 云天河忍不住赞叹 好家伙 天牢似曾 居然还关着一条黑龙 龙族多高贵啊 就算混得 差点是条蛟龙 那在妖族里 也是妥妥的贵族 大眼斩妖丝有点东西 连黑龙都敢抓 云天河心里 暗暗吃惊 忍不住又偷偷摸摸 靠近牢房 想听听这黑龙是不是有什么遗言 要交代 可还没听两句 就感觉涌道里 有人过来了 天听神通退出牢房 只见一个穿着 郑玉丝官服的家伙 长得人母狗样 官威十足 路过黑龙牢房的时候 还特地停下脚步 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意 云天河心里一动 天听神通 悄然跟了上去 就见这阵玉丝官 七拐八拐 来到一间牢房前 掏出钥匙 麻溜地开了锁 闪身钻了进去 云天河一高人胆大 自然也跟了进去 只见牢房里 关着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 长得倒是一表堂堂 那郑玉丝官 走到囚犯跟前 从怀里摸出一个精致的小瓷瓶 倒出一颗龙眼大的丹药 递了过去 那囚犯想都没想 结果丹药 直接丢进了嘴里 郑玉丝的官 竟然和四层重犯勾结 云天河心里咯噔一下 按道 这可不是小事 四层重犯 那起码是天罡宗师镜的狠角色 这狗官竟然敢和这种人私通 看着送丹药的熟练程度 肯定不是第一次了 难道是想帮他越狱 郁天河竖起耳朵 想听听这俩货 到底在密谋什么惊天大案 谁知 那囚犯刚吞下丹药 他和那狗官的身影 竟然刷一下 在他眼前消失了 郁天河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这俩人肯定不下了 更加精妙的隔音法阵 连他的天听神通都失效了 他下意识地 就想把天听神通 再提升一个档次 难道还能上报给真玉丝 还不如把经验留着提升实力 要是这四层重犯真想越狱 郁天河还真不确定 就凭自己现在这点本事 能不能保住小命 郁天河天听神通 退出牢房 那甲三的誉号 被他牢牢刻在脑子里了 他迈着方部在房里转悠 脑袋里飞快地盘算着 这事儿 怎么才能搞出点动静来 想当初在天牢一层 混吃等死的时候多自在 实力低微就没人拿正眼瞧 可这日子过得多舒坦 现在倒好 实力上去了 知道的事儿也多了 这日子过得真是心累 妈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郁天河淬了一口 眼睛一闭 扯淡 天他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关我屁事 我一个小小的狱卒 瞎操什么心 这大言天牢几百年都没他 里头关的妖魔鬼怪 多了去了 兵来降挡水来土眼 水浑了 我就趁机捞一把 水清了 就夹起尾巴做人 我可不去管 谁爱管谁管 想到这里 郁天河顿时觉得念头通达 整个人都舒坦了 狗住 就能赢 我干嘛要没事找事 郁天河一把撕碎了心里的重点 关注名单 睡觉 睡觉 哦对了 睡前先去听听那些大人物的八卦 牢狱内的破事 还是算了 打这以后 郁天河的日子又回到了从前 简单又刺激 白天上上班 下午去三层考考核 晚上继续听墙根 不够目标吗 都换成天牢外那些达官贵人了 当然 偶尔也会去四层逛逛 看看那条被关在贾一号的黑龙 或者去欣赏欣赏三号那个中年帅哥 只是看看而已 他云天河 现在可是个安安静静的吃瓜群众 闲下来的时候 云天河也会溜出天牢 去沿京城里逛逛 二层狱卒一个月有四天假 下了班 想去哪住都行 以前他嫌静静出出太麻烦 每次进出都要进行几道程序验身 而且他一心扑在天牢内 很少出去 说起来 云天河在其他狱卒眼里 绝对算得上是个怪胎 二十出头的年纪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他不去勾篮 也不进青楼 更对女人没兴趣 整天就喜欢待在阴森森的天牢里 和一群犯人打交道 不是怪胎是什么 第三十章 来得真不是时候 不行 得改改形象了 云天河按下决心 打算慢慢扭转 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 天牢一层 是懒得去了 那些个犯人 跟韭菜似的 割了一茬没一茬的 幽名静点 上收录的 也越来越少 还好有三层妖怪撑着 每天两万经验值 还是稳稳到手 碰上哪个不长眼的犯人 犯妖妖砍头的 还能抽个奖 赚点外快 这些经验值 全被云天河用来提升实力了 功法 神通啥的 先放一遍 不知不觉 云天河连升两级 现在已经是天罡四重的宗师了 丹田里的灵气漩涡 跟气球一样 越来越大 中心那灵气 都快凝成固体了 天书大道上 人山人海 到处都是看烟花的 一个个脸上 都洋溢着喜庆的笑容 碰碰碰 修 碰 绚烂的烟花 在夜空中炸开 将严惊的夜空 照得亮如白昼 云天河站在人群里 抬头看着天上的烟花 眼中倒映着五彩的光芒 鹅黄色的水袖青帅 一个肤白貌美的少女 红着脸蛋 提着花灯就冲云天河来了 还故意扯了扯她的袖子 云天河一愣 低头一看 可不就是个美人 两人站那儿 说了一会儿悄悄话 那姑娘脸蛋越来越红 跟熟透的苹果似的 最后 直接把张纸条 塞到她手里 转身就跑了 跑得连花灯都落下了 桃花春 姓花雨 柳旭飞 燕归处 云天河看着纸条上的 娟秀小字 又望了望那姑娘 消失的方向 全是人 哪还能找到 她忍不住笑了 这情诗 肯定得好好收着 今天可是上元节 满城都是烟花 云天河本来就想出来 凑个热闹 谁承想 还能碰上姑娘家 主动送情诗 想她之前 好歹也读过几年书 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刚才那姑娘 红着脸凑上来 小声跟她说 护城河畔 然后就把这纸条 塞她手里了 护城河畔 那可是严禁有名的 约会圣地 月光下 胡光玲玲 那叫一个浪漫 多少青年才俊 在那互诉忠诚 再看这纸条上的诗 明显没写完啊 桃花春 杏花雨 柳旭飞 燕归处 最相思 最后少了三个字 这意思还不明白 摆明了约她去游篮湖呢 这姑娘有点意思啊 还挺有才 八成是什么大家闺秀 也就严禁的姑娘 这么敢爱敢恨 我喜欢 云天河看着天上的烟花 心里感慨 亏得她出来了 要不然哪能 碰上这种好事 以前到底错过了多少姑娘 出来走走 果然没错 二十郎当岁 正是享受青春的时候 家人相约 必须去啊 以云天河现在的实力 就算那地方是龙潭虎穴 她也敢闯上一闯 她随手在路边摊 买了几只造型别致的布偶娃娃 提着女孩留下的花灯 云天河整整衣衫 直奔有蓝湖而去 谁只走到半路时 她却猛地顿住脚步 站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云天河看着手中的花灯和玩偶 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可真是 来得真不是时候啊 花音刚落 她便立刻转身 朝着天牢的方向 飞奔而去 就在刚刚 幽冥静点 毫无预兆地 在石海中躁动起来 云天河探查之下 顿时脸色一变 是夺破道人那夜出事了 只见 幽冥静点上 属于夺破道人那夜 光芒闪烁不定 上面的字迹 变得一片模糊 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不仅如此 云天河还发现 自己多了一次抽奖机会 这种情况 她还是头一次遇到 心中顿时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这夺破 还真是诈死 也只有诈死 才能解释这一切 她可以骗过所有人 却唯独骗不了 幽冥静点 不过 能让幽冥静点 出现如此异壮 甚至连抽奖次数都冒出来了 这诈死的法子 恐怕不简单 云天河不敢耽搁 火速赶回天牢 一连过了三道 验身程序 换上玉族符 她静止来到天牢二层 钉字号玉 刚进玉房 就看到老赵等几个狱卒 正围坐在桌边喝茶聊天 云天河不动声色地走进去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哟 这不是小云吗 怎么回来了 今天可是上缘佳节 你不是去游玩了吗 一个狱卒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 云天河每日去天牢三层参加考核 钉字号的狱卒们 哪个不认识她 他们早就知道 云天河被郑玉丝看上了 不日便会加入郑玉丝 飞黄腾达 自然一个个都上赶着巴结她 云天河脸上露出一丝傲闹 白白手道 唉 别提了 走在路上 衣服不小心被几个小娃娃弄脏了 扫了兴致 就干脆回来了 上缘佳节接上人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一个狱卒磕着瓜子笑着 早让你留在狱中陪我们当职 喝茶聊天 多快活啊 你当小云是你 人家今年才二十一 前途无量 人又生得俊俏 自然要多出去逛逛 看看能不能拐个大家闺秀回来 就是就是 一群狱卒拿云天河开着玩笑 云天河故意装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试探着问老赵 赵头 我刚瞧见四号玉 好像没人了 那犯人该不会是月狱了吧 老赵一听 催了他一口 呸呸呸 你小子这张破嘴 什么月狱 那四号玉的练魂宗魔头死了 今天可是上缘节 邪罪都得避让三分 他死在这天 也算应景 一听到那魔头死了 狱卒们都乐开了花 少了个祖宗 他们以后当职也能轻松不少 云天河故作惊讶地和他们聊了几句 找了个由头开溜 在外面吹了半天风 头有些疼 我先回去休息了 他原本只想找个借口回房抽奖 没想到老赵听了 小声嘀咕了一句 一个个的 年纪轻轻 修为也不低 怎么身子骨这么弱 动不动就头疼 云天河耳朵一动 停下脚步问道 还有谁头疼 还能有谁 柳宋呗 去四号玉收了烫尸 回来就喊头晕 这才什么时候就钻被窝里去了 说不定是人家想抓紧时间修炼呢 也是 咱们丁字号玉 就属他最勤奋 玉族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柳宋 云天河却暗暗留了的心眼 夺破是假死 柳宋头晕 再加上之前在他身上看到的横死之相 第31章 这老灯重修了三次 云天河心里 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不到半个时辰 云天河就来到了丁四号牢房门口 夺破的尸体 已经被郑玉丝的人带走了 这会儿 估计已经躺在解摩台上 等着被大卸八块了 牢房的法阵禁止 自然也撤了 云天河进去转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异常 他也没指望能找到什么线索 毕竟郑玉丝的人 早就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 云天河转身离开牢房 回了自己的住处 他施展天听神通 偷听柳宋房里的动静 一切如常 柳宋躺在床上 盖着被子 呼吸均匀 似乎已经睡着了 不可能再睡觉 夺破那老鬼 肯定附身到柳宋身上了 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还有什么应招 我倒看看 云天河没再浪费时间 确认情况后 立马撤了神通 夺破假死 给云天河贡献了一次 抽奖机会 还没来得及抽呢 这夺破死了 还能给我提供经验值 不过所提供经验也太少了 比之前少了三分之二 跟抓个距离镜的犯人差不多 天河摇摇头 懒得管他 直接开始抽奖 或许是和夺破假死有关 这次抽奖 只有一个光团 这光团黑漆漆的 阴气森森的 黑色光团搜的一下 钻进了天河的脑袋 瞬间 天河的脑海里 涌现出无数画面 画面里 他变成了一个 阴狠毒辣的少年 从小就被扔进了炼魂宗 在残酷的竞争中 杀出一条血路 获得了炼魂宗的真传 然后他开始修炼 从炼魂宗最底层的外门弟子 一步步往上爬 内门弟子 外门直视 内门直视 最后他竟然成了 炼魂宗的顶级长老之一 可惜好景不长 在一次宗门内斗中 他败了 差点丢了性命 呼 天河长舒一口气 缓缓睁开眼睛 他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沧桑 但很快又消失了 夺破这老鬼的传承 远超天河的想象 谁能想到 这份传承里的记忆 竟然长达几百年 天河在这段记忆里 几乎体验了夺破的一生 不 应该是三辈子 夺破这老鬼 竟然假死 重修了三次 三次都是加入炼魂宗 三次修炼的都是 同一门功法 只是一次 比一次拉胯 怪不得 同样是玄陵九重 夺破的魂种 要比红毛老鬼羊 和清风那些家伙 强壮那么多倍 天河的眼神 变得复杂起来 谁能想到 夺破这老鬼 本名竟然不叫夺破 而是叫灵蛮 他是两百多年前 一个凶名赫赫的 炼魂宗魔头 凶名比夺破到人 响亮十倍 实力更是夺破的 百倍不止 那可是天罡之上的 神游进鬼羊啊 夺破那老鬼的 假死转生之法 云天河终于残透了 这法子 说白了就是夺破那丝 三辈子苦修的 独门秘籍 一品 炼魂鬼爵 炼魂鬼爵 一品 第四层 4023 100000 这功法 现在归云天河了 一运转 炼魂鬼爵 脑海中 顿时无数光点疯狂汇聚 眨眼间 就凝成一滴漆黑如墨的水滴 这水滴 一出现 就疯狂吞噬周围的光点 转眼间 就变成了水团 水蛙 而云天河的神魂 也随着这水蛙 不断壮大 就像当初 突破天罡时一样 这感觉 心荡神痴 云天河看出 夺破那老鬼 重修三次的秘密了 这 炼魂鬼爵 表面上是炼鬼 实际上炼的是神 是神魂 是意志 云天河之前 突破天罡 就感觉这事件都不一样了 看得更清楚 听得更远 那是因为 神魂强大了 而这 炼魂鬼爵 就是专门修炼神魂的无上妙法 没有强大的神魂 怎么去炼化 那些凶神恶煞般的鬼物 把这 炼魂鬼爵 修炼到极致 别说区区一个夺破 就算是阎王爷来了 也能把它拉下马 随着脑海中的黑色水滴 变成水坑 云天河的神魂力量 暴涨十倍不止 心念一动 一股无形无质的力量 瞬间从水坑中涌出 闪电般扩散出去 这感觉 就像一下子多了 无数只眼睛和耳朵 周围的一切 都逃不过云天河的感知 云天河 甚至能清晰地看到 墙壁另一边狱卒的五脏六腑 血管里 流淌的鲜血 甚至连经脉中 那微弱的灵气 都看得一清二楚 什么狗屁血肉之躯 什么高墙铁壁 在他的神念面前 统统没有遮蔽 云天河拿那狱卒练手 谁知那家伙突然脸色惨白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 嘴里一个劲的求揉 鬼啊 有鬼啊 别杀我别杀我 就这 用神念探查一下 区区距离都能发现 云天河茫然 看来这玩意儿 隐蔽性不杂的 比天厅神通差远了 他又把神念探到牢房 想进去看看 结果被门口的法阵给拦住了 云天河加大输出 那静置顿时剧烈抖动起来 光芒闪烁不定 眼看着就要撑不住了 不好 有人劫狱 两个巡逻的狱卒 正好撞见这一幕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扯着嗓子就喊了起来 同时不要命地朝这边冲过来 云天河眼急手快 赶紧收回神念 经过一番折腾 云天河算是摸清了神念的套路 这玩意儿确实好用 探知范围广 能力强 还方便 还具备一定的攻击 几十里外 就能用神念 把敌人吓得屁鬼妙流 不诈屈人之兵 缺点就是 太容易打草惊蛇 而且会被灵器和法阵挡住 不够隐蔽 不过配合天听神通 那就完美了 我现在的神念探测范围 足足三十里 是普通天罡宗师的五到十倍 云天河感叹 不愧是一品爵士功法 怪不得升一级 就要十万点经验值 说起来 之前突破天罡四重后 经验值也攒了十几万了 干脆全家道 练魂鬼爵上 直接升到第五层 哄 云天河的脑海中 代表神魂的黑色水坑 瞬间暴涨 眨眼间就变成了 一亩见方的水潭 第32章 小鬼攀断虎 神魂暴涨 云天河的神念 也跟着扩散 瞬间席卷了整个天牢 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一路上 无数法阵禁止被触发 狱卒官吏 各个吓得心惊肉跳 整个天牢 瞬间乱成一锅粥 就在神念扫过第四层的时候 云天河突然看到一个角落里 一个穿着镇玉寺官服的男人 猛地站了起来 脸上满是惊怒之色 什么人 竟敢擅闯大言天牢 还莫等他看清楚 五层天牢下面 一股庞大的神念猛地 冲了出来 狠狠地撞向了他 好像还有人冷哼一声 云天河吓了一跳 赶紧把神念收回来 不再乱听乱看 外面乱糟糟的脚步声 让他感觉自己 像个闯了祸的小兔崽子 不过 这一下 他也摸清了情况 原来这天牢 一层到四层 都有高手守着 四层那个穿镇玉寺官服的 肯定是天刚宗师 五层那个更恐怖 怕不是神妖精卯怪 自从 炼魂诡诀 突破第五层 云天河的神魂力量暴涨 至少强了十倍 现在就算和神妖精 比拼神魂力量 他也不带怕的 得了夺破的三世记忆 他对修行界的事 也算了解不少了 天刚之上 还有神游 洞虚 天人 甚至更高的境界 云天河觉得 不可思议 辛辛苦苦晋升天刚 以为自己 天下无敌了 结果只是井底之蛙 妈的 这世界太危险了 动不动就冒出来一堆 能捏死我的老怪物 不行 得赶紧变强 十年 十年之内 必须突破天人境 云天河握紧拳头 眼中闪烁着疯狂的野心 要不是夺破那家伙做死 三次假死 把这一世都做末了 这本 炼魂鬼诀 也轮不到我了 这可是 直通天人境的绝世功法 夺破这老鬼 第一世 可是炼魂宗的太上 长老灵蛮 神游境的大能 要不是 被关在天牢五层 我根本没机会捡漏 想那夺破 一代鬼道王者 最终却便宜了云天河 翻开 炼魂鬼诀 云天河发现 这功法分养神 和炼鬼两部分 养神他已经体验过了 现在该试试炼鬼了 搜魂 夺破 抹食 还有关键的洋鬼练鬼 云天河两眼放光 仿佛看到了无数厉鬼 在自己面前 俯首称臣的场景 想当年 夺破那老鬼手下 可是有一尊神游境的鬼王 天罡境的鬼 将和天罡以下的小鬼 更是数不胜数 打起架来万鬼奔腾 简直是人间炼狱啊 云天河内心激动 可惜夺破那老鬼 被抓的时候 手下鬼宠 都被图摩丝一锅端了 自己现在 还是个光感司令 看来 要想成为鬼道至尊 还得自己动手 封一足食啊 云天河想了想 西照 随着一声低喝 云天河的眉心 亮起一道灵光 眼前景象 顿时变幻莫测 犀牛角 真能见鬼 云天河看着 炼魂鬼爵上的西照树 立马来了兴趣 他那津津神通 也能见鬼 不过他还没试过这功法 西照竹一起 周围全是鬼影 鬼气森森的 突然 他眼角瞥见个 面目猙獰的家伙 一双血红的眼睛 死死盯着自己 仿佛有弥天大仇 我房间一直有鬼窥视 云天河吓了一跳 这冷不丁冒出个鬼 谁受得了啊 他本来想抓两只鬼来玩玩 谁知道自己房间里就有 而且 这鬼好像跟自己有仇 那眼神恨不得 把自己生吞活泼了 云天河定睛一看 这不是当初贡献 血玉修罗斩 人疾 功法 给自己的攀断虎吗 至于吗 不就是没答应你的交易吗 死了还阴魂不散地跟着我 云天河不屑地撇撇嘴 起身就朝攀断虎走去 没想到 这祸竟然吓得脸色惨白 转身就往墙上撞 直接消失了 这都能跑 云天河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自己现在可是天罡宗师 刀法更是练到了人疾第五境 虽然有 试验焚天爵第七层 和 逆袭弓第五层的加持 不过这鬼老六 怕是早早跟在身边 知道自己真正的失恋 既然知道我的厉害 那就更不能留你了 云天河眼神一冷 神殿瞬间扑开 一把就将攀断虎的鬼魂 从墙里拽了出来 还想跑 给我老实点 云天河神念一阵 攀断虎顿时化作一团黑雾 在他手里拼命挣扎 让我看看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云天河直接施展搜魂术 强行读取攀断虎的记忆 片刻之后 云天河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么恨我 原来当初攀断虎谋反 所聚集的宝藏财富 是想留给还未出世的胎儿 所以想让云天河带口信出去 给他妻子 只可惜 云天河把这个秘密 上报给当时的罗玉点了 恐怕往后他妻儿的生活 注定颠沛流离 如何不恨云天河 所以化成厉鬼后 就掉在他身后 云天河才懒得理会他的叫嚣 直接按照 炼魂鬼爵的秘法 在那家伙的鬼魂里 种下了一道魂印 成了 这鬼物以后就是他的了 任他驱使 不过这魂印 还得时不时加固一下 免得这鬼物实力超过我之后 进行反噬 云天河想了一下 不过就这鬼东西的底子 估计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 鬼多了 就得弄个养鬼翻 养鬼胡啥的 不过暂时先塞指甲盖里 凑合一下吧 云天河心念一动 直接把那鬼物 塞进了右手小指的指甲盖里 以后只要他想 就能随时随地 把这鬼东西放出来 吞鬼杀人 去吧 就决定是你了 潘断胡 云天河还在幻想着 突然灵光一闪 既然攀断胡 都能变成鬼跟着我 那之前那几个家伙 他立马出了房门 果不其然 在不远处 发现了五只恶鬼 哟 这不是塞外七魔吗 怎么就剩 你们五个了 老五和老七呢 云天河看着这几个 当初被他亲手打得魂飞魄散 死状凄惨的家伙 第三十三章 上吧 就决定是你们了 这塞外七魔 当初可是让云天河 亲手送上路的 死相凄惨 全都倒挂在天花板上 跟一只只蝙蝠似的眼珠子 死死盯着云天河 现在看到他了 一个个面露恐惧 然后一哄而散 还想跑 云天河神念画成无形大手 猛地一抓 想跑 都给我回来吧 那些家伙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被他一股脑地炼化到指甲里 王八的鬼魂 怎么不见 还有天牢一层 那几个越狱的己人 也是不见 难不成修为不足 死后连鬼都做不成 这天牢里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鬼 冤死的 病死的 打架死的 想不开死的 要多少有多少 不过也不能抓太多 十个手指头可塞不下 再说 要是被镇玉斯那帮家伙 发现也不好 毕竟五层还有神游进的老怪物 也不知道镇玉斯那万事坑里 有没有厉害的鬼魂 等以后爬上去了 非得去瞧瞧不可 那些老魔头 死了变成鬼 肯定更加凶悍 云天河这十个手指头 平平无奇吧 里面可全是恶鬼 简直跟鬼仙一样 需要对敌的时候 直接放出来 不过 塞外七魔和潘断虎那点实力 也就比小鬼强一点 还是太低了 想要让炼魂鬼爵威力发挥出来 还得找些更强大的 具有潜力的鬼王 这炼魂鬼爵 就是以多七手 以鬼压人 没个带头的可不行 就像打仗没将军 一群乌合之众 能顶什么用 强悍的鬼王 哪里去找呢 怎么把那家伙给忘了 那夺破道人当初被抓 就是因为他 玉 一声吆喝 马车在荒郊野地猛的一停 差点没把云天河颠出去 那赶车的车夫抹了把汗 眼珠子滴溜溜转 指着四周的荒凉地 皮笑若不笑地说 公子 到地儿了 云天河也不废话 扔出一定银子 那车夫接银子接得手忙脚乱 一抬头 却见云天河慢悠悠地 朝着不远处一片乱坟岗走去 他顿时脸色一变 扯着嗓子喊道 哎呦喂我的公子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那可是乱葬岗啊 您可别想不开啊 云天河闻言 脚步一顿 回头似笑非笑地看着那车夫 悠悠道 说我是去想不开的 我家就在那儿 说吧 云天河脚尖一点 整个人竟是直接腾空而起 飘在了半空中 那车夫见状 瞠目结舌 待在原地 过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 鬼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滑破夜空 那车夫连滚带爬地上了马车 一溜烟地跑了 那速度 还以为真有鬼 在后面追他 云天河看着落荒而逃的车夫 嘴角露出笑容 凌厉运转 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在了原地 夺破老儿 你想要的鬼价 我替你收了 他身形快如鬼魅 身法飘逸 脚下生风 眨眼间便掠出数十丈远 青云纵和幻影迷宗 两大身法 在他手中施展得淋漓尽致 优雅轻盈 要是寻常人瞧见 怕是要吓得屁滚尿流 惊呼青天白日见鬼了 不过这西郊乱藏岗闹鬼的传闻 在当地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多踏云天河一个不多 少踏云天河也不少 不多时 一片阴森恐怖的景象 便出现在云天河眼前 到地方了 只见这乱藏岗一眼望不到边 到处都是坟头土包 有些甚至连个土包都没有 只有一卷破草席裹着尸体 随意丢弃在荒野之中 野狗豺狼成群结队 啃食着腐烂的尸体 有些胆大的 甚至直接刨开坟包 将里面的尸体拖出来 大快朵移 他们的眼珠子 泛着悠悠绿光 显然是吃多了人肉 已经彻底变成了吃人肉的怪物 正午的阳光 似乎无法穿透这片阴森之地 整个乱藏岗 都被一层浓浓的鬼物笼罩 如同黄昏般昏暗 云天河放出神石 想要探查一番 却发现自己的神石 竟然只能穿透实力 这乱藏岗 怕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凶险 云天河心中暗道 也只有这种地方 才能御御出让夺破那老鬼 都眼红的宝贝 云天河深吸一口气 毅然踏入了乱藏岗 刚走没几步 眼前突然一花 两只怪物挡住了他的去路 一直是毛发雪白的黄皮子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仿佛再看一顿美味佳肴 另一只则是一只吊死鬼 脸色惨白 舌头吐出老肠 正对着云天河阴森森地笑着 一惊一怪也想打劫我 云天河见状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笑了起来 正好 拿你们试试我心恋的鬼兵 话音未落 十道鬼影从他指甲飞出 气势汹汹地扑向黄皮子和吊死鬼 上吧 攀断虎 塞外七魔 就决定是你们了 云天河双手抱胸 好整以侠地看着眼前即将上演的好戏 乱藏岗深处 鬼气森森 阴风呼啸 比外围起码猛了十倍 别说阳光了 就算是玄灵进来了 也得被这鬼气迷了眼 普通人怕是三秒都撑不住 直接变成干尸 无数鬼影在浓雾中晃荡 其中一对格外嚣张 领头的居然是个穿着破烂盔甲的鬼将军 带着一群鬼兵耀武扬威的巡逻 突然 一道火光像利剑一样 劈开黑雾 轰的一声砸在鬼兵堆里 火焰熊熊燃烧 烧得那些鬼兵嘶吼惨叫 转瞬被烧得灰飞烟灭 好 鬼将军一看 拔出半截破刀就冲了过来 可还没等他靠近 又是一条火龙呼啸而至 三两下就把他烧成了渣渣 周围的鬼气瞬间被清空了一大片 这时 一行人才慢悠悠地从火光后面走出来 赤焰道长 不愧是雷云冠的天罡法宗高手 这火服一出 鬼物不可阻挡 一个英姿飒爽的美女 腰间别着长刀 冲着旁边一个中年倒是称赞 竟是敬佩之色 她旁边一个国字脸 穿着道袍的中年人 微微一笑 慕容小姐过奖了 我呀 也就活法还行 雷法真不怎么样 慕容雪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 这次有道长您 这位高手坐镇 我们进这乱葬岗 就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 肯定能顺利踩到英灵芝回去交差 法宗不敢当 老道可当不起 几个人边走边聊 忽然一道蓝光从鬼气中冒了出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们顺着蓝光望去 只见在一个巨大的坟头上 长满了散发着悠悠蓝光的灵芝 慕容雪眼睛一亮 惊喜地叫道 是英灵芝 这么多 说着就要冲上去采摘 可还没等他迈出步子 就被旁边的赤烟道长拦住了 慕容小姐 先别急 慕容雪转头一看 只见赤烟道长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片灵芝 眼神中充满了凝重 第34章 鬼降神通 慕容雪刚想问问啥情况 就听到一声巨响 震得他耳朵嗡嗡响 脚下一阵地动山摇 旁边那长满英灵芝的大土堆里 突然冲出一股黑气 直冲天际 那黑气一出来 英灵芝就像涂了一层亮光 蓝光闪闪 看得慕容雪眼馋 怪不得这破地方 长了这么多好东西 原来是窝藏了一只大鬼 无时无刻在滋养 慕容雪小声说道 哄 土堆炸开 一个三丈高的黑影 从里面爬了出来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慕容雪他们 慕容雪平时胆子大得很 这会儿也被这眼神 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刀柄 他身后那些图摩斯的家伙 更是不堪 一个个脸都白了 写满了恐惧 这时 赤焰道人突然站了出来 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红色的小盘子 别怕 都躲我后面 他抬头看着那个大鬼 非但不怕 反而笑了起来 好家伙 居然是只天罡鬼将 正好拿来练制我的护官道兵 今天运气不错呀 说完 赤焰道人哈哈大笑 纵身一跃 战力十丈虚空 手中小盘子光芒大胜 一条条火龙飞出 直奔那鬼将而去 鬼将也不甘示弱 怒吼一声 和赤焰道人站成一团 这就是天罡进宗师吗 果然气势磅礴 当真不凡 一人一鬼 打得天昏地暗 鬼气和火焰 把周围的鬼物 搅得天翻地覆 看得慕容雪 他们一行人 心神向往 死啦 一道黑影闪过 几只半人高的石狮野狗 瞬间被撕成碎片 吞吃殆尽 黑影回到云天河面前 单膝跪地 正是潘断虎的鬼魂 此时的潘断虎 鬼驱凝炼数倍 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不错 吃了这么多 总算能看了 天河满意地点点头 自从进了这乱葬岗 他一路遇到的妖魔鬼怪 全都被手下十个鬼族撕碎 可惜 其他九个鬼族都死光了 只剩下潘断虎这一个 没有洋鬼法器 死一个少一个 云天河只能把 其他鬼族的残魂鬼气 全都未给潘断虎 这家伙也不负所望 实力一路暴涨 眼看就要从鬼族 晋升成鬼兵了 炼魂鬼爵 不愧是一品功法 手下鬼宠变强 我居然也能跟着升级 云天河感受着 体内不断增长的力量 心中舒畅 这简直是躺平升级的节奏啊 以后等自己手下 有百万鬼兵 那升级速度 岂不是要逆天 云天河操控着潘断虎 继续开路 自己在后面 悠哉悠哉地跟着 就在潘断虎 跟一无头恶鬼 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远处突然轰个一声巨响 火光冲天 云天河眉头一挑 神念瞬间就扫了过去 同时耳朵也竖了起来 仔细听着动静 天刚宗师 竟然有人敢跟我抢怪 云天河脸色一沉 哪还有刚才的悠闲 直接一挥手 就把潘断虎给收了回来 那无头恶鬼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道刀光 劈成碎片 云天河冷哼一声 整个人如同一缕黑烟 钻进了鬼屋之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赤焰道人双手结印 疯狂把灵力王手上圆盘里灌 只见那圆盘之中 一条条火焰巨龙咆哮而出 在空中盘旋飞舞 最后竟然融合成了一条 更加巨大的火焰巨龙 足足有几十丈长 给我吞了它 赤焰道人一声怒吼 那火焰巨龙 顿时张牙舞爪地扑向了鬼将 一口就把他给吞了下去 那鬼将被烧得嗷嗷直叫 浑身上下突然冒出 一股股白色的煞气 转眼间 鬼将身上就凝聚成了一副盔甲 和一把十几丈长的森白长刀 只见他凶艳滔天 挥舞着长刀 几下就把火焰巨龙 给砍成了碎片 化作漫天火星 还没等赤焰道人反应过来 那鬼将就挥舞着长刀 对着他当头劈下 哄 地面瞬间被劈出 一道巨大的裂缝 滚滚煞气席卷而来 周围观战的慕容学等人 吓得脸色煞白 双眼满是恐慌 可就在这时 赤焰道人却诡异地 出现在了另一边 毫发无损 凝煞成兵 好好好 没想到区区一个无主鬼将 竟然也能领悟鬼道神通 赤焰道人非但不惧 反而兴奋起来 两眼放光地盯着鬼将 既然如此 那老道就更要把你抓回去 炼成护冠道兵了 他说着 反手一翻 手中的赤玉圆盘 瞬间变成了紫玉雕琢的模样 上面雷光闪烁 散发出一股浩然正气 雷云灌 那可是玩雷的大势力 赤焰道人 一手火法烧得鬼雾嗷嗷叫 可他压箱底的绝活 还得是雷法 他手托紫色圆盘 灵力不断往里面灌输 一时间 圆盘周围有无数雷霆闪过 天雷滚滚 给我劈死这鬼东西 赤焰道人身上的道袍 呼啦啦作响 一股庞大的气势瞬间爆发 浑身被雷法正气包裹 他手指头一掐 天上立马乌云密布 下一秒 咔嚓一声 手腕粗的闪电 往鬼匠头上劈去 一道接着一道 好 鬼匠被劈的鬼气直冒烟 怒吼声响彻这片区域 他挥舞着大刀响反击 却被雷霆劈得晕头转向 整个鬼重重倒在地上 没一会儿 那大刀和盔甲 就碎成了渣渣 连带着鬼匠那几十丈高的身体 都开始变得半透明了 试焰道人脸色有点发白 脑门子上也冒汗了 看来这招虽然厉害 但对他的消耗也是巨大 不过他心里却是大吼 脸上带着笑 觉得鬼匠已经毫无反抗之力 鬼东西 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乖乖入我雷云罐 当护法盗兵 赤焰道人一声怒吼 他大手一挥 又是一道闪电劈下 把那鬼匠打得只剩下半条命了 围观的慕容雪他们见状 当场给赤焰道人鼓掌叫好 可就在这时 那鬼匠突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招数 周围几十里的鬼气瞬间被他吸了过来 把他裹得严严实实 几个呼吸之后 鬼气轰然炸开 一条身长近百丈的猙獰鬼龙 嘶吼着从里面冲了出来 好 震耳欲龙的龙音声响彻天地 连脚下的地面都被震得微微颤动 第35章 神游进大能 这鬼龙身上的气息 比之前何止强了十倍 这 这是 鬼龙天赋神通 赤焰老道 脸色大变 他几乎想都没想 就疯狂催动雷盘 想要引动更强的雷霆之力 可之前无往不利的雷霆 现在 居然连鬼龙的护体鬼气都打不破了 只见那鬼龙仰天怒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 猛然冲进了头顶的雷云之中 搅动风云 竟直接把那孕育雷霆的乌云 给撕了个粉碎 咔嚓 赤焰老道手中的雷盘 也在这时 直接炸开了一道裂缝 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无比 身形一个亮强 嘴角更是溢出了一丝鲜血 这下局势瞬间逆转 实力暴涨的鬼龙 现在反过来追着赤焰老道满地跑 赤焰老道虽然主修雷法 但毕竟是个恋家子出身 身法还算敏捷 竟然硬生生在鬼龙的攻击下 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也被逼入了绝境 哄 一团恐怖的绿色火焰 狠狠地喷在了地上 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赤焰老道怪叫一声 一边狼狈地躲闪 一边拼命拍打着 被鬼火撩着的盗袍 活像一只屁股着火的猴子 哪里还有之前那副 先锋盗鼓的宗师模样 慕容大人 这可咋办啊 旁边 一群图摸似的家伙 看着赤焰道人 被鬼龙撵着跑 一个个说话都结巴了 赶紧问他们上司慕容雪 慕容雪也急得不行 死死咬着嘴唇 玉手握着刀柄 都捏得发白了 可最后还是颓然地摇了摇头 咋办 赤焰道人 可是天罡宗师啊 都被虐成这样了 他一个小小的玄灵一虫 能有什么办法 本来以为就是来顺手牵羊 取个草药的事 谁知道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下彻底是没戏了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该死的 一头鬼将 居然还会神通变身 还把我的雷火圆盘打碎了 这实力 天罡九重来了 估计也不是对手 赤焰道人心里 把那条鬼龙的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一遍 之前他仗着修为高 把人家打疼了 现在好了 人家化身风龙 就盯着他一个人咬 甩都甩不掉 想要求救吧 可周围就慕容雪这几个小虾米 最强的一个才玄灵镜 就算他拉下老脸 人家也帮不上忙啊 正郁闷着 赤焰道人一个没注意 脚下一滑 差点摔个狗吃屎 那鬼龙一看机会来了 幽绿色的眼睛里 凶光大盛 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 张开血盆大口 就朝赤焰道人扑了过去 赤焰道人想躲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张恐怖的大嘴 在自己眼前不断放大 心里一片冰凉 难道我赤焰子 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就在赤焰道人绝望的时候 一股浩瀚如海的神念 从天而降 如同神灵的怒吼 瞬间笼罩了整个战场 紧接着 那条不可一世的鬼龙 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了起来 像是拎小鸡仔一样 提在半空中 什么 还没等赤焰道人反应过来 就看到天空中的浓雾 如同被撕裂的布匹 向两边分开 一个修长挺拔的身影 脚踏虚空 从天而降 凌空虚度 神 神游大能 赤焰道人看着来人 下意识地惊呼出声 旁边的慕容学等人 也全都看傻了眼 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 从天而降的身影 连呼吸都忘记了 凌空虚度 欲空飞行 那是只有神游进大能 才能拥有的玄妙神通 对他们来说 天罡宗师就已经需要 他们抬头仰望 而神游大能 那更是行于云端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怪物 平时想都不敢想 现在居然活生生地 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如何能不让他们震惊 那神秘强者脸上 像是蒙了一层光芒面罩 根本看不清面目 站在半空中 就伸出了一只手 冲着那鬼龙一抓 那鬼龙就跟被一根绳子 给捆住了一样 拼命挣扎 吼叫连连 可没几下子 那不可一世的鬼龙 就被捏得缩水了好几圈 底下那帮人 包括赤焰老道和慕容雪 一众皆惊 这可是差点要了他们命的鬼龙啊 到人家手里 跟宠物一样 这实力 简直恐怖如斯 眼看鬼龙就要完蛋 鬼龙突然一声怪叫 轰得一声炸开了 漫天的鬼气里 迅速组成一只巨大的鬼霄 扑腾着翅膀就跑 那翅膀张开 足足有十几丈宽 不好 这鬼物要逃跑 赤焰老道 心里咯噔一下 按道这鬼东西 太狡猾 这变身逃跑的把戏 怕是神游镜的强者 都得着到啊 正想着 那神秘强者 已经闪现到他们面前 对着慕容雪微微一笑 姑娘 借刀一用 慕容雪一愣 低头一看 自己的配刀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到了人家手里 好刀 那神秘强者赞了一句 手起刀落 一道刀光 对着鬼霄逃窜的方向 就劈了过去 下一秒 所有人都看到了 毕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乱天 黑了 一股恐怖的煞气 从神秘强者身上爆发出来 遮天蔽日 紧接着 一道漆黑的刀光 撕裂了煞气 幻化出各种恐怖的景象 仿佛打开了地狱之门 各种煞气 幻化的妖魔 冲向鬼雾 地面上 冰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蔓延开来 转眼间 就覆盖了周围的一切 那道漆黑的刀光 就像一轮弯月 劈开了虫众鬼雾 朝着鬼霄追去 只是眨眼之间 那远处的鬼霄 就被追上 轰的一声 直接被吞没 谢谢 神秘强者淡淡 说了一句谢 都没见他怎么动作 那长刀 就好像有灵性一样 一下回到了 慕容雪的腰间 搞定这一切 神秘强者也不废话 脚尖轻轻一点 整个人 就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鬼霄 消失的方向 追了过去 直到他彻底消失不见 赤眼道人 慕容雪他们几个 还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半天回不过神来 一个个呆愣在原地 他们脑子里 就剩下一道 贯穿天地的刀光 他们也知道 这神秘强者 是神游镜的大能 可亲眼见识到 还是被震撼地说不出话 个人能力 真的能办到这种地步吗 简直就是神仙手段 第36章 拉风的坐骑 刀王 刀王 赤眼道人跟风了似的 激动的脸都红了 嘴里不停念叨着 眼睛里全是崇拜 他猛地一下站起来 手舞足蹈地 扯着嗓子喊 这才是真正的刀刀王者啊 他如今连宗师都没达到 宗师那是什么 那可是功法 修炼到极致的大人物 宗师之上 更是接近神仙的境界 才能称得上是王者 在修行界 想成为王者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你的技法 得接近通神 只有你的招式威力 堪比神仙 才能被尊称为王者 之前慕容雪宫为赤眼道人 是天罡法宗的时候 赤眼道人连连摆手说 自己不配 他可不是谦虚 他是真的不配啊 就算是宗师这两个字 可不是谁都能当得起的 赤眼道人做梦 都想成为宗师 可惜啊 以前只听说过宗师的名号 从来没见过宗师出手 现在 他终于亲眼见识到了 而且还是技法 接近通神的大人物 神游刀王 一刀堪比仙魔了 赤眼道人这激动劲 终于把吓傻了的 图摩斯一行人给惊醒了 慕容雪一听到 赤眼道人嘴里 喊着刀王两个字 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难道 是他 慕容雪想起一个月前 轰动京师的那位 郑玉斯高手 想想还真有可能啊 慕容雪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他在图摩斯总部 亲眼看到一把巨刀 从天而降 刀气遮天蔽日 那场景 跟刚才那位神秘的 神游刀王使出的刀光 简直一模一样 关键是 郑玉斯那位高手 也被称为神游刀王 小小的严金城 总不可能同时出现 两位神游镜的刀刀王者吧 慕容雪心里几乎已经确定了 回去之后 一定要把这件事上报 突然 他又想起了一件事 他下意识地低头 看了看自己腰间佩戴的 秋水长刀 那位大人 还跟我借过刀呢 慕容雪轻轻地把手放在刀柄上 一瞬间 仿佛有一股电流 从刀柄上传来 传遍了他的全身 他忍不住浑身一颤 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从心底油然而生 瘦 云天河手上灵光暴闪 一道道灵力王鬼消体内 魂印礼贯 直到那魂印光芒大盛 这才猛地一握拳 直接把这头凶悍鬼匠 给吸了过来 这头鬼匠变成一枚黑色戒指 套在了手上 本来还想学小说里那样 把鬼匠塞进指甲盖里 但这家伙实力强横 死活不肯跟那些小喽喽一样 挤那么个小地方 最后只能委屈他 变成戒指了 小亚 跟我斗 你还嫩点 云天河看着手上的戒指 脸上有些得意 想当初自己那一刀 根本就没砍中这鬼东西 为的就是把他吓唬住 方便自己收服 他来这可是为了抓鬼 可不是为了杀鬼 要是真把这鬼匠一刀劈了 那多可惜啊 二十多万经验值的人机刀 全力施展 那效果真是毁天灭地 攻击力爆表 特效炸炼 不愧是连夺破那老东西 都眼红的鬼物 果然有两把刷子 云天河感受着鬼匠的实力 他修炼的 《炼魂鬼诀》里 对鬼物可是有一套 独特的评价体系 这鬼 想出身乱葬岗 实力又强 按理说 早就该被煞气侵蚀 变得心智混乱了 可偏偏这鬼匠 心神纯净得跟白纸一样 简直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极品鬼宠 而且这鬼匠潜力无限 凝煞成兵 化鬼龙 化鬼霄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未来突破鬼王 甚至鬼皇都不是梦 云天河这次 剪大漏了 夺破那老小子 做梦都想靠这鬼匠突破天罡 结果偷击不成十八米 最后还得靠假死脱身 我要是拿着这鬼匠 到他面前晃悠一圈 他会不会直接被气死 云天河越想越觉得好笑 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小黑 出来溜溜弯 云天河心念一动 黑色戒指化作一头巨大的鬼龙 自己则是纵身一跃 稳稳地落在了龙手之上 吼 鬼龙发出一声嘀吼 在这云天河 在乱藏岗上空盘旋飞舞 惊起无数游魂野鬼 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 感受着耳边呼啸而过的阴风 云天河只觉得心胸开阔 忍不住放声长笑 朝北海玉竹灵雀 这才是真男人该有的生活啊 云天河骑着鬼龙 在乱藏岗上空盘旋 意气风发 哪个男人不想着 哪天能骑着神兽 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想当年他玩游戏的时候 做梦都想整一个拉风的坐骑 可惜啊 云天河骑着鬼龙 在乱藏岗 足足逛了一圈才下来 意犹未尽地停下 有个飞行坐骑就是不一样 想去哪去啊 想飞多久飞多久 辛辛苦苦修炼了这么久 虽然灵力比那些所谓的天才 强了十几倍 勉强能飞一会儿 但飞不了太久 有这鬼物当作骑 想飞就飞 关键还帅 唯一的遗憾就是 只能在乱藏岗这种鬼地方飞 人多的地方不能去 怕吓着那些人 也怕惊动实力强劲的老怪物 严金城 天牢二层 我叫你鬼龙怎么样 够霸气吧 云天河勾着嘴角 对着纸上的黑戒 一阵坏笑 黑戒里 一股浮了你了的神念悠悠传来 哈哈 就这么办了 云天河心情大好 你不服也得服 不过 这满身的鬼气怎么搞 得想个办法遮掩一下 总不能顶着这满身鬼气 招摇过势吧 鬼龙在他体内 导致他整天鬼气森森 虽然可以用神念和灵力遮掩 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必须得治标又治本 他想了想 开始用经验值提升功法 提升逆锡功 这门无品辅助秘法 早在云天河突破天罡境后 就被他提升至反扑归真之境 但毕竟只是区区无品功法 就算达到反扑归真 也掩盖不了他身上翻涌的鬼气 必须得继续提升 给我冲 一千点经验值砸下去 云天河身上的鬼气 顿时少了三分 再来一千点 鬼气再少三分 经验值继续加上 云天河身上的鬼气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三万点经验值下去 鬼气荡然无存 第三十七章 叫你柳颂还是灵蛮呢 镜子中原本鬼气森森的少年 此刻变得阳光帅气 仿佛换了个人 呼 终于搞定了 云天河尝输一口气 是时候炼制一件羊鬼法器了 他妈撒着右手食指上的黑戒 眉头微皱 羊鬼法器可不是随便说说 鬼魂藏在里面 不仅能得到滋养 实力还会慢慢变强 更关键的是 不容易被人发现 炼魂鬼爵和夺破老的记忆里 有数百种炼制养鬼法器的方法 以他现在的能力 炼制出来简直易如反掌 唯一的问题就是 炼制法器的材料去哪里搞 以前我觉得 钱财对我来说就是粪土 现在想想 我真是太天真了 想当初 我可是有机会获得一大笔财富 结果我居然用它换了一个破玉族的职位 和一门垃圾六品功法 我真是脑子进水了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对不会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云天河懊悔不已 炼制养鬼法器的材料都太贵了 就他那天劳狱族的微薄俸禄 一百年也别想买到 来得好好研究一下 幽冥静典上那些罪犯的卷宗了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实在不行 就找个倒霉的鬼秀 云天河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哎呦喂 小云 看什么呢 魂都被勾走了 老赵一巴 长拍在云天河肩膀上 看他眼睛都快粘在那花灯上了 周围一群 丁字浩玉的狱卒顿时 等着轰笑起来 一个个挤眉弄眼 就等着听八卦 云天河回过神 故作遗憾地叹了口气 上元节那天 本有一场约会 家人相约游篮湖赏灯 可惜啊 就这啊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 梁非凡大大咧咧地搂住云天河 走走走 哥哥我今晚带你开开眼 天香阁来了新人 保管你乐不思蜀 去去去 别带坏小云 老赵笑骂着推开梁非凡 小云现在 可是郑玉丝的人了 前途无量 以后是要娶大家闺秀的 娶妻和逛天香阁 又不冲突 梁非凡几眉弄眼的昭云 天河笑道 是不是啊 小云 一群人顿时起哄 闹得云天河满脸通红 连连白首 一副不知所措的 纯情小伙模样 然而 在他们看不见的角度 云天河的眼神 却一片冰冷 不动声色地扫过梁非凡 和沉默寡言的柳宋 一个是魔门少主 一个是鬼道巨拨 这小小的钉字号玉 还真是藏龙卧虎啊 今天 是他正式加入 郑玉丝的日子 这些狱卒兄弟们 非要拉着他庆祝 看着这群热闹的朋友 云天河不禁想起当初 在天牢一层时 也是这帮家伙 帮自己庆祝生殖 这场景有点熟悉 可当年站在云天河身边的 王三 邓福生 那些老家伙 全都死了 一个不胜 不用一年 眼前这批人 不知道又有几个德 交代在这鬼地方 云天河心里不免 生起一丝悲凉 忍不住多灌了几杯酒 把同桌的狱卒 都撂倒了 梁非凡一喝完 就拉着人往青楼跑 只剩下云天河 和几个证人君子 还处在酒楼门口 看着墙角那几个 吐得稀里哗啦的醉鬼 云天河 晃晃悠悠地走到一个 身形板正的男人面前 打了个酒隔 笑道 柳大哥 回天楼 咱俩做个班 柳宋微微皱眉 刚想拒绝 就被云天河 一把拽住胳膊 拖着就走 两人走在街上 虽然已经快半夜了 但这条街上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直到拐进一条昏暗的小巷 才终于甩掉了人群 云天河走在前面 柳宋一言不发地跟在后面 眼睛死死盯着地面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柳大哥 我给你唱首歌吧 云天河突然开口 宋一愣 抬头看着云天河的背影 眉头皱得更紧了 但还是点了点头 行啊 你唱吧 不过 我这人粗俗 不一定听得懂 话还没说完 云天河就扯着嗓子开唱了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糊涂 这调子 这歌词 闻所未闻 诡异至极 云天河却越唱越兴奋 脚下打着拍子 完全不顾 会不会吵到别人 柳宋脸色阴沉 看着云天河的背影 眼神闪烁不定 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一个傻子 云天河歌声戛然而止 猛地回头 直勾勾盯着柳宋 嘴角一挑 怎么样 柳大哥 我这歌唱得还行吧 柳宋心里一阵腻挽 脸上却装作 认真思考的样子 点点头 好 好的很 这词 这曲儿 都是一等一的好 只是我柳宋出人一个 哪懂什么风花雪月 更别提听出苏兄弟歌里头的深意了 云天河哈哈一笑 摆摆手 柳大哥不懂没关系 我给你看的东西 保管你一看就懂 柳宋一愣 只见云天河把手伸到他面前 月光下 那只手修长白皙 像块上好的白玉 唯独无名纸上 带着一枚古古怪怪的黑剑 除此之外 空无一物 柳宋满头雾水 这小子 到底要给他看什么玩意儿 云天河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 神秘一笑 别急呀柳大哥 你要看的东西 这不就来了吗 话音刚落 云天河手心突然钻出一个猙獰的龙头 阴森森的鬼气 瞬间弥漫开来 鬼气瞬间炸开 像是一口浓墨泼洒 连月光都给吞了 柳宋脸都白了 眼珠子瞪得像要掉出来 死盯着云天河头顶那条鬼龙 腿肚子直打颤 云 云兄弟 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柳宋脸退了好几步 说话都磕巴了 真没劲 真没劲 我还以为你能有点出现 结果就这 就这 云天河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 眼神逐渐变得失望透顶 异性阑珊地挥了挥手 你不是云天河 你到底是谁 柳宋像是突然反应过来 色力内忍地冲着云天河咆哮 这里是皇城 大言四思 就在附近 高手如云 实相地赶紧滚 嘴上叫嚣着 柳宋的眼睛却一个劲地往巷子口瞟 就等着机会开溜 把个贪生怕死的宁气八重小狱卒 演得淋漓尽致 云天河差点没忍住 给他鼓掌叫好 精彩 不愧是假死三次都没翻车的轨道大佬 这眼界 我甘拜下风 他笑眯眯地看着柳宋 一字一顿地说道 柳宋 夺破 或者 我应该叫你一声 练魂踪 灵满长老 灵满两个字一出 柳宋脸色瞬间变了 震惊 难以置信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惊恐 精彩分成 第38章 小数法也能通悬 就像千年老狐狸 被人一把扯掉遮羞皮 赤条条地丢在太阳底下 丑态毕露 你 你到底是谁 柳宋死死盯着云天河 眼神 有如寒冬中的冰霜 阴冷而狠辣 云天河没说话 嘴角一勾 整个人刷一下 闪现到柳宋面前 闪电般出手 一把按住柳宋的脑门 啊 一声惨叫 一个虚幻的人影 被云天河 硬生生从柳宋脑袋里拽了出来 这人影长的贼眉鼠眼 尖嘴猴腮 不是柳宋 也不是夺破 而是一个 丑陋的老头 这老头在云天河手里拼命挣扎 脸上 全是惊恐和难以置信 你的神魂 怎么这么强 你是神有老怪 你竟然能破我的戎魂术 你修的是 炼魂诡诀 你是炼魂宗的人 你 你到底是谁 自己人啊 大哥 饶命 饶我一命啊 我愿意任你为主 给你当牛做马 云天河里都不理 五指用力一捏 只听咔嚓一声 老头魂飞魄散 哎呀 老头化作点点黑光 全被云天河张嘴吞了下去 他脑子里代表神魂的黑弹 瞬间扩大了一圈 神魂变强了 旁边的鬼龙也跟着张开大嘴 贪婪地吞噬着空气中残留的魂力碎片 老头一死 云天河脑海中 关于夺破的信息 也彻底消失了 变成了两次抽奖机会 等着他去领取 上一个求我饶他一命的 还是个身材火辣的大美人呢 这次却是个三角炎老头 云天河好像还在回味夺破神魂的味道 夺破靠着戎魂术假死三次 神魂早就受损严重 这辈子都别想再突破天罡了 为了两次抽奖 云天河还是没忍住 顺手把他给灭了 说起来 这绒魂术可是《炼魂鬼诀》里记载的一门邪门秘术 和一般的夺射完全不同 一般夺射 被夺射的人神魂会被彻底吞噬 而且每个人一辈子只能夺射一次 但绒魂术不一样 两个魂魄猛烈撞击 纠缠在一起 想要融成一个全新的魂魄 魄这老鬼居然对柳颂用这种狠招 要是他的灵魂融合成功 柳颂就彻底变成他了 夺破是柳颂 柳颂也是夺破 想想有些奇特 这绒魂术可比夺射力还多了 只要魂魄够强 想融谁就融谁 不过这绒魂术也不是那么好弄的 得花时间慢慢融合 看样子夺破还没搞定 不然云天河也抓不住他 不过这柳颂也真是走了狗屎运 融合失败了 他屁事没有 还白捡了夺破一部分魂力 云天河用晶晶一看 这小子身上的倒霉像全没了 命格蹭蹭往上窜 小子 命不该绝啊 云天河随手一挥 把柳颂这段记忆抹了 省得他醒来瞎想 至于那条鬼龙 自然是变回黑色戒指袋在手上了 搞定收工 今天晚上还有两次抽奖机会 云天河哼着小曲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往回走 心情那叫一个舒畅 就这样被你征服 结果还没嗨皮几句 突然一阵狗肺声传来 接着就是锅碗瓢盆乱响 男人女人的骂街声此起彼伏 大半夜的 鬼叫什么 忘了这是闹事区域 云天河赶紧捂着脸 脚底抹油 溜了溜了 一群俗人 根本不懂音乐的魅力 回到天牢 云天河还在为刚才的遭遇 愤愤不平 算了算了 抽奖抽奖 是否抽缺 抽缺 云天河默念一声 夺破那夜书顿时光芒大盛 一把抓住最大的光团 无数记忆画面涌入脑海 云天河看到一个浑身鬼气 手持短剑的狠角色 大杀四方 血流成河 最终 三平五学 黄泉剑 到手 净剑 反不归真 呼 云天河长舒一口气 眼中满是震撼 好家伙 夺破这老东西 有两下子 不 是灵满 这老鹰比 深藏不落 三次假死 三次重修 几百年都活到狗身上了 就练了一门 练魂鬼诀 骗鬼呢 能从一个小喽啰 混成练魂宗长老 鬼到巨破 灵满肯定还有其他的底牌 就说这 黄泉剑 这破剑法 本来就是个垃圾八品残骗 还是灵满从死人堆里捡的 硬是被他一路杀上来 硬生生从八品提到三品 这数百年 来得杀了多少人 几百年的老怪物 果然恐怖如斯 不过这 黄泉剑 确实威力不俗 难怪灵满到死 都还在用 如果单论功法的攻击力 比 炼魂鬼诀 可高太多了 剑出炎罗探 无常经 万鬼哭 云天河并止成剑 只见剑芒吞吐 森森鬼气缠绕 下一秒 剑芒消失 十米外 墙壁上突兀出现一个窟窿 无声无息 这就是 黄泉剑 这是把无鬼运材 融入剑法 灵满这老鬼 脑洞不是一般大 云天河看着墙上的窟窿 惊叹连连 这要是再进化一下 妥妥的神通啊 无鬼运材 说白了就是穿墙术 不少邪门歪道 都用这术法偷东西 杀人越货 甚至搬空过县衙的银库 不过这玩意儿 也就欺负欺负普通人 稍微有点阵法禁止 就歇菜了 虽然只是一门小术 在灵满手里 这小术 也能玩出花来 无鬼运材竹 被他和剑法一揉 竟整出一门神出鬼末的刺杀剑术 直逼上三品 小术法 也能通学 鬼物越多 鬼道修为越高 那剑光就能甩得越远 啥破阵法 护身罩子 都跟纸壶的一样 一捅就破 简直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福的超级剑法 云天河找了个空地 试了试这门剑法 结果发现 自己现在全力以赴 也只能把剑光控制在三十丈左右 这距离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的 有点鸡肋 云天河忍不住吐槽道 一般的天刚静 灵力也就外放个十丈 我随随便便一刀下去 就一百多丈 三十丈够个屁用 想提升阵门剑法也简单 多抓几个鬼物小弟就行 那灵蛮明镇一方的时候 手下鬼兵鬼 将无数 随便一挥剑 就能灭掉几十里外满门的敌人 那才叫威风 看来 不能再把鬼龙带在身边了 得把他扔回乱葬岗去 让他多收点小地 别整天就知道吃 云天河打定主意 找个时间 再回一趟乱葬岗 这 黄泉剑 配合人籍刀法 简直是绝配 暂时先把黄泉剑放到一边 云天河继续抽奖 这次抽出来的是经验值 足足五十多万 那夺破虽然只是玄灵九重 但神魂强度堪比天罡镜 云天河杀了他 相当于干掉半个天罡镜强者了 五十万经验值 加上之前攒下的 直接让云天河当场连升两级 飙升到天罡六重 这日子 是越来越舒服了 感受着体内暴涨的灵力 云天河喜上眉梢 第三十九章 当个安静的美男子 云天河一看 天也快亮了 也顾不上休息 直接就奔着西郊乱葬岗去了 那速度 几十里的路程 也就一盏茶的功夫 到了地方 云天河二话不说 摘下黑戒 就把鬼龙给放了出来 这小子估计是憋坏了 一出来就撒野 一会儿变鬼龙 一会儿变鬼匠 一会儿又变鬼硝 玩得不亦乐乎 吞噬鬼气 猎杀游魂 云天河就站在一旁 看着经验值蹭蹭蹭地往上涨 他也高兴 以后这乱葬岗 就是鬼龙玩耍修炼的宝地了 云天河把潘断虎的鬼魂也放了出来 叮嘱鬼龙 后你就乖乖待在这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小潘 别再被人给逮了 碰到天罡记你随便耍 要是碰上神有老怪的 赶紧回来找我 还有 记得帮我多收点小地 别忘了修炼 也不知道 黑龙这小子听懂了没有 反正云天河一说完 就准备返回延京城了 潘断虎那鬼魂 屁颠屁颠地跟在鬼龙后面 忠心耿耿地跟班小弟 云天河看着远处的鬼物 笑了笑 转身就走了 等他回到天牢的时候 天刚蒙蒙亮 云天河买了早点 直接就去了狱房 跟昨晚当值的两个狱族兄弟 一起吃了起来 没过多久 其他狱族也陆陆续续地来了 就连没当值的也来了 都是来给他送行的 毕竟今天可是他云天河高升的日子 昨晚一起庆祝的那帮家伙 一个个哈欠连天的 明显没睡醒 尤其是老赵 那两个眼睛 肿得跟被人揍了似的 哈欠一个接一个 尾米不振的 云天河一问才知道 好家伙 这老赵昨晚也去天香阁了 还点了三个姑娘 云天河顿时就惊了 这老赵 连孙子孙女都有了 竟然还这么生猛 一晚上连闯三关 想当初 老赵 还整天板着脸 教训梁非凡 不要去那种地方 没想到背地里 竟然是这样的老赵 云天河看着老赵的眼神 顿时就变了 这老小子 没想到也是个色鬼 昨晚去天香阁那帮家伙 一个个笑的贼兮兮 逮着老赵可见调侃 梁非凡那小子 更是一早 上嘴巴就没停过 老赵神勇 简直奉仙神将转世啊 奉仙神将是谁 那可是大言朝礼 使出了名的猛人 据说一杆大枪 挑翻三个魔头 老赵 被他们闹了得大红脸 追着梁非凡 就要开揍 瞧见了坐在角落里的柳宋 这家伙还是老样子 闷葫芦一个 不知道在想啥 不过 今天他眉头紧锁 脸色不太好看 一群人说说笑笑 吃完早饭 云天河跟大伙打了声招呼 就离开丁子浩玉 准备去郑玉斯报道 来接他的还是老熟人 郑玉斯的小丽楚中天 他爹以前也是郑玉斯的 退休后 就被他顶了班 以后咱哥俩就穿一样的衣服了 楚中天笑嘻嘻地 递给云天河一套衣服 正是郑玉斯特有的卸制服 云天河换上衣服 楚中天眼前一亮 我说兄弟 就你这长相 去群方院那些姑娘 不得抢着盗贴你啊 群方院 看来是郑玉斯这帮家伙 常去的地方 得记住了 楚中天又递上云天河的腰牌 兄弟 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 今晚我做东 带你去见识见识 咱们郑玉斯的精英 昨天刚喝完 今天又要喝 云天河刚想拒绝 楚中天已经拉着他 去见顶头上司唐孝卫了 唐孝卫对云天河印象不错 勉励了几句 说武作科的韩老 对他很器重 以后有机会调他去武作科 正说着 外面有人来报 图摩斯的慕容大人来了 唐孝卫脸色一变 匆匆交代了几句 就赶了出去 楚中天一把拉着云天河 就往外冲 指着远处一个英姿飒爽 身段婀娜的美女 压低声音 几眉弄脸地说道 快看快看 那就是图摩斯的冰山美人 慕容雪慕容大人 云天河心头一阵 目光不由自主地 落在那抹熟悉的倩影上 是他 这女人 她都遇上三次了 第一次是在天牢 这女人压着养老头 竟钉字好遇 冷傲 透露出不屑一顾的姿态 使人觉得遥不可及 第二次是在乱葬岗 他管这女人借刀一用 第三次就是现在 这女人怎么又来了 怎么样 是不是被迷住了 楚中天一脸坏笑地撞了 撞云天河的胳膊 我跟你说 这慕容大人 可是个狠角色 你很了解他 云天河挑眉 那当然 四思之内 谁不知道 慕容雪的大名 楚中天一脸得意 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 什么郑国功夫的千金大小姐 什么年纪轻轻 就是玄灵境高手 什么性情 火爆极恶如仇 简直把慕容雪 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 最后 还意犹未尽地补充一句 我跟你说 这慕容雪 虽然在四思群方榜上 只排第三 但我私底下觉得 他绝对能和第一的关心 四命女一较高下 云天河来了兴趣 四思群方榜 是什么东西 关心四命女又是谁 楚中天顿时来了镜头 唾沫横飞地解释起来 原来这大言四思 最不缺的 就是青年才俊 有些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的人 就搞了个什么榜单 把这些青年才俊 分门别类地排了个遍 什么俊杰榜 英才榜 群方榜 美男榜 反正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排不出来的 而慕容雪 就是凭借着家世 实力和美貌 力压群方 在各个榜单上都名列前茅 简直就是图摩斯门面担当 当然 咱们郑玉丝也不差 就比如叶杰大人的掌上明珠叶诗诗 那可是群方榜第五的角色美人 楚中天一脸自豪 连刑部尚书家那个 在咱们郑玉丝混日子的小白脸都上榜了 俊杰榜和美男榜 都给他占了个坑 楚中天说到最后 狠狠地拍了下云天和的肩膀 一脸恨铁不成钢 对着云天和说道 我说你小子 空长了一副好皮囊 实力却菜得抠脚 不然随便练练 上个美男榜 还不是手到擎来 云天和被说得心里痒痒的 谁不想出趟门 就被人群包围 众星捧月啊 他也幻想着 哪一天出门 能听到别人兴奋的大喊 那不是咱们郑玉丝 第一帅云天和吗 那可是郑玉丝年轻 第一高手 云天和 哥 我要给你生猴子 只可惜 这辈子 他可能也就只能当个默默无闻 帅得没人知道的寂寞美男子了 就在云天和感叹狗到艰难的时候 楚中天一声惊呼 把他吓了一跳 光顾着跟你小子聊天了 三层的活还没干完 这回麻烦了 楚中天说着 就往外狂奔 临走前还不忘叮嘱云天和 你小子今天第一天上班 随便转转熟悉熟悉环境就行 要是有人犯人压进来 你就搭把手 好嘞 慢走 楚哥 云天和正愁没机会体验生活呢 楚中天和唐笑卫一个德性 一去不复返 云天和换上郑玉丝的官服 在一二三层之间来回晃悠 等了两个月 终于让他等到了这一天 他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准备大干一场 第一站 先回天牢一层看看 第四十章 净空四猛男 虽说天牢一层关的都是些小喽啰 给的经验少得可怜 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全部加起来也是一笔巨款 云天和披着郑玉丝的虎皮 大摇大摆地来到天牢一层 说是巡视牢房 把第一层的玉典 吓得冷汗直冒 点头哈腰地陪在一旁 他现在可是郑玉丝的人 一个小小的玉典 见到他 还不是鳄鱼封银 自从发现了灵力探体的收入大法 云天和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费劲巴拉地提审犯人了 省了很多麻烦 只见他每路过一间牢房 就随手一指 一道肉眼不可见的灵力 就钻进了犯人体内 幽名禁点上 立马就多了一页记录 效率比以前高太多了 不到半个时辰 天牢一层心癌的犯人 就被他一网打尽 账户余额经验 刷刷刷地往上涨 期间他还碰上了几个以前 在钉子浩玉的难兄难弟 可这几个家伙 居然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 也可能是认出来了 但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想想也是 当初他可是主动求死 进了天牢二层 就再也没出来过 谁能想到 这才短短两个月 他居然又活着回来了 还穿上了郑玉丝的衣服 这简直比见了鬼还离谱 云天和现在是郑玉丝的人了 跟他们这帮小喽啰 也没什么交情 不过 有个人 他还是要去看看呢 只见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 带着欲点大摇大摆地 来到一间牢房前 牢房里的河峰木 揉了揉眼睛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他赶紧又缩了回去 拍了拍身下的破草席 长叹一声 唉 看来我还是太想念云兄弟了 居然都出现幻觉了 想当初 云兄弟在丁字号当职的时候 那日子过得 真是舒打 把饭人收进户口本 云天和心满意足地回到二层 正好赶上午饭时间 这玉丝二层的食堂 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据说掌勺的 都是宫里出来的玉厨 做出来的菜色香味俱全 云天和亮出腰牌 跟几个同僚拼了个桌 八菜一汤 还有酒 酒足饭饱之后 云天和抹了抹嘴 开始了他天牢二层的收入大业 目标 甲字号玉 这玉丝的腰牌就是好使 听说他第一天上班 正在熟悉环境 各个字号玉的玉卒 都对他毕恭毕敬的 一个宁气九重的老玉卒 屁颠屁颠跑过来带路 还没走到甲一号房门口 就听见里面 喷喷喷的闷响 跟打铁似的 那声音里 还夹杂着几声闷哼 和结结的怪笑 听着肾的慌 把那老玉卒 吓得脖子都缩起来了 云天和一看这架势 挥挥手让老玉卒去忙其他的 他自己放出神石 往甲一号玉里一扫 这甲一号玉 关着的 是整个二层最凶的狠角色 神石一探进去 只见牢房里四面墙壁上 伸出十根胳膊粗的铁链 把中间一个两米多高的壮汉 捆得死死的 这壮汉 简直就是个人形怪物 浑身上下的肌肉块 比那些健美先生 夸张几倍都不止 小臂比普通人的大腿还粗 十根铁链锁着他 如同锁着一尊铁塔 这祸体内的灵器 是玄陵九重 要是再加上这身蛮力 云天和想了一下 玄陵九重 还真不一定扛得住他一拳 不愧是能被关在 甲一号玉的狠人啊 不过 这位狠人 现在正被另一个狠人 揍得嗷嗷叫 这狠人 虽然没那壮汉个头大 但也是个肌肉猛男 只见他光着膀子 戴着一副虎头拳套 正对着那壮汉一顿猛锤 从头到脚 连裤裆都不放过 之前云天和听到的砰砰声 就是这狠人奏犯人出来的 这光头猛男 也是个玄陵境 不过只有三重境界 但是拳头上带着一股炽热 每一拳的力道 恐怕都超越万斤之力 见他蓄力打出一拳 力道至少有几万斤 就跟烧红的烙铁一样 一拳一拳挥出 云天和看了半天 突然一拍脑门 这不是赤焰焚天绝吗 这光头是净空寺的 姐姐姐 那光头猛男打了几百拳 停下来喘口气 那壮汉却吃得笑了一声 抖了抖身上的肌肉 不屑地说 你们净空寺 不是号称炼体第一吗 就这点力气 给我挠痒痒呢 光头猛男他 走到旁边的一处燃烧的火盆 竟是直接将双手伸进火焰之中 直接那火焰熊熊燃烧 但这光头猛男的双手 和手上戴着的虎齿拳套 却像是耐火一般 直至烧至通红 这才猛地收回 走回那重犯跟前 语气却依旧平和 小僧可算不上什么高徒 只是力气大了些罢了 修的也是净空寺 最粗浅的炼体法门 不过即便如此 想来要打松打散尸主 这一身磨脆的血肉筋骨 也是绰绰有余 重犯眼中凶芒暴闪 恶狠狠地盯着 这净空寺的光头猛男 咧嘴一笑 森然道 打散我的魔区 你可以试试 小僧正在尝试 光头猛男也露出笑容 砰 砰 砰 重击声再次响起 朕的整个地牢 都仿佛在颤抖 云天河分出一丝灵力 悄无声息地 渗入那重犯身体 完成收录 便将神念给撤了回来 这假一号牢房 关的是魔道七宗之一的 血煞魔宗凶徒 此犯凶威甚盛 据说当年浮案时 可是图摩斯的天罡宗师 亲自出的手 此时耳边也响起 老狱族的轻声说话声 魔道七宗 血煞魔宗 日月教和烈阳谷 也是魔道七宗 现在又知道了一个 血煞魔宗 应该是主修炼体的 而且在这方面 貌似大有成就 因为云天河觉得 自己现在七层的 赤焰焚天诀 炼出来的肉身 好像也就比那 浑身肌肉的魔头 强了一点点 如果能得到 血煞魔宗的炼体功法 那就可以将这块短板 给弥补上了 云天河心里想着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有机会的 等假一号这魔头 死了就行了 每日都有图摩斯的 高手来拷问他 今天轮到的好像是 老狱卒正说着 却被云天河打断 那就别打扰他们了 去下一个吧 是 老狱卒躬身在前边带路 云天河副手跟在后头 打开幽名境点 查看刚刚收录的 血煞魔宗犯人资料 眼中金光闪烁 第41章 两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犯人 江长 罪灭直 七星 实力 半步天刚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1% 收益 120点经验 实战 这假一号语的 血煞魔宗重犯名为 江长 云天河看着 点击里的名字 若有所思 同样七星的罪孽值 同样半步天刚的修为 云天河自言自语 但比目前我手下的 头号金燕宝宝 红发老怪 提供的收益还要多 看样子 半步天刚 也有强弱之分 这江长的实力 比红发老怪要强 年纪轻轻后来居上 倒算是个魔道天才 云天河稍作思考 便想通其中缘由 云天河 打开江长的犯罪记录 哼 最好赢了 就这体格 别说普通女子了 就算修道高手 在他身下 也跟纸糊的似的 撑不过几下 每次想爽一把 都得玩死几十个 真是丧心病狂 更别说那次 一夜之间 直接把一个 全市女修的门派 给灭门了 云天河啪的一声 和尚 幽名静点 眼中 寒芒闭露 这畜生 比采花贼陈伯光 还狠毒一百倍 云天河暗骂一声 陈伯光好歹只是采花 没把人往死里整啊 江长 这狗东西 图摩斯不收拾你 我也要想办法弄死你 身为证人君子 可不是为了什么 血煞魔宗的邪功 才去弄江长的 这时 老狱卒带着云天河 到了甲二号狱 牢房里空荡荡的 没有图摩斯那帮家伙 透过敞开的牢门 云天河一眼就看到 一个面色蜡黄的中年男人 坐在牢房正中 这家伙长得普通 扔人堆里都找不着那种 可他那双手 却漂亮得不像画 比天香阁头牌的手 还好看十倍 可惜了这么一双漂亮的手 居然长在一个 普通到吊渣的中年男人身上 抱舔天物 不过很快 云天河就顾不上惋惜了 因为他发现 那面黄肌瘦的中年男人 居然在专心致志地 做针线活 只见他不知 从哪儿弄来几块破布 几缕棉絮 搓下来的泥垢 既没有针 也没有线 可这家伙 居然就用这些 连垃圾堆都嫌弃的东西 在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缝制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小人 那缝制的过程 简直如同行云流水般顺畅 看得人赏心悦目 叹为观止 更让人惊奇的是 那小人离开男人的手之后 居然真的活了过来 在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 然后只听啪哒一声 那小人的脑袋 竟然掉在地上 好像死掉一般 云天河顿时脸色一变 因为他发现那小人脑袋上的五官 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 哈哈 就在这时 那辣黄脸的囚犯突然抬头 死死盯着云天河 怪笑着说 小子 怕了吧 知道爷爷的厉害了吧 云天河强忍着怒火 转头问旁边的老狱卒 这老东西 什么来头 老狱卒吓得一缩脖子 声音颤抖地说 大人 他 他是万恶骨的千鸡手啊 您可千万小心 这老魔头邪性得很 他手里随便什么东西 都能缝出个小人来 而且 这些小人还能跑能跳 甚至 甚至会杀人 我们平时给他送饭送水 都不敢靠近他半步 废了他的修为没有 云天河冷冷问道 废了 废了 可是这老魔头的修为太邪门 怎么废都废不干净 这玉丝的大人们 之前来过几次 后来看他 最多只能害害 我们这些普通狱卒的性命 也就没再管他了 老狱卒说到最后 声音越来越小 显然对这个千鸡手 趴到了骨子里 云天河这才明白 为什么当初 郑玉丝来天牢二层 抽掉人手的时候 要抽生死千 自己之前 在钉字号玉待得太舒服 还以为整个天牢二层 都是那样 没想到 像甲字号玉 这种关押重犯的地方 对于普通狱卒来说 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万恶骨 云天河低声 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眼中寒光一闪 我知道了 他朝老狱卒摆摆手 示意继续前往下一个牢房 自己则不动声色地 分出一缕灵力 悄无声息地穿过牢房的静置 探了进去 敢当着他的面 捏小人恐吓他 这万恶骨的千鸡索 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万恶骨凶徒是吧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蹦他几天 云天河心中冷笑 夺破记忆活了几百年 关于万恶骨的记忆 他知道的可不少 那家伙脸色腊黄的 就是修炼了这门功法 万恶骨主修血肉缝皮筋 光听名字就觉得诡异 云天河看着眼前犯人 这趟收获还真不赖 收录了他们两个 这无聊透顶的天牢生活 总算有点盼头了 就在这时 幽名静点传来提示 那辣黄脸的家伙 也被成功收录了 犯人 科武裴 罪孽值 八星半 实力 玄灵九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百分之一 收益 一百五十点经验 时辰 这科武裴一看 就让人直犯恶心 虽然实力比那个江长差一点 可是罪孽值 居然高达八星半 云天河赶紧点开 这老家伙的罪路 一看之下 差点吐出来 好家伙 这老东西 表面上是个走街串巷 靠眼皮影戏为生的 看着老实芭蕉的 背地里居然是个变态 这老东西 自己不中用 是个天烟 偏偏又喜欢孩子 自己生不出 就打起了那些 看皮影戏孩子的歪主意 怕孩子父母找上门 这老变态更狠 直接把孩子的人皮包下来 做成皮影 天天在手里把玩 这老东西 演了几十年的皮影戏 被他活生生挖心掏肺 包皮抽骨的孩子 不知道有多少 这科武培 简直丧心病狂 偷孩子就算了 居然还包人皮做皮影 足足上千张 简直闻所未闻 消息一出 整个州府都炸了锅 这魔头 简直就是畜生不如 三天 仅仅三天 科武培就被判了凌迟 老百姓都拍手称快 可就在行刑前夜 一个神秘老头 从天牢里把他给劫走了 据说是万恶谷的天罡长老 第四十二章 日月叫世子 这老头听说了 科武培的丰功伪迹 非但不觉得残忍 反而还欣赏他 把他收入万恶谷 传授他舞蹈和缝皮邪术 这科武培 也越发魔性大发 一发不可收拾 云天河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了 幽名禁典里 犯人的记忆过往 什么样的狠角色没见过 可这科武培的罪路 还是让他看得头皮发麻 这已经不是人了 简直就是披着人皮的恶鬼 畜生都比他强 该死 真是该死一万遍 云天河虽然不是什么正义使者 可看到这科武培的所作所为 也忍不住怒火中烧 恨不得立刻杀回去 把这魔头碎尸万断 他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制住翻涌的情绪 这科武培 虽然手段残忍 但害的人也不算太多 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大魔头 哪个手上没几万条人命 红发老鬼 一把火烧死十万人 杨清风老魔 随便练个弓 练个法宝 都要搭上成百上千条人命 要论杀人数量 这科武培 还真排不上号 可偏偏他的罪孽值 高达八星半 是目前 幽名境点上最高的 第一 这科武培杀的都是孩子 甚至还有婴儿 罪孽深重 第二 他包皮缝皮 简直就是杀人诛心 罪佳一等 云天河仔细一想 很快就想明白了 在这个神鬼莫测的世界 亵渎尸体可是大戒 那我要是学了他的凤皮邪术 岂不是也要沾染罪孽 云天河眉头一皱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既然成了这幽名狱主 就注定要与这些邪魔歪道打交道 现在想这些还有什么用 云天河很快就释然了 身负五罪五欲 头顶夜火滔天又如何 云天河懒得搭理那些个跳梁小丑 继续进行着户口本收录尾业 整整三天三夜 云天河马不停蹄 天牢二层的囚犯 有一个算一个 全给我进幽名进典 里边 这些个杂碎 什么魔道七宗 鬼道四宗 邪道三门 甚至还有以前名门正派出来的败类 云天河算是开了眼了 正好让云天河 恶补了一下修行界这些破事 以后也不怕被人糊弄 看着这经验值增长速度 云天河心满意足 三层天牢 除了三层还差一点 剩下的全让他给掏空了 幽名进典里边 三百多页的犯人犯妖 密密麻麻 整整齐齐的 每天光是经验值 就有八万多 这么多的经验 很快就能踏入神游境了 天牢三层 阴森恐怖 鬼气森森 一个瘦高个 面白无虚 穿着郑玉丝高级官府的中年男人 从四层下来 于大人好 两边的小喽啰 还有个什么立幕 看见这丝官 全都点头哈腰 中年男人鼻孔里 N了一声 慢悠悠地进了前面 黑漆漆的通道 可没一会儿 从通道内投出来的 却变成另一个人 个头 脸 气质 全变了 身上的衣服 也从高级货色 变成了破烂的狱卒服 这祸进了二层 又上一层 溜出天楼 然后 直奔城里最热闹的街道 到了地方 脱了那身破衣服 就冲进去 一炷香时间不到 一个大众脸 但眼睛明亮 脸上挂着见笑的年轻人 从里面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梁公子 明天再来娃啊 龙庄燕某的老宝 在他后面抛媚眼 年轻人头也不回地硬着 来来来 必须来 年轻人晃晃悠悠出了街道 又在路边摊 吃了碗牛肉面 出了城门 他来到大盐天楼 门口的守卫 跟他称兄道弟 梁非凡 又去鬼混了是不是 什么鬼混 我这叫救苦祭聘 你知道的 我这人菩萨心长 欠不得美女受苦 呵呵 你小子 守卫骂骂咧咧地放他进去 年轻人进了天牢 来到二层 然后跑到丁三号牢房 熟练地打开牢门上的封印 就在他踏入牢房的瞬间 脸上的剑笑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变得冰冷高贵 霸气侧漏 牢里传来恭敬的声音 柿子 嗯 此时此刻 站在这里的 再不是那个吊锅铛 成日里在温柔乡里 打滚的狱卒梁非凡 而是高高在上 统领万千魔众的月王柿子 杨堂主 快快请起 这些日子委屈你了 梁非凡衣袖一挥 一股精纯灵力 托起杨清风 世子殿下说哪里话 我等贱命一条 这点苦算什么 杨清风双目含泪 哽咽道 道是您贵为世子 却要每日装成这低贱模样 受尽屈辱 不说这些 为了大忌 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梁非凡眼中寒芒一闪 不过 这暗无天日的日子 也快到头了 哦 难道 杨清风闻言 浑浊的老眼 迸发出西季的光芒 不错 梁非凡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糊涂 我父王如今实力已恢复八成 那聂龙已吞下地流降 下月十五 便是咱们里应外合 杀出天牢之时 当真 杨清风激动得浑身颤抖 老泪纵横 好好好 我等终于能够重见天日 为岳王效忠了 杨堂主放心 届时我会助你等恢复实力 我父王脱困 还需仰仗各位 为岳王 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杨清风双膝跪地 重重叩手 梁非凡朗声大笑 眼中杀意凛然 就让那些家伙 好好感受下我魔教的怒火吧 哄 云天河只觉丹田内 灵力猛地膨胀了一圈 力量感瞬间暴涨 脑海中的神魂水潭 也跟着翻腾起来 瞬间扩大了三分 天刚八重 哈哈 云天河猛地睁开眼 眼中金光闪烁 这才半个月 云天河就连破两层境界 这修炼速度 突飞猛进 自从进了这阵玉丝 云天河简直就是升级机器 照这速度 再有一个月 我就能冲神又静了 到时候剩下的经验 再用来提升几门武功 这才叫生活啊 云天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郑玉丝这工作 真是太适合他这种 想躺平又想变强的了 偶尔有心犯人就去处理 其余时间都是自己的 第43章 马腰大宝贝 这半个月 除了偶尔帮老韩 那老头解破妖怪 剩下的时间 都在吃喝玩乐 毕竟 能进阵玉丝的 哪个没点实力 但这帮家伙 一个个都开始养老了 修炼跟蜗牛爬似的 一年才破一个小境界 云天河 心里已经想好了 两个月后 就假装突破距林三重 稍微展露一下天赋 但也不能太妖孽 不然容易招来麻烦 在天牢内 狗个三五年 这天牢狱正思的位置 还不是他的囊中之物 到时候 整个天牢我说了算 所有犯人进来 都得先经过我的 幽名静点 收录 云天河整理了一下衣服 大不留心地出门 刚一出门 就碰上了一个 年轻俊朗的 阵域私立 这人一看见云天河 立马堆起一脸 惨媚的笑容 一把将云天河 拉到角落里 神秘兮兮兮地低声说 兄弟 三日后的十五 月圆之夜 游篮湖有个游船赏乐会 听说那晚上的姑娘 嘖嘖嘖 怎么样 一起去 游篮湖 赏乐会 云天河脑子里 闪过上元佳节那个 塞给他花灯 和情诗的娇修姑娘 可惜啊 当时没把握住机会 后来再去游篮湖 也找不见家人方宗了 想到这里 云天河心头一热 当即点头答应 行 我去 哈哈 我就知道你会去 楚中天尖笑一声 重重地拍了下云天河的肩膀 一溜烟跑了 云天河无奈地摇摇头 没把这群家伙的胡闹放在心上 三日后 黄昏刚至 一群小丽就等不及了 扯着嗓子在云天河门外喊 天河兄弟 磨蹭什么呢 再不快点 好姑娘都被别人抢走了 来了来了 云天河一边整理着衣服 一边从屋里走了出来 今天可是去有蓝湖调妹子 阿布 是赏月 这群二层镇玉丝的同僚 早就按捺不住了 一个个打扮得油头粉面 手里 还拿把扇子装模作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家公子哥呢 一群平日里 对着穷凶极恶的犯人 动不动就五刀弄枪的粗汉 就算换上一身衣服 也掩盖不了身上的煞气 就他们这副尊容 怕是还没靠近 就把人家姑娘吓跑了 云天河这边 终于收拾妥当 为了今晚 他还特意 将头发仔细竖了起来 只见他一身月白色长衫 见眉心目 风神俊朗 真真是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看得一众同僚眼红心跳 心里直呼失策 早知道就不带他来了 就云天河这模样 往那一站 还有他们什么事 一行人刚要开溜 就有人扯着嗓子喊 云天河 云天河在哪呢 武座科 让你麻溜去三层帮忙 我去 云天河一听就知道啥事 连苦得跟苦瓜似的 能不能不去啊 你说呢 赶紧的 没办法 云天河只好粘头大脑地 跟游完的同僚挥挥手 认命了 三层解腰 没个两三个时辰下不来 赏约会是别想了 难道我云天河 注定要孤独终老 苍天啊 不带这么玩呢 云天河心里哀嚎一声 拖着沉重的步子 回房换上那身官服 慢吞吞地挪向三层 就在他踏进三层的瞬间 二层钉字号牢房 一个眼神犀利的年轻人 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看了眼床头的沙漏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时候差不多了 说完 年轻人起身 伸了个懒腰 走出房门 天牢三层只简行房 到 三层一间阴森森的牢房里 解腰台上 韩老头手持解剖刀 那熟练的动作 活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屠夫 又像个医术高超的外科大夫 在他面前妖怪的尸体上 飞快地操作着 云天河和韩老头配合数月 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也是韩老头每次解腰 都点名要云天河打下手的原因 今天要解剖的是一只马腰 这畜生道横不浅 玄灵镜高手 玄灵镜的妖怪 皮操肉厚的 比同级别的舞者难对付多了 马这玩意儿 天生就色 成了精怪 那更是不得了 这畜生被斩妖丝抓回来的时候 还在村里祸害良家妇女呢 听说一个村子两百多口人 加上鸡鸭鹅狗 都被他给 老头一边忙活 一边还有空闲 跟云天河聊天 云天河听得好奇 翻开幽名静点 找到马腰那一夜 好家伙 还真是血流成河 只不过这些是从 这畜生 竟然喜欢走后门 嘿 韩老头一声爆喝 从那马腰肚子里 掏出一根血淋淋的玩意儿 足足有拳头粗 看得云天河眼皮直跳 小子 开眼界了吧 这可是好宝贝 韩老头小心翼翼地 将那玩意儿 塞进一个刻满符纹的盒子里 冲云天河几眉弄眼 外头那些王公贵族 哪个不想要这个 万金难求 嘿嘿 干咱们这行的 就是这点好 悄悄切一块下来 神不知鬼不觉 回头分你二两 别别别 您老留着自己享用 云天河脑袋 摇得像波浪鼓 这老家伙 八成是看上自己了 成天在他耳边吹嘘 武作科有多好 可尽了 武作科 就不能天天待在天牢了呀 云天河装聋作哑 抽奖去了 两次机会 一次抽到个 金枪不倒的神通 看得他直翻白眼 这什么玩意儿 另一个三十万经验值 还算有点用 正帮韩老头收拾东西 突然脚下地面 一阵剧烈晃动 头顶和四周墙壁上的法阵 静置一阵乱闪 没事没事 小场面 韩老头稳如泰山 安慰云天河 估计是底下关着的东西 又在闹腾了 习惯就好 轰隆 又是一声巨响 比刚才还猛烈 连解腰台上的法阵静置 都崩开了好几个 这帮兔崽子 回头得找人修 韩老头看着坏掉的法阵 眉头紧锁 这动静有点不对劲啊 不过你放心 出不了事 一会儿就好 哄 第三次震动 排山倒海般袭来 解腰台和墙壁上的法阵静置 噼里啪啦全炸了 韩老头一个亮呛 差点把装着宝贝的盒子 都扔出去 小鱼 快 出去看看 底下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次韩老头也慌了 也顾不上安慰云天河了 脸色铁青的吼道 第四十四章 聂龙暴走 等云天河和韩老头一出来 外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到处都是慌慌张张的狱卒 跟眉头苍蝇似的乱窜 一个个牢房检查过去 生怕哪个不长眼的犯人趁乱跑了 脚底下还一个劲的晃悠 也不知道发生了啥 韩老头一把抓住个狱卒 着急忙慌地问 这是怎么了 出啥事了 那狱卒抹了把汗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四层 四层假一号那条聂龙 不知道发什么疯 突然就狂兴大发了 把四层的阵魔大阵都给撞裂了 三层的法阵也跟着遭殃了 四层假一 韩老头脸色一变 立马放开那狱卒 自言自语道 那可真是捅破天了 法阵要是破了 那些个穷凶极恶的家伙 不得趁机全跑出来 尤其是四层的那些个重犯 随便跑出来一个 都是要命的事啊 小鱼 你赶紧回二层去 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着阵风头过了再说 韩老头啰哩啰嗦说了一大堆 一回头 身后哪还有云天河的影子 好你个臭小子 跑路倒是挺快 老头子在这替你操心 韩老头骂骂咧咧 也顾不上别的了 抱着那个装着宝贝的箱子 撒鸭子就往一个方向跑 聂龙发狂 撞破了四层法阵 云天河躲在一个角落里 神念悄无声息地扩散开来 施展天听神通 直奔四层而去 很快 他就来到了甲一号牢房外 此时 甲一号牢房外围满了人 一个个忙得脚步粘地 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材料 云天河虽然不认识 但一看就知道是些宝贝 两个人正手忙搅乱地 把这些材料磨成粉 调成液体 一个白胡子老头 左手掐招法诀 右手拿着笔 不停地在牢门上画着什么 好像在修补加固牢门上的法阵禁止 云天河还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人 就是当初他神魂突破时 在四层惊动的那位天罡静强者 这家伙现在也是眉头紧锁 一边死死盯着牢门 一边冲旁边的人吩咐着什么 云天河的天听神通 继续往里渗透 直接穿透了法阵 看到了里面的情况 只见那条黑龙浑身上下 都被一层金光笼罩 看起来尊贵无比 和上次相比 这黑龙的气息 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捆腹他的法链 都被正断了大半 此时 他正发了风势地 用头上那根独角 一下一下地撞击着面前的虚空 随着他的撞击 那处虚空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符文静置 形成一个半透明的屏障 不断被黑龙撞裂 又不断愈合 云天河看了一会儿 想冲出去怕是难如登天 这黑龙顶破天也就天刚静 算他隆重不凡 天赋一柄 可身上还有静置符文 门口那尊天刚强者 也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五层还藏着个神有老怪呢 这帮家伙 到底是怎么跑出去的 云天河眼看着三层天牢被镇压下来 该修的修 该抓的抓 恢复秩序 只是时间问题 玉丝现在就怕有人浑水摸鱼 趁机越狱 云天河心里想起之前那个人 四层甲字号牢房里那个和玉冠勾搭成肩的中年男人 瞬间浮现在脑海 这家伙要跑路的话 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立马发动天听神通 渗透到黑龙隔壁 三号牢房里 只见一个头发花白 却偏偏长了一张俊脸的中年男人 正闭着眼打坐 呼吸平稳 看着人畜无害 但云天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于是悄悄凑近一听 血液缓缓流淌的声音 心脏一下一下跳动的声音 几息之后 云天河脸色复杂起来 这间牢房里的人 外表和之前没两样 但内在 却虚弱了十倍不止 原来是提身 云天河瞬间反应过来 真正的假三号中犯 鬼知道这会儿溜达到哪里 逍遥快活去了 他正想用天听神通找人 脑海里的幽冥静点 突然自己翻动起来 好几页哗啦啦地停了下来 只见那些犯人信息页面上 关押中三个大字 齐刷刷变成了刺眼的再逃 云天河先是一愣 随即脸色彻底平静下来 右手缓缓搭上腰间刀柄 冷冷吐出几个字 看来这次是要玩把大的了 老奴杨清风 拜见岳王 天牢二层 丁三号牢房内 杨清风跪在地上 脑袋埋得滴滴的 浑身灵气激荡 显示出他此刻波涛汹涌的心情 杨清风面前 站着一个头发花白 却俊美如细的中年男人 他气质儒雅 仿佛饱读诗书的大学者 但眉宇之间 却隐隐透着一股气吞山河 屁腻天下的王者霸气 杨老头 二十年没见 你还活着呢 儒雅中年被杨清风一败 脸上带着微笑 王上 属下 属下做梦都盼着您回来啊 杨清风老泪纵横 二十年了 属下无时无刻不再想念您 当初您被那帮狗贼缉拿 属下恨不得杀进天牢 跟他们拼了这条老命 可是 可是属下没用啊 眼睁睁看着您被困二十年 属下 属下该死 请王上降罪 儒雅中年叹了口气 我听凡儿说了 当年你为了救我 四处奔走 甚至不惜得罪同门 被一扁再扁 王上 那些墙头草 不提也罢 杨清风咬牙切齿 却又猛地闭嘴 只是 魏双那帮贱人 实在欺人太甚 王上您 只是被镇压 又不是死了 哼 魏双一卖的账 等本王回去 会好好算的 儒雅中年 眼中闪过一抹寒芒 杀气凛然 王上英明 属下等这一天 等了二十年啊 杨清风激动地 再次跪倒 这时 两道身影走了进来 一人俊朗非凡 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另一人 则直接跪倒在地 月乡主萧敬红 拜见月王 祝我王 行了 别废话了 时间紧迫 该走了 儒雅中年挥手打断 父王别急 俊朗青年 笑着掏出几颗 龙眼大小的赤红丹药 这然谢丹 能让天刚静以下的废物 实力暴涨 虽然副作用大了点 他脸上露出一丝阴冷笑容 但我想 甲字号地牢里的那些老家伙们 应该很乐意抓住这次机会 报答郑玉丝的恩情 吧 哈哈 反而 看来这二十年 你确实长进了不少啊 儒雅中年欣慰地看着俊朗青年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 连杀个人 都要躲到父王怀里哭鼻子的孩子了 父王 您怎么还提这事啊 俊朗青年无奈地苦笑 儒雅中年仰天大笑 月光透过天牢的缝隙照在他脸上 映得他半边脸阴森恐怖 今晚的月亮 真适合杀人啊 第四十五章 谁给你的胆子 踏出牢房 二层天牢涌到那头 兽侯市的狱卒一路小跑 带着一个光头壮汉过来了 那壮汉不是别人 正是晋空寺的武僧 一身剑子肉 走起路来地板都震三震 奇了怪了 今天这地儿怎么老晃呀 兽侯狱卒边走边嘀咕 假自豪的犯人没啥动静吧 武僧问声问气地问 刚看过 都老实着呢 那就好 说话间 两人已经到了 甲一号牢房门口 武僧一把扯开上衣 露出岩石一样的肌肉 一边对兽侯说 行了 你忙你的去吧 这儿不用 你管 是 兽侯点头哈腰 目送着武僧进了牢房 碰 碰 碰 熟悉的锤打声从牢房里传来 兽侯这才放心地转身离开 可他还没走几步 牢房里突然安静下来 紧接着传来武僧惊恐地喊声 你 你怎么可能 然后 就彻底没动静了 兽侯心里咯噔一下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哄 他壮着胆子走回去 刚想往牢房里看 整个牢房 直接炸开了 碎石乱飞 烟尘弥漫中 武僧从里面飞出 把岩壁 都撞出树刀裂痕 然后一个比牛犊子还壮实的身影 从里面走了出来 兽侯下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借着微弱的灯光 他看清了武僧的模样 可现在的武僧 哪里还有半点人样 只见他四肢扭曲 脑袋歪成一个诡异的角度 双眼翻白 显然已经活不成了 兽侯下的魂飞魄散 想喊却喊不出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身影 一步步朝自己走来 动 动 动 每走一步 地面都像是地震一样颤抖 兽侯连滚带爬地想躲 可那身影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转眼就到了他面前 昏暗的灯光下 兽侯只能看到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像野兽一样盯着自己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兽侯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他这辈子都没这么害怕过 下一秒 那身影缓缓抬起砂锅大的拳头 哄 一拳砸在地上 地面瞬间出现一个大坑 碎石飞溅 那身影似乎愣了一下 他没看到预想中的血肉模糊 抬头一看 只见那兽侯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十米开外的地方 摊坐在地的狱卒旁 一道人影静静站立着 注意到江长的目光 那人影往前踏了一步 昏暗的火光中 江长眯起眼睛 想看清来人 只见一只修长白皙的手 搭在刀柄上 平静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 谁给你的胆子敢踏出牢房 下一秒 枪 刀锋出鞘 寒光乍现 恐怖的煞气 如海啸般 从通道深处席卷而来 两侧墙壁 瞬间凝结出厚厚的冰霜 江长眼前一黑 目之所及 皆是刀光煞气 他感觉自己 就像狂风暴雨中的一夜偏周 随时会被巨浪吞噬 天刚又如何 老子江长什么阵仗没见过 话还没说完 江长整个人 就被无边无际的煞气吞没 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 这哪是什么巨浪 分明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是足以碾碎一切的恐怖力量 煞气散去 一个身穿正欲丝利袍的俊美少年 缓步走出 神情淡漠 江长死死盯着少年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和惊恐 你 你不是天刚静 话音刚落 他魁梧的身躯就从中间裂开 轰然倒地 尸体切口处 凝结的煞气光滑如镜 没有一滴鲜血流出 云天和确认 江长已死 脑海中响起了 幽冥静点的提示音 他没有急着抽奖 而是随手抹去了 昏迷狱卒的记忆 虽然这家伙 一直昏着 应该没看到什么 但小心使得万年传 做完这一切 云天和身形一闪 消失在通道深处 天牢二层一处牢房 被砸了个稀巴烂 一群凶神恶杀的家伙 正提刀乱砍 狱卒 牢头 甚至还有提着菜刀的厨子 全都被他们砍翻在地 这些家伙 一个个脸色铁青 跟死人似的 眼珠子翻白 看着就渗人 他们这些家伙 力大无穷 跑得飞快 一刀下去 连铁打的墙壁 都能砍出个大窟窿 更可怕的是 他们一个个 跟不知道疼痛 手脚断了照砍不悟 简直就是一群杀戮机器 那些狱卒和牢头 哪见过这阵势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就被砍翻在地 断胳膊断腿的 血流成河 这时 一个脸色蜡黄的中年男人 从人群后面走了出来 只见他食指翻飞 比女人还灵活 只见射出一道道 肉眼可见的灵气丝线 这些灵气丝线 在尸体堆里穿梭 眨眼间 满地的残肢断壁 就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具具站立起来的尸体 一个个凶神恶煞 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这么多傀儡尸体 足够杀出天牢了 蜡黄脸中年男人 阴侧侧地笑着 正要指挥着傀儡尸体大军 杀向天牢一层入口 突然 一股恐怖的煞气 从天而降 寒冰蔓延 一道漆黑的刀光 如闪电般划破涌道 什么人 蜡黄脸中年男 大惊失色 急忙指挥傀儡迎战 自己则转身就逃 刀光所向披靡 那些刀枪不入的傀儡 在刀光下 如同纸糊的一般 纷纷被切成碎片 蜡黄脸中年男人 一路狂奔 可那刀光却如影随形 始终紧追不舍 眨眼间 人就奔出百丈开外 蜡黄脸中年男人 脸色大变 百丈伶俐 神幽静老怪 眼看必无可避 蜡黄脸中年男人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等待死亡的降临 然而 预想中的死亡并没有到来 他只感觉 一股冰冷的寒气扑面来 眉毛和睫毛上 都凝结了一层冰霜 他惊疑不定地睁开眼睛 只见一道恐怖的刀光悬停 在自己鼻尖前三寸 刀光后面 一个俊美如妖的年轻狱卒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怎么会是你 看清那年轻狱卒的长相 蜡黄脸中年男人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惊呼出声 怎么就不能是我 年轻狱卒淡淡一笑 刀光一闪 一颗大好头颅冲天而起 蜡黄脸中年男人 到死也没想明白 这个看起来 人畜无害的年轻狱卒 怎么会拥有 如此恐怖的实力 云天和青青吐了口气 幽名静点上 又少了一夜 他神念一扫 准备去解决下一个目标 神念一动 外面居然有两道人影 飞过来了 其中一个家伙伶俐强横 至少是天刚静的强者 正欲四来人了 这下这些杂碎 一个都别想跑 云天和想了想 还是决定 先去抓那条落网的大鱼 这些小虾面 就先让他们多活一会儿 待会儿再收拾他们 说吧 云天和身形一闪 瞬间消失在黑暗的涌道中 第四十六章 难道是那位大人出手了 另一边 叶杰脸色铁青 带着手下 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天牢 就在一刻钟前 他还在和立部尚书 那老小子下棋 眼看就要赢下这盘棋了 手下去突然来报 说是天牢四层关押的 聂龙暴动 把法阵都给撞裂了 什么 叶杰一听 差点没把棋盘掀翻 这可是天大的事 顾不上和立部尚书多说 叶杰立刻动身赶往天牢 开玩笑 要是让四层的重犯 逃出去一个 他这个镇玉丝私欲 就得被罚奉十年 逃出去两个 直接关将半级 要是三个都跑了 呸呸呸 想什么呢 叶杰不敢再想下去 那可是要抄家流放的大罪啊 还好只是四层 要是五层那群怪物暴动 叶杰打了个寒战 五层那可是关押着 各方势力的老怪物 真要出了事 恐怕连炎黄都得头疼 一路上叶杰心急如焚 终于赶到了天牢门口 负责镇守四层的玉政 连忙迎了上来 满脸堆笑地 带来一个好消息 大人 聂龙已经被控制住了 法阵也已经修复完毕 呼 叶杰松了一口气 要是真让那聂处跑了 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聂龙为什么会突然暴走 查清楚了吗 叶杰沉声问道 玉政脸色难看 吐出三个字 地流浆 叶杰大惊失色 地流浆可是妖族至宝 怎么会出现在天牢里 还被聂龙给吃了 是谁 到底是谁干的 叶杰怒火中烧 咬牙切齿地咆哮道 给我彻查四层 绝地三尺 也要把那个混蛋 给我找出来 是 玉政领命而去 叶杰强压着怒火 继续向天牢深处走去 一踏进二层 一股子冲鼻的血腥味 他脸一沉 扭头就问旁边的人 怎么回事 二层那些家伙 又跑出来了 下属赶紧回话 大人 贾字号那几个 全跑出来了 也不知道是谁搞的鬼 一个个还都恢复了功力 还好玉政大人及时赶到 除了贾一号和贾二号 那俩最厉害的被当场击毙 其他的都被抓回去了 估计是有人搞鬼 叶杰一听 贾字号那几个实力强悍的重犯 居然被人给放出来了 脸色顿时 又难看了几分 等他缓过进来 才对着旁边的玉政道谢 这次多亏你了 不然还不知道 要出多大的乱子 谁知 玉政却露出了一副古怪的表情 慢吞吞地说 这可不全是我的功劳 贾一号和贾二号那俩家伙 是被其他人先干掉了 叶杰连忙追问 知道是谁干的吗 玉政没说话 只是让人把那两具尸体抬上来 说是两具尸体 结果抬上来的 却是被劈成四块的碎尸 还没等靠近 叶杰和周围的那些人 都感觉到一股冲天的煞气扑面而来 仿佛周围的空气中 突然多了无数把冰刀子 不停地往他们身上扎 即便他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 还是感觉像是被扒光了 扔进了冰天雪地里一样 冻得骨头缝里都疼 叶杰被这股煞气一冲 强壮的身体都忍不住晃了晃 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十分复杂 他慢慢走上前 弯下腰 手指轻轻地在尸体的伤口上抚摸了一下 感受着从血肉里散发出来的凶狠刀意 叶杰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头 看着眼前的玉政 沉声问道 难道是 那位大人亲自出手了 玉政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激动和兴奋的神色 用力地点了点头 说 应该没错 与此同时 严京城一座高楼的楼顶上 岳王带着一帮人 远远地看着天牢的方向 叶杰带着人出了天牢 满头白发的岳王脸上 露出了一丝回忆的神色 缓缓说道 我记得二十年前 大言镇玉司总司 大言天牢司玉 还是后天 天刚八重 实力还算不错 后天那老家伙 按理说 还没到退休的年纪吧 他是犯了什么错 被严皇给贬了 岳王扭头问 旁边一个长相俊朗的年轻人 年轻人笑了笑 回答道 父王您有所不知 后天那老家伙 早在十五年前 就被黑龙渊的老龙 一爪子拍死了 哦 岳王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随后又露出了一副 恍然大物的表情 是因为假字号 关押的那条小孽龙 父王英明 年轻人解释道 十五年前 那条小孽龙 在临江腥风作浪 引发洪水 淹死了临江下游 两百多万百姓 严皇大怒 下令四四五天之内 必须把那条孽龙抓捕归案 四四联手 那条臭泥丘 自然被收拾得服服贴贴 谁能想到 押送那孽龙回京的路上 黑龙渊的老龙 仍然亲自杀出来了 两大总司当场就被拍死了 后天那家伙 也是那一战死的 那老东西 除了他那九个小老婆 最宝贝的 就是那独子孽龙 会出手也不奇怪 岳王眉头一皱 那孽龙现在还在天牢四层关着 难道大言 还有更猛的人物出手了 却是如此 俊俏青年点点头 听说啊 大言皇宫里走出个老怪 一巴掌下去 直接把黑龙渊老龙的半根龙脚 都给打断了 那老东西怕死 灰溜溜地逃回黑龙渊 整整十五年都没赶出来 连他那宝贝儿子都不要了 岳王一听 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目光投向远处那片 金碧辉煌的宫殿群 隐约还能看到 紫金之气环绕 大言国抵御身后 有这种老怪物 出手也不奇怪 众人顿时沉默不语 虽然他们都是些亡命之徒 不过以那种老怪物的身份地位 应该不会注意到 他们这些小虾米 但一想到 这么个恐怖的存在 就在几十里外 就算岳王已经半只脚踏入神游境 心里也忍不住有些发毛 赶紧走 岳王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留在天牢里的替身 撑不了多久 别被镇玉丝那帮家伙追上了 是 众人不敢怠慢 连忙跟着岳王匆匆离去 他们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脚下的某个角落里 一个少年一直竖着耳朵偷听 他此时终于长舒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总算是要走了 等出了严京城 我就能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了 第四十七章 净显王霸之气 岳王一行人 大摇大摆地出了严京城 直奔西边去 日落西山 岳从西边升起 这可是通天大道的预兆 走了几十里地 眼前出现一片乱藏园 阴森恐怖的鬼气 像乌云一样 遮天蔽日 连月亮都被盖住了 王上 要不 咱绕道吧 日月神教的乡主萧敬红 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乱藏园可是必经之路 绕路的话 得绕一大圈 但不绕路 这鬼气冲天的 谁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 岳王冷冷地扫了一眼乱藏园 霸气地说 绕路 本王从不绕路 他顿了顿 一股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喷涌而出 天地都踩在脚下 今晚月圆之夜 正是本王重获自由之时 月脉必将大兴 怎能绕路 说吧 一股强大的神念如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 硬生生将遮蔽月光的鬼物 撕开了一条道路 月光倾泻而下 照耀在月王身上 趁得他宛若折仙 一旁的月王世子 老臣杨清风和萧敬红 全都看呆了 气势磅礴 如巨浪般翻涌 我王神威 月脉当心 杨清风激动得老泪纵横 就差跪下磕头了 父王 我王 神威 月脉当心 月王世子和萧敬红也跟着高呼 这马屁拍的 简直是震天响 月王嘴角微微上扬 净显王霸之气 走 他大手一挥 正要踏入那条月光之路 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脸上的笑容也瞬间凝固 只见那月光镜头 一轮巨大的音乐之下 盘踞着一条鬼气森森的恶龙 恶龙头上 坐着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人影 他单手持刀 饶有兴致地看着月王 你这是 再给他们洗脑 人影开口 声音清朗 却透着一股寒意 月王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身后的月王世子等人 也察觉到不对劲 纷纷摆出战斗姿态 哪来的野小子 敢挡我王的路 四人中 实力最弱的萧敬红 第一个跳出来 对着人影怒吼道 他话音未落 就听一声龙吟 震耳欲龙 接着 一团绿油油的鬼火 从天而降 直接把萧敬红吞了得干净 那家伙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变成了一堆焦谈 杨清风吓得脸色煞白 刚迈出去的腿 又赶紧缩了回来 这也太恐怖了吧 阁下应该是鬼羞一道吧 这鬼宠 当真不凡 不知阁下是 何方神圣 为何要拦住我的去路 月王这老小子 居然服软了 云天河一听 顿时乐了 怎么着 羞鬼道的 就不能找你麻烦了 你怕是忘了自己 有多少仇家了吧 他说着 轻轻拍了拍鬼龙的脑袋 鬼龙心领神会 怒吼一声 就朝月王三人扑了过去 快退 月王大喊一声 自己则迎了上去 只见他身形快如鬼魅 在月光下闪转藤魔 鬼龙的鬼火 根本沾不到他半片衣角 鬼龙被惹怒了 鬼眼一瞪 力找一挥 顿时 地上的鬼物翻涌 化作一张巨大的鬼网 将月王笼罩其中 好招数 云天河忍不住叫好 这鬼龙 简直太聪明了 就在这时 鬼龙抓住机会 对着月王 就是一口浓潭 一口鬼火喷了过去 月王脸色一沉 双手飞快结印 顿时 一股浓雾从他体内涌出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将鬼火吞噬殆尽 鬼龙都看傻了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而吸收了鬼火的月王 气势却在不断攀升 他身上的月白长袍 无风自动 整个人缓缓升空 一直到离地实障才停下来 你们 是这二十年来 第一个见识到 本王谗引月轮宫的人 算是你们的荣幸吧 月王居高临下 语气冰冷 只见他头顶的漩涡 逐渐变成了一只 巨大的雪白蛤蟆 满月之下 鬼龙雪阁 呲牙咧嘴 恨不得立马冲上去撕碎对方 周围的鬼物都 被这股杀气 搅得沸腾起来 这阵仗 凡人看到了 不得当场下尿裤子 跪地喊神仙打架 天蝉吞月 天蝉吞月 哈哈 二十年了 老奴终于再次见到 王的绝招 禅隐月轮宫 就算是 现在死了也值了 杨清风激动的老泪纵横 对着月亮 就是一阵豪 他旁边的月王柿子 也是一脸狂热 禅隐月轮宫 云天河不屑地撇了撇嘴 就这玩意儿 他一眼就看穿了 那只雪白大蛤蟆的底细 完全是用灵气堆出来的 中看不中用 估计自己一刀 就能把他劈成两半 好 这时 鬼龙等不及了 张口就是一道鬼火喷了过去 那绿油油的火柱 足足有几十丈长 目标直指月王 和他头顶的大蛤蟆 这回月王没躲 反而张大了嘴 好像要把天都给吞入腹中 他头顶的雪白蛤蟆 也跟着张开血盆大口 鬼火被蛤蟆一口吞下 消失不见 反倒是这蛤蟆 和月王的气势更胜了 那蛤蟆本来还有点虚 现在变得更加凝实 有喝 还能吞噬攻击 壮大自己 有点意思 云天河来了兴趣 这功法 有点像玄奥 别急 老爹 这家伙有点门道 让哥来会会他 鬼龙急了 想直接冲上去干架 却被云天河一把按住 鬼龙一听 顿时安静下来 像个听话的宝宝一样 乖乖地 趴在云天河脚下 甩着尾巴 等着看好戏 云天河缓缓起身 站在龙头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月王 右手轻轻搭在腰间长刀上 下一秒 刀光一闪 枪 一股毁天灭地的煞气 如同山崩海啸般爆发出来 整个天空都被染成了黑色 无数黑色的雪花 从天空中飘落 刀光划破月光 直取月王手急 月王瞳孔猛地一缩 双手飞快结印 无数月光汇聚到 他头顶的雪白蛤蟆身上 蛤蟆瞬间膨胀了树背 张开血盆大口 正好将云天河的刀光吞了下去 还把那些恐怖的煞气 也一并吸了进去 咕噜 蛤蟆肚子里 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响声 月王的脸色 也变得精彩起来 轻一阵白一阵的 过了好一会儿 一切才平静下来 呼 不过如此 月王硬生生将涌到 喉咙的鲜血咽了回去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但他心里早就掀起了 惊涛骇浪 差点就失态了 第四十八章 这一刀 我要认真了 这小子什么来头 这一刀 差点把他的天蝉神通 直接劈碎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是他挡住了这一刀 但实际上 他的五脏六腑都被震伤了 再来一刀 他估计就得交代在这里了 鬼到什么时候 出了这么一个变态的刀王 月王脑子 还没转过弯来 云天河这边 却已经动了真火 连我的人急刀都能吞 这破蝉蝠 还真有两下子 云天河脸一沉 下一刻 整个人搜的一下 就飞到了鬼龙头顶 离地足足有十丈高 他右手握刀 摆开架势 眼神瞬间变得凌厉无比 一股冲天刀意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直插云霄 这一刀 我要认真了 云天河冷冷地说着 被云天河这股恐怖刀意锁定 月王顿时感觉 像是被什么远古凶兽盯上了一样 浑身汗毛直竖 他惊恐地看着沐浴在月光下 摆出起手式的云天河 瞳孔扩大 露出无法言喻的震惊 仿佛时间也在这一刻静止 脸上全是掩盖不住的惊骇 很难以置信 神 神游刀王 话音未落 刀光乍现 原本明亮的月光 在这一瞬间 竟然黯淡了下去 看来真是那位大人出手了 叶杰激动地说道 随即又补充了一句 也只有那位大人了 没错 能斩出如此凶利刀意 恐怖刀法的 也只有那位大人了 那位几个月前晋升神游 轰动整个严京城的 镇玉丝大能前辈 叶杰没笑颜开 那位大人在这场动乱中出手 说明他心里 还是向着天牢 向着他们镇玉丝的 这意味着 他们镇玉丝以后 也是有神游进大能罩着的了 一直以来 大炎天牢 虽然名义上有神游大能坐镇 但那都是出身其他三思 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这些老家伙 除非动乱 打到天牢第五层以下 否则 就算上面四层的人被杀光了 天都翻了 他们也不会动弹 一根手指头 这等神游大能有个屁用 对他们镇玉丝有一点帮助 但以后可就不同了 有了一位本思的 神游大能坐镇天牢 他叶杰这私欲的位子 也能坐得比以前稳十倍 正当叶杰高兴的时候 一个下属慌慌张张地跑来汇报 几句话说完 叶杰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脸色变得比吃了屎还难看 你说什么 甲三号牢房的日月娇月魔 用替身逃了 甲三号牢房的法阵禁止破了 为什么他能逃出来 那个替身又是谁带进去的 快说 叶杰的怒吼声 几乎要把天牢二层的天花板 都给掀翻了 等他稍微冷静一点 那个下属才敢战战兢兢地汇报 好像 好像是四层的余孝未干的 月魔逃走之后 他也跟着一起不见了 叶杰气得胸膛剧烈起伏 一股属于天网强者的恐怖气势 不受控制地散发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静若寒蝉 一句话也不敢说 气氛压抑地让人喘不过气来 谁心里都明白 一个天牢四层的重犯逃了 而且他们过了这么久才发现 后果 不堪设想 终于 这沉默被打破了 通知其余三思 让他们都来协助 一起抓捕月魔这老狗 叶杰黑着脸 咬牙切齿地下令 那表情仿佛要杀人 说完 他没在看地上躺着的尸体 转身离去 背影充满了愤怒和杀气 西郊乱葬岗 月光惨白 照在云天河的脸上 显得格外冰冷 去死吧 云天河怒吼一声 一刀劈出 这一刀 蕴含着云天河全部的力量 比之前强了十倍不止 刀光锁过之处 空气都被撕裂 发出阵阵暴鸣 天缠合一 月光彻底慌了 他疯狂地嘶吼着 将所有的力量 都灌注到头顶的雪白巨缠身上 一人一缠 在这一刻竟然合二为一 想要挡住云天河这恐怖的一刀 然而 一切都太迟了 云天河的刀 已经落下 扑吃 一声轻响 月光和巨缠 竟然被这一刀 直接劈成了两半 父王 月光世子呆若目击 仿佛被一股力量定在了原地 无法动弹 梁非凡拼了老命 改头换面 在天牢里头 装了好几年狱卒 才把父王给捞出来 还没跑出五十里地 父王他 他怎么就死了 月光死了 死了 杨清风也猛了 直愣愣地看着月光的尸体 颤抖着说着 突然 一阵阴风刮过 云天河从天而降 长发飞舞 衣媚飘飘 手里还提着把刀 如同折仙下凡 杨清风和月光世子 吓得浑身发抖 连月光死了 都顾不上了 满脑子都是 这煞星 怎么过来了 云天河低头看着月光世子 这小子长得还挺俊俏 但他越看越觉得眼熟 忍不住叫了一声 梁非凡大哥 月光世子一听 顿时瞪大了眼睛 像是见了鬼一样 你 你 还真是你 云天河也愣住了 他之前就猜到月光世子 可能是梁非凡 可这变化也太大了 要不是精精看到这小子 头顶气韵骄猛 命格魂光都对得上 他还以为认错人了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会认识我 月光世子激动得语无伦次 也顾不上害怕了 就想冲上去问个明白 可他还没来得及迈步 云天河就一掌 按在了他的脑门上 抹石 月光世子两眼一翻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云天河还是没忍心下杀手 这月光世子也是个天才 年纪轻轻就踏入了天刚镜 相识一场 把他抓回牢里再说 现在 场上就只剩下杨清风了 云天河饶有兴趣地看着杨清风 只见这老家伙 先是吓得一哆嗦 然后又赶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接着他脸色一变突然跪倒在地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道 刀仙 刀仙啊 老夫活了快一百年 今天才知道 这世上真有刀仙啊 死而无憾 死而无憾 刀仙在上 请受老朽一拜 您要是不嫌弃 老朽愿拜入您门下 给您当牛做马 万死不辞 云天河都听傻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他二话不说 拔刀就砍 刀光一闪 杨清风的脑袋冲天 而且游民静点上 属于他的那一夜也随之消失 云天河满满的收获 满意地点了点头 第49章 斩妖丝神游镜 叶杰提着刀 脸色阴沉 一言不发地 跟着前面几人踏风而行 这些人周身灵气激荡 个个都是天刚静的高手 一步便是百米之外 叶杰 你可当了一个好私欲啊 天劳似曾 二十年都没出过纰漏 你倒好 一来就让人给跑了 哈哈 苏月白娇笑着 言语间满是嘲讽 叶杰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仿佛没听到一般 行了 月魔那老东西 诡计多端 也不能全怪叶老弟 你就少说两句 国字脸的任北杰这老好人 又开始活心你了 怎么不关他的事 他可是镇欲丝丝欲 犯人从他眼皮子底下跑了 不怪他怪谁 怪你任北杰 还是怪我苏月白 你 任北杰被对得哑口无言 好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吵 一直没说话的白衣青年终于开口 冷冷地扫了两人一眼 再担得下去 月魔就跑了 苏月白冷哼一声 不再说话 前方十里 月魔就在那里 白衣青年看着手中的罗盘 沉声道 哼 月魔那老东西 可是半只脚踏进神游镜的人物 就凭我们四个 能抓住他 苏月白一脸不屑 我私神游镜大能实起大人 很快就会赶到 任北杰沉声道 说得好像谁家没神游镜一样 苏月白冷笑 问题是 怎么拖住月魔 拿命拖 那就拿命拖 夜姐猛地抬头 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我的错 我来弥补 等会抓捕月魔 我夜姐冲在第一个 这条命豁出去又何妨 好 夜大人果然是条汉子 苏月白眼中闪过一丝一丝 这什么情况 白衣青年一声惊呼 眼睛死死盯着前方 夜姐早就冲到前面去了 就见他站在一片空地前 周围鬼气森森 唯独这块地方干干净净 连根鬼毛都没有 白衣青年和苏月白 也赶紧跟了上去 一眼就看到 空地中央 躺着两具尸体 还有一个昏迷的年轻人 刀气 这么强的刀气 白衣青年倒吸一口凉气 脸色都变了 他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猛地抬头 指着前方惊恐地喊道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四人围成一圈 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 面面相觑 他们脚下这片空地 竟然是被恐怖的刀气 硬生生劈出来的 周围的鬼物 游魂野鬼 全都被这股刀气 吓得不敢靠近 这刀气 难道是 苏月白脸色惨白 嘴唇颤抖着 说不出话来 他们这次抓拿的目标 二十年前就差点突破 神幽境的日月教月魔 竟然被人一刀给劈了 痛快 痛快啊 叶杰突然仰天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 叶杰 你疯了 苏月白气急败坏地骂道 有人帮你擦屁股 你高兴什么 我郑玉丝前辈 帮我撑腰弥补过尸 我当然高兴 叶杰大笑着说道 欲其中充满了自豪 郑玉丝 一刀斩杀月魔的 是你们郑玉丝的人 叶杰也不说话 就咧着嘴笑 笑容灿烂 苏月白三人 心脏猛地一跳 数月前 大炎天牢那动静可不小 整个炎京城都给惊动了 当时叶杰那小子 还跳出来放话 说是郑玉丝的前辈在突破 把天牢疯的死死的 谁都不让进 现在想想 当初那股毁天灭地的魔刀威压 可不就跟现在这些残留的刀器 同出一门吗 难不成 真是郑玉丝 那位神游老怪干的 郑玉丝的神游前辈出手 这月魔死得不冤 国字脸中年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只能感叹一声 旁边的苏月白 一见叶杰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就来气 忍不住阴阳怪气道 叶大人 这是要乐疯了吧 你们郑玉丝 总算有个称门面的高手了 换我我也高兴啊 心里却比的不行 这土包子 至于高兴成这样 郑玉丝出了个神游镜 就跟天下无敌一样 苏月白想着 斩妖丝 神游镜高手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更别说那些退休了去天牢五层养老的 真是没见识 叶杰当然听得出 这女人话里的酸味 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老子高兴 怎么着吧 我们家老前辈就是厉害 收拾完坏人还知道给我们留个活口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贴心的靠山吗 神游一宠怎么了 若是弱了点 但那也是实打实的神游啊 这样的宝贝疙瘩 给我十个神游九重都不换 其他三人看着夜间那穷小子 突然暴富得嘚瑟样 心里一阵好笑 不过月魔扶珠 他们也轻松了不少 一个个都放松下来 把这尸体和昏迷的人都带回去 此事变了 图摩斯总司任北捷那张国字脸说道 伸手就要去抓地上的月魔尸块 其余人也没什么意义 他们本来就是四思配合抓拿月魔的 可就在这时 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压从天而降 轰隆 任北捷只觉得泰山压顶 整个人瞬间动弹不得 痘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 神游镜 绝对是神游镜的大能 放下 一个冰冷刺骨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响 是 是 任北捷话还没说完 手里抓着的那半块尸首 就凭空消失了 再一看 尸首落到一个刀客手里 这刀客看着平平无奇 粗布麻衣 草鞋麻绳 可浑身上下 却透着一股逼人的锋芒 任北捷堂堂天刚进舞者 居然连和他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刀王 一定是神游镜的刀王强者 李大人 一个惊喜的声音响起 任北捷三人回头一看 月白见过李大人 苏月白娇艳的脸上写满了惊喜 躬身行李 然而那蚂蚁刀客看都没看他一眼 原来是斩妖寺那位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游镜李大人 叶杰心里一惊 还以为是日月交的旧兵杀到了 任北捷和其他人也赶紧见李 可那李姓刀客 从出现那一刻起 眼睛就死死盯着地上那半片尸体 仿佛着了魔一般 他伸手在那光滑的伤口切面上 轻轻抚过 下一秒 如同镜面的伤口破碎 无数细碎的黑色刀芒飞尸而出 叮叮当当地打在他指尖上 任北捷等人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惊扰了这位神游镜老怪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也不知过了多久 蚂蚁刀客猛地抬头 长叹一声 神意合一 此等刀刀造诣 我李玄远 不如也 第五十章 顶级刀王 四人一听 直接愣在当场 突然 头顶一道神念 如同天雷乍响 一个清朗中带着威严的声音 震得他们耳朵嗡嗡作响 老李 你居然说自己不如人 真是活久见啊 话音未落 只见一个儒雅中年人 一手捧着书卷 脚踏虚空 降临此地 眨眼间 就来到了众人面前 图摩斯总司任北捷 拜见十起前辈 任北捷看到来人 顿时大喜过望 如山中年微微一笑 算是回应 接着目光一转 落到蚂蚁刀客手中的半片尸身上 笑着说道 什么宝贝 居然能让咱们斩妖丝的刀王 如此势态 可就这一眼 如山中年的脸色 瞬间变了 好纯粹的煞气 好霸道的刀意 他伸手就要去拿 蚂蚁刀客手中的残尸 却被蚂蚁刀客 面无表情的闪身躲开 如山中年不死心 再次出手 却被蚂蚁刀客一刀逼退 几个回合下来 如山中年根本进不了身 急得直跳脚 老李 你就给我看一眼 能死吗 不能 蚂蚁刀客冷冷道 怕丢了 你 如山中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 一旁的任北杰眼珠一转 抓起地上的另外半片蚕尸 殷勤地递了上去 石前辈 这儿还有呢 刷 一道灵力的刀意 瞬间将任北杰锁定 任北杰顿时动弹不得 冷汗直冒 你敢给他试试 蚂蚁刀客语气森冷 试试就试试 你还能翻天不成 如山中年大秀一挥 解除了任北杰身上的刀意锁定 一把夺过蚕尸 笑眯眯地拍了拍任北杰的肩膀 不错不错 小小子很机灵吗 回头我给皇上说说 让你在总司的位置上 再多干个几十年 多谢石大人提拔 任北杰激动的行李 感受到蚂蚁刀客冰冷的目光 连忙躲到如山中年身后 如山中年笑眯眯地拿起蚕尸细看 脸上的笑意逐渐消失 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最后忍不住惊呼出声 神意合一 蚂蚁刀客似乎在等他确认 蚂蚁刀客缓缓开口 神游之内 刀到我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此人刀法 在我之上 顶级刀王 当之无愧 儒生听完 脸都白了 半天没缓过神来 随便一道刀意 就想入王者 难如登天 进了王者 再往上 每走一步 都是十倍的难度 顶级刀王这四个字 含金量十足啊 这穿蚂蚁的李玄远 天生刀鼓 二十岁天刚 三十岁称王 现在一百八 在王者禁卡了一百五十年 斩妖司高手 刀下王魂没有百万 也有几十万 他那刀意 纯得不能再纯了 可就这样 他还说自己比不上那刀的主人 那这刀的主人得是谁 这刀是谁的 蚂蚁刀客也忍不住问 朕 镇玉丝的神游前辈 苏月白结结巴巴地回答 镇玉丝还有神游 终年如生 听到此话一惊 几个月前 在天牢晋升的那位 蚂蚁刀客倒吸一口凉气 我当时就觉得 那刀气可怕 甚至想跟他比比刀法 不过想想 人家刚晋升 我神游八重 怕一大欺小 就放弃了 现在看来 是我想多了 他刀倒比我还高啊 蚂蚁刀客说着说着 身上突然爆发出强烈的刀意 眼睛里全是战役 这一战 必须得打 石器 把你那半块尸体给我 我要回去好好参悟 准备跟着刀的主人一战 放屁 中年如生一听 直接炸了 也顾不上什么文人风堵 破口大骂 李玄远你 还要不要脸 自己有半块 还想要我的 你也太贪心了吧 顶级刀王的刀意 对刀修来说就是宝贝 扔出去多少人抢破头 你不知道 整个大言四思 就你李玄远一个刀修 中年如生说了一大堆 把李玄远气得脸都绿了 最后只能咬牙切齿地说 你到底给不给 不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想打架是吧 来来来 中年如生撸起袖子 大吼道 早就想领教一下 所谓大言四思神 游进第一刀王的本事了 我神有九重 怕你不成 两人说着说着 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就听见 头顶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和灵力波动 抬头一看 只见夜空中 一轮满月之下 两个人影打得不可开交 底下 任北杰 苏月白等人 全愣在原地 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镇玉丝的神游大能 竟然是顶级刀王 连斩妖丝第一刀王 李玄远前辈 都自叹不如 斩妖丝的李玄远前辈 和图摩斯的十起前辈 一个神游八重 一个神游九重 两个站在神游境 巅峰的顶级大能 竟然为了半块尸体 打起来了 为了镇玉丝刀王前辈 留下两道刀痕的 两块烂肉打起来了 还打得这么猛 任北杰几人 脑袋嗡嗡的 这消息是一个接一个 跟炸雷似的 震得他们脑子 都转不过来了 尤其是苏月白 那翘脸红 一阵白一阵的 跟做梦一样 前脚他还在心里 笑话叶杰 说他拿个神游 一重当宝贝 土包子一个 结果下一秒 人家镇玉丝的神游 一重 直接把他们 斩妖丝的刀王前辈 神游八重的李玄远 都给比下去了 和这小丑 竟是他自己 苏月白越想越觉得 脸上发烫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当然 四个人里面 最猛逼的 还得是叶杰 不过 他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给砸晕了 这感觉 就好比在自己家院子里挖坑 挖着挖着 突然挖出一块金子 正乐呵呢 结果 再往下一挖 竟然是一整座金山 叶杰现在 就像是 被一座金山给埋了 浑身上下的毛孔 都在兴奋地尖叫 谁说他们镇玉丝的 神游一重前辈若 知道什么叫顶级刀王吗 斩妖丝和图摩丝 那两个老家伙 都得为了他们 镇玉丝前辈留下的两道刀痕强破头 叶杰脸上一股自豪之色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见旁边的三个人影 同时动了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地上抓去 叶杰忽然反应过来 暗道一声 不好 他镇玉丝刀王前辈 可是干掉了两个人 除了那什么月魔的两块碎肉 还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呢 更别说 还有一个火口 那可都是他们 镇玉丝的东西 这三个家伙 竟然还想抢 门都没有 叶杰眉毛一挑 也猛地扑了上去 底下 天罡进强者之间 一场混战 一触即发 第五十一章 咱俩命都挺大 当云天和翘无声息 回到天牢二层的时候 只见原本乱成一锅粥的场面 现在已经被收拾得服服帖帖 那些从甲字号逃出来的亡命之徒 除了被他顺手宰掉的那俩 剩下的都被五花大棒 一个个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老老实实蹲回牢房里去了 这一场大乱 死得最惨的 就是那些狱卒 三个字号的狱卒 竟然被杀了个金光 这玉丝那些高手 也没落着好 尤其是手 在天牢二层出口的那几个 被一群假字号的疯狗 不要命定猛攻 个个都挂了踩 就连图摩斯 居然也折了一个高手 就是 被那个叫江长的 狠角色干掉的 净空四五僧 法号空雾 听说一身玄灵三重修为 可不是什么软柿子 要是正面硬刚 江长那小子 未必能讨得了好 偏偏那家伙阴险狡诈 恢复了实力后 就猫起来装死 等近空四的空雾和尚 一靠近 立刻暴起发难 一招就结果了他的性命 真是阴险毒辣 云天和听到这里 心里暗自念叨了一句 阿弥陀佛 可惜他当时赶到的时候 空雾和尚已经凉透了 想就也来不及了 郑玉丝这次 可是下了血本 从别处调来一大批狱卒 把天牢二层里里外外 仔仔细细地清理了一遍 那血腥味 图摩斯满城搜捕 那两个逃走的丁字号重犯 另一部分 则被派去检查 一二三层的每一个牢房 看看 还有没有漏网之余 云天和荣幸地 被分到了第一支行动队 虽然他心里清楚 那两个丁字号的家伙 早就已经去见了阎王 但是 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 毫不知情的样子 跟着郑玉丝和图摩斯的人 举着火把 在严京城的大街小巷里 挨家挨户地搜查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角落 这都已经是后半夜了 大部分严京百姓 都进入了梦乡 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一个个骂骂咧咧的 不过 一看到 众人身上的两丝官服 顿时就牙火了 老老实实地配合检查 要是碰上哪个不开眼的 还敢嘴硬 二话不说 先赏他一个大嘴巴子 打掉几颗牙再说 然后 再给他扣上一顶 窝藏逃犯的大帽子 抓回天牢里关上几天 保管他以后再也不敢嚣张 云天和这边 刚从一家饼铺里出来 饼铺老板两口子 早就已经起床 开始忙活生意了 只见屋里屋外 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面粉 云天和拍了拍 解脂袍上沾染的面粉 正准备让身后 端着一筐刚出炉的 糖饼的老板夫妻回去休息 就看到对面街道 一个人影举着火把走了过来 云天和眼力极好 老远就认出 来人正是郑玉思的楚中天 楚中天显然也是冲着他来的 走近了 冲他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 随手从饼铺老板手里 那落热气腾腾的糖饼堆里 抓了一个 也不管烫不烫嘴 直接塞进了嘴里 饼铺老板 非但没有半点怨言 反而一脸受宠若惊的样子 云天和随手丢了几个铜板过去 也拿了个糖饼 慢慢地吃了起来 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就站在饼铺门口 一边吃着饼 一边默默地看着天上的月亮 楚中天莲吃了三个糖饼 吃到第四个的时候 突然爆出一句粗口 妈的 真贪娘的晦气 云天和放下手里的糖饼 安慰道 谁也不想碰上这种事 可不是吗 楚中天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沉默了一会儿 苦笑着对云天和说 想当初我爷爷退下来 都准备走关系 把这破利基给削了 我还骂他老胡同 郑玉丝多威风啊 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进来 竟然还想着主动去消解 结果 我不顾家里反对 硬是进来顶了值 结果呢 进来三年 我才发现 真正糊涂的是我自己 楚中天长叹一口气 语气悠怨 这次要不是我跑出去 游胡赏怨 没在天牢里 估计也得死在 那帮畜生手里 这次是运气好 下次呢 云天和不知道 该怎么接话 只能沉默地听着 楚中天也没指望 他能说出什么 话锋一转 问道 当时你在哪 还在三层 云天和点点头 动乱刚开始的时候 我刚和韩老 从姐腰台上下来 韩老让我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上来的时候 你们都已经回来了 咱俩的命都挺大 不跟你扯了 被人看到 我们偷懒 回去唐校尉 非得踹死我们不可 楚中天用力地拍了拍 云天和的肩膀 把手里最后 半块糖饼塞进嘴里 随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糖霜 抓起火把 朝接对面走去 云天和目送楚中天远去 眸光闪烁了几下 打开 幽明静点 只见上面赫然多了一页 犯人 梁凡 罪孽值 四星半 实力 天刚进一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80% 收益 600点 惊艳时辰 不用想也知道 这新出现的家伙 就是他留下的那个月王柿子 原来你叫梁凡 云天和心中 默念了一句 他没杀梁凡 可不是因为什么狗屁旧情 而是为了验证一个 大胆的想法 抓捕参与度80% 经验值收益竟然高达 每时辰600点 现在 云天和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不仅如此 还有两次抽奖机会 云天和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着内心的激动 他之前就在想 如果抓到一个实力强大的犯人 是不是可以先不杀 先养着他 白嫖一波经验值 等需要的时候 再杀掉抽奖 现在看来 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远超他的预期 抓捕参与度提高 不仅经验值收益大大提升 还有额外的抽奖机会 这才是 幽冥静典的正确 打开方式 云天和 现在实力强劲 脑子里灵光一闪 抓起来 那些王八蛋 比直接弄死 他们爽多了 还能捞更多好处 说不定 这幽冥静典 就是这个意思 让那些作恶多端的狗东西 一辈子在牢里 后悔去吧 这可比杀了他们解气多了 第52章 鸡肋功法 铜奸一刀 砍了就行 云天和瞬间感觉 前途一片光明 目标明确的一批 那岳王柿子 都被抓了 岳王那老东西 和杨清风的尸体 肯定也被发现了 这帮家伙 估计也蹦倒不了多久了 果不其然 莫过多久 镇玉斯就 来人通知收队了 说是逃犯 都抓回来了 不用再搜了 云天和 回到天牢二层 之前的紧张气氛 一扫而空 大家都轻松了不少 都在议论 抓捕逃犯的事 有人说 二层逃走的两个家伙 只是小角色 真正的大鱼 是关在四层的一个狠人 据说是什么 日月魔教的大佬 牛逼轰轰 连四大总司都出动了 大战了三百回合 才把他拿下 据说 连他们镇玉斯 思玉叶姐都挂采了 回来的时候 脸都肿得跟猪头似的 可见那家伙有多凶残 云天和听得是一头雾水 那岳王不是被他宰了吗 就剩个半死不活的岳王柿子 还能翻起什么了 难道日月教 还有后援 此时 叶姐正对着镜子 往脸上涂药 疼得呲牙咧嘴 嘴里骂骂咧咧 任北杰这老小子 平时称兄道弟的 一动手就往死里打 真贪娘的黑 不管怎么说 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处理后事了 云天和和楚中天 约好一起去给牺牲的兄弟们上坟 然后就回了房间 准备清点这次的收获 这次死在他手上的逃犯可不少 光是抽奖机会 就有十七次 而且个个都是高质量抽奖时 想想就刺激 先抽大的 云天和点开 是否抽奖 来吧 一时间 无数光团在他眼前闪烁 我靠 这光团 亮瞎眼了 云天和一把抓住最大的光团 脑海中瞬间涌入无数画面 那是月王的一生 画面里 月王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修炼 经常跟人干架 每次出手 身后都挂着一轮大月亮 最牛逼的是 他头顶上还飘着一只巨型癞蛤蟆 一口就把对手的攻击吞了 然后砰的一声 对手就灰飞烟灭了 月王则潇洒的一甩袖子 走了 切 这不就是个装逼犯吗 云天和撇撇嘴 等记忆 画面消失 他双手快速结印 体内灵力疯狂运转 呱 一只巨大德莱蛤蟆虚影 在他头顶浮现 还默等他完全成形 云天和就散去了灵力 禅隐月轮功 一品绝世 境界 第五层 123854 1000000 我去 一品绝世功法 云天和惊了 这月王压箱底的功夫 竟然这要牛 可是 当初看月王用的时候 也没觉得多厉害啊 等等 不对 云天和突然反应过来 不是月王太弱 也不是功法垃圾 而是我太强了 回想起干掉月王的那一刀 神魂 灵力和煞气 完美融合 刀一升华蜕变 修罗人及刀20多万经验值 带来的技巧 完美展现 那一刀 云天和 深吸一口气 能斩神油 不是他们弱 是云天和太强了 再看这 禅隐月轮功 竟然能吞噬别人的攻击 化为己用 越战越强 卧槽 这也太变态了吧 云天和忍不住惊叹 难怪月王 能在魔道 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这功法 简直就是阿Bug 只可惜 遇到的是云天和 这全力一刀 已经突破了天刚境的上限 可斩神油之景 月王 被这一刀撑死的惨状 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这 天禅吞月 要是能修到第八层 宁出上古天禅法香 那才叫霸气 可惜 对我来说 还是激烈了点 论同皆无敌 我一刀的事 云天和不屑地撇撇嘴 顶个大蛤蟆 在头上 难看死了 还是先把 炼魂诡诀 升到六层 到时候神魂碾压 神油镜又算个 啥 算了算了 先让一边去吧 云天和把这门一品功法 丢到角落里 迫不及待地开始 继续抽奖 再来再来 我倒要看看 你能给我抽出来 什么好东西 荧光一闪 无数记忆碎片 涌入脑海 云天和的身影 在月光下闪烁不定 仿佛融入了这月色之中 换月波 哈哈 来得正好 云天和面露喜色 这可是二品轻功身法 当初月王 就是靠着这门身法 速度快到连鬼龙 都抓不住他 泽泽 这月王一脉的功法 在月光下 还能提升威力 怪不得那家伙 总喜欢在满月夜杀人 我还以为他 单纯是为了耍帅呢 十万经验而已 小意思 云天和大手一挥 继续抽奖 下一个 月王世子良反 让我看看 你小子有什么好东西 什么玩意儿 又是 天禅吞月 还是个残片 云天和脸都黑了 不会吧 剩下的该不会都是残片吧 看着剩下的几个奖池 心里一阵发毛 炼魂宗的半步神游 日月魔教的月王 这种大佬手里 有完整的一品功法 倒是理所当然 云天和暗自择蛇 接着又忍不住嘀咕 那些宗门的天才弟子 估计实力不够 只能修炼残片功法 也不知道残片练到头 还能不能提升了 他摇摇头 把这些念头 甩出脑海 算了 以后再说吧 这次也不算白抽 深吸一口气 云天和决定再抽一次 这一次 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幅奇异的画面 画面里的他 正和另一个人面对面坐着 他用神念仔细地 观察着对方的每一个细节 皮肤 毛发 牙齿 骨骼 内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对方的观察 越来越完整 细致 深入 而他也变得和对方 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 最终 画面中出现了 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素骨 易容金 三品 境界 第四层 923-1000 三品 易容化身秘术 云天和眼睛一亮 瞬间明白了过来 难怪越王世子梁凡 能用梁非凡的身份 在天牢里躲那么久 原来靠的是 这门秘术 他估计 自己在第四层 遇到的那个 身穿镇玉丝官服的中年男子 也是梁凡假扮的 第五十三章 神魔练体诀 下等化身术 只能改变外表 一眼就能被识破 中等化身术 虽然能改变体型和气质 但舞者用神念一扫 就露线了 只有上等化身秘术 才能连神魂波动 和修为实力都改变 让人认不出来 这 素骨易容金 就是一门上等的化身秘术 云天和可是亲身领教过 这门秘术的厉害 他当初和梁非凡 月王世子都打过照面 可就算用神念探查 也没发现 他们是同一个人 月王世子 才把这门秘术练到第四层 要是练到五层 六层 七层 估计连命格和气韵都能伪装 我的二品金金都看不穿 就是用起来有点麻烦 得完全了解想要变化的人 还得拿到对方的毛发 血液 牙齿什么的 才能凝练出一个假胎 然后才能随意变身 月王世子 变成梁非凡 和那个于笑卫 估计就是这么干的 不过 如果不是想变成特定的人 只是想单纯地改变一下 自己的样子 倒也不算太麻烦 好秘术 云天和心中暗喜 这门秘术 被他来说 简直太重要了 有了他 我就能在天牢里 安心狗到无敌再出山了 回头还得花经验 把境界升一升 还得再接再厉呀 云天和一边吐槽 一边搓着手 准备迎接下一波抽奖 下一个 老熟人 杨清风 这老小子 从一层追到二层 又搅和到四层 跟狗皮高腰似的 缘分不浅啊 想起杨清风那副死到临头 还忽悠人的嘴脸 云天和脸色一沉 这老东西 该不会给我整个主修 脸皮 的功法吧 杨清风那脸皮厚的 简直突破天际 要是真抽出来 云天和一点都不意外 白光一闪 云天和眼前一花 发现自己居然坐在高台上 底下黑压压跪了一片人 一个个面黄鸡兽 跟难民似的 而他正唾沫横飞 说得天花乱坠 还时不时搞点特效 底下那群人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嗷嗷叫唤 老母慈悲 普度众生 日月当星 我靠 云天和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 赶紧看看到手的东西 日月老母就是金蚕 一品爵士 境界 第三层 2344 1000 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云天和脸都黑了 这玩意儿 居然是忽悠人 收香火的邪门功法 虽然是一品 但只有忽悠人的部分 没有利用香火修炼的法门 也不知道杨清风 是怎么练到第三层的 这不是日月魔教 卫霜那一脉的独门秘籍吗 杨清风这老小子 身为月王的人 居然偷练 卫霜一脉的功法 还发展信徒 收割香火 脚踏两条船 真是个人才 云天和都不知道 该怎么评价这老小子了 摇摇头 直接把这玩意儿扔到一边 晦气 再来 这次正常多了 抽到一门叫做 天魔试魂大法的三平武学 修炼出来的灵气 带有腐蚀效果 在云天和眼里 也就那样 不过里面有个小秘法 倒是有点意思 可以利用魔器刺激人体穴位 短时间内 让普通人拥有聚灵 甚至化圆镜的战斗力 怪不得当初汤科那小子 实力提升那么快 估计就是 练了这玩意儿 最后一抽 经验值还不错 50万 对得起杨清风 玄陵九重的实力 下一个就是这肖敬红了 这小子可是越王一脉的乡主 玄陵六重 三次机会 来吧 四品魔弓 还有四品剑法 30万经验 爽 这下越王一脉的油水 都被云天和榨干了 就剩甲一号和甲二号 那俩硬查了 将长 科武赔士吧 一个是血煞魔宗的 一个是万恶谷的 顶级宗门出身 有点意思 不知道这俩家伙 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先拿江长开刀 抽江 给我报 煞世间 刺眼的光芒 差点闪下云天和的眼 黑色光团炸开 记忆画面如潮水般涌来 画面里 江长在山林间狂奔 一声唬啸震天响 他眼急手快 一把捏碎了猛虎的脑袋 鲜血像喷泉一样 撒了他一身 江长抓起虎狮 下手那叫一个干净利落 内脏肠子留了一地 他却毫不在意 直接开吃 画面一转 阴森的妖气 弥漫在山林间 江长嘴角一脸 找到了一条巨蟒 剥皮抽筋 血肉吞入腹中 画面再转 一具妖兽尸体横沉 这妖兽比巨蟒强横数倍 却依然难逃江长的魔爪 照样被生吞活泼 数百个画面闪过 全是江长如毛淫血的场景 被他吞噬的精怪妖兽 不计其数 其中最强的相当于天刚镜的半部画形妖兽 距离画形就差一线之隔 这江长难道是什么隐藏的斩妖高手 不可能 画面中除了精怪 还有不少修道高手 同样被江长生吞活泼 甚至连魂魄都被炼化 这一切 只因为江长修炼的功法太过恐怖 血煞魔宗的顶级秘书 神魔炼体绝 以强者血肉魂魄为食 肉身成神魔 以利正道 只可惜 这门功法只是残偏 只能修炼到第五层 而云天河得到的传承 已经接近第五层 哄 云天河的身体 发出琵琶巨响 皮肤漆黑如铁 肌肉骨骼疯狂生长 短短几细之间 俊秀少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高两米五 肌肉球结如龙 宛如远古凶兽的超级猛男 云天河只是轻轻一抬胳膊 就听轰隆一声 像是步驳撕裂 房间里的空气都炸开了 他随手一挥 一股狂风就把家具吹得跟纸片似的 噼里啪啦撞得乱响 要不是他用神念护着 动静早就传出去了 这胳膊力气 怕是有几十万斤 皮操肉厚 一般的天刚进强者 用灵力都破不了防 云天河自己都惊了 这特么 真是四层炼体功法能有的效果 就算是最牛逼的一品爵士功法 也不至于这么变态吧 等等 他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本来就有七层 试验焚天诀 打底 还修炼过乱七八糟的一堆 中低级武学 身体素质本来就强的离谱 现在又练了这四层 神魔练体诀 这怕不是量变引起质变了 第五十四章 邪门经书 江长那小子 要是现在敢站我面前 我不用灵力 一巴掌就能把他呼死 云天河捏了捏拳头 感受着体内爆炸性的力量 神魔练体诀 带来的提升 简直爽到爆炸 这功法牛逼啊 要把他升满级 想到这里 他又突然冷静下来 不行 炼体突破天罡会有异象 动静太大 万一被人盯上就麻烦了 等晋升神游的时候 一起突破 双喜灵门 江长那家伙 也修炼了炼体功法 从他记忆里知道 炼体突破天罡的 和灵力突破天罡 会有所不同 具体哪里不一样 到时候就知道了 先变回来吧 顶着这身剑子肉出去 别人还以为 我是哪个山沟沟里 跑出来的野人 云天河运转 速骨易容金 秘书 原本如同铁塔般的 壮硕身躯 迅速回缩 不一会儿 那个俊美无双的 云天河就回来了 还好有这秘书 不然我得穿多大号的衣服 才能遮住这身肌肉啊 估计 连合适的裤子都买不到 哈哈 云天河一边穿衣服 一边想着 心里乐开了花 这 神魔练体诀 虽然只是残骗 但效果也太猛了 等以后直接抓个 血煞魔宗的高层 搜魂 我倒要看看 这弓法完整版 到底有多强 云天河眼中 闪过一丝狠力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什么事 是搜魂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多搜几次 先抽奖 看看江长 还有什么好东西 又是两团光芒闪过 两门四品 炼体弓法到手 我靠 不会全是炼体弓法吧 这江长 是炼体狂魔吗 看着那些 还没抽中的光团 云天河感觉自己的猜测 八九不离时了 两门四品炼体输入体 云天河感觉自己的肉身强度 又提升了一大截 甚至隐隐约约感觉到 肉体能随时突破天刚径 爽 就剩科武赔的奖时了 这老小子整天 鼓到尸体 也不知道能抽出什么玩意儿 虽然心里有点犯嘀咕 但云天河 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抽奖 是否抽取 抽 给我抽 最大的那团光团飞出 无数记忆碎片 涌入云天河的脑海 多谢老祖赐经 画面中 一个和云天河长的 一模一样的少年 跪在地上 满脸狂喜 画面一转 少年身处尸山血海之中 周围全是残肢断壁 阴森恐怖 何时将此处所有残食缝好 何时出坑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 从万人坑上传来 少年开始了漫长的奉尸之旅 魔骨成针 挫发作现 一句 十句 百句 千句 少年的双手磨破了 流血了 露出了森森白骨 但他依然没有停下 万人坑里的尸体太多了 很多都已经腐烂不堪 散发着阵阵恶丑 少年泡在湿水中 身体也开始腐烂 溃烂 最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如同地狱恶鬼 一般恐怖 终于 万人尸坑 所有尸体都被缝合完毕 少年走出尸坑 如同脱胎患骨一般 呼 云天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从记忆画面中正拖出来 这传承 简直便太到家了 云天河都快吐了 这记 谁爱要谁要 但一看收获 几天奉尸残 一品绝世 境界还直接飙到第四层 我去 不是说好的 血肉缝皮筋吗 这针发啥情况 一品绝世的针发 云天河直接梦了 这玩意儿 还能出一品绝世 万额骨 藏得够深啊 云天河看着自己的手 食指鲜长如玉 简直是天生的用针高手 心念一动 一道无形灵气射出 悄无声息的洞穿墙壁 速度快的离谱 要知道 这天牢的墙壁 可是用最坚硬的岩石胶筑而成 寻常刀剑根本伤不了分厚 但这灵气 却如热刀切豆腐般轻松穿透 一直射到远处一间牢房才停下 这威力 也太恐怖了 云天河倒吸一口凉气 几天逢尸针发的穿透力 简直无敌 之前从夺破那小子手里 抢来的黄泉剑 跟这比起来 简直就是垃圾 还好那小子是个废物 不然我还真不一定能赢得这么轻松 当然 云天河也知道 这针发之所以这么强 跟自己的灵力品质 也有很大关系 一般人用这针发 估计也就缝缝补补补还行 算了 先抽血肉缝皮精吧 下一秒 云天河傻眼了 这玩意儿 是本经说 没错 血肉缝皮精 竟然是一篇祭祀用的经文 这血肉缝皮精 居然这么邪门 用尸体几天换力量 这天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管它呢 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这玩意儿 压根就不是缝尸 简直就是 拿人命换钱 尸体质量越高 缝得越好 就能换更强的尸魔傀儡 跟云天河以前见过的练尸 完全是两码事 邪门 太邪门了 怪不得那科武裴越狱的时候 手里没尸体 随便抓几个狱卒 就能拉起一只行尸队伍 这玩意儿 简直就是邪术啊 还好那家伙只会点皮毛 要是让他练到最高境界 那还得了 云天河按照经文念了几句 结果还真感应到一个鬼东西 就像天上有个老妖怪盯着他 还好云天河没尸体 赶紧断了连血 这玩意儿太邪门了 这世界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谢 神 摸 说不定都是真的 这邪门功夫 打死也不能碰 经验到手 足足五十万 这次越狱事件 云天河一共赚了 三百三十万经验 五本爵士功法 玉主 云天河 实力 天罡八重 3445 9000 功法 练魂鬼诀 异品爵士 第五层 5232 1000000 天禅吞月 异品爵士 第五层 56312 1000000 神魔炼体 爵残 异品爵士 第四层 78234 1000000 祭天奉尸残 异品爵士 第四层 72312 1000000 血肉缝皮精残 异品爵士 第三层 62311000 日月老母 旧式精残 异品爵士 第三层 52321000 幻月部 二品 出神入化 624210000 神通 金金 二品 27512 1000000 赤焰焚天诀 三品 第七层 621 1000000 宿古易容经 三品 第四层 5521000 血液修罗斩 人机篇 四品 反扑归真 262321 可用经验值 432 5122 这页面 血 密密麻麻的功法神通 看得人眼花缭乱 爽 云天和嘴角 都快裂到耳根了 这波血传 四百多万经验 突破 突破 必须突破 他也不含糊 直接运转功法 顿时 体内灵力跟开锅时的 疯狂涌动 丹田里的灵力漩涡 跟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瞬间膨胀了一大圈 差点没把丹田撑爆 那漩涡中心 更是凝结出一颗 晶莹剔透的灵力金河 洞虚的雏形 我连神油还没到呢 云天和心头火热 这修炼速度 杠杠的 一百万经验直升神油 还能剩三百多万 用来提升功法 干了 上次晋升 可是从人急刀白嫖了 二十多万经验 这次说不得 还能再耗一波羊毛 说干就干 云天和立马不下重重静止 盘腿坐好 我天资绝世 神油镜而已 给我破 经验直 拉满 哄 灵力玄武猛的一顿 接着轰然炸开 化作一股 更加精纯磅礴的力量 第五十五章 这是有人凝聚洞虚 与此同时 大岩京城 图摩斯深处的一座高楼顶层 两个大佬 正对着桌上的一幅画卷 平头论足 画卷上 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刀痕 齐老 您给瞧瞧 这刀痕 是不是神异合一 顶级刀王的杰作 一个儒雅中年指着画卷 一脸兴奋地问向身旁的老者 李玄远那老家伙说是 应该错不了 老者慢悠悠地品着茶 不过 眼见为实 我还是瞧瞧 说着 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画卷 下一秒 瞳孔猛地一说 神异合一 走的是以煞入刀的路子 像是 血液修罗斩的人极偏 老者语气中满是震惊 怪哉 怪哉 这篇功法杀气极重 修炼者往往会被煞气侵蚀 为何这刀意如此纯粹 没有半点业障 这老头喝了口茶 慢悠悠地说 三百年前嘛 这小子想当刀王还差点意思 现在嘛 勉强算个顶级刀王吧 您老都说 他是顶级刀王了 那肯定错不了 我费劲从李玄远手里 抢来这半片刀痕 值了 实起兴奋地说 老头白了他一眼 这刀谁刻的 看着修为不咋的呀 也就刚摸到神游的门槛 郑玉丝心晋级的 叫啥来着 实起挠挠头 修为是不高 但刀法牛啊 连李玄远都甘拜下风 郑玉丝 老头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这帮狱卒也能出人才 怪不得这刀法这么狠 估计是在牢里跟人砍出来的吧 哈哈 老头拍拍大腿 不容易啊 郑玉丝那鬼地方 天天跟犯人死客 还能出个神游高手 咱们大爷现在就缺高手 实起盯着画上的刀痕 两眼放光 活像看见金山了 他搓着手问 齐老 您说 这阵玉丝的狠人 跟斩妖丝的李玄远 谁更有可能突破到刀胜啊 扑 老头一口茶喷出来 指着实起笑骂道 你小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刀胜 你知道顶级刀王和刀胜差多远吗 老头比划着 起码十个你家十个我 老头子我活了这么久 见过丰盛的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一个是上上上刃炎黄 另一个是青蛇剑王他祖师爷 多少老怪物 卡在顶级刀王 一辈子都没法突破 你 实起听得一愣一愣的 没想到刀王和刀胜就差一个字 差距竟然这么大 李玄远那小子 天赋还行 这辈子有希望到顶级刀王 刀胜就别想了 至于这个玩摸刀的 老头摇摇头 更难 摸刀入圣 难如登天 实起听完 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会儿 突然又贼兮兮地问 齐老 那您看我和李玄远 谁更有希望先到洞虚境啊 你小子真到我无所不知啊 老头哭笑不得 您老当初在严金城外 一掌打断黑龙渊那条老龙的龙脚 在我们这些后背眼里 可不就是活神仙吗 实起黑黑一笑 臭小子 就你小子嘴甜 锦衣老者笑骂 实起这马屁 拍得他舒坦 这老家伙眯起眼睛 仿佛看到了 当年自己一拳打爆一座山的真容岁月 突然 他脸色一变 与其沉重 说起来 黑龙渊那条臭泥丘 你们四思可得注意点 想当年我堂堂动虚境 一掌下去 才打断他半根龙脚 还让他得跑了 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等那家伙凝结腰单 头一件事 就是来找场子 到时候 嘿嘿 实起满不在乎 齐老你别吓唬我 大言皇城高手如云 那条泥丘赶来 就是送死 锦衣老者没说话 只是眼神闪烁 实起正要喝茶 突然一股怪异的感觉袭来 两人同时转头看向窗外 只见西边天空 一个巨大的白色漩涡 正在形成 灵气疯狂汇聚 这玉丝 天牢方向 实起惊呼 有人突破天罡 那漩涡越来越大 实起脸色变了 不对 是神幽静 怎么最近高手都喜欢往天牢跑 紧接着 大片乌云遮天蔽日 雷鸣电闪 白色漩涡还在扩大 不对劲 锦衣老者眼中金光暴涨 洞虚雷结 有人在凝聚洞虚 啥 实起手一抖 茶水洒了一身 她也顾不上 死死盯着那一项 满脸震惊 与此同时 观星格顶 一个猛着面纱的绝美女子 突然睁开双眼 眼中星光流转 她朝天牢方向看了一眼 翻手取出一个 刻满星辰的圆盘 皇城之中 竟有人凝聚洞虚 有趣 女子轻声自语 手中星盘缓缓转动 严金城上空 乌云遮蔽了半边天空 雷声隆隆 比上次天牢意象更加恐怖 无数百姓抬头仰望 议论纷纷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强者 竟然引发如此天象 斩妖司 图摸司 观星司 镇玉司 这动静 惊动了皇城所有强者 连皇宫身处的老怪物 都被惊动了 我的天 无数道神念 如同毒蛇般 死死盯着镇玉天牢 叶杰和玉政 站在镇玉司楼顶 头顶的云层 已经化作了方圆树石里的雷云漩涡 灵气不要钱的王里观 这 这特么是神游 不 是洞虚 只有洞虚 才能导出这种阵仗 叶杰人都傻了 下一秒 叶杰猛地转头 一把抓住玉政的肩膀 兴奋的眼睛都红了 老廖 你说 会不会是我们 镇玉司的前辈在突破 玉政嘴角抽了抽 这小子 魔障了 可 可能吧 不过 可能性不大 毕竟 其他三思的神游强者更多 玉政心里暗暗吐槽 自从出了个神游刀王 这小子 就觉得 镇玉司要崛起了 天天做梦 镇玉司要压其他三思一头 镇玉司要真那么牛 还用等到现在 一个神游刀王就把他恶成这样 现在又冒出个疑似洞虚的 怕不是做梦笑醒了 叶杰才不管玉政怎么想 他心里就是有种强烈的感觉 突破的绝对是镇玉司的人 等我回去翻遍点击 就不幸 找不出蛛丝马迹 叶杰死死盯着 那恐怖的雷云 语气无比坚定 玉政叹了口气 彻底放弃治疗了 随他去吧 梦里啥都有 第五十六章 为啥不能是我镇玉司的 卧槽 晋升神游镜 还得遭雷劈 玩我呢 刚突破到神游镜一重的云天河 看着丹田内澎湃的灵力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他能感觉到 头顶上空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正握着一把雷电锯锤 随时准备给他的一锤 妈的 不会是我长得太帅 老天都嫉妒了吧 云天河心里暗骂 他在夺破记忆里 可是清清楚楚记得 当初夺破那老小子突破神游镜的时候 可是风平浪静 屁是没有 怎么轮到自己 就搞得跟杜劫似的 该不会这雷劫是看人下菜吧 云天河脸都绿了 一方面不知道这雷劫的威力 到底有多恐怖 另一方面 要是自己出手抵挡 这房间肯定得被轰成渣 到时候身份就暴露了 情急之下 云天河脑子里 突然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方法 不仅可以隐藏身份 扛过雷劫 甚至还能借雷劫之力 狠狠赚上一笔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管他呢 先试试再说 云天河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从幽冥静典里 目光锁定其中一门功法 直接砸了百万经验值 天禅吞月 给我冲 给我破 第六仓 想当初 云天河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 就算经验值多到一出来 也绝对不会浪费在 禅隐月轮功 这种鸡肋功法上 没想到 这才过去半天 就被自己狠狠打脸了 不过现在也顾不上丢不丢人了 雷劫就在头顶 先活下来再说 就在云天河将 魔缠吞月弓 提升到第六层的瞬间 头顶上空突然裂开一道口子 一道水桶粗的深紫色雷电 如同一条猙獰巨蟒 朝着他狠狠劈了下来 云天河猛地瞪大双眼 不退反镜 张开嘴巴 对着那道深紫色雷电 一口吞了下去 没错 云天河想到的杜劫妙计 就是 生吞雷劫 呼呼 镇玉丝天牢周围 人影传动 如同感激一般热闹非凡 就连天空中 也出现了不少身影 他们都是来自 斩妖司 图摩司 观星司等势力的顶尖高手 其中不乏天刚进强者 甚至还有神游进大能 叶杰和玉政两人 带着一众镇玉丝官 快步朝着天牢方向赶去 这一次天牢上空的动静 比起上一次 何止大了十倍 面对如此多闻讯而来的高手 就连神游进大能都来了 叶杰自然不敢再像上次那样 封锁天牢 禁止其他人进入了 不过这一次 在天牢突破的神秘人 冲击的可是洞虚境 因此 这些闻讯而来的高手 虽然好奇心爆棚 却也不敢贸然闯入 甚至连神念都不敢随意探查 生怕打扰到那位神秘强者 叶杰呀叶杰 你们这御司天牢 还真是快风水宝地啊 叶杰刚一抵达 就听到图摩司总司任 北捷阴阳怪气的声音 一年之内 接连有两位绝世强者 选择在此地突破 甚至有可能诞生一位 洞虚境的真人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啊 叶杰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他到现在还记着 上次为了争夺日月教月王的尸体 被任北捷那老小子 狠狠揍了两拳 心里正憋着一肚子火呢 任总司说得不错 旁边有人附和道 以前也不是没有不怕死的家伙 想在天牢里搏一搏 突破瓶颈 不过嘛 嘿嘿 一百年里能不能出一个都难说 可不是嘛 谁没事干往里钻 那些个镇守天牢的 哪个不是兽员快没了 或者在外头根本没指望突破的 才会跑进去赌一把 顺便镇守犯人 成了 那是祖坟冒青烟 不成 还能为严金城最后发光发热 也算死得其所 可不是嘛 这种不要命的疯子 一千个里都找不出一个 今年倒好 一下子冒出两个 邪门了 苏月白就一声冷笑 风水宝地 那也是我斩妖丝的府邸 冲击洞虚的 八成是我斩妖丝的前辈 你说啥 人北杰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凭啥是你们斩妖丝的 镇守天牢的 明明是我们图摩斯人最多 要论可能 也是我们图摩斯 放屁 苏月白上来就开喷 你们图摩斯是人多 进去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十个里面八个天罡 神游有几个 更别说神游九重了 你瞧瞧我斩妖丝 一百年前的宇军前辈 神游八重 一百三十年前的蔡坤前辈 神游九重 还有三百年前 苏月白一口气包蔡明似的 把斩妖丝那些个镇守天牢的前辈 全抖搂出来 说得人北杰脸红脖子粗 想反驳 却是一个名字 都憋不出来 可算让苏月白说完了 旁边又冒出来的阴阳怪气的声音 人多可不代表概率大 我关心思上代副思 百年前入天牢 那时可是半步动虚 怎么算 这次冲击动虚的 也该是我关心思的 说话的 是一个看着挺年轻 眉毛却全白的家伙 他是关心思副思 正思一向由国事兼任 苏月白刚要反驳 就听任北杰耿着脖子嘟囔 反正就是我们图摩斯的 任北杰 你要不要脸 明明是我斩妖丝的 是我们关心思的 这仨人 正为了冲击动虚的大能 归属吵得不可开交 一直没吭声的叶杰 突然悠悠地来了一句 为啥不能 是我们镇玉丝的 世界安静了 三个人 齐刷刷地看向叶杰 脸上 全是你在逗我的表情 叶杰清了清嗓子 刚想说点什么 就见那仨人 表情更怪异了 那是一种想笑 又不好意思笑的表情 行了叶大人 别闹了 说正事呢 任北杰摆摆手 叶杰你胆子挺肥啊 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你们镇玉丝 总共才几个神友 也敢妄想动虚 苏月白冷笑 镇玉丝天牢突破的 就是你们镇玉丝的 你咋不说这天底下 都是你家的 叶杰被这三人 一唱一鹤气的脸都绿了 肌肉直抽抽 想反驳吧 又不能说 自己是靠直觉猜的 那不更得被笑掉打牙 正憋屈着呢 头顶上突然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闪电 跟风了似的 劈向天牢 门口那群守卫 吓得脸都白了 腿肚子直打颤 刚想跑 那雷电又突然消失得 无影无踪 一群人傻眼了 面面相去 不知道 发生了啥 四四大佬 却心里跟明镜似的 雷杰这玩意儿 有灵 专批杜杰的人 中间要是有东西挡着 他就自动拐弯 直到批中目标为止 所以说 雷杰一来 谁都帮不了 只能靠自己硬扛 此时 任北杰 苏月白 观星思傅思 还有叶杰 这四个老家伙 都眼巴巴地盯着雷电 批下来的方向 眼里满是期待 不知道这位前辈 弄出几个洞虚支撑来 哄 云天河瞬间被雷电 劈得外焦里嫩 浑身酥麻 感觉每个毛孔 都在被针扎一样 还好我之前 把肉身强化了一波 不然还真不一定扛得住 云天河心里一阵后怕 不过还好 他的计划成功了 六层境界的 天蝉吞月 真能吞雷杰 而且 还把大部分雷杰的力量 都给吸收了 转化成了四种力量 其中一部分 被幽名静点 吸收了 变成了海量的经验值 云天河与主面板上 可用经验值那一栏的数字 正以每秒一万的速度 飞快跳动着 还有一部分 则注入到云天河的丹田里 此时 他丹田里的灵力漩涡 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完全由灵力形成的小湖泊 第57章 天极真人 这特么乃是湖啊 简直就是一冰窟了 云天河低头 看着脚下那片 不断扩大的冰湖 心里暗骂 这哪是什么湖啊 分明就是他凝结的灵力 被雷劈的吸碎 跟冰茬子似的 更要命的是 这雷劫 就跟不要钱似的 一道接一道地 往他身上招呼 冰湖面积越阔越大 里面的冰块 也越来越多 神游进度节 带来的好处太大了 第三波雷劫刚完 云天河 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像是在熔炉里练过一样 那叫一个舒坦 他干脆一步做二步修 直接把经验点 加到神魔练体绝 上 准备一鼓作气 连炼体天罡也给突破了 这一下可不得了 本来锁定的雷劫 直接又多了两道 云天河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炼体晋升 也要挨雷劈啊 不过现在他也不在乎了 反正都已经再挨劈了 也不差这两道 最邪门的是 最后一波雷劫 这雷劫不批别的 专门往云天河胸口 正中间的弹中穴钻 然后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体内那二十多万经验之人 急刀的凶煞之气 像被磁铁吸引一样 全往弹中雪涌 最后竟然凝聚成一颗漆黑的小珠子 这小珠子刚一成形 整个天牢里的凶煞之气都躁动起来 发了风式的 往云天河体内钻 那黑珠子 也跟吹气球一样 越变越大 云天河眼睁睁地看着御主面板上 人急刀的经验值 蹭蹭蹭地往上涨 十九万 二十万 二十五万 一直涨到了四十万 哈哈 白嫖天牢煞气 这波血赚不亏 云天河正高兴呢 突然发现功法篮里原本的血玉修罗斩 人急偏 四品 竟然变成了 人急一转 结 二品 此时 这玉丝天牢外 乌云密布 劫雷一道接着一道披下 把四思的人都看傻了 五道了 五道劫雷了 这雷云还没散 难道我图摩斯 要出一个上三品洞虚的天际真人 人北杰的声音都开始颤抖了 斩妖丝苏月白听到这话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想反驳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冷哼了一声 估计是觉得这人北杰是在说胡话 懒得跟他争辩 一般来说 一道雷杰就是九品洞虚 两道就是八品 三道就是七品 以此类推 这可是天道定下的规矩 半点假不了 而那些修炼有成的很人理 能修成上三品洞虚的 那是天际真人 中三品的是地际真人 下三品是人际真人 现在天牢里那家伙 都扛过五道雷杰了 这说明啥 说明人家已经是妥妥的地际真人 而且看这架势 后面指不定还有雷杰要劈下来 搞不好真让人北杰 那家伙说中了 这回出现的 是个天际真人 要是真的 那可就太牛逼了 大火正想着 天上那乌云翻滚了一会儿 猛地又劈下一道雷杰 不过这第六道雷杰 看着没钱几刀那么吓人 也不知道是为啥 但就算这样 那也是货真价实的雷杰啊 四品洞虚 大火心里都咯噔一下 眼睛死死盯着天上那片雷云 心里又是期待又是害怕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雷杰落下来 哄 第七道雷杰 一道紫光划破天空 直接劈到天牢上空 然后就不见了 所有人心脏 都跟着狠狠跳了一下 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 涌上心头 上三品 真的是上三品洞虚 我大言又出了一位真人 而且还是几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极真人 大言必胜 四四的人激动得都快疯了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就连那些躲在暗处看热闹的神游镜大能 这会儿也坐不住了 每个真人 那都是国家的顶梁柱啊 多一位真人 大言就稳固一份 他们这些大言子民 能不激动吗 更何况 这回新出现的 还是一位天极真人 那意义就更不一样了 上三品洞虚啊 说不定再过个几百上千年 大言就能出一位天人尊者了 第七道雷劫过后 天上的雷云和灵气漩涡也慢慢散开了 任北杰 苏月白和观星司那位都抬头看着天空 脸上还带着意犹未尽的神色 刚要说话 旁边那俩货也张着嘴要抢答 三人心里都清楚的 知道对方要放什么屁 于是又很有默契地闭上了嘴 哼 苏月白看着这俩活宝 冷笑一声 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 过几天你们就能亲眼看到我斩妖司 供应前辈回家 赢到谁家门口还不一定呢 任北杰阴阳怪气地嘀咕了一句 观星司夫斯慢悠悠地说道 两位总司就别争了 国师大人肯定也盯着这事呢 等会儿就会有结果 到时候你们就彻底死心吧 叶杰很想插句话 因为他刚刚感觉杜杰的肯定是镇域司的人 可玉政却一把拉住他 不让他说话 不光是他们 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严金大佬们 也在议论纷纷 都在猜这位天牢里蹦出来的洞虚大佬 到底是谁 各种猜测满天飞 就在这时 一匹快马飞班来 马上做这个太监 在场的人又不傻 都知道这是宫里来人了 顿时都闭上了嘴 盯着那个太监 不少人认出这位内官 他刚到就有人高声问道 刘公公 是不是皇上也想知道 那位真人的身份 特意派你来打探消息的 刘公公笑呵呵地回答 这次不是 上次天牢内有人晋升神游镜 都没惊动国师大人 这次天极真人出世 国师大人早就把皇上想问的送过来了 听到这话 大家顿时来了精神 都竖起耳朵 原来是来公布答案的 四四总司 更是眼巴巴地盯着刘公公 刘公公走到他们面前 目光从任北捷 苏月白和关心斯夫斯那三章 写满期待的脸上扫过 最后 落在了最没存在感的叶杰身上 圣上口谕 刘公公笑眯眯地看着叶杰 恭喜叶总司 郑玉司又出了一位国之栋梁 陛下特封这位真人为 平天 第五十八章 大言帝心强盛 刘公公后面的话叶杰 一句也没听进去 对方刚说出恭喜两个字 他的脑子就嗡的一声 一片空白 随后一股电流 从尾锥骨直冲天灵盖 整个人都微微颤抖起来 叶杰满脑子 就一个念头 像疯了一样乱撞 真的是我郑玉司的前辈 真是我郑玉司的前辈啊 我就知道没感觉错 任北杰 苏月白 还有那太监 一听这话 顿时像被雷劈了似的 一个个僵在原地 脸上全是活见鬼的表情 叶杰这家伙杜杰那位大人 真是郑郑玉司的 你确定那国师没搞错 放肆 国师大人算无一策 起事儿等可以智慧的 更何况 陛下都亲自承认了 太监脸一沉 立一声喝道 任北杰三人压根没理他 就傻愣愣地 看着面前激动得直哆嗦的叶杰 脑子完全转不过弯来 就连叶杰身边那郁政 也跟被人捶了一拳似的 半天憋不出一个字 过了好一会儿 一声狂笑 突然在牢房上空乍响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叶杰自己突破洞虚 成就天机真人呢 图摩斯高楼里石起站在窗边 衣袖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他望着远处的天牢 嘴里念叨着 脸上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 旁边一个穿着锦衣的老头 也一脸惊诧 胆叹道 齐了 真是齐了 一个小小的郑玉斯 居然接连出了神游河洞虚真人 还是凝聚了上三品洞虚得很人 咱们大眼里 潮快一千年了 一共才出了几个天机真人 居然让郑玉斯给碰上了 真是闻所未闻 石起猛地转头问道 齐老 你说会不会是 那国师算错了 锦衣老头摇摇头 沈妙英那丫头 虽然年纪不大 但本事 比我老头子可强多了 他算出来的东西 我可不敢说是错的 那就是真的了 石起喃喃自语 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锦衣老头没理他 自顾自地说道 管他是哪一丝的 咱们大眼 能多一个洞虚真人 都是天大的喜事 就是不知道 这位是哪位小友 还是老朋友 郑玉斯 锦衣老头眼中金光一闪 接着也不见他 怎么动他 整个人 就那么凭空消失在房间里 石起对老头的消失 见怪不怪 他转身坐下 看着桌子上 放着的刀意画卷 忽然端起面前 已经凉透了的茶 一口喝干 低声自语道 洞虚真人 我石起 什么时候 才能踏入真人境啊 不求天解 下三品人即也行啊 他的叹息声 被风吹散 观心思 巨大的星盘 悬在半空 散发着诡异的冷光 看得人心里发毛 星盘上 密密麻麻的光点 闪烁不定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副浩瀚的星图 一个穿着白纱裙的女人 席地而坐 白纱遮面 看不清容貌 只能看到他盯着星图的 眸子里 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怪事 怪事 我居然算不出 这人的命格 只能隐约察觉到 他是大言子民 而且跟郑玉丝关系匪浅 难道是有人 替他遮掩了天机 白纱女子 伸出鲜鲜玉手 对着星盘 轻轻一点 急到白光 嗖嗖射入星盘之中 巨大的星盘 顿时转动起来 星图也跟着变幻莫测 片刻之后 一颗耀眼的星辰凸显出来 光芒万丈 白纱女子眼神更加惊异 甚至充满了不可置信 和深深的疑惑 怎么会这样 区区一个上三屏洞虚静 怎么可能 让帝星强盛到这种地步 这些年来 大言表面上风平浪静 实际上暗流涌动 妖魔鬼怪蠢蠢欲动 帝星晦暗不明 国运摇摇欲坠 随时都有轻浮的危险 可就这一年时间 国运突然暴涨 连带着大言国相也好了许多 想不通 实在想不通 白纱女子一边低声呢喃 一边用力揉着额头 精致的下巴 因为苦思冥想而微微颤抖 与此同时 天牢二层 一个身高三米的肌肉猛男 正盘腿坐在地上 浑身肌肉球节 仿佛一座小山 随着一阵霹里啪啦的暴响 肌肉猛男的身体迅速缩小 很快便恢复成一个俊美青年的模样 正是云天河 此时此刻 云天河的状态好到爆炸 简直前所未有的强大 突破到神游镜 给他带来的改变 简直是脱胎换骨 来自血煞魔宗的神魔炼体诀 顺理成章地突破到第五层 带动他身上其他的炼体功法 也跟着突破 就连只是半炼体的 赤焰焚天诀 都蹭了一波经验值 云天河的肉身力量再次暴涨 双臂力量已经接近百万斤 一身皮肉骨骼 坚硬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简直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我现在光凭肉身力量 估计都能跟月王那家伙 打个平手了吧 云天河心中暗爽 血煞魔宗 能靠着纯粹的炼体鹿子 卫裂魔到七宗 果然有两把刷子 更别说 云天河修炼的 可不只是神魔炼体诀 他比那些血煞魔宗的弟子 强悍了不知多少倍 除了肉身力量 云天河的灵力 也有了质的飞跃 此时此刻 他丹田内的冰壶 已经出具规模 比突破之前大了三四倍不止 冰壶中央 还有一座小小的冰山 那是精纯到极致的固态灵力 跟天罡九重相比 我现在灵力的质量 至少提升了一百倍 云天河心中暗暗则舌 这提升也太恐怖了吧 他不知道 其他人从天罡境 突破到神游境 灵力能提升几倍 但绝对没有他这么夸张 这可是实打实对抗 雷杰扛出来的 不止一道啊 强得离谱 但还是扛下来了 神魂这块 估计翻了十倍吧 云天河一感应 脑海里那代表神魂强度的 黑色水潭 现在直接变成超级大水潭了 十倍都不止 这特么哪是潭啊 叫胡还差不多 这次神游杜杰 云天河感觉自己 学过的功法 多少都长了点经验 爽 但最让他惊喜的 还得是人机刀 只见原本的血雨修罗斩 人机偏 现在变成了 人机一转 杰 这名字一听就牛逼 而且品杰也从四品 直接飙升到二品 经验值更是夸张 直接飙到百万 第59章 雷杰白嫖经验 云天河看到的时候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本来寻思着 能不能像上次突破天罡时那样 趁着突破神游的机会 在白嫖一波天牢的凶煞之气 喂养人机刀 省点经验值 没想到 这次白嫖得这么狠 人机刀的经验值 直接暴涨了八十多万 这得多少凶煞之气啊 云天河忍不住想 天牢二层后面的牢狱凶煞之气 不会被我给吸干了吧 一百万经验的人机刀 里面蕴含的凶煞之气 这会儿全聚集在他淡中学的位置 变成一颗鸽子蛋大小的黑丸子 不断散发着凶煞的气息 至于人机刀的惊天蜕变 他估计是杜劫吞雷的时候 一部分劫雷之力和人机刀融合了 产生了化学反应 才搞出了现在这个人机一转 劫 蕴含劫雷之力的百万人机刀 这威力 想想就恐怖 云天和试着调动煞猪的力量 结合灵力和神魂 屈指一弹 释放出一缕刀气 瞬间 一道缠绕着浓郁凶煞之气 和淡淡劫雷之气的黑色刀光 出现在他面前 刀光刚一出现 就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破空声 在云天和眼前的虚空中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黑色刀痕 这刀气 竟然把虚空都给切开了 好家伙 云天和感受到刀光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赶紧散去刀光 眼中满是兴奋 融合了劫雷之气的刀意 凶煞中透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看得云天和自己都心惊肉跳 这威力 简直恐怖如斯 虽然只是二品 但这把人急刀 依旧是我手中最强的底牌 此刀一出 谁能挡我 云天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突然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猛地看向自己的御主面板 四百多万经验值 我没看错吧 云天和揉了揉眼睛 仔细数了好几遍 确定自己没数错 我去 一场突破下来 经验值不减反增 这不简直卸抓啊 云天和兴奋地差点跳起来 难道说 用天蝉吞月弓 吞雷杜劫 才是正确姿势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就再也止不住了 也只有这种逆天手段 才配得上天蝉吞月 一品绝世的名头吧 云天和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差点埋没了 您老人家的神威 罪过罪过 云天和在心里默默地向 天蝉吞月弓 道了个歉 先提升一波修为 四百多万经验值砸下去 云天和的修为 瞬间突破到了神游二重 爽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云天和忍不住仰天长笑 还剩下两百多万经验值 提升修为不太够 不如用来升级功法 现阶段 提升功法的性价比 明显更高 云天和目光扫过功法列表 最终落在了 炼魂鬼诀上 救你了 一百万经验值砸下去 炼魂鬼诀 瞬间突破到了第六层 云天和只感觉脑海中一阵轰鸣 神魂力量暴涨 化作一片浩瀚无边的黑色汪洋 大则中心 水波炸裂 一道人影踏浪而出 稳稳坐在水面上 这人 居然和云天和尝的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神魂照应 云天和直接看傻了 紧接着狂喜涌上心头 这可是天人精大佬才有的专属待遇 难道说 我现在的神魂 已经能和那些天人精尊者媲美了 云天和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这惊喜 简直来得太突然 他修炼的功法 那可是数都数不清 个个都是顶级的存在 随便哪一门拿出去 都能让那些所谓的天才强迫脑袋 有了这神魂照应 以后就算我肉身被打爆 只要神魂还在 就能活蹦乱跳 比那些夺射转生的老家伙 强多了 云天和越想越兴奋 这简直是开了无敌卦啊 而且 我还多了一招神迹 云天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下一秒 他的神魂直接穿透天牢 出现在外面 刚才那雷劈的真吓人 我还以为要下暴雨了呢 结果现在又晴空万里了 你懂个屁 那是有大能在我们这天牢底下突破 引来的雷劫 没看见其他三思的人 突破还能引来雷劫 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这种操作 土变 两个穿着官服的狱卒 从云天和魂体中穿过 居然对他视若无睹 阿帖 穿过云天和身体的那个狱卒 还狠狠地打了个喷嚏 云天和眯着眼 看着那俩人走远 真有意思 一般人见着 我就跟见了鬼似的 见也见不到 碰都碰不着 难不成我现在是阴魂状态 云天和说着 抬手在那天牢的墙壁上轻轻一挥 留下个深深的印子 跟刀客似的 他拍了拍手 掌印瞬间消失不见 不对啊 要真是阴魂 我哪来的力气 还能用本体的部分实力呢 云天和心念一动 下一秒 人已经闪现到第三层 刚一现身 就见一个老头 慢悠悠地朝他走过来 那老头十根手指骨节分明 手里还滴溜着一个 一人多高的瘦皮箱子 去去去 赶紧去二层 把小云那小子 给老子叫过来 老头不耐烦地 冲旁边的小跟班说道 哟 这不是武作科那个老东西 韩老头吗 得 又想抓我当苦力士吧 平时也就罢了 我心情好 搭把手就搭把手 可现在嘛 忙着呢 云天和冷笑一声 屈指一弹 一道灵力闪电般 钻进了韩老头的肚子 哎哟 原本红润的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 逗大的汗珠不要钱似的 从额头上滚下来 一只手紧紧捂着肚子 两条腿也哆嗦着夹紧 先别喊小云了 老子现在有更要紧的事要办 啊 小跟班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见一声巨响 紧接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扑面而来 小跟班赶紧捂住鼻子 嫌弃地退后几步 只见韩老头双手捂着屁股 两腿夹得紧紧地 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 扭头就跑 连他最宝贝的箱子都顾不上拿了 不得不说 这韩老头玄灵境的修为 还真不是盖的 就这副尊容 跑起来 速度居然一点都不慢 而且一边跑 还一边中气十足的大吼 都给老子让开 快 快来不及了 云天和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笑出声来 心情顿时舒畅了不少 第六十章 妖族皇子 二三层这阴森森的鬼气淡了不少啊 犯人妖物都老实芭娇的 不过云天和感觉天牢底下 有源源不断凶煞利器 正拼命往上面冒 想把那鬼气给补上 照这架势 估计要不了多久 这前三层 还得恢复成那副鬼样子 还是小瞧了这破地儿 这天牢几百年积攒下来的邪气 我那刀法系的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云天和心里暗骂 这天牢四层下面到底关着啥玩意儿 越来越好奇了 目前为止 云天和才到过四层 再往下还没去过呢 四层那帮家伙 就已经是月王那等级别 天刚九重的大佬了 五层不会是神游镜 甚至洞虚镜的老怪物吧 云天和心里琢磨着 要是连神游镜和洞虚镜这种变态都能关注 那大炎这底蕴也太特么恐怖了吧 至少 大炎王朝天人静的尊者肯定有 想到这 云天和立马跑到四层 但没急着往下冲 先去假一号玉 看了看那条倒霉的聂龙 跟之前比 这货现在耸的一批 跟条死狗似的飘在半空中 眼都闭上了 估计是上次被收拾了一顿 郑玉思那帮家伙 又给他上了几道狠的 再加上这回禁制法阵和法器都翻倍了 他就是想动弹 也动不了了 估计这货也认清现实了 彻底摆烂了 云天和扫了一眼就走了 然后又去了假三号玉 月王那老小子隔屁了 我倒要看看这牢房 现在归谁了 结果一看 一个小白脸 正跟丢了浑室的摊坐在里面 那绝望 不甘和怨恨的眼神 不是月王那宝贝儿子梁凡 还能是谁 这小子子成父业了呀 老爹死了 没做完的老儿子接着做 优秀 怪不得最近没看见梁凡 原来是被关进来 受罪了 这小子正是人生得意的时候 结果下半辈子 只能在牢里度过 换谁谁不崩溃呀 估计他现在都后悔 没跟月王一起死在那一战里 云天和心里可没半点同情 这小子以前做的孽也不熟 就说 这次月王月狱 没有一百条人命也差不多了 老底坐穿都是轻的 下半辈子 就老老实实在牢里待着吧 给我提供经验值就够了 梁凡现在可是云天和手里 最大的经验宝宝 一个时辰六百点经验 一天就是七千二 就冲这 也不能让他死了 或者跑了 在天牢四层甲三号狱里等死吧 这就是你的命 四层还有不少牢房没去 不过云天和现在没那闲工夫 以后 有的是机会 他现在就想赶紧下去看看 第五层到底关着什么妖魔鬼怪 就算碰上硬查 最多神魂化身被灭 休养几个月就恢复了 有啥好怕的 云天和心一横 直接冲了下去 下一秒 他就站在了天牢第五层 这 这什么情况 云天和直接傻眼了 他想象过无数种第五层的景象 血流成河 白骨扑路 恶鬼咆哮 群魔乱舞 可眼前的一切 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富丽堂皇的大殿 经由灯火辉煌 檀香鸟鸟 哪有一点天牢的样子 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不 简直比皇宫还要奢华 云天和此时就站在大殿边缘 旁边是不断运转的法阵 将外面那些令人作呕的阴煞之气 完全隔绝在外 这得是什么样的犯人 才能享受这种待遇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他 一步踏入了大殿中央 那里 一个二十出头的俊美公子 正坐在诸案前看书 白衣圣雪 气质不凡 玄灵静 云天和查看了一下对方的修为 顿时更加震惊了 区区玄灵静 怎么可能被关在这种地方 还享受如此待遇 只有一个解释 这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难道是皇族犯错之人 云天和暗暗猜测 就在这时 那俊美公子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猛地抬起头 正好对上了云天和的目光 妈呀 公子 吓得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手里的书也掉在了地上 你 你是人是鬼 怎么进来的 云天和心里一惊 这小子 居然能看见自己 要知道 他现在可是神魂状态 除非主动现身 或者对方神魂强度和他差不多 否则根本不可能看见他 你能看见我 云天和忍不住确认道 那俊秀公子愣了一下 眨巴着眼睛 一脸无辜 不应该吗 云天和一时语色 这小子什么来头 俊秀公子见云天和不说话 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公子 莫非是 游魂 云天和心中一动 索性点头承认 是 啊 抱歉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俊秀公子顿时慌了 连连道歉 还懊恼地直跺脚 我不该问的 真是太失礼了 明知道是游魂 肯定是死了 说出来干嘛 这不是接人伤疤吗 说着 还狠狠给了自己脑袋一下 云天和哭笑不得 无妨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 俊秀公子刚想回答 远处传来一声低贺 九皇子 你在跟谁说话 店内还有其他人 我怎么没发现 云天和还没动 那公子就竖起一根手指 示意他别出声 然后朗声答道 没人 我就是看到书里有趣的地方 自言自语罢了 哦 那声音音了一声 便没了动静 云天和放出神念 很快锁定了说话之人 一个身穿青色盔甲 身形魁梧的俊朗男子 周身环绕着一丝丝 不同寻常的气息 云天和眼神一灵 妖气 这武将 竟然是个化形的大妖 而且实力不弱 至少是神游镜以上 能让一个神游镜大妖 称作九皇子 那肯定也是个妖怪了 妖族皇子 云天和回头 看向俊秀公子 却探查不到半点妖气 就连精精神通都失笑了 有点意思 他估计这小子身上 肯定有什么宝贝 能隐藏气息 屏蔽探查 于是也不再纠结 直接问道 你是何人 我叫清哥 哎 俊秀公子 说到一半卡住了 似乎身份不便透露 于是话锋一转 你呢 云天和潇洒一笑 霸气地说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你就叫我梁凡 梁凡 这俊秀公子 细细品味着这个名字 像是要刻在心里 这地方全是法阵 一般的孤魂野鬼 根本进不来 你竟然能闯进来 俊秀公子 对云天和 有点刮目相看 云天和正想着 怎么糊弄过去 突然察觉到什么 脸色一变 看来 今天没空跟你闲聊了 下次再来 云天和 对俊秀公子笑了笑 瞬间在他眼前 消失得无影无踪 空荡荡的大殿里 只剩俊秀公子一个人 他望着云天和 消失的地方 心里感觉 空落落的 梁凡 他轻轻念叨着 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书 回到桌边坐下 第六十一章 都是硬骨头 滚滚的腰气中 两道身影 飞速而来 其中一个是云天和 之前在大殿里见过的 那个妖怪武将 另一个是个头发稀疏 腰弯被驼 看着快死的老头 这老头散发出的气势 比那武将强了百倍不止 他所到之处 浓重的煞气 都自动退散到两边 你确定 有人闯进了法阵 老头眯起眼睛 冷冷地问 妖怪武将面无表情地说 我们屠山一脉 有独门秘法 虽然我刚才没探查 倒有人 但我 确实感应到 九皇子身边 还有其他人 好 老头脸色越来越难看 恶狠狠地说 竟然还有人 能躲过我的眼睛 穿过法阵 偷偷潜入到大殿里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哪个 不知死活的东西 话音刚落 就听到一个声音 悠然地从前方传来 你们好像 在找我 紧接着 一道人影 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是一个俊朗清秀的少年 眼神深邃 神色平静 浑身上下 散发着光芒 不像凡人 看到此人 妖怪武将 立刻大喊 就是他 而飞在他前面的老头 脸色却像见了鬼一样 身体一抖 猛地停下脚步 然后惊恐地大喊 神魂化身 天人尊者 老头看到 云天河的神魂真身 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旁边那个屠山武将 还愣在原地 没反应过来 可老头还没跑多远 云天河 就挡在了他面前 神魂化身的速度 可比什么灵力 飞顿快多了 云天河神色平静 高高在上地 看着面前的老头 看着对方 脸上露出 惊骇欲绝的表情 心里却爽翻了 就喜欢 看你们这副表情 云天河早就 用神念探查过 老头的底细 老者丹田之内 有一座洞天臣服 更有赤霞灵气 阴晕其间 宛若云争霞味 论修为 比他现在的神魂化 深强了几十倍不止 分明是个 货真价实的洞虚修士 结果 见了自己 却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恨不得多长两条腿 原因很简单 因为 他现在是神魂化身 只有天人尊者 才能用这招 老头脸色 变了又变 最后憋着一口气 恭恭敬敬地弯腰行李 晚辈江森 见过前辈 背一个老掉牙的家伙 叫前辈 云天河心里别提多怪异了 他面不改色 淡淡开口 怎么不跑了 腿断了 前辈面前 哪敢跑啊 老头一脸苦笑 不敢 我看你胆子大得很 云天河冷哼一声 还真把自己 当天人尽高手了 这时 那妖族武将也飞了过来 二话不说 就给云天河跪下磕头 这回 云天河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这家伙才神游七重 杀他 一刀的事 屠山俱穿 拜见前辈 屠山 云天河听到这两个字 立刻就和这妖族的身份联系起来 你是屠山狐族的 是 那五层大殿里那个 是你们屠山狐族的九皇子 这 武将犹豫了一下 居然转头 去看旁边那个老头 老头也机灵 反问云天河 前辈不知道他的身份 云天河冷哼 我再问你 老头立马恭敬地回答 前辈猜得没错 他正是 屠山妖皇第九子 清歌 妖族的妖王 对应人族的神游镜 妖皇对应的 便是洞虚镜 也就是说 那大殿里的俊美公子 居然是个妖皇的儿子 怪不得身份尊贵 来历不凡 连坐牢 都得住在堪比皇宫的大殿里 他犯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被关在 天牢第五层 云天河继续追问 但这回 老头却不肯说了 这个 恕晚辈不能说 看到老头不配合 云天河 释放出一丝杀意 恐吓道 你胆子不小啊 真不怕我杀了你 老头直接回道 晚辈 本就时日无多 好家伙 软硬不吃 是个滚刀肉 云天河用精精一看 果然如他所说 老头浑火 虽然看着旺盛 实则后继无力 确实快死了 逼问不出什么 云天河 下意识地 看向旁边的屠山舞江 谁知这家伙更绝 耿着脖子 一副等云天河 砍他的样子 行 都是硬骨刀 云天河 在天牢待了这么久 什么犯人没见过 实力越强 骨头越硬 没想到 到了神游境 动虚境 这个定律 居然还管用 服了 云天河 才懒得管什么 屠山虎族九皇子 问不出就不问呗 又不关他事 他转身 就往五层走 管他五层 还是五层底下 去看看再说 前辈想去下面 那老头江森 突然冒出来一句 前辈要是不是我们 大盐皇族或者五层的人 我劝你 还是别下去比较好 云天河一听大盐五层 就愣住了 大盐啥时候有五层了 正琢磨呢 就听老头说别下去 顿时不爽了 怎么着 你们下面 还藏着什么宝贝 不让人进 老头又开始打哑谜 前辈 听我一句劝 云天河心里这个气啊 要不是看着老头快死了 真想一巴掌呼死他 说话说一半 最烦这种人了 他懒得废话 身影一闪 就消失了 等云天河走了 老头和旁边一个武将 才敢站起来 江前辈 这人不会是 冲着九皇子来的吧 武将紧张兮兮地问 不可能 就屠山那人脉 拿紧的洞天人尊者 老头摇摇头 他要是真想 对清歌不利 我们也拦不住 只能干看着 我估计啊 八成是哪个老家伙 闲得无聊 想来咱们天牢底下看看热闹 那就好 那就好 武将松了口气 又忍不住问 江前辈 这可是天牢重地 真让这尊大神随便进出啊 不然呢 你能拦住他 老头发了个白眼 他要是听我的不进去还好 要是真进去了 哼哼 有他好果子吃 说不定 老头怪笑几声 也消失在黑雾里了 五层就一个牢房 关着屠山清歌那个 云天河逛了一圈 发现除了中间的大殿 其他地方全是荒地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不过没人不代表没人气 云天河一路上感受到 好几股强大的气息 神游镜都有三个 还有天刚镜的 估计都是大阎各司派来开门的 还好这些人都在闭关 云天河用神魂化身溜达一圈 根本没人发现 逛完五层 云天河心里痒痒的 想着要不干脆下六层瞧瞧 可五层通往六层的入口 就是一个黑洞洞的深渊 阴森森的 啥也看不清 五层那冲天的煞气 就是从这洞里冒出来的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这破天牢 越往下 越像个鬼地方 五层就已经是破破烂烂 六层更绝 连个下去的楼梯都没有 完全就是个大坑 之前那老头的话 在云天河耳边回响 让他心里犯嘀咕 可转念一想 我现在可是天人尊者 还能被这老头几句话吓住 反正就一神念分身 死了也不怕 下去瞧瞧 第六十二章 美女的心思 你猜不透 云天河心一横 神念化身 直接就往下冲 哇 天牢二层 云天河真身猛地睁开眼 身体一震 两道鼻血缓缓流了下来 脑海中 黑水大泽里 一尊崭新的神魂化身 缓缓浮现 之前还说大不了 就是神念化身玩玩 没想到 真一语成衬了 云天河苦笑着擦掉鼻血 开始回想自己进入 天牢六层后的遭遇 六层下面 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除了浓得化不开的煞气 就只有一堆堆 被锁链捆着的尸骨 密密麻麻 看得人头皮发麻 那些尸骨生前一个个都不是擅茶 最差的也是个天罡级别的狠人 云天河顺着锁链一路往下 不知道下了多身 突然 神念化身就被一股怪力轰碎了 他连对方是谁都没看清 就被打回了天牢二层 这老头果然没骗我 五层往下 真不是闹着玩的 云天河算是明白了 那江老头绝对知道些什么 可惜是个谜语人 要是自己真是天人尽尊者 非得把他抓起来 撬开他的嘴 江信 这老头不会是皇族的人吧 云天河突然冒出个念头 不过很快就不去想了 该知道的已经知道了 剩下的 等以后实力强了再说 神念化身被灭 起码要几个月才能恢复 这段时间就老老实实在二层待着吧 对了 继续给炼魂鬼诀 加经验 能不能加速神魂恢复 云天河突然想到这个 试了试 没想到还真行 这下以后 再也不怕神魂受伤了 云天何尝输一口气 天牢门外 这帮家伙 最近怎么老往天牢跑 他邪逆着远处 一个穿着关心丝关袍的中年男人 对着旁边正对着小铜镜 臭美的楚中天问道 楚中天慢条丝里地争了正礼貌 对着手心吐口唾沫 仔细抹平病脚 这才满意地转过头 你小子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傻 咱们天牢里 现在可是藏着一位洞虚真人 谁不想来碰碰运钱 万一能得到点好处呢 原来如此 云天何故作恍然 随即坏笑道 那你打扮得这么骚包 该不会又要去金香院吧 切 楚中天一脸不屑 去那种地方 还需要我特意打扮 大爷我银子一拍 三个月不洗澡的姑娘 都得贴上来 我这是为了我的意中人 而容 他说着 挺了挺胸膛 自信满满地说道 最近天牢里这么多人进进出出 其中不乏群方榜上的美人 我不得好好把握机会 云天何上下打量着楚中天 这会要身材没身材 要长相没长相 要实力没实力 要背景没背景 兄弟 云天何尽量委婉地说道 你这成功的概率 无限趋近于零吧 你不懂 楚中天一甩头 迈着自信的步伐向前走去 说不定 美女就喜欢我这样的呢 美女的心思 你猜不透 云天何无奈地目送楚中天远去 心里暗自负匪 救你 还想追寻方榜上面的姑娘 距离她突破神游 已经过去十天了 神魂的伤势早就痊愈 但突破时造成的动静还没平息 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斩妖司 图摩司 观星司 甚至连他们阵域司 不知道多少人都在寻找那位 心境的上三品洞虚真人 云天何也是事后才知道 自己因为突破时 引动了雷结 被人误以为是晋升洞虚 还因为多扛了两道雷 被认为是 凝聚了上三品洞虚 这天牢最近不太平 不如出去避避风头 云天何心中一动 决定请几天嫁出去散散心 正好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某些功法突破 在牢里确实不太方便 他自言自语道 身影渐渐消失在火光摇曳的涌道中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天牢五层的某座大殿中 一位俊秀公子 正皱着眉头 低声自语 梁帆兄怎么还不来 不是说好 改日来找我聊天吗 他不会是忘了吧 茫茫山林 才刚入春 积雪都没化 放眼望去 白茫茫一片 突然 一道人影刷的一下 在林子里闪过 说人影吧 又像是梦一样 飘忽不定 一会儿像烟雾 一会儿像霞光 快得根本看不清 以为看清楚了 结果定睛一看 原来是人家半天之前 留下来的残影 呼 一阵风吹过 那些残影被拉长 最后在个小冰壶边上 慢慢浮现出一个 穿着青色衣服 竖着手袖 长得那叫一个俊俏的少年郎 武镜 反扑归真 换乐部 能轻松拉出残影 连神念都能骗过 不愧是二品身法 云天和小生嘀咕了一句 他跟唐校尉请了三天假 出来半点试 散散心 最重要的是 提升一下自己的功法 试试招 今天是第一天 他现在在离岩京城 五十多里外的 一座荒山爷林里 都说到了神游镜之后 修行者可以用林力 翱翔虚空 比什么轻功都厉害 但身法要是厉害 飞的时候 也能更快不舍 不管是干架 追人 还是逃命 那都是妥妥的加分项啊 自从上次在天牢六层 莫名其妙 被人把神念化身给灭了之后 云天和就明白一个道理 不管干什么 留条后路最重要 能跑才敢打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云天和站在冰湖边 看了一会儿 转身就走 他也不挑路 就顺着山路 慢慢走 全当欣赏雪景了 走着走着 云天和忽然眼神一动 脚步一顿 伸手在一处雪窝里 扒拉了两下 掏出一只冻僵的灰毛麻雀 这麻雀 估计是被雪埋了 冻得帮硬 云天和眼皮 都没眨一下 捧起麻雀 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那麻雀 竟然扑腾着翅膀 飞了起来 好巧不巧 几只野鸟 从旁边飞过 那麻雀 跟风了似的 就扑了上去 几下就把野鸟 全着死了 说时时那时快 一根看不见的针飞过来 直接把麻雀打爆了 云天和收回目光 脸色有点难看 这血肉缝皮筋 邪门 是真邪门 能让死麻雀活过来 还这么凶残 太邪了 以后 还是少用 除了 换月步 云天和把其他那些牛逼功法 也都升到了第五层 反正升一级才花一万经验 不升白不升 现在云天和 还剩七十几万经验值 这些经验值 刚好够吧 赤焰焚天爵 对到第八层 升还是不升 云天和 捏了捏拳头 有点纠结啊 自从有了一品的 神魔练体诀 这 赤焰焚天诀 简直就是个鸡肋 毕竟只是个三品功法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可都练到第七层了 就差两层 就能到顶 传说中 第九层 可是能化身火身 想想就刺激 到底要不要升 云天和眉头紧锁 突然 耳朵一动 沙沙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有人 云天和眼神一灵 神石扫了过去 只见白茫茫的雪地里 一家四口 正身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第六十三章 回家 去法华寺求菩萨 就得自己爬上去 不然心不成 心不成 菩萨可不保佑 你们考状元 知道了 爹 爹 咱为啥非得来这儿啊 累死了 唉 这破路 离法华寺还远吗 别瞎说 万一碰上老虎咋办 呸呸呸 你这婆娘 就会说不吉利的话 云天和听着 这群山民的碎嘴 原来是住这儿附近的 要去法华寺拜佛祖 法华寺 云天和心头一动 转头看向远处 神石如利剑般 穿透层层密林 一座山头上 隐隐约约露出 一座寺庙的轮廓 就是那儿了 法华寺 对于法华寺 云天和多少知道点 这是晋空寺 在阎京城外 搞的一个分店 专门用来转香火的 据说还挺灵验 不少沿京城的大官 都经常来这儿烧香 去看看 反正闲着 也是闲着 去哪儿不是去 云天和打定主意 身形一闪 瞬间消失在山林中 也就一溜烟的功夫 云天和已经站在了 法华寺的山脚下 这条河对面 就是他刚才站的山 两座山就隔着一条河 却像是两个世界 那座山 荒凉冷清 一点人味都没有 这座山 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山脚下停满了马车 还有不少走路来的平民百姓 都是来法华寺烧香的 人挤人 摩肩皆种 看来这大延潮 也不像我想的那么太平 云天和看着这些乡客 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 很多都是大老远跑来的 这刚入春的 一个个洞的手脚开裂 脸上却写满了前程 估计是日子 过得太苦了 才会把希望寄托在 虚无缥缈的神佛身上吧 信仰这玩意儿 往往是在最绝望的地方 生根发芽 云天和不是什么 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虽然知道 世道艰难 但他也没那本事普度众生 也就随口感叹几句罢了 该上山了 法华寺在山顶上 从山脚到山顶 足足有几万级台阶 云天和 站在第一级台阶上 抬头望去 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 都在埋头往上爬 他试着开了精精神通 眼前的景象顿时变了 只见山顶 一片金光闪耀 那是佛光笼罩 台阶上 无数白气 灰气飘荡 其中还夹杂着青气 黄气 赤气 甚至还有一道 紫金色的气息 看来是皇宫里的 大人物 微服私房来了 云天和收回神通 迈不登山 几万级台阶 对那些达官贵人来说 坐着轿子 就上去了 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就是个不小的挑战 一般人 走到一半 就得累趴下 必须得歇歇脚才行 但很多人 还是咬牙坚持着 云天和不紧不慢地走着 走到半山腰 云天和眼尖 一下就瞧见一个 肌肉囚结的壮汉 背上背着个老太婆 正走得满头大汗 呦 这年头 还真有这么孝顺的儿子 云天和心里暗自赞叹 就听到老太婆说 啊 背着娘 累不累啊 那壮汉憨厚一笑 娘 您这话说的 儿子是干嘛的 五管教头 别说背你一个 就是背十个 也不带喘气的 哎 娘跟你说 咱们来这法华寺 就是浪费时间 娘这病啊 就得找日月教的先师 求碗服水 喝了才能好 娘 这话可不能乱说 日月教 又是日月教 怎么哪都有 这帮孙子的影子 云天和暗骂一声 收回目光 继续赶路 没多久 就到了山顶 一座灰红庄严的佛寺 赫然出现在眼前 寺庙门口 一个巨大的香坛里 三根成年人 大腿促的万年香 正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周围乌泱泱的香客 都争着抢着 把自己手里的香往香坛里 插 云天和最凡这种人挤人的场面 直接大不留心地进了寺庙 法华寺 不愧是千年古叉 殿与楼阁 雕梁画洞 看得云天和眼花缭乱 在一个大殿里 一尊尊神像形态各异 有的猙獰恐怖 有的宝像庄严 看得云天和嘖嘖称奇 其中一尊赤发獠牙的神像 莫名吸引了云天和的目光 这位是哪位神仙 云天和随口问 旁边正在扫地的和尚 和尚抬头看了一眼 这位是我佛宗护骄 烈火焚天罗汉 想要除魔 威震八方 原来如此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霸气 云天和恍然大悟 赤焰焚天诀 这功法 估计就是 来自这位罗汉吧 一路上 云天和逢人就问 也算是长了不少见识 走到一处地方 只见一座座功德石碑 上面密密麻麻 刻满了名字 云天和本来只是随意扫了一眼 没想到 在一块石碑上 看到了空物两个字 这不是上次 在天牢动乱中 牺牲的那位 近空四五僧吗 云天和心里一紧 这位大师 请问这块石碑 这位施主 空物师兄 为了对抗邪魔 不幸往生 他功德无量 我等日夜为他诵经超度 一个白白静静的 小和尚双手合十 一脸悲悯地说道 云天和心中感慨 掏出一张银票递给小和尚 麻烦小师傅 帮我把这笔香火钱 捐到功德香里吧 施主慈悲为怀 不知施主明慧 我等也好 将其刻在杯上 日夜诵经祷告 小和尚看到 银票上的数目 眼睛都直了 这可是笔巨款啊 不必了 云天和摆摆手 转身离去 小和尚还想再问 一抬头 却发现 云天和已经消失不见了 唉 在天牢那种鬼地方待久了 偶尔也要 来这佛门清静之地 洗涤一下身上的业障 下了山 云天和感觉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也不知道 是心理作用 还是真的受到了佛光的普照 山脚下 云天和吃了两大碗素面 抹了抹嘴 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京城 他没有回天牢 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没错 云天和在京城有家 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 院子里 还有一棵四十多年的枣树 可惜 常年无人打扫 院子里杂草丛生 一片破败景象 这破院子是云天和老爹 隔壁前 留下的唯一念想 穿越过来以后 一直待在天牢 那个鬼地方 都没功夫 回来瞧一眼 灵气一扫 院子里几十年的灰尘 瞬间被吸成一个球 搜得飞出门外 进屋一看 除了墙角 结了点蜘蛛网 其他都还凑合 回头收拾收拾 就能助人 正堂桌案上 一个灵位 歪七扭八地躺着 上面写着 先赴云镜之位 云天和一把抄起灵位 胡乱抹了两下上面的灰 摆正了 以后就住这儿了 他早就想好了 自从晋升神游镜 继续待在天牢里 也没有大用处 神游镜 每升一级 需要的经验值 都海了去了 死守着 天牢那几个歪瓜裂走 猴年马月 才能再突破 得自己想办法 搞经验 云天和目光如炬 第六十四章 王家老太太 甘等着图摩斯 斩妖斯那帮家伙送人头 效率太低 还不如自己 动手封衣足食 就说上次 那岳王世子梁凡 抓他一个 顶得上云天和 在天牢里关 四五个同等级的 抓了人 往镇玉斯天牢门口一扔 既能维护世界和平 又能让那帮家伙增长业绩 还能让我快点升级 则则则 简直一蛋三鸟 完美 再说了 镇玉斯又没规定 必须住在天牢里 好多狱族下班了 都回家老婆孩子热抗头 就云天和傻不拉 记住了一年 云天和撸起袖子 一顿操作猛如虎 屋里屋外 焕然一新 动静太大 邻居们还以为敬贼了 结果一看 竟然是云家小崽子回来了 顿时 小院里热闹非凡 嘘寒问暖 跟过年似的 王家 破院门口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眯着眼 费劲巴拉地对着太阳穿针 突然 一个高大的身影 挡住了阳光 老太太抬头一看 顿时老泪纵横 你个臭小子 死哪儿去了 这么久不回家 老娘还以为你 年轻人被老太太 一通又拍又打 嘴里说着 娘 我错了 脸上却笑开了花 好不容易安抚住老太太 年轻人掏出一个 沉甸甸的布包 塞到她手里 娘 这是孝敬您的 您自己收好 别让大嫂 他们拿去了 老太太打开一看 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顿时没开眼笑 几百两银子 晃得人眼韵 心底下马上就急了 连忙询问 你哪来这么多的银子 年轻人黑黑一笑 师父给的 我师父他老人家 对我可好了 教我功夫 还给我钱花 我这次回来 就是孝敬您的 说着 年轻人嘴巴 跟抹了蜜似的 说他在外面 如何如何行侠仗义 听得老妇人 一会儿笑一会儿担心 好不容易等年轻人说完 老妇人 刚想嘱咐几句 却见儿子眼巴巴地 瞅着自己 欲言又止 老妇人心头一颤 你 你又要走 年轻人愧疚地低下头 娘 我答应了师父 要继承他的衣钵 您说过做事 要有始有终 您就再给儿子几年时间 等我学生归来 一定好好孝敬您 说着 年轻人语气 坚定地保证 老妇人 看着眼前这个 刚回来又要走的儿子 嘴唇颤抖着 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去吧去吧 你翅膀硬了 娘也管不住你 你爹的事 你不愿意做就算了 只要你平平安的 什么都行 娘 年轻人喊了一声 老妇人别过脸去 不再看她 只是白手让她走 年轻人背着包裹 消失在长街尽头 呦 老太婆 对着太阳 都能哭成这样 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响起 老妇人回过神 一张油光满面的肥脸 正对着自己 一脸嘲讽 原来是场梦 老妇人抹了抹眼泪 哎呦喂 我的好亲娘啊 你哪来这么多银子 那胖女人突然尖叫起来 贪婪的目光 死死盯着银子 这是 这是伴儿给我的 老妇人话 还没说完 就被那胖女人 粗暴地打断 去你妈的老太婆 王八都死了多少年了 这银子 是老娘的 说着 那胖女人 一脚 将老妇人踹翻在地 抢过银子就走 老妇人 躺在地上 嚎啕大哭 声音尖锐刺耳 吵得人心烦意乱 屋里的书生 不耐烦地低骂一声 猛地关紧窗户 眼不见心不凡 云天和 冷笑着拐过街角 撤了 肃骨一容金 枝树 从王八那副窝那样 变回了自己的模样 身后几百米外王家 小院发生的一切 他都了如指掌 但他内心毫无波澜 根本懒得理会 王八 我已经替你 给你那老娘敬了 最后一次笑道 还帮你编了个 飞黄腾达的美梦 你死了 也该瞑目了 他今天 会多管闲事 也不过是因为 祭拜老爹时 想起了王三 和王八父子 当年老爹 和王三关系铁得很 王三也对他多有关照 可惜王八那小子不争气 死在了他手上 听说王八失踪后 王家那老太婆 一叶白头 眼睛都快哭瞎了 他心里多少 有点过意不去 这才动了恻隐之心 替王八尽孝 就当是给自己积德了 他图的不过 是让自己心安理得 至于王家以后 会怎样 他才懒得管 云天和换了身干净衣服 悠哉悠哉地 沿着大街闲逛 回家三天 第一天打扫 第二天祭拜 今天是他最后一天 清闲日子了 明天就得回天牢 继续当差 想想就心累 不过这几天 在家里的日子 过得还挺舒坦 邻居们 知道他回来了 都赶着过来看他 都是些心地善良的普通人 当初他那便宜老爹去世 就是这些 看着他长大的叔叔 婶子们帮忙操办的 如今一年多没见 大家看他容貌大变 都忍不住抹眼泪 感叹他命苦 这三天 他至少在邻居家 吃了六顿饭 不去都不行 盛情难缺啊 还有几个热心的婶子 听说他还是单身 居然张罗着 要给他介绍对象 让他哭笑不得 这两天早上 他都是被从窗纸 透进来的阳光 还有邻居家的 鸡鸣狗叫声 以及洗衣服的 拍打声吵醒的 不过 他一点也不觉得烦 和中年不见天日的天牢相比 他更喜欢这种 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 让他觉得 轻松自在 路过熟食摊 他买了只烧鸡 又要了半斤熟牛肉 最后拎了一壶酒 回到家 他也没急着进去 而是敲开了邻居家的门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婶子 云天和笑嘻嘻地喊道 李婶 李叔在家吗 李婶一看他 这架势就知道 他又来蹭饭了 一把把他拉进去 嘴上去还称怪着 家里不做饭来吃就是了 老带什么东西 顿顿烧鸡熟肉 还有酒 日子可不是你这样过的 金山银山也进不住你这么早 云天和也不反驳 笑着听着 晚辈的姿态做得很足 酒足饭饱 他心满意足地走出邻居家 左转回到自家小院 直接躺到院子里 老早树下的躺椅上 初春的阳光穿过 稀疏的枝鸭撒在他身上 暖洋洋的 舒服极了 第六十五章 男人女人我都喜欢 云天和眼皮微锤 看似在闭目养神 实则暗中运转神通 整个沿京城的风吹草洞 都逃不过他的感知 这表面光线的都城 被地里不知藏了 多少烟渣勾当 不多时 云天和嘴角微钩 找到目标了 他散去神通 翻身一躺 鲜眯一会儿 养精蓄锐 夜幕降临 云天和已经身处 严京城最有名的 肖金窟 问秦楼 这房间不大 但是布置的古香古色 一看就很高雅 房间里点着香 空气里都弥漫着 一种好闻的味道 屏风后面 是一张铺着红绸缎的大床 云天和心里暗暗感叹 以前去过什么天香阁 百花院 跟这里一比 简直就是垃圾堆 不愧是严京城 最高级的娱乐场所 这环境 甩那些青楼十八条街不止 更别说眼前这位姑娘了 这姑娘 长得真是绝了 那姑娘头上 带着华丽的凤钗 脸蛋漂亮的像桃花一样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含羞待怯地偷偷看她 只看上半身 那就是个清纯的小美人 再看下半身 简直风情万种 哪怕云天和月女无数 也不禁在心里赞叹 绝了 要是让楚中天知道 自己背着她来这种地方 估计得气疯了 一身浅紫色纱裙的女子 率先打破僵局 奴家应该如何称呼公子 我叫梁凡 你就叫我梁公子吧 云天和嘴角一勾 带着一丝丸事不公 奴家名叫紫燕 公子叫我小子 就好紫燕娇滴滴的声音 听得云天和心里痒痒的 小子姑娘人美声甜 这名字也起得妙啊 云天和嘎巴嘎嘴 这妖精长得可真带见 紫燕眼嘴轻笑 公子说笑了 您可是第一次来 咱们问青楼吧 那双眉眼一瞟 像是能勾人魂魄 哟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云天和摸了摸鼻子 小爷 我以前都是美女环绕 但总觉得少了点刺激 这不 今儿就来试试先 公子真会说笑 紫燕心里去犯嘀咕 这人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 不过公子 奴家这身价可不便宜 您今儿个来 怕是花了大价钱吧 那是自然 小爷我可不是差钱的主 云天和大手一挥 不过 小子姑娘 你今晚可得好好伺候着 别让小爷我失望啊 公子放心 奴家今晚一定让您遇陷遇死 流连忘返 紫燕抛了个媚眼 不过 公子别急嘛 两宵苦短 不如我们先喝一杯 喝酒 云天和眉头一挑 小爷我今晚可是还有其他安排 可没那么多时间 陪你在这耗着 哦 公子还定了其他人 紫燕心里一惊 这男人胃口这么大 那是当然 云天和邪魅一笑 来人女人 小爷我都喜欢 紫燕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股强大的威压震慑 整个人连连后退 你到底是谁 梁凡啊 云天和冷笑一声 第一次抓你们这些邪魔歪道 下手没轻没中的 你可别怪我 话音刚落 云天和一掌拍出 房间里顿时响起紫燕的惨叫 但很快便消失殆尽 只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第二天一早 云天和假期结束 马不停蹄地赶往郑玉丝天牢报道 手里还滴溜着巷口老字号的肉包 给大伙带了一份早饭 刚过点冒时间 一群郑玉丝的兄弟就凑在一起闲聊 楚中天一把勾住云天和的脖子 嘴里塞满了肉包 含糊不清地问道 我说天和 你这告假三日 回来就带这玩意儿打发我们 云天和白了他一眼 爱吃不吃 不吃还我 想得美 楚中天一口吞下肉包 油乎乎的手 在衣服上抹了一把 这可是 你小子孝敬我的 说完 又抓起一个肉包 狼吞虎咽起来 一群私利吃着早餐 七嘴八舌地 聊着新出的奇闻异事 哎 听说了吗 今天饮食 有人偷偷摸摸地 往咱们郑玉丝天牢门口丢东西了 一个小利神秘兮兮地说道 什么东西 黑狗血 还是臭大粪 旁边有人问道 大言四思 斩妖除魔 不知道抓了多少江湖上的凶徒恶人 自然也招了不少人恨 那些邪魔歪道的 不敢硬闯天牢劫狱 就禁使些下三滥的招数恶心人 泼黑狗血 丢臭大粪 都是家常便饭 不值一提 小利摇摇头 都不是 你们猜猜看 我估计 你们打死都猜不着 总不能是娇滴滴的大姑娘吧 楚中天嘴里还包着肉 含糊不清地说道 谁知那小利一拍桌子 叫道 嘿 还真被你小子说中吗 我靠 楚中天嘴里的肉包 啪哒一声掉在了地上 你别跟我说 是群方院的姑娘吧 差不多 不过比群方院的档次可高多了 小利几眉弄眼地说道 是问秦楼的当红头牌 紫燕和云梦 还有一个听雨萱的鸾童 我去 你小子没开玩笑吧 楚中天和其他几个小利 都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置信 骗你们干什么 不信你们去问 昨晚当值的兄弟 个个都知道 抓这些人来干什么 请咱们镇玉寺的兄弟们 乐呵乐呵 一个小利忍不住问道 那小利摇摇头 正色道 说出来怕你们不信 这三人明面上是祭 暗地里却是摩到七宗阴阳教的弟子 尤其是那紫燕和云梦 据说还是当代阴阳圣子的顶炉侍女 看着若不经风 可个个都是玄灵境的大高手 好家伙 一干小利听得倒吸一口凉气 阴阳教在摩到七宗中 实力虽然不算顶尖 但名声却是响当当 原因无他 只因阴阳教主 修习和欢双修之术 门下弟子不论男女 个个都是天资国色 最善迷惑人心 多少正邪两刀的修行强人 都被他们勾了魂魄 一身修为被吸干抹净 沦为废人 让人闻之色变 却又忍不住心生向往 现在那三个魔头 还在诏狱里接受审问呢 等会儿审完 你们就能看到了 小利信誓旦旦地说道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天劳二层便走下来三名囚犯 三个人 两女一男 跟从泥地里爬出来似的 要死不活的 不过就看她身材 偶尔露出来的半张脸 就知道 绝对是美女和俊男 第六十六章 圣气 鬼气磨刀 楚中天在旁边一拍大腿 一脸惋惜 哎 早就听说 问秦楼的紫燕和云梦 是绝色美人 可惜老子一直穷酸 没机会去见识见识 没想到 居然在这天牢里见着了 真是世事无常啊 云天和懒得理他这风言风语 转头就问旁边 那个消息灵通的小利 知道是谁把他们 扔到天牢门口的吗 那小利说 你算是问对人了 这事啊 思域和玉政 也想知道呢 可惜啊 当时职守的守卫 愣是一个人都没看见 就感觉眼前一花 人就躺地上了 我估计 小利摸着下巴 神神秘秘地说 八成是哪个 被阴阳叫害惨了的高手干的 那思域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 高兴坏了呗 这回不用图摸丝插手 全是咱们郑玉丝的功劳 这种极恶如仇的大侠 当然是越多越好 上头还特意吩咐下来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千万别把人家吓跑了 云天和点点头 郑玉丝的态度 和他想的一样 他就放心了 打开 幽名静点 发现上面果然多了三页内容 犯人 紫燕 罪孽值 三星 实力 玄陵一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80% 收益 180点经验 十辰 犯人 云梦 罪孽值 三星半 实力 玄陵二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80% 收益 190点经验 十辰 犯人 这撒货实力都不高 刚摸到玄陵的边 罪孽值也只有三星半 也就比渣渣强点 云天和心里暗骂 但脸上却不动声色 不过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 这经验值 杠杠的 比那个什么僵长划算多了 那家伙可是七星罪孽 半步天罡 结果就给了一次抽奖机会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开源计划 简直是天才般的想法 要是以后能抓到更强的 神游镜 动虚镜的 那经验值 想想就刺激 三个阴阳教的家伙 被像丢垃圾一样 扔进了钉字号玉 就这种货色 也就配待在那 云天和趁着那些狱卒 还在八卦阴阳教 和问秦楼的破事 随便找了个借口 留回了自己在二层的房间 先布置好结件 抽奖时间到 六次抽奖机会 他搓了搓手 先从紫燕的开始 一个粉红色 散发着暧昧气息的光团 被他抽了出来 眼看着就要融入他的身体 云天和突然瞳孔一缩 像是想起了什么 大喊一声 等等 这次能不能不融合记忆 直接传承功法 他突然想起来 这阴阳教的功法 可是彩阴补阳的邪法 要是融合了记忆 万一蹦出来一堆 少儿不移的画面怎么办 要是男的还好说 万一是女的 那他岂不是要变成女魔头 被一群大喊 我靠 画面太美 不敢想象 云天和打了个冷战 还好及时喊停 那本幽名静点 也挺智能 没出什么大乱子 功法传承完毕 云天和感觉脑子里 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战斗技巧 很多都是他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甚至想破脑袋 都想不出来的 简直是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忍不住感叹 再看自己的功法了 阴阳和欢诀 阳篇 残 一品绝世 武学境界 第四层 1942-1000 卧槽 一品绝世功法 云天和先是一喜 然后皱眉 最后忍不住 抱了句粗口 这玩意儿 居然只是个阳篇负责 而且还是残缺的 七零八落的 里面的内容 也都是些 彩阴补羊的邪门歪道 一点都没有 一品绝世功法的气势 这功法实际上 就是个养猪秘籍 专门培养肉猪 给人当卢顶的 底层弟子采完别人 回来还要被上面的人采 上面的人 再被更上面的人采 这特么不就是个 大型传销组织吗 云天和一眼 就看穿了阴阳教 那点龌龊事 心里暗笑不已 功法抽奖这玩意儿 果然还是看脸啊 六次抽奖 就中了那么几次经验值 加起来也就二十来万 聊胜于无霸 他刚从房间出来 就撞见一个 浑身是血的家伙 被四层御证 亲自压着往下走 好家伙 二层的阵域私利居然都在 连唐孝卫也在旁边跟着 这阵仗也太夸张了吧 云天和悄悄用神念一扫 发现那家伙 居然只是个 画园八重的修行者 就这 这种货色 扔在一层天牢里 自生自灭就得了 居然惊动了天刚进的 玉政亲自压送 而且看这架势 明显是冲着四层去的 云天和心里跟猫爪子挠似的 好奇地要命 却又不好直接问 他偷偷摸摸地施展天听神通 一路跟着那犯人到了 四层天牢 眼睁睁地看着他 被关进了四层假自号域的 最后一个牢房 更夸张的是 玉政居然还特意嘱咐四层玉里 这小子事关重大 给我盯紧了 绝对不能让他死了 以后提审他 都给我亲自来 是 云天和心里更加好奇了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为了搞清楚状况 他当天干脆没回家 直接住在了天牢里 果然 当天晚上遇证 就提审了那个犯人 云天和偷偷用天听神通偷听 结果听到了几个 让他震惊的关键词 两千年未出 魔道圣气 鬼气魔刀 鬼气魔刀 第二天傍晚 云天和躺在院子里的老枣树下 一边喝着茶 一边琢磨着这件事 这么惊天动地的秘密 居然被一个化圆镜的给撞上了 还被图摩斯的人抓来了 为了抓这小子 图摩斯和斩妖斯 估计也折了不少人手吧 云天和直接对着茶壶嘴灌了一口茶 心里暗自摇头 严京城这是要出大事 为了什么功法秘籍 藏宝图 神兵利器 搞得整个大陆腥风血雨的故事 云天和在画本小说里 看得多了去了 稍微脑补一下 都能想象出 未来严京城 那群魔乱舞的可怕场景 这事迟早瞒不住 那些邪魔外道 各个都是狠角色 要是联手进攻严京城 那可就糟了 不行 到时候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才行 云天和对什么魔道 圣气一点兴趣都没有 在他看来 只要跟什么圣气 至宝 神功之类的磁扯上关系 就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麻烦 他只想安安稳稳地在天牢里苟着 迟早有一天无敌于天下 到时候 还用得着什么魔道圣气 当初一时手痒 收了鬼龙 现在想想 还有点后悔呢 鬼龙虽然厉害 但带着他太招摇 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只能把他赶回乱葬岗去 连鬼龙都得藏着掖着 更何况是什么魔道圣气鬼气魔道 提起鬼龙 云天和猛地一拍大腿 差点从躺椅上跳起来 差点把这茶给忘了 他用力拍了下脑门 之前就想搞个洋鬼翻 结果拖到现在连根毛都没练出来 这该死的拖延症 不行 说干就干 云天和把狐里的茶一饮而尽 啪的一声放下茶壶 潇洒起身 抓妖魔恶鬼 守护严金城夜晚的安宁 顺便赚点外快 买材料 练法宝 我就是那侠肝一胆 深藏功与名的无名英雄 镇玉侠良凡事业 第67章 做好事不留名 这严金城啊 表面上 看着光鲜亮丽 跟快滑跪地毯似的 实际上 里子早就烂透了 藏巫内够不说 还全是细血的臭虫 云天和这神念和天天神通再厉害 也不能像雷达一样精准定位 只能当个监控摄像头 实时监控着这帮龟孙 云天和今天就守住带兔 看哪个不要命的赶露头 就逮住哪个 至于逮着什么货色 那就全凭运气了 今晚运气还真不咋电 就逮着俩小货色 一个是躲在破庙里 装神弄鬼的邪道 就一具零五重的渣渣 骗点香火钱 和无知妇女的肉体 说实话 云天和堂堂神游二重的大能 出手收拾他都嫌丢人 不过 顺手的事儿 直接废了他的子孙根 扔天牢门口了事 另一个更恶心 是个管着乌泱泱 一群乞丐的头子 这孙子比那邪道 还他妈可恶 操控着手底下 那帮乞丐 偷鸡摸狗 拐卖小孩 更过分的是 这王八蛋 居然还修炼那 踩生折割的邪术 把好好的孩子弄成残废 博取同情 骗钱 简直不是人 更让云天和没想到的是 这龟 孙子不知道 从哪弄来本邪门功法 靠着这惨无人道的勾当 一路修炼到了 化园九重 去他娘的 二话不说 直接杀进了他的老巢 把他削成人棍 割了舌头 挖了他的眼珠子 至于那些 助纣为虐的乞丐 一个都没放过 全杀了 本来还想把这孙子 这些年搜刮的钱财 分给那些残疾乞丐 和穷苦百姓 想想还是太麻烦了 干脆留给官府 和三司那帮人 去处理吧 就这样 把这乞丐头子 也扔天牢门口了事 忙活了一晚上 虽然这两人 实力不怎么样 抓捕参与度80% 收益也不多 但成就敢比 上次干掉阴阳交 那几个妖人还爽 收益再少也是肉啊 积少成多 巨杀成塔 照这个速度 每天抓两个 用不了多久 云天河就能转翻天 就是不知道郑玉丝 那天牢一层 能不能装得下 云师傅昨晚 可是忙活了一宿 身上的英雄光环 还没来得及摘呢 就又得装成那个 平平无奇的小狱卒了 街边随便买了几个肉包 就赶紧往天牢跑 迟到了唐校尉 又要计歪了 刚到二层 就听见楚中天 那帮家伙 又在吹嘘昨晚的事 上次天牢门口 突然冒出 三个阴阳交的倒霉蛋 就已经够让他们兴奋的了 谁承想 这才过了一天 居然又来这出 整个二层 都跟炸了锅似的 一个个八卦之魂 熊熊燃烧 都在猜到底是谁这摇牛 放着好好的觉不睡 大半夜跑去 抢图摩斯的饭碗 有人说是什么 极恶如仇的大侠 怕被报复 就专门晚上 做好事不留名 还有人说是 隐居在京城的绝世高手 看不惯这乌烟瘴气 准备重出江湖 扫荡邪魔 更离谱的还有人说 反正说 什么的都有 这天牢里 平时就够无聊了 这一下可算是有谈资了 云天河躲在人群里 听着他们越说越离谱 心里那个爽啊 就好像全世界都在夸你 却没人知道 那个人就是你 这种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 这时 图摩斯又送来了一批犯人 男男女女 还挺俊俏 一打听才知道 居然又是阴阳交的 原来 自打上次青楼 那几个头牌 被揪出来 是阴阳交的暗装之后 图摩斯就盯上这条线了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居然牵扯出一张大网 连昭中大官 和商界大佬 都牵扯其中 这阴阳交 也不知道暗中策划了多久 到底想干什么 据说 这事闹得整个京城 都人心惶惶的 图摩斯和金兆府 都快忙疯了 这批犯人 只是个开始 后面 还有更多呢 云天和听得一愣一愣的 感觉自己脑袋后面 都有佛光普照 奶奶的 这回 我可是立了大功了 图摩斯忙 郑玉丝也跟着忙 整个上午 天牢一二层 就塞进了七十多个犯人 直到下午 才消停点 云天和 随便扒拉了两口饭 趁着午休的功夫 放出神念化身 偷偷摸摸地 来到第四层 云天和照例 去看了看老哥们 聂龙和梁凡 聂龙那家伙 还是老样子 倒是梁凡 明显又虚弱了不少 看得云天和 心里怪难受的 不过 现在可不是伤感的时候 赶紧办正事要紧 转身直奔四层刑房 那里的犯人资料 云天和早就了如指掌了 一个不辣 给这些家伙重点应解 简直不要太轻松 四层的犯人 各个都是很角色 放在以前 见了都得头疼 可现在嘛 也就那样 没啥挑战 除了那个假意好房的聂龙 倒是挺期待他 赶紧被押上解药台的 到时候 就能抽他两个牛逼的龙族神通了 四层一共关着十几个犯人 各个都是硬骨头 罪孽深重 当然 给的好处也多 现在云天和那本 幽名经典 记录的犯人 每天提供的经验值加起来 已经突破十五万大关了 这日子过得舒适 来到四层刑房 那些破阵法 对云天和来说形同虚设 直接就进去了 里面这会儿 正审着一个犯人 当然 没人能发现他 负责审问的是四层的御证 那排场 两边陪审的全是高手 最差的 都是玄灵镜 再看那犯人 居然只是个小小的化缘镜 也不知道犯了啥滔天大罪 居然能劳架这么多大劳 云天和进来的时候 一轮拷问刚好结束 那犯人被打得浑身是血 肌肉还在不停地抽搐 一看就知道 刚才遭了大罪了 可这家伙 居然还对着玉冷笑 一口血沫吐在地上 嚣张地大吼 你们这些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跟那些邪魔歪道 也没啥区别 想找鬼气魔刀 我告诉你们 就在你们脚下 天牢六层 有本事自己去找啊 哈哈 玉正面无表情 冷冷地吩咐手下 给他卫科养魂丹 再搜魂 我就不信 撬不开他的嘴 两个镇玉丝高手走上前 一个捏开犯人的嘴 把丹药塞进去 另一个则是将手 按在犯人头上 开始搜魂 半炙香的时间过去了 负责搜魂的家伙 满头大汉地收回手 苦着脸说 大人 还是不行 玉正也没说啥 只是淡淡递下了命令 继续审 我就不信他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云天和耐心地等到 他们审讯结束 眼看着他们 一无所获地把人带走 第六十八章 大言皇城之声 神念化身 进入此人牢房 看了一眼 刚被疗伤丹药救活 还昏着的犯人 云天和心头 那叫一个好奇 那鬼气魔刀 到底藏在哪 第六层 练魂鬼诀 可不是吃素的 搜个魂 还不是手到擒来 这玉丝那些搜魂的家伙 跟云天和比 差得远了 云天和就不信了 这答案 还能非了不成 可当他收回手 脸色却古怪起来 还能这么玩 这小子脑子里 关于鬼气魔刀的记忆 除了明摆着糊弄人的天牢六层 剩下的全被人动了手脚 藏得严严实实 就好像有人 在他脑子里 弄了个保险箱 把秘密全锁里面了 想打开 除非知道密码 要是硬来 保险箱是打开了 里面的东西也毁了 连他天人静的神魂 都拿他没办法 云天和倒要看看 是谁设的这禁止 结果一查 这一段记忆也被抹了 算了算了 让大言思思去投他马 云天和对那什么破刀 没兴趣 就是好奇一下 既然没辙 那就算了 从那天起 云天和白天在镇玉斯上班 晚上就化身正义执行 抓捕那些作恶多端的妖魔凶人 抓到人往天牢门口一扔 就潇洒离开 每天都有人主动送上门 再加上图摩斯那边 也抓了不少人 天牢那是越来越热闹了 直到这一天 图摩斯 慕容雪坐在住案前 听着手下的汇报 慕容大人 问秦楼 天香阁那些青楼赌方 一共一千多家 全查完了 抓到的阴阳叫妖人 和他们的走狗 都送去镇玉斯了 那些跟这事有关的官员商人 也都关在大理寺 就剩一点扫尾的事了 经兆府那边全接手了 手下那语气 别提多兴奋了 这么大的案子 都好久没碰上了 今年年底的考评 图摩斯肯定又能露脸了 慕容雪翘脸寒霜 一点喜色都没有 他听完汇报 先先欲止不耐烦地敲着桌子 啪啪啪地脆响 在房间里回荡 其他的案子呢 怎么就这个啊 下属擦了擦额头的汗 小心翼翼地说 都 都挺顺利的 顺利 慕容雪猛地停下 敲击桌面的动作 冷冷到 全部的暗宗和口供 都拿来我看看 下属脸色一僵 眼神闪躲 支支吾吾道 禀 禀慕容大人 暗宗都都送去镇玉斯了 没我审批 总思过目 谁给你的胆子 直接送镇玉斯 慕容雪语气冰冷 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下属苦着脸 刚想解释慕容大人 怎么 又被抢了 慕容雪毫不客气地打断他 语气嘲讽 是 前两天盯上的城隍庙 那只识人魔头 还有南交幽魂帮的鬼道 也都被抢了 是 好的很啊 你们真是给我图摸丝长脸 慕容雪怒急反笑 语气三寒 下属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低声辩解道 这不是 最近都在忙阴阳教的案子 还没来得及收网 还敢提阴阳教 慕容雪一掌拍在桌上 怒喝道 阴阳教的案子 是我们查出来的吗 还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简陋 我堂堂大言图摩斯 竟然还得靠一个藏头鹿尾的夜行侠来破案 说出去 也不怕被其他三寺笑掉打牙 大人 其实斩妖丝也被抢了几个 下属小声提醒 闭嘴 慕容雪呵斥一声 随即果断道 把现在严京城内所有案子都拿过来 今晚必须抓一个 送去镇玉丝 是 下属不敢怠慢 很快爆来一落厚厚的暗宗 慕容雪飞快翻看 目光落在其中一份上 承袭十台揭肉包铺 嫌犯谢魁 杀人取血练功 移魔到血灵交弟子 实力 玄灵静 就这个 慕容雪敲了敲暗宗 语气不容置疑 下属看了一眼 忍不住皱起眉头 大人 此人身份底细实力都未探查清楚 现在收网是不是 等你们探查清楚 这玉丝的天牢都撞不下了 慕容雪冷笑一声 果断道 立刻召集人手 今晚此时 承袭收网 是 下属无奈点头 领命而去 夕阳掉进山里 月亮爬上树梢 严京城外环 家家户户的灯火 都灭了 夜深了 一阵微风吹过 老枣树轻轻摇晃 树影斑驳 月光透过枝叶 洒落在屋里熟睡的少年身上 突然 少年猛地睁开双眼 眼中金光暴射 嘴角微微一勾 少年身形一闪 原地消失不见 天天运转神通听大言城市之声 FM 总算让我带到条大鱼了 一道黑影飞掠 直奔成西石台阶 夜色中 十多个黑衣人 脚步飞快 悄无声息地抵达石台阶 他们一个个刀剑出鞘 杀气腾腾 可脚步却轻得像猫一样 一点声音都没有 领头的是一个英姿飒爽的美女 赫然便是图摩斯的慕容雪 慕容大人 一个探子迎上前来 人呢 在里面 一直盯着呢 好 慕容雪点点头 冷冷地下令 周围布下隔音法阵 等目标出来 速战速决 别惊扰百姓 是 手下人都是老手 立刻行动起来 布置法阵 慕容雪站在肉包铺门口 目光看似盯着店铺 其实一直在观察四周 这次行动 他带了八个玄灵高手 加上自己足足九个 对付一个血灵胶的玄灵魔头 简直杀鸡用牛刀 他真正防备的 是另有其人 那个最近 在思思中鸣声大噪 老抢他们图摩斯 和斩妖思活的神秘人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谁 慕容雪心中暗倒 图摩斯的人 很快布置完毕 散开阵型 将肉包扑围的水泄不通 你们两个 进去 慕容雪点名 两名玄灵高手 把人逼出来 速战速决 是 两人领命 走到肉包扑门前 轻轻一掌拍出 哄 木门瞬间化为积粉 两人闪身进入扑内 慕容雪等人 秉息等待 五个呼吸过去了 肉包扑里 静悄悄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慕容雪眉头一皱 十个呼吸过去了 二十个呼吸过去了 肉包扑里依旧 毫无动静 慕容雪心中 警铃大作 不好 上当了 进去 第六十九章 以后不要叫我大人了 慕容雪手起刀落 秋水长刀 在月光下 劈出一道刺眼刀光 狠狠砍在肉包店的破门上 哄 木屑石块 炸裂开来 那门板 直接被劈出一个大洞 冲 慕容雪娇喝一声 率先冲进了店铺 身后的图摩斯高手 也紧跟着鱼贯而入 一行人身法如电 几个呼吸间 就来到了店铺后头 宽敞的后厨里 却透着一股 诡异的寂静 慕容雪心头一领 美眸 猛地瞪大 只见一个瘦得跟马杆似的家伙 穿着一身油腻腻的围裙 正站在房间中央 他一手一个 掐着刚刚那两个 图摩斯玄灵高手 脑袋埋在其中一人的脖子上 像是条恶狗似的 不知在啃食什么 那名图摩斯高手 艰难地扭过头 颤抖着手朝慕容雪伸来 嘴巴张了又合 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救 救我 大人 畜生 找死 慕容雪怒火攻心 想也不想 秋水长刀 便带着凛冽杀气 直取那瘦高个的脑袋 呛 一声刺耳的金铁骄鸣声 慕容雪只觉虎口发麻 那刀锋像是砍在了钢板上 竟被死死挡住 怎么可能 还没等慕容雪反应过来 那埋头啃食的家伙 猛地抬头 獠牙 猪鼻 满嘴鲜血 两颊还长满了黑毛 一双绿豆小颜里 满是凶残暴力 这哪里是什么人 分明就是一头披着人皮的怪物 一股恐怖的妖气冲天起 瞬间席卷整个房间 慕容雪脸色煞白 登登登后退几步 差点连刀都握不住了 妖 你是妖 身后的图摩斯高手 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这哪里是什么血灵教的魔头 分明就是一只化了形 躲在城里吸血的蝙蝠妖啊 化形大妖 天刚静 慕容雪瞬间反应过来 银牙一咬 力声高呼 快退 然而 那蝙蝠妖却根本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嘴巴一张 竟然直接咧到了耳根 露出一口森白的力尺 好 无形的音波 如同惊涛骇浪般 扩散开来 整个肉包 扑像是被风暴席卷 墙壁和屋顶瞬间炸裂 破 手当其冲的慕容雪等人 如同被锯锤砸中 鲜血狂喷 一个个倒飞而出 化形大妖之威 恐怖如斯 那扶妖看所有人 都跟死猪一样 瘫在地上 咧开嘴一笑 露出一口利尺 刺了 破衣服一丝 背后猛地 张开一对十几丈长的肉翅膀 展翅腾空 接着就窜天上去 浑身上下 冒着黑气 跟乌云似的 连月亮都给遮住了 还想偷偷溜出眼睛 没想到 还有尚赶着送死的 哈哈 那双绿豆眼 跟探照灯似的 扫过图摩斯的人 怪笑着说 吸了你们的血 我又能变强了 姐姐姐 这大妖怪一发威 慕容雪他们就跟待宰的羔羊一样 一个个脸色煞白 心里拔凉拔凉的 成理到这么大动静 用不了多久 三思的人肯定得来 这扶妖死定了 但在这之前 到底谁会死在这畜生手里 只能看命了 慕容雪咬紧牙关 拼命调动体内乱窜的灵气 悄悄握紧了秋水刀 打算拼死一搏 可她是这里 关最大的 修为也最高 那扶妖一直盯着她呢 这点小动作 一下就被那畜生发现了 就先拿你开刀 扶妖脸上 闪过一丝狠力 爪子一伸 慕容雪瞬间感觉 一股怪力吸住她 整个人 不受控制地飞了起来 等她反应过来 脖子已经被那畜生 死死掐住 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这脖子真好看 雪肯定更好喝 那畜生 伸出长长的红舌头 舔了舔嘴唇 接着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尖利的牙齿 一口就要咬下去 慕容雪心里 一片冰凉 绝望涌上心头 正要闭眼等死 突然 她看到头顶的夜空 顿时愣住了 她看到一个人 那人站在月亮中间 衣袖飘飘 踩着月光走过来 很年轻 像神仙一样 身形好像 有点眼熟 月色下 慕容雪看不清那人的脸 只能感觉到一股子 让她快要喘不过气的妖气 她拼命回想 想抓住脑海里 那点熟悉的感觉 突然 那人动了 两根手指头 并在一起 往下一滑拉 就听咔嚓一声 一道灵气 把月光都给劈开了 慕容雪脖子上的 压了一下 没了 那只大蝙蝠 也离她越来越远 刷的一下 大蝙蝠的翅膀 被砍掉一半 血跟喷泉一样 脸上 哪还有刚才嚣张的样子 全是害怕 慕容雪这才看清 那人 就用了一根手指头 就把画形的大蝙蝠 劈成了两半 还莫等她反应过来 那人又是一台手 剩下的半边蝙蝠 也不见了 就剩个光秃秃的肉棍子 在那人手上扭来扭去 最后被她吸到手里 跟刚才蝙蝠吸她的时候 一模一样 那人转身就走 一眨眼就不见了 只剩下慕容雪傻 愣愣地坐在地上 看着月亮发呆 其他图摩斯的人 也看傻了 一个个跟做梦似的 那人就来了一趟 就把天刚进的大蝙蝠给灭了 要不是地上 还有两片蝙蝠翅膀 他们都觉得 是幻觉 这 这难道就是这段时间 抢我们和展妖丝生意的 那个高手 不可能吧 这么厉害的人物 谁看得上那些 聚灵玄灵的小妖怪 明天去镇域四天牢门口看看 不就知道了 大家正说着 突然想起慕容雪 还待在原地 赶紧跑过去 慕容大人 你没事吧 慕容雪摇摇头 从地上爬起来 脸色出奇的平静 就在那人转身的时候 他终于想起来 那种熟悉的感觉 是从哪来的了 难道 难道他 就是那晚在乱葬岗 一刀砍死鬼龙 救了他和赤焰道人的 那个镇域四神游刀王大能 两人的背影 一模一样 他救了我两次 两次 慕容雪心里默默念叨着 这一个瞬间 他眼中的迷茫 被决绝取代 从今以后 慕容雪猛地将秋水长刀插回窍中 语气冰冷如霜 都给我把 大人 两个字咽回去 啊 身侧的图摩斯高手直接猛了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啥 啥意思 不叫你大人 难不成 要叫女王 第七十章 新上司 云天和一把捏碎了 手里大妖的骨头 心里暗爽 我还是第一次 抓到这么大的妖怪 这天刚进化形的大妖 被他折磨得只剩一口气 浑身骨头都被抽了出来 这可是炼制养魂翻翻感的 上等材料 云天和看着手里 还带着血丝的妖骨 非常满意 可惜了那对福意 他想起那两片 被自己丢弃的宝贝 心里多少有点遗憾 不过 现在回去捡 肯定来不及了 斩妖丝那帮家伙 肯定闻着味儿赶过去了 对了 那晚被我救下的那个妞 好像是图摩斯的 姓慕容来着 被他随手 扔在地上的扶妖 此时就像一堆烂肉 动弹不得 回想起之前 那股深不可测的恐怖威压 扶妖眼中满是惊恐 自己这是招惹了什么 恐怖存在 早知道 就不贪嘴偷吃 那几个人了 就在这时 扶妖突然感觉 身上的压力一轻 紧接着便不受控制地 从高空坠落 重重地砸在地上 还莫等他反应过来 一群人便围了上来 新鲜货色呀 这什么玩意儿 长得奇形怪状的 好像是妖物 管它是什么东西 反正都是咱们的功劳 泽泽 这位大人真是厉害 连斩妖丝的声音都强 一群镇御丝高手 七嘴八舌的一轮着 熟练地将扶妖压往天楼 第二天 云天河刚到镇御丝 就收到了 幽名禁点的提示 昨晚那只扶妖 已经被成功关押 犯人 吸血扶妖 罪孽值 八星 实力 化形三重 状态 关押中 抓捕参与度 80% 收益 800点惊艳时辰 800惊艳 这妖兽 简直是惊艳宝宝啊 比那梁法还能刷 云天河两眼放光 恨不得把那化形扶妖 绑起来天天刷惊艳 可惜啊 云天河 在镇御寺待了这么久 这种事 早就门清 一般来说妖怪 在天牢里关不了多久 就得被拉去解腰台了 算了 这经验 能吃多久是多久吧 云天河摇摇头 开始抽奖 四品神通 吃波吻了 云天河满怀期待 结果一看介绍 顿时脸都黑了 搞毛啊 又是攻击神通 我缺你那点攻击力吗 给我来个 天听 晶晶 类型的辅助神通 它不香吗 云天河撇撇嘴 看都不想看那 射魂魔鹰一眼 第二抽 一百万经验到手 爽 再攒几天经验 就构胜到神游三重了 云天河美滋滋地走出天牢门口 刚想去买早点 就被楚中天一把拽了回去 走走走 点毛了 不是吧 又点 这破班一天 要点两次毛 云天河一脸猛逼 听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咱们这位新上司 可是来头不小 楚中天几眉弄眼地说道 新上司 什么来头 云天河一头雾水地 跟着楚中天来到了休息区 刚一抬头 顿时愣住了 只见一位英姿飒爽的冷艳美人 身穿郑玉丝 特有的解质袍 正站在众人面前 不是那图摩斯的慕容雪 又是谁 好家伙 这新上司 有点意思啊 云天河摸了摸下巴 心中暗道 你说什么 图摩斯那个玄灵五重的天才 要来我们郑玉丝 叶杰猛地站了起来 满脸都不可思议 可不是吗 而且这小丫头 来头可不小 她爹可是当今郑国公 郁政一脸苦笑地说道 叶杰眉头一挑 好事啊 怎么突然想起来 转到我们这儿 郁政抓了抓脑袋 谁知道呢 估计是让昨晚那只化形扶摇 给吓着了 听说那家伙 差点把郑国公千金吸成人干 也是 金枝玉叶的 在图摩斯那种 鬼地方哪待得住 来咱们这儿就对了 叶杰摸着下巴 这样 给他找个清闲的差事 别到时候再出什么岔子 明白 我把他安排在天牢二层了 嗯 对了 玉政面露难色 郑国公千金赚来咱们这儿 上大人那边 会不会找麻烦 叶杰冷笑一声 他还好意思找麻烦 掌上明珠 差点让人吸干了 我看他怎么跟郑国公交代 自从叶杰来了郑玉丝 先是出了两位强者 最近叶杭侠也总往这送饭人 现在连图摩斯的人都跳槽了 这郑玉丝 眼看着是要起来了 想到这里 叶杰心情大好 就连披公文这种枯燥事 都觉得有意思了不少 我叫慕容雪 以后一到三层的事物 都归我管 云天和混在人群里 看着眼前这个两次 被他救下的冰山美人 居然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这缘分 妙啊 昏暗的天牢里 多了个美女 这日子顿时就多了几分盼头 大伙都跟过年似的 一个个兴奋的不行 卧槽 慕容大人竟然来了我们郑玉丝 还管着我们 我不是在做梦吧 小云 我决定了 从明天开始 我要每天都梳头刷牙洗脚 楚中天一脸严肃 云天和白了他一眼 你以前都不刷牙洗脚的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一定要在慕容大人面前 留下个好印象 我楚家 能不能飞黄腾达 就看这一次了 云天和心中 暗暗佩服 论自信 还得看楚歌 慕容血一来 二层这帮小子 立马赚了性 以前天天点毛迟到 现在一个个 比谁都积极 生怕美人看不到 还有那几个臭美的 恨不得一天 洗八次脸 上班也像模像样了 不像以前 整天就知道偷懒摸鱼 云天和见了就想笑 这场景他熟啊 当年大学 女神老师的课 那帮平时 逃课打游戏的混子同学 一个个比谁都积极 早起俩小时 就为了做发型 期末考试愣试 一个挂科的都没有 这就是美人的威力啊 至于慕容血 为啥从途 摩斯调来镇玉丝 据说是抓话 行服妖的时候 差点挂了 被吓坏了 他跌阵国公找关系 把他调到 相对安全的镇玉丝 云天和觉得靠谱 那天要不是他及时赶到 慕容血估计 真就香消玉了 听说了吗 慕容大人 每天挥刀十万次 修炼十个时辰 这不 二层的狱卒 又凑一块八卦慕容血了 今天的话题是 为啥慕容血 年纪轻轻 就这么厉害 七嘴八舌 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最后得出结论 慕容血家是好 天赋高 还比别人努力十倍 云天和一听就笑了 努力 扯淡 按他们说的 慕容血每天挥刀十万次 修炼十个时辰 那他不用吃饭 睡觉上班了 家是好 天赋高 他认 但这努力程度 云天和第一个不服 他继承了那么多妖魔的功法技艺 那些家伙修炼起来 一个比个狠 血煞魔宗江长 在妖兽山卖带了八年 天天和野兽妖兽搏杀 多少次拆点死了 都挺过来了 练魂宗灵蛮 没发迹前 每天练剑十个时辰 发迹了 还是每天练剑 几招剑法 练了上百年 其中的枯燥乏味 谁能想象 慕容血能有今天 九成是因为 他爹是镇国公 这帮家伙说他努力 估计是跟自己比 和他们这些 每天喝酒 瑕疵地比起来 可不就显得 努力 正想着 周围瞬间 安静下来 云天和抬头一看 那些八卦的小丽们 全都站得笔直 跟木头装子似的 一个穿着银色净装 英姿飒爽的女人 正站在他们面前 慕容血 好家伙 郑主来了 慕容大人好 一众私利 点头哈腰地问好 慕容血微微点头 刚要走 突然看到人群中 一个眼神清澈的家伙 那双眼睛 竟然和记忆中的 某个人重合了 他心头一阵 愣了一下 你 叫什么名字 那小丽 明显愣了一下 但还是恭敬地回答 回禀慕容大人 小人云天和 第七十一章 将前辈高明 云天和 慕容血轻声念着 却没放在心上 他想的是另一个人 外面的人都说 他被化形扶妖吓破了胆 不敢在图摩斯呆了 才调到镇宇斯 其实 他是为了一个人才来的 但为什么要为他来这脸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慕容血失落地走了 看都没看云天和一眼 云天和一头雾水 这女人什么毛病 其他镇宇斯的家伙 却羡慕得要死 楚中天更是拍大腿 感慨道 没想到啊 咱们二层私利 第一个 给慕容大人 留下印象的 居然是你 云天和 翻了个白眼 天牢四层 假字号牢房 找不到 根本找不到 云天和的神殿化身 把幽冥禁典 翻了个遍 也没找到 关于鬼弃魔刀的任何线索 没错 下午闲得没事干的云天和 又开始摸鱼了 他跑到这个 据说身怀魔刀 盛气鬼弃魔刀的犯人这里 玩起了解谜游戏 可惜 他失败了 幽冥禁典 只能记录犯人的罪行 不能记录他们的随身物品 不过 云天和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个犯人的身份 相当有意思 他竟然是磨到七宗 绝影教收养的锅 后来被派去挣到 第一宗青云门当卧底 更觉得是 他在青云门混得风生水起 还接到了高层任务 让他反过来潜入绝影教 收集罪证 好家伙 一挣一些 双面间谍啊 这是在跟他云天和玩无见到呢 云天和觉得好笑 同时也觉得 绝影教和青云门 真是吃饱了撑的 看对方不顺眼 直接干一架不就得了 还玩什么卧底 真是无语 云天和心头一动 鬼气磨刀这事 八成和那两帮家伙 脱不了干系 那小子 只不定是当二五载的时候 撞上了什么不得了的大秘密 才落到这步田地 真相肯定劲爆得很 这解谜游戏 玩着还真有点上眼 可惜啊 这小子嘴太严 线索断了 解谜游戏玩不下去了 刚从牢房出来 云天和正准备回去 突然想起 天老五层那小子 好像很久没见了 那小子身上 秘密也不少 得去瞧瞧 一眨眼 云天和就闪现到了 天老五层的大殿里 好巧不巧 一个人正好坐在他不远处 刚现身 那人立马像炸了毛的猫似的 跳了起来 眼睛瞪得老大 一脸惊恐地朝这边张望 云天和大大方方地现出身形 淡淡地瞥了那人一眼 前 前辈 那家伙看清是云天和 顿时像被点了血一样 僵在原地 云天和 朝那个屠山武将点了点头 没再搭理他 静止走向大殿中央 那武将看着云天和的背影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最后咬了咬牙 转身撒鸭子 就跑出了大殿 梁凡大哥 再次见到云天和 那个叫清哥的屠山九皇子 高兴地差点蹦起来 你不是说 改天就来陪我聊天吗 怎么这么久才来 这小子 估计是憋坏了 语气里 居然带着一丝忧怨 看来是想找个人说话 都想疯了 最近有点事 耽误了 云天和 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 把这茶给忘了 清哥一听 忧怨劲 立马烟消云散 剩下的全是欢喜 上次只顾着说 我的事了 还没来得及问问 梁凡大哥 这小子 本来还想装出一副 彬彬有礼 运筹帷幄的样子 结果话说到一半 突然想起 云天和上次说过 自己是游魂 赶紧改口 那个 梁凡大哥你生前 啊不对 是死后 也不对 云天和看着清哥 急得满头大汗 语无伦次 恨不得把自己舌头 咬掉的样子 再看看 他那双眼睛 还一个劲地往桌子上瓢 顿时来了兴趣 好奇之下 云天和用神念一扫 东宫园 哟 这本书云天和 还真听说过 讲的是什么 东宫太子流落人间 和名女爱的 死去活来的故事 说白了就是古代版的 霸道总裁爱上我 这傻小子 该不会是照着 这书学 怎么跟人搭讪的吧 云天和看着清哥 眼神里 充满了关爱 智障而通的慈祥 你平时就看这玩意儿 云天和指着桌上的 东宫园 问清哥 还有这个 清哥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紧接着又掏出 另一本书来 云天和定睛一看 好家伙 宝石糖饮善摘药 一本菜谱 就这两本 就两本 没了 没了 这下云天和 看清哥的眼神 已经从观爱智障而同 变成了深深的怜悯 这娃也太惨了点 堂堂妖族皇子 蹲大牢 居然连个 春宫图都没得看 简直惨绝人寰 清哥压根没注意 到云天和的眼神不对劲 美滋滋地从大殿脚 落翻出一幅围棋 梁凡兄 陪我杀两盘 以往都是左右手互搏 现在终于能找个人练练手了 行啊 云天和看看棋盘 又看看 一脸期待的清哥 沉默片刻 点头答应 太好了 多谢梁凡兄 清哥高兴地像个傻小子 大殿外 屠山武将和糟老头江森站在一起 目光穿过重重黑雾和法阵 落在殿内相对而坐的两人身上 江前辈 屠山武将面露难色 糟老头云淡风轻地白白手 随他去吧 他既然愿意和九皇子交好 就由着他便是 可我担心 时间久了 九皇子的秘密会 我倒希望他知道 糟老头狡黠一笑 他若知道了 便算成了这份因果 日后你们 屠山若敢为难清哥 他岂会坐视不理 屠山武将顿时眼前一亮 对着糟老头一记马屁送上 将前辈高明啊 糟老头得意一笑 背着手走了 没事别来烦我 是 屠山武将对着糟老头背影 深深鞠了一躬 自从陪五层的屠山九皇子 清哥下过一次棋 云天河的生活 就多了项娱乐活动 他每天早上 先去郑玉丝天牢上班 登记新来的犯人 吃完午饭 如果喊老头没喊他去三层帮忙 就偷偷溜去四层 看看郑玉丝 对那个双面卧底大哥的审问 有没有进展 之后再去五层 陪清哥聊聊天 下下棋 讲讲故事 到了晚上 他就打开大言京城之声FM 寻找小黑子的踪迹 抓到就丢到郑玉丝门口 郑玉丝现在也习惯了他的操作 每天晚上都派人 在门口等着收获 不得不说 郑玉丝的人还挺上道 知道有他这么个人存在 但从不打听他的身份 甚至还下令收获的时候 必须蒙着眼睛 就这样 云天河和郑玉丝之间 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这天 云天河神念钢道五层 就看见清哥眼巴巴地瞅着他 云大哥 接着讲啊 奉天神将后来怎么样了 是不是把那三个魔头全挑翻了 第七十二章 学进垃圾功法 照样无敌 嘿嘿 这故事可就长了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云天河赶紧插开话题 这小子 怎么就这么爱听故事呢 说起来 清哥这孩子也怪可怜的 云天河这段时间旁敲侧击 发现这小子 居然从小到大 都没出过天牢五层 整个世界 就只有那么屁大点地方 知道的 也都是 从他那当叔叔的嘴里听来的 云天河偷偷试过 连幽名静点 都没法记录清哥 这家伙 居然一点罪念都没有 泽泽 稀奇是真稀奇 可悲也是真可悲 堂堂屠山皇子 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 更别说 见过真正的蚂蚁 下下期 别的也做不了啥 云天河心里叹了口气 起身出门 马上就到点下班了 这墨鱼鱼 也不能摸得太明显不是 云天河溜溜达达 从甲字号玉 晃到丁字号玉 刚到丁字号玉门口 就看见几个熟人 压着个犯人过来 领头的正是慕容雪 旁边陪着的 则是当初在丁字号玉的 老熟人老赵 正点头哈腰地 冲着慕容雪笑 慕容大人好 云天河赶紧侧身让路 冲着慕容雪打了个招呼 慕容雪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微微点头 也没注意到他是谁 直接带人走了过去 云天河趁机瞟了一眼 他们押送的犯人 浑身红毛 没有眼珠 这不是丁一号玉里 关着那红毛老鬼吗 慕容雪那帮人一走 云天河几步 就窜到老赵跟前 哎呦喂 这不是云大人吗 老赵笑呵呵地 给他行了个礼 云天河一听这称呼 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我怕是得少活好几年 呸呸呸 瞧我这破嘴 老赵连忙止住话头 但脸上的笑意 怎么都藏不住 眼神也透着一股清静 云天河这小子 当初是从丁字号玉出去的 跟他们这帮老家伙 关系处得不错 进了镇玉厮之后 隔三差五 还会回来晃悠晃悠 这份情意 是半点没丢下 云天河上下 打量了老赵一番 一眼就瞅见 他身上的狱卒浮变了样 顿时眼睛一亮 呦呵 老赵 这是高升了 嗨 升什么官啊 老赵嘴上说着不要 没眼里 却带着藏不住的得意 还不是二层那边缺手 我这把老骨头运气好 被上头提上去管点事罢了 老赵那张老脸上 都快笑出褶子来了 估计又是因为 上次越王那档子时 那次二层 死了不少人 后来虽然补了些人进来 可新来的 拿彼得上老家伙们好用 这不 老赵就被滴溜上来了 当初云天河 还用金金神通看过 这老头有官运 何着在这儿等着呢 云天河跟老赵扯了几句闲篇 这才问起正事 慕容大人 怎么亲自压着 红毛怪走了 这是 要砍了 老赵立马点头 再审一回 审出啥不重要 反正都得掉脑袋 不然 他说着 朝丁字号牢房的方向 挪了弩嘴 这牢里 不快赛不下了 云天河心里一惊 感情这红毛怪上段头台 还得怪我 最近云天河正一感爆棚 郑玉丝的业绩蹭 往上涨 牢房都快挤爆了 红毛怪这是 给新人疼地方啊 想想也是 这家伙以前 可是云天河的金燕宝宝 没少给他送金燕 也算得上 是老伙计了 没想到这么快 就要说再见了 哎 养条狗养久了都有感情 更何况是人呢 不过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红毛怪一死 不就有机会抽奖了吗 夜幕降临 云天河家 云天河舒舒服服地 窝在自家床上 准备开始今天的抽奖 先把今天刷到的 几个免费机会用了 被拖出去砍头 给新人疼位置的 可不止红发老鬼一个 几次抽奖下来 没啥惊喜 就有两本四品武学 还有几十万经验值 聊胜于无霸 不过 这两门四品武学 倒是能继承一下 感觉根基又稳固了不少 丹田里的灵力之海 都变大了一丢丢 哼 就算抽不到一品爵士武功 我学进天下垃圾功法 照样能天下无敌 云天河一边想着 一边点开了 红发老鬼的那一夜 其中之一烈阳谷的弟子 这一抽 估计能搞到 烈阳谷的顶级功法传承吧 系统 开始你的表演 只见 幽名竞典上 无数光团疯狂涌动 其中最大的一个 红色光团 被云天河选中 哼 一瞬间 无数记忆画面 涌入我的脑海 我变成了红发老鬼 亲身经历了他的狗血人生 原来这老小子叫张璐 是大延仓玄州 一个富商的儿子 从小就喜欢读书 聪明绝顶 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 嘖嘖嘖 想当年 张璐才十五岁 他爹 就因为在青楼跟人抢女人 惹上了不该惹的大人物 结果给张家招来了灭顶之灾 一夜之间 张家三百多口人 除了张璐 和他那对十二三岁的弟妹 竟然全都死了得干净 灭门的凶徒不知道为啥 居然没杀他们三个 反而把他们带回了猎羊谷 扔进了杂役堆里 那段时间 张璐简直受尽了折磨 他被人废了双眼 从那以后 张璐就像变了一个人 彻底觉醒了 他只用了一年时间 就把以前欺负过他的杂役 全都杀了 这事儿 在当时的猎羊谷 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张璐也因为这事儿 被猎羊谷的一个长老看中 收尾了徒弟 之后 张璐开始修炼猎羊谷的魔工 头发都变成了红色 他干脆就改名叫红发老魔 再后来 红发一路修炼 终于突破到了玄灵境 他脾气暴躁 喜怒无常 手段很辣 很快就在江湖上 闯出了赫赫威名 可惜啊 红发老魔修炼到 玄灵九重的时候 才明白一件事 他这辈子都报不了 灭门之仇了 因为他突破天罡无望 而他的仇人 却是猎羊谷最顶尖的 神游镜巨头之一 当初对方灭了他满门 却故意留下他兄弟妹三人 怕就是为了看他今天 这副鬼样子 给了他一线希望 最终却让他彻底绝望 先是给你希望 再让你彻底绝望 这猎羊魔宗星 可真够毒的 红发老魔彻底疯了 他散尽毕生魔宫 一把火烧死了 河内陷十几万百姓 结果被图摩斯抓住 关进了天牢 第73章 天降火球 所有技艺和功法 哄 一下全灌进云天河脑子里了 他猛地睁开眼 两刀赤火 差点把眼珠子给点着了 下一秒 一头青丝烧成灰 眨眼间就变成了 一脑袋火烧云式的红毛 夜火魔燕皱 二品 这可是完整版 红发老魔那点功力 算个屁 云天河脑子里闪过一幕 人间惨剧 那是 他在天牢里 最陆里亲眼见过的 每一幕都刻骨铭心 这夜火魔燕皱 倒是有意思 专拿人心磨念 荡柴火烧 磨念越深 火就越凶 红毛怪当初就是因为满腔仇恨 才被猎羊谷那帮老家伙看上 收为弟子 可对云天河来说 这玩意儿 简直要命 他喵的 这破功法 把他脑子里那些 醉露画面 全他妈当成磨念了 那是多少罪孽 一百个红毛怪 加起来都不够 哄 一团魔火 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差点把云天河给烧自燃了 衣服 烧成灰 被褥 草莓了 木头家具 泥巴墙 连带着地板 都开始冒火星子 但这只是个开始 更要命的是 夜火魔燕皱 就跟尸了痣一样 轰的一声 突破了红毛怪 一辈子都没摸到的境界 灵力跟绝堤似的 往丹田里灌 把灵海撑大了一圈 这不是好事吗 好事 好事个屁 灵海表面上 竟然也烧起来 一层火苗子 而且这火苗子 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蔓延 灵海里的灵力 反过来助长火势 我尼玛 这下玩大发了 呼 云天河一张嘴 喷出一道火龙 屋顶的房梁 轰得一声着了火 但他已经没工夫管这些了 体内的魔火 开始烧他的骨头 烧他的魂 连神魂之弧 都特么快被点着了 天人神魂都压不住 这一刻 云天河终于明白 萤火烧身这四个字 到底啥意思了 以前他还觉得 自己魔宫练得挺好 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魔道凶险 什么叫走火入魔 修炼魔宫 那是真的会死人的 而且死亡率还高 云天河化身一道赤色长红 直接从屋子里冲了出去 然 彼伯然 一道耀眼的亮光 划过夜空 整个人要燃起来了 必须得赶紧找个地方 凉快凉快 无名山顶 中年积雪 一座冰湖 寒气逼人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趴在湖边 裹着厚厚的缩衣 跟暗夜融为一体 手里拿着吊杆 就等着鱼儿上钩 爹 这破鱼啥时候出来 噓 小点声 别把鱼吓跑了 汉子赶紧捂住儿子的嘴 看到那月亮没 这银龙巡啊 最喜欢对着月亮耍 等月亮爬到正中间 月光照到湖中心 他就出来了 哦 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抬头盯着月亮 大气都不敢喘 月亮慢慢爬上天空 月光如银灰般倾气而下 正对着冰湖中心 爹 月亮 男孩激动地刚想说话 就被捂住了嘴巴 别出声 顺着父亲的目光 男孩看到冰湖中心 月光下 一群荧光闪闪的鱼儿 正在游动 银龙巡 来了 男孩激动地小脸通红 中年汉子也激动地浑身颤抖 这可是十两银子一条啊 只要抓到一条 今年的脚印就有着落了 父子俩平住呼吸 死死盯着湖面 就等银龙巡破冰而出 堵堵堵 冰面开始出现裂缝 眼看就要破裂 就在这时 一道火光冲天起 瞬间照亮了整个湖面 鱼群吓得四处逃窜 什么 父子俩猛地站起身 还没等反应过来 头顶就传来一阵呼啸声 冰湖 被映照得一片血轰 两人猛地抬头 只见一颗防污般巨大的火球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狠狠地砸进了冰湖 轰隆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 整个冰湖瞬间炸裂 无数道裂纹 如同珠网般蔓延开来 紧接着 将父子二人淋成了洛汤鸡 带到一切尘埃落定 原本平静的湖面 已是一片狼藉 只剩下熊熊烈火 在湖底翻滚 爹 这 这可如何是好 男孩的声音都带着哭腔了 中年汉子脸色惨白 哆哆嗦嗦地说 报 报关吧 湖底 云天河原本被冰冷的湖水 浇灭了些许怒火 还以为逃过一劫 谁知这口气还没喘云 一股更加狂暴的力量 便在他体内爆发 幽冥静点上 夜火魔燕咒的金燕值 疯狂飙升 转眼间便突破了第六层 来到了第七层 更猛烈的火焰 从他体内喷涌而出 竟然在水中燃烧起来 湖水瞬间沸腾 无数鱼虾被煮熟 翻着白肚皮 漂浮上来 云天河内侍丹田 只见原本平静的灵海 此时已被一片火海吞噬 他修炼至今 全靠金燕值提升 从未修炼过任何灵气功法 本以为这是好事 谁承想竟成了催命符 无数性灵力被魔火沾染 瞬间变成了助燃剂 云天河想要控制 却根本无济于事 难道要被活活烧死在这吗 绝望之际 他眼睁睁地看着 夜火魔燕咒的金燕条 即将冲破第八层 都怪幽名静点 都怪陈伯光那个采花贼 要不是他 自己怎么会养成 看罪犯小电影的习惯 谁来救救我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看小电影了 云天河欲哭无泪 距离此处 最近的衙门 中年汉子 把自己所见报告给捕快 你小子要是敢耍老子 带刀捕快 猛地一脚踹在路边积雪上 动得呲牙咧嘴 但看向带露中年汉子的眼神 却像是要吃人 老子活剥了你的皮 大半夜的 谁乐意 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 跑到这鬼地方 找什么狗屁天降火球 要不是为了那点赏钱 谁会搭理这两个拼命 哎 爷 您放心 小的哪敢骗您呢 中年汉子 心里叫苦不迭 早知道 就不多嘴报关了 这不是 给自己找罪受吗 可是已至此 只能硬着头皮 往前走 两人很快抵达目的地 舅 舅在前面 还没靠近冰湖 一股怪味 就冲进了 中年汉子的鼻子 像是烧焦的肉 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煮在一起的味 熏得他直犯恶心 捕快脸色一变 三两步 超过中年汉子 直奔湖边 只看一眼 捕快像是 被点了学士的 将在原地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中年汉子好奇 也凑上去 往湖里一看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嘴巴张德 都能晒下一个鸭蛋 只见原本 满满当当的湖水 现在竟然少了大半 湖壁上 露出清晰的水痕 整个冰湖 活像个巨大的水坑 更诡异的是 水面上 还冒着腾腾热气 说是水坑 其实更像口沸腾的火锅 湖面上漂浮着 各种鱼虾的尸体 翻着白肚皮 死状可怖 老憋 甚至连中年汉子 心心念念的银龙巡 都翻着白肚皮 香气扑鼻 这些和鲜 居然都被煮熟了 咕噜咕噜 湖面冒着巨大的水泡 像是沸腾的油锅 碰 水泡炸开 一股股热浪 带着肉香扑面而来 下面 好像还有火光在闪 中年汉子看傻了眼 这片冰湖一个时辰前 还被大雪覆盖 现在居然成了一锅汤 我的妈呀 捕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连滚带爬地往后跑 嘴里大喊着 快去擒妖丝和图摩斯的大人 妖怪啊 第74章 上古火神法身 哄 云天河感觉一股 更加狂暴的能量 在体内炸开 第八层 夜火魔燕咒 第八层了 丹田里的灵海 完全成了火焰世界 连灵海中的冰山都被点燃了 烧得像火山一样 脑海中的神魂之湖 也燃起熊熊烈焰 只有神念化身 还在湖中心打坐 好像啥也不知道 啊 经脉血管里全是火 云天河感觉自己快被烧干了 皮肤像干裂的土地 骨头也像要烧化了 走火入魔 这才是真正的走火入魔呀 云天河心里苦笑 他已经控制不住这股力量了 睁开眼 世界一片火红 那个原本被冰雪覆盖的深山湖泊 竟然被他烧干了 云天河盘腿坐在干裂的湖底 周围都是被烧成灰的鱼虾残骸 云天河猛地抬头 隐悦像把冰冷的刀子悬在夜空 熊熊的火焰在他身体里乱窜 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快化成灰了 他娘的 云天河嘶哑着嗓子低吼 感觉自己就像快被丢进火炉的木炭 烧得劈啪作响 蜡炬成灰类屎干 说的就是我现在这样吧 云天河自嘲一笑 苦涩无比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去他娘的冷笑话 不 我还没死 我还有希望 云天河猛地握紧拳头 脑袋里像是有根针在疯狂扎着 逼他思考 一定有办法 一定有 他一把点开 幽冥静点 目光死死盯着自己的那一夜 飞快地往下翻 他这一身乱七八糟的功法 就不幸找不到一个能用的 炼魂鬼诀 天蝉吞月 神魔炼体诀 血肉缝皮精 日月老母就是精 云天河一个个看过去 心急如焚 炼魂鬼诀 魂都快烧没了 有个屁用 天蝉吞月 早就是过了 魔火这玩意儿 六亲不认 连自己都吞 神魔炼体诀 云天河眼前一亮 炼体 强化肉身 他早就发现了 只要他的肉身能扛住魔火的焚烧 等魔念烧光了 这火自然就灭了 灵气随便烧 神魂还能撑一阵子 现在最弱的 就是这具肉身 云天河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兴奋的 快要跳起来 可是 神魔炼体诀 只有残片 炼到顶 也就五层 拼了 五层不够 就再找几门炼体功法 我就不幸堆不死他 云天河咬紧牙关 继续在功法列表里翻炒 突然 他的目光 落在了一门功法上 那一瞬间 云天河只觉得 一股电流 从头窜到脚 整个人都跟着颤抖起来 这感觉 太玄妙了 就好像这功法 是为云天河量身定做 在这儿等了他几辈子似的 福至心灵 当初上山进那法华寺的时候 所有的事 所有场景 现在想来 感觉都是在给他指落 原来一切 都是命中注定 云天河现在是半点都不慌了 怕个锤子 心里头平静的 跟一潭死水一样 宝贝 我早就该想到你了 云天河长叹一声 把自己这段时间 攒下的经验值 一口气全砸在那功法上 那功法虽然 只是个三流货色 可它叫 赤焰焚天绝 这 赤焰焚天绝 说白了 就是个半吊子功法 炼体吧 比不上那些个 专精炼体的硬功 玩火吧 又干不过那些 玩火的老祖宗 两头都顾着 结果两头都不行 难怪这功法名头响亮 是晋空寺的 正式绝学 到头来也就 混了的三品评价 晋空寺 那帮老兔驴吹嘘说 这 赤焰焚天绝 练到第九层 能召唤出什么 上古火神法身 吊打所有一品功法 结果呢 他们寺里 从建立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 能把这破功法 练到第九层 别说第九层了 就连第八层都少见 必须得是 那种天赋异禀 气运逆天的变态 才能练成 所以 大家都把这当个笑话听 谁也没当真 可对现在的云天和来说 这功法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 打造的救命稻草 赤焰焚天绝 这玩意儿 又是练体 又是玩火的 不就是要我提升火炕吗 我现在这情况 光堆神魂和防御 已经没用了 只能靠抗性硬抗 云天和眼睛一亮 在绝望中 看到了一线生机 他一咬牙 把攒了很久的四百万经验 一股脑全砸进了 赤焰焚天绝里 这可是他辛辛苦苦攒下来 准备突破境界的经验 结果还没等他提升修为 就先被拿来救命了 赤焰焚天绝 本来就离第八层 只差四十多万经验 这下子直接突破了 云天和赤裸的身体 顿时发出霹雳啪啦的脆响 他整个人像是吹了气球一样 身形暴涨 原本清秀的脸庞 变得猙獰可怖 骨节暴突 头发疯长 皮肤上更是浮现出 一道道火焰般的纹路 云天和能感觉到 自己现在的样子 越来越像他在法华四护法殿 看到的那尊烈火焚天罗汉了 自从他人急刀进阶 实力大涨 又学了一堆二品 一品功法之后 就很少再用 试验焚天绝 这门三流功法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 自己身上的变化 到底是这功法本身的效果 还是突破到第八层之后才有的 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周围的空气中 无数赤红色的光点 疯狂地涌入云天和体内 属性灵气 当这些灵气积累到一定程度 云天和身上 原本就狂暴的赤焰 再次暴涨实战 火势更猛了 但他却没有感觉到丝毫灼热 反而像是 有一股清泉 流过他干涸军裂的四肢百骸 说不出的舒爽 他赌对了 赤焰焚天绝 果然牛逼 他能压住这该死的磨念之火 这赤焰焚天绝 炼到第八层 凝出来的火神真火 那是天地间最霸道的火灵力 那魔火算个屁 身体里烧一个正道的火 一个磨念夜火 一个纯的跟什么似的 一个乱七八糟脏死了 天生就犯冲 天生就该死 云天和就趁着这两玩意儿 掐架的时候 喘了口气 心里那个爽啊 我开始有点相信 赤焰焚天绝 炼到第九层 真他娘的能天下无敌了 就因为这第八层到第九层 居然要整整一千万的经验值 云天和从那干巴巴的 冰壶大坑里站了起来 好家伙 这会儿的云天和 脸跟鬼一样 脑袋上还长脚 一头红毛跟瀑布一样 足足有三丈多高 那手脚又粗又大 说他是妖物也不奇怪 最吓人的是 他那一身皮 居然长满了乱七八糟的火纹 看着吓人 却又透着一股邪性的美 第七十五章 磨念之身 骇人听闻 该死 这破问题还没解决 云天和低头 看着身上忽明忽暗的火焰 一会儿向火神降临 一会儿又向幽明鬼火 心里烦躁无比 这该死的火神真火 和磨念之火 就跟在他身体里打架一样 一会儿强一会儿弱 没完没了 再这么下去 我非得被你们玩死 两种火焰 一个比一个霸道 在他体内打得不可开交 整得他五脏六腑 都快被烧穿了 照这样下去 我不是被烧死 就是被炸死 云天和咬牙切齿 心里憋着一团火 这夜火磨焰咒 磨念之火 眼看着就要第九层了 到时候肯定更加恐怖 他这小身板 绝对扛不住啊 不行 得赶紧想办法 云天和心惊肉跳 必须在情况彻底失控之前 找到解决方法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先给自己降降温 再这么下去 他脚下的山头 都要被烤化了 对了 附近好像有个九屈河 谁挺多的 云天和眼前一亮 心念一动 整个人就被火焰裹挟着 冲天起 这速度 确实快 云天和发现 这飞行速度 比之前快了 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这全身火焰造型 简直酷炫 就在前面那座山的湖里 水里居然烧着火 肯定有宝贝 或者有妖怪 一个时辰前 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捕快 带着几个穿着白虎袍的狠人 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这几个人 正是图摩斯的 两个手持快刀的图摩斯 立刚走到山脚下 就停下了脚步 抬头死死地盯着山顶 只见山顶上 火光闪烁 普通人还以为是谁在山上放火 但在他们眼里 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 我的个亲娘 两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深深的震撼和恐惧 忍不住后退了好几步 才稳住身形 他们图摩斯有秘法 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魔器 妖器 鬼器之类的 两个图摩斯的家伙 刚用秘法往山顶一瞅 差点当场吓尿 只见那山顶上空 一轮血月高悬 滚滚魔器如洪水 疯狂往外涌 那架势 恨不得把整个天都给吞了 我滴乖乖 这什么鬼东西 绝世大魔 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魔头 两人腿肚子都开始打战了 还好用了秘法 这要是傻愣愣地冲上去 估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快跑 赶紧回去禀报大人 这玩意儿 不是咱们能对付的 两人屁滚尿流的刚想开溜 突然 身后凭空冒出两个人影 定睛一看 一老僧一尼姑 老和尚先锋道鼓 慈眉善目 身边还泛着金光 一看就是得到高僧 那尼姑虽然看着冷冰冰的 简直比刀子还锋利 两位大师 你们也是来 话还没说完 俩人直接看傻了 只见老和尚和尼姑脚下轻飘飘的 压根就没踩在地上 神又静 竟然是神又静的大能 带路的捕快当场就跪了 一个静的磕头喊神仙 两个图摩斯的 也吓得大气不敢喘 乖乖站好 低眉顺眼地跟孙子似的 阿弥陀佛 两位可是大言图摩斯的差人 老和尚笑眯眯地问道 是是是 小的正是图摩斯斯利 两人慌忙点头哈腰 贫僧无相 这位是紫竹庵的会心安主 我等察觉此处魔气滔天 特来想要除魔 原来是无相大师 和会心安主当面 久仰久仰 两个斯利一听 差点没当场跪了 静空寺的无相大师 那可是连当今圣上 都得理尽三分地得到高僧 还有这紫竹庵的会心安主 能跟无相大师并肩来 肯定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今天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碰上两位活神仙 图摩斯小利刚想开口 远处突然轰得一声巨响 吓得众人虎躯一震 抬头一看 一团巨大的火球冲天起 跟陨石似的 拖着长长的尾巴 划破夜空 无相大师和会心安主 脸色瞬间就变了 不好 是魔头出事 我等速去降魔 话音未落 两人化作两道流光 嗖的一下 就朝那火球追过去了 留下图摩斯那俩家伙 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半天才反应过来 快 快回图摩斯禀报大人 两人急匆匆地跑了 云天河刚一露面 就感觉不对劲 好像被人盯上了 而且 这两个家伙实力还不弱 至少都在神游镜之上 这下麻烦大了 云天河心里暗暗叫苦 不用猜也知道 肯定是刚刚那魔念之火把 我给暴露了 想我云天河 堂堂严金城第一正义执行 经手的妖魔鬼怪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功德高的都快冒光环了 居然被当成妖魔追杀 真是天大的讽刺 云天河脚踩风火轮 化作一道顿光 速度快到极致 本以为能甩掉它们 谁知道那小尼姑跟疯了似的 穷追不舍 邪魔 哪里跑 月光下 那会心 看着挺清纯的一个小尼姑 现在却柳梅倒树 杀气腾腾 他周身灵气鼓荡 白光大胜 一道树杖的剑光 对着云天河的后脑勺 就劈了过来 云天河本来想试试 这火焰之躯的强度 硬抗一下 可看到那剑光离我越来越近 还是怂了 反手就是一巴掌 哄 体内无处安放的魔念之火 化作一只巨大的火焰手掌 猛地朝那剑光抓去 火焰与剑光碰撞 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四散的焰火和剑气 将夜空照亮 那个较无香的老和尚 随手抓住一束火焰 仔细感应了一下 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是魔念之火 这魔头修炼的 竟然是烈阳谷的 夜火魔焰咒 魔念之身 简直骇人听闻 今日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跑了 否则后患无穷 慧星轻轻点头 表示同意 挥舞着长剑 又是一道剑光展来 而云天河此时 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笃不如说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云天河看着自己的手掌 又惊又喜 刚刚那一巴掌 竟然消耗了一部分魔念之火 虽然很快又恢复了 但至少证明 我的想法是可行的 只要我不断地释放魔念之火 就能加速消耗 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这些该死的魔念 全部烧光 云天河心中暗喜地想到 身后那小尼姑 又是一道剑光批来 云天河看都不看 随手一团魔火甩出 直接把那剑光吞没 魔火烧得正旺 虽然被剑光 批得稍微弱了那么一瞬间 但马上又嚣张地燃烧起来 幽名经典上显示的 夜火魔燕咒 经验值增长开始停下 事实证明 云天河的思路是对的 这破功法 烧别人不疼不痒 烧自己倒是真疼 不过 这小尼姑和老和尚还挺抗烧 云天河都跑到九曲河边了 他们竟然还能追得上 云天河索性不跑了 他猛地转身 放开手脚 将一身魔火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像火山爆发一样 席卷整个夜空 再来 跟我大战三百回合 云天河仰天长笑 整个人都化作一个 实战巨大的魔燕巨人法身 凶狠地 扑向老和尚和小尼姑 九曲河上空 赤红色的魔火 染红了半边天 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魔燕滔天中 一到十丈高的恐怖魔影 正和两个不要命的老秃驴 打得天崩地裂 河边那些胆小的百姓 早就吓得屁滚尿流 拖家带口地逃命去了 这两个秃驴还挺耐揍的 一个神游八重 一个神游九重 竟然能在我手下坚持这么久 云天河一边狂轰魔火 一边暗暗心惊 不过也就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看来这夜火魔燕咒 也不怎么样嘛 云天河压根就没想杀人 他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魔火 这两个秃驴要是撑不住了 他玩起来就没意思了 所以云天河故意放水 大部分魔火都是乱丢的 生怕伤到他们 第76章 佛魔怎么可能一铁 如果使用修罗人击刀 一刀便能把方圆百里生机斩杀 殊不知 吴香和惠心此时心中叫苦不迭 这魔火太邪门了 沾上一点 就感觉要走火入魔 要不是这魔头没下死手 他们早就撑不住了 惠心安主 这魔头太厉害了 咱们两个估计不是对手 得赶紧找人来帮忙 吴香长老一边拼命抵挡魔火 一边对惠心安主传音道 惠心安主早就想溜之大吉了 听到这话 顿时眼前一亮 大师 我们该找谁来帮忙 惠心小尼姑 秀眉微醋 看向无相大师 这魔头离言京城这么近 闹出这么大动静 斩妖司和图摩司那帮家伙 肯定坐不住 吴香大师捋了捋胡子 话音未落 猛地抬头看向夜空 顿时喜笑颜开 来了 这边云天和还在放火烧山 爽得不行 突然心头一震 想都没想 转身就是一拳 哄 震耳欲聋的巨响中 一刀一画卷撕裂火海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狠狠印在他脸上 卧槽 又来两个找茬的 云天和连对手是谁都没看清 就被刀光和画卷 劈头盖脸地砸了个阵阵 巨大的火团炸裂开来 化作漫天赤焰 却带着一股浩然霸道的气势 躲在一旁的无香大师 脸色却渐渐凝重起来 随手抓过一团火焰 仔细感应 下一秒 脸色大变 这 这怎么可能 惠心小尼姑也抓了一团火焰 顿时花容失色 难以置信地看向无香大师 云天和大口喘着粗气 要不是他反应快 先用火神蒸火挡了一下 这会儿估计手都得被砍掉 八层的赤焰焰天诀 还是不太够用啊 这俩家伙比那老和尚和小尼姑厉害多了 云天和咬紧牙关 心里把这两个不速之客 骂了个狗血淋头 哄 魔火散去 露出云天和的真身 三丈高的巨大魔躯 青面獠牙 浑身上下燃烧着熊熊烈焰 左手焦黑一片 右手鲜血淋漓 看起来争獰可怖 来人上下打量着云天和 眼神像是在看什么西式怪物 与其更加笃定 这妖魔邪性得很 大言图摩斯石起 斩妖司李玄远 见过无香大师 紫竹安主 一身儒雅打扮的石起摇了 摇手中山水画卷 冲着无香和会心拱拱手 接着就盯着云天和 脸色不太好看 猎羊骨什么时候 出了这么个硬茬子 我一记山河画卷下去 竟然只砸烂 他一只手 旁边那个背着刀的李玄远 更是一脸不屑 骨头硬有什么用 老子多砍两刀的事 石起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这一根筋的 两人正对着云天和平头论足 旁边突然冒出一句 火神之声 还有这火神真火 这妖魔修炼的 是我近空似的 试验焚天诀 你是我近空似的 众人一惊 齐刷刷地看向无香 只见他眉头 都快拧成一个疙瘩 眼睛死死盯着云天和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无香又猛地摇头 像是自言自语 不对 你之前明明放的是 夜火魔焰皱的魔火 你应该是猎羊骨的魔头 也不对 这刚养火 怎么可能和这阴魔火同存一体 魔宫怎么可能和佛法同修 佛魔怎么可能一体 无香整个人都不好了 嘴里念念有词 像是陷入了什么巨大的困惑之中 旁边的会心也是一脸震惊 嘴唇抿得紧紧的 看云天和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什么天方夜谭 时起和李玄远对视一眼 完全搞不懂这老和尚 到底在发什么疯 此时此刻的云天和 心里却有了新的发现 他原本还在纠结 是继续拼命和这四个老家伙硬刚 还是跳进九居河里逃命 结果发现 体内的魔火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停了 仔细一看 可能是之前应接了那家伙一刀一划 火神真火消耗了不少 他体内的火神真火和魔念之火 竟然奇迹般地达成了某种平衡 两种火焰互相缠绕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隐约间竟然有融合的趋势 云天和直接惊呆了 目瞪口呆地看着原本水火不容的两种火焰 此时竟然难舍难分 突然一道灵光在他脑海中闪过 阳极生阴 阴极生阳 阳火阴火 本来就可以互相转化融合 一瞬间 各种明雾如泉水般涌上心头 巨大的喜悦充斥着他的心弧 两种火焰终于彻底开始融合 幽冥静点上 赤焰焚天绝和夜火魔焰咒 两行字迹同时消失 一门全新的功法缓缓浮现 一夜之间 生死几番 从彷徨 迷茫 绝望 不甘到欣喜若狂 终于度过摩羯的云天河 只觉得胸中有一股气 不吐不快 好 云天河仰天长笑 酣畅淋漓 他双掌一阵 两道金色火焰 如同两条咆哮的火龙 瞬间将石器和李玄远吞没 两人骇然失色 这火焰霸道绝伦 带着一股军灵天下的威势 仿佛能焚尽世间一切 刀光 画卷 在这火焰面前 如同纸壶的一般 瞬间被烧成灰烬 哄 两人被逼得盗飞而出 狼狈不堪地摔出数十里 云天河冷笑一声 正要离开 却看到吴湘和慧欣两人 脸上满是惊恐 显然被他的实力震慑住了 云天河放声大笑 声音如雷鸣般滚滚传开 水火可相继 佛魔本同宗 吴湘大师 你这香了 他不再理会两人 金色的火焰再次燃起 包裹着他的身体 如同一道流星般 冲天起 跃入了九曲河中 原本平静的河面 瞬间沸腾起来 滔天的水雾冲天起 遮天蔽日 眨眼间 百里九曲河 竟然被蒸干了 六天后 阳光明媚 小云 你又在发呆了 云天河站在自家院子前 看着湛蓝的天空 思绪万千 听到有人叫他 连忙回过神来 笑着和对方打招呼 黎沈 您这是去哪了 别提了 去净空寺上香 结果到了才知道 寺庙封了 黎沈叹了口气 摇摇头 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云天河心中一动 不动声色地问道 怎么会这样 黎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两人闲聊了几句 黎沈便匆匆走了 临走前 还不忘叮嘱云天河 最近别去九曲河 邪门得很 河水都干了 下了好几天雨都没用 还有 他欲言又止地 看了云天河一眼 那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 随时会惹祸的熊孩子 可千万别再把房子给点了 你爹 就留了这么点家产 云天河顿时闹了的大红脸 六天前 差点把自家房子给烧了 多亏邻居帮忙 才扑灭了火 房屋里的东西 烧了干净 但院子好歹是保住了 直到天快亮了 他才装作 昨晚喝高了 得样子换回家 周围邻居 看到这惨状 纷纷伸出援手 这云小子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时间 云天河倒霉蛋的名声 传遍了大街小巷 爹啊 您说的对 远亲不如近邻啊 云天河跪在灵牌前 感慨万千 这灵牌 是他刚做的 老爹之前的那个 也被烧成灰 第77章 如果连玄赐恩师 也无法回答呢 上完香 云天河才突然意识到 距离那场魔火浩劫 已经整整过去六天了 那天 他扶植心灵 竟然把魔念之火 和火神真火 融合了 还练出了一种 更高级的神火 他当时一激动 就想试试着神火威力 一头扎进了九曲河 结果 直接把百里河水 给蒸干了 水汽冲上云霄 又化作倾盆大雨 连下了整整六天 要不是 当时有几个神幽静大能 出手相救 沿岸的百姓 可就遭殃了 唉 这下闯大祸了 虽然这几天 他一直在救灾 但心里 还是愧疚得要命 善恶有报 我就是个罪人 以后 只能多做点好事 来弥补了 天河抬头轻叹 打开 幽名静点 云天河发现 狱主那一夜 多了几行字 罪孽值 两星 状态 宵夜中 收益 一千点每时辰 怎么回事 还能这样 云天河目瞪口呆 自己犯的错 居然还能变成经验值 六天前 他的罪孽值可是三星 经验值收益高达两千多点 不行 我不能再做了好人了 主动去做 罪孽值上去了 实力不就提升更快了吗 难道 幽名静点 是在暗示我 云天河 摸着下巴 陷入沉思 他心里没底 但就是干不了这种亏心事 耸就耸 反正前世 就是个家里蹲 只会宅在家里 打游戏点外卖 他云天河 行侠仗义是爽 但也不能见义勇为 救上了 他就是个普通人 又不是什么救世主 问心无愧就够了 但求前路无阻 哪管身后 洪水滔天 他自认为做不到 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觉得正确的是罢了 云天河 直接不看收益了 目光一扫 落到功法内栏 夜火磨焰咒 和 赤焰焚天绝呢 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 炎帝焚天绝 地煞 境界 第一层 6756332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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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帝焚天绝 地煞极功法 三十三重天 每一众都不一样 其中有一众叫 无限火玉 囊括一切之火 阳火 阴火 魔火 鬼火 啥火都有 无限火玉里 有一尊先天神灵 名炎帝 天赐到火之身 统帅万火 为火中之地 幽名静点 给云天和解释了这炎帝焚天绝的来头 能吸收天地间的火灵器 把云天和的身体改造成后天真火灵区 这么说 我已经不是人了 云天和看着自己的指甲 头发 皮肤 神念放大千倍 只见一道道金色的纹路 在他体内蔓延 像是在打造一副全新的曲强 后天火焰之身 天地火焰的主宰 第一层就要一千万经验值 这升级的吸多少火 不过这真火之身 就是厉害 云天和感觉自己 现在强了十倍不止 比神魔炼体诀 还猛 他现在一个念头 就能召唤出炎帝真火 那威力 看看九曲河 就知道了 这炎帝焚天绝 已经超越一品绝世 达到地煞品级了 地煞级 比一品绝世还猛 传说上古 有108种大神通 分别是 36天罡术 和72地煞法 一品绝世之上 那可是地煞法 地煞上面 还有天罡 我那 炎帝焚天绝 这么强 竟然才排在地煞法里 那天罡法 不得逆天了 云天和 想想都觉得离谱 也不知道大炎国里 那些正道魔道妖魔鬼怪的 有没有谁手里钻 着地煞法的传承 云天和 摸着下巴琢磨了半天 换上解脂袍 准备出门 之前跟郑玉丝 随便扯了个家里着火的理由 请了几天假 今天再不去 点毛可 就不行了 出门的时候 路过隔壁李沈家 云天和想起李沈之前 跟他说过的话 好像说什么 静空寺关门了 不会是跟我有关吧 应该不会吧 静空寺 清新大殿里 满地都是蜡烛 亮堂堂的 一个老和尚 穿着袈裟 坐在烛光里 身边全是乱七八糟的佛经 一点声音都没有 只有灯油 偶尔抱一下 琵琶作响 一个长得一脸正气 看着 就让人心生敬畏的白衣和尚 从殿外走了进来 他走到老和尚身后 念了生佛号 说 奇禀方丈 九区和两岸的灾民 已经全部安置妥当 剩下的事情 官府会处理 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插手了 另外 四门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关闭 相课也都已经劝反 老和尚 嘶哑着嗓子问道 两丝的人 可曾找到那日的妖魔 白衣和尚 摇了摇头 没有 国师那边怎么说 沈国师说 并非妖魔作祟 而是一场意外 至于那人的身份 他不知道 也不方便透露 老僧沉默了半天 突然猛地抬头 嘶哑着嗓子说 不是妖魔作祟 是我的心 出了问题 难道说 那天我看到的 不是妖魔鬼怪 而是一个好人 哈哈哈哈 老僧突然狂笑起来 笑声淒厉 像是哭 又像是疯 白袍僧人 听得心里发毛 忍不住说 师兄 你想太多了 着魔了 你也觉得我这香了 老僧猛地回头 直勾勾地盯着白衣僧人 白衣僧人 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脸色煞白 这才短短六天 老僧就像变了个人 面容哭狗 眼窝深陷 哪里还有半点的 道高僧的样子 究竟发生了什么 能让老僧 变成这副鬼样子 可老僧 却像没看见似的 喃喃自语道 可是师弟 我当时明明亲眼看到 那妖怪 那人 他身上 佛光魔器交织 诡异得很 这六天 我把四里佛经翻了个遍 也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 找不到 老僧像是快淹死的人 拼命想抓住救命稻草 白衣僧人不忍心 小声说 师兄 也许你看错了 慧心那尼姑 也看错了不成 吴湘突然暴怒 巷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 白袍僧人顿时语色 他没见过那所谓的佛魔一体 无法想象究竟是什么 能让修为高深莫测的吴湘 如此崩溃 谁活可相继 佛魔本同宗 难道 真是如此 吴湘脑海中 回想起那日九曲河畔 那形貌 如火神护法的怪物 所说的话 一时间 各种可怕的念头 在他脑海中翻滚 眼前仿佛出现了 无数妖魔鬼怪 张牙舞爪 啊 吴湘痛苦的大吼一声 强行压下那些可怕的念头 声音嘶哑地说 我要回总寺 找玄赐恩师解惑 这段时间 寺里就交给你了 白袍僧人点点头 忍不住问 师兄 如果 连玄赐恩师也 无法回答呢 那 我 吴湘茫然四顾 最终颓然长叹 平僧 也不知该如何了 热大的清心殿 只剩下老僧绝望的叹息 和那摇曳的烛火 当天 净空四壁四 吴湘大师悄然离开 而紫竹安安主会心 也宣布闭关静修 至于何时出关 无人知晓 第七十八章 年轻人喜欢看的那种 上次修罗人急刀 吞噬煞气和劫雷 从四品一跃成为二品功法 这回更厉害 火神真火和魔念之火融合 直接整出个地煞法 比一品绝世还猛 看来功法融合才是王道啊 云天河看着面板上一堆功法 心里洋洋的 恨不得现在就开着 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 不行不行 这是得看天意 强求不来 上次差点玩火自焚 再来一次 我可不想英年早逝 云天河摇摇头 不知不觉就到了镇域四天楼 二层里 楚中天几个家伙 正凑在一起吹牛 悠闲得不得了 哎呦 最近挺闲啊 云天河调侃道 一个狱卒苦着脸说 云哥 好几天没新人送进来了 九曲河那边出了个大魔头 高手都被调走了 连慕容大人也不见踪影 你说我们还能干嘛 哎 其他狱卒也跟着叹气 那表情 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云天河顿时有点不好意思 心里有些自责 怪我怪我 这几天忙着享受生活 没去抓坏人 害得兄弟们都看不到慕容大人了 闲聊几句后 云天河找了个借口 回到住处 放出神念化身 开始例行公事 三层牢房走一遍 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四层看看聂龙和梁凡 再看看那个知晓魔道 盛气的双面间谍大哥 最近过得好不好 最后去五层找清哥下棋 差点忘了 肚子里的存货快没了 下去都没故事跟清哥吹了 说好去买画本 结果一拖再拖 差点把正式给忘了 云天河神念回归 刚走出房间 就看见楚中天 一脸便秘的表情 咋了这是 云天河好奇地问 慕容大人被派去九屈河了 那可是凶险之地啊 我实在放心不下 想去暗中保护他 又怕被发现 说我玩乎职守 楚中天纠结万分 云天河翻了个白眼 懒得理他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问道 我去买点吃的 你要不要来点 有饼时不时 楚中天眼睛一亮 时 这就对了吗 云天河满意地点点头 溜带着出了天牢 九屈河 明明是一线之隔 九屈河以北 那叫一个晴空万里 阳光灿烂 可九屈河两岸 乌云压顶 大雨更不要前世地往下砸 就跟天上破了个窟窿一样 就这么顺着九屈河绵延百里 还以为老天在玩呢 但这儿的百姓可算习惯了 六天前那场神魔大战 好多人都亲眼瞧见了 听说咱们大眼斩妖丝 和图摩斯的仙人 跟魔头干了三天三夜 最后才把那魔头给砍了 那魔头脑袋和身子 掉进九屈河 直接把河水都给烧干了 要不是两位仙人及时做法 下了七天大雨 九屈河两岸 都得变成焦土 现在雨下了七天 河水总算恢复了三分之一 鱼虾啥的也还存活了一点 虽然不少田地房子都被冲垮了 但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多亏了大眼的仙人 秦朗的地方 官府搭起了舟棚 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 看着难民们捧着热舟 一个劲儿的感谢 一个尖细的声音 却阴阳怪气地冒了出来 这大眼朝廷倒是会算计 明明是他们派去的人打不过 连图摩斯那个石器的宝贝画卷 都毁了 百里九屈河变成这样 也是他们无能为力 结果就凭一张嘴 几晚西周 就把事情真相颠倒黑白 这些傻子还在这歌颂大言国威 那黑袍童子虽然长得人模人样的 一张嘴如同金属刺耳 难听得要死 就听他冲着旁边一个 穿着淡蓝色锦衣的俊美青年说道 冤大爷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那俊美青年掏了掏耳朵 一脸不耐烦 放屁 大言国不一直这样吗 柳七郎 你小子是第一天出来混啊 黑袍童子嘿嘿一笑 点头哈腰地说 小的这不是替天行道 一时激动吗 呦 可以牙柳七郎 跟人都那帮家伙 混了几年 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了 小的这点水平 跟冤大爷您比起来 那真是连根毛都算不上 黑袍童子赶紧拍马屁 那是当然 俊美青年哈哈一笑 目光扫过远处 被大鱼笼罩的酒驱河 冷笑道 不过这百里酒驱河一夜之间 被蒸干 化成倾盆大鱼 这玩火的本事 怕是楼里那位都比不上啊 看来这百年间 火到还真出了几个厉害角色 再厉害能跟冤大爷您比吗 您老人家要是出手 这百里酒驱河内 还有话语的机会 直接就没了 黑袍童子这马屁 拍得那叫一个响亮 结果话还没说完 那俊美青年 反手就是一巴掌 啪 这一巴掌力道奇大 直接把黑袍童子 抽得原地转了好几圈 眼貌惊心 半边脸肿起 嘴里的大牙 都被打飞了几颗 老 你小子敢说本大爷老 俊美青年眼神一冷 恶狠狠地盯着他 黑袍童子下得赶紧跪下 一边磕头如捣蒜 一边狠狠抽自己的嘴巴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您老人家青春永驻 小的才是真的老眼昏花 胡说八道 眨眼间 黑袍童子两边脸 就肿成了猪头 行了行了 这次就饶了你 下次嘴巴放干净点 俊美青年白白手 又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 不过你小子虽然说错话了 但道理倒是没错 本大爷要是出手 这酒驱河确实地消失 黑袍童子看着眼前 这位喜怒无常的大人物 心里叫苦不迭 脸上却还得陪着笑脸 一个劲地附和 等俊美青年笑够了 黑袍童子才壮着胆子 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知冤大爷此次出楼 来严谨有何贵干 小的也好 提前准备准备 俊美青年脸上的笑容 渐渐消失 恢复了淡漠的神色 这次他没有发火 只是淡淡地说道 本大爷这次来严京 就两件事 第一 杀一个人 第二 就一个人 第二件事嘛 得你柳七郎亲自出马 还挺要紧的 冤大爷的事 就是天大的事 小人万死不辞 黑袍童子点头哈腰 恨不得把头点到地上去 俊美青年勾了勾嘴角 一摆手 不急 不急 拦得出来一趟 小爷我不得先乐呵乐呵 听说这严京城 好玩的地方可不少 你小子最懂这些 快给小爷说说 都有些啥好去处 冤大爷 您可算是问对人了 嘿嘿 小的别的本事没有 吃喝玩乐 那是样样精通 黑袍童子一拍胸脯 几眉弄眼道 要说这言京城 头一份的 那必须是青楼除寡 前阵子因为磨到的 阴阳叫做乱 大言二思扫黄 那些个当官的扫了不少 不过顶尖的那几个 却没受到影响 小的今天 大冤大爷 您好好乐呵乐呵 黑袍童子说的眉飞色舞 唾沫星子乱飞 俊美青年听得两眼放光 迫不及待的样子 小说话本 这天旋大到多的是 云天和啃了口油饼 心里想着反正 今天当值偷溜出来 被上司抓到 顶多挨两句骂 怕什么 他一边逛一边寻思着 哪家书铺最有意思 忽然 一个招牌啪一下 映入眼帘 有间书 云天和一下愣住了 这名字 怎么一股子 有间客栈的味道 好名字啊 他忍不住赞叹 这位小兄弟好眼烈 旁边突然冒出个声音 云天和吓了一跳 转头一看 一个穿着长袍 留着胡子 长得还挺精神的中年大叔 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有间有间 以无后入有间 灰灰呼其余游刃 必有余地矣 我在这闹市开书屋 就是图个闹钟取静 让大家火精神放松放松 中年老板滔滔不绝 云天和听得一愣一愣的 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怎么样 小兄弟 进来看看 老板热情地邀请到 诗词歌赋 小说画本 应有尽有 就连你们年轻人 最喜欢看的那种 老板说着 冲云天和几眉弄眼 一副你懂得的表情 第79章 将老头传奇 云天和顿时严肃起来 老板 你想什么呢 我是那种人吗 快把你们这最火辣的 小人书都拿出来 我参考参考 嘿嘿 好嘞 老板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灯草和尚 六通神 品花宝剑 都是精装版 保证你没见过 云天和拿起一本本小人书 看得眼花缭乱 心里却在想 这老板 真上导 正说着 那老板袖子里 刷一下 掉出一本画册来 封面那叫一个刺激 云天和眼皮一跳 这不是凤仙神将大战三魔女的特别版吗 老板可以啊 这都敢卖 好家伙 凤仙神将是谁 那可是大炎朝神话级的人物 帮助大炎王朝除魔味道 历史上赫赫有名 这老板胆子也太肥了 就不怕掉脑袋 老板估计也意识到自己露线了 手忙脚乱 把画册塞回袖子里 然后把他那些宝贝小人书 一股脑塞到云天和怀里 低声下气地说 误会 都是误会 小兄弟就当没看见 这些都送你 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 云天和装作一脸为难 纠结半天 才勉为其难点点头 行吧 就当我没看见 老板这才松了口气 一个劲地拱手道谢 这下 他也不敢再整腰额子了 老老实实开始介绍起正经书来 不得不说 这书看着不起眼 书还真不少 各种类型应有尽有 云天和说想买点小说画本 老板立马把他带到一个书柜前 指着满满一墙的书说 小兄弟 这儿全是 你慢慢挑 有事叫我 说完 一溜烟就跑了 估计是去藏他的宝贝画册了 云天和也不管他 自顾自挑起来 随手拿起一本 封面上赫然写着 白袍神将传说 这白袍神将和凤仙神将一样 都是大言朝鼎鼎有名的 除魔英雄 云天和翻了翻 故事虽然老套 但看着还挺带劲 就先拿手里了 聊斋奇异 说鬼的 不错 除魔捍卫枪 除魔的 也要了 百妖夜行 不行 这本pass 清歌就是妖 代入感太强了 云天和挑挑剪剪 很快就找了十几本 故事精彩 符合他口味的画本 突然 他的目光落在一本书册上 拿起来一看 封面上写着 江王侯传奇 他好奇地翻开 顿时大吃一惊 江王侯 大言皇族 本名江森 年少成名 十三岁就能聚灵 十五岁就画圆镜 二十五岁就干翻了禁魔军 直接封王侯 云天和一目十行 扫过人物小传 突然像是被雷劈众一样 整个人都实话了 这写的 不是天老五层那个老不死江森吗 云天和精掉下巴 赶紧抱着小说 开始狂啃起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 云天和忍不住抱粗口 卧槽 这老头年轻时候 这么猛的吗 书里说 江森那家伙年轻的时候 那是相当的风流倜傥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啊 就他那满脸褶子 头顶还凸了的糟老头模样 也能叫郡王 云天和努力在脑海里 把江森和郡狼两个词联系到一起 结果差点没把自己送走 继续往下看 这小子 当年 仗着自己天赋高 长得帅 到处沾花惹草 惹了一屁股风流债 正到几大宗门的圣女 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结果这货还不满足 最后居然还和日月魔教的圣女 搞到一起去了 好家伙 这一下正到魔道都炸锅了 据说当时八大宗门的老祖宗 都跑到皇宫门口 逼着大言王朝娇人 那场面 嘖嘖嘖 云天和估计 这江森肯定没少干屎乱中气的缺德事 不然人家八大宗门 至于这么跟他死磕吗 迫于压力 当时的皇帝 只能把江森秉为庶民 扔进了天牢 这辈子都别想出来 云天和一口气读了大半本 激动得一拍大腿 大吼一声 精彩 太精彩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谁能想到 现在看着猥琐又欠揍的糟老头子 年轻的时候 居然这腰牛逼 连日月魔教的圣女都敢招惹 还上演了一出 轰轰烈烈的正魔绝恋 牛逼啊牛逼 云天和正感叹着 突然灵光一闪 等等 这江森连日月圣女都敢上 那妖怪肯定也不在话下 该不会 清歌就是他和屠山妖皇的私生子吧 云天和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不然 清歌怎么会从小就被关在天牢五层 一步都不让出去呢 而且 江森还整天守在殿外 等等 好像哪里不对 云天和猛地回过神来 清歌是屠山九皇子 那屠山妖皇 应该也是个男的呀 哦 云天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这江森 口味这么重的吗 男女通吃啊 云天和把这本 《江王侯传奇》收好 和其他几本书 一起拿到柜台前准备结账 结果发现 老板居然不在 放出神念 后堂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奇葩 云天和摇摇头 扔下几块碎银 拿着书就走了 回到家 云天和先把那本老板白送的金装画册 藏床底下 剩下的书 往枕头编一放 以后睡觉前 还能随便翻翻 收拾完才准备动身去天楼 啥 今天跟清歌说啥 那必须是刚看完的那本 《江王侯传奇》啊 云天和来到天楼五层 只见一片虚空中 一个沟楼的身影 盘腿坐着 突然 那老头脸色一动 缓缓睁开眼 江前辈 一个高大威猛 一身戎装的中年男人 站在他面前 恭敬地行礼 江老头微微点头 什么事 男人恭敬地回答 六天了 那位 又来了 江老头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又是来找清歌那小子的 是 高大武将回答 来了有一阵了 正在大殿里 跟九皇子说话呢 我一来就看见您在修炼 就没敢打扰 嗯 江老头点点头 随意地摆摆手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武将行礼后 迅速离开了 等武将一走 江老头脸上 却露出一丝恍惚 那位来找清歌聊天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他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他现在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今天怎么老觉得心神不宁 修炼的时候 还总是想起以前的事 难道 江老头低声自语 人老了就喜欢回忆 快死了 就越是彷徨 难道 我的死期又提前了 想我堂堂大言百年 溢出的江王侯 洞虚四品的真人 竟然要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天牢里老死 哎 江老头忍不住长叹一声 脸上满是黯然悲伤 第八十章 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与此同时 天牢五层的大殿内 云天和正跟清歌绘声绘色地讲着 江王侯传奇 最精彩的部分 就听那江王侯面对 正道八派掌门的逼迫 终于忍不住了 猛地站起来 大吼一声 大丈夫生于世 要是不能跟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没有爱情 我宁愿去死 说完 他就一头扎进了大言天牢 而且说到做到 从此再也没踏出天牢半步 更别说见那日月叫圣女了 正道八派掌门看他这么实相 也就勉强打消了杀他的念头 云天和缓缓说完 江王侯传奇的最后一章 抬头看向清歌 只见他俊脸仗红 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啪 清歌猛地一拍桌子 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这江王侯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风流成性也就罢了 居然还懦弱无耻 简直见到骨子里 多少天之娇女 对他死心塌地 他道好 见一个爱一个 转眼就翻脸不认人 热热圣女为了他 不惜与天下为敌 结果呢 还不是被他一脚踹开 这种没担当的窝囊肺 就算再强 名声再响 也配不上王侯 说得好 云天和忍不住拍手叫好 真想哪天清歌 能把这些话甩江森脸上 让他装迷语人 迷语人不得好死 依我看 那江王侯要是真喜欢他们 就该把他们全娶回去 别祸害人家姑娘 清歌骂完 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又补充了一句 云天和挑眉 魔道圣女也娶 当然 清歌理直气壮 谈恋爱哪还管什么身份 真爱之上懂不懂 为了欣赏人 就算违反什么狗屁组织 放弃王位江山 那又算什么 云天和越听越不对劲 这似曾相识的台词 等等 你又把东公园里的句子搬出来了 清歌脸颊一红 有点不好意思 谁让我就爱看这本 霸总小说 真是害人不浅 硬生生把好好的一个孩子 荼毒成了恋爱脑 还好他这辈子 估计都没机会谈恋爱 云天和正想着 却见清歌突然面露难色 欲言又止 云天和看他那副扭扭捏捏的样子 直接询问 有事但说无妨 清歌可怜兮兮地叹了口气 小声说道 这段时间多亏了梁凡兄照顾 说真的 清歌早就把梁凡兄当最好的兄弟了 云天和心说 可不就是最好的兄弟 你小子好像也没别的朋友了 可是 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清歌有些事情瞒着你 现在不说 怕是 不太合适了 清歌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 猛地吸一口气 眼神无比认真地盯着云天和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瞒你说 梁凡兄 其实 我是个妖怪 空气瞬间安静了 两人的大眼瞪小眼 好几个呼吸都没缓过神来 云天和眨了眨眼睛 总算反应过来 卧槽 你是妖怪 真的假的 清歌 云天和震惊过后 又是一阵无比尴尬的对视 清歌终于忍不住了 急吼吼地说道 梁凡兄你不信我 信啊 怎么不信 那你咋一点都不惊讶 我刚不是惊了吗 你没看见 清歌一咬牙 伸手就要解开领口的扣子 行 你不信是吧 我取下我的宝贝 证明给你看 云天和顿时虎去一阵 好家伙 这回他是真的惊了 这小子要干嘛 怕他不信 要掏出什么不得了的妖怪大宝贝给他看 我的小清歌啊 你可千万别乱来啊 不然你家云哥我怕是忍不住 要把你的大宝贝 直接揪下来 还好 是云天和想多了 清歌只是解开了衣领上的两个扣子 露出雪白的脖梗 和脖子上挂着的一块龙形玉佩 这玉佩一看就不是反品 最主要的是 云天和的神念 刚一碰到他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开了 要知道 他可是天人级的神魂 这块九霄云荣玉 能遮住我的妖气 所以梁凡兄你 才感应不到 现在 我把他摘下来 这玉佩是清歌从小就带着的 他叔叔聚穿千钉鸣万嘱咐 无论如何 都不能摘下来 可是想到梁凡兄对他推心致富 云天和 我特么连名字都是假的 自己却遮遮掩掩 实在太不仗义了 就摘下来一小话 马上就带回去 应该没事吧 清歌一狠心 一把扯下了脖子上的玉佩 一瞬间 丝丝缕缕的妖气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与此同时 清歌的样貌也开始发生变化 他屁股后面 一根接着一根地 冒出了七条毛茸茸的狐狸尾巴 七条 云天和还没从清歌的变化中 回过神来 就感觉到 另一股更加神秘的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这股力量 霸道绝伦 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阻挡 那股气息 如同一道闪电 瞬间划破天际 消失得无影无踪 云天和心头一跳 总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却又说不出来 清歌有点不好意思的 对云天和说 我可不是普通的狐狸精 是绊腰 这七条尾巴 只有画形之后 才能完全藏起来 云天和刚想接画 突然 大殿里凭空出现了两道人影 一个是威风凛凛的屠山舞 将聚穿 另一个 是那老奸巨华的江森老头 这两人一现身 目光就齐刷刷地射向了清歌 聚穿一看到 清歌身后的尾巴 和他手里的玉佩 整个人像 是被雷劈了一样 当场实话 他亮亮呛呛地后退了好几步 脸色惨白 嘴唇颤抖着 断断续续地说道 九皇子 你怎么把玉佩摘下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摘下来 为什么啊 江森老头盯着清歌 又看了看眉头紧锁的云天河 眼神闪烁不定 不知道心里 在打什么鬼主意 与此同时 大颜黄宫 御书房内 当今颜黄 正埋头批阅奏章 突然 他猛地抬起头 目光直直地望向远方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他放下手中的奏章 缓缓起身 一步一步 走到窗边 推开窗户 深邃的夜空 和璀璨的星河 顿时映入眼帘 第81章 逆天的命格 这里是整个 严京城最高的地方 就连观星司的观星楼 都矮了一截 站在这里 可以俯瞰整个严京城 但此时 颜黄却只是紧紧地 盯着大颜镇御丝天牢的方向 仿佛要看穿什么 他伸出手 似乎想要抓住什么 但最终 还是无力地放下 九霄云龙玉 被取下了 颜黄望着星空 喃喃自语 这一天 终究还是来了 梦里 镇护了他整整三十年 你若在天有灵 也该明目了 你我 都是苦命人啊 颜黄最后一声叹息 被夜风吹散在空中 同一时间 观星司 观星楼 那股气息出现的瞬间 白沙遮面的沈妙英 猛地睁开双眼 他迅速抛出手中观星盘 先先预指飞快舞动 倒到白光射出 精准地落在观星盘上 一瞬间 星图中 一颗忽明忽暗的星辰 跳了出来 三十年前那颗妖命地星 怪不得 沈妙英恍然大悟 手指继续在星盘上飞舞 还好 对国运没什么影响 他长输一口气 改为单手 推演那颗妖心的未来 可这口气还没松多久 他就不得不双手齐上 食指翻飞 速度越来越快 未来一片混沌 不可知 不可知 连推二十次 还是不可知 沈妙英猛地停手 深吸一口气 闭眼凝神 好一会儿 他才缓缓睁开眼 眼中满是无力和无奈 为什么 为什么最近沿京城里这么多天机屏蔽者 每次都算不出来 再这样下去 别人还以为我这大盐国师是混饭吃的呢 一个鸟语花香 宛如仙境的地方 到处都是狐狸 红的 白的 灰的 黑的 它们有的在休息 有的在打闹 有的在吃饭 有的在玩耍 这里是屠山 是狐足的天堂 九座山峰 威俄耸立 代表着屠山狐足九脉 也像争着天狐的九条尾巴 最高的那座山峰上 一只体型堪比山岳的白色巨狐 正懒洋洋地趴着 它浑身 散发着淡淡的白色光芒 仿佛虚幻一般 它身后 伸着七条毛茸茸的巨大尾巴 眼神沧桑而疲惫 仿佛已经活了很久 突然 原本懒洋洋的七尾白狐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猛地站了起来 它几步跃上高空 目光灼灼地盯着一个方向 仿佛看到了什么 又仿佛终于等到了什么 它兴奋地仰天长啸 原地转了好几圈 然后一头扎进了身后的山峰 消失不见 没过多久 九座山峰中 就冲出了许多狐足 这些狐足身后 都拖着好几条尾巴 摇气冲天 显然都是道横高深的狐足大妖 他们聚集在主峰前 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 被紧急召集的原因 很快 一只六尾白狐 从主峰中走了出来 它神情威严 用狐语宣布道 妖皇有令 崇利储君 此言一出 全场皆惊 屠山九脉 顿时震动 大炎天牢第五层 据 巨川说 江森老头和武将巨川 第一时间出现 把清哥都吓了一跳 清哥该不会 是不知道这玉佩意味着什么吧 清哥被两人吓了一跳 不会真闯祸了吧 他手忙脚乱的 想把玉佩带回去 巨川却苦笑一声 哎 现在带回去 还有啥用 九皇子要是不想带 以后就别带了 啊 清哥傻眼了 这到底是要带上 还是不带上 云天和一看这情况 顿时来了兴趣 津津神通悄然发动 看看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仙官闹 脑色成精 悔光冲天 再关心 蹊跷玲珑心啊 这孩子 心性纯净的像块蒲玉 看魂魄 这魂魄 瘦长千年没问题 然后是命格 嗡 一只九尾妖狐的虚影 猛地出现在云天和眼前 还好奇地眨巴着眼睛 似乎在问 你怎么发现我的 云天和 最后看月 命格更是吓人 浓郁的紫金之气 却是一片混沌 这是妥妥的未来不可限量啊 云天和收回神通 看向清哥的眼神都变了 他看向清哥的眼神顿时变了 这哪是什么小可怜 这分明是条乾隆啊 这小子 是他见过最牛逼的存在 当初的月王世子梁凡 跟人家一比 简直弱爆了 不过 也在情理之中 没有这逆天的命格 清哥也不配待在天牢里 还能享受皇室般生活 现在最让云天和好奇的 是江森和俱川 看到清哥斋遇配后的反应 总感觉自己 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想到这里 云天和也不废话 直接对清哥说 明天再来找你 说完 就给了江森和俱川一个不想死 就老实交代的眼神 瞬间就消失了 云天和要一个解释 马上 没等多久 解释就来了 晚辈江森 武将俱川见过前辈 两人毕恭毕敬地向云天和行礼 云天和扫了他们一眼 淡淡地说 说吧 谁先来 江森眼观鼻鼻关心 装聋作哑 俱川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说 前辈 现在告诉您也无妨 云天和微微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 俱川不敢怠慢 连忙说道 九皇子是我们屠山湖族妖皇 和宁人族大言孟丽公主的儿子 就因为他是人妖混血 出生就被两族不容 孟丽公主 拼死才保住九皇子一命 但是需要永久待在镇玉丝中 不得踏出半步 九皇子虽然倒霉 被关在这鬼地方一辈子 但好歹小命还在 有我等陪着他 凑合过就行 可是 俱川说到这儿 脸上一阵哭笑不得 这小子偏偏是个妖孽 天生七条尾巴 妥妥的天狐命 要是纯种狐猎 以后妥妥当狐皇 就算不是我们屠山家的 也没啥大不了的 可他偏偏是个半妖 那些老顽固 怎么可能让一个半妖 骑在他们头上 所以 我们才给他戴上九霄云龙玉 把他的气息遮掩住 可现在倒好 玉佩摘了 那些家伙肯定感应到了 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俱川说着说着 脸上一阵悲痛 差点哭出来 这屠山湖族这么嚣张 连这镇玉丝天老五层 都敢闯进来杀人 云天和听得直皱眉 俱川愣了愣 赶紧摇头 那怎么可能 他们哪来这胆子 那不就得了 感应到就感应到呗 清歌在这儿好好的 又没人敢动他 你哭丧了什么劲 云天和一脸莫名其妙地 看着俱川 俱川直接傻了 脸仗得通红 半天说不出话来 前辈有所不知啊 清歌这九霄云龙玉一摘 半妖气息和天狐资质都暴露了 这天老五层 他估计待不了多久了 云天和眉头一皱 为什么 因为他娘是大炎的梦里公主 她的存在 就是大炎皇室 永远也抹不掉的一个污点 江森无奈地说道 这清歌这玩儿 也真是够可怜的 第82章 镜花水月楼 30年前 梦里公主豁出命 才让清歌活了下来 苟延残喘到今天 这小子要是一直老老实实 在五层蹲着 那些大炎皇室的人 估计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当他死了算了 现在他倒好 天狐血脉藏不住了 那些家伙肯定不会放过他了 江森再次顿了顿 小生说 最好的结果 也不过是被赶出去 流放到妖族那边去 永远别想回来 云天和面无表情 没吭声 江森说的没错 对那些大家族来说 脸面比人命重要多了 更别说大炎皇室了 清歌这小子 也真是可怜 从出生就是个错误 活该他倒霉一辈子 屠山胡黄不管 清歌好歹是他儿子 哪有亲爹看着儿子 被欺负的道理 云天和终于开口了 这次接话的是武将聚川 妖皇肯定想管啊 但是 聚川脸色难看 压低声音说 三十年前那一战 妖皇用了尽数 燃烧寿元才保住清歌 否则就梦里公主 一个人哪够保下皇子性命 这都三十年过去了 妖皇估计也快到头了 就算想管 怕是也力不从心了 三十年前死了妈 三十年后又要死爹 而且自己搞不好也要死 全家死光光 太惨了 清歌这孩子 真可怜 云天和心里叹了口气 摆摆手 没什么兴致地说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 前辈慢走 江森和聚川 恭敬地低头相送 再抬头 云天和已经不见了 云天和回到二层 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就是觉得 像清歌这种人 心比琉璃还干净 简直就是一张白纸 都这么惨了 被关了三十年 结果以后还要更惨 还有没有天理了 老天爷是不是玩他呢 都说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但是 凭什么 就因为他爹是妖 他娘是人 生下来就是个绊妖 这也太不公平了 他什么都没做错过 云天和活了这么大 第一次 对这种不可违抗 不可改变 不可选择的东西 感到愤怒 他知道这跟他没关系 但就是觉得 心里堵得慌 这口气憋在心里 云天和想找人说道说道 死了 怎么可能 云天和猛的和尚 幽名静点 记忆中 那夜犯人信息 竟然凭空消失了 什么时候死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心里咯噔一下 立刻冲向天牢一层 钉字号牢房 果然 里面关押的犯人 已经换了 那个胆小怕事 脚侠又有点可爱的小老头 成天云小哥 云小哥喊自己的 和封木和大人 居然不见了 好在问了狱卒才知道 和封木的案子已经结了 原来是被人当了替罪羊 就探了三百两银子 家人凑钱补上就放了 好像是被降了两级 发配到一周去了 云天和先是一愣 随即大笑出声 三百两银子 这才符合和封木 那胆小鬼的作风吗 就他那点胆子 怎么可能贪污 十多万两巨款 官将两级 发配外周 对他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只可惜 以后再也看不到 那个扶着劳兰 可怜巴巴 喊自己云小哥的家伙了 直到放牙 慕容雪和唐校尉都没回来 二层的丽木们也开始轮值换岗 各自回家 云天和从天牢出来 在街边的沉济乳烧 吃了两大碗炉煮 却觉得味道比平时咸了许多 没吃几口就没了胃口 他心里烦闷 沿着天书大道 漫无目的的闲逛 看了两盘棋 觉得无趣 又找了家茶楼听人说书 可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满脑子都是清歌那张无辜 又带着期盼的小脸 不行 今晚必须要抓条大鱼 谢谢火 他双拳紧握 要遭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凭什么 这世道真是没添脸 那些作恶多端的狗东西 一个个活得比谁都滋润 寿终正寝 云天和心头怒火熊熊燃烧 这天不管 他管 大炎王朝郊外二十里 这炎京城最销魂的地方 飞进花水月楼莫属 什么文青楼 天香阁 跟这儿提携都不配 这儿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找不到的 美人 美男 妖精 鬼怪 嘖嘖 简直要啥有啥 一脚踏进进花水月楼 那感觉 就跟登天了似的 神仙也不过如此 不过这地方也奇怪 藏在沿京城外二十里的深山老林里 一般人还真不知道 但来这儿的 哪个不是家财万贯 全是滔天的大人物 一辆豪华马车 晃晃悠悠停在山庄门口 一个穿着锦衣华服 满脸横肉的中年人走了下来 这家伙一下车 一群下人 立马像哈巴狗似的围上去 点头哈腰 那叫一个殷勤 一个身材火辣 妩媚动人的美妇 扭着水蛇腰迎了上去 娇滴滴地喊了一声 田大人 这女人 那眼神 那风情 比那些青楼头牌 可带劲多了 这镜花水月楼 果然名不虚传 那信田的色眯眯地 看了美妇一眼 就被簇拥着进了山庄 没一会儿 又来了一辆马车 下来一个绑大妖元的壮汉 那气势 吓得周围的吓人腿 都哆嗦了 这次出来 迎接的是另一个美妇 同样是千娇百妹 把那壮汉迷得神魂颠倒 等两人进去后 旁边一扇小门里 走出来三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俊美公子 那模样 简直是人神共愤 能让全天下的女人 都为他疯狂 他身后跟着一个冷冰冰的美女 和一个低眉顺眼的老头 刚进去那个 是大岩兵部侍郎田拳手 后面那个 是金刚武院的院主霍峰 天刚九重高手 据说跟玄光教有点关系 老头低声汇报着 俊美公子漫不经心地问道 网忧水都下了吗 不过那货风修为高 只能慢慢来 不敢下太多 那就给信田的家十倍 一群废物 区区几个朝官都搞不定 本公子养你们 有什么用 俊美公子一脚踹翻面前的桌子 怒火冲天 大岩图摩斯那群狗东西 抓了我阴阳教上百号人 这笔账 我定要让他们百倍奉还 公子息怒 黑衣老仆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 只是这一下子 害了这么多官员 万一图摩斯追查下来 追查 俊美公子不屑地冷笑一声 整个大岩朝堂 哪个官员屁股底下是干净的 我阴阳教想动他们 易如反掌 他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传令下去 给那侍狼的药两加十倍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还有 派几个人把他家里的妻儿老母 都给裁补了 让图摩斯知道 我们磨到七宗阴阳教的报复 是 黑衣老仆松了口气 连忙硬道 对了 俊美公子想起一事 柳七郎带来的那个家伙 查到身份了吗 回公子 还没查到 黑衣老仆摇摇头 不过看柳七郎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那人至少也是个神游进的妖王 已经下了百倍的忘忧水伎俩 那人还嫌不够吃 妖王 俊美公子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有点意思 看来这大言是 越来越热闹了 让他吃 使劲让他吃 我倒看看 他能吃多少 他抬头望向夜空 只见一轮明月高悬 而月亮中央 竟出现一个小小的黑点 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他靠近 第八十三章 聆听罪恶 云天河躺在床上 神念跟雷达似的 把严京城扫了个遍 没找到一个 能让他解气的恶棍 就这 最高分的那个 才二星罪孽值 不会吧 就一朵了好几年的江阳大道 随手就把这人的长相信息 丢给了官府 云天河心里那股郁闷劲 才消了一半 该不会是最近 图摩斯和斩妖丝动作太大 把这些妖魔鬼怪 都吓跑了吧 才十来万经验值 小意思 一天收益就能赚回来 他干脆一咬牙 直接把天听神通升了两级 升到了二品 本来云天河是想扩大 天听神通的范围 这样就能更好地配合 他的神念 把严京城周围也监控起来 没想到 这二品的天听神通 居然提升到了一种 他完全想不到的地步 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屋子里 一个长得贼磕尘 脸色跟抹了锅底灰似的 男人躺在床上 一看就是病得快挂了 可就在这男人隔壁 居然有一男一女 在那嘀嘀咕咕 放心 半斤砒霜都给他灌下去了 这回他必死无疑 我还是有点慌 要是被人查出来怎么办 杀人可是要砍头的 怕啥 我舅舅可是金兆府主不关 有他在 谁敢动咱们 那是你舅舅 又不是我舅舅 我不怕你怕啊 还分什么你我啊 等这丑八怪一死 我立马就娶你过门 我舅舅不就成你舅舅了 宝贝 让哥亲一口 想死你了 讨厌 哎呦 屋里有人 有人更好 嘿嘿嘿 这俩人就开始了 那声音听到屋里的男人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心里恨不得把这俩狗男女 碎尸万段 可惜他现在连根手指头都动不了 好家伙 这可真是潘金莲和西门庆 独杀五大郎的现场吧 京城内某间包子铺 去死 都得死 包子铺里 伙计眼睛血红 像疯狗一样挥着菜刀 地上血泊里 躺着老板一家五口 个个瞪着眼 到死都不幸 平日里好吃好喝供折的伙计 居然会变成杀神 老子累死累活 你们就给这么点工钱 玩你老婆怎么了 还想报官 老子弄死你们 伙计抹了把脸上的血 朝地上淬了口唾沫 呸 明天想报官阴我 也不看看我是谁 杀人的快感过去 伙计心里开始发毛 他眼珠子一转 系上心来 抄起菜刀 准备把尸体剁碎了腮包子里 明天照样买 吃不死你们 看官府还怎么抓我 好一条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云天和听着伙计的心声 眼前画面越来越清晰 人间罪恶 一览无余 溺醉之耳 不对 云天和发现 只要他想听 世间一切声音都能听到 千里之内 无所遁形 这就是二品天听神通 还能升级 要是达到地煞级 岂不是能听到世间所有罪恶 云天和心头火热 恨不得现在就提升到地煞级 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多经验 让他升级 只能日后再研究 先找罪念深重的下手 云天和心念一动 千里之内 罪恶滔天之徒的声音 清晰无比地传入他的耳朵 云天和率先听到一阵迷迷之音 夹杂着女人的交喘 惨叫 哀嚎 还有令人作呕的抽气声 这皇城脚下 竟然还藏着这么大的阴窝 云天和睁开眼 震惊之色在脸上闪过 他在阎京城外二十里 找到一个致淫致恶的地方 看似高档的技管 里面的客人气质非凡 身份显赫 若只这样算什么 最多也就是剧众淫乱罢了 但山庄最底下 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关押了上万自容出色的俊男美女 不知道都哪里整来 这些人被山庄的人日夜调教 甚至为了迎合那些变态客户 还要进行改造 残忍程度比镇欲四天牢里的刑法 还要可怕十倍 死亡率极高 百里之中 未必能有一个幸存者 阴阳教 果然又是阴阳教 云天和深吸一口气 眼中冷意四溢 月光洒在他的脸颊上 映出如冷郁般的光泽 有神游镜 有天刚 很好 再好不过 他从床榻上一跃而起 向窗口迈出一步 瞬间消失在夜空中 正愁一枪玉气无处可去 正好拿你们的性命来填 夜风掀起云天和的黑发 他在月光下如烟似雾 瞬间来到严京城外的那所山庄 居高临下 竟发现一位俊美公子 在那看着自己 你在这看你妈呢 云天和冷冷一笑 直指那公子的方向 狠狠一记人急刀斩下去 瞬间 滚滚煞气滔天气 遮蔽了头顶的天空 仿佛乌云碧月 阴阳圣子眼皮一跳 死死盯着那月亮中心 越来越大的黑点 人 好像是冲着我来的 莫非是哪个老怪物 想来镜花水月楼 潇洒快活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毕竟他阴阳叫的镜花水月楼 那可是人间天堂 来贵客了 给我摆出最高规格 好好招待 阴阳圣子嘴角一勾 刚想吩咐下去 下一秒 那月下来人身上 突然就冒出了一股邪门黑气 眨眼间 天上的月亮 头顶的星星 全被这黑气盖住了 紧接着 一道带着无数鬼话服的 黑色刀光 夹杂着滔天煞气 对着他狠狠劈了下来 阴阳圣子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这哪里是贵客 分明是来砸场子的 嫡妻 快 给老子挡住 哄 山庄里 无数假山石头 包括他脚下的石板 全都亮起了防御灵光 十几个巨大的光照 拔地而起 眨眼间 就把整个山庄护在里面 圣子别慌 这护山大阵 可是请了玄镇门 长老部下的 别说一个神幽静的 就算来三五个 也休想打破 黑衣老仆 赶紧跑到阴阳圣子身边 低声说道 阴阳圣子 看着眼前的超级大阵 心里刚踏实一点 下一秒 哄 黑色刀光 像是切豆腐一样 那护山大阵 连十分之一个 呼吸都没撑住 直接碎成渣了 刀光去尸不减 直直劈向阴阳圣子 整个山庄前院 直接被劈出一道几十丈深 几丈宽的巨大钩壑 这就是你说的 玄镇门长老部下的阵法 阴阳圣子 灰头土脸的出现在几百米外 指着那触目惊心的钩壑 眼角狂跳 脸都绿了 差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就被劈成两半了 这人不简单 怕不是普通的神游镜 黑衣老仆 也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盯着那煞气冲天 缓缓落下的持刀人影 圣子放心 我金花水月楼里 还有三位神游镜供奉 其中一位 更是无极剑宗神游镜九重的长老 有他们在 拿下这小子 一如反掌 无极剑宗的神游镜九重长老 阴阳圣子脸色一变 正到三大剑宗 每个门派 实力都绝强 青蛇剑宗 九天剑宗 还有末尾的无极剑宗 那也不是吃素的 金花水月楼 居然把一个无极剑宗的 神游九重长老给拿捏了 黑衣老仆音侧侧地笑着 一脸得意 那老家伙一开始说什么 借我们金花水月楼淬炼健兴 冲击洞虚 简直笑掉大牙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阴阳教的密法手段 是这个老东西 能想象的 老奴花了整整三个月 使出浑身解数 才把他拖进温柔箱 让他连自己姓啥都忘了 花音刚落 三道人影搜的一下 从山庄里飞了出来 各个气势汹汹 一看就是神游镜的大佬 领头的那个 简直就像一把绝世宝剑 剑气逼人 看得人眼睛都疼 这剑修有点东西啊 阴阳圣子忍不住惊呼 黑衣老仆 胸有成竹地笑着 圣子您就瞧好吧 我用人头担保 不出三招 这小子就得变成刀下亡魂 只见那三个神游镜的供奉 已经跟持刀人干起来了 领头的那个更是勇猛 一剑劈出 天地变色 然而 一道漆黑的刀光 裹挟着恐怖的雷电 从天而降 剑光瞬间被劈得粉碎 刀光去世不减 轻描淡写的一划拉 那三个神游镜高手 连哼都没哼一声 就被齐刷刷地砍成了六段 三具尸体从天上掉下来 整个山庄鸦雀无声 阴阳圣子和黑衣老仆都看傻了 眼前只剩下那六段尸体 还有那道恐怖的刀光 第84章 和他一战 哪怕生死 无极剑宗长老 神游九重 接近剑王之境地剑到大能 被云天和一个照面 劈成两半 阴阳圣子和那群狗腿子 都看傻了 一个个跟木头庄子似的 处在那 突然 那黑衣老狗 好像反应过来 怪叫一声快逃 跟疯狗似的 窜了出去 阴阳圣子 这才回过神 还没来得及动弹 就对上了云天和 那冰冷的眼神 阴阳圣子感觉 就像被远古凶兽盯上 吓得魂飞天外 一股寒气 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跑 快跑 无数个念头 在他脑海中疯狂呐喊 阴阳解体 几乎是本能的 阴阳圣子 燃烧全身精血 化作一道血光 以闪电般的速度 向远处击射而出 想跑 晚了 云天和冷笑一声 根本没把这几个小杂鱼 放在眼里 尤其是那个阴阳圣子 仗着秘法 速度居然比神游镜 还快十倍不止 一眨眼就跑出几里地 这速度 一般的神游镜 还真追不上 可惜 你遇到了我 云天和眼神一寒 手中长刀挥出 哄 一道长达上千丈的恐怖刀光 瞬间跨越虚空 将那道血光淹没 血光就像气泡一样炸脸 阴阳圣子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被刀光绞成飞灰 千丈的刀光 让你先跑 999丈 又能如何 云天和轻蔑一笑 将长刀收回撬中 融合了 夜火魔焰咒 和赤焰焚天爵 他的灵力 比之前强大了十倍不止 一刀挥出 足足有一千多丈 十倍于普通神尤镜 杀这几个废物 他甚至连一成的实力 都没用上 百万经验值的人 即一转 剪刀 可不是开玩笑的 俊美公子一死 那冷淡侍女 顿时跟疯了似的 尖叫着 就朝云天和扑来 你敢杀圣子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 Soul 他话还没说完 一根灵力形成的 无形之针 就洞穿了他的眉心 侍女难以置信地 瞪大眼睛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连个屁都没放出来 就死了 对这种天刚进的垃圾 云天和连刀都懒得出 一记 祭天缝尸扔 就轻松解决 另一边 那黑衣老扑也跑不了 这老东西第一个开溜 但这会儿 也才跑出两三里 跟那阴阳圣子差太远了 扑 又是一根 祭天缝尸 针 老扑不了侍女的后尘 云天和 这才从半空府看下去 他一刀破阵 连杀三个神游 三个天刚 这动静早就 把山庄里那些 寻欢作乐的家伙 吓得屁滚尿流 这会儿全都惊恐地看着他 生怕他再一刀砍下来 一个看着挺威严 估计是当官当惯了的 中年男人 撞着胆子走上前 点头哈腰地说 这位前辈 我们都是被请来的 跟这山庄主人不熟啊 在下大言兵部侍郎填全 啪 他话还没说完 云天和一巴掌 化成百丈火焰 就把他湮灭虚空 刚刚就你玩得最花哨 还有脸说自己是兵部侍郎 云天和淡淡地说道 这下 下面那些人更不敢冒头了 一个个都跟鞍唇似的 生怕不小心惹到这位杀神 小命不保 云天和也不急着走 就站在半空中 时不时弹出一根 祭天缝诗针 把那些想趁机开溜的家伙 一个个都给杀了 他可是天人静的神魂 这些天刚静的家伙 在他眼里 就跟透明的没什么两样 想耍花招 门都没有 直到感应到几道神游镜的气息 从严惊的方向快速逼近 云天和才收回神念 准备离开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图摩斯和斩妖斯 那帮家伙去处理吧 可就在云天和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 一道冰冷的视线 落在了自己身上 他顺着视线看过去 只见在山庄 一个灯火通明的角落里 一个戴着黑袍童子的锦衣青年 正冷冷地看着他 云天和神念随意一扫 一颗龙眼大小的妖丹 就映入眼帘 可还没等他细看 就被一股霸道的神念 给弹了回来 有 有点意思 这是比肩腰黄腰单净的人类 那锦衣青年脸色一沉 嘴角却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 人级一转 惊艳直破百万 正好拿你试试刀 云天和冷笑一声 右手轻轻搭在刀柄上 煞气感受到主人的战意 瞬间在周身浮现 就等着饮血了 天人静的神魂 外加远超神游镜十倍的灵力 再加上百万经验的地杀人击刀 不知能不能宰了你这个洞虚净的杂碎 云天和舔了舔嘴唇 眼中战意沸腾 那锦衣青年也是跃跃欲试 两人目光交织 空气中仿佛有火花炸裂 大战一触即发 So 就在这时 一道破空声传来 打断了这场即将爆发的战斗 云天和眉头一皱 但很快就舒展开来 握着刀柄的手也松了开来 下次吧 反正你跑不了 云天和淡淡地瞥了那锦衣青年一眼 身形一晃 化作一道青烟消失不见 有点意思 死人实力怕是已经比一般洞虚净强盛 放在眼睛也算个人物了 锦衣青年看着云天和消失的方向 眼中闪过一抹寒芒 要不是本大爷刚来眼睛 还有要事要办 打扰了我的兴致 只有死路一条 冤大爷 大爷两肆的人来了 一旁的柳七郎 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来就来呗 怕他们不成 锦衣青年看也不看那边 随口道 去 想办法弄几百斤忘忧水来 本大爷要好好享受享受 是 话音刚落 两道人影就消失在了原地 启禀大人 死者身份已查明 乃是兵部侍郎田权手 以及户部尚书之子 另外 我们还在山庄底下 发现大量被囚禁的百姓 其中还有前任 吏部尚书家的千金 行了 我知道了 这些事情 回头禀报 你们总思即可 石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看着地上被一刀劈撑两半的尸体 石起的脸色有些复杂 这可是个神游镜的强准啊 居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几年前 两人在一次神游镜聚会上碰过面 那家伙还假惺惺 敬过他一杯酒 没想到 再见面 居然是给对方收尸 尸体石起见多了 这么惨的死状 他也见多了 看着尸体光滑如尽的切口 石起眼皮一跳 他已经猜到 是谁干的了 抬头一看 斩妖丝那个用刀不要命的疯子李玄远 正死盯着另一具尸体 这尸体也被一刀劈成两半了 石起走过去 压低声音说 八成是镇玉斯那位新晋的刀王干的 李玄远没吭声 石起叹了口气 三个神游镜被一刀全秒了 那家伙的刀法和实力 比上次咱俩见的时候 强了不止一点半点 何止一点半点 李玄远终于开口了 至少强了十倍 啥 石起眉头一皱 十倍太夸张了吧 那家伙 是刀王 走得主杀生路子 普通神游镜不是他对手也不奇怪 哼哼 李玄远冷笑一声 随手一挥 用灵力把尸体翻了个面 说 你看此人这是谁 石起定睛一看 下一秒 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倒吸一口凉气 无极剑宗白无牙 他十年前就已经是神游九重镜 据说都快要成剑王了 他居然 也死了 石起脑袋嗡嗡的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无极剑宗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小门派 那可是大眼鼎级的剑宗门 随便拎出一个弟子 都能在同等级单条两三个 甚至更多 剑宗主杀伐 那些天赋异禀的妖孽弟子 越级挑战就跟娃似的 白无牙可是 无极剑宗大名鼎鼎的 神游巅峰强者 说他是半只脚 踏入洞虚境也不为过 结果 现在全被人砍死了 还被一刀劈成两半 这得是多大的实力差距 才能造成这种结果 实际感觉自己脑子要炸了 完全消化不了 这么大的信息量 嘴里不停念叨 这怎么可能 镇玉斯那一位 不是才刚突破 神游没多久吗 李玄远沉默了半天 终于缓缓抬起头 此时 她的眼中 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浑身上下 刀一翻涌 只听她一字一句 无比坚定地说道 能和这种 金士奇 才生在同一个时代 真是我的荣幸 我一定要和她一战 哪怕 以身殉道 第85章 扩大灵海的神奇功法 有人喜欢杀人前喝酒 吐个胆气状 有人喜欢杀人后喝酒 为的啥 以前云天河不懂 现在她懂了 刚踏进这片小树林 林子里 那些个蛇虫鼠蚁 飞禽走兽 全都被云天河的杀气 吓得屁滚妙流 现在周围 安静地 只剩下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杀人 云天河不是头一回 可这么痛快 这么带劲的杀人 还真是头一回 杀气疼疼 一时半会儿 还压不下去 云天河一屁股坐在地上 面前摆着一坛上好的断魂酒 这酒 可是正欲四天牢里 给死刑犯送断头犯的标配 他家里堆了不少 啪的一声 拍开酒坛风泥 云天河 直接用灵力吸了一大口酒 爽 一边喝酒 一边盘点今晚的收获 三个神幽静的 三个天罡静的 还有几十个玄灵静的小牢洞 抽奖机会足足三十多次 这些家伙 各个身份不凡 就算进了镇玉丝 估计也能毫发无损地出来 所以 云天河下手毫不留情 墨背景的妖怪都被打死了 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 这道理我懂 云天河自言自语道 一口酒下肚 开始抽奖 一堆光团冒出来 云天河挑了个最亮的 无数技艺 画面涌入脑海 八岁练剑 二十三岁晋升天罡 四十岁剑道大成 七十岁神游 两百年苦修 就享受了八年 真是可笑又可怜 云天河睁开眼 这老头 是今晚杀的三个神游境里最强的 居然是无极建宗的长老 白白苦修两百年 到头来还不是便宜了我 云天河冷哼一声 这白乌鸦身为正道建宗 却甘愿为阴阳教卖命 该死 云天河随意地 扫了一眼这次的战礼品 无极见点 一品绝世 境界 第六层 8623022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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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门 完整版的绝世功法 而且这境界 都快修满了 只差一点 就能突破到第七层 云天河心念一动 试着运转了一下 这门功法 哄 他丹田里的灵力 瞬间化作 无数道灵力无比的剑气 猛地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方圆十丈之内 所有的花草树木 全都被这些剑气 绞成了积粉 泽泽 单论这古风利劲 比我的人级 一转截刀还要强啊 不愧是顶级的剑道功法 可惜啊 这修炼的家伙 是个废物 空有一身神有九重的修为 和这剑宗圆满的剑道境界 结果连我一刀都挡不住 真是白下了这身好本事 云天河摇了摇头 不懈地撇了撇嘴 想那修道高手 也和那些沉迷美色的凡夫俗子 没什么两样 都是些被美色 掏空了身子的废物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无极剑点 对他来说 好像也没啥大用 毕竟他习惯用刀 现在让他改剑 还真有点不习惯 而且这六层的无极剑点 比起他那百万经验值的人 极刀威力 还是差了不少 不过 无极剑点 可不只是一门剑法 它还包括了一套 修炼灵力的法门 有了这套法门 云天河只需要心念一动 就能把他体内的灵力 全部转化成锋利无比的剑源 要是用这剑源 来施展人极刀法 哼 人极一转截刀的刀光 比之前凌厉了何止十倍 刀剑本就相通 在我找到更强的刀法之前 你们这些功法秘籍 就都乖乖给我的人 集刀当辅助吧 云天河仰头喝下一口美酒 继续抽奖 后面的两次都是经验值 加起来足足有1300多万 足够他把修为 再提升三个等级了 今天运气不错 云天河心情大好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第二个抽出来的人物 是个神有五重 比那个什么无极建宗的 白乌牙差远了 好像是什么正道宗门的 太上长老 讲持也差了一大截 前两次都是二品的 功法和武技 对云天河来说 没什么大用 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了 第三次是500万点经验值 第三个抽出来的人物 是个神游四重 和第二个差不多 两门二品的功法武技 外加400万点经验值 云天河被接连不断地奖励 刺激得热血沸腾 整个人有点飘了 咕咚咕咚 三大口断魂酒下肚 根本停不下来 迫不及待 就点开了下一个讲持 一阵粉红色光芒闪过 云天河心里咯噔一下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等传承记忆全部灌进脑海 云天河猛地睁开眼 脸上表情那叫一个精彩 还意犹未尽 我就说嘛 这粉红色 妥妥是阴阳圣子 的专属讲持 云天河扎把扎把嘴 回味无穷 不得不说 阴阳教不愧是阴阳教 这圣子也不是盖的 那技术 那手段 比起他之前撞见的几个彩花贼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关键这回是 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 简直身临其境 可惜只有一次 用完就没了 暴天天物啊 该死的阴阳教 云天河一拳砸在地上 咬牙切齿 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以后碰见阴阳教的 减一个杀一个 尤其是那些身份高的男的 我要把你们的奖池抽干 发泄完 云天河看向奖励 阴阳和欢绝阳篇 一品绝世 境界 第五层 83827 1000000 咦 这一看不要紧 云天河直接惊了 他那丹田领海 啥时候扩大了将近三分之一 别小看着三分之一 云天河修炼的武功功法 堆积如山 灵力之雄魂 同境界的神游境 在他面前都得跪下唱征服 之前连着吸收了神游九重 五重 四重三个境界的传承 也才堪堪把领海 扩充了一半多点 现在倒好 阴阳圣子一个人顶仨 乖乖 这阴阳圣子 要么是百年难遇的奇才 要么就是 这阴阳教的功法 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云天河赶紧把新鲜出炉的 阴阳和欢绝阳篇 翻来覆去研究了一番 终于发现 这功法确实不一般 这玩意儿 跟其他一品绝世武学比起来 没啥特别 唯一的优点就是 能把丹田称大 然后修炼出来的灵力 那叫一个多 多到离谱 多到爆炸 怪不得阴阳教 一个个都跟传销似的 不是忙着裁补别人 就是被别人裁补 这功法修炼起来这么费劲 不找个捷径 怕是到死 都攒不过突破 下一个境界的灵力吧 不过话说回来 能为了一品绝世 总归是有两把刷子的 云天河嘖嘖称奇 除了基础灵力增幅 阴阳和欢绝 阳篇里 还记载了不少床上对敌 床下对敌的功法秘书 抛开床上那些不正经的 密法里头倒是有一门 让云天河眼前一亮 阴阳解体血顿大法 烧精卸换速度 够狠 云天河瞬间想到 阴阳圣子化身血光逃跑的场景 估计用的就是这玩意儿 又多了一条活命的底牌 虽然目前为止 几乎没用上过这种逃命手段 但保命的东西 谁嫌多 阴阳圣子那家伙的记忆里 倒是提到过 阴阳和欢绝 分阴阳两卷 只有合在一起 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 所以 阴阳教每代 都得挑一对天资最好的男女 男的修阳片女的修阴天等修炼有成之后在 云天河语气古怪 阴阳调和 双修大道 那阴阳圣子被我宰了 现在阴阳教的圣女 岂不是成寡妇了 云天河邪魅一笑 估计阴阳教得赶紧再选一个圣子出来 懒得理会这些破事 继续抽奖 这次竟然抽到一门辅助秘法 而且品质还不低 达到了二品 阴阳唤行大法 二品 境界 第六层 810-216-1000-000 这功法跟云天河之前修炼的 素骨易容金差不多 都能随意改变容貌身材气质 是门顶级的易容法 但这 阴阳唤行大法 还有一个牛逼的功能 那就是 美容 你没听错 就是美容 无论男女 只要修炼这门功法 相貌 身材 气质都会变得越来越完美 阴阳教那帮家伙 靠的就是一张脸蛋和身材蛊惑人心 才不修炼 所以这类美容功法多的是 阴阳唤行大法 就是其中最好的一门 怪不得阴阳教的弟子 个个都是俊男美女 传承这门功法后 云天河立刻感觉到身体发生了变化 第八十六章 逆袭公新效果 伸手摸了摸脸 好像没什么感觉啊 他随手一指 用灵力凝出一面水晶 借着月光 只见镜子里出现了一个健眉心目 纯红齿白的绝世美少年 云天河本来就长得不差 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帅哥了 但这六层 阴阳唤行大法 的加持下 颜值又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五官变化不大 主要是眼神和气质的变化 一抬眼一皱眉都充满了魅力 简直帅到惨绝人寰 就算不使用灵力 没有修为加成 也仍然是一副折仙下凡的模样 一个大男人长得这么好看干嘛 云天河摇摇头稍微调整了一下 把容貌维持在比原来帅三分的程度 阴阳圣子身上最后一次抽奖机会了 这阴阳圣子真是大方 慷慨地提供了四百万经验值 云天河心里暗爽 端起断魂九亿饮而尽 继续抽奖 后面的宝贝虽然差点意思 功法啥的也就三四品 经验值也给得抠抠嗖嗖 不过蚊子腿也是肉啊 云天河数了数三千多万经验值 足够他直接杀进神游八重 这阴阳娇的肥猪养得真肥 是时候宰了吃肉了 云天河眼中寒芒一闪 九弹被他一把捏碎 给我冲 神游四重 破 哄 汹涌的灵力在体内炸开 丹田瞬间扩大一圈 灵力海洋暴涨 修为蹭蹭往上涨 神游五重 神游六重 神游七重 突破的快感 让云天河忍不住仰天长笑 恐怖的威压 席卷整个小树林 树木被压得弯下了腰 仿佛在沉浮于他 几个呼吸后 云天河收敛气息 盘膝而坐 此时他的丹田内 灵力如海般波澜壮阔 一座座冰山般的灵力结晶 触力其中 散发着惊人的寒意 神游七重 现在就算不用功法 我也能像捏死蚂蚁一样 轻松碾压动 虚敬以下的存在 阴阳娇那帮家伙 也修炼这个 但跟云天河比 简直弱爆了 云天河还剩下一千多万经验值 大手一挥 先给 逆袭弓 来个一百万的 实力暴涨 藏桌的功夫 也不能落下 一百万经验值砸下去 云天河整个人 顿时变得平凡无奇 除了那张帅道 惨绝人寰的脸 几乎和路人没什么区别 更神奇的是 这本区区六品的 逆袭弓 居然进化了 云天河能清晰感觉到 自己浑身上下 数百万的毛孔 全部闭合 没有一丝一毫的 精气泄漏 简直是人形bug 要知道 人活着就是在 不断消耗精气 就算能补充 那也是入不敷出啊 而现在 云天河完全打破了 这个定律 体内精气澎湃如海 数百万的毛孔 尽数闭合 使得体内精气 不外泄一丝一毫 甚至 还能减缓血脉流速 心跳震动 让自己达到 假死状态 归西弓 不对 比那牛逼多了 云天河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心跳呼吸 几乎完全停止 整个人 如同融入了这片树林 连一丝气息 都感觉不到 这就是百万经验 逆袭弓的威力 简直是一样的存在啊 bug 等等 如果我把每天 省下来的精气 都存起来 云天河突然灵光一闪 眼中爆发出精光 一天八万多 十天八十万 一年岂不是 这简直就是一个 行走的精气炸弹啊 到时候 不管是提升 修为还是战斗爆发 都将提升到一个 恐怖的程度 云天河握紧拳头 仿佛已经看到了 自己一刀 披山断月的场景 这才是真正的底牌 一出手 就石破天惊 谁顶得住 百万经验人机刀 天人进神魂 劫煞之丹 再加上 这源源不断的精气储备 云天河深吸一口气 我的志强一刀 终于要露出 真正的獠牙了 目光扫过功法兰 最终落在了 炎帝焚天爵上 这门功法提升太慢了 直接砸惊艳 先升个第二层看看 哄 无数红色光点 疯狂涌入云天河体内 他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一片火炉之中 全身的细胞都在欢呼雀跃 贪婪地吸收着 这股强大的力量 短短几个呼吸间 云天河的头发 变得如同燃烧的火焰 皮肤晶莹剔透 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整个人如同炎帝将士 云天河随手一掌轰出 气浪炸裂 百丈外的树林 瞬间被移为平地 无数树木瞬间消失 留下一个火坑 千万斤剧烈 仅仅是肉身之力 云天河眼中金光暴涨 握了握双拳 感受着体内爆炸性的力量 心头一阵狂喜 此刻的他 纵身火山熔岩 也如泡温泉般轻松自在 皮肤更是坚韧无比 连毛发都堪比神兵利器 这就是炎帝之躯的恐怖吗 云天河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弧度 这等神威 异品绝学 神魔练体诀 也远远不及 然而 炎帝之身第二层到第三层 需要整整一亿经验值 算了 暂时不用想这些 云天河摇摇头 将剩余的六百多万经验值留存 抬头望了望天色 东方已露雨堵白 该回家了 云天河飞身返回家中 稍作休息后 便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拿着猪毛刷 站着青年 悠哉悠哉的刷牙洗脸 小云啊 快去天书大道 听说官府解救了一批 貌美如花的姑娘小子 去晚了 可就被人挑走了 隔壁黎沈 一脸兴奋地跑来 催促道 真的 云天河故作惊讶 随手扔掉猪毛刷 把腿就往天书大道跑去 黎沈瞧着云天河的背影 又好气又好笑 直骂 这臭小子 平时说给他介绍姑娘 一百个一千个都不愿意 现在一听街上有姑娘 跑得比兔子都快 男啊 没一个好东西 云天河才懒得理会 黎沈的碎碎念 他早就打听清楚了 那些被送进城的 八成是从 镜花水月楼底下 救出来的可怜人 天书大道这会儿 可是热闹非凡 乌泱泱全是人 那些被官兵 押送着的男男女女 一个个衣不避体 头发乱糟糟的 可就算这样 也难掩他们的 绝世容颜和魔鬼身材 路边围观的百姓 跟看猴戏似的 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平头论足 还有那缺德的 朝他们吐口水 扔石头 嘴里骂着最恶毒的脏话 这些人哪见过这阵仗 浑身发抖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突然 一个后背 纹满牡丹花的女子 像是受不了 这巨大的刺激 一头撞在路边的石柱上 当场香香玉芸 这下围观人群 更兴奋了 叫好声 怒骂声 嬉笑声 想成一片 仿佛在看一场 精彩绝伦的表演 负责押送的官兵 也懒得管 随便把尸体一收 就催促着人群 继续往前走 至于这些人的 最终归宿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被 送进大研教房司 成为那些 达官贵人们的玩物 云天和站在人群中 看着眼前 这人间地狱般的景象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不知道自己 昨晚做的事 是对是错 更不知道 造成这场悲剧的 到底是阴阳交 是大研朝廷 还是这世道 草草吃完早饭 云天和换上 镇玉丝的衣服 慢悠悠地 晃荡到天牢门口 刚到门口 就看见两个熟人 站在那说话 一个是他们 二层私立的 梦中情人慕容雪 另一个 则是许久不见的 唐孝伟 撞见上司怎么办 当然是假装没看见 乖乖站一边等着呗 慕容雪训完唐孝伟 眼神却像是 黏在云天和身上似的 一连看了好几眼 第87章 他会出手 你叫云天和是吧 慕容雪语气中 带着一丝云天和 从未听过的异味 云天和受宠若惊 赶紧低头 属下正是云天和 没想到慕容大人 还记得属下 慕容雪没再多说什么 深深地看了云天和一眼后 转身进了天楼 云天和刚抬起头 就见唐孝伟 正一脸古怪地盯着自己 他下意识摸了摸脸 难不成 早上刷牙的猪毛沾脸上了 怎么一个个 都这么看我 小云啊 唐孝伟拍拍云天和的肩膀 唐孝伟 云天和应道 唐孝伟 是他进阵御司的领路人 叫他名字不奇怪 以前天牢二层昏暗 我都没仔细瞧过你 没想到 唐孝伟摇头感叹 塞给云天和一个瓷瓶 好好修炼 你现在离人生巅峰 就差修为 吃完了不够再问我要 云天和一头雾水地打开瓷瓶 倒出几颗散发着 浓郁药香的淡红色小药丸 不气单 唐孝伟怎么突然给我这个 等他打水照了照自己 顿时哭笑不得 阴阳唤行大法 加上炎帝血脉的容貌加成 也太霸道了 早知道就该藏桌点 这下好了 也不知哪个家伙把慕容雪看上他 唐孝伟又送他丹药的是传了出去 那些平时把慕容雪当女神的家伙 看他的眼神 简直像要杀人 可盯着他看久了 眼神又酸溜溜的 操 一个个悲愤又不甘地走了 帅有用吗 以前云天和肯定觉得没用 也就走在大街上 被人塞了风情湿 结果还阴差阳错 弄丢了这段姻缘 但现在 他发现 帅 是真的有用 比原先帅几分 好像修炼一样 突破了下一个境界 发生了质的变化 云天和对着镜子挤了几眼睛 那张俊脸 简直能闪下人的太合金抖眼 臭小子 你小子 今天事儿是塞住了吗 老子说的话 你一句都没听见 解腰台边 韩老头吹胡子瞪眼 手里解剖刀寒光闪闪 云天和却一条眉 指着台上 那只被五花大绑的蜘蛛精 韩老 您老人家消消气 我这不是在替您老人家 教训这只没教养的畜生吗 您忘了 我还没来的时候 这玩意儿 可是问候了您祖宗十八代啊 韩老头顿时语色 老脸一红 值得把满腔怒火 发泄在那只蜘蛛精身上 手下一用力 那蜘蛛精顿时发出一声尖叫 老不死的 你敢动老娘 老娘 艾特紧号人民币百分号百分号 那蜘蛛精骂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简直是字字朱鸡 聚聚诸心 饶是韩老头这种身经百战的老行者 都被骂得清金爆起 握着刀的手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云天和微微一笑 勾起嘴角 现在轮到他表演了 闭嘴 吵死了 上一秒 还在疯狂输出脏话的蜘蛛精 立马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一样 乖乖闭上了嘴 这猙獰恐怖的丑八怪 居然瞬间变成了娇滴滴的美女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云天和 眼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主人 你看我乖不乖 快夸夸我 云天和得意地瞥了一眼韩老头 怎么样 服不服 韩老头不屑地冷哼一声 没说话 这时 解药台上的蜘蛛精又开口了 嗲嗲的声音直冲云天和而去 小哥哥 你杀了我好不好 我不想让这个糟老头子杀我 他手脚不干净 总是偷偷摸我 呵呵 韩老头还没等云天和开口 就先冷笑起来 云小子 今天老夫就在教你一招 这等妖魔最擅长花言巧语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你信不信 你要是真让他得逞了 他立马就会要了你的小命 云天和看看蜘蛛精 又看看韩老头 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沉思片刻 对蜘蛛精说道 你还是让这老头杀吧 等下辈子 你再出来作恶 我亲手送你归西 真的吗 蜘蛛精的六只眼睛 顿时像探照灯一样亮了起来 当然是真的 云天和语气坚定 嗯 蜘蛛精拼命点头 一脸幸福地躺回了解妖台上 还不忘催促韩老头 丑八怪 要杀就快点 磨磨叽叽的 这 韩老头看着解妖台上那个一脸 快来杀我吧的蜘蛛精 当场愣在原地 这妖女可是开黑店吃人的 手上少说 也有几百条人命 怎么 怎么你小子随便说两句他就信了 云天和看着一脸怀疑人生的韩老头 心中暗叹一声 老头啊 你真是不懂 什么叫做颜值及正义 之后 韩老头一句话也没再说 直到解妖结束 两人走出牢房 云天和正研究着 从蜘蛛精身上抽到的一个小神通 却被韩老头叫住 只见韩老头提着箱子 站在云天和面前 低着头 低声说道 云小子 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女 跟你年纪相仿 性格温柔 长得也像我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来我家一趟 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嗯 韩老头突然觉得不对劲 一抬头 面前哪还有云天和的影子 这臭小子 真是要气死老妇 韩老头吹胡子瞪眼 要不是云天和跑得快 非得被他捞到死不可 三四个时辰转瞬即逝 进花水月楼 那帮阴阳教的兔崽子 被收拾了一顿 这会儿郑哭爹喊娘的 被扔进牢房 大家都知道 云天和去三层帮韩老头 干苦力去了 所以虽然 忙成一团 也没愿去叫他帮忙 云天和乐得清闲 单脆溜达到五层 去看看清个 熟悉的传颂镇 熟悉的大殿 熟悉的天真面孔 这小子 上次为了证明自己是妖 居然傻乎乎的 把保命的九霄云龙玉 都摘下来了 现在还不知道 闯了多大的祸 看到云天和 清歌还是像往常一样 兴奋地跑过来 清热地喊道 梁凡兄 我还以为你今天 不会来看我了呢 多好的孩子啊 云天和心中暗暗感慨 屠山那边刚传来消息 妖皇废的太子 历久皇子为储君 五层虚空之中 屠山武将聚穿 眉头紧锁 语气急促 妖皇老糊涂了 这时候历久皇子 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 支持太子的那几脉 岂会放过他 聚川正说着 却被江森打断 我刚收到护隆斯 传来的天子手谕 天子手谕 说什么 聚川像是抓住了 救命稻草 两眼放光 是不是炎皇要赦免九皇子 让他留在炎京 聚川心里暗暗想着 炎皇好歹是 九皇子的亲舅舅 哪有舅舅会嗨外甥的 然而 江森却摇了摇头 一字一句道 恰恰相反 天子密令 勒令清歌一月之内 离开大盐 任何人不得相送 尤其是 我 聚川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就跟溺水的人 好不容易抱住快浮沫 结果低头一看 这哪是什么木头 分明是张血喷大口 等着吃人的鳄鱼 炎皇怎么这么狠 九皇子毕竟拥有 大盐王室一半血脉 这时候把九皇子赶走 那些屠山老家伙 还不得 把他生吞活泼了 聚川脸都扭曲了 扑通一声 跪倒在江森面前 喷喷磕头 求求您 求求您救救九皇子 只要您肯出手 我这条命 就是您的 哎 江森长叹一声 脸色比苦瓜还难看 你小子没听见 我刚才说的话吗 不是我不想救 是我救不了啊 聚川一听 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摊在地上 绝望地跟死了爹妈一样 可就在这时 江森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 脸上突然绽放出 惊喜的笑容 行了行了 别好了 有人比我更强 啊 聚川一脸猛逼 抬头看着江森 不是我 是他 江森朝着五层中心 大殿的方向 挪了挪嘴 笑得一脸鸡贼 看见没 他又来了 他知道清歌的秘密 还来 你说 这说明什么 说明啥 聚川 还是一脸猛 太笨了 江森恨铁不成钢地 骂了一句 这说明 不管他是可怜清歌也好 真拿他当朋友也罢 反正那些屠山的脊脉 谁都别想动清歌 因为他 会出手 底八十八掌 死之前还想快活 云天河这日子 还是老样子 上班打卡 收拾收拾闹事的小妖 没事上四层溜达溜达 再去五层找清歌说说话 杀两盘棋 眼瞅着 生活又回到了正轨上 不过说起来 最近还真有件新鲜事 自从上次云天河那张俊俏脸蛋曝光后 二层天牢镇玉丝那帮家伙 可就炸了锅了 一个个的 非说以前听过清楼的姐们说过 碰上长得好看的公子哥 倒贴银子 陪睡都乐意 这回说什么 也得拉上云天河去天香阁瞧瞧 看看传闻是不是真的 好家伙 结果倒好 还真让这小子撞上了桃花院 天香阁的头牌小花仙 愣是被咱们云公子迷得神魂颠倒 千金散尽 只为求得凉宵一刻 可惜啊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独留美人对境垂泪 空探芳心错付 这事儿 经过楚中天那几个大嘴巴一渲染 好家伙 整个郑玉丝都传遍了云天河的英勇事迹 打那之后 隔三差五 就有别的丝的女力 借着由头往天牢跑 就为了偷偷描演云天河的真容 这事情传的时间久了 云天河居然莫名其妙地火了 还被那些爱八卦的家伙 给弄上了热搜榜 四四美男榜排名第二十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殊荣 云天河除了哭笑不得 还能说什么呢 这天 黎沈带着一个姑娘过来云天河嫁 月儿丫头 你看我家这点小云怎么样 沈子没骗你吧 小伙子是不是长得一表人才 人品更是没话说 最重要的是 小云可是替朝廷打工的 每个月那俸禄 养活一家七八口人都不成问题 黎沈指着云天河 笑眯眯地对着一个 扎着两条大麻花辫的姑娘说道 那姑娘被黎沈说得满脸通红 羞答答地偷瞄着云天河 细声细语地回道 沈子说得没错 云大哥各方面确实很好 黎沈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云天河 小云啊 你觉得月儿怎么样 这丫头可是开酒房的 家里条件那叫一个好 而且人家说了 要是这事成了 嫁妆至少得是这个数 说着 黎沈伸出五根手指头 在云天河面前晃了晃 云天河一刀 可以把无极见宗的神有九重的大能 砍得跪地求饶 可现在这情况 让她头一次感觉到了棘手 之前黎沈提过要给她张罗亲时 她压根没放心上 谁承想 今天人就给带到家里来了 婶儿 我现在真不想澄清 我还年轻着呢 过几年再说吧 云天河苦笑着对黎沈说道 那个教院的姑娘一进门 一双眼睛就粘在她身上 看得她浑身不自在 还年轻 你都二十一了 想当年你叔和你沈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黎沈恨铁不成钢地说 老云家就剩你一根毒苗了 你不赶紧娶妻生子 传宗接代 还等什么 你爹要是知道了 非得从坟里爬出来揍你 一听黎沈提起 他那便宜老爹云静 云天河赶紧说 哎哟 婶儿 您一提这事 我差点忘了 我爹过誓的时候 我可是在他坟前发过誓的 要给他守校三年 这事没商量 三年后再以 三年后再以 说完 也不管黎沈什么反应 云天河转头 对那姑娘一本正经地说 月儿姑娘 抱歉啊 多怪我之前没和婶说清楚 这事是我不对 回头我一定登门道歉 我现在 当时要迟到了 真没时间陪你们了 实在抱歉 说完 云天河一溜烟就跑出了家门 速度快的离神的喊声 都追不上他 长得帅也有错吗 单身也有错吗 跑到天牢门口 云天河才松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长得帅还单身 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啊 和天牢门口的守卫 打了声招呼 云天河大步走进天牢 还好 紧赶慢赶 总算没错过点牢 一众私利们站的笔直 慕容雪和唐孝卫 站在他们前面 最近都是慕容雪来点牢 每天都来 唐孝卫倒是不常来了 云天河是踩着点刀的 慕容雪看了他一眼 也没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归一对 是 云天河应了一声 赶紧跑到队伍里 楚中天就站在他旁边 还没站稳 楚中天就冲他几眉弄眼 小声说 天河兄 今晚兄弟们 攒了个菊 约了斩妖司的几个朋友 一起去热闹热闹 怎么样 云天河懒得理他 这段时间 楚中天这小子 三天两头就拉他去青楼 美其名曰 请他吃饭 实际上 就是想占他便宜 白嫖一顿花酒 或者 想让青楼的头牌们 能高看他们一眼 他烦都烦死了 真想和楚中天 割袍断意 点卯结束 慕容雪开口吩咐 唐孝卫 你点两个人 跟我去刑场压个人 是 唐孝卫 立刻点了两个人 不出所料 云天河 又被点名了 其他小力一晃而散 就剩下云天河 和另一个愣头青 跟在慕容雪 和唐孝卫后面 这段时间 慕容雪 但凡要找个跑腿的 唐孝卫 立马就喊云天河去 云天河心里知道 他想干嘛 老唐这是 想撮合他和慕容雪呢 他心里暗自嘀咕 老唐也真是的 凭啥就觉得 慕容雪 能看上我 就凭我这张脸 人家 可是郑国公的千金啊 当然 这种大实话 他可不敢跟老唐说 老唐这段时间 又是送丹药 又是许好处的 云天河也乐地顺水推舟 干脆借着丹药的力 把暴露在外的实力 蹭的一下 提升到了聚灵四重 这一下 可把老唐高兴坏了 逢人 就夸云天河是 难得一遇的可造之才 还说等他实力再强点 就提拔他当班正 手下管着四五个小力 这天 云天河 跟着慕容雪和唐孝卫 来到二层甲字号牢房 打开牢门一看 里面关着一个 美艳的妇人 云天河翻了翻 幽名静点 这才想起来 这女人 是之前剿灭 镜花水月楼时 被抓来的阴阳交门徒 这女人名叫赵飞燕 原本有玄灵境的修为 结果在牢里 受了不少苦 丹田灵海和经脉 都被折磨得破败不堪 现在和普通人 没什么两样 不过 这赵飞燕的身材 和容貌倒是没怎么变 破破烂烂的衣服 遮不住她白皙的肌肤 反而更显诱惑 和她一起来的 那个郑玉丝小丽 一进牢房 眼睛就黏在赵飞燕身上 挪都挪不开 犯人赵飞燕 罪不可恕 今日午时 押赴刑场 斩首示众 慕容雪 冷冷地宣读着判决书 云天河两人上前 解开赵飞燕身上的禁止 给她换上枷锁镣 听到自己要被斩首 赵飞燕却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笑嘻嘻地 看着慕容雪 说道 大人 这临死前 总得让奴家 吃顿饱饭吧 慕容雪面无表情地说道 唐校尉 去让狱卒 送碗断头饭来 是 唐校尉 还没来得及转身 赵飞燕 又改口了 算了 不吃了 赵飞燕眼波流转 在牢房里的几个人身上 扫了一圈 最后停在云天河身上 他伸出 已经被折磨得 没有指甲的手指 指着云天河 娇滴滴地说道 大人 不如让我和这位小哥 快活一回吧 奴家临死前 也就这点念想了 这话一出 牢房里的几个人 脸色都变了 在郑玉四天牢里 他们见过 各种各样的魔头 但像赵飞燕 这样放荡无耻的 还是头一回见 云天河注意到 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小丽 竟然用一种羡慕的眼神 看着他 好像巴不得被选中的人 是他一样 赵飞燕说完 就直勾勾地盯着云天河 时不时地 还透瞄一眼慕容雪 第89章 你的名字也是假的吧 慕容雪自然不会惯着他 也懒得 在提断头犯的事 直接吩咐众人 把赵飞燕绑了 拖去刑场 赵飞燕见自己的计谋 没有得逞 也就不再说话了 赵飞燕这妖精 被云天河两人 压着走的时候 也不知是身上的枷锁太沉 还是故意装的 整个人一个劲地 往云天河身上倒 云天河推了好几次 都没用 心里正烦着呢 就见前面带路的慕容雪 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冷冷地盯着赵飞燕 手已经按在了刀柄上 你要是再敢往他身上靠 就别去罚场了 我现在就砍了你 慕容雪这一声冷喝 吓得赵飞燕浑身一颤 立马乖乖站好 可慕容雪还不解气 直接把唐笑未叫过来 让他替了云天河的位置 和另一个小力 一起压着赵飞燕走 云天河都看傻了 让自己的顶头上司 替自己干活 这不好吧 不过慕容雪发话了 谁敢有意见 都只能照办 云天河偷偷观察 发现赵飞燕老实了一会儿 又开始往唐笑未 和另一个小力身上蹭 可奇怪的是 慕容雪这次竟然当没看见 任由他胡来 等到了法场 云天河发现 唐笑未和那个小力 看自己的眼神都怪怪的 以前只当别人胡说八道 今天算是见识了 你小子可以啊 等赵飞燕被送上邢台 那个和小力一起来的小力 冲云天河竖起大拇指 几眉弄眼地说 兄弟 真有你的 砍头 尤其是砍美女的头 自古以来就是最吸引眼球的 所以今天的法场 自然是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等云天河回到天牢二层 已经是下午了 下午没什么事 其他狱族都闲着聊天 云天河闲着也是闲着 就偷偷放出神石化身 去了底层 四层的聂龙和梁凡还是老样子 那个双面间谍也一样 据说为了撬开他的嘴 问出魔道圣气鬼气魔道的下落 镇玉丝连菩提禅院的高僧都请来了 给他试了好几次造星法 结果 还是什么都没问出来 云天河觉得没意思 就下到五层去找清歌 昨天看画本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牛妖报恩的故事 说的是一户人家养了头老牛 把老牛当家人一样对待 就算闹鸡晃 也不肯杀了老牛吃肉 牛妖为了报恩 每天晚上都偷偷出去 抓人回来杀了 扔到那户人家的锅里 云天河觉得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既有教育意义 又有点恐怖 而且还很有争议性 足够和清歌辩论一下午了 所以他打算 今天就把这个故事 讲给清歌听 今天这清歌 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一点也不对劲啊 本来那张俊连 总是神采飞扬的 今天 却像是蒙上了一层 挥之不去的阴霾 看着都让人心里发堵 看见我来了 也只是 勉强扯了扯嘴角 笑得比哭还难看 他用颤抖的手指了 直摆满山针海味的桌子 声音干涩的 像是在沙漠里 咳了好几天 梁兄 你常说好兄弟 就该喝酒吃肉 敞开心扉 今天 我想和你好好喝一场 云天河心里想一下 看来 今天这事小不了 二话不说 直接在桌边坐下 虽然云天河 现在是神魂状态 但吃喝玩乐 那是一点问题没有 跟活人没啥两样 清歌倒酒 那酒水 从湖里流出来 就像一条金丝线 看得云天河 直呼专业 云天河闻了闻 这不是传说中 宫廷御用的碧落春吗 而且这香味 至少得是五十年沉酿 不然不可能这么醇厚 梁兄 敬你一杯 清歌举起酒杯 眼神里 满是复杂的情绪 云天河 可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人 直接一口干了 好酒 再来一杯 三杯下肚 云天河 才放下酒杯 慢悠悠地说 都说 那傻满店香年份越久 香味越浓 十年以上的满店香一开封 整个大殿都得香气弥漫 所以才成了皇宫里的专供 但我今天一尝 也就那样 没啥特别的 清歌已经喝得满脸通红 眼神迷离地说 我不懂酒 但梁兄你说不好喝 那肯定就是不好喝 这家伙 三杯酒下肚 就圆形毕露了 平时装得 还挺像那么回事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子 喝醉了脸红红的 还真有点勾忍 要是让天香阁 那些姑娘们看见了 估计得一个个 走不动到了 哈哈 云天河笑了笑 他自己憋不住全说出来 梁兄 我明天一早就走 清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苦笑着一饮而尽 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 长长地叹了口气 云天河震定地问 去哪 去屠山 他顿了顿 像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接着说道 据川叔告诉我 我爹是屠山狐族的狐黄 他还立我为储君了 正好 那什么大言皇帝说 这地方不让我待了 急着赶我回去继承皇位 他突然变得扭捏起来 好像做错了事的小孩 梁兄 我一直没告诉你 其实我是屠山狐族的九皇子 无妨 我装作毫不在意地说道 心里却开始飞速运转起来 离开这是非之地 去屠山 当狐族储君 听起来好像都挺不错 但我怎么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呢 我突然想起 上次据川跟我说过的话 清歌这小子 天生七位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狐 那些屠山的其他皇子 肯定不会轻易 让他坐上皇位的 现在倒好 清歌成了储君 估计这是不简单 那妖皇 当真是清歌的清殿 有人来接你吗 云天河随口问道 清歌愣了一下 摇摇头 应该会有人来吧 毕竟我从没来过屠山 据川叔也离开家好久了 他眨巴着眼睛 好奇地反问 梁凡兄你去过屠山吗 没去过 云天河摇摇头 那以后 可一定要来屠山看看 来找我玩啊 清歌热情地邀请道 云天河沉饮片刻 语气有些意味深长 我不过一缕游魂 梁凡兄你又骗我 清歌笑着打断了他 一边给他斟满酒 一边故作老成的叹了口气 我估计啊 你连梁凡 这个名字都是假的吧 云天河心中一惊 你怎么发现的 我清歌虽然设事未深 但不代表 我是傻子 清歌白了他一眼 那表情仿佛在说 就你这点小伎俩 还想瞒过我的眼睛 云天河这才想起来 自己之前为了试探清歌 曾用精精神通看过他 而清歌可是天生慧根 心如明镜啊 下次见面 我一定告诉你我的真名 云天河郑重沉默道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清歌开心地举起酒杯 先干为敬 终于离开这鬼地方了 我终于可以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了 清歌兴奋地说道 回到屠山 还有族人和殿 这可都是天大的好事啊 云天河却实不知谓 随口附和道 好事 的确是好事 清歌的笑容 渐渐淡去 转头望向空旷的大殿 悠悠地叹了口气 可是离开了这里 以后就再也见不到梁凡兄了 清歌的叹息声像 是一根针 猛地扎进了云天河的心里 他朋友不少 但大多都是酒肉朋友 真心相待的 好像还真就只有清歌一个 云天河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沉默片刻 开口道 明日我来送你 真的吗 清歌惊喜地抬起头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梁凡兄你不是一直都在骗我吗 连名字都是假的 清歌小声嘟囔道 嗨嗨 那不算 云天河清歌一声 眼是尴尬 时候不早了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第九十章 那就送他三千脸 清歌连忙起身 眼中满事不舍 却懂事地 没有开口挽留 只是从脖梗间 取下一块金银剔透的玉佩 递到云天河面前 这块九霄云龙玉 对我已经没用了 就送给梁凡兄吧 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看着清歌认真的神情 云天河没有拒绝 收下了九霄云龙玉 随后身影一闪 消失在大殿之中 空荡荡的大殿里 只剩下清歌一人 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缓缓地坐了下来 对着满桌 几乎没动过的韭菜 自珍自饮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几滴青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 低落在酒杯中 泛起阵阵涟漪 一壶酒下肚 已醉倒在桌前 刷 云天河的身影再次出现 却已是在天牢五层的另一处地方 面前那俩人一瞅是他 藤弟一下站起来 点头哈腰地冲他行李 云天河面无表情 眼睛死盯着武将聚川 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我问 你答 是 聚川赶紧点头 你和清歌回图山 路上能顺当吗 不顺 酒死一生啊 聚川脸都苦了 元楚军那帮人 肯定得来劫杀 图山那边 不派人来接应 云天河眉头一皱 聚川回话 派 肯定派 但妖皇他老人家现在 他顿了顿 压低声音说 妖皇寿命无多 下面的人 早就离心离德 真为他卖命的没几个 独目难知啊 大言皇室呢 也不派人 云天河追问 人家 都把人往外赶了 还护送 做梦呢 聚川冷笑一声 不光不护送 谁敢帮忙 那就是跟皇室对着干 说完 他意味深长地 瞥了一眼 旁边苦笑的江森 好一个大言皇室 云天河怒急反笑 原来我今天喝的 不是送行酒 是断头酒啊 话音未落 云天河一甩袖子 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江森和聚川面面相去 谁都没说话 天河 晚上天香阁啊 不去 有事 别啊 我都跟人吹得天花乱坠了 说你肯定去 就当帮我一回 行不行 哥们儿求你了 真有事 云天河语气平静 但眼神却很坚定 楚中天从来没见过云天河这样 明明平静如水 却又像压抑着什么 被他这么一看 平时嬉皮笑脸的话 一句也说不出来 那 那就算了 楚中天转身要走 却又折返回来 神色严肃地说 有事说话 兄弟我别的本事没有 两位插刀还是可以的 云天河点点头 楚中天也没再多说 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身离开了 等同事们都走得差不多了 云天河才慢慢夺出天牢 进了西城门 沿着天书大道 慢悠悠往家走 还没到家门口 就远远瞧见 李沈班的小板凳 守在他家院门口 云天河想了想 施展轻功 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屋 一进屋 他连衣服都没脱 直接躺倒在床上 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玉 对着透过窗纸 射进来的夕阳光细细打亮 那浴室淡紫色的 八角形 光泽流转 一看就不是凡雾 正是清歌留给他的 九霄云龙玉 云天河看得入了迷 窗外的夕阳光 很快便消失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然后月亮出来了 月光又一点点暗淡下去 天 快亮了 当窗纸 被沉溪映成一片惊鸿 云天河这才回过神来 不知不觉 一夜过去了 他收起九霄云龙玉 本想藏起来 但看来看去 也找不到一个 让他放心的藏欲之处 最后 他学着清歌的样子 把玉挂在了脖子上 刚挂上去 一股忧香便钻进了鼻孔 云天河一愣 随后失笑摇头 这小子 真是比女人还香 他也顾不上洗漱 提着刀就出门了 吃呀 门刚开了一条缝 李沈就急吼吼地 堵住了云天河 臭小子 你昨晚死哪去了 我等到半夜 都没见你人影 云天河无奈苦笑 李沈 你等我干嘛 你说干嘛 你说干嘛 李沈跳着脚 唾沫星子 都快喷到云天河脸上了 昨天月儿 那姑娘多水灵啊 你倒好 眼高于顶 直接把人给倔了 真以为自己长得俊 就大把人要了 云天河闪身 躲过李沈的口水攻击 往院外走 李沈 这事等我回来再说 我现在真有急事 一大早的 你能有什么急事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李沈显然不幸 狐疑地盯着他 你小子 该不是故意编瞎话 骗我吧 没有 我哪敢骗你老人家呀 云天河头 也不回得大不流行往外走 我朋友 今天出门远行 我得赶紧去送他一程 送行 送行还用得着带刀 李沈更疑惑了 刚想再问 一抬头 哪还有云天河的影子 云天河沿着 天疏大道一路狂奔 直奔西城门 街边偶尔传来几声 最憨的胡话 一辆夜乡车 慢悠悠地晃荡着 空气中 却弥漫着 一股子清新的味道 云天河抬头望天 湛蓝的天空中的 几片云朵 缓缓飘动 他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几句诗 此行一去 砍图漫漫 刀中青山薄 慢行 慢行 再送三千脸 那就 送他的三千脸 大延京城外 天牢镇御丝门口 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 静静地停在那里 赶车的车夫是个 高大威猛的中年男人 他转头深深地 看了一眼身后的天牢 三十年的光阴 仿佛弹指一挥间 眼中闪过一丝恍惚 九皇子 我们该走了 他很快回过神来 压低声音 对着车厢说道 车厢里 沉默了片刻 才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 好 驾 车夫一甩马边 马车缓缓地驶动起来 天空中 两道人影 凌空而立 俯瞰着下方 渐行渐远的马车 其中一人 衣着朴素 头发花白 身形勾搂 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 而另一人 则身穿滑服 欲观树发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 尊贵的气势 按理说 你是不能离开天牢的 锦衣老者淡淡开口 我就不能看看 头发花白的老者 翻了个白眼 看可以 锦衣老者点点头 语气却变得严肃起来 但你绝对不能出手 否则 我一定会阻止你 放心 我不会出手的 老者摇摇头 看着远去的马车 嘴角突然露出一丝 异味深长的笑容 也轮不到我出手 嗯 锦衣老者疑惑地看向他 可惜 老者却什么都不肯再说了 第九十一章 也许是有事耽误了 涂山 在西边 一出天牢 马车就马不停蹄 往西边狂奔 拒穿轻自驾车 一双招风儿 恨不得树到天上 就怕哪个不长眼的王八糕子 赶来触眉头 跑了快百里 都没见着 那些个路人商贩 瞅见聚穿这驾驶 都傻眼了 乖乖 这年头赶马车的 都这么猛的吗 路过飞沧山那边 让聚穿活动了下筋骨 一群不入流的劫匪 还敢在聚穿眼皮子底下撒野 领头的那个化圆镜的废物 一巴掌就呼死了 又跑了一百五十里 聚穿冲着马车 喊了一嗓子 九皇子 下来透透气 聚穿嘴上说着 眼睛可一刻没离开过周围 就怕哪个不长眼的玩意儿 突然冒出来 嗯 马车里的人 应了一声 走下来一个俊俏公子 不是清歌那小子 还能是谁 小气一会儿 马车正在一片平原上 一眼望去 宽敞得很 刚过完小春 天气还有些凉 地上刚冒出点绿芽 大部分 还是枯黄枯黄的 说不上多好看 可对三十年 都没出过天牢的清歌来说 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他蹲在地上 看蚂蚁搬家 看蚯蚓拱土 都觉得新鲜得不得了 跟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似的 俊川看着清歌这副模样 心里又是欣慰又是担忧 他抬头望向天空 那里有两道人影 从离开严京城 就一直跟着他们 你说 他们能活多久 锦衣老者 看着底下的俊川和清歌 问旁边的江森 江森冷笑 你们希望他们活多久 屠山那边来消息了 有大批妖族入境 估计是冲着清歌来的 锦衣老者面无表情地说 大岩疆土这么大 子民万亿 凭什么就容不下他清歌一个 江森激动起来 你们的脸面就这么重要 谁会在乎 谁会关心 锦衣老者淡淡地说 这话你跟我说没用 有本事 你去找那位说去 如果还能活百年 我一定揪着他的龙袍领子 好好问问他 江森情绪平复下来 然后目光重新落回清歌身上 老头看着清歌 眼中浑浊的眼眸 也变得稍微清澈了些许 低声开口 多好的一个娃 跟他娘长的一模一样 锦衣老头 好像也被他这话 给勾起了什么回忆 脸色有点复杂 可不是吗 简直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两人都没在吭声 九皇子 咱们该继续赶路了 俱川在一旁提醒道 清歌恩了一声 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图 他临走前 还一步三回头地盯着那片图 嘴里念叨着 可惜梁凡那家伙不在 不然他肯定能从这图里 给我整出几十个故事来 俱川一听这话 眼神闪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 清歌说的梁凡是哪位 不过他也没多嘴 只是默默地 扶着清歌上了马车 继续赶路 估计是见识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 清歌这一路上 都趴在车窗边 目不转睛地 看着路边的风景 路上偶尔会遇到些商贩 和路人 看他长得俊俏 趴在窗边 有些胆大的姑娘 还会上来跟他搭讪 问他叫什么名字 清歌哪见过这阵仗 脸一下就红了 赶紧放下车帘 害羞地躲回车里 等那些姑娘的笑声远去了 他才敢偷偷摸摸地探出头来 这些新鲜事 在他三十年的人生里 可是闻所未闻 就好像突然闯进了故事书里一样 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玩什么都觉得有趣 恨不得把之前错过的都补回来 不过每次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 他都会念叨一句 要是梁凡在就好了 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 然后就会想起 昨天梁凡说要来送他 结果到现在都没出现 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了 他该不会忘了吧 他肯定不会忘的 说不定他今天有急事当的了呢 这副患得患失的样子 跟当初在天老五层的时候一模一样 都在猜测着梁凡今天会不会来 不知不觉 马车又走了三十里路 前面出现了一条荒凉的小路 远远就能看到一个破败的梁亭 梁亭里坐着一个人 清哥趴在车窗上看了半天 觉得那身影有点眼熟 激动的半个身子都探出窗外 使劲挥手大喊 梁凡 梁凡 你是在这儿等我吗 赶车的巨穿 天上跟着的江森和锦衣老头 都被他这一嗓子给吓了一跳 纷纷抬头朝那人看去 可是任凭清哥怎么喊 那人也只是朝这边看了一眼 就转过头去 根本不搭理他 等马车靠近了 看清那人的长相 清哥才知道自己认错人了 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 那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 穿着一身青衫 长得清秀 并不算出众 他身边放着一把长刀 和一个打开盖子的水壶 身上没有半点修为 刀也只是凡刀 一看就是个路过歇脚的普通人 聚穿等人随便扫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锦衣老者 看江森那一脸失望样 也没说话 倒是清哥 眼睛一直黏在 那凉亭少年身上 马车都走远了 还一个劲地回头望 生怕错过了什么似的 马车一路到了青山脚下 旁边还有条小溪 风景还挺不错 聚穿停下车 朝车里喊 九皇子 咱们在这歇歇脚 吃点东西 车里闷闷地应了一声 清哥从车里出来 看着心情不太好 过了这山 咱们就不用马车了 我带九皇子你飞过去 两天就能到屠山 聚穿指着前面的 青山对清哥说 清哥却没看那山 而是抬头 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自言自语道 这太阳都偏西了 眼看天都要黑了 一天又快过完了 他突然转头问聚穿 聚穿说 你说梁凡兄怎么 到现在还没来送我 聚穿愣了一下 想了想说 许是有事耽搁了 也可能是已经送过了 只是九皇子你没注意 他顿了顿 又说 也或许 九皇子你的那位朋友 其实一直在送你 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嗯 清哥眨巴着眼睛 琢磨着聚穿话里的意思 半天没反应过来 聚穿看他那迷糊样 心里忍不住叹气 九皇子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那位朋友 到底是什么来头 那等人物 岂能用常理揣夺 他想着 看了看远处的小夕 从车上 取下吃的地给清哥 九皇子你 先吃点东西 我去打点水 哦 清哥接过干粮 一边啃 一边想着聚穿说的 一直在送 到底是什么意思 正吃着 突然一个奸细的男生 在耳边响起 干粮有什么有什么好吃的 吃我的 第九十二章 妖神殿圣妖 清哥吓了一跳 猛地抬头 只见不知什么时候 眼前伸过来两只手 一只手上 拿着一根长长的铁签子 签子上 穿着两只包了皮的狐狸 血淋淋的 还没死透 还在痛苦地挣扎 另一只手上端着一杯酒 血红的酒水里 飘着一颗 圆滚滚的腰单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和妖气扑面而来 清哥顿时下的魂飞魄散 尖叫一声 脸滚带爬地往后退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脸色惨白 那两只手的主人 见他这副模样 像是看到了什么 有趣的事情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笑声 尖得像针扎耳朵 在空荡荡的野地里 飘来飘去 听得人心里直发毛 九皇子 远处打水回来的 聚穿一看到这场景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怒吼一声 整个人搜一下 就闪到了清哥面前 挡在他面前 清哥明显被吓得不轻 一个劲儿白手说自己没事 可愣是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来 聚穿又是担心又是火大 感觉脑瓜子都要炸了 他扶起清哥 猛地一回头 只见他俩跟前 不知道啥时候 冒出个男人 细长眼睛 脸色惨白 长得人模狗样的 可嘴角里到耳根子 似笑非笑盯着他俩 那眼神阴森诡异 看得人直冒冷汗 聚穿一字一顿 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认老四 哟 这不是聚穿大将军吗 三十年过去了 还记得我这个小喽喽吗 这人老四阴阳怪气地说着 身后又冒出一群人 一个个瘦得跟马杆似的 脸色惨白 却都长着一双桃花眼 阴沉沉地 跟看死人似的盯着聚穿和清哥 聚穿扫了他们一眼 冷笑一声 金家的老十一 燕家的老八 苏家老九 好啊 为了蓝酒皇子 你们还真是下了血本啊 怎么 屠山现在 已经没人效忠 腰黄了吗 聚穿眼神冰冷 语气平静地可怕 谁说没有 任老四 笑眯眯地 把刚才吓唬清哥的铁签 和酒杯扔到聚穿脚边 这不是 还有两个吗 聚穿低头一看 两只血淋淋的狐狸 被包了皮 穿在铁签子上 还在痛苦地挣扎哀嚎 他瞳孔猛地一缩 悲痛欲绝地喊了出来 五搏 三叔 整个人扑了上去 任老四见状 顿时得意地大笑起来 身后那群人 也跟着哈哈大笑 就好像看猴戏一般 聚穿颤抖着手 把两只包皮狐狸 从铁签上取下来 捡起地上那颗腰单 捧在怀里 这两只狐狸 哪只是包了皮 肚子被剖开 连尾巴都被剁掉了 五搏 三叔 聚穿虎目含泪 高大的身躯都在颤抖 站在一旁的清哥 看着这一幕 心里也像是被刀绞一般 忍不住流下泪来 他刚从天老五层出来 还没来得及感受 自由的美好 就又见识到 这世界的残忍和丑恶 你们这群狗东西 都该死 真他娘的该死 聚穿双眼喷火 死死盯着面前 这群人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要是让妖皇知道了 你们和你们背后的家族风脉 全都要被灭九族 你给老子闭嘴 聚穿话还没说完 就被为首的 任老四恶狠狠地打断 任老四满脸猙獰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滔天的戾气 指着聚穿的鼻子破口大骂 去他娘的妖皇 三十年前 为了他自己和那个大言 皇室女人的私情 害得我屠山 多少狼白白送命 从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不配当我屠山的王了 也就只有你们这些蠢货 还像条狗一样 对他忠心耿耿 三十年前 死得怎么不是你们 为什么死得偏偏是我的儿子 任老四面容扭曲 尖锐的声音 仿佛要刺破耳膜 他撞入疯癫地跳着脚大吼 突然间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悲痛欲绝地惨笑起来 我那可怜的墨尘啊 天生无尾的资质 不到五百年就修炼成妖王 却在那场大战里 我而墨尘哪里比不上 这个扮人扮妖的小杂种 凭什么他不能当妖皇 凭什么他得死 凭什么啊 任老四死死盯着清歌 眼里充满了滔天的怨毒和恨意 仿佛要将清歌声吞活播一般 清歌被他看得脸色惨白 害怕地躲到聚川身后 聚川生性耿直 任老四这撕心裂肺的悲愤 让他一腔怒火 消了大半 心中甚至生出几分同情和愧疚 老四 聚川神色复杂地开口 人死不能复生 你 你说得对 任老四突然平静下来 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我早就看开了 聚川松了一口气 刚想说点什么 却听任老四慢悠悠地说道 所以你看 我这不是千里迢迢地 从屠山赶来了吗 妖皇让我儿子死 那我也要让他儿子死 这丧子之痛 总得让他也尝尝 你 聚川的脸色 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他看着手中包皮的狐狸 和被挖出来的腰单 突然皱眉道 不对 就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 怎么可能对付 得了五伯和三叔 就算是偷袭 也不可能 你总算发现了问题的关键 聚川大将军 任老四轻笑一声 伴随着这笑声 任老四身后 浮现出一道道身影 男男女女 高矮胖瘦 无一例外 都是妖气冲天的妖王 为首一人 左拥右抱 两名美艳女妖 斜靠在一张 巨大的金石宝座上 她身上散发出的妖气和戾气 比其他妖王加起来 还要强悍十倍 只是随意一个眼神 就让聚川忍不住 想要跪地沉浮 这种感觉 在此前 只有在面对 屠山狐黄时 才会有 妖皇强者 这不是一般宁了妖单的妖皇 屠山狐黄那个层次的妖皇强者 见到这妖 任老四 一帮人点头哈妖 起声高呼 恭迎妖神殿 秦家圣妖 那秦家圣 妖懒洋洋地掏了掏耳朵 压根没把他们当回事 巨川脸都白了 声音都打颤 妖 妖神殿 任老四 你疯了 竟然请动妖神殿的圣妖 你哪来的这本事 哪来的这资源 妖神殿 那可是妖族里 最可怕的杀手组织 比无影门还狠 无影门在邪道杀手组织里 也算出名了 可在妖神殿这种势力面前 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据说 里面最强的几个圣妖 都能单挑一组妖皇 请动这种级别的存在 得花多少钱 怕是得把任老四 他们脊脉的底蕴 都掏空了吧 面对巨川的质问 任老四 却得意地笑了 我儿子死了 别说倾家荡产 就是让我这条命搭进去 我也要报仇 巨川顿时如遭雷击 愣在原地 他终于明白 真的要他们死 高空中 江森和锦衣老者 也在观望着这一幕 第九十三章 少年刺西瓜 妖神殿的圣妖 屠山这群家伙 真是疯了 为了对付清歌 连这种狠角色都请来了 锦衣老者脸色难看 现在就算我让你出手 你也护不住清歌了 搞不好还得把你自己搭进去 江森沉默不语 脸色阴沉的可怕 喂 你们到底商量好了没 磨磨叽叽的 本座等的都要睡着了 金石宝座上 那尊面目猙獰的妖族大汉 不耐烦的吼道 声音如同金铁浇鸣 震得人耳膜声疼 圣妖息怒 随时可以动手了 任老四卑躬居膝 脸上却满是猙獰的笑意 小的只有一个要求 请圣妖留他们个全尸 我要把他们的魂魄抽出来 日日折磨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哈哈 你这家伙有点意思啊 那妖族大汉哈哈大笑 行 这次就给你打个折 少要你一斤地流浆 多谢圣妖 任老四点头哈腰 脸上的笑容却越发残忍 听到这些话 聚穿只觉得遍体生寒 如坠冰枯 清歌虽然不安事事 可也知道 这下处于生死关头 但他也表现得颇为平静 只见他弯腰 把地上那两只块断气的小狐狸 搂在怀里 眼睛死盯着周围 不知道在找啥 刚弄死一个妖丹老狐狸 现在又要对付两个洞虚老东西 任老四 三十斤地流浆 真不好赚啊 坐在宝座上的大汉一边说着 一边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这妖怪一站起来 就像一座巨大的魔山突然出现 遮天蔽日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大汉眯起眼睛 盯着远处天空 他那只像野兽爪子一样的手 慢慢握紧 正要动手的时候 一道白光飞了过来 被他一把抓住 白光里是一块玉符 大汉看了一眼 随手捏碎 脸上顿时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原来这两个家伙 不是啊 那就省事了 不用我亲自出手 说完 他哈哈大笑 又坐了回去 搂住身边两个妖娆的女妖 底下的任老四等人 还没反应过来 大汉说的那两个是谁 就看到大汉一挥手 他身边的几个妖王 就都朝下面冲去 顿时 天上妖雾弥漫 聚穿一个人迎了上去 和几个妖神殿妖王打在一起 只剩下抱着小狐狸的青哥 一步步推到马车旁边 现在 也只有这辆马车 能给他一点安全感了 可惜 马儿早就被吓得不行 现在更是拉着马车 掉头就跑 哈哈 这小子 就不用声邀大人出手了 任老四早就等不及了 他眼中 闪过一丝凶光 猛地朝清 割扑了过去 天空中 被几个妖王 围攻地拒穿 看到这一幕 眼睛都红了 撕心裂肺的大吼 任老四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任老四瞬间 就到了青哥面前 脸上 满是猙獰 一边狂笑 一边朝青哥的脑袋拍去 我不仅敢 我还要当着你的面 把这小子的脑袋 拧下来 哈哈 任老四得意的大笑 仿佛要把这么多年的怨恨 都发泄出来 可就在他的手快 要碰到青哥脑袋的时候 扑哧 一声利刃 刺穿物体的声音响起 任老四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像被点了穴一样 任老四的 异常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他们用神识一扫 顿时看到了 让他们惊恐万分的一幕 任老四的嘴里 竟然长出了一截刀子 准确地说 是一截刀尖 这截刀尖不知道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直接刺穿了任老四的半个脑袋 然后从他的嘴巴里 冒了出来 这下太快了 谁都没看清 那截刀尖 就跟鬼一样不见了 再看那任老四 嘴巴里跟喷泉似的 全是血 身子抖得跟筛糠似的 扑通一下 现了圆形 变成一只五条尾巴的蓝毛狐狸 哼哼唧唧没几下 就隔屁了 这下子 所有人都傻眼了 整个场面 静得吊根针都能听见 连天上打得不可开交的 也停了手 一个个停留半空 坐在黄金宝座上的 撞汗藤的坐直 一脸懒散 消失得干干净净 眼睛里满是震惊和疑惑 就在大家伙儿盯着 任老四的尸体发愣的时候 妖神殿那边一个妖王 突然跟发了杨颠峰似的 浑身抽搐 扑得一口老血喷出来 仔细一看 原来是那截要命的刀尖 又出现了 直接从这妖神殿 妖王的脑门上穿了过去 脑僵子浑着血 那叫一个惨 一眨眼的功夫 刀尖又没了 就剩下一句 脑袋上多了个窟窿眼的 狼狮喷的一声砸在地上 还没等着狼狮落地 又一个妖王布了后尘 脑袋上顶着个血窟窿 咚的一声栽倒在地 接着又是下一个 短短数秒 那诡异的刀尖不停地出现 有时候出现在任老四 带来的那帮狐狸精的心口上 有时候又从妖神殿 那些妖王的脑袋上冒出来 这手段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在场的哪个妖怪不是 杀人如马 心狠手辣的主 可这会儿 一个个都被吓得肝胆剧烈 心脏像是 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给死死攥住 喘不过气来 恐惧 惊慌 不安 就跟绝地的洪水似的 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金座子上那大汉 终于也坐不住了 蹭得一下站起来 脸色猙獰 冲着四周吼道 是谁 鬼鬼祟祟的 有种就给老子滚出来 老子把你碎尸万段 这大汉对着周围 就是一通乱吼 大地都被震得颤抖起来 地面也摇晃起来 等吼声停下来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 从远处传了过来 众人 赶紧转头看去 只见之前 从清哥身边 跑掉的那辆马车 竟然又回来了 而且 马车上还多了个人 那是个穿着青衫 长得还挺俊俏的年轻小子 这小子手里 拿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长刀 漫不经心地 反手握着 对着面前的空气 一刀就撕了出去 这场景像集了庙会上 扎西瓜的摊子 花一闻钱 就能扎一次 扎中了 就能抱走香甜可口的大西瓜 闲着没事的少年 一时兴起 付了钱 就迫不及待地拿起刀子 对准地上的西瓜 狠狠一刀扎下去 扑吃 又扎中了 半空中一个妖神殿的妖王 连坑都没坑一声 就直挺挺地往地上栽下去 少年心满意足地把刀收回来 明明是扎在空处的长刀 刀尖上却沾满了 红白相间的鲜血和脑浆 第九十四章 上古凶兽血脉 对上了 这下全对上了 那帮妖怪一个个跟傻了似的 直愣愣地盯着那辆 缓缓驶来的马车 还有马车上那个 悠哉悠哉的少年 原来 那神出鬼没的刀 那一个个 被砍瓜切菜式的妖王 都是这少年干的 可是 知道真相的他们非但没有半点解脱 反而像是被一盆冰水 从头浇到脚 透心凉 一刀一个妖王 把神游镜妖王的脑袋 都能当西瓜扎着玩 这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头 简直恐怖如斯 洞虚 还是妖神殿圣妖 屠山狐黄 那个级别的存在 一般的妖单镜妖黄 绝对不可能有这等实力 虚空之上 锦衣老者 死死盯着马车上的少年 脸上的震惊之色 简直快溢出来了 好手段 隔着急里的沙妖王跟娃似的 现在离得这么近了 我竟然还是看不透这小子修为 江森两眼放光 喃喃自语道 你要真能看透 那才真是活见鬼了 嗯 锦衣老者 猛地转头 看向江森 似乎从他的话里 听出了什么 脸色顿时变得精彩分成起来 此时此刻 清歌和聚川 也终于认出了马车上的少年 可不就是之前 在荒道凉亭里 遇到的那个吗 清歌激动得满脸通红 蹭地一下 跳了起来 冲着少年 兴奋地挥手大喊 梁凡兄 是你妈梁凡兄 聚川则是一脸呆滞的悬 在半空中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前辈竟然 他真的在送酒皇子 只是我们太蠢 一直没有发现 对于清歌的热情呼唤 少年仿佛压根没听见 依旧自顾自地 扯下车帘 慢条丝里地 擦拭着手里的长刀 金石宝座上的大汉 却彻底怒了 原来是来帮手的 怪不得 大汉怒吼一声 猛地一脚踹在身下的 金石宝座上 你杀谁不好 非要杀人老四 他可是 还欠着老子 十斤地流浆吗 哄 伴随着一声巨响 巨大的宝座 和上面的两个女妖 瞬间四分五裂 大汉化作一道黑光 朝着底下的马车 狠狠扑了过去 又是一声巨响 大地剧烈地震颤起来 奔驰的马车 瞬间消失不见 被滚滚烟尘 彻底掩埋 阎尘散去 只见大汉 一脸凶狠地 站在一个巨大的深坑之中 马车的碎片 已经化作积粉 散落一地 人呢 大汉怒吼一声 四处张望 突然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 看向天空 只见一个少年 正闲停信步般 站在半空中 手里握着一把长刀 神情淡漠地俯视着他 这小子 是什么时候上去的 大汉又惊又怒 可少年 却压根没有理会他 只是轻轻转身 目光扫向其他妖族 挡在少年视线前的巨穿 无比乖巧地侧身让开 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剩下的妖神殿妖王们 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 仿佛回到了 弱小无助的小妖时期 被天敌盯上 动都不敢动 脸色惨白 浑身颤抖 冷汗不要前世地往下掉 拼命狂吞口水 想喊却喊不出声 下一秒 这些平日里 不可一世的妖王们 竟然怂了 他们几乎同时四散奔逃 生怕晚了一步 就被少年给宰了 可少年压根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仿佛只是在做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随意地朝一只逃窜的妖王 挥出一刀 刀光一闪而过 轻描淡写 却蕴藏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就在少年出刀的瞬间 天地变色 所有人惊恐地抬起头 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 瞬间被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 仿佛末日降临 一股恐怖到极致的凶煞之气 从少年身上爆发出来 比之前几大妖王加起来 还要恐怖百倍 不好 快逃 幸存的妖王们肝胆剧烈 拼命地催动妖力 想要逃离这片修罗地狱 然而 一切都太迟了 刀光闪过 一只指妖王如同豆腐 一般被轻易切成两半 鲜血染红了大地 不 不要杀我 我错了 我愿意臣服 一只妖王绝望地求饶 但换来的 只是少年更加冰冷的目光 刀光再闪 这只妖王 也不了其他妖王的后尘 变成了一堆碎肉 少年收到二利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没有一丝脱泥带水 仿佛只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一脸的云淡风轻 仿佛刚刚杀的 不是几尊强大的妖王 而只是几只凡人的苍蝇 底下围观的屠山狐足 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瑟瑟发抖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他们亲眼目睹了 少年的恐怖实力 知道自己在他面前 就如同蝼蚁一般 随时都可能被碾压成粉末 好 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起 大汉的身体 瞬间膨胀了数十倍 变成了一只身高十数杖 通体赤红 头身独角 后肠无尾的恐怖巨兽 真 竟然是上古凶兽章 远处观战的锦衣老者 惊呼出声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妖神殿的圣妖 本体居然有上古凶兽征兽的血脉 锦衣老者 看着那妖气 直冲云霄的五尾翅膀 脸色顿时一变 上古征兽 那可是连一般龙肿都能护驳的 这离炎京城 才两百里的 不行 得赶紧通知 护龙斯 说着 他猛地转头 看向江森 语气严肃 走 别看了 赶紧走 江森却只是笑了笑 那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 看得锦衣老者心里一阵发毛 他慢悠悠地说道 齐老 你呀 就睁大眼睛 好好瞧着吧 啊 锦衣老者 完全梦了 搞不懂这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小畜生 三百年了 整整三百年 都没人逼得老子 献出真身 你小子今天 就给我好好感受 一下这份荣幸吧 五尾翅包怒火狂然 金色的瞳孔 死死盯着半空的少年 仰天发出一声 震耳欲聋的咆哮 此妖周身妖气冲天 较之先前 竟强横十倍不止 下一秒 大地剧烈阵战 仿佛有万千地龙 在翻滚 第九十五章 好好待他 不然踏平你屠山 轰隆隆的巨像中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撕裂地面 土石像海啸般翻滚 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 最终化作无数根锋利的岩刺 狠狠刺向天空 仿佛要把苍穹 扎个千疮百孔 五尾翅包乘着 这滔天炎浪 如同一颗 从天而降的陨石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 直扑向少年 方圆几十里地 都被这恐怖的威势笼罩 巨穿拉着清歌 飞退到半空 屠山湖族的族人们 也纷纷效仿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惊恐 和难以置信 这种毁天灭地的力量 已经完全超出了 他们的认知 这就是 妖神电圣妖吗 远处 锦衣老者的脸色 阴沉得可怕 几次想走 可看到江森那副 老神在在的样子 又硬生生忍住了 就在这毁天灭地的威势 即将达到顶峰时 一道人影 再次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是那个少年 面对这足以吞噬一切的恐怖延浪 少年的脸上 没有丝毫波澜 只是随意地将手 搭在了刀柄上 就在这一瞬间 众人惊骇地发现 原本笼罩在少年周身的那股 滔天凶煞之气 竟在眨眼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完全融入了他的体内 天地间 突然变得一片死寂 所有声音都消失了 时间 仿佛也变慢了 然后 少年缓缓拔刀 枪 随着这一声 清脆的刀鸣 消失的声音 重新响起 缓慢的时间 恢复流动 下一秒 一道狂暴的刀光猛地 在所有人眼前炸开 刀光 犀利 霸道 凶利 就仿佛要吞噬一切 眼前瞬间变成了 白茫茫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 只能听到 震耳欲聋的巨像 仿佛天崩地裂 也不知过了多久 等众人 恢复视力 一个个瞪大眼珠子 想看看到底发生了啥 所有人身体僵硬 脸上 写满了难以置信 只见一道恐怖的沟壑 凭空出现 从那沿海浪尖 一直延伸到 不知道多远的地方 深不见底 硬生生将整个沿海 劈成了两半 那少年依然静静 站在原地 刀已经入鞘 仿佛刚才 毁天灭地的那一刀 不是他劈出来的一样 那头无尾独角的赤豹巨兽 就悬停在少年面前 凶相毕露 仿佛随时要扑上来 撕碎对方 可少年只是淡淡地 扫了他一眼 下一秒 那巨兽竟然 无声无息地裂成两半 一头栽了下去 妖神殿的真圣妖 死了 和他最强的神通一起 死在了少年的一刀之下 锦衣老者傻愣愣地 看着这一切 仿佛被雷劈了一样 一动不动 连身形都忘了隐藏 直接暴露在虚空中 一个呼吸 两个呼吸 三个呼吸 足足五个呼吸之后 他才猛地惊醒 转头死死盯着江森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声音干涩无比 天 天人尊者 江森没说话 只是笑了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少年站在半空中 似乎在回味着什么 片刻后 才转过身来 他踩着凸起的炎浪 一步步地走下来 朝着巨川等人的方向走去 每走一步 那些涂山糊足的心脏 就猛地跳动一下 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少年从出现到现在 一言不发 一共就出了五刀 结果 他们涂山几脉 花了大价钱 请来的妖神殿大妖 竟然全军覆没了 这要是传出去 整个妖族都要炸锅 谁能想到 一个半妖清歌背后 竟然站着这样一尊 通天彻地的大人物 踏着炎浪 信不而来的少年 在涂山糊足眼中 比这世上最恐怖的凶兽 还要可怕 他们一个个瑟瑟发抖 接下来的命运 可想而知 可就在他们绝望之际 却见那少年 突然停下了脚步 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有些不耐烦 然后 再一次将手轻轻 搭在了刀柄之上 涂山那帮狐狸 还没从这威压里 缓过神来 就听见他们头上 传来一个慌慌张张的声音 带着几分焦急和解释 前辈 您可千万别误会啊 晚辈苏雄 是这涂山糊足的组长 也是 清歌他爹 一只巨型白狐狸 变成一个中年男人 这人头发花白 并脚垂下两柳白发 长得俊美 一身的贵族气质 男人一露面 巨穿那家伙 立马激动地不行 扑通一声单膝跪地 涂山巨穿 拜见狐狂 其他涂山狐狸也赶紧跪下 齐刷刷地喊拜见狐狂 就清歌一个人愣在那儿 傻乎乎地看着男人 估计自己都不知道 该啥反应了 那少年扫了眼清歌 看着巨穿和中年男人一眼 皱着的眉头 这才松开 看见少年搭在刀柄上的手放下了 中年男人才算松了口气 赶紧行礼 涂山苏雄 见过前辈 你就是清歌那老爹 少年终于开口了 声音冷冰冰的 正是 中年男人恭敬地回答 什么时候来的 一直都在 那怎么不早点出手 还没来得及 前辈就出现了 这几个人 你想怎么处理 残害同族 按涂山规矩 应该断为 废修为 断脚 这两人一问一答 跟私塾先生 考学生似的 看着怪异 却没人敢多嘴 清歌跟你回去以后 你得好好带他 不然 少年顿了顿 语气平淡地说 我踏平你屠山 狮山血海 修罗地狱的景象 仿佛再次出现 在场的所有妖怪 包括那狐黄 都吓得浑身一抖 那些个屠山的狐狸 更是恨不得 把脑袋塞进地缝里 少年最后看了清歌一眼 没再说话 转身潇洒离去 之前被他杀的 那些妖怪尸体 也被他一股脑带走了 眨眼间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清歌傻愣愣地 看着少年离开的方向 直到人影完全消失 才猛地反应过来 梁凡兄 梁凡兄 清歌急得眼泪 都快出来了 拼命挥手 他真傻 等梁凡兄走了 都没跟他说上一句话 就在清歌急得 快哭出来的时候 一个声音 从天边传来 再会 清歌挥舞的手 停在半空中 缓缓落下 轻轻念叨 再会 狐黄不知道 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 忍不住问 朋友 嗯 清歌点点头 又用力补充了一句 好朋友 第96章 诈尸 清歌在天牢五层 蹲了30年 哪里认识这等朋友 锦衣老者 还是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有缘千里来相会 谁说在天牢 蹲着就不能认识朋友了 江森慢悠悠地开口 随即像是想起什么 语气酸溜溜的 清歌这小子比我强 一辈子就认准一个朋友 乃像我 朋友变天下 结果呢 关键时刻 连个出来撑场子的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走了走了 晦气 江森说着 一甩袖子 扭头就走 锦衣老者脸色一变 咬牙切齿道 江森 你还在记恨当初的事 也不看看 你当年干的什么事 招惹的是些什么人 我怎么帮你 怎么敢帮你 江森 你又站住 今天把话说清楚 两人一追一赶 眨眼间就没了踪影 另一边 屠山胡族一个个 吓得屁滚尿流 跪在胡黄面前 直到这时 他们才知道 从他们离开屠山 到暗中联系妖神殿 伏击苏家 主卖两位强者 截杀聚穿清歌 胡黄一直都在 暗中看着他们 他忍辱负重 就是为了等他们 露出狐狸尾巴 好一网打尽 把他们的利用价值 压榨到最后一地 哪怕亲眼看着 忠心耿耿的手下 被剥皮抽筋 深挖腰单 他也无动于衷 为了他那扮腰儿子扑路 为了让他坐稳 屠山胡黄之位 真是好狠的心 任老四 倾家荡产请来邀 神殿圣妖杰杀同族 在他人看来 已经够疯狂了 可和胡黄的算计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聚穿想明白前因后果 看向胡黄的眼神 也变得复杂无比 曾经心中高大的形象 有种无法直视的感觉 把钗子拿下来 让父黄好好看看你 胡黄却毫不在意 沉浸在父子重逢的喜悦中 目光落在清歌头上的木钗上 清歌犹豫了一下 伸手取下木钗 刹那间 青丝如铺 原本俊美秀气的五官 变得精致柔和 呼吸之间 清歌竟变成了一个 颠倒众生的绝色女子 这才是真正的天狐之姿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父黄 清歌开口 声音清澈空灵 好好 胡黄看着清歌 眼神恍惚 这才是你 像你娘亲许多 胡黄颤抖着手 死死抓着那木钗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换言钗 换言钗 洞虚净都能骗过 更何况是人 当初你娘 就靠着这东西 我很久都没看出她是女的 被她耍得团团转 你说可不可笑 胡黄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跟风了似的 陷入了回忆沙 清歌看着这便宜爹 虽然血浓于水 能感觉到 他对自己的爱 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总归是有些身份 他满脑子都是 天老五层那座大殿 还有店里的那个人 发生的事 清歌忍不住 朝延京城的方向 看了一眼 心里默念 梁凡 下次见面 你可别认不出我 乱葬岗里 阴风阵阵 一个身影 带着一堆妖狮 刚落地 一头面目猙獰的鬼龙 就呼啸而来 围着他直打转 还一个劲的低吼 一边去 别闹 云天河一把推开 恨不得舔他一脸口水的鬼龙 随便找了个干净地坐下 看着眼前 一堆妖魔鬼怪的尸体 魔头的尸体不值钱 扔了就扔了 但妖怪不一样 在天牢三层 给薛老头当了半年工具人的云天河 可是知道 妖怪全身都是宝 所以 他把这些妖怪尸体 全给打包带回来了 可不能便宜了 斩妖丝那帮家伙 因为目标太大 没地方放 就干脆来鬼龙这儿了 云天河回想起 今天的告别战 开始复盘 开场用的是 从夺破灵蛮那老东西 手里抢来的 黄泉剑法 虽然只是三品 但胜在诡异莫测 杀人于无形 第一次用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不管是偷袭 还是救人 都有奇效啊 要是用刀 几里外 就能看到刀光 人家肯定躲开了 说不定 清歌脑袋上那一爪子 就拍下来了 但这黄泉剑法 一刀下去 直接穿透 根本防不胜防 所以别看 只是三品五学 在云天河手里 却能发挥出 超出一般神通的奇效 这就是小数大道 至于后来 斩杀妖神殿那头针的那一刀 云天河对自己的实力 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逆袭弓 加天人神魂 加吴级剑猿 加煞杰丹 百万经验修罗斩人级的 至强一刀 威力足以斩杀 洞虚九重 或许还不止 毕竟那头针 可是拥有上古凶兽血脉 实力比一般的洞虚九 重强得多 而云天河一刀下去 好像也没费多大劲 证明还远远没达到 他这至强一刀的真正上限 天人静 云天河摇了摇头 不得而知 得找个真正的天人静 打一架才知道 给清哥那小子送行一趟 收获倒是颇丰 他那老爹新颜子 貌似比郑玉丝的法阵 静止还多 不过对清哥 也是真情实义 有呼唤老爹 照着清哥 应该没什么危险 走了走了 也不知道啥时候 能再见了 云天河轻轻感叹 说起来 郑玉丝这鬼地方 待久了 真能把人给待老了 以前吧 总觉得 是天牢阴气重 伤身 现在算是明白了 还有辛劳 这两年 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犯人 人间的生死离别 算是看透了 心态也跟着沧桑了不少 以前觉得天大的事 现在想想 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要是再过两年 我遇到清哥 还会不会出手帮他呢 云天河自问 却没有答案 算了 想那么多干嘛 还是先看看 这次的收获吧 云天河打起精神 手一挥 把这次带回来的妖师 全堆在了面前 七句是妖神殿的 四句是屠山的 各顶各的厉害 最次的都是妖王级别 其中还有一句 可是上古凶兽争 那可是妖丹九重的狠角色 就这十一具尸体 王那一摆 金山银山都能换过来 三千年道红的虎妖王 两千年道红的狼妖王 还有两千年道红的狐妖王 发财了 发财了 哈哈 云天河忍不住狂笑起来 不过下一秒 云天河就泄气了 孔游宝山 画不出去啊 在镇玉丝里 就一小小的聚临近四重 镇玉丝小丽 上奶花这钱去 算了算了 就当收藏品了 等以后 弄个百八十具大妖尸体 杀狼虫虎豹 痴妹王俩 都给摆家里去 谁来我云天河家 我就带他们参观 瞧见没 就这 上古凶兽 在我这 就是个百剑 想想那场景 多气派 正当云天河 美滋滋地幻想着 突然 那具五条尾巴 一根独角的翅膀 也就是那头针 两半的尸体 合在一块 还他妈站起来了 云天河 直接傻眼了 啥情况 诈尸了 第九十七章 储物法器 云天河 想都没想 就是一掌轰出 他手掌赤红如玉 捂直好四钢铁胶筑 钢筋有力 轰隆 雄浑的灵气 化作肉眼可见的赤红气浪 排山倒海般 朝四周席卷 空气都被震爆 发出阵阵惊般的炸响 这一掌 蕴含着炎帝焚天绝 第一层圆满的千万斤距离 别说区区一头畜生 就算是神游镜 大能挨上一下 也得当场化作肉泥 动 然而 这一掌拍 在征兽脑袋上 却发出一声沉闷巨响 仿佛砸在了坚硬的岩石上 十数杖大小的征兽 庞大身躯 被一掌拍的四分五裂 却不见半点鲜血流出 反而有一团漆黑如墨的鬼气 从中窜了出来 猛地扑到云天河跟前 嗷呜嗷呜地叫唤个不停 像是在撒娇 臭小子 原来是你搞的鬼 云天河定睛一看 顿时又好气又好笑 这鬼东西不是别人 正是被他丢在乱葬岗放养的鬼龙 这小家伙 也不知什么时候 偷偷摸进了征兽体内 操控了这具庞大的妖狮 他一把将鬼龙拽了过来 正想好好教训他一顿 却忽然轻移了一声 脸上满是惊诧之色 这段时间他忙着修炼 压根就没怎么管过 这小家伙 没想到 这才短短几个月不见 这小子 竟然已经翘无声息地修炼到了 鬼将近的巅峰 距离神游境的鬼王 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怪不得我最近感觉 黄泉剑法的威力 强了不少 原来都是你这小家伙的功劳啊 不错不错 真是没给我丢脸 云天河欣慰地拍了拍鬼龙的脑袋 哈哈大笑道 不急不急 等我先把收获整理完毕 到时候你我一起渡劫 鬼屋修炼到 一定境界也要渡劫 而他如今的修为 早已远远超过同境界的修饰 渡劫的时候 必然会引来更加恐怖的天界 鬼龙听懂了他的意思 在他身边 兴奋地嗷嗷嗷叫 唤得不停 忽然 像是想起了什么 张开嘴巴 吐出一颗森白的牙齿 你小子换牙了 云天河一愣 还以为这小家伙 在跟他邀功 用神念一扫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颗牙齿 是鬼龙从征兽体内找到的 鬼龙讨好似的 用脑袋 拱了拱那颗睁牙 示意他 赶紧打开看看 云天河 好奇地接过那颗睁牙 神念探入其中 下一刻 他的面前 顿时出现了一个 奇异的空间 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像是某种妖兽的巢穴 这是 除物法界 云天河微微一愣 玄机脸上露出一抹狂喜之色 他早就听说过这种宝贝 都被搜刮干净了 他还是头一次 见到真的 想我云天河 实力接近天人尽尊者 现在才拥有第一件处物法界 说出去谁信啊 他忍不住自嘲了一句 等等 之前杀的那些家伙 好像都没来得及摸尸 不会都便宜 斩妖丝那些家伙了吧 云天河顿时悔的肠子都清了 快 给我把剩下的尸体都搜一遍 他赶紧指挥着鬼龙去摸尸 自己则开始清点起战力品来 这征兽 身为妖神殿圣妖 私藏里宝贝居然就这 云天河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全是些他压根不认识的玩意儿 最多的就是古珠子 大的跟墨盘似的 小的也有拳头大 全是人骨腰骨磨出来的 阴森森的 不用说 肯定都是这征兽生前弄死的 估计是想留个纪念啥的 兵器倒是还有两件 一狼牙棒一鬼头刀 才智没得说 沉甸甸的 比镇玉斯利的智氏配刀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角落里还有几个酒坛子 打开一看 里面酒跟江湖似的 也不知是啥玩意儿 云天河可不敢乱喝 翻了半天 宝贝没见着 倒是让云天河心里犯嘀咕 说好的天才地宝呢 就这 这时 鬼龙也从其他妖兽尸体上 扒拉下来不少好东西 什么牙齿 古链戒指手镯 五花八门的 看得云天河 那叫一个眼热啊 这些妖兽身上的宝贝 可比征兽那堆破烂强多了 灵财 丹药 美玉 金银财宝 应有尽妖 看着鬼龙在那忙活 云天河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他可是学了 血肉缝皮精的 干嘛不直接把这些妖兽尸体 炼成尸魁 神妖妖王 妖丹妖黄啊 这可是打着灯笼 都找不到的炼尸材料 虽然 血肉缝皮精 这功法邪乎了点 但是他都有地煞功法了 还拍一个小小的一品绝世功法 再说了 比起邪乎 云天河现在更好奇 用这功法 把这些妖师炼起来 等把东西收拾完再说 云天河强行按捺住心头的激动 决定先把眼前的宝贝 清点完再说 又到了万众期待 幽冥静点 抽奖缓解 先随便抽几个垃圾热热身 云天河一脸随意 目光扫过眼前的妖师 最后选中了 妖神殿的一个狐妖 救你了 抽奖 云天河启动 幽冥静点 无数光团炸裂开来 其中最耀眼的一个 被云天河一把抓住 哄 海量记忆碎片涌入脑海 下一秒 云天河化身 一头霸绝天下的白虎 站在山巅 对着脚下山河咆哮 这虎妖 可不是什么善茶 而是一头凶名赫赫的白虎成精 无数画面闪过 每一次白虎都在怒吼 吼声震天动地 这传承记忆 也太无聊了吧 全是吼吼吼 云天河撇撇嘴 他得到了传承 神通 虎啸 二聘 效果 虎啸一出 闻者肝胆剧烈 魂飞魄散 二品神通 有点意思 云天河眼睛一亮 这玩意儿和之前 从一只蝙蝠精身上抽到的 射魂魔鹰 有点像 都是音波攻击 不过品阶更高 让我试试威劣 吼 一声超越虎妖记忆的虎啸 恐怖声浪 从云天河口中爆发 肉眼可见的透明波纹 以它为中心 疯狂扩散 周围的鬼物 瞬间被震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 方圆数十里 所有的游魂 也鬼都在这一吼之下 灰飞烟灭 哦 一只黑影 哭丧着脸飞了过来 正是被波及到的鬼龙 大哥 你吼轻点啊 我手下大半游魂 都没了 嘿嘿 不好意思 没收住 云天河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云天河揉了揉鬼头脑袋 把鬼龙扒拉到一边去 一边玩去 别打扰你给我抽奖 第二次抽奖 星光一闪 居然又是一个神通 这次的传承记忆 比上回 可有趣多了 云天河瞬间感觉自己 变成了一头吊金白鹅虎 威风凌凌 这老虎 可不是一般的野兽 天生就开了灵质 吃的是山珍灵芝 喝的是甘甜露水 快活逍遥 可偏偏有不开眼的猎人 居然敢打这老虎的主意 老虎一怒之下 反手就把那猎人给吞了 第九十八章 潜力巨大神通 这一场可不得了 老虎这才知道 原来人肉才是这世间 最美味的东西 打这以后 这老虎就变成了 吃人的凶兽 可是这深山老林里 哪来那么多人给他吃 这老虎又是个贪嘴的 还不敢去城里抓人 这可怎么办 这老虎也是个机灵的 他想了个损招 每次吃完人后 就把那人的魂魄 给拘起来 逼着他们 变成自己的鬼仆 让他们去骗人进山 给自己当食物 这一招还真灵 这老虎每天 啥也不用干 躺在那等着 吃现成的就行了 这招果然好使 白虎从此过上了 饭来张口的日子 修为也蹭蹭往上涨 手下的鬼小弟 也越来越多 到后来 这货已经不满足于 小打小闹了 带着小弟们 下山扫荡 见人就吃 简直凶残 白虎的名声 越来越响亮 成了远近闻名的 妖王鬼王 就在他觉得自己 天下无敌的时候 妖神殿找上门来了 白虎狂妄自大 根本不把妖神殿 放在眼里 结果被人家一巴掌 拍到了姥姥家 小弟死光光 自己也差点隔屁 这下白虎傻眼了 这才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为了活命 白虎只能乖乖投降 加入了妖神殿 云天河接收完记忆 睁开眼睛 打开面板 只见功法栏里 多了一个神通 三品 迷心术 这可是妖族欲鬼 驱魂的绝火啊 可惜了 这条路子 我走不通啊 云天河摇摇头 他现在杀敌 都是直接魂飞魄散 哪还有魂魄给他驱使 《炼魂鬼诀》里的欲鬼片 他现在也就能控制一下 鬼龙和潘断虎 剩下的 都是鬼龙自己收的小弟 哎 小潘潘断虎呢 云天河摸了摸下巴 想起那个之前 恨不得弄死自己的潘断虎 体内种下的魂印还在 这小子还在 心念一动 哄 鬼屋炸开 一群凶神恶杀的鬼兵 骑着鬼马 冲了过来 围手的潘断虎 劈着鬼甲 扛着鬼刀 浑身鬼气森森 有喝 可以啊 云天河差点没认出来 这小子如今是一个鬼捅帅巅峰了 离鬼将就差一步之遥 这小子是你小子训练出来的 云天河斜眼看向鬼龙 哦 鬼龙甩了甩尾巴 那表情就差把必须的 三个字斜脸上了 哈哈 真是我带出来的好兄弟 云天河拍了拍鬼龙的脑袋 这年头 小弟都这么努力 自己这个当老大的更不能落后 继续抽奖 第三次抽到的是七百万经验值 辽胜于无 第四次 居然是屠山的狐足 还是第一个被自己干掉的任老四 这次抽出来的东西 有意思了 四品神通 千面法 这是一门一荣术神通 比较邪门 只要搞到一张皮 用那皮上的血画符 就能变成内皮的主人 画人皮 就能变成人 画兽皮 就能变成兽 这门手艺 在任老四手里 那可是玩得出神入化 变得人啊 跟本人几乎一模一样 厉害的是 只要那层皮不破 神念也探查不出来 这神通用起来 还是有点麻烦 所以才被排到四品 任老四 靠着这门手艺 在江湖上 浑得风生水起 扮演过几百好人物 个个都像模像样 把人都给骗傻了 他最得意的丰功伪计 就是凭一张 刚包下来的兔子皮 去伺候一个妖王 一次后 就是十年 日日夜夜翻云覆雨 那妖王 居然一点都没发现不对劲 云天和看完人都傻了 这也太猛了吧 他赶紧翻了 翻人老四之前 扮演过的那些角色 什么青楼花女啊 西班林人啊 江湖神婆啊 好像还真就女人多 这老家伙 原来是个变态 云天和 这才反应过来 不过话说回来 千变法 还真有点意思 才四品 披上皮 就能获得 原主一部分能力 包了绣娘的皮 真现活 就出神入化 包了青楼花女的皮 那真是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 有点东西啊 云天和一眼 就看出这门神通 潜力巨大 他感觉这千变法 要是光用来改头换面 玩玩角色扮演 那真是太取材了 要是能再生个极品 说不定能变成 一门超强的战斗神通 我弄张征兽皮皮上 不就能用征兽的本事了吗 战斗力直接翻倍啊 这还只是征兽 要是弄张龙皮 我不就能化龙了吗 到时候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 要是弄张凤皮 那岂不是 就能涅槃重生 长生不老了 这简直就是 千面大道啊 云天和脑子里 突然蹦出这四个字 他现在好歹 也算见多识广了 各种功法神通 见识过几百种 早就不只是看品阶高低 那么肤浅了 他更看重的是一门 神通背后的潜力 有些神通潜力低 就算品阶高 也没啥大用 就像之前 从虎妖那抽出来的二品 虎啸 神通 看着挺厉害 实际上也就那样了 就算升到地煞法的层次 也玩不出什么新花样 反倒是 弥星术和千面法 这两个品阶不高的神通 让云天和 看到了欲鬼大道 和千面大道的希望 继续往上升级的话 估计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拿他天天用的 天听和晶晶来说 那可是从八品硬生生对上来的 升两级一个样 等他日升级成地煞功法 必定会有惊喜的蜕变 再来 我倒要看看 还有什么好东西 任老四的第二个奖池 爆出一个四品神通 引灵 这神通能汇聚灵气 加速修炼 好像还是屠山湖族的专属神通 那几个狐狸尾巴一翘 以尾巴为媒介 引灵气入体 这帮狐狸精 好像人手一个 云天和眼珠子一转 把剩下的屠山湖族 奖池全给抽了 果然 每个奖池都躺着一个 引灵 所有 引灵 神通经验瞬间融合 直接变成了二品神通 运转神通 头顶上瞬间乌云翻滚 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 凭空出现 海量的灵气 如瀑布倾倒而下 境界的经验值 也在缓缓提升 十倍修炼速度 这要是让那些苦修的家伙看见 不得羡慕死 云天和 向来都是升级如河水 从来都不是靠什么苦修 这神通 对他来说最大的用处 就是续航 第99章 世界到底多大 以后打架 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虽然云天和 灵力如磅礴大海 从来没试过不够用 但谁会嫌自己灵气多呢 之后再抽奖 虽然也出了一些 三品四品的功法 但跟 引灵 比起来 都是摆不上台面的 直接扔在功法栏里吃灰 云天和神通 多到用不完 很多神通 也就刚入手的时候 玩过一两次 甚至还有的 压根就没用过 就像玩游戏 技能点了一大堆 真正打架的时候 就那几个顺手的 等以后 有那个机缘和本事了 再把这些神通 融合一下 让功法都进行蜕变 云天和心里想着 以后有空了 再把这些神通功法 好好整理整理 能合体的合体 能升级的升级 数了数 这次从十个神游妖王奖池里 耗了多少经验值 五千四百多万 云天和 现在神游七重 升到洞虚境 也就两千七百万经验值 还能剩一半 更别说 还有一个妖神殿的 最终大奖没抽呢 加上那些妖师 宝贝 神通 这回真是发大财了 云天和心情大好 觉得现在手气爆棚 立马就开始抽着头 动虚九重 妖神殿征兽的 超级大奖 是否抽奖 抽 必须抽爆他 这征兽也不知道 活了多少年了 冒出来的光团 简直跟洪水似的 差点把云天和给淹了 他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一颗 巨大的土黄色光团 猛地吸入体内 哄 无数记忆画面 像潮水一样 涌入他的脑海 想当年 这征兽刚出生的时候 还没长脚 只有一条尾巴 除了叫生象 金石碰撞 其他地方 跟普通的赤豹 没什么两样 但这货从小 就天赋一柄 拥有操控土元素的能力 随便就能改变地形 甚至还能引发 小范围的地震 简直就是个 行走的灾难制造者 和他住在一起的 是一头独角七尾的 成年征兽 也就是他老妈 这对母子俩 住在深山老林里 啥都吃 妖兽 珍惜矿石 甚至偶尔还下山 抓几个人类打打牙计 简直不要太爽 他们在这片地盘上 就是霸王 几乎没有对手 日子过得那叫 一个逍遥自在 有一天 这头成长到 三条尾巴的小征兽 跑到一个人类城池外面 熬的一声吼 直接引发了大地震 无数房屋倒塌 数不清的人类 被活活压死 这征兽一点 负罪感都没有 反而觉得很开心 在那哈哈大笑 可他万万没想到 乐极生悲 就在他玩得 正嗨的时候 天上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孽畜 找死 紧接着 一只金光闪闪的巨手 从天而降 罩着他的脑袋 就拍了下来 这小征兽 吓得魂飞魄散 撒鸭子就想跑路 可已经来不及了 千钧一发之际 他老妈及时赶到 一爪子 把小征兽拍飞 然后转身 就和那只巨手干了起来 这小征兽 躲在平时住的山洞里 瑟瑟发抖 等了足足七天 都没看到 他老妈回来 第八天的时候 一大群修士突然冲进了山林 到处搜捕他的下落 这小征兽 吓得屁滚尿流 只能慌不择路地逃命 一路翻山越岭 吃尽了苦头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他总算摆脱了那些修士的追杀 这时候 他已经长出了五条尾巴 距离他老妈当年的实力 也只差两条尾巴了 于是 他决定 在这片新地盘上安家落户 占山为王 继续过上了欺压弱小 吃香喝辣的爽快日子 这些年来 不知道 有多少人类修士和妖兽来找他麻烦 结果全都被他强大的实力 和诡异的吐息神通给干掉了 他甚至 还把那些家伙的骨头磨成珠子 闲暇时 拿出来把玩 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威风 就这样 时间又过去了很久很久 直到有一天 一个自称妹的性感女妖找上门来 两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结果 这头不可一世的征兽 竟然被人家给打败了 不过 这女妖并没有杀她 甚至都没有羞辱她 而是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我看你骨骼轻奇 天赋异禀 不如加入我的妖神殿 我打算干一番大事 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 听到这话 征兽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很多年前的那一幕 从天而降的金色巨长 生死未卜的母亲 还有躲在山洞里瑟瑟发抖的自己 这些年来 她沉迷于享乐 几乎都快忘记了当年的耻辱和仇恨 她当初来到这片陌生的地方 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报仇血恨 救回自己的母亲吗 于是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女妖的邀请 加入了妖神殿 成为了排名第五的强大妖圣 真圣 这漫长的传承记忆 断断续续的 差点忘了我是谁 我还真以为 自己就是这头畜生了 云天河猛地睁开双眼 眼中金光四射 这畜生当年 居然是从那么远的地方 跑到这鬼地方来的 比我想象的远多了 这世界到底多大 云天河忍不住说道 还有 她那娘 居然生了七条尾巴 五条尾巴就是洞虚九重 那七条尾巴 至少是天人静的超级大妖 结果 照样被那万丈金手印拿捏了 那人到底是谁 实力有多高 云天河倒吸一口凉气 还有那个什么妖神殿 店主是个叫 妹 的女的 估计也是个超级大妖 我居然还在那畜生的记忆里 看到了那个自称 本大爷 的家伙 云天河眼中 闪过一丝灵力 就是那天晚上 在镜花水月楼 差点和云天河打起来那小子 云 妖神殿排名第四的圣妖 他来眼睛到底想干什么 云天河眯起眼睛 心中暗自思量 在征兽记忆里 每个圣妖都是独来独往的 只会听从于妹一个店主 所以对这个云也不了解 不过 要是再让我碰上 天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怎么也得好点羊毛下来 心念一动 云天河看向自己的功法兰 果然多了一门神通 山河地动一品神通 这名字听着就厉害 话言为海 宁石为龙 典狱为兵 第100章 五月神行 一品神通 云天河看着抽到的神通 这可是他迄今为止抽到的 品阶最高的一个 名字虽然普通 但效果却是不凡 当初在征兽身上 见识过这神通的威力 那场面 简直惊天动地 方圆百里的地 就跟水一样 任他玩弄 百里地势 鸣鱼一念 所有沿途 尽听我号令 云天河心念一动 方圆百里的大地 瞬间像水波一样 荡漾起来 无数坟头土包 跟豆腐扎式的 坍塌凹陷 露出森森白骨 吓得那些油魂 也鬼嗷嗷乱叫 云天河 兴奋地搓搓手 心念再转 那些被掀翻的坟包 又重新立了起来 那些油魂也鬼 也有了心价 一个个感恩戴德 云天河 感觉自己的功德值 蹭蹭蹭地往上涨 两百里的啊 地上地下 全在我掌控之中 云天河看着面前的土地 念头一动 金银财宝 就像喷泉一样 喷涌而出 要是普通人看到 非得磕头高呼 神仙教我种地 种出金银财宝的法术 除了寻宝 这神通 还能用来赶路 速度比飞还快 云天河身子一沉 直接顿入地下 以后给人盖房子 打地基 都极为方便 这神通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研究透的 云天河回味着 征兽的传承记忆 捏土成人 点石成精 摧草成药 各种神奇操作 让他眼花缭乱 暂时先把这神通 放到一边 再来 云天河搓搓手 第二抽 二品地脉灵星 这名字听着有点耳熟啊 云天河仔细一看 原来这神通 和天庭神通 有些类似 但侧重方向略有不同 一个听的是 活物的声音 一个听的是 地灵的声音 有意思 让我来听听 这地底下 都有些什么 牛鬼蛇神 云天河运转地脉灵星 仔细聆听着 来自地底深处的泥南 云天河竖起耳朵 仔细听 嗡嗡嗡 沙沙沙 地底下 无数虫子怪叫 像一锅粥煮开了 吵得人心烦 咚 咚 咚 远处 一座大山 像心脏一样跳 发出肋骨之声 玄之又玄 这就是传说中的 土地公土地婆 山神爷啥的吧 云天河心里嘀咕 这地脉灵星 跟空土神通 简直就是亲兄弟啊 小地灵能控制 大山神就动不了 怪不得空土神通 才一品 他试了试 果然 小土堆随便完 大山头纹丝不动 更别说山神了 人家根本不拿正眼瞧他 要是能把大山 都搬起来 那才叫牛逼 那是什么 单山赶日 宜山填海 这等法术 即便不是天刚法 至少也是地煞法吧 云天河脑子里 突然闪过一道闪电 要不 把空土神通 升级成地煞法术 反正就差一品 一千万经验值而已 第三次抽奖 直接爆出 五千万经验值 干了 云天河一咬牙 直接升级 哄 无数神奇的法术 涌进他的脑袋 云天河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等他再睁开眼 十个太阳烤得他皮肤生疼 眼前全是高山大河 一眼望不到边 一根巨大的柱子 顶天立地 矗立在世界的中心 快去 快去 一个声音 在他耳边催促 云天河 迷迷糊糊地朝剧柱走去 一步 跨过十座大山 十条大河 累得满头大汗 实在可得不行 他对着一条 将咕咚咕咚 就喝了个底朝天 刚缓过进来 那声音又催 快些 快些 云天河没办法 只好继续赶路 可是 走过一百座山 一百条河之后 他心里开始犯嘀咕了 这山山水水 怎么这么多 走到什么时候 才是个头啊 正当云天河 听得心烦的时候 那声音突然 又在耳边响起 赶走 赶走 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刷的一下 飞到云天河手里 定睛一看 居然是一根 金光闪闪的鞭子 云天河下意识 一把抓住 甩手就往前面 挥了过去 哄 轰隆隆 只见云天河面前 那一座座 巍峨的大山 就像是 被牧羊犬驱赶的羊群 轰隆隆地 朝两边散开 有的山头 互相挤压堆叠 变成了更高的山峰 有的山头 一头栽进江河里 直接把江河 给填平了 原本崎岖不平的山路 眨眼间 就变成了 一马平川的 康庄大道 云天河顿时乐开了花 兴奋的一鞭子 接着一鞭子 把群山抽得四处乱窜 那叫一个痛快 突然 云天河手里的金鞭光芒大胜 烫得差点把它扔出去 赶紧低头一看 只见手心 被金鞭落下了 五个金灿灿的大字 五月神行术 呼 云天河猛地吸了一口气 从梦中惊醒过来 连忙低头 去看自己的右手手心 却发现什么 五月神行术的字样 都没有了 可惜 我心里 有点小小的失落 不过很快 就被公法兰星出现的字样 给吸引了 神通 五月神行术 地煞 金燕直 零 地煞法 五月神行术 难道梦里那根 叫做五月神行术的神边 就是这门地煞法的由来 云天河忍不住 自言自语道 这是掌握的第二门地煞法 和炎帝焚天诀 不同的是 这五月神行术 是一门地煞级的神通法 而炎帝焚天诀 则是地煞级的修行法 所以 五月神行术 没有一层两层的境界划分 经验值 加得越多 神通威力 就越大 不知道零点经验值的 五月神行术 能有梦里 那根五月神行术 神边的几分威力 云天河立马站起身 心念一动 十一具妖师 就被泥土彻底掩埋 消失得无影无踪 吩咐鬼龙乖乖看守 然后纵身一跃 飞离了这里 很快 就来到了一处地方 云天河 悬浮在半空中 低头俯视着脚下那座 巨大无比的山峰 这座山峰高达万丈 延绵近百里 名为天晴峰 是延经城坊 圆五百里内 最大的一座山峰 听一下这山的山林如何 云天河施展出 地脉灵星 神通 刹那间 天晴峰在他眼中 仿佛被包光了衣服 露出古老沧桑的真面目 这哪里是什么山峰 分明就是一头 沉睡万年的老妖怪 无数生灵的怨念 汇聚成一股 让人胆寒的威亚 云天河感觉自己 跟这玩意儿一比 渺小的跟蚂蚁似的 心里开始犯嘀咕 五月神行术 真的让这天晴峰挪窝 一品空土之法 肯定是不行的 估计也就够这山头抠 点灰下来 不管了 先试试再说 云天河崖一咬 心意横 可就在他刚准备用 五月神行术的的时候 丹田里的灵力 就跟泄气一般 哗啦啦往外涌 那感觉 就像做梦时 被火烧一样 手掌心 火辣啦的疼 低头一看 右手不知何时 多了一根金光闪闪的铁边 半虚幻状态 末时间多想了 云天河 下意识抄起铁边 就往天晴峰上招呼 就像梦里那样 轰轰轰 这一鞭子下去 地动山摇 乱石崩云 也就几个呼吸的功夫 那万丈高的天晴峰 竟然真的动了 第101章 宜山 树林里一阵摇晃 一头野猪 不要命似地从里头冲了出来 直奔前面一条 一丈多宽的小溪流 后面 两个身影紧追不舍 一大衣小 穿得猎人模样 那大个猎人刚站稳 就赶紧弯弓搭建 瞄准了前面的野猪 可见在弦上 他却犹豫了 好半天才放下弓 爹 咋不射呀 再不射就跑了 旁边的小猎人 急得直跺脚 那野猪都快跑到河边了 舍不住 中年猎人摇摇头 这一剑下去 顶多也就伤着他 等他过了河 咱们没那么多时间去抓他 唉 小猎人懊恼地直拍大腿 眼睁睁看着那野猪 一跃而起 眼瞅着就要落到对岸了 可就在这时 轰隆 一声巨响 大地剧烈地震动起来 父子俩站都站不稳 直接摔了个狗啃泥 还莫等他们 反应过来 就看到这辈子 都忘不了的景象 只见一道巨大的沟壑 从那条小溪流的地方 突然裂开 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 身后的整座大山 都在剧烈地晃动 不 更像是 在移动 他们感觉自己 离那条小溪 越来越远了 等一切终于平静下来 周围一切都没变样 就猎户父子 像是被啥东西 猛推了一把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离那条小溪远远的 足足有十丈远 再看那溪 乃还有溪啊 直接宽了十丈 变成了一条河 那头想跳过溪的野猪 扑通一声 栽进水里 眨眼就没了影 猎户父子俩傻愣愣 坐在地上半天 总觉得 刚才发生的一切 就跟做梦似的 过了好一会儿 年轻猎户 才回过神 结结巴巴地问他 爹 爹 爹 这天秦峰 怎么突然站起来走路了 皇宫里 御书房 大颜皇帝 年轻的颜皇 坐在桌前 俊美的脸上眉头紧锁 下面站着一个 穿黑衣紧袍的老头 真是天人敬尊者 这已经是颜皇 第二次问了 虽然没见 他用天人敬的手段 但我看不出 他的修为深浅 而且他能一刀 估计是天人敬没错 黑衣老头 也第二次回答 天人敬天人敬 颜皇脸上 还是掩饰不住震惊 嘴里不停念叨 我大颜多少年 没出过尊者了 黑衣老头没吭声 颜皇突然又问 这天人敬 对咱们大颜来说 是敌是友 是福是祸 黑衣老头沉思着 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来人 去给震请沈国师来养心殿 震有事问他 让他算一挂 颜皇便大声呼唤 内侍过来 是陛下 那太监刚答应 转身要走 御书房里 突然响起一个 清冷的声音 不用去了 紧接着 殿里的烛火闪了一下 一个猛着白沙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国师 颜皇一见这人 顿时大喜 国师 你来得正好 朕正要找你 沈妙音微微点头 然后和殿里的 黑衣老头 打了个招呼 黎护卫 黎峰见过国师 接着 沈妙音转向颜皇 轻声说道 陛下想问的是 妙音已经算过了 还是国师了解战 颜皇一听 眼睛一亮 问道 结果如何 沈妙音回答 天机未卜 妙音也不知 这世上 竟然还有国师 算不出的事 颜皇顿时愣住了 好像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这个答案 太多了 沈妙音摇摇头 漂亮的眼里 不自觉地流露出几分无奈 旁边的黑衣老头说 天人尽高手 神魂能感应天地 屏蔽天机 算不出也正常 黎护卫体谅 沈妙音苦 笑着说了一句 颜皇脸上的喜色 瞬间消失 沉着脸说 国师 你今日进宫 总不能就为了说一句 不知 吧 沈妙音面不改色 平静地说 陛下明察秋毫 妙音今日前来 除了陛下所托之事外 还有两件事要禀告 颜皇面无表情 道 说来听听 是 沈妙音语气平淡 第一件事 五百里外的天晴风 昨日有时 向北挪动了十丈 天晴风 那可是高达万丈的 擎天飓风 怎么会突然移动了十丈 怎么回事 颜皇看着沈妙音 这也能算是 值得你如此 大费周章地来禀报 沈妙音 却丝毫不慌 语气平静 却带着一丝寒意 因为 这是人为的 一人之力 哄 这句话 如同惊雷一般 炸得颜皇和李老脑袋 嗡嗡作响 天晴风 被人 挪动了十丈 根据挂象显示 沈妙音顿了顿 似乎在斟酌用词 天晴风 是被 抽了一鞭子 硬生生抽飞了十丈 颜皇听闻 脱口而出道 国师莫要开玩笑 妙音不敢 沈妙音 与其平静 却透着一股 不容置疑的威严 整个御书房 瞬间安静下来 落真可闻 颜皇和李老只 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仿佛听到了 世间最荒诞的故事 可偏偏 讲故事的人是沈妙音 两人面面相去 脸上写满了震惊 和难以置信 过了许久 颜皇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艰难地问道 李老 天人静能做到吗 李老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摇头 以边驱山 山字移走 这等神通 老夫只在上古传说中 听闻过 这么说 我大言境内 出现了一位 上古大神通者 颜皇嘴角 扯出一丝苦笑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颜皇终于打破沉默 缓缓开口 国师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 沈妙音低眉顺眼 轻声细语 臣恳请陛下 让妙音进一次养龙池 养龙池 颜皇眉头一挑 为何 妙音钻研观星之术 最近遇到了瓶颈 希望能借助养龙池的龙气突破 沈妙音恭敬地回答 颜皇沉思片刻 大手一挥 国师的事 就是我大言的事 准了 谢陛下 沈妙音行礼后 转身离开大殿 李老头也紧随其后 空荡荡的大殿里 颜皇望着窗外 喃喃自语 边山而行 这事上 真有人能做到吗 一旁的那士官笑着说道 陛下 既然是沈国师说的 那肯定是真的 咱活了这么多年 啥没见过 颜皇脸色有些难看 替半妖孽 种出头的天人静 还有那什么边山大神通之事 这大言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第102章 谁会嫌自己做极多呢 云天河刚到西城门 就看到一只 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城 白虎袍的图摩丝 朱雀袍的斩妖丝 还有穿的跟奔桑一样的观星丝 三大部门同时出动 这阵仗 连路人都得躲着走 不会是因为我吧 云天河心里嘀咕 琢磨着自己那点动静 应该不至于惊动这么多人 想了想 应该不会 虽然自己把天清风 往北挪了那么一点点 但也不至于 这么心事动众吧 也就磨了十丈远而已 不明显 谁家山峰不能走两步 想当初自己用五月神行术赶路的时候 差点把冤四海的灵力都耗尽了 看来这地煞法 真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自己能掌握两门 也得小心使用 还好用引灵神通回了一波灵力 怕乱葬原道出的动静太大 引旁人查探 先回言京城再说 回城的路上 云天河灵机一动 消耗1700万经验值 修为提升至神游九重 灵力瞬间拉满 比之前还猛 不过这点灵力 对五月神行术来说 还是不太够啊 阴阳和欢觉 也得再上一层哦 云天河心里琢磨着 这 阴阳和欢觉 可是拓展丹田 增强灵力的宝贝功法 之前 从阴阳圣子那儿搞来的第五层 还没升级 现在正好 正想着 突然感觉 有人靠近 云哥 你怎么在这儿 几夕之后 肩膀被人一拍 哟 你小子今天不当值啊 云天河扭头 装作一副惊讶的样子 我说云哥 你都在寺里待傻了吧 我今天休闲 楚中天那小子直摇头 接着又见兮兮地笑起来 胆巧了 我正要去复宴 你也一起来呗 走走走 怎么又去复宴 你小子一个小力 比思域应酬还多 嗨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今天宴席上可是有 有姑娘 嘿嘿 还是展妖丝的美女 俩人勾肩搭背 一路聊着美女 走远了 几天后 半夜 自家屋宅 云天河缓缓睁开眼 呼 一口浊气吐出 面前的空气 都变得粘稠起来 泛起阵阵液 甚至还有轻微的爆裂声 这就是纯粹的灵力 就凭这一下 就能轻松吹死 一个天罡强者 现在的我 在用五月神行术 估计能一口气 把天晴风抽飞百丈远 云天河自言自语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现在的丹田凌海 不仅比以前大了十倍 而且几乎变成了半固态 像是一座巨大的冰山 占据了整个丹田 只有最深处 还有灵力流动 神游九重 已经被它修炼到了极致 再进一步 就是洞虚了 而造成这么变态 灵力含量的原因 主要是那七层的 阴阳和欢觉 云天河直接把 阴阳和欢觉 淡到第七层了 一千一百万经验值 砸下去 自身灵力力量 推至巅峰 处于神游境 这灵力 怕是前无古人 估计也后无来者 只是这第七层的 阴阳和欢觉 出现怪异 居然感应到一股 和它一模一样的灵力 而且我还想和它融为一体 云天河脸色古怪 这感觉 太诡异了 那股灵力感应 大概来自修炼 阴阳和欢觉 阴天的阴阳叫圣女 那小妞不会 也感应到我了吧 不会和我一样的感觉吧 要真是这样 这功法确实有点东西 它不会哪天 脑子一抽跑来找我吧 云天河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但又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云天河现在 这实力 还怕它一个小小的阴阳圣女不成 差不多了 该去冲击洞虚了 云天河起身 望向窗外明月 心念一动 整个人 瞬间消失在房间里 出现在夜空之上 直奔西郊乱葬园 也就十个油饼的功夫 云天河就到了乱葬岗 说起来 这乱葬岗现在 可是大变样 之前被它用土系术 法翻了个底朝天 鬼气比以前浓了三倍不止 大白天都跟阴曹地府似的 伸手不见五指 那些个孤魂野鬼 师妹亡俩 现在一个个吃得飙肥体壮 也不知道 是福是祸 云天河刚一落地 就听到 从鬼屋里 传来一阵阵野兽的嘶吼声 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那声音 又是老虎咆哮 又是野狼嚎叫 又是狐狸丝鸣 一般人听到 早就吓得屁滚尿流 又多远躲多远了 但云天听着 只觉得热闹 吼 突然 一头浑身雪白 布满黑色斑纹的老虎 从鬼屋里窜了出来 浑身上下鬼气森森 直奔云天河而来 可还莫等云天河出手 这老虎 就立马 变成了温顺的大猫 拿脑袋 蹭了蹭云天河的肩膀 示意它上来 云天河一跃而起 稳稳地坐在了老虎背上 这老虎驮着云天河 一头扎进了浓厚的鬼屋之中 不多时 就来到了一处空旷地带 只见地上摆放着 十几具巨大的妖兽尸体 每一具都足有十丈多长 栩栩如生 要不是一个个身体僵硬 眼睛灰白无神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活的呢 云天河从老虎背上跳了下来 那老虎张开血盆大口 一团黑气喷涌而出 钻进了一头 银色巨狼的体内 眨眼间 那巨狼竟然活了过来 围着云天河摇尾起连 跟条大狗似的 你这家伙 倒是会找乐子 云天河对着鬼龙笑骂了一句 看着眼前这些劳动成果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还差一头征兽 以后我的坐骑 出心有点换了 云天河花了整整七天时间 用几天奉尸 针法 把带回来的妖王尸体 全都缝了起来 本来只是 想着当个标本收藏 谁知道缝好一句后 鬼龙那家伙 闲着没事钻进去 竟然能操控自如 跟活的一样 云天河顿时乐开了花 这哪是什么标本啊 这分明就是拉风的坐骑啊 哪个大佬 会嫌自己坐骑多 就算是每次出门 只能骑一头 多一点又没坏处 于是 云天河一鼓坐骑 把剩下的妖狮 也全都缝好了 不得不说 寄天奉尸 这门针法 用来缝合尸体 那才叫一个完美 缝好的妖狮 从外面 看不出半点伤痕 而且连接处 异常牢固 完全不用担心 会散架 等把最后 一头征兽缝好 再用 血肉缝皮筋 祭练一番 看看效果如何 天河不敢怠慢 立刻取出征兽的尸体 开始缝合起来 武进反扑归真的 祭天缝尸 针法 加上七天七夜的操练 现在的云天河 那可是手艺高手 缝尸将里的祖师爷 也多亏了他 这灵力够精纯 换个一般货色 连征兽的皮都戳不破 更别说缝了 说起来这征兽 云天河心里 颇为上心 这一缝 整整缝了三天三夜 中间还特地回了 烫镇玉丝 跟胡孝卫 请了几天的假期 这才偷得几日闲 终于 最后一针落下 云天河尝一口气 成了 整整十一句 妖师整整齐齐地 摆在他面前 各顶各地威风凛凛 看得云天河心里 那个舒坦 尤其是那头征兽 更是凶神恶煞 活象势下一秒 就要活过来责任而逝 真不错啊 真不错 云天河那个得意啊 一巴掌拍飞 又想偷摸钻镜 征兽身体里的鬼龙 张口就开始念叨 血肉缝皮筋 上的鬼化符 命在幽冥 万恶难返 悠悠失陷 白首 这皱纹念起来 如鬼哭狼嚎 却仿佛惊动了 某个躲在暗处的邪碎 被云天河敏锐地捕捉到 还默等他传递出意识 那皱炎 就好像被云天河面前的 十一具妖师 尤其是那头凶神恶煞的征兽 给勾了魂 眨眼间 十一道湿气冲天起 直接把那十一具妖师 给裹了个严严实实 云天河还没反应过来 就发现整个乱葬岗 都被一股铺天盖地的湿气给包围了 这湿气和鬼气搅和在一起 直接把乱葬岗里 一些死不瞑目的家伙们 都给炸出来了 一时之间 群魔乱舞 白鬼夜行 连鬼龙都开始发电 张开血喷大口 到处乱啃 云天河瞅着金燕直 跟做火箭一样狂飙的 血肉缝皮筋 看着眼前这乱成一锅粥的场面 心里一阵阵地发毛 这次好像完大了 第103章 寻一线天机 搞什么名堂 平白无故地 把我们四思都叫到这鬼地方来 可是有大事即将发生 朗朗乾坤之下 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 慢悠悠地走在荒郊野里 不是别人 正是大阎王 朝赫赫有名的四大司 领头的 更是四位总司大人 这地方 好像是乱葬岗吧 去年日月交月亡月遇的时候 咱们还来过一次 图摩斯总司任北杰 眯着眼睛 远远地就瞧见前方 一片乌云罩顶 怨气冲天 任北杰话音刚落 斩妖斯总司苏月白 就忍不住开队 任北杰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圣上让来 别说区区乱葬岗 就算龙坛虎穴 咱们也得闯 任北杰翻了的白眼 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说什么 苏月白柳没倒数 抬手就要开打 一旁的叶杰 却突然开口 我怎么听着 这事儿 像是国师的意思 说着 叶杰看向四人中 一直没开口的 关心思长思 苏月白和任北杰 一听这话 立马扭头看向胡仓 这胡仓 就是关心思的长思 一身白衣 看着先锋倒鼓的 此时正看着前方 乌云罩顶的乱葬园 没错 这事儿 是国师大人 亲自交代的 胡仓倒也不遮掩 直接就承认了 胡大人 您可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任北杰赶紧追问 眼里满是好奇 胡仓笑了笑 说 你们三个 还记得十天前 青山脚下突然出现的 那条大裂缝吗 三人先是一愣 随后脸色一正 齐刷刷地点头 当然记得 那可是凭空出现的 一条深沟 足足有千丈深 我亲自去看过 那哪是什么深沟 分明就是 任北杰压低了声音 说出了那个 让人毛骨悚然的词 刀痕 胡仓点了点头 没错 那就是刀痕 是有人一刀劈出来的 死 三人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满是震惊 一刀劈出千丈深沟 这得是什么样的怪物 才能做到啊 就在他们 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 胡仓又抛出 一个重磅炸弹 还有 天秦峰的事 你们都知道吧 那也是人为的 三人一听 心里咯噔一下 十天前 天秦峰突然平移了十丈 他们三个 可是亲自带人 去调查过的 天秦峰是背 背人用鞭子抽动的 胡仓语气平淡 却如同惊雷 一般在三人耳边炸响 什么 三人惊呼出声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如果说一刀劈出千丈深沟 他们还能勉强接受 那用鞭子 抽动天秦峰这种事 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简直就是神仙手段啊 可胡仓的表情 却无比认真 仿佛在告诉他们 这就是事实 三人顿时 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都崩塌了 愣在原地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任北杰 倒吸一口凉气 难难道 难道说 咱们今天来这鬼地方 就是为了这两件事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胡仓想了想才说 青山脚下 那刀痕和天秦峰 横溢的事发生后 国师就想查个水落石出 可惜一无所获 后来 他进了趟养龙池 想借着龙气 再算上一挂 然后呢 算出来什么了 苏月白急问 没有 胡仓摇摇头 三人顿时一脸失望 可还莫等他们 缓过神来 就听胡仓话风一转 不过 国师大人 在阳龙池内 算出了另一件大事 何事 三人一下 来了精神 胡仓猛的一台下巴 只向远处 那片被阴云笼罩的地方 与其悠悠 国师说了 我大言往后 千年的国运 就藏在那西郊 乱葬园里 我们这次来 就是为了碰碰运节 看看能不能在那鬼地方 寻得那一线天机 大言往后千年的国运 竟然就藏在那片鬼气 森森的乱葬园里 胡仓这话一出 任北杰 苏月白河 叶杰三人 顿时如遭雷击 脑袋里嗡嗡作响 他们好歹 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 可就算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 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 才能决定 大言未来千年的国运 正当三人 被这个惊天秘密阵的发猛时 远处的乱葬园 突然湿气冲天 十一道绿油油的光柱 直插云霄 整个乱葬园的鬼物 都跟着翻滚起来 不一会儿 天空就被乌云遮蔽 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激起漫天的鬼气 还夹杂着 阵阵龙鹰般的嘶吼 这分明是天刚进鬼物 杜劫场景 众人看着眼前 这湿气冲天 怨气滔天的景象 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任北杰才指着乱葬园 胡大人 你确定 大言未来千年国运 就藏在那里 胡仓一时之间 不知如何作答 既然是国师大人说的 应该是吧 乱葬园内 云天河都看傻眼了 这血肉缝皮筋 也太猛了吧 尸气和鬼气一搅和 直接就让鬼龙 原地生天 当场就晋升了 这雷杰也跟闹着玩似的 说来就来 云天河还没回过神 那雷就垮擦一下 劈下来了 然后 更离谱的是 发生了 鬼龙这小子 居然就这么堵截成功了 直接从鬼 将蹦到了鬼王 那鬼气 比之前 猛了何止几十倍 这雷杰不厉害啊 还没我之前 杜杰的十分之一为力 云天河看着鬼龙 在那兴奋地跟猴似的 一会儿钻进征兽妖身 一会儿钻进白虎妖身 忍不住调侃道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丹田林海里 突然冒出一股灵力 这下可好 本来就快满意的丹田 被这股灵力一冲击 直接就炸了 哄 云天河头顶上空 雷云跟不要钱似的 疯狂汇聚 海量的天地灵气 不要命地 往他身上钻 与此同时 一股恐怖的天威 瞬间锁定了他 云天河愣了一下 接着 脸色大变 妈的 这是 要突破洞虚了 而且是现在 立刻 马上 就得突破的那种 忘记了 欲鬼惊 鬼宠噤声 还有修为反馈 我本来就离洞虚 就差那么一丢丢经验值 原本云天河 还想着找个安全的地方 好好突破呢 这下好了 计划全乱套了 虽然心里无奈 但雷杰都来了 他也只能 硬着头皮上了 鬼龙 给我护法 说完 云天河盘西闭目 仰天长笑 动虚境 给我破 第104章 九个洞天 一遍发生 那鬼物 还真突破了 任北杰盯着远处 乱葬园 那片鬼气森森的鬼物 他一边说 一边还拿眼角 瞟了瞟旁边的胡苍 叶杰和苏月白脸色 也变得有些古怪 只见那乱葬园 现在 完全变成了鬼物的海洋 密密麻麻的游魂野鬼 痴妹王俩在里面翻腾飞舞 看得人头皮发麻 更可怕的是 那冲天的湿气 夹杂着各种野兽的嘶吼 时不时还有 巨大的尸怪身影 在鬼物中若隐若现 简直就是群魔乱舞 人间炼狱 这特么哪是什么大言 未来千年的国运啊 这分明是鬼窝子了吧 胡苍老脸一红 尴尬得不行 之前 把这三个家伙 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现在倒好 整得自己 像个江湖骗子 胡苍摆着手指头 算了半天 眉头都快凝成麻花了 不应该啊 国师大人 明明说的就是这里 难道是时辰不对 还是说 这里面有什么 我们没看出来的猫腻 我说胡大人 要不您 还是派人回去 再问问清楚吧 任北杰望着远处 那群魔乱舞的鬼地方 至少有十几个气息 恐怖的家伙 让他心惊肉跳 他忍不住说道 咱们要是 就这么冲进去 明天四思长四的位置 就得空出来 你给我闭嘴吧 任北杰 苏月白忍不住 骂了一句 不过 他也赶紧对胡苍说道 胡大人 虽然这信任的嘴欠 但他说的没错 这地方邪乎得很 咱们真要进去 胡苍面露难色 正不知道 该怎么办的时候 轰隆隆 几乎是一瞬间 原本晴朗的天空 就变得阴暗无比 一大片 一大片的雷云 快速汇聚 十里 百里 千里 几乎转眼间 方圆数千里的范围 都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这四月天 哪来得这么吓人的雷云雨 四人抬头望天 还默等他们 反应过来 就看到 那厚厚的雷云之下 无数道白色的脉络浮现 像是万川 龟海一般涌向乱藏源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 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灵气漩涡 据称一片灵气之海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隐约还能看到 仙宫楼阁的景象 四人直接看傻了眼 咔嚓 突然 一道粗壮无比的紫色雷霆 像是条蛟龙 从雷云中冲出 穿过灵气之海 狠狠披静了 乱藏源的鬼屋之中 哄 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把四人 从震惊中惊醒 有人 有人在杜解 苏月白 第一个反应过来 声音都变了 我的天 这雷杰威势和规模 几千里地都被盖住了 这是天人 天人尽尊者雷杰 忍北杰声音 抖得跟筛糠似的 不对劲 夜杰脸色煞白 嘴里小声嘀咕着 渡天人雷杰 不是应该先把体内洞天 寄出来硬扛吗 怎么光看见雷劈了 洞天在哪呢 该不会 夜杰自己 都被自己这个荒唐的念头 吓了一跳 说话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 这该不会是 洞虚雷杰吧 难道说 乱葬岗里藏着个妖念 凝聚个洞虚 就能闹出这么大动静 苏月白和任北杰 抬头看着天上的雷杰 心里想反驳他 可不知道为啥 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 超级离谱的念头 如果真有人突破洞虚 就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那这人的多逆天 他俩还没想完 就看见刚才 还愁眉苦脸的胡仓 突然跟打了鸡血似的 猛地一挥手 指着那第二道 雷杰劈完 却依然没见 动天出现的地方 激动地大喊 国师大人 成不起我 各位 咱们这次奉旨寻找的 关系到大延未来 千年国运的天际 此刻 就在这乱葬岗里啊 第三道雷杰 紧跟着劈了下来 胡仓的声音 被震耳欲聋的雷声盖了过去 任北杰 叶杰和苏月白三人 目瞪口呆地看着远处 雷杰劈下的地方 一时间全都傻了眼 天禅吞月 给我冲 第七仓 在第一道雷杰落下之前 云天和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千万经验值砸下去 天禅吞月 第六层 直接突破到第七层 之前给清歌送行 他一共搞到了 一亿零四百万经验值 升级一品控土生地煞法 五月神行术 花了一千万 提升修为实力 花了两千七百万 把阴阳和欢绝 升到第七层 花了一千一百万 再加上之前传的 减去这些开销 还升六千多万经验值 升级个 天禅吞月 才花一千万 多吗 云天和表示 小意思 七层 天禅吞月 发生了质变 就在 天禅吞月 升到第七层的一瞬间 一只白得像玉一样的大蝉蜀 从云天和脑海里的神魂湖中 一跃而出 这雪白蝉蜀 刚一出现 就猛地张开大嘴 用力一吸 一眨眼的功夫 方圆几十里内的灵气 鬼气 全都被他一口吞了的精光 降下第一道 紫霄神雷 却被云天和张口吞噬 如长津吸水般 雷霆之力 尽数纳入体内 不见半点泄露 周遭天地灵气 被吞噬一空 形成恐怖的真空地带 云天和周身电弧游走 只见他体内气海翻腾 原本的冰山灵海 轰然崩塌 化作无数幽深黑洞 黑洞之中雷霆闪烁 如星辰般 耀眼夺目 最终竟凝聚成一方浩瀚洞天 洞虚境 成了 云天和尚未回神 第二道紫霄神雷接踵而至 他依旧一口吞下 体内洞天 在雷霆的淬炼下愈发凝食 发出阵阵轰鸣之声 云天和又是一口吞下 体内形成第二个洞天虚影 在雷霆的淬炼之下 愈发凝食 云天和心头一阵 顿觉醍醐灌顶 原来这洞虚雷结 竟是以结雷淬炼洞虚 每经一次淬炼 便多一个洞天 多一分强大 直至完美无瑕 怪不得修行界 以杜劫雷术来定品阶 原来竟是如此 此时 他丹田内的洞虚 已历经两次雷结洗礼 两个洞天正字 虚幻走向凝食 云天和能清晰地感知到 洞虚内蕴藏的灵力 无论至雨量 都比至神游九重天时 强横了十倍不止 那等差距 犹如云泥之别 萤火比至好远 转瞬之间 第三道劫雷再度披落 来得好 云天和仰天长笑 尽一口将那劫雷吞入腹中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每吞下一道劫雷 云天和心中便莫数一次 直至九道劫雷 尽数吞没 他只觉浑身苏麻 除此之外 竟无半分不适 七层 天蝉吞月 果然霸道 云天和心中暗叹 传闻雷结凶险 十人 杜结九人亡 为何他却如此轻松 想来是为我抵蕴身后 又兼修成 炎帝焚天绝 第一层后天炎帝之身 方能如此 他暗自私存 若是换了旁人 即便同样修炼到七层 天蝉吞月 也未必能如此轻松写意 九道劫雷淬炼之下 云天和丹田内的九大洞天 已激进完美无瑕 散发着令人心计的气息 仅仅一丝气息 便足以碾压 曾经神有九重天的我 云天和心中惊叹 这便是洞虚之境的强大吗 此次杜结 虽不在天牢之中 未能如上次那般 偷得凶煞之气修炼 但劫雷之力 却也吸收了不少 原来吸收劫雷之力 也能长经验值 云天和看了严蜀性面板 人及刀一转 这经验值已即将突破两百万大关 他心中一动 如今天蝉吞月 已达七层 神魂之中 更是孕育出一头吞天俱蝉 日后或许可以神念化身 潜入天牢第五层 主动吞噬凶煞之气 助人及刀快速提升 九次雷结下来 云天和的神魂之力 也暴涨了十倍有余 原本的神魂之弧 如今已有汪洋大海之势 待我将炼魂诡诀 也修炼到第七层 不知是否还能再次蜕变 九道劫雷 九大体内洞天 按五道修行界的说法 我如今应该算是一品洞虚了吧 天机洞虚真人 云天和心中暗道 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第105章 历史从无记载 轰隆 第十道劫雷 竟是毫无征兆地披露下来 什么 还有 云天和心中大惊 下意识地张口一息 将那劫雷吞入腹中 轰隆 第十一道 我去 这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杯之后 又三杯 一雷之后又一雷 云天和目瞪口呆 这雷杰 为你也太热情了吧 乱葬圆外围 你数了几道雷杰降下 荒郊上 任北杰猛地扭头 瞪着夜杰 啊 夜杰像是被雷劈了似的 整个人都猛了 像是如梦初醒 十 十二 你们俩呢 任北杰冲着苏月白河胡苍道 两人跟泥塑木雕似的 眼珠子都快粘在那片雷云上了 脸上写满了卧槽两个大字 老子应该没数错 任北杰都要抓狂了 恨不得把头发都揪下来 十二道 整整十二道雷杰 洞虚扛过九道就能成一品 十二道是什么玩意儿 一品之上 绝品洞虚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变态 这人肯定不是在杜洞虚雷杰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历史从无记载 忽然 任北杰像是被点了穴 嘴巴张得老大 眼睛死死盯着天空 只见那乱葬圆上空的雷云突然散了 灵气漩涡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鬼屋呼拉一下散开 十二个巨大无比 仿佛里面闪耀着无数星辰的洞天 从乱葬圆中心慢悠悠地升了起来 等着十二个洞虚飞到高空 整个世界都好像失去了颜色 只剩下它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 天空裂开一道缝 万道霞光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 紫气从云层里翻滚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涌去 一眨眼的功夫 整个荒郊的天空都变成了尊贵的紫色 一直蔓延到几千里外的严金城 四人全傻眼了 身后那帮四四的精英也全都傻眼了 所有人都仰着头 呆呆地看着那美道极致的洞虚 连魂都快要被勾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寂静的荒郊上才响起任北杰的声音 叶杰 你小子看见啥了 叶杰喃自语 我看见八千里沁云来河 十万丈霞光共舞 我大言往后的千年 国运当固若金汤 日月不可动摇 大言史观记载 严朝八百四十九载 岁在鬼亥 四月初八 方值春日 天朗气清 一嫁娶 祭祀 武师方过帝都炎京之上 忽而乌云压城 遮天蔽日 天光静灭 昼如暗夜 市井贸易 田间耕作 行斩之势 皆不得行 举国上下 为这天变之相 人心惶惶 皇城之内 工人奔走 灯火通明 炎黄从养星殿出来 一看这阵仗 脸都黑了 威延道 这大白天的 点什么灯 还默等旁边的人回话 天空中突然金光大作 乌云瞬间就被撕开 雷声滚滚 震耳欲聋 紧接着 一道紫气裹挟着霞光 从西边滚滚而来 足足有八千里长 直接把整个严京城都给盖住了 一眨眼的功夫 皇城上空 就被这紫气霞光映照得如同仙境一般 隐约间 还能听到龙吟虎笑 仙月阵阵 仿佛有麒麟奔走 凤凰涅槃 简直是祥瑞之兆 拉满了 颜黄都看傻了 早把问罪的事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哈哈大笑三声 激动地喊道 好 好 好 沈博师成不欺振啊 说完 颜黄就信冲冲地回去 沐浴焚香 去太庙里 祭拜祖宗去了 一带就是七天 云天河回到严京城 在镇域四天牢里 当了三天差 这三天 不管走到哪 耳朵里都能听到有人 在谈论四月初八那天 紫气漫天 霞光万丈的奇景 镇域四里 那些平日里 凶神恶煞的狱卒们 现在一个个 都跟喝了密室的 脸上笑开了花 就连那些官老爷们 说起那天的事 也都两眼放光 眉飞色舞 跟过年似的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 这是大阎国国士昌盛 气韵绵长的吉兆 更离谱的是 这三天里 镇域四还接连收到了好几个 被那八千里紫气霞光 吓得屁滚尿流 跑来金兆府 图摩斯 斩妖丝自首的妖魔鬼怪 其中最搞笑的 是一个修炼成精的蜈蚣精 这家伙躲在一个 图护家的猪圈底下 靠着喝猪血 修炼了快三百年 愣什么人发现 这蜈蚣精也是个奇葩 再狗个几百年 搞不好能到大妖境界 偏偏跑去斩妖丝自首 原来杜杰那天 他把天雷当夜幕 跑出去抓个老叫 花结解馋 吃了一半 天上就紫气冬来 吓得他屁滚尿流 当场钻回地洞里 说自己在紫气中看见了仙人 仙人说他罪孽深重 这辈子是没指望修成正果了 下辈子吧 蜈蚣精一听 顿时醍醐灌顶 此刻躺平在解药台上 一副慷慨赴死的架势 那韩老头一叨叨砍下去 他还一脸享受 跟成仙了似的 到死都没坑一声 云天和听完都傻眼了 这怕不是个傻子吧 好好的妖不做 跑去当猎神 结果一抽蒋池 居然抽到个静念神通 感情这蜈蚣精是自己 把自己给度化了 云天和当场就乐了 这年头 连腰都比人会悟到了 至于凝聚洞虚之后的云天和 日子倒是没啥变化 还是那个天老小利 只不过五层那地儿 他是懒得去了 清哥不在 就剩下江森这糟老头子 没意思 倒是凝聚洞虚那动静 落得沸沸扬扬 乱葬园都快被人绝地三尺了 还好他机灵 提前带着鬼龙那帮小弟们搬家了 免得暗地里 被不知道的老怪尊者抓住昆角 过了半个月 风声才算过去 日子总算恢复了平静 兄弟 今儿去我家搓一顿 云天和刚押送完犯人 就收到了楚中天的邀请 这小子 今天居然不去清楼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小子转性了 不去喝花酒 想起来回家吃饭了 云天和调侃道 楚中天翻了个白眼 明天寒时 所有清楼赌方都关门 谢三天 云天和这才反应过来 不知不觉 寒时节到了 熙熙丽丽的小雨 轻石板路犯着失忆 行人匆匆 有的撑伞 有的裹紧了单薄的春山 云天和一手撑伞 一手提着石河 悠闲地走在街上 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寒食 刚去城外祭拜完便宜老爹 云天和慢慢走回家 体内 无暇洞虚疯狂运转 海量灵气洗刷着他的肉身 第106章 书老板 有点东西 百万经验的逆西宫 将一切气息封锁 在外人眼里 他只是个普通人 走到街角 云天和看着幽名静点 面板上五千多万的经验值 心头一阵火热 干脆突破算了 两千万经验砸下去 无暇洞虚猛的一阵 从洞虚一重突破到二重 洞天虚影更加凝实了 整个过程 只有周围的雨水微微一致 再无其他一样 再把功法升级一下 一千万经验砸下去 炼魂鬼绝 从第六层突破到第七层 云天和的石海 疯狂扩张 五倍 十倍 最终 又会缩成一团黑色的球体 悬浮在他的神念化身 和天蝉吞月的天蝉烙印之上 内部暗流涌动 似乎在孕育着什么 等了半天 也没见动静 云天和也不管了 凄冷的清明时节 云天和再次迈步 仿佛走在水墨画中 剩下的两千多万经验 等以后再琢磨用在哪 走到天书大街 云天和琢磨着 是去庆风楼吃烧鹅 还是去沉济卤烧吃炉煮 突然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让开 快让开 云天和抬头一看 一队人马 簇拥着两辆马车 飞驰而来 马车造型滑美 想有许多宝石 颇为不凡 周围这些护卫 全是玄陵画园的高手 特别是那个抱剑的冰块脸 和那个秃顶阴沟鼻的老家伙 两人都是天刚进的强者 这什么大人物出行啊 这么大排场 云天和有些好奇 他偷偷放出神石一扫 第一辆马车里坐着的 居然是个中年男人 长须俊目 不怒自威 虽然穿着便服 那股朝堂上位者的气势 简直要溢出来了 还是个天刚九重的强者 第二辆马车里 则坐着个绝色大美女 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可惜看起来愁眉苦脸的 不知道有什么心事 不过这身富贵气派 可是藏不住的 一看就知道是千金大小贱 周围看热闹的人也不少 云天和树七耳朵一听 立马就明白了 原来是当朝国相大人 携家眷出行 估计是去城外祭祖的 国相 云天和摸了摸下巴 突然灵光一闪 该不会就是那个倒霉的国相吧 大言国只有一个国相 他对这人的印象 可是深刻得很 想当初 他抓的第一个犯人 彩花大盗陈伯光 就是因为把主意 打到国相千金头上 才翻车的 还有那个会天听神通 喜欢偷听的兔子精 也是因为跑到国相府 偷听八卦 才被抓的 当时他还感叹 这国相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怎么什么妖魔鬼怪 都往他家里钻 也太倒霉了 没想到 今天居然让他碰上了 这位灾心本尊 这相国看着 倒是威严十足 女儿长得这么漂亮 难怪会招来采花贼 云天和正想着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 猥琐的声音 怎么样 叶国相家的千金 是不是倾国倾城 美若天仙 这可是世间难得一见的 角色佳人啊 云天和扭头一看 一个贼眉鼠眼的中年书生 正一脸猥琐地说着 此人他认识 正是有间书屋的老板 上次还送了他几本春宫小话本来着 印象深刻 一抬头 原来走到有间书屋门口了 刚才光顾着想事 都没注意 书屋老板那眼神 看得云天何止摇头 老板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又没见过 怎么知道 那夜象国家的千金长啥样 刚刚车帘没掀开 书屋老板一脸错愕 哪掀开过啊 老板你是不是看错了 那可能真是我看错了 书屋老板眼神闪了闪 哈哈一笑 不再纠结 小兄弟 这雨天进来喝杯茶 看会儿说 最近心惊了不少好说 又冲云天何几急眼 那意思不言而喻 云天何装作犹豫了一下 点头答应 行吧 他才不是为了什么新书 刚刚那象国府的马车经过 车帘明明没掀开 他看那位千金小姐 靠的是天人静的神魂探查 那这书屋老板 又是怎么看到的 则则 这个开书屋的 不简单啊 象国府一行人 有两个天罡强者坐镇 加上象国本身天罡九重的实力 能不惊动三个天罡的神念探查马车内部 至少也得是神游吧 云天何突破后 神魂之力暴涨 一般天人静 在他面前都得吃别 直接就给那书屋老板来了个全身透视 神魂这玩意儿 就和那高楼一个道理 你站得越高 看得越远 二楼的能看见一楼的 我在三楼 底下两层 还不跟扒光了衣服似的 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至于你们能不能发现我 想让你们看见就看见 不想让你们看见 你们就是一群瞎子 神念一扫 好家伙 那书屋老板丹田里 居然有一个洞天臣服 有点意思 居然还是个凝了洞虚的真人 还以为只是神游镜 云天何小瞧了书屋老板 不过在看那洞虚 无论是大小还是橙色 都跟自己这十二个洞虚的没法比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如果说云天何十二个洞虚 是那夜明珠 书屋老板的体内洞虚 顶多就是臭水沟里的烂磅珠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不过洞虚就是洞虚 那也是碾压无数修饰的存在 一个洞虚真人 居然窝在这里卖小黄书 有点意思 看来这老头不简单 云天何不动声色 跟着老板进了书屋 老板很热情 给他倒了杯茶 小兄弟 尝尝 虽然不是什么好茶 但盛在新鲜 都是清明前刚摘的 云天何喝了一口 清烈干香 确实不错 这老头还挺会享受 就听那老板摇头晃脑地说道 这上等的明前茶 讲究的就是一个 先 必须得是清明雨前最后一批茶叶 还得是那二八年华的黄花姑娘 用香蛇采下来的 那才叫极品 也叫美人蛇 老板你这茶 该不会就是这美人蛇吧 云天何故作好奇地问道 哪能啊 我要是能买得起这茶 还用得着在这卖说 老板苦笑道 就我这种穷人 哪喝得起那么贵的玩意儿 云天何心里却在无语 穷人 你一个洞序真人 也好意思说自己是穷人 谁知道 你背地里干了多少偷鸡摸狗的勾当 不过嘛 老板话锋一转 最上等的美人蛇买不起 但也有穷人的办法 什么办法 云天何眉毛一挑 来了兴趣 那老板一脸猥琐地黑黑一笑 兄弟我跟你说 这法子说简单也简单 他故意顿了顿 见云天何果然被勾起了好奇心 这才压低声音道 你想啊 那二八方龄的黄花大闺女 我老罗拿请得起 但 嘿嘿 年纪大点的 不就便宜了吗 所以啊 我特意寻了三个 都是三十多岁的俏寡妇 那身段 泽泽 用他们的舌头踩的茶 那滋味 老板说到这里 脸上露出一个男人 都懂得表情 扑 云天何一口茶喷出来 直接喷了那老板一脸 第107章 大言日报 书老板梦了 手忙脚乱地擦着脸 兄弟你这是啥意思 嫌弃我寡妇茶 我请的可是十里八乡 最水灵的寡妇了 告辞 云天何二话不说 起身就走 这什么虎狼之词 美人蛇他还能接受 寡妇蛇是人能想出来的 老板 赶紧一把拉住他 唉唉唉别走啊 早知道 你不爱听这个 我不说就是了 嗨 一脸痛心疾首 云天何这才不情不愿地坐下 桌上茶水已经换过 两人又聊了起来 这次 云天何算和这罗轩老板 攀上了交情 互相知道了名字 书屋老板的名字 罗轩 这罗轩说 自己原本是个秀才 20岁 静静赶考落榜 心有不甘 就留在了京城 在书屋打工 结果年年考年年落榜 一晃30多了 后来 书屋老板不干了 他就把书屋盘下来 自己当老板 一干又是十年 哎 时间过得真快啊 转眼我离开家乡 都二十多年了 罗轩一脸感慨 漂泊半生 一事无成 真是可悲可叹 云天何嘴上安慰 心里却是一个字都不信 这老小子满嘴跑火车 鬼知道 说的是真是假 表面上装作同情 却翻了个白眼 只当他在吹牛 可惜这罗轩既不是 作恶多端的恶人 也不是身负续案的逃犯 云天何也不好 直接对他下手 用幽名静点 查看他的底细 灵气和神念不同 一探入对方体内 状态完好的洞虚真人 必然会有所察觉 要是打起来倒无所谓 现在两人都扮演顶级老六 自然不想带来麻烦 云兄弟 上次你来我这书 我就觉得你不一般 罗轩老板突然凑到云天何耳边 压低声音说 这次再见 我更加确定了 啥 云天何摸不着头脑 确定啥 罗轩故作神秘地叹了口气 兄弟 你简直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 都是那么气宇轩昂 玉树临风 云天何跟罗轩扯了半天弦篇 剑雨停了 天也放晴了 就想着赶紧开溜 谁知罗轩拉着他不让走 非要留他在坐会儿 急傻 我新到了一批新书 你还没见识过呢 云天何想了想 说 那行吧 不过 春宫图就算了 罗轩这老小子 表面上道貌黯然 一开口 就离不开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也不知是真性情 还是装出来的 不看那些 罗轩眼珠子一转 突然一拍大腿 有了 上次见 你对那些画本故事 神仙传记 挺感兴趣的 我这里心到了一样宝贝 你绝对喜欢 说完 罗轩就屁颠屁颠地跑进屋里 不一会儿 就拿着一本 小册子出来了 你瞧瞧 罗轩笑眯眯地 把册子 递到云天何面前 云天何 好奇地接过来 这册子薄薄的 但做工十分精致 边上还镶着金边 一看就不简单 封面上 写着三个大字 天下士 云天何顿时来了兴趣 翻开一看 第一页就把他给震住了 惊爆 大言王朝 惊献上古大神通者 天秦风 北夷事件真相大揭秘 这 云天何愣住了 接着往下看 惊爆消息 龟元山副长交新曲的小妾 竟是磨到七宗天玄门的人 龟元山这是 要被天玄门收入囊中了吗 最新战报 青蛇剑宗 第二剑子 林建成或将在断魂侠 与魔道七宗屠交圣女 展开生死决斗 云天何总算是明白了 这不就是修行界的八卦小报吗 怪不得叫 天下士 还真是包罗万象啊 他快速翻阅着 很快就把这本薄薄的册子看完了 更让他惊讶的是 里面竟然还有不少 关于他的报道 青山脚下金线千丈深钩 妖神殿圣妖征 寿命丧于此 神秘刀王究竟是何方神圣 昔日福到高僧 近空寺无相方丈 为何图村灭族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阴阳交圆圣子命 丧炎金城 阴阳交域 重新选定圣子 究竟谁能成为 新一代的大教之主 八千里紫气 横跨金城上空 问世上 是否有人先 天下士 上总共也就记载了几十件 轰动江湖的大事件 其中竟然有七八件 都和他脱不了干系 这让云天何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 云天何虽然身在天牢 但不经意间 这大言的小半个修行界 就因他而动 这书有意思 看得过瘾 天何趴地和上册子 冲螺旋挑眉 这玩意儿 还有后续吗 多久来一回 螺旋哈哈一笑 还是云兄弟识货 这天下士啊 可是大言最神秘的观星司 搞出来的 差不多一两月就来一回 要是碰上啥大事 半个月就来 观星司 他们还搞这个 云天何听得一愣一愣的 观星司那帮家伙 神神秘秘的 知晓世间 心密不知反几 随便拿出几件大事出来 搅动风云 还能顺便 给朝廷赚点银子 何乐而不为呢 确实如此 云天何摸着下巴 意味深长地笑了 增加税收啥的都是小事 罗轩这家伙 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就是要搅动风云 大言虽然是大 可里头 邪魔歪道多如牛毛 个个都是要命的定时炸弹 就那四思 也就能管个表面 治标不治本 得让他们狗咬狗才消停 就一份破报纸 叫他们给完明白了 这谁想出来的损招 有一手的 云兄弟 跟冠心思很熟啊 罗轩从云天何语气里 听出了点门道 云天何也不藏着掖着 大大方方承认了 郑玉斯当差呢 哟喝 关老爷啊 罗轩立马装出一副狗腿样 云天何懒得看他演戏 直接问 这报纸不错 多少钱一份 每期价格不一样 您手上这期 成会二十两 这么贵 云天何吃了一惊 不过想想内容 也就释然了 怪不得自己以前 从来没听说过 这玩意儿 压根不是给普通人看的 也就修行界的人 才能买得起 付了钱 云天何还没开口 罗轩又偷偷摸摸掏出一本 跟天下诗差不多 封面写着天上诗三个字 云兄弟 再看看这个 罗轩神神秘秘地说 天下诗 讲的是修行界那些事 这天上诗嘛 专门挖大爷那些 公子小姐的八卦 每期都有美人榜 您看这期 就是咱们刚才在门口碰见的 向国府千金 夜大小见 不光有详细资料 性格爱好啥的 还有宫廷画师画的画像 第108章 水深火热的夜向国 云天何被书斋老板 那奸商式的热情镜头 搞得没办法 只好买下了那本天上诗 这玩意比天下诗 还贵 四十两银子一本 罗轩那老狐狸 还阵阵有词 天下诗 上写的那些江湖八卦 真真假假 也就图个乐呵 但这天上诗 可不一样 这上面那些美人的资料 那可都是费了大劲 才收集来的 贵就贵在一个真实 而且这 天上诗 卖得可比 天下诗 火爆多了 要不是看你小子有缘 五十两我都不卖 得了得了 给你给你 云天何翻了个白眼 甩出银子 又顺手 从书架上摸了两本话本小说 揣着书扬长而去 罗轩站在门口 看着云天何走远 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低声自语道 有趣 真有意思 是挺有意思的 云天何像是听到了他的话 头也不回地回了一句 他心情大好 买到宝贝了 恨不得马上回家去看 都没心思去 经常吃的庆风楼 沉寂卤烧 随便在路边买了点韭菜 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 翻开了那本天上诗 不知不觉 桌上的韭菜吃完了 天也黑了 呼 云天何伸了个懒腰 点上油灯 这可不是他自己需要 而是做给其他人看的 没想到 当初随口一句话 竟然会造成这么大的动静 云天何看着桌上的 天下事 神色有些复杂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净空寺无香大师入魔的消息 当初他悟出 炎帝焚天绝后 心情那叫一个舒畅 半开玩笑地 对追着自己要除魔的净空寺无香 和紫竹安慧心 说了一句佛魔同宗 谁知道就因为他这句话 这两个家伙回去后 就好像走火入魔了一样 紫竹安慧心直接闭门不出 净空寺无香 则跑回总寺求助去了 结果没多久 就传出无香入魔 在西州屠杀了一整个村子的消息 一代高僧 竟然落到这般田地 下次再见 恐怕就是郑玉丝的天牢了吧 云天何叹了口气 天下事 每期就头版那三条消息能看 算是重磅消息 这期更离谱 大神通者挪动了天秦峰 归原山副长教娶小老婆 还有青蛇剑宗那小子 跟什么圣女决战 就这破事 云天何凝结洞虚 十万丈紫气霞光 惊天洞地 就给他塞在最后一页角落里 还用词夸张 糊弄鬼呢 观星四边这玩意儿 这等振动严惊之事 用词极为夸张 谁看了灰心啊 真是心机 云天何吃完饭 闲着没事 又翻起了那本四十两银子买的 天上事 这玩意儿 说白了就是八卦小报 哪个倒是和哪个圣女吃饭了 哪个公子哥嫖娼不给钱了 哪个青楼的头牌 被人包园了 比天下事刺激多了 翻到最后 果然看到了罗轩说的那个叶家大小姐叶瑶 整版都是 性格爱好 生平事迹 甚至还有写真 那叫一个楚楚动人 我见游怜 怪不得说是重磅家人 云天何看着看着 觉得有些晚了 吹了灯 倒头就睡 第二天 云天何起床洗漱 准备去当差 昨日还是清明雨 今天便雨过天晴 云天何一边漱口 一边看着院子里种的花花草草 就看见隔壁黎沈 慌慌张张地跑回来 手里还拿着洗衣盆 衣服都没洗 黎沈 这是怎么了 我的天爷啊 昨天 叶向国一家出城祭祖 遇到妖怪了 死了好多人啊 叶向国也受伤了 他女儿 还被妖怪抓走了 现在城门都被封了 叶向国出事 女儿被抓 云天何愣住了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出事了 这感觉 就像昨天刚看过某个女明星的电影 今天他就被人绑架了 太魔幻了 云天何收拾完东西 回到镇玉丝 一路上 听到不少同僚都在议论纷纷 哎 我跟你们说 我之前有幸见过那位相国 千金一面 那叫一个倾国倾城 可惜了 怎么就 一个小丽满脸惋惜 不停地摇头叹气 旁边的人 也跟着哀声叹气 可不是吗 能从乡国府的车队里 把人掳走 那帮妖魔 肯定不是什么善差 现在三思 联手出动 全程搜捕 就怕 就怕什么 你小子说话 别吞吞吐吐的 就怕找到的时候 人已经 那人语气沉重 没有再说下去 但意思 已经不言而喻 哎 那位叶小姐 真是命途多舛 年纪轻轻 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富贵 就遭此劫难 真是天度红颜啊 呸呸呸 别说这种丧气话 叶千金 可是福泽身后 逢凶化吉 以前又不是没遇到过这种事 最后还不是 都化险为夷了 我相信这次 也一定不会有事 但愿如此吧 云天何听着听着 心里不禁纳闷 这位相国千金 以前经常遇到危险 他忍不住凑到楚中天旁边 低声问道 老楚 那位相国千金 以前经常遇到危险 楚中天 四下张望了一番 见没人注意 才压低声音说道 我跟你说啊 这事说来话长 叶相国这人吧 极恶如仇 在朝为官几十年 一直致力于斩妖除魔 这些年颁布的政令 大大小小几百条 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妖魔鬼怪 更别说那些 心怀鬼胎的家伙了 他们不敢对叶相国下手 就拿他身边的人开刀 你猜怎么着 叶相国之前 娶过四任夫人 全都被仇家暗害了 叶小姐 作为叶相国的掌上明珠 自然也少不了被针对 不过好在 每次都有惊无险 这次 云天河 这才恍然大悟 胆情这老叶一家 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可怜了他的女儿 和那几位早逝的夫人 郑玉思一早上 忙得鸡飞狗跳 三思联手全程 搜捕妖魔 抓到的妖魔鬼怪 一批批地往阵域私送 连审讯都来不及 云天河和一帮同僚忙活了一早上 审问了六批犯人 累得够呛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还是没忍住 偷偷地尝试用 天听神通搜索夜瑶的下落 沙沙沙 嘈杂的声音灌入耳中 画面也混乱不堪 根本找不到夜瑶的踪迹 看来二品天听 还是不够用啊 根本无法进行精准搜索 云天河大手一挥 直接砸了一百万经验值 把天听神通提升到一品 这次搜索的精准度 确实提高了不少 但搜出来的全都是些 陌生女人的画面 我去 竟然还有崇明的 云天河哭笑不得 这天听神通 就不能根据 记忆中的印象来检索吗 第109章 胡叛 子群 云天河正琢磨着 要不要再砸一千万经验 把天听神通 给堆到地煞法的层次 就在这时 原本安静的饭堂 突然冲进来一人 哈哈 大喜事 天大的喜事 一个镇玉丝的小丽 满脸红光 激动地冲进来 扯着嗓子吼道 夜乡国家的千金 夜瑶小姐 找回来了 什么 一瞬间 整个饭堂像是炸了锅 大家猛地站了起来 满脸震惊 云天河心里奇怪 昨天才被掳走 这消息还没传开 怎么就回来了 那小丽满脸兴奋 破墨星子乱飞 绘声绘色地描述着 夜瑶平安归来的惊险经历 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 云天河也不知道 这其中有几分真几分假 不过最后一句他 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据说夜相国千金 只是受了点惊吓 其他毫发无损 真是洪福气天啊 其他人 也纷纷感叹夜瑶命好 什么妖魔鬼怪 都奈何不了他 有人好奇地打听 那掳人的妖魔怎么样了 小丽却说没抓到 估计是被三思的 阵仗吓跑了 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了 真的假的 云天河心里却是不幸 不过这事 跟他扒杆子打不着 夜相国的千金是死是活 关他什么事 果不其然 这消息就像一阵风 来得快去的也快 一转眼的功夫 大伙就又开始聊其他的了 也就是街头巷尾的闲人们 多了个谈资 估计够他们吹嘘个两三天了 经此一事 夜瑶的名声更响亮了 几乎传遍了大街小巷 云天河下班路上 就听到旁边两个年轻人 绘声绘色地议论着夜瑶的美貌和财情 简直要把他说成天上的仙女 国事 八卦 风月 到哪都是闲聊的谈资 云天河无奈地摇摇头 沿着街边慢慢走着 一辆华丽的马车从他身边急驰而过 无论是云天河 还是马车里的人 都没有注意到彼此的存在 小姐 到地方了 车夫勒住缰绳 低声说道 马车七拐八拐 最后停在景色秀丽的游篮湖畔 很快 车帘被掀开 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相互搀扶着 小心翼翼地走了下来 诺 马车师傅 给你 一个竖着百合双瓶并 穿着淡紫色烟螺裙的少女 从钱袋里掏出二十个铜板 塞到车夫手里 他似乎觉得得少了 又数了五个铜板递过去 车夫到了声线 调转马车离开了 赴完车前 子群少女心满意足地转过身 旁边的女伴却有些不满地嘟囔道 灵素 好不容易才从乡府出来一趟 你怎么每次都来这游篮湖 你不腻我都腻了 哎呀 反正都是出来透气 去哪不是去啊 子群少女拉着同伴就往游篮湖走去 再说了 游篮湖的风景这么好 每个季节都不一样 怎么会腻呢 游篮湖有什么稀罕的 严金城比这漂亮的地方多了去了 女伴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不懂 子群少女神神秘秘地凑到他耳边 几眉弄脸地说道 这儿帅哥多啊 话音刚落 一个手摇折扇 风度翩翩的白衣公子就走上前来 拱手作一道 在下彭雨安 敢问两位小姐方明 哈哈 子群少女却像看见什么好笑的东西似的 拉着女伴一溜烟跑了 徒留那白衣公子在原地尴尬地凌乱 怎么样 这地方不错吧 子群少女得意洋洋地 冲女伴挑了挑眉 女伴红着脸点了点头 一不三回头地望向白衣公子 那依依不舍的小模样 看得子群少女直了 她索性放开女伴的手 推了一把 去吧去吧 最多两个时辰 过时不后啊 嗯 女伴如蒙大赦 一溜烟跑回去 和那白衣公子搭讪起来 子群少女看着两人 撇了撇嘴 小声嘀咕道 彭宇安 这名字一点都不好听 她百无聊赖地扫尸四周 最后在湖边的石椅上坐了下来 一双美目 却盯着波光灵灵的湖面 原本活泼灵动的俏丽少女 此刻 却像湿了魂一般 任凭那些自诩风流替躺的公子哥 上前搭讪 都被她不耐烦地打发走了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我真是疯了 子群少女懊恼地抱着膝盖 喃喃自语道 每个月就这么点时间 怎么可能就这妖巧碰到她 她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苦笑道 当真是比大海捞针还要渺茫 少女叹了口气 精致的小脸上满是失落 可我能怎么办呢 本姑娘第一次主动出击 总不能就这么算了 她想起上元佳节那晚 好不容易才偷溜出府 在人群中对她一见钟情 还壮着胆子给她递了情诗 街上人挤人 到处都是小摊 卖唐人的 卖花灯的 还有耍皮影戏的 那碗的烟花 把整个京城 照得如白昼一样明亮 叶灵素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一眼就瞧见个 让她心动的男嘉宾 那少年看着跟她差不多大 站在那儿也不动她 就仰着个脑袋望天 她侧脸长得可真俊 一双眼睛也干净透亮 映着天上的烟花 闪闪发光 叶灵素也不知怎么的 那一瞬间就想冲上去 和她肩并肩站一块 一起看烟花 她瞧见 旁边有个猜灯迷的摊子 赶紧抓起纸笔 刷刷刷写了半首诗递过去 完事脸就红得像火烧似的 她偷偷摸摸躲在旁边 看她读那首诗 看她好像看懂了 还笑了 可惜啊 可惜 她还没来得及 一副自己邀的约 就被家里人给抓回去了 那一晚上哭的呀 跟被人抢了糖葫芦似的 上缘佳节 让人家等了一晚上 看着别人成双成对 亲亲我我 叶灵素 你可真行啊 子群少女拖着腮帮子 气呼呼地小声嘀咕 她算是把那碗比烟花 还耀眼的少年弄丢了 之后小半年 愣是没找着人 估计这辈子都找不着了 想到这儿 心里更堵得慌 快走快走 再磨蹭 就赶不上了 过了好一会儿 女伴急匆匆跑回来 冲着十以上的子群少女 直挥手 还不是等你 子群少女 懒洋洋地回了一句 眼珠子一转 凑到女伴耳边 挤眉弄眼地问 哎 你跟那个什么彭的 干嘛去了 是彭月安啊 女伴大声纠正 脸疼得一下红了 支支吾吾地说 刚认识 能干吗 就随便聊聊天 喝喝茶 逛逛湖什么的 你呢 你干嘛去了 子群少女眼珠子 滴溜溜一转 大声说道 我 追求我的人可多了去了 十几个公子各 抢着要带我放风筝 游湖 吃点馅 哪个不比 你那个彭什么什么 抢百倍 吹牛 我才不信 嘻嘻 两个姑娘出了游篮湖 拦了辆马车 说说笑笑地走了 第110章 这相国不是什么好鸟 云天河躺在床上 闲得无聊 又把天上事 天下事 这两本书 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这事儿 有点不对劲啊 看到最后介绍夜窑那一夜的时候 他突然猛地坐起来 云天河想了想 决定花一千万经验值 把天听神通 再提升一级 他现在还有两千多万经验值 花一千万也不心疼 一千万经验值砸下去 天听神通 瞬间升级 大量信息涌入脑海 云天河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眼前一花 发现自己变成一个老和尚 端坐在一片冷寂苦寒之地 如大佛宝像 突然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声音 不知从奶冒出来 钻进了他耳朵里 他听到神仙念经 佛祖讲道 还有龙吟虎啸 凤凰提名 简直乱成一锅粥 这些声音 就像有人在他脑子里 说悄悄话 吵得他头昏脑胀 也不知过了多久 云天河迷迷糊糊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技能栏里 多了一个地煞级技能 梵音圣儿 这玩意儿 怎么一股子佛门的味道 难道这技能升级的方向 是随机的 云天河心里也没底 不过这梵音圣儿 确实比之前的天听神通 厉害多了 精准搜索的能力 倒是发生之变 为了试试这技能的威力 云天河闭上眼睛 回忆了一下 那个相国千金夜窑的长相 然后发动了范音圣儿 很快 他脑海里 就浮现出一些画面和声音 这相国千金也就那样 身材和脸蛋 还没本大爷 上次玩的阴阳交的女徒 来得好玩 冤大爷您说的是 要玩就玩阴阳交和 欢派之类的女子 那才叫刺激 这相国千金 也就图个身份罢了 玩玩得了 你小子之前说的天学门的娘们 滋味也不错吧 别想骗门大爷 小的哪敢骗冤大爷 正好我知道 阎京城里 藏着几个天学门的娘们 这就带您去爽快爽快 少废话 赶紧的 好嘞 说话的这俩人 一个是二十多岁的俊美青年 一听就不是好人 另一个则是贼眉鼠眼的黑衣小童 满脸的产妹 又是这小子 云天河一眼就认出 这青年正是妖神殿的妖单圣妖 冤 当初袭击向国府车队 卢走夜窑的 原来是他 等这小子下次出城 老子一刀宰了他 云天河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同时他也找到了此次的目标 只见那向国千金夜窑 此刻正衣衫不整地 瘫倒在那信冤的脚下 头发凌乱 眼神空洞 就跟丢了活似的 云天河心里五味杂陈 既为夜窑感到惋惜 又有些疑惑 人明明在这儿 为什么向国府要对外宣称 夜窑已经平安回家了呢 云天河心念一动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他已经出现在 湘国府的上空 他居高临下 神势如潮水般涌入向国府 扫过无数道身影 最终在一个房间里 找到了一个和夜窑 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 而此时 夜向国正坐在书房里 神色如常地批阅着公文 好手段 云天河彻底明白了 忍不住赞叹一声 这哪里是平安回家 分明就是偷梁换柱 哼 什么狗屁服大命大 原来都是这夜向国在背后搞鬼 云天河想起楚中天的话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世人都说夜窑命好 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现在看来 分明是这老家伙 把女儿当替身 暗地里不知道 换了多少个夜窑了 为什么不宣布 女儿生死 一直招人替换 这不明摆着拿别人当挡箭牌 替他吸引火力吗 真特吗 绝了 云天河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老家伙了 只能感叹一句 牛逼 别看他自己修为高深 手段通天 论起玩阴谋诡计 这些朝堂上的老油条 才是祖师爷 云天河越想越觉得 天上市 就是一派胡言 什么鬼在真实 全是扯淡 下次再买这玩意儿 他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子 第二天 云天河去天牢当职 又听到楚中天那帮人在议论夜窑的事 他心里就一阵冷笑 想起之前在马车里见到夜窑时 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估计是被选中当替身的女孩 早就知道自己未来会面临什么 每天都活在恐惧中 却不敢说出来吧 这夜相国也不是什么好鸟 云天河暗骂一句 这时 唐校尉走过来 让他准备一下 说 一刻钟后 跟慕容大人去趟法场 这种事 云天河也不是第一次做了 没多想 就点头答应 好 一刻钟后 云天河见到了慕容雪 最近 严谨城里真是风波不断 每次出事 上层总得抽掉四丝的精英高手 慕容雪身为翘楚 自然逃不了被争掉的命运 半月不见 云天河隐约觉得 他似乎轻瘦了一些 修为却大幅提升 已是玄陵七重高手 慕容大人 云天河恭敬地打了声招呼 慕容雪冷冷应了一声 原本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见到云天河后 眼神竟然柔和了不少 这样的变化 让同行的丽木们羡慕不已 眼中充满复杂的神色 实际上 要不是因为慕容雪的身份和威严 早就该传出他们之间的流言蜚语了 云天河却根本不在意 认为是这些人想多了 慕容雪对他的态度不同 估计纯粹就是因为他长得帅 就像单位里小领导 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见到手下漂亮的女下属 也会觉得心情好得多 不过 今天云天河押送的犯人实力不高 区区化圆境 慕容雪亲自出马 还带了四个郑玉丝的力 是因为这家伙 身为陈埃教的一名堂主 让人不得不重视 陈埃教可是图摩斯最近捣毁的邪教组织 专门暗中宣扬邪门教义 收拢教徒 摆弄人心 严禁城里 一大批百姓被蛊惑 杀妻县子 各种猖狂行为屡见不鲜 恰好在云天河凝聚洞虚那天 陈埃教正在举行某个大型巨众祭祀活动 结果大火以为老祖险胜 兴奋地在街上狂欢 最后被金兆府和图摩斯的人抓个正着 整个邪教一锅端 连教主副教主 堂主乡主 个个都难逃 这几日审得差不多 接下来开始陆续押上法场 斩首示众 今天云天河押送的陈埃教堂主 是个浓眉大眼的青年 虽说受刑时已被弯木割舌 面容仍旧英俊 可实际上 他在陈埃教中专门负责活人生计 手段残忍地让人毛骨悚然 陈埃教 老祖都市 这不会是日月魔教的分支吧 云天河有些恶然 因为他对蛊惑人心 搞邪教这种事 云天河心中只知道 日月教是个专业户 第111章 升级还是慢 旁边一个的小丽 听到云天河的自言自语 忍不住插嘴道 嗨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可不是日月教 日月教喊的口号是 老母就是 云天河没捎一条 有什么说道 当然有了 去别大了去了 看了眼走在前头 仿佛什么都听不见的慕容雪 这小丽眼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 日月教拜的是日月老母 所以教徒都喊 老母就是 但这尘埃教喊 老祖都市 是因为他们 其实是魔道七宗 图教 的下属教派 拜的是图教 的林峰老祖 日月老母 林峰老祖 图教 云天河这才明白过来 感情这图教和日月教 是一丘之和 都是些邪门歪道 这位兄弟好见识 云天河忍不住夸赞这几句 那小丽摆摆手 一脸得意 叫我马言就行 拷问这些尘埃教的兔崽子的时候 我可是出了不少力 自然知道的多 怪不得 云天河恍然大悟 一行人很快就到了法场 云天河以前见过 不少砍头的场面 底下看热闹的 叫好的 咒骂的 扔烂菜叶的 什么人没见过 可今天这诡异的场面 他还是头一回见 只见法场周围 黑压压跪了一片 穿着红蓝衣服 尘埃教的百姓 一个个跟死了爹妈似的 也不说话 就恶狠狠地盯着台上 那眼神恨不得吃人 等到那尘埃教堂主 被压上来 这些人跟疯了一样 又哭又喊 推推嗓嗓 眼看着就要冲上台 去劫阀场 还好那些官兵 也不是吃素的 三下五除二 就把他们打了回去 可这些家伙也是够狠 打不过就掏出粪桶庙桶 劈头盖脸 就往官兵身上招呼 那场面 简直是不堪入目 云天河站得远远的 看着那些被泼了一身 屎尿的官兵 忍不住问 怎么不把他们全抓起来 穿着身衣服的 不都是这什么邪叫的 抓得完吗 今天抓一批 明天冒出来更多 马炎翻了个白眼 抓几天 金兆府衙和我们郑玉丝 都得被塞满 再说了 抓这些蠢货有什么用 白费力气 就是 让他们闹腾去呗 旁边另一个小丽也凑过来 一脸不屑地说 这些渔民 一个个蠢得跟猪一样 被人一忽悠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这会儿看着下要拼命 等着尘埃叫被灭了 用不了几天 就该吃吃该喝喝 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马炎他们这些郑玉丝的老油条 这种场面见得多了 一个个都见怪不怪的 完全没把这些疯子放在眼里 云天和看着乱成一锅粥的法场 心中暗响 才一个堂主就闹成这样 等过几天 砍了那尘埃叫教主 现场岂不是彻底乱套了 不过 这都不是云天和这种小丽该担心的事 他扭头瞄了眼慕容雪 只见他翘脸寒霜 手按在刀柄上 一双凤眼死死盯着场下 不知在想什么 回到天牢 下午提神了两个犯人 就闲下来了 云天和开始盘算 自己每天的经验值收入 这天牢四层的犯人 几乎都被他塞进了 幽名静点 现在每天躺着 都能有将近四十万的经验进账 他现在是洞虚二重 升到洞虚三重 需要三千万经验值 要是一直这么刷 两个半月就能升级 快吗 对别的洞虚静老家伙来说 简直快到离谱 可云天和还是嫌慢 要不 我再去宰一头征兽 上次一下子就给我报了五千万经验 话是这么说 可整个大盐王朝 像征兽那样的怪物才几只 好不容易逮着一只送上门的 跟过年杀猪四一样稀罕 细水长流才是王道 还是得抓活的 云天和琢磨着这个问题 以他现在的实力 抓个洞虚静的犯人 跟娃儿似的 一点难度都没有 问题是 抓来之后关哪 五层或者六层 云天和突然想到 天牢四层下面 自从清歌走了之后 五层就一直空着 与其浪费空间 不如拿来观人 再说 这天牢六层有些奇怪 以前那么多天刚神幽静的狠角色 都被扔进去 结果一个都没出来 简直就是个超级监狱 想到这 云天和就忍不住 想去下面看看 反正清歌走了之后 他也好久没下去过了 一个念头 神魂就到了天牢四层 好久没用神念化身 云天和发现 现在的神念化身 比以前凝死了好多倍 整个人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就连随意幻化出来的衣服上的纹理线头 都清晰可见 是 恋魂诡诀 突破第七层 带来的提升吗 想到脑海中 那颗 正在孕育着什么的神魂大简 云天和心里突然有点期待 他很想知道 这玩意儿 到底能孵出个什么东西来 他照例 先去看了看几个四层的老朋友 然后又去了青云门 和图教那两个双面间谍老哥那里 云天和本来想着 神魂提升了这么多 看看能不能在搜魂方面 有什么新的突破 结果还是对那家伙脑海深处的密码锁 束手无策 总感觉这人是个幌子 真要把他脑海深处打开了 里面说不定装的是依托答辩 云天和盯着那人 心里暗暗想到 魔道圣气鬼气魔道一出 谁不眼红 连云天和这等比肩天人 敬尊者存在 都眼馋得紧 更别说其他人了 可偏偏就让图摩斯那帮家伙 找到了线索 怎么想 怎么觉得祈求 郑玉斯那帮老狐狸 说不定早就闻到味儿了 只是现在犯人 都审问到这份上了 明知道有猫腻 也得硬着头皮查下去 希望别被坑得太惨 云天和心里默默感叹 甩袖踏入第五层 这次他没有直接进大殿 而是站在五层煞气弥漫的虚空之中 远远望着中心那座孤零零的大殿 一想到不久前 还有个单纯的像白纸一样的情歌 每天独自一人在殿内看书 下棋 自言自语 一股难以言喻的惆怅 涌上心头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 毕恭毕敬的行礼 江森拜见前辈 云天和懒得搭理这老头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他哪里知道 江森此时此刻 内心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这 难道又突破了 以前云天和的气息 只是让他感到压力 而现在 江森却感觉像被一座大山压着 几乎喘不过气 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 仅仅一道神念化身 就如此恐怖 本尊的实力 该有多么可怕 想到这里 江森心中一阵悲凉 他卡在洞虚近几百年 眼看就要受缘耗尽 作画而亡 可人家道好 天人竟还能继续提升实力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云天和可不知道 短短片刻 江森的脑子里 已经转过了这么多念头 他闲听信步地在五层溜达 那些闭关的家伙 他懒得看 倒是那些死了的 直接把骸骨从里面拽出来 一连刨了好几个坟 云天和都没找到什么好东西 忍不住皱起眉头 虫一样跟着的江森 这些家伙死了以后 啥都不留的吗 江森低眉顺眼地回答 前辈您想找啥 五四的人作画以后 东西可都被我们收走了 云天和眼珠子转了转 语气平淡地说 有个小辈想跟我学艺 可惜我的教不了他 想着来这五层随便看看 江森沉吟 然后道 原来如此 前辈您稍等 我这就去给您找找 说完 江森毕恭毕敬地退下了 还真有东西啊 云天和看着江森离开的背影 脸上露出几分奇异之色 云天和一路摸尸 纯粹是闲得慌 就像买了套二手房 不得好好翻翻 看看前任房主 有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玩意儿 他现在就是这种心态 自从他决定以后 把犯人丢到这天老五层 这里就成了他的地盘 不管死的活的 只要在这五层 那都是他老云家的财产 第112章 血域修罗全篇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江森就一阵风势地回来了 手里还捧着一落皮书 五层那些已经作画的大言老鬼留下的好东西 皇宫隔三差五就派人来收 晚辈从其中踏印了几本 都在这了 请前辈过目 云天和没有着急拿 看着眼前的江森 既然是大言隶属之物 你就这样摆给我 不怕被人知道了 骂你背弃祖辈 江森嘴角一抽 但还是恭敬地说道 入得了前辈的眼 那是大言的福气 再说了 皇宫那藏经阁里头多的是 前辈您要是真想去 谁拦得住啊 云天和冷笑一声 一把抓过皮书 入手一摸 竟然是人皮 每一张人皮都来自不同的人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云天和估计 这些皮是从那些作画的老家伙们身上包下来的 五层煞气冲天 寻常之物在煞气浓郁的五层根本无法保存 也就这些天刚进强者以上的皮 才能扛得住 云天和随手拿起一本 定睛一看 大日如来今 这好像是晋空寺的镇寺绝学 一品绝世武功 这天老五层里居然有这等宝贝 江森这老小子也是够舍得的 不过再仔细一看 云天和就明白了 原来是残篇 虽然心法完整 但唯独少了最重要的大日如来观想图 没有观想图 根本入门无望 云天和摇摇头 继续往下翻 九天玄剑诀 一品绝世 青蛇剑宗正派绝学 可惜缺了最后两件 青云七世 一品绝世 青云门正派绝学 可惜缺了后三世精华 云天和一页页翻下去 竟然没有一门功法 是低于一品的 全是顶级宗门的正派绝学 和不传秘法 但美门功法 都特么有点毛病 缺胳膊少腿的 云天和心里一阵无语 要说 那江森没诚意 那也不对 这对人疲倦 随便拿出去一卷 都能在外面掀起心风血雨 但要说他有诚意吧 美门功法不是缺症就是少那 简直逼死强迫症 不过云天和压根就没指望 这老小子能拿出什么好东西 他这一身本事 都是从别人那儿继承的 柔和千百种功法 法爵以及神通 在用经验值堆上去的 你就算真拿一门完整的 绝顶功法摆他面前 他都没那闲功夫 从头开始练 云天和随手翻看着 马上就要翻完的时候 突然 就塌了 云天和看到一门功法 眼睛都直了 云天和一把抽出那张人皮 剩下的 直接扔回给江森 还没等江森说话 他就心念一动 直接消失 天人尊者 就是这么任性 再出现 云天和已经在天牢六层了 上次神念化身 被偷袭搞残了 现在他谨慎了 在六层那个深渊大洞边上 就停下了 没再往里走 云天和盘腿一坐 运转七层 天蝉吞月宫 顿时 他神念化身胸口的位置 好像多出一张血盆大口 这大口一出现 六层所有经过云天和身边的 凶煞利器 全都被他吞了进去 就一眨眼的功夫 以云天和为中心 六层入口 这就出现了一块绝对真空区域 所有冒出来的凶煞利器 留到这儿 就好像掉进了更深的深渊 消失的无影无踪 云天和赶紧看 幽冥静点 上人急刀一转 的经验值 果然 经验值正在疯狂上涨 本体体内的劫煞之单 也在慢慢变大 速度虽然不快 但是很稳 度过洞虚雷劫之后 云天和的人急刀 一转 的经验值 已经超过五百万了 主要还是 最后那三道顶上劫雷太给力了 光这三道劫雷提供的经验值 就超过一百万 这煞气源源不断 白嫖个千八百万经验值 应该没问题 云天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没啥问题 于是美滋滋的 把刚从江森那儿得来的人皮 卷功法拿出来 往膝盖上一滩 只见这人皮卷上写着 血玉修裸斩 天极片 地极片 人极片 某个身宅大院 灯火通明 九袖熏天 一个赤身裸体的俊美青年 左拥右抱 玩得不亦乐乎 突然 这青年脸色一变 刷的一下 从温柔箱里跳出来 胡乱套了件衣服 一把推开身边的女人 就冲出了房间 到了门口 她手一翻 掏出一片亮晶晶的鳞片 往手心里一搓 鳞片顿时光芒大作 一个带着黑色斗笠 浑身散发着冰冷气息的女人 从光芒中缓缓现身 大姐 俊美青年一见这女人 立马换了覆面孔 点头哈腰地叫了一声 女人开口了 声音沙哑低沉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还没开始呢 俊美青年 老老实实地回答 那就赶紧开始 给你五天时间 必须解决 女人冷冷地下令 怎么这么急啊 俊美青年有些不乐意 黑龙渊那老龙的儿子 不是被关在大延天牢里 快二十年了吗 也不差这两天啊 大姐 我好不容易下山一腾 就不能让我多安几天 斗笠下 一双冰冷如刀的眼睛 直直地盯着她 就算隔着影像 俊美青年也感觉像是 被洪水猛兽盯上了一样 顿时浑身僵硬 冷汗一直地往下流 大 大姐 我错了 平时不可一世的青年 在这女人面前 也只能乖乖认怂 看到她认错了 女人的眼神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语气也变得温柔起来 不是大姐不让你闻 只是这次 情况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俊美青年忍不住问道 女人淡淡吐出几个字 真老五死了 嗯 俊美青年猛地抬起头 脸上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 真老五死了 怎么死的 谁干的 被人一刀砍死的 女人继续说道 是谁暂时还没查出来 不过应该是 大阎皇朝的天人静尊者干的 哦对了 真老五 就是在你附近死的 半个月前 严京城外青山脚下 俊美青年的脸色 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他们妖神殿的第五圣 真老五 竟然半个月前就死在了严京城外 而他当时就在严京城 竟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第113章 区区一品功法 妄想杀神 真老五那家伙 虽然在妖神殿排在我之下 但我和他打了这么多年 谁也奈何不了谁 那家伙都能被一刀劈了 说明我在他面前 也是被秒的份 难怪大姐会现身催促 快些结束这边的事情 青年心里咯噔一下 顿时明白过来 事情的严重性 知道了大姐 我马上解决 他深吸一口气 语气凝重 嗯 黑龙猿老龙王那单子 能接就接 接不了就撤 你是聪明人 不用我教你 女人冷冷地丢下一句话 身形便化作点点星光消散 只留下一片闪着微光的鳞片 青年捡起鳞片 眼神闪烁不定 身后房间里 音歌厌舞 咪咪之音在寂静的走廊里 格外刺耳 他猛地回头 俊美的脸上 闪过一丝猙獰 脑袋瞬间膨胀成比房子 还大的怪物头颅 轰然撞碎房顶 探了进去 屋内顿时乱作一团 尖叫声 逃跑声不绝于耳 很快便被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取代 片刻后 怪物脑袋缩回原形 青年舔了舔嘴角的血迹 厉声咆哮 柳七郎 给本大爷滚过来 话音未落 一只巨大的乌鸦 扑腾着翅膀 扯着破罗嗓子飞了过来 来了来了 冤大爷 小的在呢 你有什么吩咐 给本大爷找个人 人急刀的经验值 还没破五百五十万 云天河就将血运修罗斩 看完了 眼中金光暴闪 这刀法 够狠 够狂 云天河赞叹一声 只能说 这门功法很有想法 血运修罗斩 分天 人三片 他早就对人急篇 已经了如指掌 简直就是一门杀戮盛宴 刀下亡魂越多 刀法就越霸道 而地急篇和天急篇 更是充满了 让人热血沸腾的狂暴 杀杀杀 杀尽一切 以万物为继 通篇看下来 只有一个杀字贯彻始终 修行地急篇 虚斩地灵 杀的地灵越多 刀法越强 天急篇 虚杀天灵 杀的天灵越多 刀法越强 总的来说 就是人急刀要人煞之气 地急刀要地煞之气 天急刀要天煞之气 整篇刀法 利益之高远 野心之勃勃 简直闻所未闻 云天河觉得 一品绝师评价 有些委屈他了 根据刀法的介绍 人煞之气来自生灵 地煞之气来自地灵 天煞之气 则是来自天灵 前两者云天河都懂 唯独这个天灵 他也是看了 刀法中的解释才知道的 天灵 唯先天鬼神 怪不得说 这刀法创造者 是个疯子 区区一品繁工 就特么 想着去杀鬼神了 这心真是大到没边了 神是没得找 但鬼倒是不少 这天急刀拿来杀鬼 倒也能入门 就是威力和创刀者想的 那种毁天灭地的天刀 差远了 云天河忍不住感叹 要是真能斩神 这血玉修罗斩 说不定真能和天罡地煞法 掰掰手腕 可惜 到底还是空中楼阁 云天河也没那个闲工夫 去专门修炼天地二刀 人急刀吸收了海量的劫雷之力 和天牢煞气之后 早就已经自成一派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 已经不算是血玉修罗斩了 他修炼这门刀法 主要还是为了弥补心中的一个遗憾 等什么时候 有空了再研究吧 这门刀法也不算完整 按理说 及其天地人三刀 整个刀法应该会有质变才对 可惜这刀法里也没写 估计是创刀者 自己也没练到那一步 云天河想着 一副锈站了起来 停下了煞气的吸收 再看人急刀的经验值 已经涨了快三十万了 不错 以后没事就来这白嫖 等经验值过亿 二品之法 照样能和天罡地煞法硬刚 云天河心满意足 他知道路要一步一步走 饭要一口一口吃 今天就到这儿吧 云天河看了一眼六层底下 终究是没下去 便回去了 最近这天 真是见了鬼了 自从那天从云天河那儿 弄到了完整的血液修罗斩 严金城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下雨 稀稀利利 与世也没停的迹象 屋里也朝得要命 到处湿答答的 难受无比 呼 云天河随手灭了指尖上的 一缕小小火苗 顿时觉得屋里清爽多了 这才满意地收回了神通 今年这雨季也来得太早了些 云天河晒的衣服都三天了 还湿漉漉的 再不干就没得换了 逼得他不得不 祭出炎地火 上次直接把百里九屈 盒给蒸干了 这次可得悠着点 就用比绿豆大一点的火苗吧 效果那是立竿见影 一眨眼的功夫 整个屋子里的水汽就没了 云天河换上烘干的解质袍 配刀一胯 出门 今天本来该休息 可谁让尘埃叫那帮家伙 最近闹得欢 郑玉丝芒的脚步粘地 他也不得不被拉去当苦力 还好唐校尉够意思 不用他按时打卡 不然哪能这么悠闲 云天河撑着油纸伞 沿着天书大街 晃晃悠悠地往西城门走 路过油饼摊 香味只往鼻子里钻 肚子里的蝉虫 顿时就被勾起来了 虽然早上已经吃过了 但还是没忍住 买了两个刚出炉的 边走边吃 正吃着 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云兄弟 云兄弟 云天河抬头一看 原来是有间书屋的老板罗轩 正笑眯眯地朝他招手 进来喝杯茶再走 不了不了 当值呢 云天河拍了拍腰间的佩刀 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罗轩点点头表示理解 转身回了书屋 云天河随意地扫了一眼 发现书屋里有个穿红裙的姑娘 手里拿着鸡毛胆子 在书架上扫来扫去 不像是来买书的 倒像是来帮忙的 这么点大的书屋 还缺帮工 云天河摇摇头 没多想转身继续往前走 罗轩那家伙身为洞虚真人 神神叨叨的 有点怪皮也正常 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一股微弱的妖气 钻进了他的鼻子 这妖气极其微弱 要不是他天人静的神魂 根本察觉不到 说起来 他虽然经常晚上出去抓妖 在严京城里 也收拾了不少躲在暗处的妖怪 但大白天在闹市区碰到 这还是头一回 妖气来自天上 第114章 以后绝不穿官服买吃的 云天河不动声色地抬头望去 只见对面九楼二楼的屋檐上 站着一只乌鸦 这乌鸦 浑身上下黑得发亮 雨点打在身上 跟裹了层白毛一样 可他根本不当回事 就盯着一个方向看 云天河顺着他目光一瞧 这乌鸦看的 居然是有件书 有点意思啊 云天河心里轻叹 这罗轩 还大赢于是当老六呢 这不就露出鸡脚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妖怪 来偷窥他 云天河也懒得管 反正罗轩自己有本事 用不着他操心 别把书屋搞关门就行 不然没好东西看了 那乌鸦朝他看过来 云天河收回目光 啃着油饼慢悠悠地走了 严京城某处 冤大爷 你要找的是这小子 黑衣小童柳七郎 双手撑起一面光幕 上面正是有间书屋的画面 画面里 书屋老板悠哉悠哉地喝着茶 一个俊俏少年 打着伞从门口路过 手里还拿着个饼 是他 本大爷要杀的人 俊美青年 鸦眯着眼睛 盯着画面里 那个中年书生模样的老板 还有他旁边那个 红裙少女 眼中寒光一闪 不过杀人是私事 本大爷还得先去办点公事 知道知道 柳七郎立马接话 冤大爷您还得去救 啪 话还没说完 柳七郎脑袋上 就挨了一巴掌 救你话多 冤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给我盯紧了 等我回来 要是人不见了 看我不拔光你的毛 小人明白 小人明白 柳七郎捂着脑袋 点头如捣蒜 冤没再说什么 转身出了房间 来到屋外 他站在雨中 仰起脸 任凭雨水打在脸上 下一秒 冤的身影 突然消失在原地 仿佛融进了 这漫天细雨之中 天牢门口 这鬼天界 一个狱卒 骂骂咧咧地走到天牢门口 随手抹了 把衣服上的雨水 早知道 听婆娘的话带把伞了 他一边嘟囔着 一边把写着玉字的衣服 脱下来抖了抖 啪的一声 水珠四溅 顺着天牢 涌到一路往下 最后落到了天牢四层 那水珠轰然炸开 雾气中 走出一道人影 仔细一看 竟是个一丝不挂的俊美青年 这青年浑身上下 都像是水做的 在火光下 显得有些不真实 要是在下半个月雨 本大爷进来 就容易百倍 青年不爽地骂骂咧咧 郑士渊 他环顾四周 脸上满是激讽 大言郑玉思天牢 也不怎么样吗 黑龙冤那老东西 真是个废物 亲儿子 被关在这种鬼地方二十年 自己不敢来救 反倒求到 我们妖神殿头上 就这耸包 也敢跟本大爷并称龙 冤催了口唾沫 骂骂咧咧地开始找人 那老龙说 他儿子被关在天牢四层 甲子一号牢房 冤几乎没费什么劲 就找到了地方 他仔细听了一会儿 确定里面传来了龙吼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没错 就是这里 冤正要动手破开牢门 却又突然停手 得先想好 怎么逃出去 他眉头紧锁 很快又舒展开 怕个屁 直接杀出去 我的速度 就算天人静 也未必赶得上 稳妥起见 冤再次确认了一遍计划 这才猛地出手 一把抓 向牢门上的静止 天牢二层 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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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河刚到二层 就看见楚中天坐在地上 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朝地上吐口水 跟风了似的 楚中天 又发颠了是吧 回头的你自己脱干净 云天河连忙夺远 捂着鼻子嫌弃道 楚中天抬起头 刚想说话 却又垂头丧气起来 云天河一看他 这副表情 顿时来了兴趣 怎么了这是 出什么事了 别提了 倒霉透顶 楚中天长叹一口气 白白手 我今天来当职 本来想去晨记吃完卤烧 你知道的 我最爱吃那个 云天河的点点头 楚中天这个杂碎汤狂魔 整个二层 谁不知道 中午一闲下来 就偷溜出去买 生怕别人跟他抢似的 可今天偏偏 晨记没开门 我就去了许记 谁知道 许记也没开门 我又去了黄记 你小子别废话 行不行 直接说重点 云天河听得脑磕疼 这小子废话 怎么这么多 楚中天哭丧着脸 重点是 我跑了三条街 平时长驱的店 全都没开门 最后 随便找了个路边摊 谁知 他猛地一拍桌子 咬牙切齿 谁知那卖杂碎汤的老板 竟然是尘埃焦的邪焦徒 他 他竟然 云天河疑惑到 他在汤里下毒 还不如直接下毒 楚中天几乎从牙缝里 挤出这几个字 拳头捏得咯吱作响 他竟然 竟然在我的大肠里 颤屎 云天河差点没绷住 楚中天这小子 也太倒霉了吧 你怎么知道 他是尘埃焦的 为了忍住不孝 云天河只能拼命 控制住自己的脸部肌肉 我质问他 到底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 他竟然说是故意的 就因为 之前他亲眼看见我 压着他们尘埃焦的 一个乡主去罚场 还说 就算我再抓他一次 他照样赶 下次还要在我的大肠里掺食 楚中天带着哭腔 委屈得像的孩子 天河兄弟 你说我是不是太倒霉了 整个这玉丝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压过尘埃焦的人去罚场 怎么就盯上我了 看着楚中天这副惨样 云天河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打死 也不穿利袍 去街边买吃的了 唐校尉若是来了 就说我病了 云天河刚想安慰几句 突然眼眸微动 不等楚中天反应过来 云天河已经闪身出了休息房 他身形快如鬼魅 在天牢几层之间穿梭 无人能察觉到他的踪迹 眨眼间 云天河已出现在天牢四层 甲字一号牢房门前 一个半透明的青年 正要伸手触碰牢门 终于被我逮到了 云天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眼神却冷冽如冰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擅闯天牢四层劫狱 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第115章 逃跑神通 有点意思 云天河五指一张 就这么漫不经心地 搭在冤的脑袋上 动作随意 仿佛捏死一只蚂蚁般 轻松血液 根本没把对方那点 洞虚几重的实力放在眼里 对付这种货色 还需要用什么功法招式 天人之下 他云天河想杀 也只需要动动手指头的事 无需动用任何神通 只要释放洞天之力 便可将他捏爆 当他无暇洞天 是摆上吗 小东西 给你来个仙人府顶 云天河手掌随意一压 轻描淡写 却仿佛引动了蔑视之力 只见那片虚空 都承受不住这恐怖的力量 瞬间扭曲崩塌 倒到漆黑裂缝 如毒蛇般蔓延 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威压 哄 约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整个身体就炸成了一团血污 等等 有点意思 居然能在我眼皮子底下玩花样 云天河眉头一挑 看着手中消散的水汽 话音未落 云天河的身影已然消失 只留下令人心悸的威压 约化深水雾 一眨眼就冲出了天牢 混进漫天大雨里 玩了命的 朝延京城外狂奔 完了完了 他心里疯狂咆哮 大延天牢里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怪物 现在一想起 刚才在天牢四层那要命的场景 他头皮就一阵阵发麻 活都快吓飞了 那只突然从脑后伸出来的恐怖剧长 简直让他回忆起发飙的大姐 根本没时间反应 他只能拼命催动神通 撒腿就跑 连头都不敢回忆下 更别说看清对方是谁了 快点跑 再快点 不然命要没了 渊的脑子里 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念头 他几乎是瞬移一般 冲出炎京城 一口气跑出去上百里 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 感受着头顶绵延不绝的雨丝 他终于稍微松了口气 天大地大 本大一想去哪就去哪 现在谁还能抓得住本大眼 渊稍微放慢了速度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可他刚一转头 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只见天地之间 一道黑色闪电从极远处飞速射来 这黑光锁过之处 雨水全部蒸发 形成一道显眼的真空通道 眨眼间就到了他面前 渊根本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就被黑光瞬间洞穿 碰 他化作漫天水雾 消散在天地之间 而那道射爆他的黑色闪电 却无声无息地钻进了地面 留下一个手指粗细的小洞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嗯 远远根在后面的云天河 神识捕捉到这一幕 忍不住惊讶地轻哼一声 如果说普通洞虚境真人的灵力是棉花 那凝练出无暇动天的他的灵力 就是千锤百炼的金刚 用这种强度的灵力催动下 就算是最垃圾的的九品功法 都能被他用出毁天灭地的威力 所以 他这一剂 祭天逢尸 真法 本来是十拿九稳 绝对能把对方定死 却没想到 竟然还是被对方逃了 云天河立刻散开神识 远超一般天人镜的恐怖神识 瞬间覆盖了方圆百里 很快就在数十里外的地方 捕捉到对方的气息 原来在这 跑得还挺快 云天河右手食指微微弯曲 再次弹出一道 祭天逢尸 真法 这道穿透力达到极致的无形之针 直接撕裂虚空 在空气中留下一道黑色轨迹 瞬间消失在南边的天空中 但很快 云天河脸上又一次露出惊讶的表情 又跑了 他再次放出神识搜索 连续两次出手 冤的逃跑能力 已经让他感到震惊 他这次明明抓到的是冤的真身 可每次祭天逢尸针 即将击中对方的瞬间 真身就会变成假身 冤化成水 水又变成雾 雾气散开 像一道光一样消失了 眨眼间 他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了 这手段 简直神了 神鬼莫测的玄妙神通 云天河忍不住鼓掌叫好 他眼睛死死盯着几百里外 完命逃跑的冤 清澈的眼睛里 慢慢透出一道金光 就像猎人盯上了最喜欢的猎物 云天河抬头看着天空 无数羽丝从云层中落下 打在他脸上身上 凉丝丝的 他好像有点明白 冤这招是怎么使出来的了 还好本大也别的不行 逃跑的本是天下第一 冤的身影 第四次出现在雨里 接连三次躲过了追杀 冤从一开始的害怕 到现在慢慢冷静下来 甚至还有点放松 人族的天人静 也不过如此 冤得意地哼了一声 马上又严肃起来 认真的说 现在我的行踪暴露了 这次的两件事 估计都办不成了 只能先和大姐说一声 再从长记忆了 说着 冤随手变出一片薄薄的鳞片 他一边用手搓着鳞片 一边警惕着 随时可能出现的攻击 还没等他把鳞片搓亮 就感觉脚下的地面 开始剧烈震动 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泥土和石头 像潮水一样 向两边涌去 一股巨大的鬼气和湿气 从地底下冒出来 换招数了 冤冷笑一声 他现在不着急逃跑 反而停下手里的动作 抱起双臂 饶有兴致地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大坑 哄 过了一会儿 一只几时丈高 浑身上下都被浓浓的湿气 和鬼气包裹着的怪兽 从坑里跳了出来 五条尾巴 一只脚 身体像豹子一样 看到这怪兽 冤得瞳孔猛地缩小 下意识地就喊出了 对方的名字 老五 那只怪兽却没有回应他 只是恶狠狠地盯着他 好像只要有人一声令下 就会毫不犹豫地 扑上来撕咬他 好好好 原来老五是死在你的手里 冤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凶狠 恶狠狠地说 我倒要看看 是谁杀了我们妖神殿的圣妖 还敢抽魂炼尸 天人静又如何 妖神殿什么时候怕过 仗着自己神通逃跑之玄妙 冤胆子也壮了起来 干脆不逃了 转身面向一个方向 冷冷地看着 没过多久 那边就传来动静 一道金光 缓缓来 这金光尊贵无比 从地面升起 直冲天际 所过之处 乌云和雨丝纷纷散去 很快 那金光就来到了渊的面前 一个二十岁左右少年 穿着一身黑底银边的官服 腰间挂着一把长刀 眼神清澈 俊美非凡 正微笑着看着渊 渊猛地抬头 正好对上那少年的眼 坏了 是那家伙 第116章 渊死滋养大地 进花水月楼 那晚把阴阳叫杀光了得很人 有件书 那个肯有饼的路人 居然是他 竟然是你 渊的声音都打颤了 脸上的震惊 根本藏不住 他做梦都没想到 那个两次擦肩而过的家伙 就是一刀劈了针老五 追着他杀的大言天人敬尊者 渊脑子嗡嗡的 还没从这消息里缓过来 就见那少年懒洋洋地抬了抬手指 不好 他要动手了 渊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可下一秒 他就发现 那手指并不是对着他的 而是对着天上 只见那修长的指尖上 突然冒出一团金色的火苗 火苗摇摇晃晃地飘上了天 然后 金色的光芒 像太阳一样 轰然炸开 方圆数百里 原本的乌云 暴雨 全都被这金光驱散 只剩下万里晴空 和暖洋洋的太阳 就连脚下的泥巴路 都被晒干了 渊看傻了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神仙手段 突然 渊一个机灵 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一股寒意 从尾椎骨植冲天灵盖 完了 雨停了 水没了 雾也散了 他的神通 还怎么施展 别人眼里的圣景 在他眼里 就是一片绝地 完了 渊冷汗直冒 浑身发抖 恐惧像潮水一样将它淹没 根本来不及多想 转身就跑 那速度 快如闪电 几乎要和阳光融为一体 快 再快 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只要逃出这片区域 我就还有机会 云天河也不追 反而按住蠢蠢欲动的 睁腰失授 漫不经心地说 别急 看着就行 说完 他手搭在刀柄上 清澈的毛子 盯着远处逃窜的渊 嘴角轻起 渊 借你神通一用 下一息 长刀出鞘 寒芒乍气 一道璀璨刀光 裹挟着无尽凶煞之气 撕裂虚空 将那顿逃的身影斩杀 一边天色晴朗 一边阴雨不断 两种天气 就隔着条线 渊就站在这界线上 就差一步就能迈出去 可这一步 跟天欠一般 一道血线 从他眉心浮现 一路往下蔓延 渊伸手 想去抓面前的语物 嘴唇哆嗦着 好像要说什么 下一秒 整个人就被刀器劈成两半 两半尸体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头四不像的怪物 看着像龙 又像鱼 说不出的诡异 接着 更诡异的是 发生了 那怪物尸体 跟化成水似的 直接渗到地底下去了 嗯 云天河刚把刀收回来 就看见渊这副死状 整个人都惊了 他一个闪身冲过去 神念往地下一探 又用了地脉灵星 泛因圣尔好几个神通 就是没找到渊 云天河这回是真猛了 系统奖励都到手了 渊肯定死透了 可是尸体化水 是什么邪门操作 见光就散 见水就化 见土就消失 这就是肾妖 云天河自言自语道 云天河早就从征兽的记忆里 知道渊的底细 也知道这家伙不是什么善差 但没想到 死了还这么古怪 此时 他感觉到 脚下有一股强大的灵气 被地脉吸收 还有一部分冲上天空 原本的阴眠细雨 瞬间变成了倾盆大雨 刚刚被他烧出来的晴空 也被乌云遮蔽 阎京城今年这雨 怕是有些漫长了 云天河算是长见识了 这上古异寿 诞生时有神意 陨落时亦有异想 云天河把那鬼龙睁腰视安顿 马不停蹄地赶回阎京城 这雨是 越来越大 本来 就是稀稀利利的小雨 滋润着万物 这会儿说变就变 天降大雨 不打伞 就等着变成落汤鸡吧 放眼望去 大街上 人人都拿袖子挡着头 急匆匆地赶路 云天河这会儿可没闲着 他耳朵一束 用地脉灵星神通听了起来 这阎京城地下 还挺热闹 阎京城地下 土壤疯涨 水脉也越来越粗 还冒出来不少新的 各种小动物 跟过年似的 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水是生命之源 这雨下得越大 老百姓的日子 就越好过吧 虽然云天河 对种地一窍不通 但他也知道 那冤死后 一身的精华 都溶进了这片土地 滋养了大地河水源 这土地 变得比以前更肥沃了 种什么长什么 这水呢 也变得更加清澈甘甜 鱼虾成群结对 水源也更加充沛了 这鱼米之香 百姓的日子能差了 云天河突然想起 之前和韩老头 在三层解药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 好笑的事 他自己也说不清 到底是不是笑话 反正 他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头黑不溜秋的 黑熊精 因为吃人和私设神庙 偷摸着收香火 被斩妖丝给抓了 这黑熊精 被五花大绑地 压在解妖台上 还阵阵有词 说吃人他认了 私设神庙 偷收香火什么的 这锅他可不背 那些个庙啊 像啊 都是老百姓自己给我建的 跟我有啥关系 云天河当时就乐了 你个妖怪 还吃人 老百姓为啥 要给你修庙立项 那黑熊精一听 顿时傻眼了 两手一摊 说他哪知道 云天河当时就觉得 这黑熊精在狡辩 压根不信他的鬼话 可谁知 旁边的寒老头 却一语道破天机 这憨熊还真没说谎 他专挑那些贪官污吏 为父不仁的家伙下手 从来不吃普通老百姓 老百姓自然 把他当神仙供起来了 云天河一听 顿时就惊了 头一回听说 妖怪吃人还挑食的 不吃好人 专吃坏人 于是 他好奇地问黑熊精 这到底是为啥 结果 那黑熊精挠了挠头 问声问气地说 我乃知道啥是好人 啥是坏人 我就知道 那些挠满肠肥的家伙 吃起来香 肉又香又甜 其他人不好吃 太苦了 云天河听完 整个人都愣住了 仔细想想 还真是这么个理 尤其是在这神通险盛 妖魔横行的世道里 人命渐如草剑 朝不保夕 过得太苦了 有水部和都水间的人在 应该不会闹水灾吧 云天河抬头看了看天 发现鸳化成的灵气 只有很小一部分 蒸发到了天上 顶多让这大雨多下几天 想变成大洪水 估计还差得远 这么看来 这鸳死得还挺直 回去抽奖去 云天河再次确认了一下 地下水脉的动静 彻底放下心来 他抖了抖身上的羽珠 走进了天牢 来回一趟 也就花了不到小半个时辰 应该没耽误什么事 就在云天河转身走进天牢的那一刻 第117章 奇观 天晴风顶 云海翻腾 雨水如瀑布般青线下 一个穿着黑色龙袍 头戴紫禁皇冠的男人 威风凛凛地站在山巅 他身边 一个勾搂着背的老家伙 一只老乌龟 正点头哈腰地说着什么 王 那妖神殿的冤 估计是死了 要不然 这雨也不会下这么大 地下的水脉 也不会突然暴涨 老乌龟拱着腰 声音又尖又细 跟蚊子叫似的 龙袍男人看都没看到老乌龟一眼 只是冷冷地盯着远处 被雨水笼罩的严金城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死了好 本来就是让他去送死的 可惜啊 就死一个冤还不够 这严金城底下的水脉 还是太少了 他猛地转头 眼中金光暴射 归一项 老奴在 那老家伙吓得一哆嗦 赶紧跪倒在地 这段时间 你带人丢往死里挖 严金城地下的水脉 我要他翻十倍 记住 别让人发现了 否则拿你是问 遵命 五王放心 老家伙如蒙大射 屁滚尿流地跑了 龙袍男人覆手而立 望着远方 眼中满是野心和疯狂 儿子 你很快就能出来了 天牢二层 至于倒霉但楚中天 自从吃了家料砸碎汤 整个天牢二层都传风了 这玉丝的兄弟们 一边心疼楚中天 一边痛骂尘埃叫不是东西 居然这么恶心 不少人已经在考虑 下次押送尘埃叫的犯人 是不是应该戴个面罩什么的 云天河没功夫理会这些 他躲进房间 兴奋地准备抽奖 原那家伙的逃跑神通 玄妙无比 要不是他用炎帝火把 方圆百里的水汽蒸干 还真就让那小子给跑了 抽奖 必须抽奖 随着幽名静点 尚属于渊的那一夜光芒闪烁 一个巨大的光团 被云天河一把抓住 下一秒 海量的记忆碎片涌入他的脑海 避落海中 一只小水怪懵懂无知 每天就知道抓鱼虾吃 突然有一天 他看到一条海蛇 对着天空吐纳 于是也跟着学 没想到竟然开了灵智 还觉醒了神通 可以控制水雾和光影 变换出各种幻境 他开始在海面制造海市蜃楼 吞噬那些被吸引的行人和妖怪 修为也越来越高 很快成了海中霸主 直至被一个叫妹的狠女人 揍得鼻青脸肿 直接被收编了 还认了她做大姐 之后 就跟着妹到处浪 一起创立了妖神殿 一直到现在 呼 云天河睁开眼 长舒一口气 捏了捏眉心 虽然神魂已经是天人静 可每次融合这种几千年的记忆 还是让她脑中有胀痛之感 这些记忆 只要一丝丝 便能撑爆普通人的脑海一百倍 对她来说却是宝贝 是她强大神魂的基础 碧落海 碧落海在这么远 原那家伙 大部分记忆都在碧落海 可云天河在大言这么久 听都没听过 看来这世界大的离谱 大言估计就是个偏僻角落 云天河心里洋洋的 有机会 一定要出去浪个痛快 当然 现在还得苟着发育 至少也得修炼到征兽记忆里 那个数万丈金光大手主人的程度 才能稍微安心点 妹 云天河念叨着这个名字 无论是征兽还是冤 这个女人都在他们记忆里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女人创建了妖神殿 也心不小 是个狠角色啊 虽然佩服妹 但她心里也有点打鼓 毕竟她宰了妖神殿两尊圣妖 万一哪天被妹找上门 那就刺激了 算了 她应该不知道 是我干的 云天河摇摇头 不去想这些有的没的 点开系统面板 查看这次的奖励 神通 水墓幻影 一品 果然是一品神通 云天河仔细感受了一下 这 水墓幻影包含了变化 顿光 迷幻 替身 各种功能 有点杂而不惊 不过要是用好了 无论是杀敌还是逃跑 都是顶尖手段 这种花里胡哨的神通 还得看天赋 大到万千 一减一凡 这 水墓幻影 算是繁杂手段里的佼佼者了 云天河没急着试验 而是继续抽奖 然后把从渊娜里抽到的 六千多万经验值 直接砸了一千万在 水墓幻影上 好东西 当然要先升级再说了 一品有啥好事的 一千万经验值下去 云天河瞬间消失了 只在原地留下一点水渍 等他再次出现 已经身处云端 连样貌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见云天河现在长得 跟蛇一样 居然还有四只爪子 头顶上还长了个脚 长有棕毛 腰身下面的鳞片 居然是反着长的 全身都是淡蓝白色的 跟云雾一样 在光线下 居然是透明的 除了他自己 谁也看不见摸不着 云天河愣了一下 觉得这神通新奇 马上就控制着 这龙身动了起来 云天河低头往下看 穿过一层层的云 看到了下面巨大的岩金城 整个岩金城 都被雨水笼罩着 下面的人就跟蚂蚁一样 都在匆匆忙忙地赶路 变成这圣龙之后 速度简直快到离谱 云天河一念 龙身就绕着巨大的岩金城 飞了一圈 这速度 都快赶上我神魂瞬移了 云天河心里暗暗吃惊 这圣龙光是 这飞行的速度 就足以配得上帝煞级的品级了 正想着 突然听到下面 传来一阵阵的惊呼声 云天河低头一看 发现很多人正抬头看着他 但很快发现 他们的目光 穿透了他的透明身体 是看向更上面的天空 云天河抬头一看 顿时就傻眼了 只见雨水哗啦啦地往下冲刷 天空中居然出现了一座座 栩栩如生的楼台成锅 成锅中人来人往 简直就像天上的城市一样 难怪这些人要惊呼 原来是看到了这圣景 云天河又吐了口气 面前又出现了一片的圣景 有意思 云天河不禁笑了起来 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他玩心大起 索性不停的吐气 变出更多的圣景 底下的惊呼声也越来越多 干脆把自己脑海中 那些印象深刻的美好画面 全都变成了圣景 就好像把天空荡成了画布 而云天河 就是那个挥洒自如的画师 到最后 整个阎京城上空 都快被他用圣景给塞满了 那些阎京城的百姓 一开始还很震惊 到后来 就慢慢变成了惊喜 美好的画面 是可以传递快乐的 很多人看得都入迷了 连伞都忘了打 任凭雨水打湿头发和衣服 嘴角却忍不住的上扬 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 在雨里又蹦又跳 好像过年一样热闹 这一天 严京城上空 成了全城百姓仰望的奇观 这大概是云天河 拥有的最有趣的神通了 这地煞级的神通 名为 圣景幻见 第118章 我挑的人 怎么也不会害了你 化身圣龙那次之后 云天河就觉得 这湿润的雨天 也挺不错 水汽在身边打转 跟活了一样 就算不变龙 这速度 也是快到飞起 真假随心变 简直是神出鬼没 则则 这不得把小姑娘们 看傻眼了 云天河对着水晶照了照 不行 太招摇了 云天河自己都看呆了 赶紧收敛了九分光芒 这才顺眼点 妖神电渊的两次抽奖 足足六千万经验值 花了一千万 加上之前传的 还剩六千万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突破到洞虚三重 哄 体内那完美无暇的洞天 又壮大一分 气息越发深不可测 就连脑海中的神魂大简 也跟着便搭了一圈 散发出一丝 让云天河自己 都心惊肉跳的气息 这大简里到底 藏着什么玩意儿 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可惜了 约那家伙死得太干净 啥都没留下 云天河有点遗憾 要是能留个纪念品就好了 大街上 一群熊孩子 顶着锅碗瓢盆 奶生奶气地吵架 在水坑里玩得不亦乐乎 云天河穿着便服 撑着散去当直 看到这一幕 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读水间和水部那帮家伙 最近挺卖力啊 看来雨季防训工作 做得不错 他心里暗自点头 还好这次没闹出什么大事 顶多累坏几个大官 次次都要朝廷给我擦屁股 怪不好意思的 云天河嘴上 说着不好意思 脸上却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都没有 不过云天河想了想 自己可是 暗中帮大眼铲除了多少恐怖分子 摆平了多少不安定因素 他们善后怎么了 超人拯救世界的时候 警察不还后面出来洗地吗 不知不觉 云天河已经走到了有间书屋门口 远远就看到 老板罗轩搬了个小凳子 坐在门槛上 手里捧着本书 借着天光看得津津有味 云天河一下就察觉到 罗轩在用神念探查四周 像是在搜寻什么东西 他顺着罗轩神念的方向看去 只见几只乌鸦扑扔着翅膀 惊慌失措地飞进了余目中 被发现了 云天河心中暗道 他早就发现有人在暗中盯着罗轩 不过他懒得管闲事 现在看来 罗轩自己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也是 罗轩好歹是洞虚镜真人 不可能连这点妖气都察觉不到 这都多少天了 就算一开始以为是巧合 时间长了 肯定也会起疑心 看到那些乌鸦 云天河突然想起 之前一直跟着妖神电渊身边的那个黑袍童子 那家伙好像就是 知乌鸦精 该不会 是冤想对罗轩下手吧 云天河心里疑惑一下 不会这妖巧吧 他自言自语道 要是真的 那罗轩可得欠我一个人情了 他宰了冤 也算是间接帮罗轩挡了一劫 云天河走到书斋门口 还没来得及开口 坐在里面的罗轩 就笑眯眯地抬起头 跟他打招呼 云小兄弟 罗轩那副春风满面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一直在等云天河 罗老板 早上好 云天河回了一句 不动声色地朝书斋里扫了一眼 没看到上次在里面帮忙的红裙少女 这雨一直下 再这么下去 我店里的书都要发霉了 罗轩拉着云天河 唉声叹气 罗老板放心 这雨十天内必停 到时候你就能晒书了 云天河随口说道 真的 罗轩赶紧凑过来 压低声音问道 云小兄弟在镇玉寺当差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天机不可泄露 不过罗老板放心就是了 云天河故意做出一副内部消息 不能随便说的表情 他确实没瞎说 这雨要是再不停 今年的庄稼就别想中了 到时候朝廷肯定会派高手出手 强行直语 他昨天在镇玉寺 就听同僚说起过这事 那就好 那就好 这雨要是再下个不停 我损失几本书倒没什么 那些靠天吃饭的百姓 可就遭殃了 罗轩感叹道 之后 云天河询问天下事 新一期什么时候到货 罗轩说快了 估计就这几天 等雨停了 新一期的底报也就下来了 到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他 云天河连忙道歉 云天河跟罗轩闲扯了几句 就说要去天牢当值 脚顶抹油溜了 他前脚刚走 一个穿着红色长裙 身材火辣的大美女 就从书斋里走了出来 直接站到罗轩身边 罗轩盯着云天河的背影 忍不住感叹 这小子 跟我年轻那会儿 简直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简直是人中龙凤啊 感叹完 罗轩转头 看向身边的美女 问道 你说呢 红裙美女面无表情 冷冷地回了句 你觉得 是那就是呗 你这丫头 罗轩无奈地摇了摇头 目光扫向天空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低声说道 最近我感觉到 有鸭妖 在监视我们 估计他们 已经找到这儿了 你16岁生日快到了 必须找个男人 与其被他们抓回去 随便配个妖怪 还不如我来安排 我挑的人 总比他们强 怎么也不会害了你 红裙美女一听 眼圈瞬间红了 气得浑身发抖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虽然不喜欢那个女人 但也一样讨厌你 你们根本就是一路货 说完 红裙美女 转身就进了书斋 再也不理罗轩 罗轩看着她的背影 长叹一口气 满是哀伤和无奈 就像窗外 稀稀利利利的雨 天河 天河 云天河刚到天牢 就看到楚中天 和几个狱卒 在冲他招手 云天河走过去 发现他们身后 还跟着几个犯人 全都带着镣铐 哭丧着脸 一看就是平时养尊处优的主 现在却落魄狼狈 不过 他们身上倒没什么伤痕 估计连审问都没开始 云天河用神识一扫 发现这几个家伙的修为 也就宁气俱灵的水平 怎么了 云天河应了一声 指着那几个犯人 疑惑地问道 怎么把他们带到二层来了 这种货色 一层就能审 可不是吗 楚中天无奈地解释道 这段时间老天爷一直下雨 城里附近的河流水位都暴涨了 还冒出不少新的水脉 本来是好事 但怕引发洪灾 朝廷早就安排水部的人 来处理疏通河道的事 听到这里 云天河瞬间明白了 第119章 咱镇玉丝折磨人专业的 看楚中天身后 那几个抖得跟筛康一样的犯人 我问道 这些家伙都是水部那些人 那倒不是 楚中天随手 指着其中一个白花花的胖子 瞧那死胖子 永安县的县令 为了贪磨朝廷的赈灾银子 竟然和水部那帮畜生勾结 故意决敌淹死几千百姓 真探娘的不是人 他又指向另一个 受得跟猴氏的家伙 这孙子更狠 看淹部死几个人 直接派人屠村 还上报说是洪水淹死的 也是贪图灾款 简直桑尽天良 云天河顺着他的话看去 几个带着枷锁的犯人 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嘴里还一个劲地 喊着什么大人饶命 小人知错了 求您高抬贵手之类的屁话 云天河冷笑一声 这种人该死 可不是吗 都该死 楚中天点头附和道 这帮狗东西 简直是人神共愤 慕容大人也觉得他们该死 但又不能让他们死得太痛快 云天河眉头一挑 注意到楚中天话里有话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楚中天把云天河拉到一边 压低声音说 慕容大人听说这事之后 非要亲自审问这几个畜生 慕容大人那脸色 黑的慕容大人这是第一次主审 审完之后 心情肯定更差 所以我们就寻思着 要不让你替我们去陪着慕容大人 慕容大人对你可是青睐有加 整个二层谁不知道啊 有你陪着 他心情肯定能好点 哎呦 我的云兄弟 怎么一天不见 你好像又变帅了 简直和画上的仙人一模一样 楚中天这马屁 拍得云天河浑身难受 不过他也算听明白了 事情很简单 他们嫉恶如仇的女神 上司慕容雪大人 听说有人 为了贪污赈灾银两 竟然草菅人命 顿时怒火中烧 破天荒的 要亲自审问这些畜生 在镇玉寺待过的人都知道 审讯犯人那些手段 有多残忍 多变态 正常男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从小娇生惯养的 镇国公千金慕容雪 万一给他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要是镇国公怪罪下来 他们几个谁能担待得起 慕容大人在图摩斯斩妖 除魔这么多年 又是玄灵境的高手 你们是不是太瞧瞧 楚中天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眼睛一瞪 大声嚷嚷道 我说云哥 你好歹也是咱们镇玉寺的一份子吧 你这话说的 把咱们镇玉寺往哪儿哥 咱们镇玉寺是干什么的 折磨人 那可是专业的 图摩斯斩妖丝那帮家伙 杀个妖魔鬼怪倒是厉害 但要论起让犯人开口的本事 我们这里比他们残人百倍 他顿了顿 凑到云天河耳边 几眉弄眼道 云哥 你是不知道 慕容大人来了这么久 云天河愣了愣 疑惑道 慕容大人还没见识过咱们的 手段 旁边一个狱卒赶紧插嘴 那是当然 思域大人早就安排好了 慕容大人只负责管理和押送 至于拷问犯人这种粗活 都是咱们这些欲点笑意的活 云天河斜眼看了看那几个贪官污吏 撇撇嘴 就这几个软脚虾 也用得着伤大型 随便吓唬吓唬就全招了 你们悠着点 别把人弄死了 楚中天等人黑黑一笑 眼神却躲躲闪闪的 云天河一看就明白了 这帮家伙是怕下着慕容雪 坏了 他在心中的形象 得 我去我去 云天河无奈地摇摇头 这帮家伙 真是没救了 楚中天等人一听 顿时喜上眉梢 勾肩搭背地 把云天河往外推 好兄弟 够意思 走走走 晚上天香阁 我请客 你就放心去吧 说不定慕容大人还不舍得 让你亲自动手呢 去你的 一行人说说笑笑 唐校尉黑着脸过来点人 看到云天河也在 赶紧把他拉到一边 压低声音道 小云 这次可不是抢着露面的时候 你不去为好 云天河无所谓的耸耸肩 表示自己心里有数 唐校尉无奈 只好由他去了 其实云天河根本不在乎慕容雪 怎么看他 他和慕容雪之间清清白白 那些流言蜚语 都是这帮家伙 自己瞎想出来的 唐校尉又点了几个人 都是些长得科尘 在私里人员也不怎么样的 唐校尉直奔刑房 一行人跟着唐校尉来到刑房 只见慕容雪端坐在审讯桌前 精致地翘脸上满是寒霜 看得人心里直发毛 一群犯人被狱卒拖进来 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慕容雪眼神像刀子一样 扫过这群杂碎 最后落在了云天河身上 停留了片刻 才冷冷地开口 开始吧 后边的事 云天河早就见怪不怪了 要说这天老里谁最不惊吓 那肯定的是这些平日里作威作福 高高在上的大人 这才用了不到十种刑 一个个就全招了 把肠子都毁清了 哭爹喊娘的 那叫一个惨啊 可慕容雪压根不想轻易放过他们 冷着脸继续下令用刑 那些狱卒也不知道 是故意的 还是真恨透了这些贪官污吏 下手越来越狠 一些唐校尉特意嘱咐过 不能用的酷刑 也被他们翻了出来 最后 几个贪官当场就吓尿了 还有两个口吐白沫 这才算完事 云天河偷偷看了慕容雪一眼 发现他除了脸色更难看以外 其他都还算正常 等犯人被拖走 刑房也被收拾干净后 云天河正准备走人 却被慕容雪叫住了 郑玉斯平时都是这么审犯人的 人刚走 慕容雪就盯着云天河 语气冰冷地问道 云天河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也不全是 今天这算是轻的 哦 慕容雪脸色刚缓和了一点 就听云天河继续说道 这几个都是修为低下的 扛不住行 要是碰到那些实力强悍的 用的刑法 比这还要残忍十倍 什么 慕容雪顿时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 他才开口说道 那下次碰到厉害的魔头 我可得好好见识 见识郑玉斯的手段了 云天河听出他话里有话 想了想回到 能被关进这里的 哪个不是穷凶极恶之徒 有些人简直不能称之为人 我们要是不用 比他们更狠十倍的手段 根本镇不住他们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第120章 难道是天意 他心里暗暗得意 这番话说得漂亮 唐校尉 听了怎么也得给自己 加一个月俸禄 你觉得我不懂这些道理 慕容雪冷笑一声 冷冷地盯着云天河说道 还是你觉得 我刚刚是在说笑 云天河顿时感觉到 一股轻如红毛的压力 压在自己身上 但他还是不得不 装出一副 强撑着的样子 小人从未质疑 慕容大人的话 我只是觉得 像我这种绅士 能进这玉门做正事 终究也免不了 这些阿渣乌汇的勾当 自是不由的 命运已然注定 但慕容大人 显然与我不同 千金之躯 世上纵有千万条道路 也不该沾染这污浊 关于考审的事 能不做 就最好别做 因为这些肮脏的事情 看得多了 自身根本没有好处 至少对小人来说 是这样的 云天河说这番话 心中是真诚 他觉得慕容雪身为 郑国公的千金 独独不想荣华富贵 却甘愿在这肮脏的天牢中煎熬 甚至主动接受 心理摧残 真是太傻逼了 而不如 不管外界的眼光 安心修炼更实际 这番真心话 似乎确实对慕容雪 有了一点作用 他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开口道 我到这里 自然有我自己的考虑 轮不到你来提建议 小人不敢 云天河开口说道 但慕容雪却挥了挥手 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不过你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本以为你 只是表面光鲜 如今看来 他顿了一下 低声开口 有些事情 未必全是命运的安排 你好好修行 将来未必没有机会 脱掉这玉利福 进入朝堂 云天河心中一震 忍不住抬头 看向慕容雪 他的话 仿佛在暗示着什么 然而 慕容雪却迅速避开目光 挥手让他出去 云天河走出刑房 心中满是疑惑 妈的 我刚当那一番肺腑之言 别被他解读成怨天尤人 引发他的同情心 让我有机会 逃离朕玉丝吧 如果真这样 云天河觉得自己 简直是自讨苦吃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正想着 耳力惊人的他 突然听到刑房内 隐隐传来一声声呕吐声 You呕 云天河停下脚步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看来这大小姐 也没多坚强嘛 还不是会被恶心吐 回到休息区 云天河被楚中天等人围住 全都求他讲讲 今日的考审经过 好不容易将他们打发走 得了片刻清静 心中一想起 今日审的犯人 不由想起了 昔日天牢一层的河峰墓 也不知道 何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估计是不敢再贪污了吧 云天河忍不住用 犯音圣耳 搜寻河峰墓的消息 耳边最开始嘈杂的声音 逐渐清晰 一些画面 也浮现在脑海中 一个油腻的山羊虎老头 八品官的衣服 穿得皱巴巴的 摊在椅子上 桌上摆着笔墨公文 旁边是酒壶 烧鸡 牛肉 这老小子 每写一个字 都要停下来 喝口小酒 啃口鸡 再嚼片牛肉 那张老橘皮脸上 全是享受 云天河看着看着 饿了 撤了神通 也不知道何大人还记不记得 当初是谁在天牢里 给他送棉被 陪他喝酒的小狱卒 云天河心里嘀咕 突然 他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 记得上元节那晚 一个漂亮姑娘 偷偷塞给他一首情诗 约他去游蓝湖 可惜当时云天河有急事没去城 后来又去过几次 再也找不到那姑娘了 这事 他一直记在心里 我的 范英圣儿 连万里之外的一周都能听到 在京城找个人 还不是轻而易举 云天河心里突然一阵狂跳 可不是为了再续前缘啥的 都过去这么久了 人家姑娘说不定孩子都有了 他只是觉得 如果 万一能找到 而且人家还记得他 那他就能当面道个歉 当初爽约真不是故意的 也算是弥补心中 一直以来的遗憾吧 游蓝湖盼 林素 今日到时辰 你别等我了 彭公子会送我回去的 林素妹妹 不如和我们同去 如意园的韭菜我都备好了 还约了几个朋友 个个都比我强 大家一起喝酒饮湿 赏话作对 岂不比一个人 在这冷冷清清的游蓝湖有意思 算了吧 咱们不管他 他就好这口 恨不得住这 也不知道图什么 天天来也不腻 是是是 你们玩你们的 不用管我 我一个人自在着呢 叶林素皮笑若不笑地 赶着女伴和书生离开 看着两人撑一把伞 腻歪着走远 叶林素脸上的笑容收敛 小声嘀咕 踩几面就腻歪成这样 也不怕被骗 回头得好好说说他 雨越下越大 叶林素索性进了湖心亭 随手抓起几颗蜜件 一边吃 一边盯着湖面 今日的他 梳着双逻辑 一身嫩绿的衣裙 衬得肌肤如玉 娇俏可人 别看下雨天游湖的人少 叶林素刚往亭子里一坐 立马就有两个 自诩风雅的公子哥来搭讪 叶林素今日心情好 逗弄了他们几句 说是逗弄 其实就是把这两个草包的墨水掏空 让他们羞愧难当 夹着尾巴逃了 不吃 叶林素看着他们 像洛汤鸡一样跑了 得意极了 汉林院的状元都被我对跑了 救你们 哼哼 最后一次了 再不来 我就 叶林素望着烟雨朦胧的湖面 喃喃自语 今日游蓝湖最美的风景 尤其是他那双被雾气笼罩的眉眼 更是惹人怜爱 引来不少自诩风流的公子哥 可惜啊 往后叶林素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来一个 他对一个 来两个 他刺一双 等人 没错 本姑娘就在等人 至于你们 给那人提鞋都不配 叶林素露出两颗小虎牙 凶巴巴的下 退了不知第几波灯徒子 叶林素回首 只见天光清晰而下 映照的游蓝湖波光灵零 极叶扁舟摇摇晃晃 向着狐心驶去 这雨 竟是停了 这难道是天意 望着这突如其来的晴空万里 叶林素心中那份执拗 仿佛也随之烟消云散 一种难以言喻的欢快之情 在他心头油然而生 那股萦绕在心头的愁绪 此刻竟寻不到半点踪迹 这 莫非就是 与初恋告别的一事 叶林素心中 涌起一阵莫名的空虚 既然天意都让我放下了 那便放下吧 第121章 好像也挺般配的 叶林素起身 提群跃上凉亭的石凳 对着波澜壮酷的游蓝湖 放声高呼 本姑娘往后再也不来了 再也不来了 清脆的声音 引来湖畔众人诧异的目光 叶林素毫不在意 提着裙摆 不要跳下石凳 收拾东西回去 却在此时 一个清朗的声音 忽然在他耳边响起 姑娘苦等之人 可是迟迟未至 你们这些家伙 烦不烦啊 听到这老掉牙的搭讪套路 叶林素心中顿时 腾起一股无名之火 本姑娘等没等到人 关你们什么事 呃 叶林素正要出言呵斥 可刚一抬头 整个人便愣住了 只见一位身穿蓝色长衫的少年 就站在他的面前 少年黑发如铺 眉目如画 雨过天晴的阳光洒落 在他身上 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如这雨后的游蓝湖般 清新明朗 少年就这样好奇地望着他 而他也这样望着少年 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 叶林素突然惊呼一声 随即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 他想说话 想从石凳上跳下来 还想做点什么 却因为太过慌乱 不小心踩到了裙板 整个人向后倒去 少年的脸庞 在他眼前迅速下滑 接着是凉亭的顶部 然后是蔚蓝的天空 叶林素手舞足蹈 心中带着哭腔大喊着 这不是 本姑娘想要的见面方式啊 好在 他并没有掉进湖里 少年眼疾手快 及时拉住了他 其实就算他不拉 以凉亭和湖面的距离 他也只是会摔个狗啃泥 顶多头上起个包 还不至于掉湖里 但现在这种情况 已经足够让他羞愧的了 叶林素翘 脸红得像天边的火烧云 双手捂着脸颊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即使已经快走到向国府了 也依然不肯把手放下 而那位如梦似幻 如烟花般璀璨 如雨后游蓝湖般清澈的少年 此时正静静地跟在他身旁 叶林素的心跳如肋骨般 仿佛揣了几只小鹿 在他的心房里横冲直撞 这一切如梦似幻 令他难以置信 他竟然真的找到了 那个让他魂牵梦绕了一年的人 原来 即便是微乎其微的希望 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叶林素感觉自己轻飘飘的 像是踩在棉花堆里 脑袋晕乎乎的 心里像是吃了蜜糖一样甜 到了 一道声音把叶林素拉了回来 啊 哦 到了 叶林素猛然惊醒 望着气派的相国府 心头竟涌起一丝不舍 若是这条路 没有尽头就好了 少年回眸 与他四目相对 清澈的双眼中 似有星光闪烁 那个 少年欲言又止 似在斟酌着什么 半嗓才道 你叫叶林素 是我 叶林素用力点头 脆声声地唤了一声 云天和 正是正是 云天和笑音 阳光在他脸上跳远 那我便送你到此 好 下次 何时再见 这 我也不知 但我一出来便去找你 你 知道我诸出 云天和爆出一个地名 叶林素一字一句 牢牢记下 我以后出来便先去游篮湖 你若不在 我再去寻你 好 此言一出 两人竟相顾无言 只是相视而笑 心中涌动着 难以言喻的喜悦 两久 一辆华贵的马车 缓缓驶来 车上走下一男一女 叶林素 瞥见来人 这才恋恋不舍地跑向府门 下次再见 叶林素用力挥手 眼中满是不舍 再见 再见 云天和一挥手告别 珠红色的大门 缓缓合拢 将少年的身影 一点点遮挡 叶林素拼命地点起脚尖 直到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云天和 叶林素对着紧闭的大门 轻声念着这个名字 真是个好名字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他小声嘀咕着 嘴角不自觉地 扬起一抹甜蜜的弧度 桃花雨 柳旭风 晚中响 月朦胧 最难舍 最难舍 叶林素背着手 哼着欢快的小曲 脚步轻盈地走进府中 竟是湘国府的人 目送着叶林素走进湘国府 云天和转身离去 叶林素 清澈灵动 清雅朴素 好名字 想起叶林素所言 她是向国府千金叶瑶 四亿老师的女儿 算是半个陪读丫鬟 自幼被叶巷国刺行业 陪读丫鬟与天牢欲卒 也算相配 她自嘲地笑了笑 不过心中 却满是喜悦 没想到用 泛因圣耳 寻找 竟真的找到了她 而且 就在游蓝湖 她似乎也一直在等她 找她 这种感觉 就像你不小心遗失了一件珍宝 多年后 回到原地 却发现 她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 一尘不染 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甜滋滋地 在她心头蔓延开来 就算我有天人尊者的手段 也想试试 谈一段恋爱 云天和微笑轻叹 她觉得 叶灵素珍 是让她越看越喜欢 简直是太适合了 慕容雪虽然漂亮 但就像个冰山美人 身份又那么高贵 就该找个像叶灵素 这样知书达理 温柔婉约的姑娘 就是 好像脾气有点小暴躁 其实 她早就到游蓝湖了 远远瞧见 叶灵素在湖边 也不知道在等谁 就躲在旁边看着 结果 就让她看到了 叶灵素赶走那些 狂风浪蝶的 精彩画面 后来看她要走了 她才鼓起勇气 上前搭话 结果却被凶狠地瞪了一眼 凶巴巴的 不过好像也不错 云天和傻笑着摸了摸鼻子 抬头看看天空 雨过天晴 街上的人都带着笑 她的心情也更好了 看看时间不早了 就转身回了家 刚到家门口 隔壁的李沈 就探出头来 哟 晓云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这不是事情少 提早放牙了 她笑着跟李沈打招呼 李沈麻利地从隔壁过来 放下手里一筐鱼虾 拉着她就走 走走走 今天雨停 你李叔去城外河里 摸了鱼虾 这些你拿回去 晚上来沈子家 跟李叔好好喝一杯 看着新鲜水灵的鱼虾 云天河也没跟她客气 把田螺倒进水缸 拎着两壶酒 乐呵呵地去了 今天高兴 确实得好好喝几杯 净谁 静月老 第12章 画上仙女 这酒一直喝到半夜三更 要不是李叔明天一早 还得去码头卖鱼 云天河也得去当差 估计能跟李叔喝到天亮 李沈都拿着扫帚出来 赶人了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说他们两个酒鬼 云天河怎么可能醉了 出了门 眼睛就如天上星辰闪烁 今晚的月亮真不错 好久没看到这么亮的月亮了 云天河回了自己屋 就开始翻箱倒柜 最后从一本画本里 找到张小纸条 纸条上写着几行捐秀的小字 桃花春 杏花雨 柳旭飞 燕归处 云天河看着看着 就忍不住笑了 大半夜的还翻出笔墨 在那几行字下面 加了三个字 最相思 写完后 小心翼翼地吹干墨迹 把纸条重新加回书里 他舒舒服服地 往床上一躺 酒消云龙玉还挂在脖子上 露出来了 赶紧用衣服盖住 翻来覆去睡不着 云天河干脆翻身下床 出门去了 只见他脚尖一点 整个人就飞入云端 月光穿过他的身体 一点都不受影响 慎景幻见 这门确实奇特 能把人隐藏在光影里 比他以前学的那些 藏身功法高明多了 云天河很快就到了相府上空 低头一看 整个相府尽收眼底 他用天人静的神魂一扫 一眨眼的功夫 就找到了夜灵宿住的地方 夜灵宿住在一间小小的厢房里 屋里还点着灯 还没睡呢 跟一般女孩子的房间不一样 夜灵宿的房间里 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 不愧是像国家的四亿夫子的女儿 就是爱读书 这会儿他正坐在桌前 看得津津有味 云天河扫了一眼书名 欲簪词 估计是什么爱情小说吧 夜灵宿看书的时候 也挺有意思的 看着看着 还会自己跟自己说话 笨死了笨死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女人 就知道哭 什么都不做 难道还等着月老千红线吗 这男人也真是的 一点担当都没有 唉 看得我都来气了 云天河看着他这副样子 觉得他着实可爱 又看了一会儿 夜灵宿好像困了 打来的哈欠 放下书就开始脱掉外裙 云天河赶紧收回神念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他在心里默念了三遍圣人的话 等到房间里的灯彻底灭了 才小心翼翼地再次探出神念 夜灵宿已经睡着了 安安静静地像个玩累了的孩子 云天河的眼神不知不觉就变得温柔起来 除了清歌之外 这大概是第二个让他一见就想亲近的人了吧 云天河脑瓜子一转 一道灵光搜的一下 射镜叶灵宿眉心 这是圣景幻界 里的神通 能用圣制造幻境给他来个美梦 两人今天才认识 就算心里再喜欢 也不能太猴急不识 送他一夜美梦 梦里全是上缘佳节的热闹场景 漫天烟火 他应该会喜欢 云天河又用神石扫了扫香国府 泽泽 这都地几人相国千金了 怪可怜的 他看到夜瑶这小丫头正缩在床上 还没睡 那眼神跟受惊的小兔子似的 谁知道这丫头为了当上相国千金 被地里遭了多少罪 顺手也送你个大梦一场 再一看那夜相国 都三更天了 还在批揍折 云天河用神石一扫 发现其中不少折子都是弹劾那些贪官污吏的 这夜相国 之前还听说他日理万机 每天只睡一个时辰 云天河还以为是吹牛呢 看来还真有几分真本事 不过一想到 他拿无辜女子当挡箭牌的狠辣手段 云天河一时也摸不清这夜相国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算了 百年之后 自有后人评说 我懒得管 云天河摇摇头 不再去想 等到三更鼓响 月上中天 云天河这才收回神念 临走前 他还看到几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摸进了香国府 不过就凭这几个玄灵镜的菜鸡 还想再向国府翻天 里面 可是有神游镜大能坐镇 还有不少天罡强者 这帮家伙 怕不是来送菜的 云天河也没理会 自顾自地回了住处 倒头就睡 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 云天河洗漱完出门 只见一场大雨过后 整个严禁城都被洗刷一新 空气中都带着几分清新 还有 听说了吗 今天城里 来了一伙海外的马戏团 听说里面有人身鱼尾的怪物 还有三个脑袋的猴子 可稀奇了 真的假的 那东城门新来了个算命的 听说可神了 算得那叫一个准了 云天河听着街坊邻居的八卦 笑呵呵地从李沈家 顺了两块刚出锅的油饼 边吃边往外走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一个红衣少女 来到了他家门口 请问 这里是云天河云小丽的家吗 这少女长得那叫一个漂亮 声音也像百灵鸟一样好听 看得周围的大婶大妈们都惊呆了 一个个眼睛都看直了 这些市井夫人 什么时候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简直比画上的仙女 还要美上三分 可大婶们刚应了声 是 还没来得及 问是哪家的姑娘 找云天河啥事 那少女一溜烟就不见了 前脚还在 后脚就没眼了 跟闹鬼似的 大婶们吓得够呛 以为大白天见鬼了 一个个跑回家了 红裙少女却进了院子 围着那棵老枣树转悠 盯着树叉上的鸟窝 看了半天 也不知想什么 摇摇头 一转身进了屋 这屋子 显然很久没人打扫了 墙角截着蜘蛛网 灶堂里的灰都不知道多少年的了 就一个字 可少女也不在意 静止走到水缸边 盯着里面的小半缸青罗 看了半天 突然纵身一跃 跳进了缸里 扑通 缸里冒出一股热气 其他青罗也跟着一阵乱动 但很快就没了动静 缸里的青罗一颗没少 反而还多了一颗 这颗罗颜色鲜红 像珊瑚玛瑙一样 藏在一堆青罗底下 不仔细看 根本发现不了 天河小子 过来 云天河前脚 刚踏进镇玉丝天牢 就被唐校尉一把拉到角落里 你小子 前几天在刑房里 和慕容大人都聊啥了 唐校尉一脸八卦地问道 云天河愣了一下 挠挠头 也没啥啊 他把那天和慕容雪的对话 一五一十地说了 当然 关于呕吐那段 自动忽略了 唐校尉听完 脸色那叫一个精彩 直接对着云天河 竖起了大拇指 你小子 可以啊 自从那天之后 慕容大人再也不提审讯犯人的事了 而且 唐校尉说着 从怀里掏出两样东西 一个小瓷瓶 一本秘籍 去临近最好的氧气弹 一颗就顶那补气散 还有这功法 三品 老子升了校尉 才混了个四品的 你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唐校尉羡慕极度恨地 拍了拍云天河的肩膀 留下一句 老子没看错你 就走了 云天河捧着丹药和秘籍 整个人都梦了 第123章 不知这个方法 能不能行 半天之后 他又跑到天牢六层摸鱼去了 天蝉推月弓 真是越用越爽 短短两个时辰 人急到的经验值 就涨了快二十万 这段时间 他天天来天牢六层吸取煞气 人急到的经验值 终于突破了六百万大关 争取早日破千万 地煞法入门 就要千万经验值 破了千万 人急到估计能媲美地煞级别的功法了 人呐 一旦过得舒坦了 胆子就肥了 某些小心思 也跟着冒出来了 云天河在天牢六层白嫖了这么久 一直没出过事 眼睛再次死死盯住六层深渊之下 心头那股冲动 怎么压都压不住 去 还是不去 这念头一冒出来 就再也挥之不去 像野草一样疯涨 大不了神魂化身再碎一次 云天河咬咬牙 一头扎进了翻滚的黑烟煞气中 这鬼地方 今天还偏要再闯一闯 扑 与此同时 金碧辉煌的大殿中 沈妙英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瞬间惨白如指 鲜红的血 染红了身前的白沙 像是雪地里怒放的红霉 触目惊心 可沈妙英 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猛地站起来 亮呛着冲向池边 眼中满是惊恐和难以置信 这池 名为养龙池 池中无水 也无龙 只有一股气在翻滚 是大盐皇朝千年积攒的国运 沈妙英颤抖着手 看向池中那条栩栩如生的 五爪紫金盘龙 这条龙 便是大盐国运的象征 就在几个月前 紫气东来八千里 十万丈霞光笼罩严金城 他亲眼看到 这龙气暴涨 从一丈 到五丈 再到如今的十丈 可现在 这象征着大盐气数的紫金盘龙 竟然断成了好几劫 一劫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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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这真是天要王我大盐吗 沈妙英脸色惨白 喃喃自语 眼中满是绝望 严金城东城门 一个贼眉鼠眼的算命老头 正装模作样地 给一个富商算命 可他那双浑浊的老眼里 却闪烁着阴狠毒辣的光芒 快了 快了 就快了 等王上的计划成功 这严金城就将变成人间炼狱 哈哈 老头低声笑着 语气中满是疯狂和嗜血 大盐天牢 死 云天河揉着眉心 疼得直吸凉气 他的神念化身又被斩了 不过还好 这次只是被斩 没有像上次那样直接碎掉 本来想用加经验的办法 加到炼魂诡诀 上 治疗神魂伤势 没等他出手 脑海深处的神魂大碱 便散发阵阵光芒 自动补充神魂化身的缺口 该死的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云天河骂骂咧咧的 心里却暗暗心惊 这次他终于看清了 斩碎他神念化身的 竟然是一个人 或者说 是一把刀 他最后看到的画面 是深不见底的魔鸢 还有那从魔鸢深处 深出来的无数黑色锁链 每条锁链上 都绑着一具森森白骨 而最粗的那条 简直和魔龙一样 他牢牢锁住一个 盘腿而坐的恐怖身影 魔气冲天 云天河还没看清 那身影的脸 就被发现了 那家伙猛地站起来 一把抽出插在胸口的 黑色长刀 朝着云天河狠狠劈下 一瞬间 整个魔鸢 仿佛升起了一轮黑色太阳 到底是人是刀 云天河到现在 也想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 伤了他的神念化身 伤他的确实是个人 但他感觉那家伙 早就死了 只是被那把邪门魔刀 操控的傀儡 等我神魂大简里的东西 破壳而出 或者我本尊入天人静 应该就能看穿 天本六层之下的秘密了 云天河心中 隐隐有种预感 不知不觉 他走到了天书大道 走到了那家熟悉的 有间书屋门口 老远就看到 老板罗轩笑眯眯地 朝他招手 云小兄弟 来来来 快过来 难道是 天下事 出新了 云天河眼睛一亮 赶紧快走几步 疑问之下 还真是 天下事 出新了 今天中午刚到的 我算着时间等你放牙呢 罗轩笑眯眯地 把新一期的 天下事 递过来 收了他二十两银子 接着 他又拿出一本 天上事 这次云天河 却不要了 真不要 这本我可是特意给你留的 罗轩一脸可惜 表示可以便宜无两 云天河 还是笑着拒绝了 罗轩只能作罢 拿着 天下事 准备离开的 云天河 又被罗轩塞了一本书 也是刚到的 知道你喜欢看话本小说 送你了 罗轩笑呵呵地说 这书我看过了 有几个故事 挺有意思的 估计你应该会喜欢 这怎么好意思啊 云天河愣了一下 自从清歌离开后 他对这些话本小说什么的 已经没以前那么感兴趣了 他正犹豫着 要不要接受罗轩的好意 对方已经笑着 把他往外推了 你我之间还说这些 区区一本书算什么 快回去慢慢看吧 别辜负了我一片心意 那就多谢罗老板了 云天河只好收下书 罗轩笑眯眯地看着他 抱着书走远 等人走远了 罗轩脸上的笑容 才慢慢消失 脸色变得有些复杂 低声自言自语 也不知道 这个办法能不能行 摇摇头 转身回了书屋 云天河刚踏进家门 就被隔壁离沈一把拽住 小月 你最近是不是惹上什么 桃花债了 离沈压低声音 神神秘秘地问道 云天河被问得一头雾水 离沈 您这说的什么话 什么桃花债不桃花债的 你就别瞒着沈子了 离沈一把将云天河拉进家门 早上有个穿红衣服的 漂亮姑娘来找你 那模样 跟天上的仙女似的 可把我吓坏了 一眨眼那姑娘就不见了 云天河一听 顿时乐了 神殿一扫 直接锁定了夜灵素 只见他一身红衣 端坐在花园里 正粪笔集书 而他写的 全是天河二字 满满当当的好几张纸 那叫一个壮观 离沈 让你担心了 确实是新认识了的朋友 长得骂 说是天仙下凡 也不为过 你老人家眼光不错呀 云天河笑眯眯地说道 哎呀 你这臭小子 找了这么漂亮的姑娘 也不早说 害我白担心一场 离沈称怪了一句 脸上却笑开了花 改天可得带回来 给沈子瞧瞧 沈子给你们做好吃的 那必须的 您老的手艺 周边几条街谁不知道 恨不得天天捧着饭碗在你家 云天河打趣道 少来这套 又没拦着你 也没见你来天天来 离沈笑骂一句 转身回了家 云天河目送着离沈离开 嘴角泛起笑意 第124章 贤惠的红罗姑娘 这些街坊邻居 对她可是真的好 若是以后成家立业 少不了这帮邻居帮衬 离沈还得替云天河的父母 坐在长辈席位上 想到这 云天河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估计是叶灵素来找她铺了个空 当初她也曾说 一个月指不定才能出来几次 回到屋里 云天河脱下外袍 解下配刀 随手扔在床上 她本来想喝杯茶 却发现家里连热水都没有 索性直接开了一坛酒 拿出新买的书 边喝边看 最新一期的 天下事 上 头条新闻 就是青蛇剑宗 和涂交圣女决战断魂侠的后续 据说涂交圣女略胜一筹 林建成不知所踪 对于这种 正抹两道之间的恩怨 云天河向来不怎么关心 他只是随便翻了翻 自顾自地喝起酒来 第二条消息比较有意思 银月狼一族居然被人灭门了 云天河看到这条消息 想起了之前自己干掉的 那几只妖神殿的妖王 其中就有个是银月狼一族的 这才多久啊 整个族就被灭了 真是世事无常 残酷地让人心惊 青蛇现在应该在屠山 应该没事吧 云天河开始担心起青蛇来 不过一想到青蛇他爹 那可是屠山狐黄 应该不会出事 嗯 青蛇肯定不会有事的 云天河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继续往下看 后面的消息 就有点像是 在看八卦新闻了 什么血煞魔宗的第十八个魔神 终于被人炼成了 以后这圣子之位 总算有人了 什么白骨骄又开始吹牛逼了 说他们家老祖宗回来了 马上就要一统三界了 这牛皮吹的 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这种消息了 什么青蛇们的老祖宗 要过生日了 广发英雄帖 邀请各路神仙妖怪去参加寿宴 云天河正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一条消息 让他心头一震 镜空寺那个吴湘方丈 居然在苍玄州大开杀戒 这是疯了吗 云天河看完这条消息 整个人都愣住了 消息上说吴湘那家伙 像发了疯似的 把整个县的人都快杀光了 现场还有屠教那帮人活动的痕迹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在背后推波助澜 哎 云天河叹了口气 心里五味杂沉 他现在都无法相信 慈眉善目 满口佛法的吴湘方丈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杀人如麻的魔头 这转变也太大了吧 难道当初我那句 佛墨同宗的玩笑话 威力对和尚这么大吗 云天河看着这消息停了一会儿 云天河和尚天下士 一口气喝光了坛中的酒 这期的天下士 和他关系不大 他干掉妖神殿冤的事情 居然没上榜 估计除了妖神殿的人 还没其他人知道 一本天下士 看完天已经完全黑了 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 云天河点燃油灯 还没吃饭 也懒得去了 他打开罗轩送给他的那本 神鬼异试 一边喝酒 一边翻阅 这本书里 全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大多是关于神仙妖怪的传说 云天河翻了几页 感觉和 聊斋 差不多 正准备合上 突然 他发现其中一页 被人用红笔做了标记 字里行间 还写满了各种评语和分析 一看就知道是罗轩的笔记 云天河顿时来了兴趣 开始认真阅读这个故事 读完后 他忍不住说道 不就是青罗姑娘的故事吗 讲了个穷酸书生 爹妈死绝了 穷得叮当响 一个人孤苦伶仃 那日子过得较一个惨 不过这书生长得倒是一表人才 心肠也好 有一天 有人送了他一筐青罗 他本来快饿死了 却没舍得吃 养在了缸里 打那天起 他家里就怪事不断 衣服自己洗好了 饭菜自己做好了 桌子上还能莫名其妙 冒出银子来 那书生吓得魂飞魄散 以为是闹鬼了 可是他穷得连个道士都请不起 只能硬着头皮强撑着 没想到啊 日子居然就这么顺风顺水地好了起来 还一天比一天红火 直到有一天 那书生在家 突然从他养青罗的缸里 走出来一个大美人 那美人说自己是青罗夫人 书生家里发生的一切怪事 都是他干的 为啥 就因为他可怜呗 想帮帮他 那书生一听 心里感动坏了 二话不说 当天晚上就和人家拜了天地 成了亲 后来 他们生了一窝小孩 那日子过得 简直像神仙一样 我家厨房里 之前还养了半缸青罗 天和想起这事 就觉得好笑 结果一看罗轩那老家伙的批注 满篇都是夸青罗夫人贤惠持家的屁话 那酸溜溜的语气 简直就差把怎么这种好事 轮不到我写在脸上了 云天和他越想越不对劲 罗轩这老六洞虚真人 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想想也是 这老家伙平时没事就爱看春宫图 口味说不定真就独特得很 云天和嫌弃地把书一扔 翻身上床睡觉去了 睡前赵丽先用神识去向国府溜达了一圈 给叶灵素和叶瑶娜送了一场好梦 这才回来 一觉睡到天亮 等云天和穿衣洗漱出门当职后 整个小院顿时空了下来 日头渐渐升高 阳光透过门窗照进厨房 正好落在水缸上 缸里的水慢慢变暖 没一会儿水底就有了动静 哗啦一声 一个穿着红裙的绝色美人 打着哈欠从缸里冒了出来 他懒洋洋地扫了一眼四周 想起之前某人交代的事 忍不住小声抱怨了几句 只见他随手一挥 云天和房间里洗好晾干的衣服被褥 就全飞了过来 一箭不落地掉进了缸里 他鲜鲜欲止对着水缸转了一圈 缸里的衣服也跟着翻滚起来 很快 湿漉漉的衣服又被他从缸里扔了出来 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 接着 他又在厨房里扫射了一圈 一眼就瞧见了几个发芽的土豆 他张嘴轻轻一吹 炙热的火焰瞬间将土豆吞噬 焦虎为顿时弥漫开来 他又从灶台边翻出一个缺了口的破碗 把几颗黑乎乎的土豆丢进去 然后湿湿然地端到了正堂的八仙桌上 做完这一切 美人拍了拍手 心满意足地笑了 打了个哈欠后 他扭着腰枝 漫步走回了水缸 一颗红螺沉入水底 半缸青螺瑟瑟瑟发抖 这红螺姑娘 还真是贤惠啊 第125章 去严京城 妖神殿的人不能白死 青山如巨龙盘踞 碧潭似深渊凝视 一位身披紫金龙袍 面如关玉的中年男子 短坐于檀边 他怀中 一位青纱薄衣的绝色家人 慵懒依威 御守十二年起邻果鲜酿 竹唇清起 以口度酒 服侍着身旁的男子 二人前方 三个志童瑟瑟发抖 泪水鼻涕 忽满了稚嫩的脸庞 口中断断续续地 吟唱着古老的歌谣 一曲终了 志童们立刻晋升 痘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 他们已经被迫唱了整整一夜 每当歌声停下 就会有一个同伴 被这对男女吞噬 本来有十个 如今只剩下他们三个 下一个又会是谁 怎么不唱了 继续 男子语气冰冷 其中一个孩子 终于承受不住 崩溃哭喊出声 这一声 如同在寂静的坛边 投下一颗石子 瞬间打破了诡异的瓶颈 咯咯咯 男子怀中佳人 眼唇倾笑 美艳的容颜瞬间扭曲 化作九颗猙獰的鸟手 其中一颗闪电般探出 一口将那哭喊的孩童 吞入腹中 临江城外有青山 青山脚下碧水坛 碧水坛身三千尺 三千尺下有龙王 剩下的两个孩子健壮 更加惊恐 拼命地继续唱着 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就在这时 缓缓走了出来 一位红衣似火 英姿飒爽 眉宇间透着一股逼人的阴气 另一位则身姿玲珑 容颜绝世 一袭白裙 更衬托出他 不识人间烟火的气质 看似柔弱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一股 令人胆寒的杀气 两人之中 以后者为尊 只见那后方之人 竟是凭空虚踏一步 便知捉钱 这突兀的变化 使得一旁玩耍的孩童 顿时竞生 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那身着滚龙袍的男子 见怪不怪 只淡淡一笑 松开怀中 娇艳女子的仙妖 挥手间 两杯穷江玉叶 便凭空出现在桌上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妖神店主 请 他微微抬手 示意对方品尝 那角色女子 却看也不看到美酒 摇了摇头 声音清冷如霜 酒就不必了 东西带来了吗 滚龙袍男子闻言 也不恼怒 只是笑容收敛了几分 沉声道 东西带来了 角色女子语气淡漠 仿佛再说一件 无关紧要的小事 滚龙袍男子眼眸深处 闪过一抹怒意 却很快引去 沉默片刻 点头道 也罢 妖神店主亲自出手 即便未成 也值这家 说罢 他大手一挥 原本的酒水 瞬间化作三个 晶莹剔透的水晶瓶 瓶中蓝光流转 仿佛蕴藏着无穷的能量 滚龙袍男子 看着三只水晶瓶 沉声道 此乃九渊真水 凡尘也能化作一条水脉 价值之大 想必店主不会不知 他身旁那红衣女子 更是美眸 闪动着贪婪的光芒 显然对这等宝物 也极为渴望 然而 为首的角色女子 却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便摇了摇头 不够 此言一出 滚龙袍男子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身旁美妾更是眼嘴娇笑 不够 你妖神店连人都没救出来 我家王上愿意支付 胜余报酬 已经是人之一尽 你竟还敢说不够 莫非这就是你 妖神店的行事风格 大胆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与我家店主这般说话 话音未落 角色女子身后 那名红衣女子 便怒目原睁 周身爆发出滔天烈焰 恐怖的威压 令那美妾脸色惨白 惊呼一声 躲到了滚龙袍男子身后 龙袍男子护住美妾 目光闪烁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缓缓开口道 那敢问妖神店主 怎样才算是够 角色女子垂下眼帘 低声说道 事没办成 按规矩 我妖神店确实不该 要你剩下的报酬 可这次 为了你黑龙王的事 我四地冤死在了严京城 这报酬 我是替他索取的 本来 我只打算 要你十滴真水就算了 现在的话 角色女子抬起头 扫了一眼龙袍男子身后的美妾 冷冷道 还得加上这九头鸡的一颗脑袋 什么 龙袍男一听 脸色大变 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他身后的美妾 更是吓得花容失色 尖叫道 大王救我 妖神店主 滚龙袍男子脸色铁青 强压怒火 韩生道 你虽为妖尊 但这般形势 未免也太过霸道了些 角色女子轻轻汗手 眸光如电 扫向那身着滚龙袍的男子 红唇轻起 吐出的话语却森寒如冰 现在又要加价了 你的龙角 本作也要了 话音未落 女子便不再理会二人 足间轻点 身形已如离弦之剑般 冲天起 一股毁天灭地的妖气 自她体内狂涌而出 直插云霄 将云层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刹那间 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雷鸣电闪 狂风呼啸 宛若末日降临 恐怖的威压 如山月般轻压而下 方圆百里内 所有生灵 尽皆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隐约间 有龙吟凤鸣之声 响彻天地 令人闻之色变 这毁天灭地的景象 持续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才缓缓消散 待到一切尘埃落定 只见两道身影 自青山脚下 缓缓醒来 走吧 回家 绝色女子 抚摸着两个童子的脑袋 一阵妖风 把两人 卷回最近的城内 她随手将一颗 血淋淋的鸟头 和一节散发着奇异气息 如珊瑚如鹿角的东西 扔在地上 仿佛那只是两件 微不足道的垃圾 身后的红衣女子 眼中满是狂热 追问道 大姐 接下来去哪 角色女子抬头望向远方 目光深邃而冰冷 眼睛呈 老四和老五不能白死 妖神殿不能就这么算了 云天河上午 照常在镇妖丝忙活 下午一溜烟 跑到六层吞煞气修炼 到了放牙的点 二十万经验值轻松到手 又是美滋滋的一天 斩地灵 斩鬼神 回家的路上 云天河琢磨着 啥时候去趟城外 把血域修罗斩的地级 和天际片也给入门了 是真被六层底下 那两道刀光给刺激到了 再加上云天河本来就喜欢使刀 往这方面再钻研钻研 先入门再说 万一哪天走了狗屎运 再来个天罡地煞级的 刀法神通呢 正想着 云天河一脚踏进家门 不对劲 刚进院子 一股子浇狐味 就往鼻子里钻 云天河脸色一变 妈的 不会又着火了吧 老爹的灵位 可不能再被烧第二次了 他闪身冲进屋 眼前的景象 却让他愣住了 只见八仙桌上摆着一个破碗 碗口还缺了一大块 碗里放着三个黑乎乎的碗衣 散发着刚刚闻到的焦糊味 第126章 我都是按你的吩咐照顾他 云天河拿起一个掰开一看 顿时傻眼了 土豆 哪个王八蛋 把缺口的狗碗放桌上了 还他娘的 烤糊了三个土豆摆里边 云天河怒火中烧 神殿一扫 脸色更难看了 谁干的 他从屋里 拎出一堆湿漉漉的衣服被褥 脸都绿了 哪个缺的玩意儿 故意整网呢 好好的衣服被褥 全被水泡了 明天穿啥 晚上带啥 尘埃焦得砸碎 云天河瞬间想起 楚中天被人投屎的惨状 让我带住你试试 非把你屎都打出来 云天河 随手打出一道灵光 使出 肾景幻界 神通里的肾法 倒影回溯 灵光瞬间 在他眼前 化作一面水幕 水幕中 光影变幻 正是白天屋里发生的一切 很快 他锁定了罪魁祸首 云天河站在厨房 看着手里 刚从水缸里 捞出来的红色海螺 整个人都梦了 红 红螺姑娘 难道说 那烤壶的土豆 还有被水泡了的衣服被褥 都是他在给我做饭洗衣 云天河 彻底凌乱了 他这才反应过来 李沈说的那个漂亮姑娘 压根就不是叶灵素 而是螺里的这个家伙 神魂网螺里一探 一个穿着红裙的绝色大美人 正睡的香甜 眉心一点珠红 看得他心头一跳 这不就是那天 在有间书屋 遇到的那个胆臣少女吗 罗轩那小子 还特意送了本标注着 青罗夫人故事的书给他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他 这玩意儿 不是什么田螺姑娘 而是个妖精 云天河顿时无语了 罗轩这老小子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样 找个女妖 假扮田螺姑娘 再说了 青罗夫人好歹也是贤妻良母 这家伙倒好 除了睡觉啥也不会 干得活尽添乱 简直就是个祸害 云天河气得想把罗丢回缸里 他随手一扔 原以为那丫头该醒了 谁知道 人家翻了个身 睡得更香了 真是服了 云天河回到房间 开始琢磨这件事 直接把人揪出来肯定不行 那不就暴露自己的修为了 可是罗轩和这个女妖 到底想干什么 他区区一个小力 除了长得帅点 也没啥特殊的 总不能是涂她身子吧 不行 我倒要看看 罗轩这老六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云天河决定将计就计 看看这两人 到底耍什么滑招 他也不怕这俩 夹起来 都不够他一只手打的 于是 云天河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骂骂咧咧地 把家里 被水泡了的衣服被褥 都拿出去晒 活脱脱一个 被折腾惨了的倒霉蛋 可惜 他这戏算是白眼了 那女妖 睡得跟死猪一样 压根不带搭理他的 接下来的三天 云天河算是 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惊喜 第一天 他回家一看 好家伙 十八个菜 摆满了一桌子 连他爹的零位前 都摆了三个 可惜每个盘子里 都是黑乎乎一坨 也不知道 是什么玩意儿 整个屋子 都弥漫着一股焦糊味 不用说 厨房肯定遭殃了 进去一看 三面墙 都被熏黑了 这丫头 竟然没把房子点着 也算是个奇迹 第二天 云天河一进门 就傻眼了 屋里到处都是水 房顶上 还在往下滴答 所有东西 都湿透了 就跟下了一场雨似的 他想了半天 才反应过来 这丫头 是把他的房子 给洗了一遍 第三天 云天河踏进家门 只见桌上堆着 一箱金银珠宝 差点闪瞎他的眼 随手抓起一个元宝 翻过来一看 好家伙 大言间想四个大字 赫然在目 这姑奶奶真狠 国库里赈灾的银子 都偷出来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撑几天 等我把那半钢青罗 全给爆炒了 我看你处出来 云天河边走 边咬牙切齿地想着 刚走到天书大道 就远远瞧见罗轩 在书屋门口晒太阳 云天河眼珠一转 快步走了上去 云小兄弟 罗轩还是 那副笑眯眯的样 跟云天河打招呼 罗老板早啊 云天河敷衍了一句 接着凑上去 装作满脸愁容 正好有事 求罗老板 不知罗老板 现在可有空 怎么了这是 罗轩面露疑惑 云小兄弟但说无妨 罗某帮得上 忙得一定帮 唉 云天河故作深沉地叹了口气 最近邪门了 罗老板 您是开书屋的 学问高 见识广 所以想问问您 有没有什么驱邪的好办法 哦 还有这是 罗轩一听这话 眼神顿时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意味深长地说道 云小兄弟 有些怪事 未必是撞邪 说不定是福气到了 是福是祸 还得看你碰上的这事 是好是坏 若是邪碎作乱 自然得想办法驱除 但若是福先临门 那就该见怪不怪 安之若素了 罗轩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云天河白手打断 肯定是邪碎 错不了 我这几天 简直倒霉透顶 算了 不问您了 我这就去找斩妖丝的兄弟 去我家瞧瞧 管他什么妖魔鬼怪 直接砍了再说 说完 云天河扭头就走 留下罗轩一个人 在原地猛逼 等他回过神来 想叫驻云天河 可人早就没赢了 怎么会这样 一眼的姿色 再加上我给他出的主意 这普天之下 能扛住他这般温柔体贴的 也没几个了吧 就算真扛住了 也不至于狠心道 找人斩妖去些 谁能下得去手 不对 肯定是哪个环节 出问题了 我得去看看 罗轩也顾不上书屋了 直接去云天河家 不多时 严禁城外一处荒郊野地 罗轩黑着脸 对着面前的红裙少女道 你就这么照顾他的 不然呢 少女翻了个白眼 每天给他做十几个菜 每天给他家里下雨洗衣 还有大把的银子给他 我都照做了 还要我怎么样吗 罗轩气的脸都清了 话都说不出来 他容易吗 他辛辛苦苦谋划了半天 结果全砸了 难怪云天河这般生气 这是到谁头上都得气的冒烟 罗轩刚想骂那丫头两句 可一看 他那半死不活的样 又心软了 算了算了 他常叹一声道 好心办坏事 这是 是我想差了 以后你就别瞎掺和了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等时候到了再说吧 知道了知道了 真啰嗦 少女连对她的戾气都没了 打了个哈欠 化作一道红光跑了 望着那丫头离开的方向 罗轩心里五味杂陈 果然啊 就算只有一半血脉 快到那日子了 越来越试睡了 我算是明白了 夫妻俩不能都强势 总得有一个服软 这日子才能过得下去啊 得了 爹以后就给你找个普通人 往后你想不想跟他过 都随你 反正 爹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哎 罗轩一声长叹 身影消失在风中 第127章 守龙阁 腐朽老者 云天和这边 不出他所料 在他去罗轩面前 哭诉加威胁了一通后 第二天那家伙果然老实了 也不出来作妖了 整天就缩在罗里睡觉 要不是云天和早就用 晶晶神通看穿了他的真面目 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猪妖变的了 云天和也懒得理他 每天该干嘛干嘛 等着看他和罗轩 还有什么花样 这天 云天和刚下班回家 就看见李婶在门口等着他 一见 他就竖起大拇指 你小子行啊 云天和一头雾水 就见李婶几枚弄脸的 塞给他一张纸条 又有小姑娘来找你了 还特意 给你留了信 云天和心里一动 打开纸条一看 上面写着 明日未时游蓝湖畔 有空便来 无空作罢 字迹娟秀 灵气逼人 他再熟悉不过了 云天和赶紧问李婶 那姑娘长啥样 结果李婶除了说漂亮 就没别的了 不过说 比不上之前穿红裙子的漂亮 云天和一听就皱眉头 心说叶灵素拿点比那只猪差了 李婶也太没眼光了 他用法术回溯了一下 发现白天来的不是叶灵素 可这字迹明明就是他的 我真是傻了 云天和一拍脑门 肯定是他让别人送信来的 想通了这点 云天和顿时开始琢磨 请明天的安排了 这可是 他和叶灵素的第一次正式约会 必须得好好计划计划 皇宫内 沈淼英一身白衣 悄无声息地走过寂静的长廊 四周黑漆漆地 伸手不见五指 走到头了 才看见前面 透出几丝诡异的烛光 沈淼英猛地抬头 借着那点光亮 看见一块巨大的牌匾 三个大字 散发丝丝金光 守龙格 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来 整个大殿阴森森地 压得人喘不过气 大殿两边 密密麻麻摆满了油灯 少说也有几百盏 可点着的却没几个 零零星星也就三十来盏 还都是风中残烛 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沈淼英一盏一盏地看过去 突然 他目光一凝 停在一盏油灯前 灯火还挺旺 灯下面刻着三个小字 沈淼英 正是他自己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灯 每一盏都代表着 大阎国一个顶梁柱 只有洞虚镜及以上的大能 才有资格点上一盏 谁死了 灯就灭了 这就是人死灯灭 上次他来的时候 这里明明还亮着四十多盏 这才多久 就只剩下三十多盏了 几乎都是因为灯油耗尽 自然熄灭的 也就是说 寿元耗尽而死 想当年 大阎国何等威风 这守龙阁里 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沈淼英正感慨着 突然 旁边传来一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咳嗽声 嗨 沈淼英立马转身 恭敬无比地说 沈淼英 见过丰大人 一个诡异的身影 出现在他面前 这老头穿着一身 不知道哪个年代的太监服 脑袋光秃秃的 稀稀拉拉几根白毛 脸上皱巴巴的 五官都快挤成一团 要是云天何在这 肯定得说 这老头比江森那老东西 还要磕成数倍 不知道是多少年的 陈酿老头了 这老太监 颤颤巍巍地 从阴影里走出来 手里拿着一块破布 慢吞吞地擦着油灯 一步一步 磨到沈淼英面前 说句不好听的 这老家伙 就剩一口气掉着了 随时都可能咽气 可沈淼英 一点也不敢怠慢 比面对阎皇还要恭敬 从小他就听说过 这老太监的传说 他叫封臣 原本只是皇宫藏书阁里 一个扫地的太监 也不知是有高人指点 还是自身机缘 在藏书阁里 清扫了百年 不但没死 反而练就了一身 还记载着封臣那成名一战 那时的阴阳交魔主 刚踏入天人静 就狂得没边 居然想杀进皇宫 把炎皇后宫三千加力 全给掳走 结果他刚进皇宫 就被一个神秘高手拦住 那人只出了五招 就把魔主打得倒飞出两千里 魔主差点当场去世 要不是烧了半身精血 估计就交代在那了 这一战 直接把封臣的名字 变为传奇 吓得正魔两道 和那些妖魔鬼怪 都瑟瑟发抖 炎皇当场封他为 太监法尊 和封臣一比 现如今已是大言国师的 沈淼英 就是个后辈小女孩 这不是沈家那小丫头吗 老太监慢悠悠地走过来 上下打量着沈淼英 你怎么一点都没变老 还跟当年一样水量 沈淼英苦笑 冯大人 您说的是我姑姑威月吧 对对对 你看我这记性 老太监一拍脑门 五百年过去了 你们沈家的姑娘 怎么可能不会老 威月那丫头 现在在哪呢 沈淼英低下头 轻声说 威月姑姑百年前 就 老太监沉默了一会儿 悠悠地说 是我老糊涂了 当初我还亲眼看着 她的魂灯灭了 怎么现在又问起这种话 突然 老太监又问 威月死前嫁人了吗 沈淼英摇摇头 没有 姑姑到死都是一个人 哎 老太监长叹一声 威月那丫头 也是个苦命人 说着 她又看向沈淼英 叹道 你们沈家的女人 背负着监视天下的责任 一个个都活得不容易 不过 要是能碰上合适的人 就赶紧卸下担子 为自己活几年 别像威月那样 沈淼英乖乖听着 这种话 也只有这位敢说 她可不敢接 老太监 封臣拉着沈淼英 说了很多 有些沈淼英能听懂 有些却完全不明白 等她说得差不多了 才想起问沈淼英 你今天来守龙哥 有什么事吗 终于到正题了 沈淼英深吸一口气 沈生道 妙英遇到了一些事 心里不安 所以特来请教封大人 接着 沈淼英就把养龙吃龙气 断成七节的事 告诉了封臣 沈淼英说完后 封臣半天没反应 她好奇地抬头一看 只见封臣闭着眼 像是睡着了一样 封大人 沈淼英咬着嘴唇 心里带着几分焦急 封臣这才不紧不慢地睁开眼 小丫头 说完了 说完了 沈淼英心中叫苦不迭 这可是关乎大盐国运的大事 连炎黄都没去告知 她知晓后便马不停蹄赶来守龙阁 眼前这位听着听着睡着了 龙脉断裂 国运衰败 一节龙脉便是一节 老夫听明白了 封臣睁开双眼 眼中神光闪烁 还请封大人指点迷惊 妙英该如何做 沈妙英功身一败 语气功敬 封臣微笑地说道 如何做我也不知 不过腐朽残躯 还能再拼一拼 第128章 第一节来了 老者疲惫地扫了一眼 店里那些个油灯 目光落在几盏位置最高 火苗却弱得可怜的灯上 像我这样半死不活的老家伙 守龙阁里还有几个 一人去挡一节 大概也把这几节挡下了 沈妙英听得一愣 就这么简单 好像 还真是这么简单 但她还是忍不住问 封大人 要是不够挡 或者说 挡不住呢 封臣摇摇头 语气随意 那就没我们几个老家伙什么事了 死了就死了 哪还管得了身后事 到时候 就看你们这些年轻的了 啊 封臣又慢悠悠地说道 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这世上哪有长生不死的玩意儿 无极竟都得死 何况一个区区王朝 大言要真亡了 那就是天意 老天要他亡 沈妙英听得脑子嗡嗡的 完全不知道该说啥 就在这时 封臣浑浊的老眼 突然惊光爆射 一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气势 从他腐朽的身体里爆发出来 瞬间照亮了整个守龙阁 来了 你说的七节 第一节来了 风尘衣袖一灰 整个人化作一道光 消失不见 老夫去也 这把老骨头 哎 小丫头 老夫要是死了 记得给老夫的油灯擦拭一番 声音越来越远 最后只剩下沈妙英一个人 和满电摇曳的油灯 云天河换了班 一大早就等在游篮湖 虽然一个念头 就能看到叶灵素在干嘛 但他偏不 约会嘛 仪式感最重要 为了今天的约会 他特意打扮了一番 新衣服倒是其次 主要是稍微释放了一点魅力 本来就是个美少年 现在更是意义生辉 唯有凤表龙兹能比你了 从家到游篮湖这一路上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姑娘 在湖边等了半天 更是有不少女的 连男的都上来搭讪 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一直等到五十 就是砍头那个时间 才看到一个娇俏的身影 踢着裙子急匆匆地跑进来 他进来后 先四处张望 看到云天河再朝他挥手 顿时眼前一亮 这才放慢脚步 优雅地走了过来 等久了吧 不好意思啊 叶灵素一路小跑到云天河面前 一脸歉意 本来早上就能出来的 可我爹灵师非要考教我几千字的破经论 烦死了 我也猜到 云天河笑着看他 今天叶灵素穿了一身鹅黄色的衣裙 衬的肌肤更加白嫩 整个人都闪闪发光 晃得他都有些一不开眼了 叶灵素偷偷瞄了一眼云天河 心跳得厉害 天哪 今天他怎么这么好看 两人沿着湖边走了几步 叶灵素突然眼睛一亮 不如我们去城里逛逛吧 听说最近多了好多新鲜玩意儿 好啊 云天河自然是什么都依他 他好了 叶灵素高兴得像只小兔子 偷偷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小纸条 上面写着计划 路线 一二三四 几个字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城外荒郊野岭 一道沟壑横更 将原本就偏僻的道路彻底封死 两道倩影立于悬崖边 妹和他的手下 走吧 妹收回目光 淡淡开口 是 大姐 红衣女子恭敬地硬道 两人转身欲走 妹却突然停住 目光如电 射向远方 只见荒凉的道路尽头 一道人影缓缓走来 速度却快得惊人 眨眼间便到了镜前 来人是个行将旧目的老太监 眯着眼打亮着二人 妹面无表情 静静地看着她 老太监将身后的双手拿出 冲着两人失了一礼 前方沿京城 还请两位止步 妹嘴角微翘 我若偏要进呢 那我 只能拦上一拦了 老太监语气平淡 话音刚落 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 瞬间降临 仿佛天崩地裂 妹脸色一沉 妖翼的眸子中 闪过一丝凶利 就平民 一个躲在皇宫等死的老东西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妖气冲天起 直奔老太监去 哎 老太监长叹一声 周身光芒大盛 迎着那股恐怖的妖气 悍然迎击 天地间两股绝世力量 轰然碰撞 京城 人声鼎沸 哄 一团火苗冲天起 把夜灵素下的花容失色 赶紧躲云天河身后去了 等那火焰化作漫天花瓣飘落 他又开始拍手叫好 太厉害了 周围一片叫好声 夜灵素兴奋地向着孩子 不停拍手 云天河笑着护着他 不让别人挤到他身边 出了游蓝湖 夜灵素就拉着云天河 来看这个新来的马戏班子 这班子的人各个高鼻深目 金发碧眼 一看就不是大炎人 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的 他们带来的玩意儿新鲜 戏法也演得精彩 才小半天就轰动了小半个京城 听说不少达官贵人 都请他们去府上表演 档期都排到几个月后了 云天河用神石一扫 发现这马戏团的人 几乎各个都有修为 不过只有宁气距离这个层次 估计是跑江湖的 没点本事防身可不行 倒也正常 喷火的汉子下台 两个人抬上来一个盖着红布的大箱子 红布掀开 底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呼 只见箱子里住满了水 水里竟然有个美人鱼 那美人鱼肌肤盛雪 容貌艳丽 被众人看得惊慌失措 在水里慌乱地游动 真的有美人鱼 叶灵素瞪大了眼睛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 还摇头晃脑地念叨 南海有娇人 水居如鱼 不费之计 其也能弃诸 云天和也跟着嘖嘖称奇 其实他一眼就看穿了 这就是个身穿鱼皮衣服的普通女人罢了 也就叶灵素这傻丫头 会被骗到 像叶灵素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云天和注意到 人群中几个衣着华贵的公子哥 已经开始偷偷摸摸地打听 怎么才能把这美人鱼买下来 听说这段时间 想买这美人鱼的人可不少 最高的已经出到三千两黄金了 但这马戏团的人胃口更大 还在代价而估 估计这帮人进程表演 就是为了钓这条大鱼吧 云天和心中暗想 估计这马戏班子进程表演 就是为了赚这笔钱吧 就是不知道 最后会便宜哪个冤大头了 又看了一会儿 叶灵素便说要走了 接下来去哪儿 云天和随手买了一串糖葫芦 递给叶灵素 让我想想 叶灵素一边吃着糖葫芦 一边滴溜溜地转着眼珠子 趁着那云天和没注意 叶灵素赶紧掏出小钞偷苗 看到一处 欣喜说道 白水酒会 走走走 今日白水河上游游酒会 去晚了 就抢不到好位置了 去白水河 马车都得小半个时辰 这会儿 估计都没开始呢 不如 一只手突然伸过来 骨节分明的手指点 在叶灵素手里的小钞上 在那些计划上 慢慢滑动 最后落在一项上 先去这个机会怎么样 听说有投壶比赛 奖品好像挺有意思 玩过之后吗 那手指又滑到另一项上 再去吃水云间的烧鹅 我可是听说了 他们家的烧鹅啊 那叫一个外苏里嫩 入口即化 这手指头 就跟带着魔力似的 三两下 就把叶灵素脑子里乱糟糟的计划 安排得明明白白 叶灵素听得两眼放光 一拍脑门 尿啊 就这么办 说完 才猛地反应过来 抬头一看 云天和那张俊俏的脸 就凑在他眼前 呼吸都快凑到他脸上了 啊 叶灵素慌慌张张 把小钞色到身后 脸红得跟主叔的虾似的 这 这都是他们帮我安排的 说第一次跟人出来 可不能跟个无头苍蝇似的乱逛 瞧着叶灵素 那副手足无措的窘迫样 云天和忍不住笑了 云天和 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语气温柔 其实 就算真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逛 也挺好的 真的吗 叶灵素傻乎乎地看着他 不然呢 云天和笑着拉起他的手 催促道 快走吧 再磨蹭就错过好戏了 被他这么一拉 叶灵素整个人像是被电了一下 晕乎乎地跟在他身后 第129章 你敢乱动 我连你一块宰了 咳嗨嗨 风尘弓着身子 咳得撕心裂肺 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不远处 魅静静地站着 精致的脸上 没有一丝表情 只有指尖滴落的鲜血 着视着刚才的战斗 有多惨烈 放眼望去 这里的荒郊 如今已是一片狼藉 到处是坑坑洼洼 岩浆翻滚 宛如人间炼狱 可害害 风尘终于缓过境来 缓缓直起身子 脸上满是复杂之色 真是羡慕你们 这些上古妖种 寿元氏人族的好几倍 不像我 已经老了 要是再年轻个200岁 魅冷冷地邪腻着风尘 语气里充满了不屑 就你 再年轻200年 也只有被我打爆的份 风尘被她 这嚣张的态度 噎了一下 好半天才憋出一句 确实 我打不过你 算你实相 魅带着身后的红衣美女 看都没看风尘一眼 静止往沿京城的方向走去 可走了没多远 魅突然回头 却发现 风尘这老头 居然慢悠悠地 跟在他们后面 顿时眉头一皱 怎么 你活腻歪了 不怕死 怕呀 怎么不怕 风尘点头 但随即又摇头 可有时候啊 怕也没用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魅说着就要动手 恐怖的威压 瞬间拢罩住风尘 风尘见状 立马闪身 退到远处 连连摆手 别别别 先别动手 让我这老头子喘口气 我回去 也是这条路 总不能绕路吧 魅看了她一眼 冷哼一声 想跟着就跟着 别怪我没提醒你 死了 可别怨我 说完 魅便不再理会风尘 转身就走 风尘也慢悠悠地 跟在后面 哪里还有半点传闻中 差点打爆 阴阳交魔主的 太监法尊的威风 说到底 他也只是一个 行将就木的老人罢了 到了他这个年纪 什么脸面 什么生死 都已经看淡了 他只想在最后的时间里 再为这大阎王 朝做点什么 至于怎么做 他还没有想好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就这样 风尘跟着魅两人 来到了一处 水草丰美的沼泽 只见魅从沼泽中射出一片鳞片 仔细地端向了片刻 然后随手丢出十个水晶瓷瓶 风尘眼间 一眼就认出 那是修行界 难求的真水之流 每一滴真水 都架至连城 足以让动虚真人的大打出手 然而 魅却像是丢垃圾一样 将这十滴真水 丢进了沼泽之中 不出一个月 这个沼泽 就会演变成一方大湖 风尘心中 虽然震惊 但却没有多说什么 他知道 魅这样做 肯定有他的理由 祭奠完之后 魅带着红衣女子 又来到了一处荒山野岭 只见魅一脚跺地 恐怖的力量 瞬间席卷而出 将整座荒山 震得四分五裂 还莫等风尘反应过来 就看到 那崩塌的荒山中 湿气冲天 一头巨大的五尾 独角狮兽 咆哮着冲了出来 凶狠地盯着魅 和红衣女子 魅没急着动手 反倒回头 扫了风尘眼 老太监 你要是敢乱动 我就连你一块宰了 风尘微微一震 但还是缓缓点头 老头子 我心里有数 最好是这样 魅冷冷丢下一句 转身就朝着那头 狂暴地尸兽走去 他食指纤细如玉 此时却微微弯曲成肘 对准那怪物 猛地虚空一丝 京城 某家客栈内 刺了 一只香喷喷的烧鹅 被人粗暴地撕成两半 殿小二收回油腻腻的双手 在身上蹭了蹭 脸上堆满谄媚的笑 两位客官 慢用 说完 他就转身下去了 留下云天河和叶灵素 面面相去 这烧鹅 叶灵素看着盘子里 那被撕开的烧鹅 又想到殿小二那 不忍直视的动作 迟一道 还能吃吗 应该 没问题吧 云天河语气也不太确定 他们倒想让店家 重新上一份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环顾四周 发现别人点的烧鹅 也是这么上的 一问才知道 云水间的烧鹅 就得这么撕着吃 那殿小二手上的油 是店家秘制的调料 撕鹅的时候 用特殊手法抹上去 那味道才叫一绝 道理他们都懂 可真要吃进嘴里 心里 还是隔音的慌 要不 云天河灵机一动 咱们不吃他碰过的地方 怎么样 叶灵素眼前一亮 用力点头 我看行 两人一拍即合 当即开始大快躲移 一人半只烧鹅 直接上手啃 俊男美女 啃得满嘴流油 倒成了云水间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云天河正肯的香 突然 他脑中神魂剧烈一跳 手上的动作顿时僵住 脸上也浮现出古怪的神色 怎么了 这烧鹅不好吃吗 叶灵素见状 一边抹着油乎乎的小嘴 一边好奇地问道 云天河摇摇头 不是 就是突然想起来 家里养的几条恶犬 丢在城外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 饿死了没有 还是被人打杀了吃了 你还养狗啊 叶灵素一听 眼睛顿时亮了 什么狗啊 可爱吗 云天河道 土狗 不可爱 长得挺凶的 怕吓到人 所以一直养在城外 哦 叶灵素吃饱后 心满意足地作了作手指头 去不去瞧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叶灵素眨巴着大眼睛问我 云天河笑着摇摇头 算了 都这么多天没去了 也不差这一时半刻 真被人打杀了吃肉 也是命不好 咱们继续吃 吃完去哪 白水酒会 叶灵素眉眼弯弯 这辈子就没这么开心过 月色正浓 云天河和叶灵素 从白水酒会出来 已经是半夜了 我跟你说 那是邻里老先生的画迹 真不是盖的 随手一画 那叫一个绝 我看 以后 指定能成传世名作 还有那洛兴楼的淡台姑娘 剑舞跳的那叫一个萨 听说她拜了 剑宗高手为师 厉害着呢 叶灵素 叽叽喳喳地说着 白水酒会上的剑文 兴奋的小脸通红 那个什么河内 第一才子孔端味 真是让人的大失望 全程闷葫芦式的 让她作诗也不肯 真是扫兴 她呀 估计是进了一趟天牢 被吓破胆子了吧 哪还敢乱说话 云天和淡淡一笑 你还知道她进过天牢啊 你忘了我做什么的 当初就是我把她关进去的 原来如此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相国府门前 叶灵素的情绪 一下子低落下来 再见 她一步三回头 眼中满是不舍 云天和挥挥手 目送她走进府门 还用神识 偷偷观察着 叶灵素刚转身 就看到一个山羊虎老头板着脸 站在那里 旁边是她的女伴 一脸女完蛋了的表情 爹 叶灵素乖乖地低下了头 误了几个时辰 老头冷笑道 两 两个 哼 金润全书抄一千遍 什么时候抄完 什么时候再准你出门 叶灵素苦着脸 一千遍啊 要抄到猴年马月去 你胆子也太大了 女伴跑过来 一脸佩服 一千遍金润 一个月都抄不完吧 抄不完也得抄 叶灵素眼中 闪过一丝坚定 让肃秦清奇 他们都来帮我 抄一千遍不够 多抄几千遍 啊 小姐妹目瞪口呆 这丫头 不会是疯了吧 为什么抄这么多 父子明明 只是让你抄一千遍 笨蛋 叶灵素 翻了个白眼 多抄一些 留到下次用 哈哈哈哈 隔了一道墙的云天河 听着忍不住笑出声 第130章 第一次用来对敌 突然 几道灵力的神念 锁定了她 带着审视的寒义 竟然是来自 湘国府的天罡进高手 云天河一开始没当回事 转身就走 可都走到家门口了 那几道神念 还阴魂不散地跟着 陪独丫鬟 谈个恋爱也要管 至于这么草木皆兵吗 有这闲工夫 不如多看着相国和你家小姐 云天河无语地摇摇头 她身家清白 根本不怕茶 但现在急着出城 哪有功夫陪他们演戏 于是随手施展了一点小幻术 留下一个以假乱真的幻影 本体则瞬间冲上云霄 月色如水 云海翻腾 云天河身形一晃 化作一条巨大的白色渗龙 与云雾融为一体 轻轻吐出一口芸汐 便彻底消失在夜空中 早在和夜灵素吃烧鹅的时候 云天河就感应到 鬼龙发来的求救信号 为了不破坏第一次约会 她一直强忍着 忍到现在 鬼龙传来的气息 已经极其微弱 显然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而云天河心中积蓄的 杀意和怒火 也终于到达了顶峰 兄弟别怕 你大哥来救你了 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你 我说的 欺负我兄弟 我要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月光清晰而下 云海剧烈翻滚 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 响彻夜空 荒郊野岭 媚凌空而立 仙仙御守须抓着一团 不断挣扎的黑烟 那是被他折磨得 奄奄一息的鬼物 随时可能魂飞魄散 而媚的脚下 散落着一地的断枝残壁 像是一堆被玩坏的玩具 触目惊心 远处 封臣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他已经观察了很久 基本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妖神殿的凶兽头领 有两个手下在严京城附近 被人干掉了 他这次来 就是为了复仇 而这些实力不俗的尸兽鬼物 应该就是那人驱使的尸鬼宠物 他故意大张旗鼓 就是为了将那人逼出来 只可惜 那人显然不傻 根本不为所动 也是 这上古凶兽如此恐怖 连我都吃了大亏 何况其他人 守龙阁内 能治住他的 也就那么几个 那人但凡有点脑子 就不会在这个手冒头 封臣心中暗叹 但他越想越心惊 谁知道这妹会不会迁怒于他 真要是那样 他这个太监法尊 恐怕就真的要拼命了 至于能不能挡住 大姐 那缩头乌龟 看来是不敢露面了 活寡了他的尸鬼 看他还出不出来 红衣女子恨恨说道 妹眼中凶光毕露 那就不等了 说着 妹无止猛的一转 虚空中的鬼物 就像被一只无形大手捏住 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眼看那鬼物就要被捏爆 旁边虚空却突然裂开 一截刀尖闪电般刺出 将那无形大手戳了个对穿 鬼物顿时化作黑烟 搜一下窜了出去 眨眼间就变成一条 几尺长的小鬼龙 轻腻地盘旋在一个 突然出现的人影身边 三人目光齐刷刷地射向那道人影 只见月光下 那人影看不清面目 也瞧不出身前 只是慢悠悠地收刀 那条小鬼龙 就像在外受了委屈的小狗 终于见到主人 一个劲地往那人身上蹭 嘴里还呜呜咽咽地委屈叫唤 不哭不哭 路上耽搁了 这不是来了吗 那人轻抚着鬼龙 声音清澈地向月光洗过一般 居然真来了 封尘看着那人 低声喃喃 显然有些意外 妹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似乎根本不在乎鬼龙被救走 只是死死盯着那人 嘴角一点一点勾起 你总算来了 妹周身妖气和凶气 翻滚沸腾 可是 等你好久了 云天河神色平静 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身份 妖神殿楼主 妹 天人妖尊 云天河表面波澜不惊 心中却怒火翻腾 这些都是你干的 云天河的目光 扫过气息奄奄的鬼龙 又扫过地上七零八落的 尸寿残骸 妹哥哥一笑 像个天真烂漫的少女 不然呢 云天河平静地开口 你知道 我为了缝好这些小家伙 费了多少心思吗 妹闻言 银牙一刺 身形瞬间消失 下一刻就出现在云天河面前 一拳轰出 哄 云天河整个人瞬间炸开 原地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可见 这一拳的威力 何等恐怖 然而 妹在出拳的瞬间 就察觉到不对 眉头一皱 假的 她一转头 云天河那声音 就从身后转了过来 你知道把这些玩意儿拆了 后面要花多大功夫 才能重新听起来吗 去死 妹的脸扭曲成一团 身影一闪 一拳又轰出一个黑洞 又是假的 妹咬牙切齿 语气里满是力气 你知不知道 碎了再拼 东西质量会变差吗 第三次 妹的拳头又落空了 好 她忍不住发出一声怒吼 绝美的脸蛋 也变得猙獰起来 青筋一根根抱起 我看你还能躲几次 哄 妹一拳轰碎了 云天河的身影 然而这一次 云天河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了她面前 背对着月光 居高临下 把我辛辛苦苦 做的座器全毁了 以后 让我气什么 气你吗 云天河语气平静 却字字诸心 杀意如同实质 压过了漫天月光 下一秒 云天河 彻底放开了隐藏 绝世风采 展露无遗 一袍烈烈作响 黑发狂舞 俊美的脸庞 在月光下 散发着冷郁般的光泽 眼神淡漠 右手搭在腰间刀柄上 刀未出鞘 灵力的刀意 便已充斥天地 这一刻 绝代风华 与惊天刀意融为一体 如神如魔 正邪难辨 光影交错 风尘 红衣女子和妹 三个人都被震慑住了 等回过神来 只觉得眉心刺痛 仿佛被利刃抵住 风尘心中 掀起惊涛骇浪 老麦的身躯中 涌现出一股奇异的激动 躲在守龙阁上千年 没想到 大言王朝 竟然出了这样一位 晋圣刀王 红衣女子 吓得花容失色 连连后退 妹的脸上 却露出兴奋的战意 好好好 没想到 杀了老四老五的 竟然是你这样的 惊天强者 也不枉我来言 京城一趟 说完 妹对着云天河 仰天咆哮 尖牙利齿 从红唇中伸出 吼声震天动地 竟然将周围的刀器 和杀意 都冲散了不少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漫天刀器 却突然消失得 无影无踪 算了 云天河松开了 握着刀柄的手 底下三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 云天河淡淡的声音传来 还是不用刀了 因为 我从没像现在这样 想用拳头揍人 就算 你是个女的 花音刚落 天地间 突然亮了起来 一轮金色的太阳 在月夜下冉冉升起 地煞法 炎帝焚天法身 第一次正式用来对敌 第131章 吃我一拳 云天河向来稳如泰山 哪怕此刻怒火焚烧 心中对炎帝焚天法身 也自信无凭 但稳健之道 还是使他留了个心眼 他心念一动 将剩余的三千多万经验值 尽数灌注到炎帝焚天法身之中 法身本就自行蜕变 积攒了数百万经验 如今得着三千万加持 瞬间突破四千万大关 炎帝焚天法身 第二层晋升第三层 须一亿经验 这一波 直接拉近了一半进度 三千多万经验值加上去 云天河皮膜之下 金色神闻 疯狂生长 宛若参天巨木根系 深邃无比 更深层次的后天炎帝之躯 被构建而出 无穷无尽的力量 自血肉深处 喷涌而出 如汪洋自似 奔腾不息 金色火焰流淌 仿佛要将这方天地 都焚烧殆尽 妹还未反应过来 便见一轮金色骄阳降临 赤金色的眸子 平静地注视着她 仿佛神灵俯瞰蝼蚁 她体表的水分 瞬间被蒸干 灼热感还未袭来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 已轻飘飘地印在她胸前 轰隆 一声巨响 仿若晴天巨骨 被人狠狠敲击 大地剧烈摇晃 风尘和红衣女子 甚至没看青云天河的动作 妹便已消失不见 只见云天河长下 出现一个 深不见底的巨坑 下一刻 野兽般的怒吼 自坑底传出 音波化作石质 震得乱石飞溅 一道娇小身影冲天而起 却被云天河 轻描淡写的一掌拍回坑中 如同拍飞一只 恼人的苍蝇 四千万经验值加持的 炎帝焚天身 让她肉身力量暴涨 皮膜血肉 近乎先天神灵 更有炎帝火加持 莫说区区妹 便是万刃天擎风 也能一掌拍平 好 接下来 妹就像发疯一样 一次又一次地往上冲 又一次一次地被拍回去 大地颤抖 新的大坑不断出现 鬼龙在旁兴奋狂舞 嘶吼连连 仿佛将之前所受的折磨 尽数宣泄 又蹦又跳 兴奋地嗷嗷直叫唤 之前受的那些气 这会儿全洒出来了 风尘和红衣女子 瞠目结舌 风尘想起之前 自己跟妹打的那一架 跟现在这场景 简直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揍人的和挨揍的 换了个鞭 妹 现在被人当虫子拍了 红衣女子心中 掀起惊涛骇浪 一股莫名的恐惧 将她紧紧包裹 之前都是大姐 将别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如今风水轮流转 她竟然被人像拍苍蝇一样 随意拿捏 红衣女子 偷偷望向那个沐浴 在金色火焰中的少年 她宛若神明 散发着令人 无法抗拒的魅力 一种疯狂的念头涌上心头 她想要不顾一切地靠近她 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也好 这种想法 让她既害怕又慌乱 完全不知所措 云天河周身火焰翻涌 一次又一次 将那妹押入深渊 突然 那深渊之下 安静地可怕 似乎有什么恐怖 正在深渊之中缓缓苏醒 云天河眼眸惊艳暴闪 炎帝焚天法身全力催动 一眼便望穿无尽深渊 看见那深渊之下 一头遮天蔽日的巨兽 正缓缓站起 轰隆隆 大地崩裂 恐怖的凶利之气 如火山喷发 直冲天际 砰 一声巨响 一头数十丈大小的庞然巨兽 裹挟着飞石断幕 从深渊之下冲天起 这是一头通体银白如玉的 巨大犀牛 独目赤红 头顶一根独角 如弯刀般风锐无比 仿佛要将苍穹捅破 仅仅是看上一眼 都让人感觉 灵魂都要被撕裂 风尘古波兰不惊的脸上 终于出现了一丝动容 那红衣女子 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 奸声叫道 大姐显露真身了 云天河心中也是微微一惊 认出了这具兽的身份 猎天寺 竟然是上古师兄之一的猎天寺 猎天寺 顾名思义 以猎天为名 其恐怖可想而知 但云天河却丝毫不惧 反而战意高昂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猎天独角厉害 还是我的炎帝焚天法身更强 此时 那猎天寺也锁定了云天河 双目之中凶光暴闪 显然是要使出全力一击 他仰天发出一声 震天动地的怒吼 声浪滚滚如雷 震得周围山峰都摇摇欲坠 然后 他便迈动山岳般的四肢 朝着云天河狂奔而来 每一步踏下 都令大地崩裂 虚空震展 而他头顶那根独角 更是光芒大放 仿佛一柄天刀 要将天地劈开 先天神灵 天生神圣 一呼一息 莫不服道 举手投足 皆为神通 大道质简 在这法身之内 运用招式什么的 反而没有到运 云天河体内 超越天极品级的 无暇十二动天 疯狂颤动 海量的灵力 如长江大河般奔涌而出 他将所有力量 凝聚于右拳之上 整条手臂 都变成了纯粹的金色 经络骨骼鲜毫臂线 无数金色神纹 如蝌蚪般游走闪烁 认真一拳 云天河一拳轰出 没有花哨的招式 只有纯粹到极致的力量 这一拳 便是他炎帝 焚天法身之后的 最强一击 猎天似独角 如天刀般斩落 云天河认真一拳 悍然迎击 风尘和红衣女子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大气都不敢喘 云天河却一脸轻松血液 晚风吹起他的长发和衣袖 他一拳轰出 就那么一瞬间 云天河脑子里 闪过妹那张精致的脸蛋 这一拳 应该会把他打哭吧 云天河想着 金色的拳头 和金色的独角天刀 狠狠撞在一起 天地间瞬间安静下来 仿佛时间都静止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也可能只是一瞬间 周围的一切才恢复正常 恐怖的能量 以碰撞点为中心 疯狂扩散 所过之处 地面瞬间被夷为平地 就连虚空 都被撕裂出一道道漆黑的裂缝 像是破步一样 还好这鬼地方 方圆百里荒芜人烟 不然就这一下 不知道死多少人 哄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终于响起 像是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 咔嚓 其中 还夹杂着骨头断裂的声音 只见一个庞然大雾倒飞出去 一路撞碎了 不知道多少座山 这场战斗的结果 已经毫无悬念 封城和红衣女子 彻底看呆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啊 红衣女子尖叫一声 化作一只火红的大鸟 急匆匆地朝着黑影追去 一眨眼就消失在天边 第132章 没看到我受了重伤 好好好 鬼龙急得直跳脚 催促云天和赶紧追上去 云天和却摇了摇头 随手把卡在指缝里的 半截金色独角拿出 淡淡道 追上去也没用 杀不死他 对方是上古师兄之一 皮糙肉厚 比他想象中还要难对付 他现在要是天人静 或者刀法再强一点 或许还能试试看 能不能宰的对方 可惜 他现在实力还不够 云天和看着自己的右手 神清凝重道 你没看见 我都已经受伤了吗 鬼龙瞪大了眼睛 仔细一看 这才发现 云天和的拳头上 竟然有一道细小的伤口 足足有两毫米的巨大创伤 哦 你还小 不懂 万事不要冲动 要以稳健为主 云天和语重心长地教育道 云天和掂量着 手里半截独角 嘖嘖称奇 这可是上古师兄列天司的脚啊 连他的炎帝之身都能割破 锋利程度不用怀疑 要是打造成刀 那人机刀的威力 不得更上一层楼 云天和随手一挥 半截独角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黑色裂缝 还挺顺手 他这趟稳赚不赔 就这半截独角 比那十一句 妖师价值高百倍都不止 云天和心里还是想着 总有一天 得让这头独角欲犀牛 乖乖当他的座气 骑着上古师兄 绝对够拉风 教训了妹 替鬼龙出了气 云天和的目光 落在了老太监封尘身上 这老家伙虽然穿着太监服 但身上那股万年老油条的劲儿 和江森简直一模一样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云天和一眼就看出 这老家伙肯定是大研皇宫的人 但他没点破 反而起了逗弄的心思 他诗诗然走到封尘面前 用手指轻轻敲打着独角 发出清脆的声响 老头儿 你和那妖女是一伙的吧 这话一出 老太监封尘一颤 差点没把这老骨头 给吓得散架了 前辈 误会啊 天大的误会 封尘哭丧着脸 深深鞠躬 脑袋都快处到地上了 是不是误会 接我一刀就知道了 云天和说着 举起手中的独角 别啊 前辈饶命啊 老头子我胆小 经不起下 封尘连忙摆手 苦着脸解释 我是大言护隆私的 感应到妖神殿楼主 来了严金城 就跑来阻止 哪知道他那么厉害 还好前辈您来了 哈哈 云天和大笑 放下独角 随口道 我也是大言人士 其实 云天和还挺喜欢和封尘 江森这帮老家伙打交道的 只有在他们面前 他才可以毫无顾忌地做自己 封尘早就看出 云天和刚才是在吓唬他 但正因如此 心中才更加震撼 能开这种玩笑的人 必然是心态极佳 寿命悠长的存在 而且 站在云天和面前 封尘能清晰地感受到 对方身上 那股蓬勃的朝气 就像清早刚升起的太阳一样 充满了活力 太年轻了 简直年轻得不像话 一点默契都没有 甚至可能 连五十岁都不到 不到五十岁 就能轻松打败 妖神殿楼主 上古实兄之一的猎天寺 封尘已经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他活了这么多年 自诩见多识广 如今才发现 世界之大 远超他的想象 护龙丝 云天和早听说过 大眼有这么个第五丝 职责吗 就如其名 这不就是保龙一族 前辈既然是我大眼子明 又在眼睛落脚 不如 封尘眼珠子一转 凑近一步 语气谄媚 假如我护龙丝如何 他堂堂太监法尊 姿态卑微到泥里 对着云天和这二十出头的 矛头小子 一口一个前辈 前辈放心 就是挂个名 每日的俸禄自然少不了 平日里绝不敢讨扰 就算要用龙器 嗨嗨 那也是可以商量的 云天和看着老头 只是笑了笑 没有回复 说白了 大眼死活关他屁事 还不如镇玉丝的天牢 还可靠闲 严禁城外天天有人上吊 乱葬岗的野狗都吃腻碍了 天牢里那些个贪官污吏 杀了一查又一查 这王朝 谁爱护谁护去 他只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管他谁做龙椅 谁当皇帝 至少目前的内心想法是这样的 或许是看出云天和眼底的那抹不屑 封城不敢再提 从衣服里掏出一块紫金令牌 毕恭毕敬地送到云天和面前 前辈 您对护龙丝没兴趣便罢了 以后但凡用得上我大眼的地方 尽管开口 等我这把老骨头入土了 您拿着这块令牌 大眼皇宫里的任何人 都得替您拆遣 这老太监 确实比江森会做事 云天和见那江森谜语人十次 九次都想揍他一顿 这封城就顺眼多了 云天和也没拒绝 直接把令牌收下 随手掂量了几下 走了 云天和撂下一句话 直接欲空而起 衣服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潇洒离去 至于这片地方被打得遍地狼藉 反正有封城擦屁股 一处荒野之上 媚狼狈地坐在地上 额头上是一块触目惊心的红肿 嘴角还挂着血丝 大姐 红衣女子站在一旁 心疼地看着媚 却不知该如何安慰 媚银牙紧咬 屈辱 震惊 凶利 羞愤在他眼中交织 他堂堂天人妖尊 何时受过如此奇耻大辱 大言 大言 媚妖尊咬牙切齿道 果然抵运雄厚 藏龙卧虎 今日我算是领教了 红衣女子闻言 也不禁想起那道身影 心有余悸道 还好那人没下杀手 否则 他就算追来 又能奈我何 媚猛地站起 冷声打断 但随即语气一致 恨恨道 最多 最多再被他打几拳罢了 想起那人的拳头 媚妖尊脸上 又是一阵火辣辣的羞愤 那混蛋下手可真黑 招招到肉 什么地方都敢打 简直欺人太甚 老四老五死在他手里 不冤 媚身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和屈辱 这次是我们妖神殿踢到铁板了 我得尽快回去疗伤 你若还要去严禁城 自己小心 红衣女子点点头 担忧道 大姐放心 我明白 魅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天际 红衣女子望着她远去的方向 脑海中却不受控制地 浮现出那道惊艳缠身的身影 心中噤声出一丝异样的情绪 若是再年轻千岁 遇上这等人物 便是豁出性命 也要追随左右 沈妙英在守龙阁中守了一夜 目光始终不离那展刻着 封尘二字的油灯 期间 灯火摇曳不定 几近熄灭 看得沈妙英心惊肉跳 好在 最终火焰稳定下来 与之前一般大小 只是耗费了些灯油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大殿中光影微变 封尘的身影 出现在守龙阁内 多谢封大人挡劫 多亏有您 沈妙英起身便败 这一败 是替大盐 是替炎黄 封尘猛地抓起那展刻着 他名字的油灯 使劲擦了两下 脸色却更难看了 一个劲的摇头 这一劫 并非我挡 但此行还是差点 把命都交代了 沈妙英听得云里雾里 完全不知道封尘所说 封尘看了他一眼 那张老脸上 全是说不出的复杂表情 他没多解释 只是叹了口气 语气落寞 活了上千年 今天才知道 大盐太小了 盐金才是真的大 沈妙英更猛了 大盐不是比盐金城大吗 怎么封大人说法了呢 第133章 豆腐稀施 云天河在回家的路上 云天河正安慰那鬼气块 消亡殆尽的鬼龙 不就是鬼气被吸走了一些吗 没事 等我找到鬼气多的地方 让你一次吃了够 鬼龙委屈的嗷嗷嗷嗷 叫还半天 看在云天河再三保证的份上 才勉强消停下来 想象也是 他堂堂一个鬼王 平时多威风啊 这次竟然被魅 打得鬼气都快没了 连驮着云天河飞都不行了 必须得好好补补 去哪儿补呢 云天河心里已经有数了 鬼道四宗 炼魂宗 阴风陵 万恶骨 骨肉陵 都是好地方 最好是炼魂宗和骨肉陵 至于阴风陵和万恶骨 玩的是炼狮 稍微差点意思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这几个宗门在哪儿 该怎么去 说起来也可怜 云天河堂堂 一个能把天人静 上古石胸都按在地上 摩擦的猛男 居然连炎京城方圆 两千里都没出过 等回去抓两个鬼道的人 搜个魂 再跟寺里请个长假 出去转转 正好帮鬼龙恢复元气 要是能再抓两个洞虚静 或神游静地 回来观天牢就更好了 最近经验值长得不够快 为了提升炎帝焚天法身 云天河这次 可是把牢底都掏空了 现在身上的经验值 就剩几万了 真是穷得叮当响 必须赶紧找个来经验的路子 可惜今天没干到那个妹 不然报个上一经验值 肯定没问题 要不 我去找个弱一点的天人静仔了 经验值应该也不熟 云天河下意识就想到了封城 像封城这种都快老死的天人静 他估计 自己一个人能打十来个 与此同时 守龙阁内几盏油灯的火苗 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正在擦灯的封尘 没来由地打了个哆嗦 心里一阵阵发慌 云天河很快就回到了住处 肾竹变出来的他 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让他惊讶的是 之前从相国府跟着他出来的 天罡进神念 居然还有一个没走 真是有病吧 云天河摇了摇头 随手甩出一道肾竖 将那暗中窥探的神念 耍得团团转 他走进屋 鬼龙化作黑戒套在他手指上 脖子上九霄云龙玉 带着 倒是不担心鬼气会泄露出去 云天河神念一扫 后出水缸 发现那小红罗姑娘 还在呼呼大睡 睡得跟头猪似的 算了 随他去吧 云天河懒得理会 他倒头躺在床上 神念一放 化身瞬间出现在了香国府 只见叶灵素 正经微坐在房中 两只小手各握着一支笔 粪笔急疏地抄着书 云天河顿时又好笑又心疼 这傻姑娘 抄这么多书 也不嫌累 他心念一动 施展肾数 轻轻松松地 就把叶灵素哄去睡觉了 随后他大手一挥 几千遍经文瞬间抄录完毕 这幻术 真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呃 哄骗小姑娘的必备神剑 照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这神通 就能坐稳他常用神通榜的第一把交椅了 忙活了一整天 云师傅 这才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 这一晚睡得十分香甜 直到第二天清晨才醒了过来 云天河在院子里刷牙洗脸 动作行云流水 他给花坛里的九尘草浇了点水 又拎着木桶 去换后 除水缸里的水 缸底那几只 轻裸长得越发肥美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沾了裸壳里那位姑娘灵气滋样 云天河 不动声色地换好水 回屋换了身衣服 准备去衙门当职 谁知刚踏出门槛 就见一个 黑瘦精干的中年汉子 端着个碗 朝他走来 云小子 来得正好 这碗豆腐你拿去 回头切点葱花拌上猪油 下酒那叫一个绝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住在隔壁的李有泉 云天河一般都喊他李叔 李叔靠着收鱼饭鱼为生 每日天还没亮就出门 赶十几里路 去附近的渔村收鱼 回来好赶早市 他挣的都是辛苦钱 为人却十分仗义 经常给云天河送鱼 后来看云天河 家里很少生火做饭 便不送鱼了 改称做好后 叫他过去吃 可这送豆腐 还是头一回 云天河接过豆腐 还没来得及问 李有泉就急匆匆地走了 看着好像真就只是 送豆腐的 云天河一头雾水 刚想转身回屋 就见李沈风风火火地 从院子里冲了出来 他先是警惕地 朝四周看了看 然后一眼就瞧见了 云天河手里那碗豆腐 顿时哀忧一声 是不是那杀千刀的送的 是李叔给的 云天河点点头 李沈一听 顿时破口大骂 是个不省心的死鬼 一大早说出去收鱼 结果转头 就端回来四五碗豆腐 不让他买 他非要买 辛辛苦苦挣的那点钱 全拿去糟蹋了 善儿 这豆腐也是好东西 跟鱼一起炖着吃可香了 云天河连忙安慰道 叔估计是想给你补补身子 哪有人买豆腐补身子的 李沈气呼呼地说 他根本就不是去买豆腐 他是冲着卖豆腐的人去的 云天河听得一头雾水 一边安慰李沈 一边打听 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 今天早上 隔壁于前巷 新开了一家豆腐店 店里是一对母女在经营 据说那女儿长得跟天仙似的 才开张半天 名声就传遍了 附近几条街的男人 都跑去买豆腐了 李叔自然也不例外 小月 你可千万别跟你李叔学 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 李沈说着 气势汹汹地回了院子 估计是去找鸡毛胆子 赶面杖之类的去了 云天河 却被勾起了好奇心 豆腐稀施 倒也稀奇 他看了眼时间 离当直海走 便放下豆腐碗 转身朝于前巷走去 一踏进于前巷 云天河才知道 离沈那句附近几条街的男人 都来了 那是说清了 这哪是几条街 怕是十几条街的男人 都到豆腐稀施这来了 小小一个于前巷 人挤人 摩肩接踵 从巷头排到巷尾 还拐了好几个弯 那队伍 比贪官家门口 求情的都壮观 云天河被挤得东倒西歪 别说看豆腐稀施了 他都快被挤成肉饼了 就这 还有不怕死的往前挤 就为了 看他豆腐稀施一眼 他眼睁睁看着一个 刚从巷头 买完豆腐的汉子 三两口吞了豆花 摸摸嘴 捧着空碗 就往向尾冲 这吃货 是把豆腐稀施 当仙单了吧 突然 云天河眼见的发现 队伍里 有个熟悉的身影 李有权 李叔 李叔 快跑 我婶提着赶面杖 杀过来了 云天河跑到李叔旁边喊道 话音刚落 还莫等李有权反应过来 前头就传来 一阵鬼哭狼嚎 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妇 气势汹汹地杀出重围 手里都拎着一只 红彤彤的耳朵 耳朵后面 则连着一个个 哭爹喊娘的倒霉蛋 李有权眼看着这些难兄难弟 从身边经过 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耿着脖子 对云天河说 怕啥 让你傻来 我买块豆腐怎么了 又不是去 话是这么说 可声音越来越小 眼神也开始躲闪 还不时往巷口瞟 一副随时准备跑路的样子 云天河也顾不上她了 趁着汉妇们 闹出的这阵骚乱 赶紧往前挤 终于让她一睹 这传说中豆腐稀释的芳容 这姑娘看着 也就二十出头 一头青丝 整整齐齐盘在脑后 用一块蓝布包着 干净利落 袖子挽到肘上 露出一截雪白的手臂 脸蛋上干干净净 一点脂粉都没涂抹 身上穿的 也是再普通不过的粗布衣裳 可云天河 却是觉得 这姑娘惊艳无比 毛若秋水 鸡如白雪 腰若树素 说的就是这种姑娘马 笑起来也好看 温柔似水 和面前那一大盘 豆腐百一块 相应成景 也不怪那么多男人 跑过来看了 这要是放到那些大户人家 妥妥的大家闺秀啊 云天河忍不住在心里赞叹 第134章 地下水埋异常 要说那豆腐西施美若天仙 那倒未必 起码在云天河眼里 冯颜辛 上官月 还有罗中少女 妹她们 个个都不比那西施差 甚至还更胜一筹 主要是那豆腐西施 穿得太普通了 跟那张漂亮脸蛋放一块 反差太大 才叫人眼前一亮 云天河保了眼福 见相子口有黎沈的身影 生怕被扣上不学好的帽子 赶紧从余前向另一头溜了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就在云天河开溜的时候 那豆腐西施忽然抬头 白嫩嫩的手背抹了把汗 冲着云天河的背影 轻轻一笑 只一瞬间 竟让满项梨花都黯然失色 云天河赶回镇玉丝 屁股还没做热 就来了个犯人 居然是当朝水部侍郎 五品大官 这姓曹明淮安的侍郎 还是个玄陵境高手 所以才被关到二层来 云天河还以为又是个贪官污吏 谁知一见真人 却大感意外 这曹淮安身高九尺 浓眉方脸 一身正气 进了天牢 修为再高 也得乖乖被封 但这曹淮安 即便带着几百斤的镣铐 腰杆依旧挺得笔直 真是宁折不弯 云天河悄悄用 幽名静点 一查 这曹淮安的罪孽值 竟然只有半颗星 这可就稀奇了 玄陵境高手 身居五品官 被抓进天牢来 半颗星 那村口的屠夫 都一颗星了 可就这 居然也被抓进天牢了 他犯了什么事 云天河忍不住 问身边的楚中天 表面上是贪污受贿 实际上就是得罪了上面 随便找个由头就给办了 连审都没审 楚中天低声说道 云天河没再言语 曹淮安进了天牢 二话不说 直接就被扔进了 丁字号牢房 云天河趁着巡视的功夫 溜达到丁字号 跟老头老赵打了声招呼 提着石河 就到了曹淮安的牢房前 曹大人 云天河放下石河 喊了一声 已经卸了枷锁的曹淮安 掀了鲜眼皮 瞥见石河 闻着香味 冷笑一声 怎么 这么快就等不及了 我曹某人才进大牢 就迫不及待 要我去死 云天河微微一笑 曹大人说笑了 这可不是断头饭 更没下毒 就是想和您喝两杯 聊聊天 曹淮安一愣 上下打量着云天河 见他不像坏人 这才放下戒心 走上前 坐吧 曹大人请 云天河笑着打开石河 拿出烧鸡 牛肉 鹅腿 还有一壶酒 十年满江红 委屈大人了 有酒就行 曹淮安一把抓过酒壶 直接对着嘴救惯 看得云天河想骂娘 仰头救惯 净显豪迈 云天河差点没忍住抱粗口 说好的 陪你喝酒聊天 你直接对嘴喝 这让我怎么喝 活该被冤枉进大牢 想聊什么 说 曹淮安放下酒壶 抓起一只烧鹅腿 狼吞虎咽 我就是好奇 曹大人 您怎么就沦落到这部田地了 云天河问道 哼 还不是因为 老子不愿同流合污 曹淮安说道 又是这套说辞 十个有九个都这么说 倒是说说你 怎么个不同流合污法啊 好在曹淮安还算实相 吃人嘴短 喝了酒吃了肉 便打开了化匣子 今年雨水多 朝廷要修水利 让我们勘察严静周边水脉 你猜怎么着 那水脉 比往年多了好几倍 水脉多是好事啊 鱼虾肥美 百姓也能过得好些 朝廷税收也能多些 云天河有些疑惑 话是这么说 可这水脉太多了 未必是好事 曹淮安压低声音 我用家传秘法探查过了 严禁地下百丈 都快成一片汪洋了 什么 云天河听到这消息 觉得不可思议 妖神殿的冤死了 回归于天地的 金元水脉是多了点 但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过转念一想 曹淮安这家伙 又没他那 地脉灵星的本事 估计是胡乱猜测的 于是 云天河不动声色 淡淡道 曹大人 你怕不是在危言耸听吗 曹淮安一听 顿时气地吹胡子瞪眼 怒笑道 你也以为我在危言耸听 真是个无知的蠢货 你可知道地底水脉暴涨 会侵蚀地脉 到时候 后果不堪设想 能有什么后果 云天河疑惑 曹淮安咬牙切齿道 到时候 地龙翻身 洪水滔天 整个严京城都会被淹没 变成一片泽果 云天河表面不动声色 心里却在盘算着 这番话 有几分真几分假 曹淮安重重叹了口气 痛心棘手道 我一心为国为民 苦苦劝谏皇上 上了十八道奏折 结果全被那该死的水部尚书压了下来 他为了贪图治水的功劳 不但不听我这个水部侍郎的劝告 反而去相信一个江湖骗子 还用卑鄙手段 诬陷我贪污受贿 把我关进这暗无天日的大牢 真是可恨 可恨啊 云天河眉毛一挑 追问道 算命的江湖骗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曹淮安冷笑道 不过是一个 在东城门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罢了 就会点茶颜官色的伎俩 就被那些愚昧的百姓 当成活神仙 你说可不可笑 堂堂水部尚书 治理水患不去实地考察 不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竟然跑去听信一个 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 算命先生 云天河低声念叨 好像确实听人说过 东城门有个很有名的算命先生 云天河从丁字号玉晃悠回来 曹淮安的话还在他脑子里嗡嗡响 整个严京城变成一片汪洋 开什么玩笑 云天河心里却是不幸 这严京城地势高 附近也没啥大海 哪来的水能淹了整个京城 他立马用地脉灵星 神通探查了一番地下的水脉 哗哗哗 水流声听着确实比平常大 但也没夸张到那份上 片刻之后 云天河收回神通 眉头微微皱起 水脉确实比之前多了几倍 这肾妖死亡的影响 比我想象的要大 不过 要说底下变成一片汪洋 整个严京城都要完蛋 那纯属扯淡 真要那么严重 关心思那些家伙 早就急得跳脚了 哪还轮得到 曹淮安在那近十几次死见 这曹大人 心是好的 就是脑子不太灵光 说好听点叫一根筋 说难听点 就是个顽固 云天河算是明白 为啥曹淮安 一个玄灵境高手 在水部浑了这么久 还只是个无品官僚 性格决定命运 怨不得别人 比起曹淮安 云天河倒是对他说的 那个算命先生更感兴趣 回二层休息区后 找几个同僚打听了一下 一个个都说神 除了楚中天 神个屁 楚中天一听就炸毛了 江湖骗子一个 要不是看他年纪大 老子早把他的摊子给砸了 云天河正纳闷他反应 为啥这么打 旁边一个小丽笑着说 你小子还好意思说人家 人家不过说你四十岁之前 娶不上媳妇 你就想砸人家摊子 老子明天就让人说没去 下个月就拜西酒 楚中天战红了脸 气急败坏地大喊 惹得周围一阵哄笑 云天河也忍不住笑了 今晚都带你 都没有 来再来 一切都 态